穿越后我发现汉语竟是这个世界的上古尽重 只要用普通话说出来就可成功施法 一个百岁老者仅是说了个雷字 晴朗的天空顿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 接着他又说了个雨字 原本干涸的沙漠瞬间下起了青铜带 看到这一幕后我直接惊呆了 这不就是普通话吗 于是我忍不住说了个草字 荒芜的土地上瞬间长满了野草生机盎然 那老者发现后惊讶地问我是怎么做到的 随后便把我带到了一个名为永恒宗的地方 此时我站在队伍中间等待着入宗考核 考核内容就是念出长生中的神文敲响长生中 敲响的次数越多 拜入宗门的身份就越高 敲响一下就可成为普通弟子 敲响七下直接奉为永恒宗的长老 此时宗门内时不时传出终声 但是最多也只有三响吧 更多的人则因为没能敲响垂头丧气 从山上走下来 考核官齐山看着这一幕不由的叹息一声 哎 已经有五十年没有超过六响的弟子了 这十年来的两次考核 更是连五响的都没有了 而这时也终于轮到我敲钟了 我向前一步对齐山行李 考核官凌晨前来参加入宗考核 齐山朝我点点头试一开始 但是心中却是在此叹息 看起来只是一个平民罢 估计又是一个落选的可怜人 而我抬头向着巨大的长生中看去 钟的表面马上浮现出三个神文 我瞬间傻眼了 怀疑自己是不是眼瞎了 这不就是汉字吗 我半信半疑地念出了上面的字 当当 长生中随即发出一声轰鸣 紧接着新的神文再次浮现在钟面上 当当 随着我的话音长生中又是一声响 一旁的考核官齐山猛然抬头 就算是其他有天赋和资源的考生 看着钟上的神文都要犹豫片刻 眼前的这个平民小子居然秒夺了出来 然而不等齐山缓过身来 当当当 长生中再次被敲响两声 齐山顿时就激动起来 这可是今年的第一个四响弟子啊 此子不凡了 内阁首府终于算是又星天了一名弟子了 此时三长老也睁开了一只紧闭的双眼 就算是内阁弟子 读起前四响的神文都要犹豫几秒 此子却是毫无停留 齐山欣喜一番 就准备宣布我为内阁首府弟子 然而令他再次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当当 长生中竟然再次响了两声 而六响之后的长生中更是发出阵阵金光 广场上的弟子们顿时一片哗然 三长老猛然从椅子上站起身来 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天啊 十个百年宗门终于引来了一个六响之子 紧接着山谷内一道强大的神念 向考核广场窥探而来 这是来自永恒宗宗主的窥视 三长老收回师太的目光 但语气还是带着不可思议地问道 你念出长生中上面的神文不假思索 难道你早就认识他们了 在永恒宗建宗以来 五响以上的考生不过也才数十个而已 就算是最多八响的那个弟子 在读出前六响的神文时 也足足花了数十分钟 可我只花了十秒而已 此刻三长老的内心 已经不能用震惊来形容了 这是恐怖啊 而我也才在震惊之中缓过神来 神文 这他娘不是汉语吗 最开始前两响是最普通的台书 往后吉祥变成了繁字体罢 这也算神文 当然自己穿越这件事不能暴露出来 于是我马上用他们的本土语言回答 没有啊 三长老文言一脸都不相信 那你怎会 罢了 天赋异禀之子 我说几个神文你试着对我复述一下 而我却是摇摇头拒绝 您稍等一下 我还没完成考核呢 三长老一脸疑惑 什么考核还没完成 难道此子还能敲响第七声 然而就在这时 我一口气读出了第七第八第九行的神文 在我眼里这只不过是变了字体的汉语罢 当当当钟声再次连续三响 这是永恒宗建宗以来第一次有考生敲出九声 九声响 神子出 考核官齐山浑身一软瘫倒在地 而三长老也直接傻眼了 嘴巴张得老大 齐山 长声中怎会久响 大长老林峰此时听到动静也是遇见赶到了考核广场 大长老也感觉到了三位老祖已经苏醒 当年永恒宗险些被攻破的时候 老祖们都没被惊醒出手相助 如今却只因为一个新的考生醒来了 五位在宗门内的至高尊者不能同时离开自己的岗位 只能派了最有威望的白尊者赶到考核广场 看看这九响之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能让长生中九响的弟子要被立为宗门神子 长老阁和至高尊者都要听命一他 转过神后的三长老指了指我声音颤抖道 大长老 就是他 此子一分钟敲响了长生中九次 恐怕宗门那老家伙都被惊动了吧 大长老眯着眼睛看笑我 发现我身上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你叫什么名字 是哪个贵族的少爷 弟子名凌晨 只是一介平民罢了 大长老闻言有些汉言 心中不由暗道 这九响真要是你敲的 在我面前称弟子 三位老祖还不得灭了我 但他对于我还有所质疑 既然你能让长生中九响 想必对神文有所研究 接下来我说几句神文 你试着复述一遍 珠光莲花 大长老说了句汉语 紧接着手上就出现了一个 粉红色的火焰莲花 我心想 果然 这个世界的神文就是汉语 既然如此 小爷我到了这世界修仙 岂不是要无敌了 想到这我就重复了一遍 珠光莲花 随后我手上也出现了一个 和大长老手上相同的莲花 在场的弟子们和其他几个长老 再次哗然 不可能 那可是大长老的绝技 那小子怎么可能也会 大长老愣了一下 也是心中大害 难道此子真的是千年难遇的天才吗 他不甘心再次说了句神文 飓风 紧接着就看到一团火球 出现在他手上 火球越聚越大 整个广场上狂风大作 不少没有准备的弟子 都被吹倒在地 然而这一次我没有选择重复 而是有了自己的想法 我抬手举过头顶喊道 超级飓风 终于错了 他跟大长老说出来的神文 完全不一样 果然这小子只是凑巧运气好罢了 几个刚入门的普通弟子惊喜 他们这种人恨不得我出丑 然而下一秒就看到 我手上聚起一团 比大长老还要大的疯团 我随即扔向天空 那些嘲讽我的入门弟子 瞬间就被刮飞了 连掌声中都被吹得摇晃起来 大长老震惊之际 连忙施展仙树护住他们 同时一脸诧异地望向我 你做了什么 为什么你说出的神文跟我不同 史书的仙树却是跟我一样 而且威力变大了树北 我愣了愣 我改良了一下 其实我还可以使出更强大的 什么 这绝不可能 灵长老你快退下吧 莫要在此丢脸了 白尊者毫不客气地对灵夫说道 此时的我心中已经了然 这个世间的神文 就是我原先世界的汉语 只要说出相应的话语 就能言出法随 我心中不由的大喜 凌晨你的天赋异比 让长生终久想 按照宗规你应该由宗主亲自教导 并且称为宗内神子 但是宗主现在尚未到来 你需要先经过长老阁 和至高尊者的考验 才能彻底坐实这层身份 白尊者顿了顿继续道 哈哈不懂修为境界的人 能读出神文 难不成他是邪魔店的人 白尊者也是皱了皱眉 显然没想到 我居然不懂什么是修为境界 但我确确实实 让长生终联想九次 所以他耐心地给我解释修为境界 这需要你懂一句神文 对你来说应该没有难度 聚气 白尊者身后瞬间 多了一个和他长相相同的光影 随后越来越大 最后的颜色变成了紫色 光影有十米之高 周围的弟子纷纷震惊起来 这就是轮回镜的先影 真帅啊 我点头马上说了个句起 很快我的身后也有了光影 只不过是个白色两米之高的光影吧 周围弟子顿时哄笑一遍 哈哈哈哈我还以为多厉害呢 修为只不过是个止水镜 就算你能敲响长生中九次又如何 止水镜 我家狗都天人静了 笑死我了 白尊者看到我的先影也是失望了起来 此子虽然天赋异禀可修为实在太低 我看到他们的反应也明白了 自己修为可能低的可怜 不免有些自卑起来 还以为自己要无敌了呢 等等 既然汉语可以在这个世界言出法随 难道说 想到这里我猛然用汉语念叨 升级修为升级修为 就连一旁的白尊者都没能听懂 这次我说的神文是什么意思 是下一秒脸色瞬间变得煞白起来 因为我背后的先影越来越高 由白色变成了蓝色 蓝色又变成黄色 几个呼吸间 先影已经长到了十米的高度 颜色也变成了紫色 然而这还没有停下 我身后的先影再度变高 冲向十五米的高度 紫色变成了红色 而此时苍穹之上随即出现了三道近百米高的身影 三位老祖已经被我的所作所为彻底震惊了 齐齐现身于考核广场的苍穹之上 卧槽 这是虚空镜的先影颜色 连币晋升境界 还是连升五次 这是什么怪物啊 快看天上 那是永恒宗的三位老祖 我的天啊 为首的无极老祖率先开口 年轻人 你已敲响了长生中九次 被立为永恒宗神子 可愿拜我无极见身为师 广场上的众人文言顿时一片哗然 无极老祖是什么人 他可是已经步入了圣境的修仙者 只差一步就到帝王境了 在横谷大陆 只要踏入了圣境的修仙者一律 可以自封圣号 而这位无极老祖的圣号便是无极见圣 无极见圣 我听到后满头黑线 这不是在原先世界的某个爆火游戏之中的英雄吗 而不等我回答 无极老祖旁边的两个老祖也开口了 别听那无极老的 他只是剑耍的厉害些吧 你拜我菩提法圣为师 我可以教你许多失传的秘术 菩提 秘术谁没有啊 年轻人 我是虚空龙圣 你若拜我为师 只需要练习两年半便可以席的御龙之术 收复虚空星界里的星界龙当你的坐骑都不在话下 此时还站在考核广场上的七大长老早已瞠目结舌 白尊者也猛了 三大老祖居然一起争一个年轻人 这就是永恒宗神子的待遇 三大老祖一阵争吵后 无极老祖率先打破了僵局 咱们三个也别争了 问问神子到底想拜谁为师吧 随后三大老祖把目光纷纷投向了我 我在心里全横着 这三大老祖都是永恒宗天花板的存在 拜谁为师都不会吃亏 随即我就答道 弟子凌晨不知如何选择 不如三位老祖同时让弟子拜入麾霞 此话一出那些跑来看热闹的那门弟子顿时冷朝热讽起来 想多了吧 还想祈拜三位老祖为师 永恒宗自建宗以来 还没出过哪个弟子拜多位师父的例子 狂妄 太狂妄了 而就在众弟子议论纷纷 认为我的神子身份要被取消时 三位老祖互相对视一眼 齐声道 就按你说的来 什么 众人已经不知道这是第几次被震惊了 我一听马上下跪说道 弟子凌晨 拜见三位师尊 无疾老祖笑呵呵的说道 你刚加入宗门 先和长老阁的人交接一下入宗流程 明天一早来后山的圣地见我们 弟子遵旨 随着三个老祖元神的离开 苍穹之上终于恢复了平静 我此时也从先前的修为升级中缓过来 我刚才在连续喊了升级修为后 感觉自己浑身充满了力量 我一脸激动地看向白尊者 白尊者 请问我现在需要进行什么流程 才算真正加入了宗门 白尊者从震撼之中回过神来 急忙对我鼓笑一声道 神子 你的入宗流程已经不是我能决定的 需要请示宗主 宗主 是的 你现在是永恒宗神子 除了三大老祖和宗主之外 长老阁和我们之高尊者都要对你行尊礼 这入宗流程自然需要宗主来决定 那宗主在哪 本宗在此 突然远方便传来一声空洞的声音 只见天空中一个巨大的人影踏空而来 下一秒永恒宗宗主赤小雅就出现在了我面前 让我惊讶的是宗主居然是一个女的 表情冷漠但是样貌十分哇塞 我愣了愣马上到 弟子凌晨拜见宗主 赤小雅上下打量了一番我 眼中尽是不解之色 他能作为永恒宗力带以来最年轻的宗主 原因便是他有一双十分神奇的眼睛 西西里之童 他可以瞬间看清一个修炼者的修为境界与天赋 可赤小雅在我敲响第六声长声中的时候 就把神念投了过来 他发现我修为境界是最低级的止水晶 可之后我仅靠着一句神文瞬间晋升到了虚空境 要知道就算是一个绝世天才 从止水晶到虚空境也要花上数十年的时间 可我只是靠一句神文在一分钟之内便达到 赤小雅心中震撼 同时嘴角也是画出了一抹弧度 凌晨是吧 入宗流程很简单 只要把你刚才让自己瞬间晋升的神文告诉我 便可加入永恒宗 我文言瞬间一愣 心中一万头草你马奔驰而过 这是入宗流程吗 这是在抢劫啊 我顿时郁闷无比 自己还什么都没学到呢 反倒还被别人讨要起了功法 宗主 这神文难道你们不会吗 识小雅正色道 说实话 宗内的确有这样的神文 但没有能像你这样连续晋升五次境界的神文 原来这个世界的人仅仅依靠汉语当作功法罢 并不理解其中的意思 否则刚才我说的升级修为如此简单的词语 他们不可能不会 想到这我也释然了 反正我言出法随 四个字换来我加入宗门的机会 一点都不亏 好吧我刚才说的神文是升级修为 你跟着读一遍 修 修为 然而持小雅支支吾吾个半天 前面升级二字无论如何也念不出来 持小雅想不通 眼前的少年修为境界没有他高 魂力显然也不可能高过他 为什么他能说出这么高级的神文 但既然是三个老怪物争相哄抢抢的天才 必然是有超凡之处 想到这些持小雅最后还是把我带进了永恒宗正殿 这里只有至高尊者以及宗主屋内 就连大长老林峰想要进入正殿都需要经过宗主的批准 然而我作为神子 身份只在三位老祖与宗主之下 正殿我也可以随意出入 我压住心里的激动 故作平淡地看着持小雅 敢问宗主是和修为境界 圣境 圣境 那岂不是和我们三个师父平起平坐了 我心中无比震撼 持小雅叹息一声 鄙视我对修炼者的信息一概不知 三位老祖步入圣境已经数十年 早已经踏入了准地王境了 而且修炼者的强弱不单单只看修为境界 更是要结合魂力的 魂力分为白魂 月魂 猎魂 魁魂 煞魂 仙魂 魂力更加难修炼 不少圣境强者的魂力也许才是普通的月魂吧 三位老祖的魂力已经达到了魁魂的程度 我文言顿时一惊 看来得找个没人的时间试着用汉语说升级魂力 持小雅像是看穿了我的想法 她微微皱眉 你最好不要像你晋升修为境界那样 依靠着高级的神闻来直接提升魂力 想要使魂力提升必须有强大的体质 你根本没有炼体 是承受不住强大的魂力的 很容易暴体而亡 我再次猛逼 炼体 对 这些三位老祖都会传授给你的 用不着我多嘴 说完他小手一回 一股奇怪的力量直接把我推出了正点 我心里无比惊讶 这就是高境界者的先数目 为了能快点融入这个世界 回到房后 我就打算学习所有关于修炼者的知识 只见我拿起书道 十倍阅读 我眼里瞬间闪过金光 手速极快地翻阅着这些书籍 片刻的功夫 我就把这个世界所有关于修炼者的知识 记在了脑海中 我基本已经了解了这个世界的大体布局 可眼下我最想干的事情 便是进入到我在书中看到的一个地点 虚空星界 先前在考核广场上师傅虚空老祖说过 虚空星界之中有星界龙的存在 跟着他学习日后可以捕获星界龙当作起 可我才不想等到日后 我现在便要进入虚空星界 进入虚空星界必须得说出 打开虚空星界的神闻 但打开虚空星界的神闻非常长 没有足够修为境界和魂力根本无法说出来 而对于母语就是汉语的我来说 神闻再长也不过是一段简单的话语罢 我念出了书上进入虚空星界的神闻 刹那间苍穹之上泛起异响 从苍穹中撕开一道虚空裂缝 青铜巨棍再次爆起 三位老祖同时原神出鞘 无几老祖脸色苍白无比 是谁在宗内打开了通往虚空星界的虚空门 菩提老祖面色同样难看 不可能 宗内除了咱们三个老家伙能打开虚空星界之外 就连池丫头也无法打开 莫不是有外宗的圣经强者入侵 三位老祖马上将神念笼罩了整个永恒山 发现虚空门居然开在了我住处的苍穹之上 石小雅也察觉到了苍穹之上的异象 什么 是谁打开了虚空门 此时我并不知道自己打开虚空星界的入口 我引来这么大轰动 而是一边念叨着飞行 一边飞进了虚空星界之内 待我进入之后 虚空门瞬间关闭 苍穹也恢复了瓶颈 仿佛什么也没出现一样 无几老祖赶来后面色一尘 坏了 定然是虚空星界里的那些虚空圣者们 把神子掳走了 菩提老祖满脸懊悔 怪咱们三个大意了 明知道掌声中是上古神奇们遗留下的神奇 长生终究想等于是触发了神奇 所以定然会被那些虚空圣者察觉 我们三个要进一趟虚空星界 神子绝不能就此陨墨 无几老祖说罢便准备开启虚空星界的虚空门 池晓雅面露犹豫 这些年永恒宗一直处于几大宗门争斗的漩涡里 要不是有三位老祖一直守在宗内 恐怕永恒宗早都被吞并了 菩提老祖看出池晓雅的担忧 池丫头不必担心 外宗的那些人不会知道我们进了虚空星界了 必须得找到神子 这是天灾之前唯一能拯救永恒宗的希望 此时在虚空星界里的我遨游到了一扇巨大的青铜门之前 我正要伸出手去触摸 但从门内忽然传出一声咆哮 是何人惊扰本地休息 我愣了愣 此人称自己为帝 难道他已经达到了帝王界 那此人的修为境界要比自己三位师傅还要高出一几 想到这我不禁有些心虚 我是来寻找星界龙的 敢问前辈这虚空星界之内何处能找到星界龙 话音一落 一道极强的光线从青铜门内闪出照住了 接着门内发出一声音的惊讶声 怪了 你的修为境界只有虚空境 你是如何进入到这虚空星界内的 我读了进入虚空星界的神闻啊 那不然还能怎么进来 我有些猛逼 门内的强者沉没了数秒后才开口 这地方你不该进来的 你要寻找星界龙作甚 当我的作奇 哈哈哈哈 门内的人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凡人 星界龙岂是你可以驾驭的 真是无知 趁本地今天心情好 快点滚出这里 不等我反应 从虚空中突然伸出一双巨大的手 将我直接推了出去 我瞬间回到了永恒宗的正殿之外 菩提老祖等三人正准备打开星界之门 不料我居然再次出现在这里 三人同时一愣 徒儿你怎么出来了 我都还没搞懂是什么情况 呆愣地说道 徒儿刚打开了续空星界的门 进去之后没多久 便被一位类似帝王精的强者赶了出来 三位老祖面色大变 什么 续空门是你打开的 是啊 在房间里的书籍上 有记载打开续空星界的神闻 三位老祖闻言同时倒吸了一口冷气 无疾老祖顿时满脸星系 哈哈哈哈 我们永恒宗出了一位千年难遇的天才啊 恒宗有救啊 菩提老祖也是一脸的激动 徒儿 为师与你另外两个师父上映 一人教导你三天 你对神闻认知的天赋 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不过在修炼者之中 熟识神闻是远远不够的 硬实力还是在于你的修为境界 魂力和体质 这三项综合起来才是一个真正的强者 说吧 菩提老祖便开始传授我如何修炼体质的方法 其中好多地方都需要神闻来辅助 这对我来说易如反掌 菩提老祖传授完修炼之法后对我道 好了 以你的悟性 三日必须修炼到三成以上 半年必须悟透这本书 这才不枉神子的身份 说完三位老祖踏空离开了这片森林 临终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一直默念着刚才菩提老祖教导的功法 心说这也不是很难啊 为什么师父会觉得我三天才能修炼到三成 郁闷之下我忽然想到自己现在能炎出法随 不如先喝点饮料放松一下 可乐 我用汉语说了一声 双手已经准备好出现一杯可乐了 数十秒过去我手上依旧空空如也 我又重复了一遍 但还是如此 我仍旧不死心 一口气把原先世界里所有的临时名字说了一点 但诡异的是什么也没有出现 我不禁发愣 不是炎出法随吗 恭喜了 这样一想我连忙了 遇见 下一秒我脚下瞬间多了一瓶飞剑 不对啊 这也没失灵啊 我盯着脚下的飞剑若有所思 不过很快我就反应了过来 并不是神文失灵了 而是自己说的这些东西这个世界并不存在 随后我便开始默念起菩提老祖教授的功法 这功法一半由这个世界的语言组成 一半由汉语组成 我只用了十分钟就领悟了一场 过程中我无法参透的 便用汉语说理解 参透 顿物 不到一个时辰就已经雾透九成 我也彻底进入了顿物的环境之中 所以我丝毫没有注意到自己身后巨大的险影 刚踏回青铜关休息的菩提老祖 看到永恒森林里散发出的金光瞬间按耐不住 什么 他已经雾透了 真是妖孽啊 我修炼完功法 感觉到自己浑身前所未有的舒畅 倒在床上便呼呼大睡起来了 我有个坏毛病 就是睡觉的时候喜欢说梦话 我留着哈拉子 口中喃喃着汉语 地暴天心 刹那间 永恒棕上方的夜空出现一颗紫红色的夜明珠 它开始聚集周围的仙气 随后大量的石头开始往这颗夜明珠聚集 从苹果大小渐渐变成直径足足有十米的球体 而这恐怖的聚气已经惊动了正殿之中的五位之高尊者 在睡梦中的白尊者猛然睁开双眼 感受到外面恐怖的嫌弃 大喊 嫡媳 所有尊者开启护宗大阵 老祖也因为担心我的安危匆匆赶到了我的房间 了解到情况后宗主整个脸都僵住了 这 这是神文 他在睡觉的时候还在说神文 外面的意向真的是太引起了 虚空老祖也忍不住惊叹一声 老夫从未见过能轻松到把神文当梦义的修炼者 我睡眼轻松地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三位师父和宗主都站在自己面前 师父你们怎么来了 无极老祖苦笑连连 我的好官 你再不行 这永恒宗都要被你给拆了 徒儿 你睡觉的时候嘴里念着为师们都不曾认识的神文 若不是你现在的修为境界和魂力并不高 这永恒宗都要被你给拆了 我这才发现广场上五位之高尊者如灵大敌般聚在一起 摆出了一个阵法 宗内四处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陨石 除此之外 还有悬在夜空中无比巨大的球体 这一切都太过于眼熟 这不是自己原先那个世界某步动漫里Boss的技能吗 难道自己睡觉的时候下意识给说出来了 我试探性地说了句 收 果然 那颗巨型球体瞬间瓦解 至高尊者顿时松了一口气 菩提老祖又站了出来对我说 徒儿 以后你睡觉的时候一定要紧闭住你的口 预免再引起今晚这样的乌龙 知道了师父 我心中郁闷 自己都没想到睡着了还会念念有词 你睡梦中的神闻我们都不懂 徒儿 你说的这神闻是从何处吸得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复 总不能告诉他这句话是动漫里面演的吧 无奈之下 我只能说这些是自己创造的 老祖倒吸了一口冷气 自创的 要知道神闻可是上古神奇留下的语言 一个普通的修炼者怎能自创神闻 见师父不相信我干脆说道 若是不信徒儿的话 我还可以在现场创造几句 无疾老祖连忙摆摆手 不必了徒儿 如果这真的是你创造出来的 你有可能是某个上古神奇的转世 不过切记这仙术万万不可轻易使用 若不是你魂力暂时很弱 这强大的仙术必将引出大火 不等我开口说话 菩提老祖又站了起来 无疾老二 恐怕今天得由你来给咱们徒儿上课 这是为何 咱们不是约定好了一人教导他三天吗 菩提老祖看了看我 事宜让我自己说 我略微惊讶 没想到菩提老祖已经看穿我早已误透了功法 于是上前对无疾老祖说 禀告无疾师父 菩提师父传授给我修炼体制的功法 徒儿昨日已经彻底误透 修炼大成了 无疾老祖闻言顿时一惊 连身上的仙气都产生了波动 不愧是天纵之才 这太吓人了 现在他们彻底相信我可能是某个上古神奇的转世 接着无疾老祖就传授了我一套魂力的修炼方法 并且嘱咐我明天跟着宗主两个徒弟前往魂塔修炼魂力 沐宇和左南是宗主的亲传弟子 两人天赋也是极其惊人 弊同前往魂塔的路上 左南因沉着脸一言不发 而沐宇和我聊得甚是火热 神子 你真的只是轮回镜吗 你到底是怎么读懂长生中上的生物 让长生中响了九生的 也许是天赋吧 呵呵 我打量着身边这个女生 看上去应该和我差不多大 但她身上却是有着说不上来的气质 说着说着我们就到达了目的地 快看 那不是沐宇师姐和左南师兄吗 他们两个人力量回来了 沐宇师姐又变漂亮了 永恒宗所有的弟子都认识左南和沐宇 毕竟他们作为宗主的弟子 是永恒宗除去三位老祖和宗主以外最强的修炼者 尤其是沐宇 被宗内不少男弟子视为女神 追捧者也极其之多 然而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情 沐宇和左南身后还带了一个人 而且沐宇和此人有说有笑 沐宇师姐旁边那小子是谁 他连内阁宗服都没有 难道只是一个外阁弟子 胡扯 他连外阁宗服都没穿 估计是其他宗门的弟子 哼 这小子看上去修为境界很低 只是一个低境界修炼者罢 他何德何能可以跟我的沐宇师姐谈笑丰盛 我哪知道自己还没踏入魂塔 就已经被大量的内阁弟子记得上 而这时沐宇则是上前一步对我的 凌晨 因为你之前没进入过魂塔 所以你得先去魂塔门前测试魂力 我点头走向魂塔大门 魂塔的大门前是一个普通的长老 考核当天他也没见过神子的真面目 自然不认识我 嗯 你好 我要做魂力测试 手塔长老看到没有穿任何宗服的 我愣了一秒 你叫什么名字 为什么不穿宗服 永恒宗除了宗主弟子和老祖的弟子 其他所有的弟子都必须穿相应等级的宗服 手塔长老见到我没穿宗服 当即面色缠了下来 宗服 我没有宗服 我看着他如实回答 一派胡言 所有永恒宗弟子都有宗服 要进入魂塔必须穿宗服 你说你没有宗服 难不成你不是永恒宗的弟子 可是我看沐浴和左男他们也没有穿什么宗服啊 为什么我要穿 手塔长老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他一阵大笑 同时引来了周围不少弟子的围观 就连准备进入魂塔的弟子们也围绕了过来 想看看是何人让长老在魂塔大门前如此势态 沐浴和左男是何人 他们可是宗主弟子 只有宗主和三大老祖的弟子不需要穿宗服 其他弟子一律得穿 我平淡地呕了一声 语气十分平静道 那你快给我测试魂力吧 长老挣住了 心说自己是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这次连围观的弟子们都忍不住了 大骂我是不是耳朵有问题 其中为首的一个男人站了出来说道 你小子有言不尽是吧 听不懂长老的话吗 没有宗服不得踏入魂塔 更不能测试魂力 周围人惊呼起来 因为对我开口的人是万尊者的徒弟夜秀 他可是在永恒宗弟子中排名前十的修炼者 我歪了歪脑袋看着夜秀道 你又是谁 所有弟子都镇住了 心想这傻叉不但不穿宗服 居然连夜秀师兄都不认识 他该不会是心入宗的弟子吧 一点规矩都不懂 夜秀显然也没想到居然还有人不认识他 是谁你不用管 既然你没有宗服 那就赶紧离开着 别在这里挡到 我眯了眯眼睛 我今天要是一定要测试魂力 而且还要禁制魂塔呢 那我就要让你知道什么叫家有家法 宗有宗规 站在人群后面的沐宇见情况不对 想要去帮我解围 但被身边的左男拦了下来 师兄 凌晨可是神子 他们这样为难他我不能这么看着 沐宇这几道 左男摇摇头 他是神子 如果连这点麻烦都解决不了 他也不配坐这位置 可是 小雨听话 你也不想宗门立了一个废物当神子吧 最终沐宇只能看着我被围在人群之中 我和夜秀之间的气氛 见把弩张了起来 可我心底是不愿意和夜秀起冲突的 否则回去要挨三位师父的骂 我深吸一口气 司徒长老是吗 我的确没有什么宗服 我的师父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这个东西 长老闻言一皱眉 你的师父是谁 无极老祖 菩提老祖和虚空老祖 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捧腹大笑起来 长老听后脸都黑了 心想自己被一个小辈给玩弄了 照你的话说 你是神子的意思了 夜秀嘲讽道 我闻言点了点头 然而夜秀也不再和我废话 直接聚起 他的先影也瞬间出现在身后 发出的气势 让一旁围观的弟子们都倒退了进 可距离夜秀最近的我却丝毫未动 甚至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这让夜秀微微一惊 大胆 不穿宗服口出狂言冒充神子 你已经连续触犯了三条宗规 根据宗门规定 我可原地对你进行惩处 我看着夜秀身后 紫色的仙影里了咧嘴角 不过轮回竟罢了 夜秀听到此言更是勃然大怒 轮回竟在此人眼里竟用罢了来形容 我倒是要看看你瞧不起的轮回竟 能不能让你今天跪在这魂塔之下 夜秀说罢直接发动仙术 一旁的司徒明想要拦下已然来不及 他暗叫一声不好 周围的弟子们也大吃一惊 没想到夜秀会在这里直接对我动手 然而下一秒令 所有人吃惊的一幕出现了 我双手背后念了声聚起 接着身后瞬间膨胀起红色的巨大仙影 随后语气淡漠用神文说了一句 飓风 差那间我身边瞬间卷起高大无比的飓风 眼看夜秀的仙术要碰到我 可被这突然发动的神文仙术直接弹飞了去 夜秀反应也很快 紧紧倒退了几步马上稳住了身形 但他刚才那不懈的表情早已变成了不可思议 这怎么可能 他身后的鲜影颜色是虚空镜 还有那神文仙术居然是凌峰大长老的惯用仙术 其他弟子也是彻底傻眼了 夜秀惊讶的神情转瞬即逝 即刻抽出他的配件向我发动了攻击 小玉雷绝 我听到夜秀发动的仙术差点没笑出来 小玉雷绝 你确定不是来捣笑的 我心说正好 既然有人送上门 那我就试试刚学来的剑术了 我不再和夜秀纠缠 当即掏出无极老祖授予自己的黑笑 飞升玉雷绝 言出法随 我手上的黑笑散发出寒光 连带着我身后的仙影手上 都出现了一柄放大版的黑笑 夜秀看到这一幕脸色煞石变得惨白 飞升玉雷绝 那可是无极老祖的圣经仙术 为什么他能使出来 他终于反应过来 在他眼前这个没穿宗服的人 真的是神子 而此时我手中的黑笑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黑色的剑气劈向夜秀 瞬间劈碎了他的小玉雷绝 他顿时口吐鲜血昏死过去 这下嘲讽我的弟子们全都压麻呆住 夜秀师兄连一招都没扛下来 我的天 还有弟子认出了我手指的黑笑 他一定是心力的那位神子 他手上那把剑可是无极老祖的黑笑 而我则是淡淡开口 司徒长老 现在您可以给我测试魂力了吗 我的三位师父真的没有给我什么宗服 司徒明哲才从震惊之中回过神来 心说我敢不给你测试吗 你还不得弄死我这个老东西 于是立马开始了对我的魂力测试 众人在得知我是神子后 纷纷开始期待测试后的结果 毕竟我可是只用了一句神文 就瞬间从指水晶连续晋升五个境界的妖念 神子 请将你的手放在这魂石上 随后聚气即可 我按照司徒明的指示再次聚气 魂石原本黑灰色的表面开始变化起来 一分钟后 魂石上扭扭歪歪出现了四个字 所有人屏住呼吸 等待司徒明宣布测试结果 司徒明看到魂石上的四个字后 倒吸了一口冷气 他一度以为是不是魂石坏掉 然而魂石并没有出现任何异常 司徒明疑惑地宣布了结果 神子的魂力测试结果为白魂前期 这个测试结果让所有人大憋眼睛 但凡是有点资质的修炼者 魂力测试的结果至少都是白魂中期 作为天赋异禀的神子 魂力还不如一个普通修炼者 而我对于这个结果也感到十分的尴尬 面色不由一红 马德 怎么回事 老子魂力天赋这么差吗 我恨不能马上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饶了饶头 露出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嗨嗨 司徒长老 既然测试结果出来了 那就快快让我进入魂塔修炼吧 司徒长老此时还是有些发猛 始终想不明白神子那么差的魂力 是如何释放飞升欲雷诀那样强劲先术的 呵呵 神子快进去吧 对了 我得跟你讲述一下魂塔的规则 魂塔共有一百层 魂力等级越高便能往更高层去 相反如果魂力等级太低 就会被魂塔自身所限制 无法上到高层去 所以一旦能前往更高层了 就说明魂力等级有所提升 当然这魂塔不能每月都来修炼 这会让修炼者的魂魄遭受创伤 届时再想要提升魂力就难了 我点点头 谢过司徒明之后 我没有着急进入魂塔 而是回头看向沐宇 小宇 宗主不是让你测试魂力吗 快来测试吧 第一次来魂塔 我还等你进去教我如何修炼呢 我对沐宇的话招来了无数弟子的嫉妒 一旁的左男也攥紧了拳头顶着我 沐宇受宠若惊地点了点头 随后走到魂石前开始聚起 片刻后魂石上出现了四个大字 猎魂前期 众人哗然 纷纷感到震惊 在永恒宗内的所有年轻弟子中 沐宇现在的魂力等级是最强的 要知道在一个月前 沐宇的魂力不过才月魂末期 这才历练了短短一月 就已经突破到猎魂前期了 不错不错 小宇以你的天赋和修炼速度 在一年之内冲击猎魂中期不在话下 沐宇吐了吐舌头 司徒长老过奖了 左男师兄这次和我一起历练 他的魂力提升可不比我差了 沐宇说完退后一步 把位置让给了左男 左男面色平静地将双手置于魂石之上 测试结果很快呈现了出来 猎魂中期 左男露出得意的神色看向我 脸上的表情好像在说 看到了么废物 你一个白魂前期的废物也配当神子 我无视掉左男挑衅的目光 而是对一旁的沐宇道 走吧小宇 快教我在魂塔内如何修炼魂力 你可是猎魂前期 要好好传授我一些经验 左男见到自己直接被我无视不由气愤 心想这小子真就没一点羞耻心吗 只是左男还不知道 我一日生无尽 岂会看得上他一个猎魂中期 只要我想 就是一句话的事 进入魂塔后 我惊奇地发现 每一层都有几十个房间供修炼者修炼 我随意选择了一间修炼房 房间中央立了一个奇怪的装置 沐宇介绍这个叫做巨魂器 只要将魂力输入进巨魂器内 用意念操控魂力与巨魂器里的夜火 进行交融 搏链 魂力便会提升 说吧 沐宇被我示范了一次 我当即学会了方法 饶了饶头笑道 挺简单的吗 而沐宇在叫给我修炼方法后 便说自己要去六十层去修炼了 不能陪我了 而我也是毫不在意 小宇你放心 我争取明天能去六十层找你一起修炼 沐宇瞪大了眼睛惊呼 明天 可你现在才是白魂前妻呢 正好走进魂塔的左楠 听到了我的话立马出言嘲讽 你在说笑话吗 你是想一天从白魂前妻突破到裂魂 在这修仙世界还从未有人做到 你别以为你是神子就可以口出狂言 我瞥了一眼左楠依旧没有搭理他 而沐宇在惊讶过后 想到了我一日生无尽的显力 隐隐觉得我用一天的时间 突破至裂魂也不是不可能 嗯 我相信你可以 你可是神子哟 沐宇比了一个加油的手势 对我眨了眨眼睛 然后离开了这里 等人走后 我的脸上恢复了严肃的表情 将魂力注入聚魂器与夜火 开始交融与磨练 一个时辰下来 我感觉自己的魂力并没有提升多少 如果以这种速度修炼下去 实在是太慢了 当即我用汉语刀 修炼加倍 超级加倍 随后再次注入魂力 这一次提升速度明显快了好几倍 但我依旧不满意 以这种速度明天最多达到白魂末期 然而我再怎么用神文说修炼加倍 也无济于事 似乎已经达到了峰值 思考片刻后 我忽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我从地上站起来 然后深吸一口气说道 引分身术 引分身术 话音刚落 我身边瞬间出现了两个 跟我一模一样的人 卧槽 还真行 我对着自己分身出来的我挥了挥手 喂 哥们你会说话吗 这个分身不为所动 眼神空洞无比 我尝试控制两个分身 发现它们虽然没有自我意识 但我可以操纵分身释放先数 我无比兴奋 如果再能多分几个分身出来 同时修炼魂力 这样一来 岂不是比别人修炼速度快上十几倍 我想再次分身 但很快发现力不从心 已经没有多余的魂力了 原来魂力越强 分身越多 随后我控制它两亿人 去一间修炼房 开始修炼魂力 配上神文修炼超级加倍 我只花了两个时辰 就已经突破了白魂末期 随后我收回了魂力 再次尝试发动影分身 果不其然 魂力等级提升后 我现在已经能分出四个分身了 就这样不停的套啊 我在魂塔里修炼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一早 沐宇和左男再次来到魂塔 沐宇问司徒您 司徒长老 神子昨天在我们走后 何时才出来的 神子压根就没出来 一整夜都在魂塔里呢 沐宇愕然 他没想到我居然在魂塔之中 修炼了整整一 一旁的左男不由笑道 呵呵 他还算有点自知之谜 知道自己魂力等级不如人 连觉都不睡了 可是这又如何 他该不会以为 自己用一夜的时间 就能冲击到猎魂的等级吧 师兄 他怎么说也是神子 你这么说多少有点不尊敬神子 事实摆在这里 我从月魂冲击猎魂的时候 都花了大半年的时间 他才不过一个白魂前妻 任他在用力 现在顶多白魂中期吧 沐宇还想反驳 可司徒明也同意左男的看法 用一夜的时间 从白魂提升至猎魂 这在整个横谷大路上 都史无前例 就在三人说话时 我打着哈欠从魂塔里走了出来 哎 司徒长老早上好 小语早上好 沐宇看到我 心中忽然萌生一个想法 他是叹性地问道 千秋 你现在魂力达到什么等级了 魂力 我也不知道 修炼了一晚上太困了 我得先回去睡一觉 下午我再来魂塔找你 左男却是冷笑一声 嘖嘖 这是用一晚上没睡觉当借口吗 昨天不是夸下海口 要上六十层来找我们修炼吗 我瞥了一眼左男 不好意思 我只是说要找小语 什么时候说过要去找你 呵呵 全身上下就嘴是硬的 你敢不敢再测试一下魂力 让小语看清楚 你到底是神子还是个嘴子 我瞇了瞇眼睛 发现一旁的沐宇正用期待的眼神看自己 行吧 原本我是不想测试的 怕某些人接受不了 既然你非要看 那我测给你看好了 说着 我让司徒明拿出了魂石 随后将手放在魂石之上开始聚起 测试结果很快出来了 司徒明看着嘴巴张得老大 久久没有说话 沐宇凑过去看到结果也瞬间正在了原地 左男二人奇怪的表现 也下意识把脑袋凑了过去 只是一眼 左男感觉自己的世界观都崩塌了 这不可能 这绝不可能 只见魂石上赫然似的大子 猎魂前妻 是的 千秋真的用了一夜的时间 从白魂前妻 在魂塔里修炼至了猎魂前妻 这再不仅仅是在永恒宗室史无前例的 在横谷大陆 是也从未出现过 一旦这个消息传至外界 必将引起整个修仙世界的震撼 神子 这就是神子啊 司徒明声音都在发颤 眼里饱含热泪 他昨日在千秋和沐宇等人进入魂塔之后 也听其他弟子完整地讲述了 神子在考核那日的作为 先是让长生中酒响 又是随口复制了大长老林峰的神文仙术 在最后又用一句 连长老和至高尊者们都无法理解的神文 在一分钟内连续晋升五个境界 时隔几日 神子又一次创造了一页 从白魂前妻突破之猎魂的恐怖成就 可自己这个老顽固 居然刚才还在质疑神子 真是老眼昏花啊 小宇我说到做到 今天会去魂塔六十层找你一起修炼 沐宇回过神来 用一种无比崇拜的眼神看向千秋 他觉得眼前这个男人 不但有异于常人的修炼天赋 还有超出同龄人的沉稳 这不可能 你定是修炼了什么写法和魂丸 才会让你的魂力一夜提升了这么多 左南北打脸后恼羞成怒 如何都不愿意相信千秋真的已经踏入了月魂前妻的魂力等级 师兄 你够了 沐宇终于再也看不下去 自己师兄这两日对千秋的刁难与言语上的不敬 千秋是三位老祖所立下的神子 也是被长生中所认可的人 你竟然诋毁他 修炼了邪法和魂丸 如若师父和三位老祖知道了 你这样污蔑神子 定然要罚你禁闭一月 左南没想到 昔日一向对自己言听计从的小师妹 居然为了一个才认识几天的人 公然训斥他 千秋淡然地看了一眼左南 语气十分平淡 你做不到 不代表别人做不到 菜就多练 菜就多练 千秋撂下这句话就走了 留下左南愣在原地 耳边回荡着千秋那句话 久久没有散去 左南从小养尊处优 天赋也要比大部分修炼者高 不但父母把他当作家族引以为傲的存在 族人更是对他无比尊敬 在加入永恒宗后 便被池小雅收为了宗主弟子 成为了永恒宗高高在上的大师兄 没想到有一天 玄会被人告知菜就多练这句话 左南盯着千秋的背影 他表面上风平浪静 实际上内心早已愤怒滔天 他已经下定了决心要除掉它 慈子绝不能让他在永恒宗 安然无恙地发展下去 千秋回到自己的住处倒头就睡 昨晚一夜的修炼早让他精疲力尽 其实千秋自己都没想到 自己真的一夜能从白魂前期 修炼之烈魂 这都多亏了隐分身术的功效 在他突破白魂末期之前 就算是四个分身 加上修炼加倍的神文辅助 一晚上的时间 也不足以他提升到烈魂的程度 但在千秋突破了白魂末期 踏入了月魂之后 他发现隐分身术居然能分成八个分身 随后每提升一个等级 他分身就成两倍的数量增加 修炼之月魂中期时 他已经能分出十六个分身了 这时的千秋算上他十六个分身和神文的辅助 他修炼速度相当于几十个修炼者加起来一样 将全部提升灌输进他本体 一觉睡醒之后 千秋感觉自己精神饱满 当地去了永恒森林 无疾师父 徒儿已经遵循你话 将魂力等级提升了 千秋不知道该去哪儿 找自己三个神龙不见尾的师父 只好在永恒森林里喊道 只是一瞬 无疾老祖备手出现在了千秋身边 笑眯眯地盯着千秋 徒儿 这才一日的时间 你魂力能提升到怎样的程度 我这个师父还不知道吗 你要潜心修炼魂力 等一月后再来西德功法 千秋愣了愣 顿时有些灰心 原来在无疾师父眼里猎魂前期还不够格 还需要再往上提升 师父 徒儿知道了 这就去魂塔闭关修炼 三位老祖早已退隐 从不关心永恒宗内发生的事情 都是交给了现任宗主持肖亚管理 所以无疾老祖觉得 千秋只修炼了一日 就算他天赋异禀 现在顶多白魂中期而已 他压根不知道 千秋昨夜已经突破了裂魂 无疾老祖欣慰地点点头 又对千秋说 五日之后便是百宗大会 我让持丫头带上你一起去 百宗大会 无疾老祖为千秋解释 百宗大会是由整个修仙世界各个大陆 与岛屿上的宗门 共同组织的宗会 横谷大陆 北寒岛 极寒之地 虚空星界 这四个地方的各大宗门都会前往 当然 也不是什么宗门都能参加的 宗门内必须有圣经及以上的修炼者存在 才能参加这百宗大会 百宗大会 不但是宗门之间的先述交流 更是宗门之间展现自己实力的舞台 某某宗门若是出现了天赋异禀的修炼者 经过百个宗门共同投票 百宗大会的长老组会 奖励排名前十的修炼者 千秋问道 是怎样的奖励 哼 或许是一本很厉害的功法 也或许是一笔你心意的武器 也可能奖励你一具极品仙体 这些都是永恒宗无法提供给你的 师父 您是希望 徒儿在百宗大会上拿到这奖励 无极老族仰头大笑几声 随后轻轻摇头 用宠溺的眼神看着千秋 好徒儿 虽然你天赋异禀 被立为神子 但百宗大会上的修炼者 来自各个地方的各大宗门 这修仙世界永远不缺乏天才 你的资质在永恒宗明列第一 但在百宗大会上 还是有些暗淡了 顿了顿 无极老祖说 但师父们不是对你没有信心 只是你才修炼没多久 想要比过那些修炼了数年的老油条们 还是有些早了 这次只是让你出去见见世面 好让你知道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你潜心在宗内修炼几年 等几年后的百宗大会 为师相信你 一定能排进前十名 你这几日也不能单单执着于魂力的提升 要多复习《非生玉龙诀》 为师几日后会来考察你 无极老祖走后 千秋嘴里默念着百宗大会 千秋舔了舔嘴巴 自言道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师父 徒儿要做这个人外人 天外天 千秋没有立即去魂塔修炼 他要尝试在突破之猎魂前期之后 他现在释放仙术的威力如何 脑海中回想起《非生玉雷诀》 随后掏出自己的那柄黑啸剑 对着从山谷上留下的瀑布发动了仙术 《非生玉龙诀》 千秋身后出现巨大的仙影 仙影挥出了剑气 一剑劈开了瀑布 连瀑布后的山都被劈出了一道几十米长的缺口 卧槽 真的假的 千秋看到自己将百米高的山都削去一半 简直难以相信 这真的是自己做出来的 原来魂力提升之后 仙术会变得如此强大 也难怪无极师父要让我专心修炼魂力 深藏在永恒山里的那尊帝王靖白骨 悄然浮出了河面 隐藏了自己所有的气息 悄无声息地飘往千秋所在的地方 雨见 帝王靖白骨随意发动了仙术 此时千秋丝毫未察觉 自己所在的这一片区域 已经被一股神秘的结界包围 这区域外的人 根本无法感知到结界内的一切 天空中忽然乌云密布 开始下起了雨 奇怪 刚才还是晴天 居然下起了雨 罢了 尝试一下用影分身术 发动飞声欲雷诀 会不会出现奇笑呢 千秋聚气 随后用神问念叨引分身术 躲在暗中观察千秋的帝王靖白骨 尽管已经是第二次看到 千秋释放分身术这一神迹 但依旧忍不住的震惊 此子还真是有趣 昨日还只是一界白魂 时隔一夜就突破之猎魂前期 纵观整个修仙界都史无前例 帝王靖白骨自言自语着 猛然发现千秋愤出了三十个分身 每一个都表情木讷 眼神呆滞 毫无自我意识可言 可在队伍最末端的那个分身表情 也有略微的变化 眼神也不像其他几个分身一样呆滞 显然他是有自我意识的 当然千秋并没有注意到 死 猎魂前期居然能分出三十个分身来 看着三十个和自己长相一样的人 多少有点诡异啊 千秋忽然不敢让三十个分身 同时施展飞升欲雷绝了 刚才只是他自己释放 就已经消掉了一半山壁 若是三十个 他一起释放 还不得给这永生山削平了 这样一想 千秋当即用意念收回了分身 只是在最末端的那个奇怪的分身 轻声用神文念了句顺闪 在千秋毫无察觉之下 躲进了森林之中 隐藏着的帝王静白骨 看到这一幕挑了挑眉毛 下意识到 怪了 真是怪了 居然能产生出 拥有自我意识的分身 这怕是和我这羽界有关 让他吸收了地气 出现一变了 帝王静并没有出手 把这个分身扼杀掉 而是任由他躲藏在森林里 千秋收回了分身术后 因为下雨的缘故 离开了永恒森林 前往魂塔修炼 帝王静白骨悄悄解除了雨剑 千秋没有阻拦地离开了这里 千秋走后 躲在森林里的分身走了出来 他看着离开的千秋 脸上若有所思 但也很快用仙术隐藏了自己 向永恒棕外走去 帝王静白骨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幕 他放走了这个沾染了 他地气的一变分身 有意思 若是放他出去 会不会在外界掀起轩然大波 帝王静白骨和千秋都没想到 这个出现一变的分身 用了极短的时间 在横谷大陆 来到魂塔之下 千秋直奔六十层寻找木鱼 千秋到了六十层之后 明显感觉周遭散发的魂力 要比底层强烈太多 想必再次修炼 魂力提升会更快 但这里几乎没有看到其他修炼者 想来也是 永恒棕魂力达到猎魂级以上的修炼者 恐怕除了左男和木鱼两人 其他都是长老级别以上了 他们很少会来魂塔修炼 千秋在一间修炼房当中 看到了紧闭双眼 在修炼魂力的木鱼 他没有选择进去打扰 只是站在门外静静地看了一会儿 随后千秋准备选择 一间靠近角落的修炼房 可意外地看见 一间修炼房内 做了一名看上去 只有十三四岁的小男孩 咦 这么小就达到了猎魂级别 千秋下意识自言了一句 不料小男孩猛然睁开双眼 眉目直看向千秋 你就是司徒爷爷说的神子 小男孩率先开口 声音略显之嫩 我是神子 你是 小男孩走到千秋身边 尽管他年纪尚小 我叫冯玥 其他师兄和师姐们都叫我魂子 听说你只用了一夜的时间 就从白魂前期提升至了猎魂前期 魂子 千秋隐隐记得 好像听沐宇 还是司徒明提起过 听他的绰号魂子 似乎他在魂力修炼上 有很厉害的成就 千秋对冯玥点了点头 随后问道 这可是魂塔六十三层 你才几岁就达到了猎魂 让千秋出于意料的是 眼前这个小孩 并没有露出得意的笑容 而是用一种 是他如敌的眼神盯着他 我今年十三岁 我已经是猎魂末期了 正在冲击奎魂 奎魂 千秋张了张嘴巴 十分意外地看向这个 只有十三岁的小男孩 他清清楚楚记得 他的无极师父 才是奎魂的等级 眼前这个叫做冯玥的小男孩 他只有十三岁 居然已经快踏入奎魂了 不等千秋说话 冯玥再次道 你是我见过修炼速度最快的人 但猎魂之前 魂力等级提升都很容易 在魂塔之内 完全可以做到 可是 从猎魂前期开始 在魂塔内修炼作用已经不大了 所以 你绝无可能超越我 那你为什么 又在魂塔内继续修炼 照你的话说 你已经猎魂末期了 几乎没有用了吧 这一点你都不清楚 看来你定然无法超过我了 说吧 冯玥转身又回了修炼房 千秋不明白 冯玥为什么会对他莫名抱有一种敌意 不 说是敌意有些牵强 些许这是一个心智尚未成熟少年的好胜心罢了 千秋进入修炼房 当即再次使用分身 随后用修炼加倍的神闻再次修炼起来 然而两个时辰过去 千秋震惊地发现 这么长时间下来 魂力几乎没有任何提升 只是觉得体内魂力变得充实 看来那个魂子说的没错 达到猎魂之后 在魂塔里修炼魂力确实提升不大了 何况我还是在百倍的增幅之下修炼 千秋起身 再次走向冯玥的修炼房 小屁孩 哥有事问你 小屁孩 千秋一连叫了好几声 冯玥终于被他叫得不耐烦起来 你叫谁小屁孩 千秋呵呵一笑 走到冯玥身旁 顺手摸了摸他的脑袋 道 可不就是你吗 哥比你大六岁呢 还不能叫你生小屁孩 冯玥一把打开千秋的手 有事快说 我很忙 小小年纪 脾气倒是不小 罢了 哥问你 为什么我达到猎魂之后 再在魂塔修炼 就没有作用啊 我凭什么告诉你 千秋本想用自己绳子的身份 压一压冯玥 但鉴于他先前的态度 显然是一点也不忌惮他的绳子身份 当即放弃了这个打算 他转念一想 冯玥说到底还是个小孩 对付小孩 还得用小孩的办法 激将法 你不告诉我 就是怕我知道后超过你呗 口口声声说自己是魂子 倒也没多厉害嘛 果不其然 冯玥一听就急了 当即道 胡说 我堂堂魂子 会怕你超越我的魂力等级 冯玥像是权衡了几秒 最终还是开了口 百层魂塔 对猎魂及猎魂以下的修炼 有辅助作用 一旦达到了猎魂 魂塔对魂力修炼 就只有巩固作用了 想要在魂力上有更大的提升 只能通过实战 或者去千层塔 千层塔 千秋倒是听牧羽 提起过这个千层塔 据说整个横谷大陆 唯一一座千层塔 在一个叫做天神殿的地方 要怎么才能去千层塔修炼 冯玥愣了两秒 随后捧腹大笑 千秋皱眉问道 你为什么笑 你想去千层塔修炼 这还不好笑吗 横谷大陆 唯一一座千层魂塔 在天神殿里 要怎么才能去天神殿 你真的是神子吗 我看你是傻子吧 离开魂塔 千秋琢磨天神殿 到底是什么地方 为什么从冯玥 还有牧羽口中 提到天神殿这个名字的时候 他们都心生敬畏 都觉得他不可能去到那个地方 永恒宗的百层魂塔 对千秋的魂力 没有了太大的提升 他也不打算继续在魂塔里修炼 想要通过实战 快速提升自己的魂力 从牧羽口中得知 想要离开永恒宗 必须经过自己师父的批准 而千秋不想为了这么一件小事 去打扰三位老祖的休眠 来到正殿 千秋单膝 跪在宗主持晓雅面前 宗主 我想要离开永恒宗几天 嗯 这是为何 千秋道 我的魂力等级 已经达到了猎魂前期 在魂塔 已经不能有所大的突破了 我想要去外面找找机会 持晓雅大惊 猎魂前期 他对千秋的魂力等级 再清楚不过了 在几天前 还只是一个白魂罢了 这才短短几天 就已经突破至猎魂前期了 要知道 他的两个徒弟左男和牧羽 达到今日的猎魂等级 都是他栽培了多年 才好不容易达到的 千秋居然只用了几天 当然 持晓雅不知道 其实千秋只用了一夜的时间 不等持晓雅开口 坐落于至高尊者之位的万尊者 站起来道 神子 据我所知 你在几日前 还只是白魂前期而已 今日你说 已经达到了猎魂前期 这怕不是在哄骗宗主 这万尊者正是两日前 千秋在魂塔下用 飞升玉雷诀 一击打倒的夜休之时 万尊者本就不服气 千秋这样一个 只有反骨的修炼者 当上神子 那天得知自己的爱徒 被千秋打伤 更是震怒无比 但碍于神子的身份 只能忍气吞声 伺机寻找机会 帮自己徒儿讨回公道 现在 让万尊者找到了机会 猎魂前期 笑话 仅仅两日的时间 从白魂突破至猎魂前期 这绝无可能 我没有哄骗宗主 千秋看了一眼万尊者 淡淡地回道 哼 口说无凭 千秋眯了眯眼睛 不懂为什么这个万尊者 会如此针对自己 但也没有对他废话 当即聚气 让身后的仙影显露出来 除了万尊者之外 其他四位至高尊者 看到虚空静的仙影 心生感慨 他们修炼多年 也不过才是轮回静罢了 千秋才年仅十几岁 就已经达到了虚空静 这不是最恐怖的 毕竟是小雅的弟子沐宇 也才十八岁 却已经达到了苍穹静 最恐怖的是 白尊者那天 是唯一被派去考核广场的 至高尊者 他回来后 告诉众尊者 他亲眼看到 千秋只是一句神文 他便从指水静 晋升到了虚空静 一分钟声五静 这是何等的恐怖 万尊者之所以不屑于 千秋的虚空静 是因为他即将晋升苍穹静 成为至高尊者里 境界最高的尊者 千秋外露先影之后 又当即释放自己的魂力 强大的魂力 绝无可能是一个白魂等级 可以释放出来的 万尊者看到这一幕 瞬间傻眼了 他真的达到了猎魂前期 该死 那群废物怎么查探的信息 不是说 他在司徒明那测试魂力的时候 才白魂前期吗 转眼的功夫 万尊者就被啪啪打脸 他感觉自己的脸无比滚烫 持小雅用复杂的神色看着千秋 为千秋真的达到了猎魂前期 而感到惊讶 同时他也看了一眼万尊者 对于他的心思 持小雅这个做宗主的 怎能不知 万尊者觉得自己丢了眼面 当即又对千秋道 没想到神子如此厉害 几日的时间突破猎魂前期 可谓是英雄出少年 但 神子你为何前几日 要打伤我的徒儿 若不是我用了各种极品的药材 我的徒儿恐怕已经 说完 又一副假惺惺的样子 抹了一把眼泪 对持小雅道 宗主 这你可得为我徒儿夜修做主 就算是神子 也不能在宗内横行霸道 况且夜修与神子同门 这到底是立了一个神子 还是立了一个疯子 持小雅脸色阴冷下来 他早就得知了千秋与夜修 在魂塔底下起冲破的事 虽然夜修挑衅在先 但千秋确实下手太狠了 居然直接用出了无极老祖传 授予他的飞升玉雷绝 若不是千秋当时还只是白魂 以他现在裂魂的发动飞升玉雷绝 夜修恐怕会直接灰飞烟灭灭 万尊者说出自己的徒弟夜修 被千秋打伤之后 剩下几位尊者一轮纷纷 万尊者得意一笑 乘胜追击 宗主 我建议收回千秋神子一职 若是神子 都在宗内张扬跋扈 欺负同门师兄弟 让外宗的人如何看待我们永恒宗 现在矛盾已经上升到了废除神子的高度 池小雅不再默不作声 万尊者 慎言 神子毕竟是三位老祖立下的 要废神子就是与三位老祖作对 池小雅面无表情看着万尊者 停顿了一下 池小雅又道 不过神子确实有错 不该对同门师兄弟下次如此之重 处罚结果为 收回神子在正殿的居所 与内阁弟子们同住于内阁之中 千秋惊喜地看向池小雅 心想 这算什么处罚 说是处罚倒不如算是奖励 毕竟正殿里除了池小雅 剩下就是这五个上了年纪的至高尊者 他住在正殿里反倒无趣 万尊者也是面色不太好看 显然对池小雅这不痛不痒的处罚感到不满 但又不好反驳宗主的面子 哼 池小雅你一介女流 终究是不配坐着永恒宗宗主之位 本尊马上突破至苍穹境 加上那位大人的秘法 用不了多久我就能成为圣境强者 届时 这宗主之位便是我万藏的 万尊者心里这样想着 但还是丹西夏贵尊尽道 宗主英明 惩罚完毕 池小雅又看向千秋 神子 你申请离宗外出的申请本宗批了 但作为神子 你的安全也要受到保障 让左南和穆宇同你一起去吧 谢宗主 千秋离开之后 池小雅盯着他的背影若有所思 通过他的西西里之铜 发现千秋的魂魄与仙父缺失了一点 但又无伤大雅 这是怎么回事 上次用西西里之铜看到的时候 还不是这样 这时 白尊者上前一步 丹西跪在池小雅面前 道 禀告宗主 昨日在永恒山的一个村落 全村人被屠杀殆尽 无意活口 万尊者皱眉道 是什么人 居然敢在永恒宗眼皮子底下 敢如此大胆妄为 没有人性之事 在山下巡逻的弟子呢 他们没有一个人出手阻止吗 白尊者面色难看 半赏才道 在附近巡逻的 有一个我们宗的小队 那为何还是被屠村了 这支小队 由一位不破镜导师 和十位天人镜的弟子组成 他们的遗体 在村子旁被找到 身上的伤口很细小 根据长老们的判断 是被一击秒杀的 几位至高尊者 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而池小雅身上 也瞬间散发出怒气 冷声道 对永恒宗的导师和弟子出手 这是对永恒宗的挑衅 派出十位长老去查 看看到底是何人 在本宗眼皮子下动手 是 白尊者一瞬消失在正殿之内 在一边的唐尊者 有些担忧到 能一击秒杀掉 不破镜的修炼者 对方至少也是一位 虚空镜的强者 祖宗 要不要派我 一同去和长老们调查 池小雅想了想 轻轻摇头 不用 我不相信那人 不知道永恒宗的名号 如若对十位长老都敢动手 到那时 你们再出手 马上就要百宗大会了 宗内的事务 需要尊者你们来管理 不要轻易离开宗内 万尊者 嘴角微微挽起一个弧度 池小雅要去参加百宗大会 那这便是他的机会 离开正殿 千秋回到魂塔找到了沐宇 并告诉他了 宗主命 他和自己一同出宗的命令 好 正好想去外面买点新衣服 对了 是不是还让师兄也和咱们一起去 千秋看了一眼摆着臭脸的左男 原本是不想带他的 但想到 毕竟是宗主下的命令 还是点了点头 师父批准 咱们出宗门 居然只为了保护 他这样一个废 罢了 左男想到自己之前几次侮辱千秋 被自己的小师妹训斥 为了不让他厌恶 硬生生咽下去了那句话 同时他也有些兴奋 下了永恒山进城之后 不比在宗内 因为那时千秋的神子身份全然无用 顶多在平面眼里 是一个永恒中的弟子罢了 但左男在山下 可是左家的大少爷 他们家族有不少修炼者 倒是寻找一个完美的机会 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千秋 哼 认他是神子又如何 我不相信 他能同时抵挡住 数十个修炼者的攻击 千秋和左男 还有沐宇三人 很快离开了永恒宗 向永恒山下走去 在天黑之前 终于来到了柯沃城 呼 还是城里热闹 千秋闭上眼睛 深深地呼吸了几口 一脸的享受 左男看着千秋 心中骂了句土便 要不要多久 让你变成一个死便 小语 你们初宗历练 是如何提升自己魂力的 千秋想了想 发现自己忘记问冯运 该去哪儿找人实战了 总不能在大街上 随便拉一个人跟他说 要么去一些斗兽场 里面有不少各种级别的魂灵兽 击败他们后 可以吸收他的魂力 来提升修炼者的魂力等级 要么去竞技场 和其他修炼者进行战斗 以此在实战中提升魂力 千秋点了点头 问道 你平常喜欢选择哪种方式 提升自己的魂力 沐宇嘟嘴巴 摇了摇脑袋 这两种我都不喜欢 去斗兽场 也猎杀那些无辜的魂灵兽 去竞技场要千生死合约 被尸首打死的修炼者有不少 还是在魂塔里修炼最好 千秋眉毛一条 没想到提升魂力的方法 居然如此血腥 左男冷哼一声 为了故意激怒千秋 他道 就他这样的 顶多去斗兽场 猎杀一些低级的魂灵兽罢了 要他去竞技场 还不得被吓尿裤子了 相比于斗兽场 竞技场当然相对来说 要危险很多 左男当然希望千秋去竞技场 只不定道是遇到一个极强的修炼者 千秋意外死于擂台上 就算道是自己师父问责起来 左男也能有借口说 是千秋自己要参加竞技场的 千秋看着左男 左男以为自己的激将法奏效了 继续不露声色道 看什么看 我说的有什么毛病吗 你只敢去斗兽场 没毛病 我确实只敢去斗兽场 去竞技场 我怕被打死 好歹我是永恒宗的神子 还是得珍惜一下自己的生命 左男猛逼了 左男本意是故意激怒千秋的 不曾想他居然如此厚颜无耻 墨宇在一旁偷笑 而左男像是一拳打在了棉花上一样 三人当即去了科沃城 科沃城作为横谷大陆五大主城之一的城市 这里有着一座规模很大的斗兽场 千秋见到斗兽场之后 被其规模所震撼 这里与他原先生活的世界里面的足球场一样大 站在外面就已经听到了 从里发出的魂灵兽吼叫的声音 金牧宇介绍 斗兽场也不是随便可以进去的 因为官方不可能提供一个 免费工修炼者猎魂灵兽的地方 毕竟这些魂灵兽都是斗兽场里 高境界强者的官方人员补桌而来 每次进去都需要缴纳费用 如若不想缴费 还想猎杀魂灵兽 就必须拿出等量的魂灵兽进行交换 哎 要是我自己有魂灵兽的话 我干嘛还要进斗兽场猎杀呢 千秋不理解 魂灵兽也是分境界的 每个不同魂力级别的修炼者 需要的魂力也不同 过于低级的魂灵兽 就算被他们猎杀了也没什么用处 只有猎杀比自身低三级以内 或是高出自身级别的魂灵兽 魂力才会提升 沐浴又指了指 另一边足足有十米高的大门 继续道 所以来斗兽场的修炼者 可以通过捕捉大量低级的魂灵兽 与斗兽场交换 达到固定的数量 就可以进入斗兽场 猎杀更高级的魂灵兽 千秋恍然大悟 随即问道 那我没钱 该去哪捕捉低级的魂灵兽 左男在一旁冷冷道 魂灵兽生活的地方都在异界 没有高级界的修炼者 带领去异界捕捉魂灵兽 只会白白送死 对于异界千秋 听虚昆老祖提起过 在修仙世界存在四大异界 虚空星界 黑暗森林 神界 星夜 而通往神界的道路异界被封死 那是上古神奇们居住的地方 哦 那要不我去虚空星界转一圈 捕捉一些低级的魂灵兽 用来当作进入斗兽场的门票 沐浴全当千秋在开玩笑 打开虚空星界的虚空门 至少也要达到圣境 而且也要懂得特定的神闻 原千秋修炼天赋极强 但也不可能做到 越级进入虚空星界的程度 当即他说 我和师兄进去 都是缴纳费用的 千秋你要是没钱的话 我可以帮你出吗 千秋一想要去虚空星界 肯定得浪费不少时间 随即对目语道 也好 那你先借给我些钱 我以后有钱了还给你 左男低声骂了句装逼惑之后 双手插在口袋 就你还想进入虚空星界 真以为自己天赋高了点 就可以胡乱吹嘘 左男哪里知道 千秋早就打开过虚空星界的虚空之门了 甚至还独自一人进去遨游过 走到门前 收费的人面无表情道 缴费进入 还是用魂灵兽交换 缴费 哦 哪个进去的魂灵兽 沐宇看向千秋 询问他 想要猎杀哪种级别的魂灵兽 魂灵兽的级别划分 与修炼者相同 从直水晶到帝王晶 传说达到了帝王晶的魂灵兽 会有自我心智 甚至还可以化身成人形 千秋还不太清楚 魂灵兽实力到底如何 为了保守起见 他没有选择与他同境界的虚空晶魂灵兽 而是选择了轮回晶的魂灵兽 啊 千秋你确定要选择轮回晶吗 魂灵兽通常要比修炼者厉害些 我和师兄一般选择比自己低 正好三级的魂灵兽来猎杀 状态好些的时候 才会选择比自身低两级的 比自己低一级的 风险还是很大的 没事 区区轮回晶而已 还奈何不了我 千秋语气平淡 千秋的话一出 让一边的左男心中狂喜 这小子真能装逼 我和小雨都是苍穹镜的 都不会轻易选择轮回晶魂灵兽 这小子一个虚空晶 居然敢挑战轮回晶的魂灵兽 正好 不用我动手 他就会死在斗兽场上 沐宇再三劝阻之下 千秋依然坚持选择轮回晶的魂灵兽 沐宇不得已帮他缴纳了费用 千秋 你执意要选择轮回晶魂灵兽的话 可以申请多人组团猎杀 虽然最后 获得的魂力要咱们三人平分 但绝不会有危险 千秋为了能早日提升魂力等级 让无极老祖叫他功法 毅然拒绝了沐宇 只有独自一人吸收魂力 才会让魂力飞速提升 当然 千秋也不是没有准备 反正他懂得神闻 大不了最后实在打不过了 立刻释放三位老祖 禁止他使用的禁术地暴天星和万象天影 缴纳费用之后 千秋和沐宇 还有左南进入了斗兽场之内 浓烈的血腥味扑鼻而来 魂灵兽的嘶吼声也如雷贯耳 观众席上早已坐满 都是些有钱人家花钱进来 观赏修炼者与魂灵兽战斗的 千秋被分配到了轮回进魂灵兽的备战区 因为轮回进的魂灵兽 已经算是很强的存在了 在他前面也只有一位修炼者 正好在台上战斗 千秋这次没有拒绝 乖乖地接过了沐宇帝来的白色面具 也正是因为这张面具 让千秋之后 有了一个令所有斗兽场闻风丧胆的绰号 白色修罗 在备战的同时 千秋仔细地观察 正在台上与那只轮回进魂灵兽战斗的修炼者 他身后显露着紫色的仙影 显然只是一个轮回进的修炼者 千秋不解地问道 那人也是轮回进 他为何敢挑战与自己同境界的魂灵兽 沐宇脸色不太好看 这种挑战与自己同境界魂灵兽的人很少 但是斗兽场有公告 只要能成功猎杀与自己同境界的魂灵兽 可以免除费用 并且奖励数额极高的奖金 顿了顿 继续说 通常这种修炼者都很缺钱 所以为了高额的奖金铤而走险 但能猎杀与自己同境界魂灵兽的修炼者 少之又少 沐宇华刚说完 台上的那名轮回进修炼者 被魂灵兽一击拍飞 魂灵兽速度极快冲上去 一口吞下了他 斗兽场上空的主持人高喊 轮回进挑战者 死亡 轮回进已经算是修炼者里中上游的存在了 除了一些顶尖宗门之外 轮回进完全可以坐上长老之位 甚至更高的职位 当斗兽场的主持人宣布 这位轮回进挑战者死亡时 观众席上发出激烈的呐喊声 有人狂欢 有人叹息 但他们对此眼见不怪 心中更多的是兴奋 这些人自身不是什么高境界的修炼者 却十分喜爱看到高境界的修炼者 与魂灵兽厮杀 要是遇到了这种境界 已经算中上游的修炼者死亡 他们更是兴奋 沐宇看到那位轮回进的修炼者 被击杀之后 面色更加难看起来 再次劝解千秋 千秋 你还是向斗兽场 申请咱们三人共同挑战吧 你看那个修炼者 只比你低一个境界 可是轮回进的魂灵兽杀了他 简直一如反掌 就算你是虚空境 最多多称一会儿而已 结果 对于沐宇的提议与劝谏 千秋还没开口 左男就先说话了 小语 你要相信神子的实力 他既然说一个人可以 那他便是可以 你就不要捣乱了 左男是乐意看到 千秋死在斗兽台上的 但自己这个宝贝师妹 可不能陪着他一起去送死 千秋也笑了笑 附和着左男的话 是啊小语 左男说的没错 我一个人可以 你且看着吧 说吧 千秋一跃跳上了斗兽台 在空中的主持人也顺势宣布 新一轮猎杀时刻开启 挑战者为虚空境修炼者 他挑战的魂灵兽境界为 轮回境 观众席上再一次爆发出 那些人兴奋的叫喊声 嘖嘖嘖 虚空境的修炼者 挑战轮回境的魂灵兽 也很少见 和刚才那个同级挑战的傻子一样 太自负了 刚看到轮回境修炼者死掉 马上又能看到虚空境修炼者死掉 这在斗兽场可不常见啊 今晚门票太值了 虚空境已经算是 中等境界里顶尖境界了 不知道 这位戴面具的是哪个宗门的长老 千秋对战的 是一头名字叫做西角兽的魂灵兽 属于陆地界的一种 魂灵兽有三大戏 分别是陆地戏 飞行戏 海洋戏 陆地戏的魂灵兽最多 飞行戏的最少 飞行戏的魂灵兽 基本都是龙之一族的 好 西角兽发出一声怒吼 在怒吼之下 千秋不动声色 在西角兽冲过来的一瞬间 千秋瞬间爆发出仙影 几十米的仙影 立于千秋身后 他掏出黑啸 劈向西角兽 但一剑劈下去 却为伤他分毫 西角兽的防御力极强 如果不用爆发性 极强的仙术攻击他 其他的攻击 对他几乎没有作用 千秋太鲁莽了 师兄 咱们要不去申请停止挑战吗 沐宇焦急万分地 看着斗兽台上的千秋 左南八部的千秋去死 但又不能在沐宇面前暴露出来 小雨你别这么着急 好歹他也是神子 你不必为他如此着急 斗兽台上千秋剑 普通的剑机不奏效 当即释放了 飞升玉雷绝里辅助攻法 因为千秋魂力 已经达到了猎魂前期 这些攻法 已经足以对西角兽造成伤害了 但同时也激怒了他 西角兽再次发出一声怒吼 头顶上的脚 开始微微发红 这时是西角兽的高温脚怒 他头上脚的温度最高 可以达到上千度 听说达到了虚空镜的 西角兽西角温度 甚至可以达到上万度 就算是圣经的修炼者 被撞一下 都得丢半条命 观众席上一个秃头胖子 对自己身边的小弟说道 千秋站在老远 都已经感受到了 西角兽额头上的西角温度 渐渐升高 但他并没有慌张 反倒把黑啸直接插在了地上 淡漠地看着西角兽 众人看到这一幕 瞬间傻眼了 千秋不但不惧 躲着高温脚怒 居然还把剑给放下了 左男在心中狂笑 恨不能马上跳起来庆祝 在空中的主持人也猛了 一脸猛地解说着 这位虚空静的挑战者 这是在干什么 他居然放下了手上的武器 难道这是放弃抵抗了 西角兽没有因为千秋放下武器 而放过他 等西角上的温度 达到特定的高度以后 瞬间冲向千秋 千秋眼里闪过凌乱 瞬间拔尖冲着西角兽滑敞过去 直接发动仙术 飞声欲雷卷 插那间 千秋的仙影手上 多了一柄巨大无比的黑剑 静止向西角兽劈了下去 巨大的剑气 激起了斗兽台上的尘土 卷起的尘土 将整个斗兽场都笼罩了 等尘土渐渐散去 只见一个戴着白色面具的 少年盘坐在地上 而西角兽已经瘫倒在地 逐渐化成了一道金光 这金光 正是魂灵兽 死后化成了魂力 他缓缓飞向了千秋 溶进了他的体力 整个斗兽场鸦雀无声 没有一个人反应过来 左男正正地看着这一幕 身子僵得很直 他嘴角微微颤抖 什么 一击就给轮回镜的西角兽秒杀了 左男深知自己为一个苍穹镜的修炼者 都无法做到 一击秒杀一头轮回镜的西角兽 但千秋仅仅一个虚空镜却做到了 等尘土彻底散去 主持人率先反应过来 当即激动地宣布 本场挑战成功 轮回镜西角兽被击杀 场上观众顿时狂呼起来 不少人开始议论场上 戴白色面具的挑战者 是哪个宗门 又或是某个大家族的人 要知道在斗兽场上 很少有人能一击秒杀魂灵兽 就算是有 也是虐杀比自己低了三个境界的魂灵兽 然而千秋却对战比自己低一个境界的魂灵兽 不但秒杀了 还用的是最帅气的方式 千秋心中笑道 这个逼让我装得真舒服啊 牧宇刚才还揪着的心 瞬间放松下来 心情既震撼又兴奋 这个和他一般大的少年 这两天已经做到了太多不可能的事情了 牧宇下定决心 定要让家族里的长老们 居然会有如此的天赋 千秋没有立即下斗兽台 而是对着天空中的主持人道 再放两头轮回敬的魂灵兽上来 一个不够大 众人尚未从千秋一击秒杀西角兽中的震撼里 彻底回过神 不料千秋居然又马上要求 再放两头轮回敬的魂灵兽上去 狂妄 嚣张 不知天高地厚 原本观众席上还在赞叹千秋的人 马上变了嘴脸 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嚣张跋扈之人 我还以为他是个大佬 没想到居然是个傻子 就连苍穹镜的修炼者 都不敢轻易与两只轮回敬的魂灵兽战斗 他区区虚空镜居然如此嚣张 哼 他定要为自己的狂妄付出代价 观众席上画风突变 原本都在期待千秋身份的人 现在反过来想要看他被两只魂灵兽撕碎的下场 在天空上的主持人也没想到 千秋会做出这样的要求 试探性地问了句 你确定要同时挑战两只魂灵兽 不用休息一下吗 千秋淡淡地说了一句不用 又一次惊恶了整个斗兽场的人 主持人点头 当即让后台的人 投放两只轮回敬的魂灵兽进入斗兽台 台下的沐宇都急疯了 跺着脚声气道 千秋到底在想什么呀 就算他秒杀了西角兽 也不能这样自负啊 这不是在找死吗 说着 沐宇就要冲上斗兽台拉千秋下来 但被左男立即拦住了 小语你别上去 太危险了 魂灵兽已经从笼子里放出来了 左男一边拦着沐宇 心中一边暗爽 刚才千秋秒杀了西角兽 让他已经出于崩溃的边缘了 千秋能做到他都做不到的程度 这已经太过于恐怖了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千秋居然主动要求 同时对战两只轮回敬的魂灵兽 哈哈哈哈 是他自己找死 这怪不得任何人 左男差点笑出声来了 一开始还以为 千秋是个有实力 且有点脑子的人 没想到他只有实力 没有脑子 斗兽台上 斗兽场的主办方 已经从笼子里 新放出了两只轮回敬的魂灵兽 分别是一只陆地系的三头狼 与一只西角兽 千秋手握着黑啸 面色平淡地看着他们 实际上他心中也挺没底的 先前他击杀那只西角兽 近乎用掉了一半的魂力 但吸收掉西角兽死亡后的魂力 明显感觉到魂力有大幅的提升 按照这样下去 千秋明白自己 只要在击杀石头轮回敬的魂灵兽 自己便能从裂魂前期 提升至裂魂中期 为了早日提升魂力等级 千秋不顾自己魂力储备 只剩下一半 铤而走险去挑战两头魂灵兽 千秋心中默默道 这飞升欲雷诀 到底是圣境强者的仙术 威力大势大 但实在太消耗魂力了 这次回去得多学习点仙术 这一次千秋没有傲慢地 把飞笑插在地上 而是十分警惕地 看着两只魂灵兽 他打算主动出击 千秋打算直接施展影分神术 在数量上便可以与两只魂灵兽持平 但他脑海里忽然传来一道声音 不要释放这个仙术 会引来杀身之祸 从脑海里听到这个声音 让千秋瞬间瞪大了双眼 身子微微一正 他四处环视着 周围没有任何人 只有观众席上的观众 千秋当即用神念去观察 并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可疑的人 他心想会不会是幻听了 又或是传来这道声音的人境界很高 以他的实力根本无法发现 甩了甩脑袋 千秋打算继续使用影分神术 然而脑海中再次传来那道声音 不用找了 我距你千万里之外 日后你会知道我是谁的 在你达到圣境之前 莫要再使用分神术 否则不但是你 就连整个永恒宗都会被覆灭 这道声音戛然而止 此时千秋已经惊出了一声冷汗 不管这个在他脑海中说话的人是谁 他定然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修炼者 他居然能在千里之外 把声音只传入他一个人的脑子里 千秋犹豫了 他担心这个神秘人说的是真的 一旦再次使用分神术 会引来杀身之祸 甚至会让永恒宗被灭宗 可他之所以敢有恃无恐地 同时挑战两只轮回敬魂灵兽 就是仰仗自己有份神术 这一强大的仙术 然而眼下却不能再次使用了 坏了 我又后悔吗 千秋苦笑一声 忽然意识到自己逼装过头了 就在千秋愣神之际 那只三头狼率先对千秋发动了攻击 他原本只有三米高的身子 忽然变大至将近十米的高度 庞大的身形占据了大半个斗兽台 这是三头狼的第一技能 能让他保持这种巨大身形接近十分钟 这小子要用生命对他的自负与无知买单了 真想看他被三头狼撕碎的样子 沐宇听见观众席上那些丧心病狂的话 都快气哭了 若不是斗兽场有圣境强者看守 他早就冲上去 抽那些低境界修炼者的嘴了 千秋见三头狼变大 他也不再有所保留 直接释放珠光莲花 相比之前 千秋的魂力已经达到了猎魂前期 他释放珠光莲花这个仙术 也已经有了质的飞跃 举着莲花,千秋双脚一蹬,整个人腾空而起 向着三头狼攻击而去 和刚才那只吸脚兽不同 三头狼的反应很敏捷 躲开了千秋的攻击 让他的攻击扑了个空 千秋也是反应迅速 当即切换黑啸 蓄力释放了剑气 三头狼腹部被划出一刀血痕 他嘶吼了一声 一巴掌拍向千秋 千秋用神温念叨预见 随后脚下立即多出一柄飞剑 他当即飞离了原地 他心中已经有了法子 他要利用地形的优势 击败两只魂灵兽 千秋又举起黑啸 御用剑法开始攻击一旁的西角兽 西角兽很快也被惹怒 又一次发动了高温角怒 蓄力完成之后 静止朝着千秋扑过去 千秋嘴角咧了咧 当即又对三头狼发动了珠光莲花 三头狼也朝着千秋而来 台上的观众们马上疯狂地大笑起来 这小子死定了 腹背受敌 左男也终于掩饰不住自己的表情 露出了得逞的神色 沐宇星都揪住了 捂住眼睛不敢去看下一幕 然而所有人都没想到 千秋再次腾空而起 用神文道 飞升欲雷绝 是的 千秋用神文念出了飞升欲雷绝的剑法 千秋也从未试过 用神文发动飞升欲雷绝这一功法 无忌老祖也没告诉过他 可不可以用神文释放飞升欲雷绝 但千秋却这么做了 也是修仙世界第一个这么做的修炼者 刹那间 整个斗兽场的上空都开始扭曲了 出现了一团很大的灰色雷云 黑色的长剑 但不同的是 这次剑身格外的巨大 周围还散发着雷电 千秋手握着黑笑 感觉自己几乎快要压不住他了 随时都有可能脱手 他用尽全身气力握紧了黑笑 向身下的三头狼与西角兽劈去 随着千秋黑笑一劈而下 天空上那团雷云也瞬间劈下一道天雷 静直地打在了两只魂灵兽身上 三头狼发出一声惨叫 一身白色的毛背烧成了黑色 胶味弥漫在整个斗兽场 而西角兽因为防御力惊人 没有被天雷直接劈死 但千秋身后的巨大仙影 又劈下一道剑痕 他也一命呜呼 做完这些 千秋也退回到了地面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也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手上的黑笑 一秒三剑 没想到用神闻发动飞声玉雷 绝居然有这样的奇笑 但也耗光了我剩下的魂力 千秋喃喃自语 随后吸收了两只魂灵兽死亡后化作的魂力 手执着黑笑向斗兽台下方走去 观众席上鸦雀无声 已然被千秋这操作看呆了 千秋刚穿越到修仙世界 不知道自己释放的神闻版飞声玉雷 觉得威力就罢了 但这些观看了上百场的修炼者 他们太清楚不过了 千秋刚才发动的仙术 丝毫不亚于一个圣境强者释放的高级仙术 我的天 他到底是什么人 一个虚空境修炼者 居然能释放圣境般的仙术 快去通知宗主 让他速速来磕我成的斗兽场 在台下左男的面色已经凝固住了 他嘴角的笑声未消去 千秋却已经杀掉了台上的那两只轮回敬的魂灵兽归来了 他想不明白 如何都想不明白 千秋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他释放的是如同圣境般的高级仙术也就罢了 为什么还是用神闻释放的 他到底是何方妖念 千秋一下台 沐浴连忙凑上来 他因为捂住了眼睛 根本没看到千秋是如何蓄力杀掉那两只魂兽的 但他听到巨响之后 再次睁开眼睛 只看到了千秋已经在吸收两只魂灵兽死后化作的魂灵 千秋你太太太厉害了 不愧是神子 我和师兄都是苍穹镜都没把握 同时和两只轮回敬的魂灵兽战斗 你却做到了 而且几分钟前才刚刚秒杀掉一只轮回敬魂灵兽 千秋面色有些苍白 他耗光了全身的魂灵 现在只感觉很虚弱 他勉强地露出一个微笑 挥了挥手 低调 低调 说吧 他双眼忽然一番 整个人向前倒去 沐宇眼急手快 连忙抱住了晕倒的千秋 啊 果然还是太勉强了 魂灵消耗光太伤元神了 师兄 快来帮帮千秋 左南对于千秋的表现已经心生恐惧了 他想到那天 自己在正殿里 还差点和千秋打起来 不由一身冷汗 原先他还仗着自己 起码比千秋高出一个境界 魂灵等级也比他高出一级 再怎样打起来也不会输给他 但现在看来 结果到底是谁输谁赢 还真不一定 千秋被沐宇和左南带出了斗兽场 他们在科沃城找了一个地方 暂时住下 沐宇拿出了帮助恢复魂力的丹药 给千秋服下 而左南则是离开了住处 去找科沃城他们家族的族人 他打算让自己家族里面的长老 发动全部关系 去打探千秋的背景与身份 然而三人不知道的是 在他们离开斗兽场之后 整个斗兽场都沸腾了 在观众里面有不少大宗族 或是大家族的弟子 他们目睹了千秋 这一识破天津的战斗 而其中身份最为厉害的 便是一位叫做纳兰沧海的老者 他是在横谷大陆 排名第九宗族的七星宗长老 作为已经达到圣经境界的纳兰沧海 他去斗兽场与其他观众不同 并非是去看厮杀嗜血的场面 而是从斗兽场中发掘修炼奇才 之后将他招入七星宗当中 七星宗之所以能位列 横谷大陆宗族排行榜的第九名 正是因为七星宗常年会 派出庶民长老 在大陆四处巡游 只要遇见天赋异禀 或是展现出过于常人的修炼天赋 他们会想方设法地 把这些修炼者招入麾下 此时的纳兰沧海 已经被千秋的举动所震撼 低境界不识飞升玉雷爵也就罢了 但他毕竟是圣经强者 在千秋第一次使出飞升玉雷爵的时候 他就已然察觉 一个虚空境的修炼者 居然会用圣经修炼者 才经常使用的仙术 更何况 居然最后用神文的方式 再度施展了出来 这是何等恐怖的天赋 纳兰沧海悄然消失在斗兽场 发动了七星宗的秘书 顺着千秋他们离开的踪迹 朝着他们的住处寻去 等千秋再次醒来的时候 已然是第二天中午 他感觉自己身体发软 气力很虚弱 像是他在原先世界一夜 做了数次手冲之事一样 哎 若不是脑海里出现了那道警告 我不要使用分身术的声音 我也不需要这么狼狈 将魂力都消耗光 千秋喃喃自语着 随后从床上下了去 发现自己正处在一家客栈之内 千秋刚推开门 就发现了买了饭回来的沐宇 沐宇见千秋醒来 兴奋道 你醒了 嗯 我昨天晕倒之后 是你和左南把我背回来的 沐宇想到 昨天千秋晕倒之前 扑进了他怀里的事情 不由翘脸发红 声音便小了不少 左南师兄背你回来的了 千秋并没有发现沐宇的不对劲 感谢了沐宇之后 又问左南去哪了 师兄去城里面 找他们家族的人去了 明天才回来 对了 我去要不给你买了些 恢复魂力的药材回来了 还有我师父给我的魂力丹 你快点扶下吧 千秋扶下沐宇给他的丹药之后 瞬间感觉自己身体不再那么发虚 同时也能感受到 自己体内的魂力在满满回复 虽然速度很慢 但也足以让千秋感到惊讶了 小语 你给我的这个是什么丹药 据我所知 市面上绝没有这种 能让魂力恢复的丹药吧 对于魂力丹 千秋是在书籍上有所耳闻的 是在魂力消耗光之后 不让身体发虚的丹药 作为持小雅的徒弟 沐宇被给予这种丹药 也没什么好惊讶的 但这能让魂力加快恢复的丹药 千秋可是闻所未闻 哎呀 这就是我家里面的长辈研究出来的了 给了我几颗 不会拿到外面去买了 沐宇含糊不清地回答着 随后转移话题道 千秋 你一连击败 并且吸收了三只轮回敬的魂灵兽 魂力肯定又提升不少吧 千秋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沐宇 意识到 他这丹药来路定然不简单 但他不愿意说自己再去深究 那就是不礼貌了 他索性回道 嗯 在猎杀六七之轮回敬魂灵兽的话 应该就能突破直猎魂中期了 我花了好长时间 才修炼到猎魂前期 你前些日子还是白魂前期呢 现在居然马上都要超过我了 不愧是神子 沐宇对千秋甜甜一笑 眼神就像是一个小迷妹一样 因为千秋魂力尚未全部恢复 下午的时候 他就陪着沐宇一起去了城里逛街 这一下午的时间 一边陪着沐宇逛街 一边从他口中了解 关于修仙世界的种种 现在的千秋 和一个土生土长的修仙世界原生居民 没有任何区别了 小语 你一定要买这么多衣服的吗 怎么吗 女生不都爱美 反正我是宗主的徒弟 不用穿宗服 当然得多买点衣服 每次训练结束 都要把脏的换下来 千秋满头黑线 他跟着沐宇近乎 把整个磕窝城都转了一遍 他帮沐宇拎了无数新买来的衣服 沐宇两人迎面走来一个身穿白大褂的老者 头发和胡须都发白 沐宇看到这个老者 眼睛瞬间眯了下来 他一眼就认出了 他是七星宗的长老 纳兰沧海 千秋没有见过纳兰沧海 他饶了饶脑袋 老先生 你有事吗 年轻人你在斗兽场的表现 让老朽十分震撼 不知你今年几何 千秋愣了愣 下意识到 十九 纳兰沧海一惊 不可思议的看着千秋 半赏才带着质疑的语气道 你今年只有十九岁 千秋点头 随后猛然想到自己 在斗兽场明明是戴着面具的 绝不可能有人认出他 或是记住他的脸 那现在眼前这个老者 是如何得知他 就是斗兽场里的人 纳兰沧海见千秋 对自己带有警惕 笑了笑解释道 年轻人 不必对我抱有警惕 我是看你出手不凡 才来寻找你 本以为你是二十好几个青年了 没想到你 居然只有十九岁 真是震撼老朽 年仅十九岁 就达到了虚空境 而且对神文运用 也让老朽感到无比新奇 你是哪个宗门的弟子吗 千秋没有贸然 对这个来路不明的老者 透露老底 沉默着没有说话 纳兰沧海也没有生气 继续道 我是七星宗的长老 纳兰沧海 这下 你可以放心和我交流了吗 千秋惊愕 眼前这位老者 是七星宗的长老 他下午 刚从沐浴口中 得知了横谷大陆 几大知名的宗族 而七星宗 正是横谷大陆排名第九的宗族 单说第九名可能没什么概念 但横谷大陆大大小小的宗族 加起来已经超过了二百个 能在二百个宗族中 排名至第九 已经是十分强悍了 永恒宗不过才排名第五十罢了 可想而知 七星宗作为排名第九的宗族 有多么厉害了 你说 你是七星宗的长老你就是了 那我还说自己是七星宗的宗族吗 千秋笑道 不料纳兰沧海双手背后 猛然散发出一股强大的气息 可街上其他的人丝毫没有察觉 只有千秋感受到了这强大的仙力 他从笑眯眯的纳兰沧海背后 看到了若隐若现红色的巨大仙影 圣镜 千秋再次惊愕 这下是真的确定 这位老者是七星宗的长老了 千秋把手上的东西递给了沐宇 对他说 小雨你先回客栈吧 我和这位来自七星宗的纳兰长老聊一聊 沐宇犹豫了一秒 默不作声地接过了千秋手上的衣服 离开了两人的视线 纳兰沧海也看清了沐宇的面孔 白眉微皱 自言道 这女娃娃甚是眼熟 老朽像是在何处见过她 沐宇离开后 千秋对纳兰沧海笑了笑 纳兰长老 请 两人来到了一处茶馆 千秋为纳兰沧海倒了杯茶 纳兰沧海欣赏地看了眼她 当即开门见山道 年轻人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你是否为哪个宗族的弟子 永恒宗 永恒宗 是持有上古神器长生中的那个宗门吧 在几百年前还算厉害 但近百年来已经没落了 在那样的小宗族 真是埋没了 你这样的天才 来我七星宗 比你现在所在的小宗门资源 要好处太多太多 千秋没有丝毫犹豫 谢谢了纳兰长老 但我不会离开我的宗门的 这是为何 不为何 我能跟您来这里 只是希望您不要对外宣称我的身份 我在斗兽场戴面具 就是因为不想外人得知我的身份 没想到 在盛进强者的法眼下 不过儿戏罢了 纳兰沧海很惊讶 这么多年来 他招纳进七星宗的才子 也有不少了 还从没见过拒绝他的人 七星宗 那可是多少修炼者 几步脑袋都进不去的地方 可千秋居然想都没想 直接拒绝了 纳兰沧海没有将情绪 表现在脸上 只是喝了口茶 与其平淡道 我若是要将你的身份 公之于众吗 茶桌上的气氛 忽然就微妙了起来 而纳兰沧海 却是继续品着茶 丝毫没有把千秋的话 放在心上 纳兰长老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是威胁 我不否认 但你要知道 我的初衷只是招手天才 我终不愿意 任何一个天才 流落于其他宗门 千秋笑了笑 也端起茶喝了一口 翘起了二郎腿 那我不受你威胁 就是不去七星宗 你又能如何 纳兰沧海也收起了笑容 我们的宗只是 得不到就毁掉 以你的天资 不愿加入七星宗 老朽也绝不会让你 流落至我们敌对的宗门 说话间 纳兰沧海又一次释放了仙影 这一次他不再收敛 肆意地释放自己的力量 小贝 我再问你一次 要不要加入七星宗 千秋面对实力恐怖的 纳兰沧海 没有丝毫的慌张 这让纳兰沧海 有一瞬的迟疑 认为他也是一个盛境强者 毕竟对于高境界者的威压 低境界者 绝不会面色不改 可眼前的年轻人做到了 千秋道 没有任何人能强迫我千秋 做我不想做的事情 说吧 千秋瞬间聚气 念诵神文 刹那间 他打开了通往虚空星界的 虚空之门 虚空之门瞬间出现在茶馆的苍穹之上 纳兰沧海脸色大变 此子到底是何方神圣 仅是虚空境 居然能打开虚空之门 千秋直接顿入了虚空星界之中 一瞬关门了虚空之门 纳兰沧海还处在镇惊当中 而苍穹之上已经恢复了平静 他也当即收起了仙意 街上的诸多行人里 也不乏修炼者 他们都震惊地 看着突然开启的虚空星界 与纳兰沧海 这个达到圣境的修炼者 纳兰沧海站在茶馆门口 看着先前千秋打开虚空之门的地方 面色阴晴不定 本以为此子只是修炼天赋不凡 没想到已经做到这样夸张的程度了 得回去禀告宗主 如若这子不除 用不了几年 将会成为横谷大陆一方强大的存在 虚空星界里 千秋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任由他能言出法随 可毕竟境界和魂力作为硬性条件 他如何都不可能战胜一个圣境强者 所以他迫不得已 当街打开了虚空之门 顿入了虚空星界里 而千秋也默默记下了七星宗和纳兰沧海的名字 有朝一日 他必要为今天的鲁莽付出代价 千秋没有着急离开虚空星界 想着反正已经进来了 不如多几只低境界的魂灵兽 正好卖给斗兽场 还目语替他在斗兽场角的钱 虚空星界里四处都是战争迷雾 和上次他进来的时候一模一样 这魂灵兽都在哪 上次进来的时候就没见过 真是奇怪 千秋用神文念诵了飞行 在战争迷雾里四处搜寻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找到了两只在迷雾里漫悠悠走着的魂灵兽 总算让我遇到了 这是两只黑晶元 是陆地戏中近乎最强的魂灵兽了 一般来说 只有大宗门长老团一起组团进入虚空星界的时候 他们才会猎杀黑晶元 一般情况下 他们绝不会招惹黑晶元 因为他们战斗力强悍不说 还是团体意识很强的一个魂灵兽种类 一旦种族里的某个黑晶元被攻击或是猎杀 只要没离开虚空星界 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杀了那些修炼者 但千秋哪知道这些 他美滋滋地看着那两只黑晶元 运气不错 这两只魂灵兽才不破镜 这不是小卡拉米吗 因为是在虚空星界之内 千秋没有太多的顾忌 把他在外界被老祖们禁止的仙术随意释放了起来 地暴天星 万象天赢 两只黑晶元被突如其来的攻击打得节节败退 其中一只为了掩护同伴逃跑 奋不顾身 用伤痕累累的身体挡住了千秋 千秋从空中落下 看着这只奄奄一息的黑晶元 道 放心 我不杀你俩 你俩死了 我可就没钱了 越过这只已经丧失行动能力的黑晶元 千秋又一次把魔爪伸向了 正拼命往战争迷雾深处逃跑的那只 千秋掏出黑啸 因为魂力不足 只得像那天夜休一样施展了小玉雷绝 黑晶元阴声倒地 双眼惊恐地看着千秋 嘴里发出吼 吼的声音 千秋殊不知 这是黑晶元之间求救的信号 在战争迷雾中 一群黑晶元都听到了 这只小黑晶元发出的求救声 其中最大的那头黑晶元猛然肃立而起 它足足有五十米之高 宛如一座小山 它正是黑晶元里的组长 黑晶元组长用圆掌捶了捶自己胸口 发出一声聚吼 随后率领一众黑晶元 向发出求救声的方向奔去 千秋把两只黑晶元捆在一起 随后用神文念叨 乾坤袋 瞬间 千秋手上凭空多出一个不起眼的布袋 千秋惊叹道 没想到这个世界还真有这东西 千秋对准两只黑晶元 说了句收 两只黑晶元当即被收进了乾坤袋之中 嘿嘿 以后出门带东西都放在这乾坤袋里 就不用老是背着了 做完这些 千秋又一次念出了 打开虚空之门的神文 一跃而出 虚空之门刚关闭 那只奇大无比黑晶元组长 就率领一群黑晶元到达了这里 他环视了一圈 没有找到那两只小黑晶元顿时发出了狂怒的怒吼 之所以他如此生气 那是因为 那是他的孩子 千秋并不知道 自己在虚空星界仅仅只是一个时辰 已经惹怒了虚空星界里的黑晶元一族 此时此刻 横谷大陆排名第三的建宗宗殿内 左护法大人 虚空星界里 黑晶元组长不知为何突然震怒 打上了咱们宗不少送进去历练的弟子 建宗左护法睁开双眼 脸上也露出疑惑 是哪个弟子不懂规矩惹怒了他吗 并不是 那组长还打伤了其他几个宗门的长老 倒向是对整个人类群体都愤怒了 横谷大陆排名第五的叶玄阁之内 二长老捂着胸口 十分狼狈地从虚空之门里踏出 倒在了叶玄阁门口 叶玄阁宗主震怒 对二长老道 二长老 是何人把你伤成这样 二长老吐出一个鲜血 声音十分虚弱 是黑晶元里的那只组长 他忽然暴怒 伤了不少在虚空星界里面的修炼者 那思居然已经达到了准地王靖的境界 我不是他的对手 横谷大陆 但凡是往虚空星界里 投送了修炼者的宗门 高层已经乱做了一团 千秋带着乾坤袋 从虚空之门里出来之后 没有回客栈 而是直奔斗兽厂 一来 他要把刚捕捉来的两只黑晶元 卖给斗兽厂 二来 他怕那蓝仓海守在客栈附近 等待他自投罗网 再次回到斗兽厂门前 千秋带上了 沐宇先前送给他的那张白色面具 随后找到了斗兽厂的人 提出要售卖魂灵兽 收购魂灵兽的人打了个哈欠 头都没抬对千秋道 天人静以下的魂灵兽 我们暂时不收了 如果你捕捉来的魂灵兽 境界不达标 就快点走吧 我要卖的是两只不破镜的魂灵兽 收购者呕了一声 这才缓缓抬头 抬起头看到戴白色面具的千秋 他的困意瞬间全无 不可思议道 白 白色修罗 千秋皱了皱眉 问 什么白色修罗 你是不是昨天在斗兽厂 一人连续击败了三只轮 回敬魂灵兽的那人 是我 那就没错 你就说白色修罗 你可能不知道 在你昨天走了之后 斗兽厂所有看过你那场比赛的人 都把你称为白色修罗 千秋愣了愣 不由苦笑一声 没想到自己随便戴了一张白色面具 在斗兽厂猎杀了三只魂灵兽 就被赋予了这样的称号 千秋把两只刚捕捉而来的魂灵兽 从乾坤袋里释放了出来 对收购者道 这就是我要卖的 两只不破禁魂灵兽 能值多少钱 收购者看到通体黑色的黑晶元 瞬间瞠目结舌 声音顿时变得结巴起来 这 这是黑晶元 您稍等一下 我去喊我们主管 收购黑晶元 当作斗兽厂的猎杀目标 我没办法做决定 收购者匆匆忙忙地跑开了 留下上位反应过来的千秋 什么意思 只不过是两只不破禁的魂灵兽 为什么不收 千秋喃喃自语 坐在门前等待着那人去喊他们的主管 五分钟后 收购者带着一名身穿正装的男人 匆匆赶来 收购者指着千秋道 李主管 那个就是 昨天在咱们斗兽场 连续击败三只轮回禁魂灵兽的白色修罗 他带了两只黑晶元来 李斯刚听到自己手下说 有人带着两只黑晶元来售卖 还以为是他看走了眼 半信半疑地跟着他来到了门前 没想到真的看到了一位戴着白色面具的人 身后放着两只已经昏死过去的黑晶元 李斯作为斗兽场的主管 当然对昨天连续击败三只轮回禁魂灵兽的白色修罗 有所耳闻 没想到他今天再次回来 还带着两只黑晶元 黑晶元是虚空星界当中群居的魂灵兽 他们种族十分之强大 不少大宗族见到黑晶元一族都要礼让三分 几乎不会去猎杀他们 除过一些专门的猎人宗族 会组织大量圣境强者 共同进入虚空星界 一同去猎杀黑晶元 而且被捕猎来的黑晶元 不会被卖往斗兽场 毕竟这样稀有难以捕猎到的魂灵兽 放在斗兽场被无情猎杀 无异于是暴殿天物 被捕猎来的黑晶元 通常会被一些炼药修炼者 拿去修炼丹药 据说炼出的丹药 可以让修炼者的先影出现净化 李斯看着眼前的白色修罗 大脑飞速运转 他之所以能带着黑晶元 来斗兽场贩卖 想必他根本不知道这些 那他李斯就可以借助此机会 借机买下两只黑晶元 随后献给自己的老大 老大一高兴 岂不是会赏他几枚祭品的丹药 李斯笑眯眯地看向千秋 你好先生 听我小的说 您要售卖这两只魂灵兽 嗯 两只都是不破镜的 李斯瞅了一眼千秋身后的 两只魂灵兽 确信那就是黑晶元没错 当即兴奋了起来 但还是面色平静道 先生 你可知自己要售卖的两只魂灵兽 适合品种 千秋看了眼 茫然摇了摇头 随后说 管它是什么品种 能卖多少钱 快点给我就行了 我忙着呢 李斯内心狂笑不止 没想到这个实力不凡的白色修罗 居然是个白痴 压根不认识黑晶元 难怪他会带着两只 黑晶元傻乎乎的 要跑到斗兽场来贩卖 哦 好的先生 两只不破镜的魂灵兽 可售卖为三万横股币 我这就让手下给您去拿 李斯对身后的小弟使了一个眼色 小弟当即跑回去 拿了三万横股币回来 先生 这是您的三万横股币 您收好 千秋结果一大麻袋的横股币 顿时笑逐颜开 他将这些钱收到了乾坤袋里 随即打算离开 临走时 李斯突然想起什么 对千秋问道 先生 敢问您这两只魂灵兽 从何而来 刚从虚空星界里抓的 说完 千秋就消失在了李斯的视线中 李斯愣在原地 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半晌 李斯才回过神 吐了一口黄痰 骂道 真能装 老大才刚告诉我 虚空星界里出了大乱子 黑金园组长暴动 连不少圣镜强者都被伤及 他一个虚空镜的修炼者 能在这时候 进虚空星界抓两只黑金园回来 这是何等的笑话 千秋拿着用两只黑金园换来的钱 匆匆赶回了客栈 他在进客栈之前 又在周围转了好几圈 并没有发现那蓝沧海的身影 这才放心回到了客栈当中 客栈里的沐雨 见到千秋回来 他瞬间松了一口气 连忙对千秋道 千秋你吓死我了 刚才听楼下的小二说 前面那条街 有位圣镜强者释放了先影 还有人开启了虚空星界 我还以为你被波及进去了呢 千秋笑了笑 并没有告诉沐雨 其实那个开启虚空星界大门的人 其实是他自己 小雨 这是我还你的钱 不知道够不够 千秋不知道沐雨那天 到底帮他付了多少钱 索性把刚才换来的横股币 全给了沐雨 沐雨看到一大麻袋的横股币 直接愣住了 天哪 你从哪突然弄到这么多钱呢 千秋正想解释 房门忽然被推开 门外站着穿着粗气的左楠 他面色十分严肃 对千秋和沐雨道 宗内传来紧急密令 说宗内出现重大变故 宪令神子千秋 宗主之徒左楠与沐雨速速赶回宗内 千秋三人当即起身往永恒宗赶 路上千秋问左楠 永恒宗出了什么事 左楠说 他也不知道 只收到了宗里发来的密令 具体没说出什么事 只是让速速赶回 沐雨看了眼千秋 他有预感 永恒宗出现变故 很可能与他有关 三人在凌晨时 终于赶回了永恒宗 不同以往的是 永恒宗灯火通明 按照宗规 这时应该是宵禁的时间 但今天的永恒山格外明亮 刚进宗门 就看到了大长老林峰 神子 你们可算回来了 快随我一同去正殿 宗主已经等候 你们多时了 除去大长老林峰 别的长老是没有资格进入正殿的 但在这样的特殊情况之下 所有长老都被叫入了正殿当中 千秋三人一进正殿 数十位长老站在正殿当中 五位至高尊者坐在尊者席之上 众人都面色阴沉 整个正殿的气氛十分沉寂 神子千秋 拜见宗主 左南拜见师父 沐雨拜见师父 石小雅点头 示意他们起来 随后面色严肃道 这么着急 让你们回来 是因为永恒宗在今日 陨落五位长老 重伤四位长老 一位长老心力被废 左南面色大变道 师父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有外宗的人攻击我们 白尊者站出来 替吃小雅解释道 并不是 前些日子 永恒山下有个村子被屠村了 死亡了一位导师和十位弟子 宗主命不派遣十位长老去调查此事 结果这些长老们 在调查的过程中 与那名屠村的修炼者打了起来 长老们不敌那人 稍微停了停 白尊者露出愤恨的表情 五位长老当场陨落 剩下的五位长老趁机逃跑 但也都受了重伤 这人公然挑衅永恒宗 必然要杀之 为死去的长老和弟子们报仇 千秋面色一宁 没想到自己只是离宗两三天而已 居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神子 之所以让你回来 是让你准备准备 和我共同去百宗大会 左南 小雨 那人实力不凡 具体是和境界的修炼者 逃回来的长老们也说不清楚 我命你们与唐尊者 还有万尊者一同前往 将此人活捉回永恒宗 在我参与百宗大会回来之后 要见到他 左南震惊 没想到自己师父 居然要带千秋一起去百宗大会 要知道 他和穆宇 拜世于持小雅多年 持小雅参与每年的百宗大会 从未带过他们俩 凭什么一个刚加入宗门的千秋 就可以去参与百宗大会 左南再也忍受不了 不过礼仪 当中质问持小雅 师父 徒儿不明白为什么签 神子才刚加入永恒宗 就能参加百宗大会 要论境界徒儿比他高 论魂力徒儿也比他强 为何不能带徒儿去百宗大会 师兄 你干嘛 沐宇低着头扯了扯左南的衣服 左南无视 眼神坚定地看着自己的师父 持小雅倒是没有太过意外 语气平淡道 就因为他是神子 为师说他有资格 他便有资格 左南攥紧了拳头 对千秋的恨又增加了一分 神子 好一个神子 这神子之位 本该是我左南的 左南最终没有发作 只是单膝下跪 对持小雅回到徒儿遵从师父命令 说完 左南离开了正殿 沐宇本想替自己师兄说些什么 但持小雅却宣布散会 只让千秋留下了 众人离去后 正殿当中 只剩下了千秋和持小雅两人 宗主 你有事找我吗 持小雅点头 对千秋问道 明日一早 与我离宗前往北韩岛 对了 神子你这次出宗 有何收获 啊 和小宇还有左南 一起去了斗兽场 猎杀了三只轮回敬的魂灵兽 魂力有不少的提升 持小雅又一次被千秋所惊讶 三只轮回敬的魂灵兽 对于千秋这个 只有虚空境的修炼者来说 已经是一个很恐怖的存在了 可他在短短两天的时间 就猎杀了 对了宗主 我还进入虚空星界 捕捉了两只不破境的魂灵兽 卖给了斗兽场 持小雅早就知道了 千秋可以开启虚空之门 对此已经没有太过惊讶 只不过 今天已经是他第二次 听到虚空星界了 白天的时候 被三位老祖呼唤过一次 告知他虚空星界里大乱 黑金元组长暴怒 打伤了不少修炼者 三位老祖让持小雅 今日不要再进入虚空星界 以防被暴怒的黑金元 伤疾 虽然不太可能 但他总觉得 虚空星界里黑金元暴怒 与千秋有联系 最终持小雅 让千秋退出了正殿 明天早上在这里等他 永恒山下 一位黑衣男子 盯着脚下的五位永恒中长老尸体 露出了不屑的笑容 一群娄一罢了 哼 他居然选择在这样一个宗族里修炼 将来又能有何成就 黑衣男子一脚踩在其中一位长老头上 像踩垃圾一般 他离开了这里 来到了斗兽场 哦 他似乎来过这里 还被赋予了白色修罗的称号 有点意思 这夜 在科沃城的斗兽场里 又多出了一名 戴着黑色面具的挑战者 他同时挑战了 五只虚空镜的魂灵兽 彻底震惊了整个科沃城 五只虚空镜的魂灵兽 是何概念 况且还是同时挑战 让一名圣镜强者到来 都未必能同时挑战 五只虚空镜的魂灵兽 可这黑衣男人做到了 他使出了让所有修炼者 眼花缭乱的神文仙术 就连在场的几位圣镜强者 都无法理解他所说的神文 到底是何意思 而他也获得了一个绰号 黑色修罗 一日 清晨 千秋揉着眼睛 站在门口等待宗主持小雅 准备与他共同前往北寒岛 对于山下科沃城内发生的事情 一概不知 而他的三位师傅 今天也破例没有休眠 在千秋修炼功法之外的时间 出现在了宗内 徒儿 苍穹镜的躯体已经得到了 为师们等你回来 帮你成为仙体 离开永恒宗 千秋跟着持小雅 向永恒山下走去 路上 持小雅一言不发 千秋觉得气氛有些尴尬 忍不住开口道 宗主 这百宗大会 就只有咱们两个去参加吗 好歹咱们这么大一家宗门 持小雅瞥了一眼千秋 道 永恒宗不算是什么大宗门 在横谷大陆排名 都排在50名开外了 参加大会的名额只有三个 往届都是三位老祖去参加的 今天情况特殊 由我代替三位老祖 那不是还有一个名额吗 为什么不再带一个人 他已经在北韩岛等咱们了 距离百宗大会召开 没剩下几日 千秋尚未达到圣境 无法像持小雅那样 直接踏空行走 所以 两人选择了遇见的方式 赶往北韩岛 两人遇见在云层之上 千秋见到了不少 同他们一样遇见赶路的修炼者 偶尔还能看到 速度极快的踏空修炼者 千秋与持小雅 赶了一整天的路 总算到北韩岛 北韩岛地如其名 整个岛屿都下着雪 格外的寒冷 今晚找地方住下 明日中午12时 进入百宗大会的会场 持小雅和千秋取消了遇见 来到了北韩岛的主城 维纳斯 千秋十分好奇地 在街上打量着 发现这里的人 与横谷大陆不同 街上的平均升高 要高出横谷大陆的人 两人寻找了一家客栈住下 千秋耐不住无聊 离开了客栈 在维纳斯 已经聚满了来自各个大陆的修炼者 街上人满为患 千秋逛了几圈 觉得人太多 最终打算去维纳斯主城的竞技场看看 上次去了斗兽场 还没见识过竞技场到底如何 千秋一路打听 总算来到了维纳斯主城的竞技场 一到门口 就马上有工作人员过来问千秋 先生 您是要买官站票呢 还是作为竞技选手 竞技选手 您应该不是北韩岛的本地人吧 您之前有在其他大陆参加过竞技场吗 如果有的话 拿出身份卡即可 各个大陆的竞技场身份卡是通用的 千秋愣了愣 尴尬的摇了摇头 我没参加过竞技场 这是第一次来 那位工作人员点点头 随后带着千秋去办理了身份卡 千秋在填写身份的时候犹豫了下 他是不愿意暴露自己真实身份的 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所幸他在身份卡上登记的身份信息为 球鸟 没有加入任何宗门 境界是虚空境 魂力等级为猎魂前期 进入竞技场之后 千秋发现 这里和斗兽场 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唯一不同的就是 斗兽台换成了竞技台 千秋拿到了对战序列号 这序列号是随即分配的 匹配的对手也是随机的 所以在竞技场里很可能会看到 一个天人境的修炼者 会匹配到一个圣境的对手 这时候低境界的修炼者 可以选择应战或是聚战 一旦这种越级对战 低境界的修炼者获胜 可以根据越级数增加圣场的场数 举个例子 假设轮回境修炼者 匹配到了虚空境的修炼者 最后是轮回境的修炼者获胜 他圣场的场数增加数量为二 但如若是两个同境界的修炼者 作为对手 不管哪方获胜 圣场增加量都是一 以此类推 轮回境修炼者 击败圣境修炼者 这是跨越了三个级别 圣场增加量则为四 当然 在各个大陆的竞技场中 还从未出现过越两级成功的比赛 更别说是三级了 千秋了解到这些规则之后 就坐在等候室 等待着自己的序列号被喊到 维纳斯主城竞技场 VIP观战坊内 横古大陆排名第三的建宗宗主 看着台上两个不迫近修炼者的对战 打了一个哈欠 明日的大会 我就不去参加了 这些年也没听说过 哪个大陆出现了棋子 没必要去看了 建宗宗主身旁的一个老者 上前一步 开口道 主人 老奴昨日赶来北寒岛的时候 路过科沃城 听说在科沃城的竞技场中 有个修炼者 一口气击杀了五只虚空静的魂灵兽 哦 真是笑话 一个圣静的修炼者 会跑到科沃城 那个小地方的虐杀魂灵兽 他是哪个宗门的圣静修炼者 老者脸色变了变 有些尴尬道 主人 那个修炼者并非圣静 建宗宗主语气 终于有了一丝波澜 他从唐椅上作证之后 道 没想到达到了帝王静的修炼者 也会有这等闲心 老者面色更加尴尬了 终于一口气道出了全部 主人赎罪 老奴不该说话喘气 那既不是圣静强者 也不是帝王静的大帝 而是一名虚空静的修炼者 他还是同时挑战的五只虚空静魂灵兽 刹那间 整个VIP观战房的空气都皱冷下来 老者被自己的主人吓了一大跳 建宗宗主眼神伶俐 啊 莫书 你确定没有在等本宗开玩笑 一个虚空静的修炼者 同时挑战了五只虚空静的魂灵兽 这可是同级挑战 本身就已经没什么成功的可能性了 他竟同时挑战五只 虽然还将他们击杀了 老奴怎敢欺骗主人 此事千真万确 事后跟踪了他 结果他一介虚空静而已 居然发觉了老奴在跟踪 所以我没能找到他 建宗宗瞩眯了眯眼睛 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有趣 真是有趣 此子何德何能 居然在虚空静就有所成就 莫输你 可是已经达到了圣境巅峰 居然会被一个虚空静的修炼者察觉到 不知这子是否也来了百宗大会 如果明日能见到他 定要让他加入建宗 竞技场中 千秋等待了将近一个时辰 终于听到了自己的序列号被喊到 97号序列对战 双方选手信息如下 蓝色方选手 球鸟 无宗门信息 虚空静修炼者 红色方选手 姚飞 泰山宗 苍穹静修炼者 观众席上一阵唏嘘 被打死的修炼者 每天都有 况且 这可是虚空静和苍穹静的对战 已经算是高级战斗了 虚空静和苍穹静 虽说只差了一个境界 但已经不是一个层次的了 一个苍穹静的修炼者 完全可以碾压虚空静的修炼者 哪怕他已经达到了虚空静的巅峰 同样也毫无还手之力 在台下的姚飞一愣 不由抱怨道 哎 好不容易排到我的序列号了 看来今天又要泡汤了 然而下一秒 让全场的人都震惊了 主持宣布了匹配结果 虚空静选手 接受本次越级对决 比赛即将开始 全场的观众都震惊了 就连姚飞一时间也没反应过来 他都做好离场的准备了 没想到 对手居然接受了这场越级对战 站在备战区的千秋活动 活动了筋骨 随后戴上了白色面具 让我领教领教苍穹静的水平 千秋自言道 此时在各大VIP观战坊里的人 也被这场越级对战 吸引来了目光 一号房中 坐着横谷大陆宗族排名第二妖宗的人 哼 虚空静与苍穹静的越级对决 还真是罕见呢 二号房中 坐着剑宗的人 宗主 这种级别的越级对决 在竞技场很难见到 这可不像是天人静和永生静 那种低境界的越级对决 只要魂力等级高些 越级击败 还是有很大机会的 这种高境界越级对战 几乎没有悬念 毕竟境界越高 两个境界差距越大 剑宗宗主再次笑了笑 倒 一个是泰山宗的弟子 一个没有加入宗门的修炼者 看来今年的百宗大会 本宗有必要去参加一下了 三号房 四号房 五号房中 竞技台上 姚飞一步跨上 非常轻松地站在台上 心想 这场战斗会很容易拿下 看来不会对自己魂力提升有所帮助了 千秋并没有像姚飞那样张扬 而是稳步从台阶上走了上去 十分质朴 主持人在擂台外高声道 姚飞 作为苍穹静修炼者 在各个大陆的竞技场 在竞技场的战斗中更是已经达到了五连胜 这场越级挑战是否会成为姚飞的第六胜呢 球鸟 是今天刚刚在本竞技场注册加入的修炼者 尚未有过战斗 零胜零副 也没有加入任何宗门 看来是一个不愿被束缚的修炼者 他的第一场战斗就是越级对战 在他们这种境界的时候 没想差一个境界实力就已经很悬殊了 但球鸟选手毅然接受了越级对战 难不成他有过人的本事 这场战斗 是否能成为他竞技场生涯当中第一胜吗 拭目以待吧 因为要召开百宗大会的缘故 观众席上坐满了各个宗门的弟子 他们当然乐于在百宗大会召开的前夜 看上一场虚空镜对战舱穷尽的越级对战 虽然所有人对结果心知肚明 但并不妨碍他们的兴奋 没想到你居然敢接受这场越级对决 难不成你不知道到了虚空镜这种级别 没往上一个境界 实力悬殊就是天差地别的吗 看在你是竞技场的新人 我给你一次认输的机会 不然待会儿开打了 我没收住手打死你 千秋只是轻轻笑了笑 不用客气 尽情虐我便是了 在擂台周围有特殊处理过的仪器 在擂台上选手不管说什么都会被公布出来 所以千秋和姚飞的对话被所有观众听到了 卧槽 这个叫做球鸟的选手作为弱势一方 居然这么嚣张 什么叫尽情虐他就是了 赛前话多狠 赛后死多惨 你们懂个屁 竞技场虽然公布双方修炼者的修为境界 但魂力等级是不会公布的 要知道在修仙世界实力不单单只是看修为境界 更是要看链体与魂力等级 万一这个叫做球鸟的链体与魂力等级都要高出姚飞 那他还真的有嚣张的资本 我猜不信 这个球鸟恐怕要被姚飞打成一个死鸟了 主持人宣布了比赛正式开始 而姚飞还在千秋那句话中愣神 尽情虐他便是 姚飞还从未听过如此没有脑子的话 那今天成全他好了 姚飞也不客气 率先出手 反正这场战斗对他而言已经没有了任何可以收获的余地 那直接秒杀他吧 刹那间姚飞聚气 身后巨大的蓝色仙影浮现了出来 果然是苍穹镜 千秋下意识说了句 随后也没有丝毫犹豫 当即聚气显露出自己红色的虚空镜仙影 虚空镜仙影要比苍穹镜仙影矮不少 一红一蓝站在擂台两边 显得甚是滑稽 石破天惊 姚飞一具神闻鲜术出口 空气中瞬间爆发出数块碎石 静直冲向了千秋 千秋眼神一凝 马上做出防御的姿势 用仙影包裹住了自己的肉身 那些碎石飞到千秋身边就顿时炸开 千秋险些没有抵挡住这一击 直接破弓 只是一击他就快抵挡不住了 我还以为他有什么隐藏手段呢 姚飞一笑 下一秒蹬腿而出 千秋也为此威力感到惊讶 看来还是小瞧了苍穹镜 虽然只差了一个境界 没想到实力悬殊竟然差得如此之大 这一次千秋也不再大意 把全部身心都放在了战斗上 看来不能用防御了 他刚才只是试探性的一击 师父还没教我什么厉害的防御心术 只能主动进攻了 千秋这么一想 当即解除防御姿态 因为是在北韩岛 还戴着白色面具 也不怕被谁认出来 况且 对战的还是一个苍穹镜修炼者 不使出全身实力 恐怕是不能战胜了 万象天赢 千秋神闻一出 擂台上空撕裂开一道星夜裂痕 从里面飞出了无数的陨石 朝着姚飞砸去 姚飞被这一幕惊呆了 连忙收起攻击 迅速向后退去 躲开了这一击之后 十分震撼地看着千秋 这是一戒仙术 球鸟居然会一戒仙术 卧槽 刚踏入圣境的修炼者 都得学习一段时间 才能使出一戒仙术 这个球鸟 只是一个虚空镜而已 怎么会 观众席上爆发出无数的惊叹声 坐在VIP观战坊里的 那些大宗门派 也被震惊了 千秋倒是没有理会场上 那些震惊的声音 他知道 如果想要跃及对决成功 只能依靠自己 研出法随的功能 抓住姚飞的失误 才有可能战胜他 趁着姚飞愣神之际 千秋反手掏出黑啸 向着姚飞劈去 当然 千秋奔去的途中 又一次念诵出了神文 得爆天星 擂台空中出现了一颗 紫红色的夜明珠 他开始聚集周围的仙气 大量的石头开始向他聚集 变大的速度非常之快 眨眼间 已经变成了 直径足足有十米大小的球体 全场惊呼 这样恐怖的仙术聚起 几乎只能在 圣境强者战斗里才能看到 而剑宗宗主身边那位老奴 看到了千秋手上的黑啸 不由惊讶到 那是 黑啸 老者依稀记得 那禀命为黑啸的剑 是很多年前 剑宗当中 那名十分出色的助剑师 用特殊材质打造出来的 最开始那柄黑啸为他所用 后来送给了永恒宗的 那位无极剑圣 黑啸怎会在这人手里 姚飞看到空中恐怖巨石 又看到守着黑啸的千秋 向他冲来 连忙做出了防御姿态 千秋明白自己 必须将一套仙术 在寝客之间施展 才能打败姚飞 所以在冲到姚飞面前时 意念一动 空中的巨石 也滚滚地朝着姚飞砸来 飞声欲为绝 千秋发动仙术 他身后的仙影手上 也出现了一柄黑剑 一剑麾下 恐怖的剑气迎着姚飞而去 剑花飞起 恐怖的威力 顷刻间在擂台上炸裂开来 姚飞到底是苍穹镜修炼者 面对千秋的攻击 并没有太过于慌乱 他挡住了第一击之后 迅速纵身上跃 消失在了千秋的视线当中 哼 看来是低估你了 没想到一个虚空镜的修炼者 居然能与我交手两个来回 姚飞面色一冷 不在小桥面前 这个叫做球鸟的虚空镜选手 当即也施展了神闻仙术 魂灭火云 擂台上空出现一团红色的火云 显得无比星红 姚飞浮于擂台半空 双手合十 从火云里出现一团火球 向擂台正中央落去 在观众的眼里 此时的擂台上 有一颗巨大无比的巨石 奔着姚飞而去 而那团火球也向千秋飞去 两人施展的都是神闻仙术 这让台上的观众们叹为观止 在竞技场上 少有会看到 双方都施展神闻仙术的对决 火球与巨石碰撞在一起 顿时一股热浪与尘土爆发开来 朝着观众席而去 部分修为境界高的观众 当即聚气 释放了自己的仙影 用仙影的屏障 挡住了波及观众席的尘土 而那些修为境界较低的修炼者 来不及反应 吃了一嘴的土 等尘土散去 所有人都聚精会神地看着擂台上 胜负是否已经定下 擂台两边 各有一道身影 站在左边的千秋 头发有些凌乱 但依旧直被站立在台上 而对面的姚飞身上的衣服 已经破烂不堪 姚飞很是狼狈 没想到 自己明明是苍穹镜 居然在虚空镜手上吃了扁 他当即扯掉上身 已经破掉的衣服 露出漆黑的肌肉 他怒吼一声 你惹怒我了 千秋理了理凌乱的头发 轻笑一声 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 尽情虐我便是 观众席上的人 没有一个在认为 这是千秋的狂妄之言 因为他真的有狂妄的实力 千秋也差不多试探清楚 姚飞的全部实力了 只要姚飞抗住了这一击 千秋很清楚 自己就再无胜算了 哎 早知道缠着三位师傅 多叫我些仙术再出来了 现在用来用去就那几个仙术 在分身术被禁止的情况下 要击败这个姚飞 还真有点困难 千秋苦笑一声 但他毕竟在原先的世界里 母语就是这个世界的神文 还怕母语仙术使用 千秋一跃而起 学着刚才姚飞的动作 双手合十 嘴里用神文轻念了一句 仙术复制 魂灭火云 超级魂灭火云 超级魂灭火云加倍 言出法随 随着千秋的神文脱口而出 天空中又一次出现了火云 不同的是他召唤出来的火云 要比姚飞召唤出来的火云 大出太多 姚飞面色瞬间变得苍白 用一种看怪物的眼神 看向千秋 难以置信道 这是魂灭火云 师父都施展不出来 这么大规模的火云 他是怎么做到的 他也会魂灭火云 没等姚飞反应过来 从火云里出现了 三团巨大无比的火球 这直接让姚飞脸色被吓得惨白起来 千秋轻笑一声 立于擂台半空 笑道 你的仙术很强大 不过让我学会了 嘿嘿 三团加大板的火球 向着姚飞砸去 一股强烈的爆炸声响起 姚飞直接被打出了擂台 他倒在地上 惊恐地看了一眼千秋 随即昏死过去 主持人立即宣布 本场比赛 虚空竞选手 球鸟胜 因本场为越级对战 胜场加二 观众席上的修炼者目瞪口呆 在千秋召唤出 比姚飞还要大的火云时 他们就已经猛逼了 卧槽 那神文仙术 为什么在姚飞手上用出来 威力不过如此 在球鸟手上 就威力大的惊人 什么情况 泰山宗的姚飞 输给了一个虚空竞的修炼者 笑死我了 泰山宗 好歹也是横谷大陆排名第七的宗门 居然被一个没有加入任何宗门的修炼者 击败了他们的苍穹竞弟子 千秋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从容不迫地从擂台台阶上走下 就像他来时一样 等等 我在科沃城的斗兽厂 见过那个球鸟 他在那里的斗兽厂有个外号 叫白色修罗 他一个人击败了三只轮回敬的魂灵兽 场上有人认出了 千秋在斗兽厂里的身份 当即惊呼道 很快 观众席上讨论声一片 他们都在猜测 千秋到底是何方神圣 此时在VIP观战房内 几大排名前时的宗门长 同样被千秋在擂台上的表现所震惊了 不 应该说是震撼 惊恐 外面观众席上的人 都是些低境界修炼者罢了 他们自然不懂姚飞释放的神闻仙术 但这些长老们 最低都是圣境强者 他们自然明白 姚飞施展的神闻仙术 就算他们先前没有席得过 也能再目睹一遍后施展出来 可令这些长老震惊的是 他们发现自己 压根听不懂千秋说的神闻 不明白 他是如何把姚飞的魂灭火云给强化了 尤其是泰山宗的江长老 魂灭火云是他传授给姚飞的 作为圣境强者的他 都无法做到 让魂灭火云同时释放出三个火球来 快 派人去查那个叫做球鸟的修炼者 看看他到底是何人 一个虚空境修炼者说出来的神闻 居然连本圣都听不懂 这句话 几乎在每一个VIP观战方里都出现过 这些大宗门的长老们 已经被千秋的表现所惊讶到难以言表了 一介虚空境修炼者 所说神闻圣境强者都无法重述 这是何等的卧槽 千秋离开竞技场之后 发现在暗处有不少双眼睛在观察自己 他明显能感觉到 这些眼睛的主人实力都在他之上 不好 还是被盯上了 千秋皱了皱眉 没有立即摘下脸上的白色面具 而是装作没有发现他们的样子 找了一处漆黑的巷子走了进去 在暗中跟踪千秋的人 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发现 当即也不再躲藏 直接冲进了巷子里 可他们刚一进去 发现夜空中已经裂开了一道虚空之门 千秋早已经顿入其中 什么 他居然还敢进到虚空星界当中 就算是护法门这两天 都不敢再去虚空星界了 他一介虚空境居然 对了 他一个虚空境 怎能打开虚空之门 来自各大宗门的长老们 面面相去 都知道彼此来到这里的目的 但他们已经没有为此而感到奇怪 让他们最惊恶的是 千秋居然能发现他们的跟踪 还能打开虚空之门 更是恐怖的是 他还有胆量进去 各位长老 都请回吧 谁敢在这段时间进入虚空星界呢 妖宗的长老讥讽道 那位被剑宗宗主称为末书的老者也来了 他看着一向与各大宗门不合的妖宗长老 冷哼一声 你们妖宗不也一样不敢进去吗 妖宗长老怂怂间 回道 我可不想与里面那头黑猩猩打起来 谁不知道他丢了儿子 现在恨不能杀了虚空星界里所有的人 逃到虚空星界里的千秋松了一口气 旋即开始感受起自己的魂力 在和姚妃一战之后 他明显感觉到自己魂力有所提升 看来小语说得不错 比起猎杀魂灵兽 在实战中提升魂力果然要快许多 千秋感到很满意 不过随即又感到 在虚空星界里的氛围不太对劲 他今天居然没有看到战争迷雾 只是一瞬 千秋头皮发麻 感觉到了十分恐怖的危险 他丝毫没有犹豫 就施展了顺闪的仙术 就在他闪出去的下一秒 他原先所处的地方被砸下一个锯坑 千秋抬头看去 发现在那里站着一尊宛如小山的魂灵兽 千秋并不知道 这正是黑晶园的组长 卧槽 这么大一只 和我上次捕捉的两只魂灵兽一个品种 这怕不是他俩的太爷爷吧 千秋隐约看到了那只黑晶园身后的仙影 连颜色都没顾得上记住 他就使出了全身的力量逃跑 一连发动十几次顺闪 又不顾忌一切的使用隐分身术去 分散那只黑晶园的注意力 让自己的本体逃跑 跑出一大段距离 千秋没有停下 千秋坐在地上大口大口的喘着气 一副惊魂未定的表情 他之所以如此慌张的逃跑 就是因为看到了 那只宛如泰山大小的黑晶园背后 居然有仙影 要知道 魂灵兽是不可能外露仙影的 一旦能在魂灵兽身上看到仙影 他至少已经踏入准地的境界了 吓死小爷了 还好跑得快 但凡慢一点都死定了 那可是准地般的魂灵兽 一巴掌拍死我都不费吹灰之力 在续空星界之内 黑晶园组长看到千秋 从他眼前跑了震怒无比 用园掌狠狠地拍了几次胸膛 他在见到千秋的第一面 就从他身上 闻到了自己两个儿子的气息 他十分确信 正是那个人类 捕走了他的两个儿子 吼 黑晶园组长发出一声怒吼 他已经记住了千秋的气息 他极力幻化成人形 但在尝试几次之后 又变换回了黑晶园形态 此时 从虚空星界的深渊里 传来一道声音 你的修为境界 尚未达到帝王境 强行幻化成人形 有陨落的风险 好好修炼些日子 再去幻化成人形吧 黑晶园对这个声音 十分的恭敬 点了点头 随后消失在了这片区域 而那道声音 正是从千秋 第一次进入虚空星界里 看到的那扇 巨大的青铜门里传出 千秋回到了 和池小雅的客栈之中 两人房间恰好是相邻的 千秋回客栈的时候 被池小雅所察觉 他打开门 面无表情地看着千秋 神子 这么晚了 你刚才去哪了 千秋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不想让池小雅知道 自己刚才差点 在虚空星界里闯祸 撒谎道 在客栈里面有些闷 出去透了透气 池小雅看着千秋 许久才到 不知道外面怎么回事 刚才街上多了不少 各大宗门的长老 快点回房休息吧 街上有些不太平 知道了宗主 你也早点睡吧 哇 千秋说完 一溜烟回到了自己的房里 池小雅哪知道 外面那些长老们 正在四处寻找的人 正是住在他隔壁的千秋 深夜 一道黑影站在千秋 和池小雅住的客栈外 此人披着黑色的斗篷 饶有兴趣地 看着这间客栈 百宗大会 本地有好些年没来过了 正好随着去看看 不知道那几位小家伙 突破圣经了没有 这位黑衣人不是别人 正是在永恒山河流里 隐藏着的那尊帝王静白骨 在千秋和池小雅离开宗门后 他一路尾随千秋两人 来到了北韩岛 第二日一早 千秋早早醒来 去楼下吃了早餐之后 就回到了房间当中 千秋开始运作起了魂力 他有种预感 自己即将突破至猎魂中期 没想到魂力提升这么快 哎 但是这修为境界提升的又慢了 要不再用神文试一试 千秋这么一想 当即决定再用神文 提升自己的修为境界 升级修为 然而一语道出 千秋身后的先影 没有任何变化 他皱了皱眉 怎么回事 卡包哥 千秋说出升级修为之后 发现自己的修为境界 没有任何变化 有些发猛 他又一连说了好几遍 但依然没有任何变化 他意识到 似乎到了虚空境 再用神文去升级修为 已经行不通了 哎 果然这外挂也不是万能的 不然我岂不是能 直接晋升到帝王境啊 以后还是踏踏实实修炼吧 虽然有些失望 但千秋从和姚飞那场战斗中 发现了神文新的用法 他精通汉语 神文对他而言 就是一种普通的语言罢了 只要遇到些高境界的修炼者 他施展神文仙术 他可以随意复制 这等于 让他无形之中 掌握许多仙术 不用刻意去寻找一些高级的仙术了 千秋并不知道 自己用升级修为 虽然不能让修为境界 直接晋升了 但却让自己的修为 更加牢固起来 他刚才一连说了 十几句升级修为 此时 他作为虚空境的修炼者 已经高出正常水准 虚空境修炼者太多了 到了中午 千秋准时来到了 池小雅房门门口 等他出来 一同前往百宗大会的会场 千秋开始好奇 池小雅说的那个 已经在北韩岛 等待他俩的那个永恒宗之人 宗主连自己的两个徒弟 都没有选择带来 还有谁会比他俩 更有资格来百宗大会呢 池小雅出来之后 递给了千秋一个玉牌 上面刻有永恒宗三字 这是进入会场的腰牌 如果丢了 就没办法进入会场了 池小雅解释道 千秋点头 随后和池小雅 一同前往了百宗大会会场 百宗大会会场 在维纳斯主城的宫殿中举行 除了各大宗门前来参加 还有维纳斯主城的夜神皇族 在其中参加 池小雅带着千秋 进入了夜神家族的宫殿 只是刚到宫殿门口 千秋就被气派的景象所惊呆了 这 这全是纯金打造而成的宫殿 千秋满眼冒着金光 琳琅满目之下 他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 这个夜神皇族的宫殿了 宫殿当中 每根柱子都闪着金光 大多物品也都由纯金制成 诺大的宫殿已经人满为患 千秋从他们身上 感受到了高净强者的威压 池小雅已经不是第一次来这里了 对此已经见怪不怪 与其平淡地对千秋解释道 夜神家族是各个大陆里 最有财富的家族 在北寒岛 没有宗门之说 所有修炼者都隶属于夜神家族 他们为什么这么有钱 这得追溯到上古时期了 夜神家族 是一位叫做夜神的神奇创立的 他在云游修仙世界的时候 在北寒岛地底 发现了数不胜数的黄金 之后打造出了这座黄金宫殿 剩余的黄金 这位神奇都留给了他的后裔 早就了如今的夜神皇族 千秋则舌 用黄金铸造一座纯金的宫殿 恐怕也只有神奇做得到了 对了宗主 你不是说 还有一个人 要跟咱们一起参加大会吗 他怎么还没来 池小雅罕见地露出一抹微笑 指了指千秋身后 他已经来了 千秋顺着池小雅的目光看去 发现身后站着的人正是那日 他在魂塔遇到那位 叫做冯运的小男孩 他好像还被称为魂子 神子 好久不见 冯运冲着千秋笑了笑 千秋震惊 没想到除他之外 被选中来参加百宗大会的另一人 居然是冯运 不过转念一想也释然了 毕竟冯运在永恒宗 可是被称为魂子 年仅13岁 就已经达到了猎魂末期的魂力等级 甚至已经在位冲击魁魂做准备了 而百宗大会本 就是一个显露各大宗门才子的舞台 永恒宗决定派冯运来 也当之无愧 呵呵 没想到宗主说的人就是你啊 不知你魂力等级 是否已经突破之魁魂 冯运只是笑了笑 没有回答千秋 他又看向迟小雅 宗主 大会要开始了 我们快进去吧 迟小雅点头 随即准备带千秋与冯运两人 通过会场的大门 然而千秋忽然腹部隐隐作痛 感觉一股洪荒之力要喷尸而出 他一脸痛苦地对迟小雅道 宗 宗主 我肚子有点不舒服 厕所在哪 十小雅有些无语 可人有三级 他也不好阻拦 只是顺势指向了宫殿外的方向 宫殿当中的厕所 只允许皇族的人使用 咱们来参加大会的宗门子弟 只允许使用殿外的厕所 谢谢宗主 你和魂子先进去吧 我去去就回 千秋说完 一瞬消失在了原地 冲出宫殿 千秋找了好久才找到了厕所 在他蹲在坑上的那一刻 憋了许久的洪荒之力喷涌出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谁在里面释放仙术 叔父 妈的 肯定是早上吃的包子有问题 在方便之后 千秋一脸畅快地从厕所走了出来 发现附近的人已经变得十分稀少 看来大会快要开始了 所有修炼者都已经进去了 我也得紧快了 持了宗主那冷淡的性子 还不得给我杀了 千秋一想到持小雅那张冷漠的脸 忍不住打了一个冷战 不过路过宫殿旁的殿墙时 忽然看到一个少女鬼鬼祟祟地站在下面 趁人不注意 当即往殿墙上一跃 打算翻越进去 什么人 居然敢擅自翻越殿墙 忽然远处传来一个严厉的声音 吓得那名少女浑身一颤 自己从殿墙上掉了下来 千秋眼急手快 当即顺闪至了城墙下方 接住了从城墙上掉落下来的少女 啊 少女被吓了一跳 可发现自己并没有摔在地上 睁开眼睛 看到了一张棱角分明少年的侧脸 千秋公主抱抱着她 看着远处正朝着这边跑来的禁卫君 当即皱着眉对她道 别出声 说完 千秋又用神温念叨隐身 她就这样抱着那名少女 凭空消失在了殿墙之下 两个夜神皇族的禁卫君 跑到这里来之后 发现千秋两人消失不见 其中一人当即道 你去那边找 我在这边找 在百宗大会期间 一切可疑的人抓到当即格杀 这是家主大人下的死命令 绝不能让任何人扰乱百宗大会 两名禁卫君离开后 千秋才解除了隐身的仙术 她这才注意到 自己以这个姿势抱着怀中的少女 实在略显暧昧 老脸一红 赶紧把她放了下去 嗨嗨 对不起 那是夜神家族的禁卫君 要是被他们抓到你翻殿墙 可是要直接处刑的 我看你从殿墙上要摔下来 我迫不得已猜 少女正了正 发现眼前这个少年 比她还要害羞 忽然就来了兴趣 故意调侃道 迫不得已猜什么 抱你躲起来 少女玩耳一笑 啊 谅你是为了我好 本小姐原谅你了 千秋饶了饶头 忽然看到会场大门即将关闭 脸色瞬间一变 对少女道 会场大门要关了 我要迟了 你也快点离开这儿吧 那些禁卫君在发现 你就坏了 说完 千秋用极快的速度 奔向会场大门 少女盯着千秋的背影 忍不住又笑了 此时不知 从某处闪出一道黑影 出现在了少女身后 黑影道 小姐 召开大会期间 您就老实待在宫殿里吧 你非要翻墙出去玩 刚才差点就被禁卫君给抓到了 这让家主知道了 又得对您发火 少女挪了挪嘴 不满道 我这不想着有你在 我还能被那几个饭桶 禁卫君给抓住了 谁知道你这次这么慢 本小姐差点就摔在地上了 属下看到那个少年接住你了 也没再出手 怕被禁卫君看到 哼 反应慢了就是慢了 找什么借口 不过那人居然会隐身 这么厉害的神文仙术 不知道是哪个宗门的弟子 黑衣人看向千秋离去的方向 道 看他的打扮 应该是横谷大陆的修炼者 他的速度的确很快 很有可能是排名前十某位宗族的弟子 是吗 带我回宫殿吧 我今天也要去看看大会 不知道能不能碰见他 这么多年 都没哪个男人敢接近本小姐 没想到今天居然被一个矛头小子给抱了 千秋赶在会场大门关闭的最后一刻 进入了会场 会场是露天的 两边都是席位 每个宗门都有属于自己的席位 而宗门也被分为大小宗门 一些宗门 他们参加大会的资格 只有两三个名额 所以他们的席位 都是与其他同级的席位相连 而底蕴越是雄厚的宗门 属于他们席位就越豪华 坐在大会席位最顶端的是夜神皇族的人 而夜神皇族的纯金皇座边上 还有两个白银打造出来的座位 坐着的是横谷大陆宗族排名第一的天神宗宗主 与来自极寒之地的冰山女王 千秋费了好一阵功夫 才在众多席位当中找到了已经就座的持小雅与冯运 神子 你要有点时间观念 毕竟这是在百宗大会 各宗门的人都在这里 你代表的不只是你自己 更是永恒宗 持小雅皱了皱眉 训斥千秋 千秋善善一笑 嗨嗨 宗主这也不能怪我吗 人有三级 大号最急 说话间 在会场的正中间走出一个老者 他聚气 施展仙术 一瞬 他身子变得十分庞大 在会场中央显得不再渺小 他背后巨大的仙影 也彰显了他盛进强者的身份 各位宗门长老 弟子你们好 欢迎来到百宗大会 我是夜神皇族的夜神烽 作为这届大会长老组的组长 我宣布大会正式开始 各大宗门可以派遣自宗的弟子 上场展露自己了 我们长老组会 记录下每一位上台的修炼者 之后综合评判出 这届大会前十的修炼者 夜神风火宣布完之后 解除了让自身变大的仙术 随后离开了会场中央 不知道这届大会上 会出现什么样的修炼怪物 坐在千秋旁的一个外宗男人说道 千秋打了打哈欠 忍不住对一旁的缝运道 你若是已经冲击到魁魂了 待会儿你也上去展露一下呗 放眼整个横谷大陆 还能寻找到一个 比你年纪更小的魁魂修炼者吗 修仙世界从不缺天赋异禀的修炼者 我这样的资质 未必在这百宗大会上排的上名号 冯运很谦虚地回了一句 持小雅对魂子的态度甚是好 轻轻一笑 道 魂子 你不必妄自菲薄 神子说得不错 放眼整个横谷大陆 还有哪个十三岁的修炼者 达到了魁魂 千秋撇撇嘴 心里很是不爽 宗主对他的态度一向冷漠 可是对冯运这个小屁孩 态度甚至良好 动不动就会对他笑 况且 这多少有点吹捧冯运的意思了 要知道 持小雅可是天生裂魂 起点就比太多修炼者要高 恐怕这么多年的修炼 他已经达到了魁魂默契吧 在一旁外宗的那名男子 露出不屑的眼神 阴阳怪气道 十三岁魁魂 你们到底在开什么玩笑 这可是百宗大会 十三岁不是吹牛大会 十三岁的修炼者 才刚刚觉醒魂力 怎么可能就已经达到了魁魂 持小雅看了眼这男人没有说话 冯运也只是淡淡笑了笑 而千秋并没有两人那么好的脾气 忍不住道 怎么 你自己十三岁在家玩泥巴 还不允许人家十三岁达到魁魂呗 那人正了正 怒道 你说 谁十三岁在家玩泥巴 我今年二十岁 已经达到了轮回境的境界 你是何修为境界 千秋没忍住 直接捧腹大笑了起来 惹来周围其他宗门弟子一阵白眼 千秋极力去忍自己的笑意 扮上才道 原来是轮回境的强者啊 失敬失敬 原谅是我们声音大了些 那你笑什么 我笑我愚蠢 居然敢跟一个二十岁 就达到了轮回境的修炼者叫嚣 有眼不识泰山啊 那人压根没听出千秋口中嘲讽之意 反而自豪地笑了笑 继续道 老弟 看你这样子 应该达到不破境了吧 你说的对 我刚刚达到不破境 千秋忍住笑意 回了句 那人还想开口 却被他身旁的老者制止了 老者黑着脸 为自己的徒儿感到无比耻辱 你这个逆徒快闭嘴吧 能来百宗大会的宗门 哪个宗内没有圣经强者 你听不出来人家嘲讽你的意思 老者怒道 随即又对千秋拱了拱手 不好意思啊年轻人 我这逆徒什么都好 就是没脑子 师父 您老怎么说我没脑子呢 我可是二十岁轮回境修炼者啊 老者恨不能把自己的徒弟的头塞进裤裆里 若不是此徒是他们大立宗前宗主的爱子 他说什么也不会收他为徒 更不会带他来百宗大会丢人现眼 千秋与大立宗这次闹剧结束 会场上也终于走上了一个虎背熊腰的青年 身后还牵着两只黑金元 千秋猛然瞪大了眼睛 那青年身后的魂灵兽 不正是他从虚空星界里捕捉卖给斗兽厂的吗 怎么会在那人身边 千秋无比震惊地看着上台的修炼者 以及他身后用铁锁牵着的魂灵兽 他确信自己没有看错 因为在其中一只身上 他还看到了那日他用仙术打出来的伤口 所以这两只魂灵兽 定然是他卖给斗兽厂的那两只 见千秋惊讶和疑惑的眼神 坐在一旁的那名二十岁轮回敬修炼者开口道 那人是横古大陆宗门排名第四页玄阁的弟子 叫石绍青 据说今年才二十六岁 就已经达到了苍穹境的境界 而且他身后的两只魂灵兽可不简单 那可是虚空星界当中 除戎族之外最强的魂灵兽 黑晶元 千秋对那个人是谁一点也不在意 在意的是他最后的那一句话 最强的魂灵兽 黑晶元 你确定那叫什么元的魂灵兽 是虚空星界里最强的 那人点头拍拍自己的胸脯道 我王森能骗你吗 成年的黑晶元一旦达到了虚空境 他们就会觉醒自己的兽魂 战斗力堪比巅峰的圣境强者 王森顿了顿又道 要知道那些排名靠前的几大宗门 他们进入虚空星界捕猎魂灵兽时 都不敢轻易招惹黑晶元一族 传闻黑晶元族长已经达到了准地的境界 现在在外界几乎见不到黑晶元了 没想到 这是少卿一下子带上台的两只 看来他这次有很大的希望 成为排名前时的修炼者了 千秋更震惊了 没想到 那日自己随意捕捉而来的两只魂灵兽 居然是虚空星界当中 除了龙族之外 最强的存在了 难怪昨天晚上进入虚空星界 碰到那跟泰山大小的黑晶元震怒无比 估计是知道了 我把他屠孙给拐走了 等等 既然这黑晶元如此强大 那斗兽场只给我三万横股币 操 老子被坑了 千秋有些泄气 有种欲哭无泪的感觉 难怪那天最开始面见的魂灵兽收购者 要去找他们主管来 感情是因为压根不存在售卖黑晶元的人 而自己这个白痴 却不把他当回事 给卖了 台上 石绍青领着两只黑晶元 他还一言未发 已经引起了不少宗门的议论声 那是叶玄格的弟子石绍青 据说一年前就突破了苍穹境 现在已经在冲击圣境了 他身后居然还带了两只黑晶元 天啊 哪个修炼者不知道 黑晶元到底有多难捕捉 他居然带来了两只 叶玄格现在这么强大吗 虽然只是两只幼年的黑晶元 不过我可是 听我师父说了 前段时间虚空星界暴乱 黑晶元族常震怒 伤了不少在虚空星界当中 修行的圣境强者 这段时间 虚空星界几乎都没有修炼者赶进去了 这黑晶元更是稀有了 听着周围人把黑晶元都快吹到天上去了 千秋更是一阵心痛 他哭丧着一张脸 问迟晓雅 宗主 黑晶元真的有他们说的那么玄乎吗 差不多吧 黑晶元之所以强大又难以捕捉 是因为他们是群居性的魂灵兽 在虚空星界当中 总是几时之一起出没 就算是几位圣境修炼者一同前往 都不一定能捕捉到一只 迟晓雅说完 一旁的冯运又补充道 黑晶元会被一些炼药修炼者拿去炼药 炼出的丹药 可以让修炼者的先影出现净化 这也正是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说 时少卿稳居这次大会前十的才子之位了 因为一旦他把两只黑晶元炼药 他的先影出现净化 战斗力就会出现极大的增幅 普通修炼者再怎么修炼 都不可能达到 让先影出现净化的程度 就算是帝王进的大帝也不行 这下 千秋再也忍不住骂了一句奸商 随后陷入了深深的悔恨当中 妈的 运气好捕捉到两只只要牛逼的魂灵兽 居然因为我不识货给卖了 还卖得一点也不值钱 千秋暗暗下决心 有机会 他定要重回虚空星界 再次捕捉一只黑晶元 而且 这次他要捕捉更高境界的 他不再想此事 把目光投向了台上的石少卿 各位长老组的平分长老 我是叶玄格的石少卿 今年26岁 苍穹敬修炼者 身后两只事 我与同中长老共同补助来的黑晶元 希望各位平分长老 给予我才子排名 石少卿站在台上 与其十分平静地说道 这时千秋有些发懵了 他以为这百宗大会 评选十位才子修炼者 是类似彼此挑战的方式选拔 但现在看这样子 难道靠谁的装备豪华 谁的境界高就能评选了 宗主 才子动动嘴皮子 就能评选吗 那让我上啊 我也行 千秋忍不住吐槽道 冯运白了一眼千秋 略带嘲弄道 你真的是神子吗 这都不知道 这才子的评选 并非你所说 只动动嘴皮子 只不过石少卿 是第一个上去的人罢了 长老们 会根据按顺序上去的修炼者 给予排名 一旦达到十人 再想入选前十的才子 就必须挑战 已经入榜的修炼者 准备入榜的人 战胜了已经入榜的 那便会替代他的位置 所以 这只是刚开始而已 真正的好些还在后面 冯运解释一通之后 千秋也释然了 如果没有硬实力所在 就算装备再豪华 也守不住那位置 在一旁的王森 也是个话牢 他又接住冯运的话继续道 不过那些大宗门 一旦有弟子入榜 像咱们这种排名靠后的宗门 就算有强于他们弟子的 也不会发起挑战了 为什么 王森怪异的看了一眼千秋 道 你傻呀 一个排名前十宗门的弟子 被一个排名几十的宗门弟子打败 他们的脸面 不等于被踩在地上了 等百宗大会一结束 就等着被报复吧 千秋愕然 没想到在修仙世界 居然也有他原先世界职场上 一般的潜规则 呵呵 是这样吗 这些年 没有人打破这样的潜规则 千秋冷笑了一声 问道 王森摇摇头 在十少卿被入榜之后 接下来不断有新的弟子上去入榜 出奇的是 一轮下来 前十的才子居然 都是那些名门宗门的弟子 过去了一个时辰 居然无一个排名在 第十之后的宗门弟子 上去挑战入榜 一时间 会场上的气氛 也显得很是诡异 王森叹息一声 哎 年年的大会 亦是如此 前十名才子 都来自横谷大陆前十宗门 他们心照不宣 一个宗门只派一位 恰好占光这才子之位 没有人敢跟他们抗衡 生怕被报复 石小雅面色也不大好看 他本以为今年会有所不同 有其他小宗门 第一个发起挑战入榜 届时也可以派出逢运上场挑战 毕竟法不择重 一旦有一个先驱上前挑战 其他宗门也会前仆后继 这些大宗门 总不能把其他所有宗门 都给报复一遍 没想到 今年还是无一人敢挑战 就在全会场的人都以为 今年前十才子 已经奋出的时候 有一个戴着黑色面具的少年 出现在擂台上了 我要挑战第二名 黑色面具的少年 缓缓开口道 丝毫不理会场上 其他人异样的目光 千秋看着这个黑色面具的少年 一瞬他有一种 无比熟悉的感觉 但因为隔着面具 无法看到他的脸 也无从得知他的身份 千秋殊不知 他会有这种熟悉的感觉 是因为台上的那个 戴着黑色面具的少年 是那日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从他身边溜走的那名分身 此时 躲在会场角落的那尊帝王静 白骨披着黑衣 他一眼就认出了场上的千秋分身 他居然敢如此大胆地 出现在自己本体眼前 不过这才时隔几日 他已经超越他本体实力这么多了 看来是本地的气息 给予他了不少好处 有趣 真是有趣 黑色面具少年 要挑战的第二名才子 是来自排名第二妖宗的弟子 叫做肖顺 已经达到了刚刚达到苍穹境 之所以能被入榜至第二名 除了他背后强大的妖宗 更是因为他炼体为仙体 魔偶妖体 在修仙世界 炼体体质被分为四种 繁体 仙体 圣体 魂骨体 以吸收一具苍穹境躯体的修炼者 他只能炼体为普通的仙体 而各种炼体也有低品 中品 高品与极品之分 这魔偶妖体便是高品的仙体 妖宗之所以能位列横谷大陆第二宗门 就是因为 妖宗总能炼制出各种强大的炼体 让宗门内的每一位弟子 都拥有至少中品仙体的炼体体质 要知道 大多圣境的修炼者的炼体体质 不过才中品仙体而已 再往下的苍穹境修炼者 80%都没有仙体 全是清一色的繁体 可想而知 妖宗到底有多么强大 能让每一位宗内的弟子 都拥有仙体 王森看到有作为十大宗门之外的 修炼者上台挑战 瞬间就兴奋了 没想到 今年居然真的有敢向 排名前十的宗门弟子发起挑战 不知道他是哪个宗门的 虽然勇气可嘉 但大会结束后 他们宗门可要遭殃了 何况那还是妖宗那样的超级大宗 那位妖宗弟子 萧顺显然也没想到 自己会被人挑战 在错愕之后 轻蔑地笑了一声 他不觉得 那个戴着黑色面具的少年 打得过自己 萧顺从自己的座位席上 走上了挑战擂台 看着黑色面具少年道 按照规矩 挑战前十才子入榜 必须要报出身份 你是哪个宗门的 有勇气 居然敢挑战我妖宗 黑色面具少年语气冷漠 不动神色道 我没有名字 我也不来自任何宗门 是一个自由的修炼者 此话一出 萧顺瞬间皱眉道 不来自任何一个宗门 那你是如何进到会场的 呵呵 你现在还没资格知道 等你和我打完 自然会有人告诉你的 萧顺面色一宁 而两人的对话 让长老组的听到了 组长夜神风火 对身旁的一位长老道 欧阳长老 你派人去查查这个少年 来自哪个宗门 萧顺眉眼看着这位 黑色面具少年 语气中带着怒一道 你未免太狂妄了些 有实力 自然狂妄 废话少说 快点出手吧 有这功夫 我早就拿下你了 这里的擂台 同竞技场的擂台相同 场上的人说话 可以被所有在场的修炼者听见 黑色面具少年的话 实在太过狂妄 况且他对战的萧顺 可是妖宗的弟子 这无异于也是在羞辱妖宗 妖宗座位席上 左护法眯着眼睛 盯着场上的黑色面具少年 道 他是哪个宗门的 大会结束 本护法要去他们宗门看看 到底是怎样的导师 会教出来如此狂妄之徒 对了 让萧顺不要手下留情 他死在擂台上 有本护法担着 居然敢在百宗大会上 对妖宗示威 不知好歹 千秋听到黑色面具少年 和萧顺的对话 不由乐何道 这戴黑色面具的人 还真口无遮拦 我喜欢 不过 那萧顺也不全是靠着他背后 妖宗座上才子第二名的 他可是具有高品仙体 实力不容小觑啊 在一旁的齿小牙 也被黑色面具少年的言语所震惊 不知道他来自哪个宗门 这次大会结束 他们宗门可能完蛋了 妖宗向来是个牙字必报的宗门 长老组宣判比赛开始 萧顺和黑色面具少年 面对面站着 谁也没有先出手 你先出手吧 我让你三招 如果你没击败 我就自行下台吧 我可以留你一面 黑色面具少年 背手站在台上 语气平静 让我三招 萧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从未听到过 如此荒唐的要求 不只是萧顺 各个宗门的人也沸腾了 这戴面具的人是谁啊 一上台 各种挑衅不断 说的话也太嚣张了 萧顺可是妖宗年轻一辈里 最强的修炼者 他怕是不认识 萧顺才这样的吧 哼 这个少年死定了 以妖宗的性子 可能已经下了 让萧顺杀了这少年的命令 萧顺怒意 已经被完全记起 并且刚才通过妖宗之间 特殊传递信息的方式 得到了左护法的命令 杀死眼前这个黑色面具少年 萧顺当即聚气 爆发出蓝色的仙影 这是苍穹劲的象征 萧顺要让他为自己的狂妄 付出生命的代价 所以一开始就没打算留守 直接释放了神文仙术 百妖咆哮 然而萧顺发出的攻击 黑色面具少年 只是微微侧身了几下 全然躲了过去 随后微笑道 一招 你还有两招 萧顺愣住 做卫习上的所有人都愣住了 没有人想到 萧顺的仙术 居然会被黑色面具少年 这样轻松躲过 萧顺恼羞成怒 这次 他直接激发了魔偶妖体的练体 又一次施展了更为强大的仙术 可黑色面具少年 依旧轻松躲过 就连一丝灰尘都没有沾染到 卧槽 好 是这个萧顺太垃圾了 还是我眼睛花了 冯运也丢失了往常的冷静 抱了句粗口 千秋也傻眼了 就算是他平日里都没如此装逼 这个黑色面具少年也太装了吧 黑色面具少年轻笑 两招 坐在席位上的妖宗左护法极了 怒道 萧顺到底在干什么 连人家衣服领子都没碰到 快点解决他 萧顺狂吼一声 他不再保留任何实力 施展了压箱底的仙术 化妖为胜 刹那间 萧顺身体开始变大 衣服也被撑裂 原本俊朗的脸变得扭曲 成了一张无比丑陋的样子 身体也变成了宛如怪物的样子 石小亚咒没道 这是妖宗的秘术 让施术者身体短暂妖化 实力会暴涨三四倍 但此后魂力七日都无法恢复 这算是透支魂力的仙术 看来这个少年 真有不凡的实力 能让妖宗得意的弟子 第三招就动用这种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仙术 台上 萧顺化作腰身 背后巨大的仙影 也变得极其诡异起来 这次 黑色面具少年也不在背手里 而是摆出了防御的姿态 萧顺再次施展仙术 冲着黑色面具少年而去 台上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 所有人都以为 黑色面具少年要被击倒 可尘埃落去 黑色少年依旧安然无恙地站在台上 只不过他面具上一脚 被震碎掉落在地上 三招 该我了 黑色面具少年说完 当即后退一步 随后念了一句巨气 身后红色的仙影显露了出来 千秋一震 瞬间猛了 红色的仙影 他不过才虚空静 池小雅面色已经变得发白 轻轻摇了摇头 不 虚空静和圣静仙影都是红色 只不过圣静仙影颜色要深些 他这是圣静的仙影颜色 什么 圣静 不给众多修炼者反应的机会 黑色面具少年轻念了一句神文 所有人都未听到他说了什么 煞世间 少年的红色仙影 双手合十 眼睛紧闭 仙影背后又出现了十几只手 随后一巴掌拍向萧顺 卧槽 这TM的是千手大佛 千秋已经彻底震撼了 这是他来到这个世界 第一次被这样震撼 圣静的仙影有几十米高 一个巴掌 都要比划为巨大腰身的萧顺大出太多 萧顺举起双手 抗住那一巴掌 脚下擂台 已经被踩出了一个巨坑 啊 萧顺发出呐喊 大腿已经在开始打战 显然要抵挡不住了 黑色面具少年又默念了一句神文 他身后的仙影加大了力气 最终萧顺没能抗住 被一巴掌拍到在了擂台上 黑色面具少年收起仙影 平静地站在擂台上 整个会场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尚未反应过来 萧顺被一招秒杀了 在场的谁都没有想到 身为妖宗得意的弟子的萧顺 身为苍穹静 并且还有魔偶妖体的仙体 在被黑色面具少年让过三招之后 一击秒杀了 甚至戴黑色面具的少年 几乎没有费什么力气 千秋倒吸了一口冷气 震惊地看着这一幕 你难道 这就是圣境强者的实力吗 各位长老组的长老们 还不宣判比赛结果吗 少年站在台上 用着无比平静的语气说道 就好像他刚才碾死了一只蝼蚁而已 长老组的足长夜神风火 率先反应过来 立即起身道 第二才子 萧顺白 随着夜神风火的话音落下 葛宗门席位上的修炼者们 也回过神 爆发出了如雷惯耳的惊呼声 妖宗的左护法勃然大怒 他盯着萧顺 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的身体 面色变得格外阴冷 为了不在众人面前失态 左护法压低了声音 对身旁的一位妖宗长老道 快去把萧顺那个废物给我抬下去 妖宗的脸让他丢尽了 黄座之上的夜神皇族家主 一直没有关注场上的战斗 对他而言 这种不入眼的战斗 根本不会关注 可刚才带黑色面具少年 爆发出圣境仙影的那一刻 他不经意间地瞥了一眼 此子的魂力等级以及仙体 嗯 夜神家主发出一声迟疑 但最终还是收回了目光 没把他放在心上 然而 坐在他身旁的冰山女王 与天神宗宗主 却已经被吸引了注意力 天神宗宗主道 这仙术本地还是第一次见 不知女王殿下有何见解 本王也未见过 不过这子天父倒是令本王惊讶 天神宗宗主观察着冰山女王的神情 发现他似乎并没有露出什么其他的情绪 此时 此前夜神风火嘱咐 让欧阳长老查探戴飞色面具的少年的身份 欧阳长老派出去的人已经回来了 附在他耳边说了几句 欧阳长老面色大变 风火前辈 这子身份已经调查清楚了 夜神风火点头 玄机示意他继续讲 欧阳长老压低了声音 正如那少年自己所说 他不属于任何宗门 而且我们也没有查到关于他的任何信息 他能进到会场里来 是因为他在昨日涂掉了整个三雷宗 拿走了属于三雷宗参加大会的腰牌 三雷宗 是横古大陆排名第三十一位的那个三雷宗 是的 夜神风火猛然把目光投向台上站着的少年 他们之间明明隔了很远 但少年像是感受到夜神风火的目光 也把脸转向了他 夜神风火语气十分震撼 道 不出我所料的话 这次最多二十岁 他已经达到了圣经 我记得三雷宗有七位圣经修炼者 十几位苍穹镜修炼者 他一个人途径了整个三雷宗 欧阳长老面色极其难看 他对夜神风火点了点头 的确是他一人 根据逃出来的几个三雷宗弟子描述 他冲进三雷宗一言未发 直接顺杀了三位圣经长老 三雷宗宗主都没能在他手上撑过五招 长老组其他几位长老也听见了此事 面色凝重道 风火前辈 这次并非三雷宗之人 他却拿着三雷宗的腰牌来到了百宗大会 要不要禀告各大宗门 把慈子拿下 大会从没规定过 不能屠杀其他宗门 夺去其他宗门的腰牌参加大会 会场的大门恐怕要被很多人追杀了 灭宗 这可是人神共愤的行为啊 夜神烽火先是宣布了黑色面具少年 顶替萧顺称为第二才子的位置 随即也郑重地将欧阳长老调查来的事情 在会场上毫无保留地宣布了出来 众人得知少年一人灭了整个三雷宗的时候 原本还在为他实力而感到赞赏的修炼者 玄机换了一副痛恨的表情 一个宗门 少说也有上百人 他无冤无仇之下 居然灭了人家整个宗门 众多宗门的骂声中 黑色面具少年备手一一地看向他们 随后用着一副极其冰冷的声音说 我是个挺记仇的人 今日唾弃本圣的人 日后本圣会一一上门拜访的 其中一位圣境强者起身骂道 你算什么圣境修炼者 滥杀无辜 目中无人 我铁血圣者话就料这儿 他日你若是出了这百宗大会的会场 用不了半日你就会被群起而攻之 哦是吗 我倒要看看 从这会场出去 是我被群攻杀死 还是你这个铁血圣者被我杀死 黑色面具少年狂妄的言语 又激起一阵名分 不少宗族的长老都 支持这位来自铁血宗的铁血圣者 表示离开大会 定然要助他一臂之力 会场场面一度的混乱 最后还是夜神家主 发出来自帝王镜的震慑 才让整个会场平复下来 池小雅盯着台上那狂妄至极的少年 对千秋道 神子 那台上少年的气息 给我一种熟悉的感觉 那日 我派出去调查图村一事的时候 那几位逃回来的长老身上 也有与他相似的气息 不可能吧 宗主 台上那青年可是圣镜强者 咱们宗里派出去的长老 连苍穹镜都没有 若是遇上他 怎么可能还有命逃回来 千秋质疑了一声 池小雅紧皱着眉头 他用西西里之铜 在黑色面具少年身上 什么也看不到 还总感觉少年时不时用于光看他 也是 图村的人应该也就虚空镜 这才几日 总不会连续晋升到圣镜吧 池小雅的难道 但猛然想起一日升五进的千秋 猛然觉得 这倒也不是不可能 有了戴黑色面具少年的先例 一些排名靠后的宗门 也被点燃了心中的勇气 勇于站出来挑战前十的才子 有了第二人 很快第三人 第四人 足足出现了二十多位 来自各小宗门的挑战者 去上台挑战 十大宗门的脸都黑了 没想到一个矛头小子的扰乱 让这百宗大会多年来的潜规则被打破了 后面那些小宗门的人 居然都敢来挑战了 泰山宗宗主忍不住骂道 这一群人都疯了吗 十大宗门他们都敢来挑战 真不怕出了这会场 我们不会去寻他们吗 宗主 来参加大会 几乎一半的宗门都派人上场了 咱们十大宗门就算再霸道 总不能出去给所有宗门都灭了吧 泰山宗的大长老苦笑一声 不过有意思的是 一整天有几十位挑战入榜前十的才子 就连排名第一的石少卿 都有人去挑战 虽然没能赢下比赛 可至少有人敢于挑战 然而夺去了第二才子之位的黑色面具少年 没有一个人敢去与他对战 谁不知道 这尊大佛是圣境强者啊 他凭借一人之力 灭杀了整个三雷宗 三雷宗有七位圣境强者坐镇 但还不是给杀的一干二净 这说明什么 这少年依旧不止圣境了 他至少已经踏入了准地的境界 此时 石小雅见时机差不多成熟了 对身旁的冯运道 魂子 你去挑战排名第九的才子吧 如果能稳坐在第九的位置 据说长老祖最终发放的奖励是一口魂顶 你不正是缺少一口魂顶吗 知道了宗主 我去试试 入榜前十才子的位置上 黑色面具少年一直在用极其隐晦的目光 看着千秋与持小雅所落座的方向 真示弱啊 明明有一身一鱼常人的天赋 你却一点都开发不出来 呵 可凭什么我是你的影子 冯运上台准备挑战 千秋对冯运道 小屁孩 上去小心点 如果打不过 不要硬撑 就你话多 我还没打过败仗 千秋笑了笑 也没接冯运的话 其实他早就看过了 第九才子之位 是来自排名第十青云阁的弟子 算起来 他也是十位才子当中 实力最弱的一位了 他只有虚空静 有一具中品的仙体 除此之外 就没有其他过人的长处了 听起来十分的普通 在旁边的王森却急了 喂喂 那小屁孩 不会真的要上去挑战第九才子吧 他可是青云阁的凡臣 虽然修为境界 只是虚空静 比起其他几位才子 要逊色不少 可他魂力等级 据说已经达到了猎魂中期 还具有中品的仙体 那又怎样 我都说了 那小屁孩十三岁魁魂 他一个猎魂中期 在狗叫什么 千秋掏了掏耳朵 不以为然道 王森还想说什么 千秋先一步问道 哎呀 我们宗主都不操心 你一个外人操心什么 你跟我讲讲 这排在前十的才子 奖励都有什么吧 其实千秋是想问迟小雅的 可他对自己的态度一向冷漠 想了想 还是问王森比较容易些 他在外界也有谣传 正如你们宗主说的一样 排第九名的奖励是魂顶一 第十名的话 是一柄品质极佳的剑 第八名是一本神文功法 上面记载了不少神文仙术 不过因为难度太高了 大多圣经的修炼者都无法渗透 所以被放在了第八名的奖励 至于第七名和第六名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奖励 不过听说第五名的奖励 是一尊高品的仙体 听到仙体 千秋瞬间来了兴趣 他现在还没有练体 如果能拿到这具高品仙体 那不马上就有仙体了 等回去再吸收一具 三位师傅准备的仙体 岂不是体上加体 这样一想 当即问道 第五才子是谁 什么修为境界的 王森用怪异的眼神看着千秋 阴阳怪气道 你该不会是想去挑战他吧 不然呢 这次没等千秋开口 石小雅就到 神子 排名第五的才子 是排名第七太山宗的弟子 以你现在的修为 是不可能战胜他的 太山宗 千秋依稀记得 昨晚上在竞技场 越级击败的修炼者 正是太山宗的 好像叫什么 姚飞 千秋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宗主 第五才子是不是叫姚飞 你怎么知道 持小雅一正 千秋笑了 此时他更加自信起来 随即拍了拍屁股起身 对持小雅道 宗主 第五名的奖励太诱人了 实力不允许我低调了 我去去就回 神子 你等等 持小雅喊了一句 可千秋头也不回地就走了 持小雅看着千秋的背影 本想上前阻拦 可莫名觉得他或许 真的能战胜太山宗的弟子 毕竟从千秋出现在他视线的第一眼起 就已经在他面前 创造出了太多不可能 王森难以置信地盯着千秋 向持小雅问道 这位宗主 你们宗门的弟子 都这么胡吗 持小雅冷冷地看了一眼王森 你说谁胡 说着 他身后瞬间显露出了 象征着圣经的仙艺 王森吓得当即躲在了自己师父身后 老者带着歉意 对持小雅笑了笑 他这才收起了仙艺 千秋向着台上走去 心中不由窃喜 本来想着第五才子 是个不好对付的主 没想到 居然是手下败将 上台之后 千秋向长老祖 禀告了自己宗门信息 以及修为境界之后 夜神风火 俯了俯胡子笑道 十九岁 虚空敬修炼者 不错不错 永恒宗虽然这些年没落了 但好歹 也是拥有长生中这一神器的宗门 到底还是底蕴不错 这一次千秋 是以自己的真实身份挑战姚飞 并没有像昨晚在竞技场那样 戴上白色面具 在黄座旁 夜神家主身边 多了一个妙龄少女 她叫夜神千寻 是夜神家主的唯一一个女儿 如果千秋这时候看到她 恐怕要惊掉下巴 因为这正是她先前在殿墙之下救了的少女 夜神家主看见自己最宠爱的女儿来了 原本严肃的瞬间 变换成一副笑脸 溺爱的看着夜神千寻 小寻 今年怎么愿意来这百宗大会了 为父不是记得你最讨厌这大会了吗 夜神千寻嘟了嘟嘴 谁让父皇不让我出去玩 我无聊来看看不行吗 行 我看谁敢说不行 来来来 为父的位置让给你 你坐着看 夜神家主把位置让给了夜神千寻 夜神千寻也不和自己父亲客气 坐下之后 眼睛迅速地在座卫席上 寻找起先前公主抱了她的那个少年 最终 她在其中一个擂台上 找到了那个少年 夜神千寻咧嘴一笑 咬了咬嘴唇 随即对自己的父亲道 父皇 那个擂台上的人叫什么 夜神家主看向自己女儿指着的舞台 上面的人正是第五才子姚妃 她有些惊讶 难不成自己的宝贝女儿看上这个泰山宗的弟子了 她好像叫姚飞 是横谷大陆泰山宗的人 怎么 你是看上她了 倒也不是不行 泰山宗也是前世的宗门 而且她是今年第五才子 实力也算不错 父皇你在胡说什么呢 谁会看上泰山宗那些大老粗 我是问你 准备挑战那个才子的修炼者 叫什么名字 夜神家主愣了愣 疑惑地看向台上的千秋 她并不知道 这个挑战者是来自哪个宗门的弟子 小旬 那子为父也不知道叫什么 不过他们开始对战之前 会自报信息的 咦 小旬你怎么对一个无名小辈感兴趣 夜神千寻当然不会把自己刚才的经历 告诉自己父亲 不然以他的性子 知道自己宝贝女儿 被一个陌生男子抱了 非不得当场给他碎尸万段 擂台上 千秋拱手对姚飞道 在下名为千秋 来自永恒宗 虚空镜修炼者 千秋已经是姚飞今天第三个挑战者了 前两个挑战者姚飞 几乎没花什么功夫就击败了 姚飞丝毫不在意地挥了挥手 哦 别废话了 快点出招吧 大会就快结束了 你应该是我最后一个挑战者 千秋虽然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但心中早已惊乐开花了 姚飞你小子 还真是计吃不计打呀 昨晚刚被我虐了 现在又是一副 瞧不起虚空镜修炼者的样子 那只能再虐你一次了 千秋心想着 但他也保持着清醒 这场战斗对他而言 还是很有挑战性的 因为昨日在竞技场 已经使用了黑笑 以及他惯用的神文仙术的 爆天星与万象天影 从竞技场出来之后 还被好多宗门的人跟踪 如果他今天再使用出那些 仙术与黑笑 马上就会暴露身份 所以千秋很清楚 自己昨天使用过的招数 今天一个都不能用 站在最高座位席上的 夜神千寻捏着下巴 笑眯眯的那难道 原来你叫千秋 哼哼 咱们俩还真是有缘呢 名字只差一个字 千秋在台上没有大意 聚气爆发出了自己的仙影 双眼瞪着姚飞 姚飞如何都想不到 自己眼前这个少年 正是昨晚在竞技场 虐了他的球鸟 你进阶爹 你先出手吧 姚飞淡淡道 千秋深吸一口气 旋即用上了他先前观战 肖顺与黑色面具少年时 学到的仙术 仙术复制 百妖咆哮 千秋的仙影张开大口 发出了巨大的咆哮冲击波 姚飞压根没想到 千秋居然会直接使用出 这样强大的神文仙术 况且 姚飞十分清楚 这明明是妖宗惯用的神文仙术 眼前这个修炼者 为什么会用 姚飞被击退了好一段距离 不可思议地看着千秋 猛然间 他又想起了 昨晚在竞技场时 同样也是一个虚空镜的修炼者 用了各种诡异的仙术 将他直接击败 这种熟悉的感觉 让姚飞不敢再大意 毕竟昨天 在竞技场输了就输了 但这里可是百宗大会 他此刻代表的不只是自己 更是泰山宗 哦 有点实力 看来不能小瞧你了 不过 你使用妖宗的神文仙术 这场战斗结束 你们宗门可是要被问责了 千秋不以为然地耸耸肩 谁规定 仙术还只能某个特质的宗门使用 口气真大 姚飞说完 眼神一宁 当即聚气 释放仙术 石破天晶 昨晚和姚飞一战 千秋早都摸透了他的仙术施展 预料到他会以这招起手 先一步退到了石破天晶攻击范围之外 姚飞一愣 见自己的技能被躲开 稍稍惊讶之后 他为了不节外生枝 这次 他直接施展了魂灭火云 千秋咧嘴一笑 他等的就是这一招 因为施展这个仙术的时候 姚飞必须先悬空蓄力 如果是第一次见到姚飞施展这个仙术 只会眼睁睁地看着他 跃起蓄力 可千秋毕竟不是第一次和姚飞战斗 在躲避掉石破天晶之后 没有犹豫 直接冲向了姚飞 预判了他的位置 使出普通仙术 打算给姚飞一个措手不及 然而姚飞到底是苍穹镜修炼者 反应很迅速 他看到千秋冲着自己而来 马上看穿了他的意图 居然能预判我的仙术 不过境界太低 速度慢了些 姚飞说完 硬生生收住了自己跃起的动作 他退后一步 原地双手合十 重新释放魂灭火云 不好 千秋面色大变 他想要退回去 可惯性让他根本不能马上收住动作 擂台上火云密布 一个火球从天而降 速度极快地重向千秋 夜神千询瞪大了眼睛 不好 他要输了 夜神家主也一直注意着 姚飞和千秋的对战 看到这一幕不由笑了一下 果然来自小宗门的修炼者 要弱几分 何况他只是一个虚空镜修炼者而已 夜神千询不愿意相信速度 要比自己贴身保镖科比还快的千秋 居然要输在一个苍穹镜修炼者手里 要知道 科比可是苍穹镜巅峰的修炼者 停不下来动作的千秋 此时心也是沉到了谷底 他一时间反应不过来 该怎么办 此时 他脑海里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别愣着了 快用汉语说 冰河时代 千秋一愣 顾不上这个声音到底来自何处 当即用神闻道 冰河时代 言出法随 随着千秋的话音落下 周围的温度迅速下降 空气中的水分都凝结成冰 整个擂台上都结了一层很厚的冰 而千秋四肢也变成了冰 火球砸在了千秋身上 而千秋只是用手轻轻一挡 便挡住了这一击 姚飞大惊 他即刻准备发动下一次仙术 可他刚抬手 就发现自己四肢变得无比僵硬 低头一看 发现从腿部开始 身上已经出现了大量冰渣 千秋的冰壁一挥 空气中凝结的冰渣 全部聚集成一个冰锥 速度极快地飞向姚飞 姚飞被冰锥结实地打在了胸膛上 身上的冰渣也碎裂开来 他感觉自己的骨头都快碎了 他倒在地上半晌起不来 屈辱地感觉涌上他的脑海 他到现在都不明白 自己为何会接连摆在 虚空境修炼者的手上 他从千秋身上 看到了昨晚在竞技场里 那个叫做球鸟的修炼者影子 可是千秋和球鸟施展的仙术 大相径庭 压根不像是一个人 此时 关注着这场 战斗的人们都愣住了 所有人都认为 千秋是不可能打过姚飞的 就像在他前面挑战的 两个修炼者一样 况且 刚才千秋明明已经露出了致命的破绽 姚飞随意就能击败他 但现在是什么情况 姚飞输了 千秋走到姚飞身旁 笑眯眯的看着姚飞 在他耳边低声道 这滋味不好受吧 手下败将 姚飞瞳孔瞬间扩大 不可思议的看着千秋 他有一瞬间觉得 千秋就算球鸟 不然怎会说 他是手下败将 但转念一想 他现在的却输给千秋了 千秋说 他是手下败将 好像同样合理 姚飞苦笑一声 艰难的从地上爬起 没想到我居然会输 给一个虚空境的人 这下回去 师父和宗主 肯定绕不了我 姚飞下了台 夜神风火宣布了 千秋对战姚飞胜利的结果 并且成功夺得 第五才子的位置 此时此刻 坐在席位上的王森 已经傻眼了 嘴巴长得老大 足足可以吃下一个西瓜 他可是从千秋一上台 就盯着他的人 目睹了千秋击败姚飞的全程 哇哇哇 卧槽 这是假的吧 他最后释放的神温仙术 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居然真的打败了 泰山宗的姚飞 王森的师父 也震惊地看着台上的千秋 旋即像是想起了什么 猛然看向 还在席位上的池小雅 道 敢问姑娘 你们是拥有 长生中的那个永恒宗吗 是的 那台上的那子 让长生中响了几声 池小雅回想起 千秋第一天 来到永恒宗的模样 淡淡地回道 九生 他是我们宗门的神子 死 老者猛吸了一口冷气 谁人不知 长生中九响代表着什么 他已经预料到 如果十大宗门 知道了这个消息 会怎样疯狂地 让千秋加入他们宗 在建宗席位上 叫做墨淑的老者 皱了皱眉 对建宗宗主道 主人 你有没有觉得 台上击败泰山宗弟子的 那个年轻人 有些熟悉 哦 你也感觉到了吗 他的确很像是昨晚 在竞技场的那个修炼者 墨淑汉手 又压低了声音道 不止如此 有一刹那 老奴从他气息中 还闻出了涂掉 整个三雷宗的 那黑色 面具少年的气息 建宗宗主手 只有节奏地 在椅子上敲动着 许久才道 昨儿你说那子 打开了虚空之门 进入了虚空星界 如果这个来自 永恒宗的千秋和球鸟 是一个人 虚空圣宗的人 早就察觉了 你看他们不是 没有动吗 这倒也是 不过 这些日子 还真是能者背出啊 先是斗兽场的 黑色修罗 竞技场的球鸟 屠杀三雷宗的 圣经少年 现在又多出一个 永恒宗的千秋 建宗宗主笑了笑 指着另一边的擂台 轻笑道 永恒宗可不止一个千秋 还有那个叫做 冯运的孩子 十三岁 魁魂 他就要打败青云阁的人了 言语间 胜负已分 冯运胜 莫书震惊 有些难以置信地 看着台上 随后一声叹息 可惜这些天才 都不是我们建宗的人 天灾就快降临了 我们建宗 却再也没有 天赋一禀的弟子 出现了 这该如何面对天灾 建宗宗主 放荡不羁的脸上 也露出了担忧之色 千秋从台上下来之后 脑海里又出现了那道声音 他上次在斗兽场 准备使用分身术时 这道声音就警告 他在盛禁之前 不要再使用分身术 这一次 他又出现了 千秋尝试与他交流 但在脑海里 再也没有传来 那个人的声音 千秋带着急重的心思 准备回到座卫席上 发现冯运正好也回来了 笑道 魂子 赢了吗 嗯 千秋点头 坐下继续思考 那道声音 到底是从何而来的 丝毫没有注意到 王森和他师父 以及持小雅 正用怪异的眼神看他 还是王森先打破了沉默 恨不能马上给千秋跪下 他道 邱大神 小的有眼不识泰山 没想到邱大神这要牛逼 吊打泰山宗姚飞 牛逼啊 呵呵 低调低调 我们家小屁孩也挺厉害 不也赢了吗 千秋笑道 王森一愣 随即反应过来 得知冯运真的是13岁魁魂 又马上跑去舔冯运了 王森师父脸都黑了 他心想 你小子是忘了 最开始是在人家面前 怎么吹嘘自己的了吗 20岁魂魁敬修炼者 你不要脸 为师还要这张老脸呢 在一旁的持小雅 同样被千秋一击 反杀了姚飞 而感到惊讶 并且千秋使出的 两个神文仙术 都让他无比震惊 千秋第一招使用的是 妖宗的百妖咆哮 他明明从没有接触过妖宗 他是如何使用出这个仙术的 持小雅脑海里 突然闪过一个十分恐怖的想法 千秋唯一与妖宗有过接触的 只是一眼就学会了 消顺的神文仙术 这不可能吧 这可是神文 就算是我不认识的神文 都要胜悟许久 绝不可能做到 耳听目睹就能学会 难道说 他懂神文的原本含义 那岂不是成了神器一样的存在吗 持小雅越想 越觉得千秋身份深不可测 神子 你 你那些神文仙术 都是从何学来的 持小雅面色复杂的看着千秋 啊 自创的自创的 之前不是跟你和老祖说过吗 千秋饶了饶脑袋 心中一惊 叶神千寻眯着眼睛 看着坐在座卫席上的千秋 他对这个少年更加感兴趣了 叶神家主略微惊讶 刚才千秋明显要输了 居然成功反杀了泰山宗的姚飞 这让身为帝王镜的他都看走眼了 永恒宗 持有上古神弃长生中的那个宗门吗 叶神家主自言了一句 但依旧没有把千秋放在心上 此时此刻 躲在会场角落的那尊帝王镜白骨 也被千秋刚才那场战斗所惊讶了 不过他很清楚 千秋是如何赢下比赛的 没想到那个分身居然能和本体交流 这倒是让本帝没想到的 那尊帝王镜白骨穿着黑衣 瞬间消失在原地 只留下了一滩水迹 坐在黄座上的夜神家主 冰山女王 天神宗宗主三人面色同时一宁 互相对视了一眼 天神宗宗主露出一副意味深长的表情 看来这次的大会 让咱们那位老朋友都产生了兴趣 话音刚落 天神宗宗主也消失不见 他出现在先前帝王镜白骨留下的那滩水迹旁 果然是你 祈宇大帝 百宗大会的前十名才子评选 已经落下帷幕 前十才子 今年不再只是十大宗门的弟子 除去千秋和冯运 以及黑色面具少年 还有两位来自小宗门的弟子 他们分别战胜了第十才子 第四才子 剩下前来挑战的弟子 都被击败 说到底 强者还都在十大宗门之内 毕竟他们的资源 要胜过小宗门太多 夜神烽带着一众长老 宣布了前十才子的名单 这时候 他才惊奇地发现 唯独永恒宗 有两位弟子都入榜了 在场的众多宗门 也为之惊讶 在这样历年来 被十大宗门占据的榜单 永恒宗这一小宗门 居然有两名弟子成功入榜 这个永恒宗什么来头 居然有两个弟子入榜了 你看其中一个入榜的弟子 居然那么小一个 听说才十三岁 已经步入魁魂前妻了 这也太恐怖了吧 十三岁魁魂 这是何等的天赋 你们一看就没见识 永恒宗虽然宗门排名靠后 没有几个圣境强者的支撑 但他们有一柄 叫做长生中的上古神器 那可是长生大帝的武器 一时间 永恒宗成为了 众多宗门口中谈论的话题 池小雅并没有为此感到兴奋 反而感到惆怅 原本他只是想让冯云入榜 届时其他宗门也有入榜的弟子 就不存在被十大宗门注意到 他没想到的是 千秋居然也意外地入了才子榜 还是第五名 夜神烽火带着一众长老 拿着这次前十名的奖励上了擂台 准备一一给每个人发放奖励 每个人的奖励 都是被特殊的仙术所包裹 只有接收者才有机会打开 所以除获得者之外 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奖励到底是什么 从后之前发放 千秋拿到奖励之后 致谢了夜神烽火 谢谢烽火长老 夜神烽火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道 后生 你们永恒宗老朽 还是很了解的 不知道你让长生中吉祥 禀告烽火长老 久祥 夜神烽火浑身一阵 短暂的惊讶之后 笑容甚是浓厚 不错不错 让长生中酒响 看来永恒宗要崛起了 与此同时 在七星宗的座位席上 纳兰沧海看着台上的千秋 面色格外阴沉 宗主 那个永恒宗的弟子 便是我上次跟您说的那子 没想到他实力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此子不但在虚空竟能打开虚空之门 现在还成为了第五才子 七星宗宗主眯了眯眼睛 道 永恒宗吗 还真是凑巧 这场大会结束之后 这子便会那儿我七星宗麾下 沧海长老通知其他长老 速速回宗 纳兰沧海脸色一变 压低声音道 宗主 您是准备动手了吗 天灾之前 我们必须壮大自己的实力 不然只会沦为其他宗们的炮灰 等到夜神烽火 给黑色面具少年发布奖励的时候 脸色却是冷了下来 晚辈 老朽没看走眼的话 你只有十九岁 黑色面具少年只是轻点头 道 烽火长老 这些话就别说了吧 我只为了这个奖励而来 墨杰 老朽代替 我们家主问你 有没有兴趣 加入我们夜神皇族 你屠杀了整个三雷宗的人 已经被众多宗门下了追杀令 就算你实力再强 终归只是圣经 那么多宗门的长老加起来 就算没有一百个圣经修炼者 也有七八十了 加入夜神皇族 他们就没有理由再对你出手了 黑色面具少年不为所动 伸手从夜神烽火手上 拿过了属于他的奖励 淡淡道 没兴趣 超气傲的性格会拒绝 只是他没想到会这么干脆 夜神风火点点头 既然你一心寻死 老朽也不再做挽留了 黑色面具少年 解除了奖励上的仙术封印 确定这是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之后 阴冷一笑 随后猛然抱起 聚集露出了自己的仙影 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黑色面具少年从台上一跃而起 整个人飞向空中 他巨大的仙影 将他包裹在其中 整个会场沸腾 所有人目光看向他 连坐在夜神家主身旁的天神宗宗主 与冰山女王都向他投去了目光 千秋看着这个黑色面具少年 心中猛然一抽 他有极强的预感 要出大事 千秋不像其他几个才子一样 正在原地 当即拉起同他在台上的冯运 魂子快走 可能要出事了 冯运一脸猛逼的被千秋拉下了台 此时在空中悬浮着的黑色面具 也开口了 你们也都知道我图了整个三雷宗 三雷宗有七位圣境强者 全被我一人所杀 现在 本圣宣布要成立诸仙殿 有谁愿意追随本圣 加入诸仙殿的修炼者 本圣承诺在十日之内 不论是你和靖剑 本圣都能助你晋升至圣境 全场哗然 站在台上的夜神烽火 脸色极其阴沉 黑色面具少年的行为 这是不把夜神家族 以及十大宗门放在眼里 夜神烽火聚气 施展了让自己变大的仙术 霍生 你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吗 这是百宗大会 不是你招兵买马的地方 还有你要成立的诸仙殿 这样带有奇异的名字 你是打算诛杀 整个修仙世界的人吗 黑色面具少年 看都没看一眼夜神烽火 一只手指指向 做卫习上的修炼者 那修炼者 身体瞬间浮空而起 仙影瞬间外露 这位修炼者惊恐道 怎么回事 我没有拒绝 仙影为什么会显露出来 修炼者背后出现的是 轮回镜的紫色仙影 随着黑色面具少年嘴唇动了动 他的仙影瞬间变换 从紫色到红色 从红色又变成蓝色 蓝色又迅速变成了深红色 这位修炼者竟然在眨眼的功夫 从轮回镜 晋升至了圣境 卧槽 这是什么邪说 他真的从轮回镜 晋升至了圣境 这 大人 我要加入朱仙殿 我也要 我也要 让我追随你吗 场上 众多修炼者疯狂了 要知道 修炼至圣境的条件 是十分苛刻的 达到苍穹境之后 就会遇到极大的瓶颈 如果没有机缘的话 恐怕花上三四十年修为境界 都不会有任何进步 眼下 他们眼睁睁看着那个轮回镜修炼者 被黑色面具少年 轻而易举给助生之圣境了 他们加入宗门是为何 为的不正是宗门的资源 好让自己早日成为高境界的修炼者吗 场上无数的修炼者施展仙术 奔向黑色面具少年 场面一度失控 夜神烽火眼神一宁 也被黑色面具少年这一行为 直接给震撼到了 这是 这是什么样的邪术 死子到底是什么妖念 夜神烽火意识到 自己已经无法阻止了 当即退了回去 随后三道身影出现在了他的身边 来这三人 正是夜神家主 冰山女王 天神宗宗主 夜神家主皱着眉 道 这等仙术 是贝壳在神碑上的神闻禁术 神碑立在神界 通往神界的路早就被关闭了 他是从何得到这禁术的 天神宗宗主沉声道 不管他是从何得到的 他今天绝对不能活着离开这里 三位强者瞬间聚气 显露出了他们的仙影 是恐怖的黑色仙影 高达百米 这就是帝王静的大帝强者 所有人看到三位大帝出手 都惊慌了起来 帝王静的大帝 随便一个仙术 都能摧毁方圆数十公里的一切生灵 如果他们在这里打起来了 所有人不都得沦为陪葬品 准备加入黑色面具少年 朱仙殿的修炼者犹豫了 他们都听到了三位大帝的话 他们不允许让黑色面具少年 活着离开 黑色面具少年 看到比自己大了数倍的 三位帝王静大帝 没有惊慌是错 而是十分平静到 三位大帝 是要对我一个区区圣者动手吗 夜神家主冷声赤道 你动用神文禁术 你觉得我们不该杀了你吗 我的确该杀 不过你们今天留不下我 门帝 你还准备等到什么时候 三位大帝听到门帝二字 脸色瞬间就变了 紧接着从苍穹之上忽然扭曲 出现了一个宛如黑洞的洞口 一个巨大的黑色仙影 从中踏出脚来 伴随着的是一阵节节节的笑声 节节节 冰山大帝 灰夜大帝 天帝 你们三人居然为难一个圣境修炼者 这么多年不见脸皮 变得真是厚吗 冰山大帝是冰山女王 而灰夜大帝是夜神家主 天帝则是天神宗宗主 从苍穹上黑洞出来的帝王静大帝 被称为门帝 他挡在了黑色面具少年的身前 淡淡道 本帝没来晚吧 废话少说 速速开门 带走这些修炼者 东西已经拿到手了 其他帝王静修炼者 黑色面具少年冷冷地回了一句 但门帝对于他这带有不敬的言语没有生气 反而又节节 笑了两声 夜神家主看着门帝 道 门帝 你藏在自己的门戒里多年 为什么要帮这样一个 使用神闻禁术的人 你知道 使用神闻禁术会 加速让天灾到来 会让更多邪神注意到这里的 节节节 这禁术 正是我给他的 邪神注意到这里又如何呢 本帝不像你们安于现状 本帝要突破帝王境 门帝说吧 随后高声道 所有人听着 本帝就是已经销声匿迹多年的门帝 本帝也是诸仙殿的人 方才因为三位大帝出手 已经打有退堂鼓的修炼者们 再一次沸腾 谁人不知门帝 有帝王境修炼者的宗门屈之可数 现在不但可以加入有帝王境大帝的宗门 还可以在短时间内 直接晋升至圣境 就算与各大宗门为敌 又如何 实力才是王道 一旦达到圣境 那只需要想着 如何晋升至帝王境 届时 除了帝王境强者亲自来 否则想要击杀一个圣境强者 也要掂量几分 门帝在擂台上开了好几扇门 共要加入诸仙殿的修炼者们进入 冰山女王盲道 两位别愣着了 让这些人都加入了那邪宗 将来必然引起大乱 三位大帝同时施展仙术 可门帝又开启三扇门 把他们的攻击全部吸入了进去 结结结 本帝今天不和你们打 门帝说完 在身后开了一扇门 带着黑色面具少年顿入其中 台上的那些门也随之关闭 带走了众多修炼者 随着所有门帝打开的门关闭 整个会场便空旷了不少 几乎每个宗门都有加入诸仙殿的 更甚的是 有十几个宗门 甚至连他们宗主都加入了诸仙殿 夜神家主脸色十分阴冷 他怒火中烧 没想到在百宗大会 居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谁都没想到 凭借一己之力涂掉三雷宗的黑色面具少年 身后居然还站着一位帝王敬修炼者 门帝 十大宗门当中也有帝王敬修炼者 他们刚才没有轻举妄动 因为他们不敢保证 打起来后自己会不会受伤 毕竟这可是帝王敬强者之间的斗争 他们代表着自己的宗门 一旦自己受伤 此战结束不能确保 会不会其他几大宗门会趁人之危 此时 冰山女王默默说道 诸位 纳子日后将不断使用神闻禁术 只会让更多邪神注意到这个世界 天灾会提前一半的时间到来 这一次的天灾 要比以往的每一次天灾都要恐怖 恐怕修仙世界要成为邪神们的阶下囚了 绝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我会找到其他大地 商讨对策的 这场大会到此结束吧 夜神家主说了一句 随后消失在了原地 冰山女王和天神宗宗主相互对视一眼 随即也消失在了会场 在场众多修炼者都还处于震惊当中 除去在天灾的时候 会看到这么多大地显露先影 在平日里 压根不可能目睹帝王境的仙影掌 什么样子 十大宗门的宗主们 也意识到修仙世界可能要大乱了 当即带着自己宗门的人速速 离开了会场 此时此刻 千秋带着冯运 以及到了池小雅身边 池小雅眉头紧皱 心情同样复杂 千秋心有余悸 他清楚地感觉到 刚才在门第关闭门的时候 门第和黑色面具少年 同时朝着他投来了神念 神子 魂子 修仙世界要出现大乱了 咱们速速回永恒宗 将此事禀告三位老祖 修仙世界的所有修炼者 无一人注意到 在浩瀚的宇宙中 有四五道来自神奇的注视 投向了他们的修仙世界 千秋和池小雅 以及冯运三人 用最快的速度 往永恒宗赶 路上他看到了许多落魄的小宗门 原本是来相互彰显宗门实力的大会 居然被那个少年 搞成了现在这样 众多追求实力的修炼者 都加入了门第和那少年 创立的朱仙殿 池小雅很清楚 这意味着朱仙殿 打算要与各个大陆的宗门们为敌 能来参加百宗大会的 必然都是各大宗门的胶子 可现在一大半都被朱仙殿挖走了 朱仙殿的创立者 不但是一个十分强大的圣境强者 身后还占有帝王境强者支持 从客观角度上来说 他的起点已经达到了一种恐怖的地步 如果按照实力排名算 朱仙殿完全可以达到 横谷大陆前五的宗门排名 千秋道 如果那个少年承诺的都真实的话 用不了多久 朱仙殿又会多出一批圣境强者 届时 他们会成为比肩天神宗的存在 千秋有些郁闷 自己才刚刚穿越到这个世界 没想到就遇上了这样的变故 神子 这次回到宗门你得加快修炼了 天灾要加速到来了 池小雅十分严肃地对千秋说 实际上 所有人都在说天灾快要来了 可千秋一直不知道 天灾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他打算这趟 会宗门定要问问自己的三位师傅 三人用了一天的时间赶回永恒宗 所有弟子都等待在宗门的广场上 永恒宗在百宗大会上 得到了两个才子名额的消息 早就从北韩岛传到了横谷大陆 当然还有朱仙殿一世 天啊 没想到神子居然能打败泰山宗的姚飞 拿下了第五才子的名额 咱们永恒宗要崛起了 冯运也很厉害好吗 没想到他已经突破魁魂了 要知道三位老祖也才是魁魂末期 冯运今年才十三岁 就已经达到了魁魂前期 太强了 所有永恒宗弟子 都在讨论着百宗大会上的事情 仿佛他们亲眼见证了一样 人群当中面色阴沉的只有左男 他打死都没想到 千秋去了百宗大会 居然还一举拿下了第五才子的名号 该死 泰山宗的那个姚飞 不是听说很厉害吗 怎么会被千秋给打败 左男攥紧拳头 看着被弟子们包围起来欢呼的千秋 眼睛都快喷火了 一旁的沐鱼也兴奋道 师兄 没想到千秋居然打败了泰山宗的弟子 太厉害了 就算是咱们俩也做不到 千秋现在才是虚空静了 等他晋升了苍穹静 不知道实力会增长到什么程度 他也就是运气好罢了 泰山宗的人肯定没想到 这次会有小宗门的人上去挑战 放任了一个没有真本事的人上去 让千秋捡了漏 沐鱼盯着左男张了张口 最终只是轻轻摇了摇头 没有说话 千秋应付完那些对他说些恭维话的弟子 也走到了沐鱼身旁 饶了饶头 冲着沐鱼笑了笑 小语 我得先去找我三位师父了 晚点我再来找你 嗯嗯 快去吧 我也听说在大会上发生的事情了 早上我就感觉到三位老祖苏醒 想必他们也在为此时发愁 池小雅和千秋一同回到了正殿 五位至高尊者都处在正殿当中 其中 上次被池小雅派去寻找杀了宗内五位长老凶手的两位尊者 面色极其难看 万尊者和唐尊者相互对视一眼 万尊者压低了声音道 唐尊者 还是你向宗主禀告吧 宗主 上次您派我们去活捉杀了五位长老的凶手这一事 在你们参加百宗大会的时候 已经有着落了唐尊者丹西跪在池小雅面前 哦 人抓到了吗 他现在在哪 唐尊者面色难看 半晌才开口 禀告宗主 人没抓到 不过 你和神子已经见过这个凶手了 千秋微微一正 心想我明明去参加百宗大会了 何时见过这个凶手 千秋道 唐尊者 我和宗主去参加百宗大会了 何时见过此人 他就是你们在百宗大会上 遇到的那名戴着黑色面具的圣镜强者 也就是现在被传得沸沸扬扬的朱仙殿殿主 池小雅和千秋同时被震惊 池小雅道 凶手怎么会是他 之前逃回来的长老不是说 凶手只是虚空静的修炼者吗 怎么会是那个实力强大的圣镜少年 千秋率先反应过来 他苦笑一声道 宗主 这倒还真有可能 他都能让一个轮回静修炼者 在眨眼的功夫 晋升至圣镜 他让自己在几天里晋升至圣镜 有何不可能 他的表情已经告诉他正如千秋所说的一样 池小雅心情瞬间就沉了下去 如果这件事真是如此 那么永恒宗不可能替那五位死去的长老报仇了 那个圣镜少年 可是一人屠杀了整个三雷宗七位圣镜长老 与无数苍穹镜弟子的存在 现在身后还站着一位帝王镜的门第 这怎么可能寻他报仇 池小雅挥了挥手 示意五位尊者先行退下 等五位至高尊者离开之后 三位老祖从苍穹上踏空而来 他们背手站在了两人面前 无极老祖道 徒儿你真是让我们这三个老家伙感到震撼 本想着只是让你去百宗大会见见世面 你倒好给我们拿了名次回来 嘿嘿 这还是因为三位师父教得好 弟子这才能战胜对手 千秋饶了饶头 谦虚道 虚昆老祖眯了眯眼睛 意味深长道 可是我听说 你打败泰山宗的那个小子时 不但没有用你菩提师父教给你的炼体功法 更没有用你无极师父传授给你的飞声欲雷绝 甚至连黑啸都没有用上 你获得第五才子的位子 与我们三个老家伙 可没有任何关系呢 此时一旁的赤霄雅更加意外 他本以为三位老祖传授给千秋不少东西 没想到千秋至圣的仙术 没有一个是三位老祖传授的 面对三位老祖 千秋无比的尴尬 倒也不是三位老祖教给他的东西 很弱不适用 只是因为那天在台上 他被其他宗门的长老认出来 他是竞技场的球鸟 才故意隐藏了黑啸 见千秋不知所措 三位老祖也没有为难他 无极老祖道 徒儿你不必慌张 每个人身上都有秘密 何况是你这样天赋异禀的修炼者 在百宗大会的事情 我们也听说了 现在各大宗门都出现大乱 你作为永恒宗的神子 当务之急 就是将自己的实力快速提升 菩提老祖道 跟我们来吧 苍穹镜修炼者躯体 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我们三个帮你练体制仙体体制 千秋饶了饶头 于心不忍道 三位师父 其实这次百宗大舞第五才子的奖励 是一具极品的仙体 三位老祖面面相去 显然没想到 这次百宗大会的奖励 居然是一具极品的仙体 他们为千秋准备的 也只不过是一具高品的仙体 这都是他们三人 珍藏了多年的压乡仙体 嗨嗨 既然如此 那就用徒儿 你迎来的极品仙体吧 这倒是我们三个老家伙 没想到的 虚昆老祖一脸尴尬 无极老祖叹息一声 来永恒宗 到底是有些委屈你了 没想到的天赋这样高 我们的资源和授予你的功法 似乎已经跟不上你的脚步了 千秋正色道 三位师父 我千秋从没这么想过 我既然选择了加入永恒宗 就没从想过永恒宗的不好 好好好 菩提老祖一连说了三个好字 就连眼睛都有些湿润了 他们从没想过 这么多年来 三人未曾收下一徒 现在居然还收了这样 像千秋这样有情有义的徒弟 三位老祖带着千秋 来到了永恒森林 他们准备助千秋 融合这具极品的仙体 并且打算将它们部分修为 注入千秋体内 让千秋在未来 更加容易提升修为境界 徒二 你在加入宗门那天 不知用了和神闻仙术 让你的修为境界 在短时间之内 一下连续晋升了五个境界 这样 虽然境界升上来了 但这样的仙术 终究会让你的修为不稳固 无极老祖 接过菩提老祖的话 继续道 所以我们决定 将自己的部分原神修为 注入到这具极品仙体当中 用来巩固你的修为 千秋一正 忙道 师父 你们把原神修为 注入到这具仙体当中 你们岂不是要折兽 哈哈 徒儿 你不必为我们担心 我们三个曾经都是永恒宗的神子 并且都得到了长生中的赐福 已经活了上百年 活得足够久了 反正我们现在都是休眠圣境修炼者 实力大不如从前 倒不如每人分出一点原神修为 祝你早日成为圣境强者 千秋还想再说些什么 却被三位老祖制止了 无极老祖道 徒儿你 不必再劝阻我们 我们心意已决 天灾就要到了 每每在天灾之前 又会激发众多宗门的纷争 想要保全永恒宗 必须得有一个人站出来 师父 天灾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就连帝王靖的大帝们 都如此担心 你先将这句极品仙体融合了 之后 我们会解释给你听 千秋点头 随后坐在了三位老祖面前 从乾坤袋当中 举出那句极品仙体 三位老祖看到千秋 拿出的乾坤袋 短暂的惊讶之后 三人互相苦笑对视了眼 没想到他们的徒儿 不止天赋一柄 神文仙术和奇珍一宝一样 都没落下 三位老祖聚气露出 象征着圣境强者的仙影 随后运用自己的元神 帮助千秋融合仙体 千秋盘腿而坐 在三位老祖元神的助推下 不知不觉 仙影已经被激发而出 那句极品仙体 也缓慢地浮起 缓缓与千秋的身体融合着 千秋感觉到 自己的修为和魂力都在提升 可全身却是踢骨般的疼痛 额头上渗出阵阵冷汗 减少疼痛 减少疼痛 千秋默念着这句神文 那般踢骨的痛渐渐消失 就在三位老祖 帮助千秋融合仙体的时候 一道黑色的身影 也出现在了永恒森林当中 他远远看着四人 不由嘴角微微扬起 这小子似乎还没有 觉醒自己的能力 不过他的分身 倒是把神文仙术开发至极 短短的时间 就达到了那样恐怖的程度 那尊帝王靖百谷那日 从百宗大会离开之后 很快又看到了 门帝与千秋淘掉的 那个分身合作 他也为之感到惊讶 不过门帝那家伙 不知道是怎么和那分身 混到一块去了 若不是本帝肉体近毁 也不至于现在这样躲在暗中 既然门帝选择了那小子的分身 那我就助这小子一臂之力 我倒是要看看 最后是门帝厉害 还是我其余大帝厉害 与此同时 万尊者万藏 偷偷溜出了永恒棕 他来到永恒山山 下一个十分隐秘的道观当中 长老您怎么来了 难道是大人准备动手了 万藏半跪在一位老者面前 这位老者并不是其他人 正是七星宗的长老 纳兰沧海 纳兰沧海背手而立 道 本来没打算这么快动手的 但百宗大会上的事情 你应该也听说了 宗主不得不提前进行计划了 明白了大人 我已经在昨日突破至苍穹境 您何时助我突破圣境 不突破圣境的话 我恐怕没有办法完成计划 毕竟我们宗多出了一个 天赋恐怖的神子 万藏十分计 但千秋 你们宗的神子 已经引起了大人的注意 在实施计划的时候 要确保他的安全 同时也要确保长生中的完好 之所以给你晋升圣境的机会 就是看中了你们永恒中的长生中 你知道吗 属下明白 那我们开始吧 万藏已经迫不及待达到圣境 他等待这一天 已经太久了 此时在横谷大陆上 已经有多起密谋的阴谋 在蠢蠢欲动 这都是天灾之前 引起的轻微质变 与此同时 在永恒森林当中 千秋已经完全融合了 这具极品仙体 他散发着阵阵烟气 这是炼体融合 达到了极致的象征 千秋双眼通红 他猛然睁开紧闭的双眼 身旁的三位老祖呼吸变得虚弱起来 直到无极老祖灌输完 最后一丝元神 也累到在地 苍穹镜 师父们 我突破这苍穹镜了 千秋惊喜地发现自己 在炼体体质达到了仙体的时候 修为境界一同晋升了 他身后的仙影逐渐变大 从浅红色 变成了代表苍穹镜的蓝色 而他眼前猛然变得虚幻 猛然看到了一扇门 门中坐着的人 正是此前在百宗大会上看到的门第 处于门界的门第 猛然睁开双眼 意味深长地 看向他眼前的黑色面具少年 千秋不可思议 他怎么会看到门第 千秋不知道的是 他现在看到的景象 全部源于门第独创的门界之中 千秋晋升至苍穹镜之后 他隐隐感觉自己体内 像是觉醒了什么一样 但转瞬即逝 他并没有抓住那关键的一点 三位老祖将他们的部分 元神修为给了千秋 本打算只是用来 助击千秋缥缈的修为 不曾想居然 让他直接晋升了 菩提老祖脸色十分苍白 但他却丝毫不在乎 用兴奋的语气道 徒儿 没想到居然让你一举突破了境界 你距离圣境强者又进了一步呢 谢谢师父们的帮助 徒儿能晋升 多亏了师父们的元神 不然也不会这么轻易 融合仙体和晋升修为境界的 千秋也很惊讶 没想到融合仙体的时候 居然让修为境界一举晋升了 但他不知道 这全是因为他此前念出神文 升级修为而巩固了自己 所以现在才能轻易晋升 并且要强于大多达到 苍穹境多年的修炼者 无极老祖摆摆手 道 徒儿 我和你菩提师父 消耗了太多元神修为 先行回去休眠了 剩下的事情 让徐坤师父告诉你吧 千秋重重地点头 无极老祖和菩提老祖露出疲态 随后消失在了永恒森林当中 藏在暗处的那尊帝王静白骨 叹息一声 自言道 这三个老家伙时日无多 居然还敢把自己元神修为传给这小子 说吧 帝王静白骨消失在永恒森林当中 徐坤老祖被千秋搀扶到了一棵树下 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看着现在炼体体质已经达到了仙体的千秋 他感慨道 果然百宗大会准备的极品仙体就是不错 我们三个老家伙 珍藏多年的高品仙体院不如他 顿了顿 无忌老祖道 这句极品仙体如果我没有看走眼的话 他应该是幽名霸体 这句仙体可不简单 如果运用的好 有机会可以炼体到高品圣体 什么 这么厉害的仙体 长老祖的人会如此大方 把他当做奖励 千秋震惊 如获至宝一般 不料虚昆老祖苦笑一声 浇了千秋一盆冷水 他要是想炼体达到高品圣体 几乎是不可能的 据说修仙世界一共有三个幽名霸体 在几百年前 有位帝王晋的大帝也运用了这具仙体 并且将它炼体到了高品圣体 实力十分的恐怖 师傅 您是不相信托儿的实力吗 不是为师不相信你 只是这幽名霸体 炼体到高品圣体有极为苛刻的条件 它配套有一本叫做《幽名九转诀》的古籍 全书由神文撰写而成 只要把它炼到七转 就能达到高品圣体的体质 但这本古籍已经流失多年 没人再见过它 没有了这古籍的加持 幽名霸体自然也没有那么珍贵了 长老祖才会把它当作奖励发放给你 千秋大失所望 没想到自己获得了这妖牛逼的一具仙体 但加持的古籍居然失传了 随后 虚昆老祖又给千秋讲述了关于天灾的信息 在浩瀚的宇宙当中 千秋所在的修仙世界 只不过是茫茫星辰当中极其渺小的一个世界罢了 在上古时期 修仙世界还有不少超越神奇留在这里 神奇们都居住在神界当中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通往神界的道路关闭了 宇宙当中有无数的神奇 可神不会在乎像修仙世界这样渺小的世界 况且 修仙世界也有众多的神奇作证 神界通道关闭后 邪神们盯上了这里 这些邪神依靠吞噬一些小世界来提升自己的实力 而修仙世界每相隔一千年就会被邪神盯上 随后入侵修仙世界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厉害的神奇是不会看上这种小世界的 只有一些较弱的神奇会注意到这里 尽管他们在神奇当中算是较弱的存在 但对于修仙世界来说 已经是一种绝对力量一样的存在 所以每一千年被邪神入侵的时候 被修炼者们称为天灾 所有修炼者去齐心协力 共同迎战天灾 在天灾的时候 弱小的宗门往往会被当成炮灰 只有存在帝王进大帝的宗门 他们才不用派出弟子去当作炮灰 天灾的缘由基本就是这样 虚昆老祖叹息一声 道 在上一次天灾来临的时候 永恒宗还有一位永恒大帝 但在天灾的时候陨落了 永恒宗日渐没落 等我和其他两位老祖加入永恒宗的时候 就连圣境强者都没有几位了 在两百年前 横古大陆发生过百宗大战 我们三个又受伤成为了休眠圣境修炼者 便是你如今看到的这番模样 千秋则舌 没想到这个修仙世界 还有如此恐怖的灾难 难怪所有修炼者们都拼了命的 想要提升自己的修为境界 原来在天灾来临之际 除去帝王进的大帝 所有修炼者都只有当炮灰的份 土耳有一事不明白 天灾来临的都是神奇 可帝王进和神奇相差甚远 到底还是属于人类范畴 一介凡人 如何是神 其实在帝王进之上 还有一个境界 叫做主宰境塔 这已经算是半神的存在了 众多帝王进的大帝 和一个主宰境的半神 足以击败一个不是很厉害的邪神 不过现在修仙世界 已经很多年 没有出过一个主宰境的修炼者了 所以 这次天灾 让众多帝王进的大帝 都感到心慌 千秋默念了一声主宰境 在帝王境之上 居然还有一个半神一般的修为境界 他意识到 如果想要回到原先的世界 只能将自己提升到这个世界最强的存在 才有可能找到回家的方法 虚昆老祖咳嗽一声 冲着千秋笑了笑 随后又说 徒儿 你现在也是仙体的炼体了 有时间去看看长生中 若是能让长生中认同你 你同我们一样 可以获得长生中的长生赐福 长生赐福是什么 倒也不是特别重要的东西 只不过可以让你的寿命 增加几百年而已 寿命增加几百年 而已 在千秋原先生活的世界当中 一百年的寿命已经超越了正常人的寿命 而在这个修仙世界 只要是修炼者正常寿命都在一百岁以上 境界越高寿命越长 但如果不能达到圣境 也只有不到二百岁的寿命而已 达到圣境 也只能存活三百年之久 现在虚昆老祖告诉千秋 获得长生中的赐福 可以延寿几百年 这岂不是有可能成为千年老妖了 虚昆老祖离开之后 千秋站在原地若有所思 七星宗宗殿当中 七星宗宗主必演坐在圣座之上 对身旁的左护法开口道 派出去的长老都完成了各自的仪式了吗 左护法恭敬道 所有仪式已经全部完成 就得宗主宁下命令了 明日夜里发动总宫吧 必须要在同一时间发起攻击 否则这些小宗们 必然会向他们的盟友发出求救 届时就不好对付了 本宗不可能同时出现在多个地方 属下明白 但是明夜过后 咱们必将成为众矢之地 十大宗们 也不可能眼睁睁看着我们 变得壮大起来 七星宗宗主狂笑 许久才停下 眼神玩味道 他们在百宗大会 丢失了那么多弟子 不会有钱功夫顾忌我们的 况且 等到计划成功之时 在横谷大陆出了天神宗 谁还能战胜我们七星宗 与此同时 北韩岛夜神皇族当中 夜神家主大怒 对着身旁的夜神烽火道 你们是怎么回事 活生生一个人 能从你们这些准地眼下跑掉 夜神烽火低着头 无奈道 大小姐蹲入了虚空星界 等我们察觉的时候 再进入虚空星界 已经找不到她了 况且 虚空星界里面 黑金元族长虎视眈眈 我们也不敢 在里面耽搁太久 派人去找 翻遍整个北韩岛 都要把小群找回来 夜神家主怒道 家主 小姐能顿入虚空星界 定然是没打算留在北韩岛 毕竟这里 全是咱们皇族的人 夜神家主又准备发表 夜神烽火连忙道 其实家主不必担心 大小姐身边有科比跟着 以她的能力 想必能保护好小姐的 小姐这么多年 一直在您的庇护下 出去走走 也正好能让她开阔眼界 对自身实力也有所提升 夜神家主欲言又止 最终叹息一声 算了 任她去吧 本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去调查门地 和那个创立朱仙殿的少年 他们是怎么混到一起去的 在科卧城里 一条隐秘的巷子里 打开了一道虚空之门 夜神千寻从其中探出头 发现没人之后 才安心地从里面走出来 跟在她身后的科比 苦笑连连 不由道 小姐 这次我可是闯了大祸 带您出逃北韩岛 等回去家主肯定要重罚于我了 夜神千寻轻哼一声 本小姐的人 我看谁敢罚你 两人走出巷子 看到人来人往的科卧城大街 夜神千寻伸了一个懒腰 嘴角微微上扬 这么多年来 还是第一次离开北韩岛 那里长年下雪 一点意思都没有 原来四季如春的横谷大陆 是这样呀 小姐 你让我找到永恒宗在这边 我们现在过去吗 不急 现在这里转转 明天再随我 一起去永恒宗 千秋在魂塔里找到了沐宇 沐宇见到千秋十分惊讶道 千秋 你今生到苍穹劲了 嗯 你怎么一眼就看出来了 千秋恶然 沐宇浅浅一笑 道 秘密 千秋饶了饶头 也没有深究 笑着开口道 虚坤师父让我去长生中试试 可不可以让他给予我长生赐福 你要不要陪我一起去 沐宇还没开口 在一旁的左南就冷嘲热讽道 长生赐福不是什么人都能得到了 你该不会觉得 你自己能获得吧 这次沐宇倒是没有反对左南的话 也是面露担忧地点头道 在近百年来 获得长生赐福的 只有三位老祖 就连我们师父 都没能获得长生赐福 千秋略微惊讶 如果连现任永恒宗宗主 都没得到长生中的认同 给予他长生赐福 那自己岂不是更不可能了 但千秋还是不愿放弃 对沐宇道 先去看看呗 说不定我运气好 就获得长生赐福了 左南笑得更甚 小语咱们就陪他去吧 让他自己清楚 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不过三位老祖 曾经可都是永恒宗的神子 他们都获得了长生赐福 如若千秋没有获得的话 就说明是师父和三位老祖看走了眼 他不配当神子 三人来到了内阁 长生中被存放于内阁阁门当中 此时众多弟子都在外修炼功法 又或是在魂塔当中修炼魂力 内阁里只有守着长生中的祁山长老 见到千秋三人 祁山长老笑意连连 他想起那日千秋一口气 敲响长生中久生 他到现在都感觉历历在目 神子 你怎么来这内阁了 我想试试可不可以获得长生赐福 祁山长老一愣 随即惊讶到 神子 获得长生赐福的前提条件 必须自身修为境界达到苍穹境 魂力达到月魂末期及以上 你恐怕 祁山没有把话说完 但也不言而喻了 意思就是 你现在还没达到获得长生赐福的条件 千秋微微一笑 随即聚气显露了自己的先影 巨大的蓝色先影力在千秋身后 祁山长老瞬间目瞪口呆 这 神子 这才几日你 就从虚空境晋升到苍穹境了 祁山长老感觉自己的三观 又一次被千秋给刷新了 千秋当初一句神文 连续晋升五个境界 现在又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居然已经达到了苍穹境 就算是天赋超长的持小雅两个徒弟 沐宇与左南两人 加入宗门都有好些年了 他们现在也不过才苍穹境而已 短暂的惊讶之后 祁山长老也释然了 随即对千秋道 神子 既然你已经符合了长生赐福的条件 那我 这就不止仪式 如果你被长生中认同的话 这个仪式便会让你马上获得长生赐福 祁山长老聚气 施展了布阵的仙术 在长生中的周围 祁山用仙术布置了一个极为神秘的阵法 他让千秋站在其中 只要聚气之后 便会与长生中产生共鸣 千秋站在阵法中央聚气 可过去了几分钟 都没有任何异象发生 哈哈 我和小雨站在阵法当中 都能开启阵法 你居然连阵法都无法启动 就这还想获得长生赐福 左男狂笑不止 心想 总算让我抓到你出窘了 他觉得千秋主动来找牧羽陪他一起来 就是为了让牧羽看到他获得长生赐福 好炫耀一番 没想到到头来连阵法都没能启动 牧羽也有些发猛地看着千秋 嘴里里喷难道 这怎么会呢 千秋也是一脸猛逼 心中无比郁闷 难道我真的不配得到长生赐福吗 然而下一秒 千秋脚下的阵法瞬间启动 散发出道道金光 从阵法中忽然蹦出一道金环 直接将千秋整个人罩在其中 千秋眼前金光闪烁 脑子里涌入大量能量 他痛苦地抱住脑袋 啊 千秋发出痛呼 就算嘴里念诵神文减少痛苦也无济于事 巨大的刺痛从脑子里传来 他感觉自己脑子快要被撑裂开来 站在阵法之外的牧羽和齐山两人 被这一幕瞬间吓傻了 就算是激活了阵法 也不是这样的 长生赐福 更不是这样的 齐山长老 快让阵法停下来 这样下去 千秋会死的 牧羽惊慌失措地对齐山喊道 齐山也直接猛逼了 这么多年来 尝试活得长生赐福的弟子也不少 可谓曾像今天这样 左南看到这一幕 先是愣了一下 心中狂笑不止 他觉得 肯定是因为千秋在考核那天 用不正当的手段 让长生中酒响 现在被长生中被发现了 用最极端的方式惩罚他 这阵法一旦开启 就无法关闭了 齐山也是一脸着急 如果神子在这里陨落了 三位老祖和宗主 定会勃然大怒 牧羽着急地跺脚 随即道 齐山长老 师兄 你们快想想办法 我去叫师父 牧羽离开了内阁 用最快的速度赶往正殿 此时此刻 千秋只感觉脑子里涌入了大量的能量 最开始他十分心慌 他猛然想到 这股是因为这股能量 才让他头痛难忍 等冷静下来之后 连忙聚气 将这些能量分散至全身 这样一做 头痛果然有所减轻 而他脑海中 也出现了一道空洞的声音 而这道声音念诵的全部是神文 长生之中 唯本神神器 将它留在凡界 等待有缘人能将其收纳 达到帝王境之十方可启用 千秋心中猛逼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谁的声音 不等千秋反应过来 一旁巨大的长生中 逐渐化成一道虚幻的金光 一点点流入千秋体内 齐山看到这一幕 震撼到 这是 这是长生赐福 左南面色大变 怎么回事 刚才他还不是痛苦不堪吗 怎么又会有长生赐福 随着金光流入千秋体内 千秋那阵头痛逐渐消去 他身体忽然悬空 而长生中也随着千秋一同扶起 与千秋融为一体 此时时小雅已经得到了沐宇的通知 他没有等待沐宇预见而来 他直接踏空来到了内阁 急忙问道 齐山长老 神子怎么样了 齐山长老木然地指了指千秋 宗主 神子好像 好像和长生中融为一体了 时小雅目光投向阵法当中的千秋 此时长生中化成了一道虚印 而千秋被罩在长生中的体内 随即长生中逐渐变小 最后印在了千秋的背部 千秋身上的衣服瞬间炸裂 长生中所幻化的金光逐渐退去 在千秋身上留下了一道缩小版的长生中纹身 这 这怎么可能 齐小雅震惊 他瞬间想到描述那位拥有长生中的上古神奇 估计描述当中 这位神奇背部纹有一柄大种 战斗之际 只需一到一年 那纹身便会化身成实体 眼下 千秋居然将长生中收复在了自己的背上 千秋像是涅槃重生一般 他身后金光阵阵 刺得众人眼睛有些发痛 凡人 本神的神奇赠予于你 来神界寻找我的神须吧 这里有你更加渴望的东西 这道声音从金光当中传出 不止千秋 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到了 这不知从何而来的声音 这一整句都是用神文讲出来的 这还是千秋来到这个世界 第一次听到 用汉语说完了一个完整的句子 他心脏微颤 心说 难道只要成为神奇 就能回到原先的世界了吗 说话的人是上古持有长生中的那位神奇吗 在场的人 唯独千秋听懂了这道神文 其他人都是满脸震撼地站在原地 千秋从金光当中走了出来 他身上的衣物 因为刚才长生中闻在了他的背部 导致衣服全部碎裂 上身赤裸着 因为长生中与千秋融合的缘故 他原本有些瘦弱的身子 此时腹肌与胸肌轮廓分明 浑身长满了剑子肉 身高也增长了近十公分 千秋的气质变了 浑身上下散发着带有威慑的气息 他的长相也变得比以前更加阴柔 阴柔魅惑的眼神充满了侵略性 阴阴有金色闪烁 令众人有一顺望之声味 神子 你 你没事吧 齐山长老率先打破了沉默 千秋微微一笑 我没事 让各位为我担心了 不过这长生中 似乎和我融为一体了 所有人都震惊于长生中 对千秋带来的变化 在场的人尤为是左男 他感觉自己 整个人都要裂开了 这么多次想要看千秋的笑话 这一次是距离最近的一次 眼看他就要出丑 甚至失去生命了 可在关键的时刻 他不但获得了长生赐福 并且还将身为神器的长生中 收复在了体内 眼观整个横谷大陆 哪个修炼者能做到 把上古神器都收复了 帝王进的大帝都做不到 众人渐渐平息下来之后 持小雅上前用他的西西里之铜 扫拭起千秋 想要看看他身上的变化 但很快他震惊地发现 用西西里之铜 已经无法看透千秋了 他开启铜树 只能看到千秋浑身散发着金光 这就是被神选中的人吗 持小雅呢喃一声 千秋赤裸着上身 这一身的肌肉 和清晰可见的胸肌 让他都忍不住用手摸了摸 触感无比的真实 但碍于面前 还有沐宇和持小雅所在 连忙尴尬道 左男 你能不能把你外套 也借我穿穿 不知为何 左男想直接拒绝千秋 可千秋一开口 就有种莫名的威压 让他根本无法拒绝 拿去 穿上左男的外套 千秋有些尴尬地饶了饶头 对着齐山和持小雅道 宗主 齐山长老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长生中会和我融为一体 现在长生中没有了 之后 咱们宗内开山收徒 该如何是好 齐山长老也看向持小雅 持小雅沉默许久才道 我在一本古籍上看到过 拥有长生中的那位神奇 就是背上纹有长生中的纹身 在战斗的时候 一道意念 便可以召唤出长生中 当作他的武器 现在看来 如果长生中与神子融为一体 说明神子 已经被长生中 和那位神奇认同了 长生中没了便没了罢 此后考核再做其他打算 顿了顿 持小雅又看向千秋 神子 你试着召唤一下长生中 说不定可以召唤出来呢 呃 我现在还做不到 刚才长生中和我融合的时候 有一道声音告诉我 只有达到了帝王境的时候 才能使用 持小雅点点头 随后道 我会将此事饼告给三位老祖的 持小雅离开之后 千秋看着留下的几人 有些不知所措 饶了饶头嘎笑道 你们看着我干嘛 沐宇不可思议道 千秋 你最好去照照镜子 你不但变壮了 而且还变帅了不少 真的 千秋一愣 心说长生中 还有这等奇笑 能让我变帅 在永恒山下 万尊哲已经通过纳兰沧海 对他施展的秘术 成功晋升到了圣境 他聚气露出仙影 看到身后深红色的高大仙影 内心无比激动 随后脸上露出阴狠之色 持小雅 我也达到了圣境 你一介女流 终究不配当这永恒宗的宗主 以后 由我万尊来当吧 在一旁的纳兰沧海 淡默地看着万尊 缓缓开口 你最好不要小瞧这个持小雅 他天生裂魂 这么多年 一直没在大众面前施展过仙术 现在达到了什么魂力等级 就连我也不清楚 呵呵 纳兰长老不必担心 宗内一半的长老早 已经站在了我这边 还有大人派来的增援 我不相信他一个人 能抵挡住这么多的圣境强者 纳兰沧海 站在万尊身边 回道 宗主让我辅佐你 拿下永恒宗 长生中 是这场计划当中 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绝不能出错 沐宇向持小雅 申请离开宗门下山 处理一些私事 持小雅批准了沐宇的申请 沐宇站在永恒宗外 深深地看了一眼 正殿的方向 自言道 这件事情事关重大 得马上回去告诉父亲 沐宇的身影 一闪消失在了永恒山 他殊不知这个决定 让他逃过晚上即将发生的灾难 夜里 千秋刚从魂塔当中 返回自己的住处 经过去百宗大会这一趟 他明显感觉到自己魂力大增 他去了魂塔 找司徒明测试魂力 惊人的发现 已经达到了裂魂中期 而且有隐隐突破的感觉 看来用不了多久 就能突破至裂魂默契 哎 不过比起冯云那小子 速度还是太慢了 他只不过是轮回境的修炼者 魂力等级却那样惊人 回到了住处 正殿中央发动 迅速拢罩住了整个永恒中的正殿 就连身为圣境的池小雅都没有察觉 两道身影从正殿走出 两人正是五位之高尊者当中的白尊者与唐尊者 两人相视一笑 随即消失在了原地 片刻后 白尊者和唐尊者出现在了永恒宗的门口 门口的万藏和众多七星宗的圣境强者 早已等候多时 你们俩把屏障已经布置好了吗 万藏开口道 好了 没有人察觉到 大人给予的秘术甚是好用 我们俩不过轮回境而已 就算是这样 让池小雅都没能察觉 白尊者毕恭毕敬地开口 万藏毫不掩饰地狂笑 那是自然 大人已经助我突破之圣境 今夜计划必将大成 此后永恒中的三位老祖 便是咱们三人 话音落下 万藏聚气露出先影 对身后的一众修炼者道 动手 刹那间 道道闪光滑破了漆黑的夜空 直击内阁而去 爆炸声瞬间从内阁里炸裂开来 大长老林峰率先醒来 慌忙道 嫡妻 嫡妻 由外宗修炼者入侵 永恒宗仲弟子听命 林峰带着其他长老全部 赶到了永恒宗的广场上 一些达到了轮回境的弟子 也跟在其后 等他们看到了广场上 聚集的数十个入侵者 露出了惊恶之色 只见永恒宗的广场上 站在最前方的八个入侵者身后 都立着巨大的深红色先影 这是他们象征圣境强者的先影 一眼望去 这些圣境强者身后 还有不少达到了 虚空镜和苍穹镜的修炼者 林峰面色一宁 八位圣境强者 几十个虚空镜和苍穹镜的修炼者 来者不杀 不是我们能够阻挡得了 等等 那不是万尊者吗 林峰看到站在队伍最前方的万藏 瞬间变得目瞪口呆 身为永恒宗的至高尊者 居然是外宗入侵者的头领 这是怎么回事 眼间的弟子 马上也注意到了 在人群当中的白尊者和唐尊者 愤恨地骂道 没想到 五位至高尊者 有三个都投敌了 永恒宗大半的战力已经被消去 这还怎么打 万尊者不是虚空镜吗 我记得前些日子还教导过我们功法 这才几日时间 他就达到了圣经 这怎么可能 林峰知道 以他和其他几位长老的实力 压根不是这群人的对手 已经悄然让一位弟子去通报池小雅 他现在要做的 就是拖延时间 防止不必要的伤亡 万尊者 你身为永恒宗的至高尊者 为何要带着外宗的人 攻打永恒宗 你这是背信弃义 呵呵 林峰长老我劝你不要与我们作对 乖乖降服于我 你知道 是何人在我背后支持我吗 是宗门排名第八的七星宗 哦对了 今夜一过 七星宗也不再是第八名 与此同时 横谷大陆众多类 如永恒宗这样的小宗门 被七星宗其他的长老 带领其他修炼者攻陷 一律不从七星宗的 杀无赦 万尊明白 林峰是在拖延时间 他不屑道 所有永恒宗弟子听着 现在归顺于我的 日后我当上了永恒宗的新一任宗主 你们在永恒宗的位置 全部剩一击 哼 你真以为所有人都同你们几个败了一样吗 三长老站出来骂道 当即聚气露出仙影 冲了上去 林峰一正 正想阻止三长老 但为时已晚 万藏只是意念一动 一道光线从他手中射出 三长老直接从秒杀 所有弟子被这一幕震惊 修为境界低的弟子已然动摇 开始犹豫 要不要投靠于七星宗 万藏也不再犹豫 随着这一击的射出 他身后的那些修炼者 犹如鬼魅一般 身形瞬间消失在原地 顷刻之间出现在了夜空当中 无数的仙术从天而降 永恒宗的弟子们不得不奋起反抗 用尽全身解数与其战斗 睡梦当中 千秋猛然惊醒 他耳边传来了如雷贯耳的声音 卧槽什么鬼 这个世界也有地震 因为融合了长生中的缘故 千秋睡得格外的沉 按理说他早就该醒来 千秋冲出门外 看到了触目惊心的一面 永恒宗火光连天 许多建筑已经燃起雄雄大火 夜空中那道道彩色的仙影 格外的耀眼 不少身后闪烁着高大红色 仙影的圣境强者 施展着强大的仙术突击地面 不好 有敌心 千秋瞬间反应过来 他聚气显露仙影之后 即刻奔赴战场 等他赶到之后发现 带头的人居然是万尊者 他身边还有数位圣境强者 与数不清的苍穹境修炼者 与此同时 都不能打破屏障 就在这位弟子 着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之际 三位老祖踏空而来 站在此道屏障外 无极老祖道 虚坤老快点把这道屏障破掉 咱们三个白天 把大部分原神修为都转给了徒 实力还不如那些 踏入圣境不久的修炼者 只有持丫头 有一战之力了 虚坤老祖当即使出 打破屏障的仙术 结果一击下去 屏障丝毫没有动静 这是七星宗的屏障秘术 这恐怕是他们 宗主所创 我也得花些时间 花了数分钟的时间 虚坤老祖才解开了屏障 无极老祖道 我和菩提先过去 你跟持丫头说明情况 有机会的话 立刻去外宗求援 外边有不少圣境强者 以咱们现在的实力 恐怕支撑不了多久 两位老祖踏空到了战场中央 他们立刻先引外路 随即施展 让自己身形变大的仙术 他们到底是 成为了百年的圣境强者 比起这些 才踏入圣境不久的修炼者们 要强出不守 两位老祖一出现 永恒宗节节败退的弟子们 顿时大喜 是无极老祖和菩提老祖 我们有救了 他们人多又如何 没关系 老祖们会出手 千秋已经击杀了 数名虚空镜 与苍穹镜的修炼者 但碍于这些人太多 他也有些吃不消 看到自己两位师父到来 他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一般 当即施展了神文仙术 冰河时代 刹那间 空气当中凝聚起了众多冰珠 苍穹镜以下的修炼者 动作变得迟缓起来 他们感觉到 自己的双腿正在逐渐冰冻 两位老祖见此情况 不由夸赞道 好样的徒儿 无极老祖掏出自己的那柄圣剑 随即施展了飞升御雷绝 夜空生出异象 滚滚的云雾聚集在一起 随着无极老祖一剑劈下 道道天雷从天而降 七星踪的修炼者们 看到这一幕 脸色瞬间煞白 卧槽 这就是圣镜强者 使用飞升御雷绝吗 这和我用出来的 压根就不是一个线术 千秋猛逼了 他当初用神文版飞升御雷绝 才让天空披下一道天雷 而无极老祖只是随手挥动 就有这么多天雷披下 然而这时 一道浑浊的声音出现 无极 菩提老儿 多年不见 甚是想念哪 那蓝沧海犹如鬼魅 从地上升向夜空 大手一挥 那些天雷全部收入 到了他的衣袖当中 千秋愕然 这不是那日 让他加入七星宗的那位老者吗 与此同时 科沃城里的修炼者们 都感受到了 距离这里不远永恒山上的异动 他们纷纷走向街上 发现永恒山上火光连天 不时有一向闪过 科比和夜神千询 也站在了街上 科比道 小姐 那是永恒宗所处的位置 他们似乎遇到了外宗的入侵 真是胆巧了 咱们快过去看看热闹 那么多人一起打架 一定很有意思 夜神千询说罢 身子轻盈地飞向空中 他居然也能踏空而行 永恒宗当中 菩提老祖与无极老祖 看到纳兰沧海出手之后 顿时感到惊讶 他们三人是同一时期 踏入圣境的修炼者 而菩提和无极两人 在百年前的百宗大战 成为了休眠圣境强者 纳兰沧海 却是一直是路上圣境强者 经过这些年的修炼 早就已经达到了 进阶帝王境的水准 可以说是 已经达到了准地的巅峰 纳兰沧海 我们永恒宗 与你们七星宗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要勾结万藏等人 一同攻打永恒宗 无极老祖皱着眉 看到战场上 肆意虐杀永恒宗弟子的万藏 心中已经愤怒到了极点 呵呵 无可奉告 不过这些年 你们的实力 倒是一点都没有增长 似乎隐隐还有倒退的趋势 纳兰沧海刚才很轻松地化解了 无极与菩提两人的线术 让他没想到 居然如此轻松 无极老祖心叫不好 白天的时候 给千秋太多的元神修为 短时间根本恢复不了 又恰恰赶上了七星宗的进攻 千秋听着几人的对话 心中依旧了然 怒视着场上的万藏 作为永恒宗的至高尊者 是永恒宗最高战力之一 现在居然勾结外宗入侵者 趁着两位老祖 与那蓝沧海对峙之际 千秋趁机飞向了 正在攻击永恒宗弟子们 共同建起防御阵的那一帮入侵者 从乾坤带当中掏出黑啸 施展仙术 与其开始了战斗 千秋明显感觉到 自己虽然晋升了仅仅一个修为境界 但此时炼体体制早已非同凡响 已经达到了仙体 况且还是融合了极品仙体 飞升欲雷决 千秋使出了无极老祖 授予他的仙术 并且神文强化 一击下去 就连圣境强者都难以招架 被打得节节败退 万藏注意到 千秋展露出的恐怖实力 略微惊讶之后 将目光放在了他的身上 神子 他居然已经达到了仓穷境 没想到这三个老家伙 到底是有点能耐 这么短的时间里 让他又一次晋升了一个修为 万藏看向天空中的纳兰沧海 道 纳兰长老 屏障应该已经被破掉了 不要再做耽搁 你拖住这里 我去内阁寻找长生中 此时 须坤老祖与持小雅 也踏空来到了战场 持小雅聚集展露出了仙影 嘴角微动 一道仙树向着万藏而来 他用极其冰冷的眼神 看向万藏 万尊者 永恒宗这些年代你不薄 你就是这样报答永恒宗的 你一见女流懂什么 就凭你也能坐上这永恒宗宗主之位 本圣早就忍你多年 等本圣拿到了长生中 今夜必让你死在这里 万藏说吧 向着内阁原本存放长生中的地方 踏空而去 须坤老祖没有耽搁 当即念诵神文 打开了虚空星界的虚空之门 夜空上顿时撕裂开一道口子 从空飞出一只巨大无比的生物 通体紫色 长着两对翅膀 冲着地面上的修炼者们发出一声嘶吼 那是 那是须坤老祖的星界龙 天哪 这就是传说当中的星界龙吗 随着须空之门的关闭 须坤老祖召唤出的星界龙 飞向了正在踏空而行的万藏 一声龙啸就阻挡住了万藏的去路 须坤老祖一跃跳上星界龙的背部 背手而立站在那里看着万藏 没想到永恒宗居然会出了 你这样的败来 我没记错的话 你昨日在晋升到了苍穹境 现在却是盯着圣境的仙影 看来七星宗用了秘术助你 达到了圣境 虚坤龙圣你 不就仰仗着一条星界龙 才有极强的实力吗 不过今天我万藏也不拒你 你只是休眠圣境罢了 还拦不住我 万藏说话间 他的仙影旁边出现了多条红色的线条 仔细一看 这些线条连接着地面上 众多永恒宗弟子的仙影 千秋看到这一幕 感觉有些眼熟 咦 这个仙术怎么有些眼熟 不等千秋再过细想 万藏仙影的双手握紧 这些红色的线条被他一提而起 被这些红色线条连接的弟子们 瞬间瘫到在地 而他们的仙影 全部飘向了万藏的仙影 万藏的仙影 顷刻之间变得巨大 手上多出了一柄红色的长毛 这全是由死亡的永恒宗弟子仙影所拒 三位老祖面色同时一变 就连池小雅也瞪大了眼珠子 他们认出了这个恐怖的仙术 虚昆老祖近乎是红着眼睛道 你这个丧心病狂的家伙 居然在这么多弟子身上下了仙咒 若者 本就该沦为强者的垫脚石 万藏疯狂一笑 随后他身后的仙影 举起那红色的仙影长毛 朝着虚昆老祖杂去 巨大的长毛在夜空中 宛如一道黑色的闪光 千秋体内猛然有一股悸动 他看着那道红色的长毛 一阵头皮发麻 其中蕴含的巨大魂力 让他不寒而诉 虚昆师父 快躲开 千秋喊出之后 手上也没有闲着 他腾跃而起 口中念诵神文魂灭火云 在空中召唤出巨大的火云 几团火球奔着那道 已经扔出的红色长毛而去 然而火球碰到长毛上 没有任何的作用 虚昆老祖大惊失色 连忙释放了防御仙术 长毛打在了这道防御屏障之上 只是一瞬他就破裂开来 虚昆老祖直接被打飞了出去 一口鲜血从口中吐出 染红了他白色的胡子 其他两位老祖一惊 想要冲过去帮助虚昆老祖 不料纳兰沧海 已经着急了其他几位圣境强者 包围了他们两人 池晓雅看到战况如此 当即道 永恒宗众弟子听命 轮回进以下的 速速逃离永恒山 他深知 这是一场预谋了许久的阴谋 万葬和纳兰沧海 都做了完全的准备而来 这么多圣境强者 以池晓雅和三位老祖的实力 根本无法保护永恒宗的弟子 千秋看到被屠杀的永恒宗弟子 心中怒火油然而生 但面对多个实力强大的圣境强者 就算是任他一身的神文仙术 也无可奈何 他的魂力始终有限 不可能一直释放神文仙术 虚昆老祖被击败之后 万葬一路踏空到了存放长生中的地方 他露出癫狂的笑 一脚踹开那个大门 却只看到了空无一物的房子 长生中呢 万葬瞬间傻眼了 长生中必须要七位长老 和五位至高尊者 同时发力才能移动 但他和其他两位尊者从未出手 这长生中也不可能被移动 那长生中到底去哪了 石小雅出现在了万葬的身后 手执着用魂力化成的影刃 愤声道 哼 原来七星宗的目标是长生中 你们打的一手好算盘 不过早在今天下午 神子早已经和长生中融为一体 万葬扭头不可思议地看向石小雅 而千秋此时在外面已经杀疯了 手执着黑啸 凭借着自己强于同境界修炼者的实力 已经诛杀了多名苍穹境修炼者 千秋不知为何 体内隐隐有一股力量在外身 在此之前是他没有过的感觉 他一箭穿透一个修炼者的心脏 看到喷出的鲜血 他居然有想要舔一口的冲动 我是怎么了 感觉身体有些不受控制 千秋心中也感到疑惑 他浑然不知自己的衣服又有了称略的趋势 身上散发着微弱的紫光 这是来自幽冥霸体的特殊体质 此时纳兰沧海已经被两位老祖传的不耐烦 使出了他最强大的神闻仙术月升沧海 之间整个夜空猛然变得明亮 地面猛然崩塌 从中涌出大量的水 据成一条水龙向两位老祖砸去 其他几位圣境强者也同时施展仙术 两位老祖最终不敌纳兰沧海等人 从空中重重地摔向地面 无疾师父 菩提师父 千秋震惊 没想到纳兰沧海居然有如此的实力 两位师父居然同时被祭拜 万藏 长生中拿到了没有 现在已经超出了预先计划的时间 纳兰沧海怒声道 纳兰长老 这场战斗同时引起了众多暗中观察千秋的那群人注意 那尊敌王靖白骨早就躲在了暗中观察着 他自顾自地咋舌道 看来这场天灾已经引起了蝴蝶效应 没想到居然不是天神宗仙躁动 竟是七星宗这个不入本地法眼的宗门 在不远处 处于门界当中的门帝也悄然打开了一道门 和黑色面具少年站在里面 姐姐姐 你的本体都大难临头了 你确定不要出去帮帮他 门帝笑道 呵呵 如果他连这群蝼蚁都打不过 死了便死了吧 不过他倒还真是弱啊 明明可以一个先术解决的事情 居然被一群蝼蚁打得节节败退 黑色面具观察了一会儿之后 让门帝关闭了这道门 他们又退回了门界之中 与此同时 夜神千询与科比也赶到了永恒山 使用了隐身术躲在一旁观看着这场战斗 夜神千询看到七星宗的纳兰沧海 不由皱眉 那人是不是七星宗的长老 是的小姐 那正是七星宗的纳兰沧海 看样子是横谷大陆的门派之争 我只要千秋活着 但凡那个纳兰沧海对他出手 你就马上阻拦他 科比惊讶地看向夜神千询 心想 小姐这是怎么了 只不过是一面之缘而已 他怎会如此看重千秋 纳兰沧海听到万丈的回答 不由一愣 长生中不见了 纳兰沧海踏空到了万丈身旁 发现内阁当中空无一物 他顿时一阵头皮发麻 该死 如果拿不到长生中回去 宗主定要大发雷霆 三剑神器的掠夺 绝不能在我这里出了问题 纳兰沧海猛然转头 看向一旁的池小雅 声音无比阴冷地说道 长生中去哪了 我就是长生中 池小雅惊讶地转身看去 发现千秋此时 已经赤裸着上身 站在了他的身后 他手上沾染着血迹 眼神无比凶狠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杀气 就算是池小雅 也被千秋这样子吓了一跳 他从未见过千秋 现在这副模样 纳兰沧海一眼就看到了 千秋整个背部 都闻着一个巨大的长生中纹身 他长大了 嘴巴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七星宗宗主 让他来永恒宗 抢夺长生中 自然是跟纳兰沧海提起过 持有长生中的那位神奇 传说持有长生中的那位神奇 长生之中身上闻 终生震慑仙魂 他只需要一道意念 闻在他身后的长生中 便会化成武器持在手上 可长生中现在居然和千秋 融为了一体 这怎么可能 长生中可是上古神奇 你一介苍穹镜 居然能驾驭神器 就算是宗主 纳兰沧海面色一变 随即对万藏下令道 计划有变 既然长生中与他融为了一体 那便抓他回去吧 不要杀死他 留一口气 然而千秋不等万藏出手 他一瞬闪现在了万藏身后 千秋白天刚刚融合的幽冥霸体 近乎已经掌控了他 他眼中只有无限的杀戮 万藏惊了一下 没想到千秋的速度居然这么快 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速度再快都是徒劳 万藏再次聚气 用仙影威压千秋 而池小雅想要出手帮千秋 但被其他几位赶过来的圣境强者 拦住了去路 而纳兰沧海也把目光投向了千秋 他眯了眯眼睛 上次是老朽大意 没想到你在虚空镜的时候 就能打开虚空之门 让你的顿入器中跑掉了 但这次你就算长了翅膀 也别想跑 纳兰沧海嘴里又一次念诵 只是千秋压根听不到 他念诵神文的声音 根本不知道他施展了 怎样的神文仙术 这就是达到圣境之后 拥有的独特仙术 净声 该死 还想复制这老头的仙术 到底怎么回事 他施展神文仙术 居然可以不发出声音 千秋暗骂一声 随后掏出黑啸 向着纳兰沧海赐去 准备打断他的施法 老贼 事业一见 千秋感觉自己 大脑都变得都不太清晰起来 居然说出了这样奇怪的话语 然而 这一击被纳兰沧海挥手之间就格挡了 千秋不死心 使出全部魂力 当即一次性施展了全部的神文仙术 必爆天星 冰河时代 魂灭火约 之间天空中道道异象出现 恐怖的气势将整个永恒宗都笼罩其中 纳兰沧海不屑地笑了一下 再次使用出了月升沧海 躲在暗中的夜神千寻 看到千秋准备和纳兰沧海硬碰硬 暗叫一声不好 马上对身边的柯比道 快去帮他 柯比得到命令 眨眼间就消失在了原地 一道仙影出现在他的身后 不同的是 柯比的仙影居然不是人形 而是呈现着一条长了双腿和双手的龙影 与此同时 七星宗攻打的其他宗门已经全部被拿下 只剩下永恒宗这里的战场还在持续着 七星宗宗主感受到之后 若有所思的停留了几秒 随后撕开一道裂空走了进去 下一秒就出现在了永恒宗的上空 这就是帝王进大地恐怖的能力 空间跳远 纳兰沧海 让你拿的东西这么慢 一道雄厚的声音从空中落下 在场的众多圣境强者都膝盖微微发软 有想要跪地的趋势 这就是来自高境强者的威亚 千秋看着翻涌而起的水龙 他那浑浊的意识猛然清晰 意识到大势不好的他当即收起仙术 打算顿入虚空星界当中 呵呵 又想跑 晚了 纳兰沧海看出了千秋的意图 水龙直奔千秋而去 千军一发之际 一道蓝色的闪电包裹住了千秋 转瞬消失在了原地 就连七星宗宗主这位帝王进大帝都没能反应过来 距离永恒山百里之外的一座山峰上 一道蓝色闪电落下 千秋和夜神千寻以及柯比出现在了这里 熙熙 我们又见面了 千秋 啊 我们认识吗 千秋茫然地看着眼前的一男一女 他的仙影尚未收回 那日千秋在夜神皇族的宫殿殿墙下救下夜神千寻 并没有过多观察过他 此时并没有记起他到底是谁 夜神千寻身姿玲珑 淡蓝色的裙摆之下有着曲线延伸 在他的鲜影光线照射之下 一头的银发犹如犹如银河般璀璨 山上的风吹拂着 银色发丝微微地飘舞 一时间千秋竟然有些吃了 见到千秋一脸猛逼 压根没认出自己 夜神千寻一下子就愣住了 他从小过着重心捧月的生活 只要是见过他的人 无疑不因为他的气质与美貌所震撼 这个抱了他的少年 居然压根没记住他 你 夜神千寻气地跺了跺脚 正想开口 千秋先踏一步道道 是你们把我带到了这里吗 十分感谢你们救了我 不过我的宗门 现在面临被灭宗的风险 我得马上回去 你现在距离永恒宗超过百里 况且 你回去也是送死 刚才来的那人 是七星宗的宗主 七星大帝 你现在只是苍穹镜而已 你拿什么和他打 柯比不带情绪地说了一句 千秋恶然 但还是道 那又如何 作为永恒宗的神子 宗门即将被灭门 我居然在这关键的时刻出逃 这是大逆不道之事 快算了吧 要不是本晓 要不是我朋友救了你 你这会儿 早就死在那蓝沧海 那个老头手上了 夜神千寻步 打算在千秋面临 暴露自己的身份 此时的千秋也冷静了下来 他十分清楚 那么多圣境强者 以及一个帝王境的大帝代表什么 任他有用之不尽的神闻先术 可在绝对实力面前 这些都不值得一提 他攥紧了拳头 看着永恒宗的方向 尼南道 七星宗 待我称帝之日 定是你们灭宗之时 我必会为死去的同门弟子们报仇 科比看着千秋 淡淡地说了一句 七星宗不会杀光所有永恒宗的弟子 他们只是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 只要永恒宗大势一去 便会收复永恒宗 成为七星宗的附属宗门 这一点你不用担心 千秋叹息一声 就算七星宗现在要涂掉整个永恒宗 他也做不出任何举措 永恒宗当中 七星大的看着以极其诡异的速度 消失在原地的千秋 到底是何人 目光挪一回是小雅 与身受重创的三位老祖 淡淡地对纳兰沧海道 剩下的事情交给你了 苍穹境之下 不从本宗的人格杀勿论 苍穹境之上的 先关起来 本宗会处理 对了 长生中去哪了 七星大帝观星道 纳兰沧海额头上渗出冷汗 吓得当即跪在地上道 宗主赎罪 长生中 长生中与刚才逃走的那子 已经融为了一体 一瞬 七星大帝身上杀一四起 从空中落到了纳兰沧海面前 冷声道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那可是上古神器 如何会和一个苍穹境的修炼者融合 一旁的池小雅狂笑一声 道 没想到大名鼎鼎的七星大帝 处心积虑 就是为了得到我们永恒宗的长生中 可惜你来晚了一步 长生中已经和神子融为一体 他是被神器认可的人 假以时日 你七星宗会遭到灭顶之灾 七星大帝只是一道眼神 池小雅直接被震飞出去 身受内伤 一口鲜絮吐了出来 这子到底是何体质 纳兰沧海听命 本宗要你不惜一切代价 找回长生中 没有长生中 本宗的计划就无法完成 七星大帝一道意念 让纳兰沧海感觉自己下一秒就会被撕碎 连忙叩首于七星大帝 随后 七星大帝转身撕开一道虫洞 跨入其中 消失在了永恒宗 三位老祖此时也十分震惊 长生中 居然与自己的徒弟千秋融合了 无疾老祖坛倒在地 望着百里外的那座山峰 沉思片刻 最终叹息一声 菩提 须坤老二 看来咱们收了一个大能转世为徒啊 自古以来 还没有哪位凡人能融合神器 菩提老祖道 日后要沦为七星宗的阶下囚了 千秋若是能成为帝王境 些许可以卷土重来 重新带领永恒宗重献于世 哼 对我们的徒儿有点信心 我倒是觉得 那小子能成为百年来第一个成为主宰境的修炼者 此时 那尊帝王境白骨也一闪消失在了永恒山 与此同时 整个永恒宗都被入侵者扫荡而空 一切功法以及药材全被被搜刮走 一些贪生怕死的弟子也被从暗中揪了出来 其中 还有从战斗一开始就躲藏起来的左男 左男被万藏找到后 当即下跪在他面前 声音颤抖道 万尊者 我左男没有任何想要对抗您的意思 从今以后 我对你马首是瞻 还有我们左家 也甘愿臣服于七星宗的名号之下 万藏一愣 顿时冲着受了极大内伤的池小雅笑道 看到了吗 池小雅 这就是你的爱徒 连与本圣一战的勇气都没有 真是笑话 池小雅面色阴冷 看着跪倒在地的左男 他恨不能现在立刻手扔了这个贪生怕死之徒 就在这时 原本气息已经熄灭下去的三位老祖忽然抱起 他们用自己的元神再一次聚起 三道巨大的红色仙影显露于夜空之上 无极老祖对池小雅道 池丫头趁现在 快逃 我们三个老家伙为你垫后 永恒宗的复兴就靠你和千秋了 池小雅看到三位老祖用元神当作魂力去释放仙术 他一瞬红了眼眶 道 不要 然而 池小雅被虚昆老祖的那只星界龙用龙爪抓住 随即打开虚空之门 顿入了虚空星界当中 这是万葬和纳兰沧海等人反应过来 纳兰沧海道 抓住他们 别让那个女人跑了 那也得看我们三个老家伙 答不答应 元神燃烧 先报 三位老祖用出最后一丝力气 使用出了只有达到圣境之后的自杀式仙术 先报 随着三位老祖深深地看了最后一眼 他们守护了百年的永恒宗 三到七美的红色光线爆炸 巨大的能量冲击破在永恒宗的上空炸开 不少低境界的七星宗修炼者当场暴毙 万葬与纳兰沧海等圣境强者不得不开启防御仙术 去抵御这恐怖的能量波 但也是这时 虚空之门随之关闭 他们丢失了抓捕池小雅和那条星界龙的机会 永恒宗三位老祖 虚昆龙圣 无极剑圣 菩提法圣就此陨落 在山峰上的千秋也从夜神千寻的叙述当中 得知眼前的少女就是那日她参加百宗大会时 在夜神皇族宫殿殿墙下救下的那名少女 千秋不由则舌 没想到自己无意之间居然救下了一个绝世美女 那你叫什么 千秋饶了饶头 夜神千寻思考片刻 笑起来眼角弯弯道 我叫千寻 嘻嘻 没想到吧 咱们两个的名字就差了一个字眼 真的假的 你不是骗我的吧 还有 你是怎么知道我名字的 千秋狐疑的看着夜神千寻 我干嘛要骗你 你不信问我朋友 至于我怎么知道你名字的 是我朋友告诉我的 他也参加了百宗大会 说着 夜神千寻朝着柯比实眼色 柯比无奈一笑 随后对着千秋点了点头 千秋十分严肃的拱手对柯比道 多谢你出手相救 不过说来奇怪 你们说 那是七星宗的七星大帝 你居然能带着我从一个帝王镜的大帝眼皮子下逃走 难不成你也是帝王镜 那倒不至于 我只是苍穹镜而已 只不过擅长速度方面的仙术而已 柯比为了让千秋幸福 说着 还便聚气露出了自己蓝色的仙影 千秋狐疑地看着柯比 他很清楚 在这个世界境界越高 水平差距越大 一介苍穹镜 怎能从帝王镜的眼下逃走 千秋把目光投向了夜神千寻 道 该不会是你吧 夜神千寻一愣 旋即也露出自己的仙影 他的仙影更加夸张 只是浅红色的仙影 这说明他只是虚空镜修炼者 千秋不得不信服了柯比的说法 他只是擅长修炼 关于速度方面的仙术罢了 夜神千寻冲着柯比摆了摆手 柯比瞪大了眼睛 心中哭诉 小姐这就抛弃我了 这也太让人心寒了 但还是没有违抗他的命令 对着千秋道 晚上七星宗的发难 我们宗门也受到了牵连 我得回去了 小 千寻 我也走了 柯比一瞬消失在了 这座山峰之上 只留下了夜神千寻与千秋两人 千秋也没有多想 他从乾坤袋里拿出新的衣物 重新穿在了身上 夜神千寻忍不住说道 你背后为什么有那么大一个重的纹身啊 千秋不想暴露自己身体内 有一尊上古神器的存在 撒谎道 作为长生宗的身子 背后就得纹一个这么大的重 两人从这座山上走了下去 千秋只觉得自己的幽冥霸体 极其不稳定 必须得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压制住体内 隐隐要迸发充嗜血的冲动 下山之后 千秋本以为要和夜神千寻分道扬镳 不料夜神千寻一直跟在他身后 千寻 你要去哪儿吗 千秋看着夜神千寻 饶了饶脑袋 忽然有些不好意思 你又要去哪儿呢 被夜神千寻这么一反问 千秋瞬间呆愣住了 他倒是从未想过这个问题 现在永恒宗无法返回了 一时间不知何去何从 他从来到这个世界之后 直奔着永恒宗而来 成为了永恒宗的神子 也有三位老祖制定的修炼计划 见到千秋一脸猛的状态 夜神千寻导觉得他有些可爱 玄机道 你不是要成为帝王境的修炼者吗 现在永恒宗没了 你不考虑加入其他宗门门下 千秋摇摇头 十分认真的说道 一日为永恒宗弟子 终生为永恒宗弟子 虽然现在永恒宗被七星宗给巴占了 但终有一日 我会夺回他 千秋暗暗下定决心 现在回到原先世界 已然不是现在唯一他想要做的了 在找到离开这个世界的办法之前 要帮自己三位师父 要帮永恒宗所有弟子 重振永恒宗 至此 千秋因为晚上耗尽全部体力 与七星宗等人战斗 此时早已耗光了全身的魂力 找到一家旅馆之后住了下来 也没有顾得上管 与他一同而来的夜神千寻 千秋进入自己的房间 当即打坐 开始恢复自己的魂力 这时 柯比出现在了夜神千寻身旁 单膝跪地道 小姐 难道你以后就打算和这个小子待在一起了吗 夜神千寻若有所思道 也不算是跟他待在一起吧 这次出来 我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不过 千秋背后闻着的是长生钟 七星宗的人不是在找他吗 看来不只是父皇 现在整个修仙世界的人都在寻找上古神器 试图从上面获得残留下的神魂 天灾临近 所以人都怕自己在天灾当中陨落 小姐 你这趟莫不是出来寻找 助自己晋升帝王进机缘呢 房间当中 千秋在体内运气着 让自己魂力恢复的功法 他不禁又想到 先前那次在斗兽场魂力消耗殆尽 目以给他的 可以恢复魂力的丹药 刚才在宗内打斗的时候 一直没见到小雨 难道他也 千秋一拳砸在墙壁上 心中的怒火又一次点燃了 他想要毁掉整个七星宗的决心 就在这时 从窗外忽然闪进来一道黑影 这人身上披着黑色的大衣 让千秋大惊失色 千秋还没来得及聚起 那个黑衣人 嘴里缓缓吐出两个字 语剑 刹那 整个房间都被奇怪的力量笼罩了起来 千秋无论如何都不能聚起 他十分惊恐地 看向眼前这个黑衣人 千秋十分确信 眼前这个黑衣人 至少是圣境级别的修炼者 而且大概率已经达到了准地的地步 你是什么人 见黑衣人没有对他发起攻击 千秋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黑衣人摘下帽子 露出了他的面孔 千秋震惊地发现 此人通体透明 可以清晰地看到他透明肉体下的人骨 这个黑衣人 正是一直暗中观察 千秋的那尊帝王静白骨 哼 千秋别来无恙啊 本地已经追你很久了 一直以来 这尊帝王静白骨 都是在暗中观察千秋的 从未在他面前露过面 甚至连气息都没有袒露过 此时的千秋看到他 自然是一脸猛逼 道 敢问这位大帝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我不可能认错人 早在你第一次打开虚空之门的时候 我就注意到你了 本地一直躲在永恒山的河流当中 你的表现 让本地甚是震惊啊 这尊帝王静白骨 因为肉体透明 千秋几乎看不清他的表情 只是十分惊讶 他居然在自己 在永恒中 第一次打开虚空之门的时候 就被注意到了 而且自己一点都没有察觉到 这足以证明 他的的确确是一个帝王静修炼者 除此之外 三位老祖们都没有发现 这巨帝王静白骨 实力是何等的恐怖 千秋里清了这一点 更加不敢得罪眼前这巨帝王静白骨 小心翼翼道 那 您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刚才本地一直在暗中观察 那场战斗 你被救走后 永恒宗已经被七星宗占领了 以后就属于七星宗的附属宗门了 停顿片刻 他又道 你的三位师父为了把你们宗门的宗主送出去 使用仙报 他们三个全部陨落 化成了世间的尘埃 什么 师父他们全部陨落了 千秋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的三位师父虽然是休眠圣境强者 但已经达到圣境百年 早就踏入了准地的境界 这尊帝王静白骨却告诉他 三位师父全部启用了仙报陨落了 仙报千秋自然知道 那是燃烧元神的自杀式仙术 三位师父居然为了送出宗主 不惜献祭自己的生命 千秋沉默了许久 哦 那我们宗主呢 逃到了虚空星界当中 暂时来说应该是没有危险的 千秋的心一下子就沉了下来 三位师父齐齐陨落 现在宗主也下落不明 可以说是永恒宗的核心全部完了 见到情绪低落的千秋 帝王静白骨道 我知道你想找七星宗报仇 不过以你现在的实力 就算再修炼一百年 也不可能把这仇报了 千秋冷笑一声 正常的修炼者 也许穷其一生都未必能达到帝王静 然而他精通神闻 并不是一件什么难事 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一百年 我不需要那么久 千秋十分自信道 哈哈哈哈 果然年轻人不止天高地厚 我承认你的天赋一柄 身上还有不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但成为帝王静 并非通过修炼就能达到 这是需要机缘的 没有机缘 你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达到帝王静 而且 就算你达到了帝王静又如何 就凭你一己之力 想要寻找七星宗那样一个庞然大物报仇 这不现实 帝王静白骨背手而立 身上散发着强大的气息 千秋忽然有些挫败感 眼前这个帝王静白骨说得不错 他势单力薄 面对一个大帝和无数的圣静强者 的确没有什么胜算 这时 帝王静白骨又一次主动开口 我来找你 便是来帮助你的 我曾经创立过一个十分强大的组织 不比十大宗门弱 我可以帮助你步步为营 在你达到帝王静之前 创立出一个足以抗衡七星宗的组织 千秋盯着这尊帝王静白骨 他没有一秒停下过对他的警惕 作为一个帝王静的修炼者 怎么会找上他这样的一个苍穹静修炼者 可千秋早已经用神念打探不周围 发现这里早就被帝王静白骨 用一种特殊的手段与外界隔绝了起来 看出了千秋的想法 帝王静白骨哈哈一笑 道 你不必担心 本地不会伤害你 你一定好奇 我一介大帝 为何找你一个苍穹静修炼者 还无缘无故地许诺你好错 千秋点头 随后帝王静直接脱下身上披着的黑袍 露出了他通体透明的身子 道 我也不是平白无故地帮助 现在我的身体变成了这副鬼样子 虽然我是帝王静的强者 但现在能使用出的仙术 寥寥无几 就连仙影都无法露出 我帮助你报仇 待时机成熟之际 你需要帮助我恢复身体 千秋被帝王静白骨的身体震惊了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仔细想了想 这尊帝王静白骨的话 他总觉得 哪里有说不上来的奇怪 仙影都无法外露 那这岂不是等于告诉别人 我虽然是王者 但是我没有王者技能 隐分身术 冰河时代 千秋瞬间聚气展露仙影 直接使用出他目前最为强大的神文仙术 在房间当中 一瞬出现了几十个千秋 并且同时释放冰河时代的神文仙术 然而 这一切似乎早就在帝王静白骨的意料当中 他只是大手一挥 千秋的分身挨个爆炸消失 神文仙术也全部被打断了施法 这 卧槽 千秋瞬间就傻眼了 心想 如果我开的是外挂 那这个人开的 就是挂中挂 嘿嘿 我虽然说 自己施展不了几个仙术 但从来没说 不能施展仙术 好歹我也是一个堂堂的帝王静修炼者 你我实力悬殊 并非靠你精通神文 就能打败我 说完 帝王静白骨十分认真道 和你明说吧 你身上的一切其事 都被我看在眼里 长生中与你融为了一体 并且听到了上古神奇的异语 你可以使用隐分身术 猜测的不错的话 你并非精通神文 而是你压根就能读懂神文的含义 不像其他修炼者一样 只是把它当作施展仙术的咒语罢了 这一刻 千秋彻底震惊了 他甚至动了 和这尊帝王静白骨殊死一搏的念头 他懂得神文含义的事情 居然被这个帝王静大的看了出来 你到底是什么人 千秋眼神中杀意四起 我只是一个被封印的帝王静修炼者罢了 之所以我知道这么多 是因为我观察你了很长时间 也只有你能帮助我恢复肉体 因为整个修仙世界 也只有你能读懂神文的原本含义 生怕千秋再次发难 帝王静白骨意念一动 从身后拿出来一本古籍 他道 这是幽冥九转诀 虚昆老儿跟你提起过 关于幽冥霸体的古籍 送给你了 这是本地的诚意 幽冥九转诀 落在了千秋的手上 千秋没想到 流失百年的古籍 居然在这尊来路不明 帝帝王静白骨手上 现在赠予于他了 此时 千秋终于放下了对他的戒心 道 敢问这位大帝 你的名字是 年代有些久了 本地已经很久 没有听到过别人喊我名号了 三百年前 人们都叫我羽帝 而本地的全名叫做 齐羽大帝 羽帝 齐羽大帝 千秋从未听说过这个大帝 不过他说 三百年前的人们 是这么叫他的 说明已经有三百年的时间 他没有再现实了 看着手上的幽冥九转诀 千秋确信 齐羽大帝是诚心找他来帮忙的 只是他想不到 自己一戒苍穹镜能帮助一个帝王镜的修炼者些什么 见千秋完全放下了戒心 齐羽大帝呵呵一笑 随即道 也许你并没有听过我的名号 因为时间实在有些久远了 大多数人都以为本地陨落了 言归正传 这 幽冥九转诀 你拿去修炼 本地也可以辅助你 这 流失依旧的 幽冥九转诀 就这么容易到我手里了 千秋还有些怅然的盯着手上的秘笈 不等他反应过来 齐羽大帝 已经解除了房间当中的语界 本地今天就不在你面前讨扰了 等你成功修炼了第一转 本地再来与你商讨之后的事情 说话间 齐羽大帝已经消失不见 只在地上留下了一滩水迹 千秋连忙跑到窗户边 街上空无一人 漆黑的夜里 仿佛从未出现过 齐羽大帝这个人一样 回到床上 千秋翻开了这本 《游名九转诀》 发现这本书 正如菩提老祖曾经跟他说的一样 全书由神文编短而成 这对于其他修炼者来说 这犹如天书一般 根本不可能读懂 然而对于千秋来说 这压根就是一本普通的书罢了 上面的内容 就连一个生辟子都没有 得来全部费功夫 这样一本神书 就到了我的手里 哼 小爷我精通神文 这九转修炼起来 岂不是跟晚一样 千秋一想 困意全无 随即翻开书彻夜未眠 盘坐在床上 开始修炼起 《游名九转诀》的第一转 然而 当他真正修炼起来的时候 发现这游名九转诀 比起他从前修炼过的 任何功法都要难 就算识得书中的内容 可仅仅只是描述 如何运气和修炼罢了 真正做起来 他发现十分的困难 游名霸体难以控制 根据书中的运气方式修炼 每一秒消耗的魂力 都是平常修炼的数百倍 卧槽 小爷我开挂都没用 那些没挂的人 是怎么修炼这本秘籍的 忽然千秋想起 虚昆老祖说过 世间只有三具游名霸体 真正将忽名霸体练到七转的 也只有几百年前 那位帝王静大帝 把他练体到了七转而已 不信邪的千秋 直到天亮都没能误透第一转 哪怕用上了各种神文辅助 都无济于事 似乎这些神文仙术 早都被忽名霸体给割绝了 千秋并不觉得奇怪 忽名九转诀整本书 都由神文编转而成 必然是一位神奇所编制的 如果这么轻易就能练体成功 那他岂不是第二天 就能吊打各个帝王静的大帝了 不过千秋同时也发现 自己修炼幽名九转诀 彻夜未眠 却不觉得困 没想到这幽名九转诀 居然有除去睡觉的功效 很快 房门被敲响 千秋打开门之后 发现夜神千寻站在门前 你起这么早吗 千秋惊讶到 夜神千寻似笑非笑地盯着千秋 随后从背后拿出一张通缉令 道 你被通缉了 灭宗之徒 永恒宗史上最大的溺图 千秋 什么鬼 夺过夜神千寻手上的通缉令 发现上面正是自己的画像 并且内容是说 他连夜灭了大半永恒宗 并且通敌是杀三位老祖 与永恒宗百位弟子 千秋一把撕碎这张通缉令 怒道 一派胡言 明明是万仓那个王八蛋干的 居然栽赃到我的头上 夜神千寻并不在乎这些 他调皮一笑 吐了吐舌头道 你的通缉令 可是达到了一百万横股币哦 现在整个横股大陆的修炼者 都在到处找你 一百万哪 足以请动排名前二十的 我相信这种东西 还有那么多永恒宗的弟子活着 他们都能为我作证 夜神千寻点七脚摸了摸千秋的脑袋 装着一副长辈的模样道 你怎么这么傻呢 整个永恒宗都被七星宗纳入麾下了 谁若敢不从七星宗的安排 一律格杀勿论 谁会跟自己的命过不去呢 顿了顿 夜神千寻继续道 况且 昨夜不止你们永恒宗一个宗门被攻击 有数十个宗门都遭到了攻击 外面现在的在流传这些宗门 有不少人共同创立了一个组织 为的就是策划这起暴乱 夺取上古神器 而你千秋就是其中一员 七星宗站出来宣布 愿意无条件接纳这些遭遇攻击的宗门 让他们成为自己的附属宗门 千秋还想说什么 但他十分清楚 真相永远敌不过不知真相者们的嘴 这张通缉令发放的那一刻起 他千秋就已经成为了万夫所指之人 所有不知情的人都会唾弃他 并且越描越黑 整个永恒大陆的修炼者们还会追杀他 千秋攥紧了拳头 怒声道 七星宗没我宗门 杀我师父 现在居然还把所有灾祸栽赃到我身上 千秋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夜神千寻双手背后站在眼前面前 既然有人想置我于死地 那我偏偏不如他意 对了千寻 你知道这天神殿在何处吗 夜神千寻愣了愣 问道 你要去天神殿吗 那里有什么好玩的 有千层魂塔 我要冲击煞魂 魂力级别达到煞魂 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众多帝王境的大地魂力级别 也不过是煞魂中期而已 只有极为少数的极为大地魂力级别 达到了煞魂末期 夜神千寻看着眼前这个眼神坚毅的少年 他对他更加感兴趣起来 咱们呀还真是有缘 正好我也要去天神殿 不如咱们一起吧 夜神千寻笑眼 弯弯 千秋道 你也要去天神殿吗 在浩瀚的宇宙当中 当初注意到修仙世界的那位神奇 对着自己神座之下的一位天使道 修米尔 你去那个世界 为我寻找信徒吧 等待我的神将之日 一位四翼天使 单手扶在肩膀上 恭敬的丹西 跪在他的面前 道 伟大的主人 您要神降于那个渺小的世界吗 那并不算一个渺小的世界 在很多个宇宙时间前 有过数十个神仙的神明 比我还要强大 只是那里也有过诸神黄昏 神们已经抛弃了那里 你一个四翼大天使 足以在那个世界称神了 神只有主人您一个 我怎敢在您面前称神 主人 我还需要我为您做些什么吗 休米尔再一次恭敬的开口 不用了 在我神将之日 不要暴露自己 暗中寻找信徒就好了 休米尔点头 离开了神殿 开始坠入修仙世界 修仙世界 有众多无辜的生命存在 但那又如何 他不在乎 不止这一个神奇 还有数位神奇 都派出了自己的天使 坠入修仙世界 其中不止四翼大天使 还有六翼翅天使 此时此刻 修仙世界当中的帝王进强者们 都感应到了什么 全部忧心忡忡的看向天空 门界当中 门地也感应到了神的气息 节节节 你上次使用神文禁术 让不少神奇注意到了这里 现在神奇已经往这里投放神灵了 黑色面具少年 面色平淡地坐在一边 淡淡道 我又没有用出神迹 最多引起一些外神注意到这里罢了 你们这个世界 已经很久 没有主神神仙了 助我达到帝王境 你我必然能成为新世界的主神 节节节 口气真是不小 不过我喜欢 千秋和夜神千寻 离开了那个客栈 夜神千寻告诉他 天神殿是天神宗的主殿 但向所有修炼者开放 只要达到了苍穹境变 可以进入天神殿 天神殿在横谷大陆的最北边 可千秋与夜神千寻所在的客核城 处于横谷大陆的最南边 两个地方恰恰在横谷大陆的极端 相隔甚远 千秋本想使用寓箭的方式赶往 但夜神千寻道 你现在是通缉犯 你用寓箭的方式 马上就会被所有修炼者注意到 可我现在尚未达到圣境 无法踏空而行 就算达到了圣境 你也不能使用踏空而行 同样会被注意到 你现在只能依靠最原始的办法 徒步前往天神殿 在此之前 你必须隐藏自己的身份 千秋狐疑地看着夜神千寻 用着一种怀疑的语气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事情 夜神千寻心头一惊 但这惊讶转瞬即逝 理了李尔边凌乱的银发 浅浅一笑 我的修为境界不怎么样 但是我是个百事通吗 了解这些有什么不行吗 千秋还是怀疑夜神千寻的身份 偷偷用神念扫射了夜神千寻的身体 发现 他的确只是一个虚空静的修炼者 在千秋转身之后 夜神千寻抿着嘴 口中的难道 哼 凭你现在的实力 还想用神念扫射本小姐 千秋在地摊上买了一份横谷大陆的地图 等看到整个横谷大陆的路线之后 千秋大为震撼 我天 横谷大陆居然这么大 就算是遇见飞到天神殿 起码都得快半个月的时间 现在要靠徒步过去 这得多长时间啊 千秋有些崩溃 与此同时 在横谷大陆宗门排名第五的耀宗之内 沐宇已经成功返回自己的宗门 沐宇的真实身份 是耀宗宗主的女儿 他如此急忙从永恒宗赶回来 就是为了给自己的父亲 禀告长生忠 已经与千秋融为一体 而长生忠 就是他折服于永恒宗的目的 现在耀宗还没得到长生忠 却被千秋节足先登 让他和长生忠融合了 大护法 我父亲呢 大护法看到沐宇回来 先是一惊 连忙道 小姐你果然没事 宗主都快急死了 沐宇有些猛 疑惑道 这是为何 我又没有什么事 他着急什么 小姐 您不知道吗 昨天夜里 永恒宗暴乱 据说是永恒宗心里的神子 杀害了一半的永恒宗弟子 永恒宗的那三个老家伙都陨落了 这怎么可能 在离开科沃城之前 千秋带着夜神千寻 又一次来到了斗兽场 他打算这一次 要多击杀几头魂灵兽 以用来提升自己的魂力等级 忽然想起来自己没剩多少钱 想要进入斗兽场 还得想办法弄来一笔钱 嗯 千寻我去上个厕所 你等我一下 千秋转眼来到了厕所 自言道 上次为了搞钱 还特意跑到虚空星界去抓魂灵兽 我明明有言出法随的本事 干嘛要花那么多的功夫 十万很古别 随着千秋一语落下 并没有任何东西出现 千秋心中疑惑 在此之前 他明明尝试过 这个世界只要存在的东西 他明明都可以用神文说出来 然后出现在手上 这是怎么回事啊 又尝试了多次 发现这个办法根本行不通 不用试了 用神文是不可能变出横骨壁的 就在这时 祈宇大帝又神不知鬼不觉地 出现在了他的身旁 千秋看着祈宇大帝 周眉道 你听得懂这句神文 好歹我也是帝王境的修炼者 比这个世界百分之九十的修炼者都要强大 区区神文我有何不懂 祈宇大帝透明的躯体漂浮在半空 他接着道 横骨壁是由众多大帝使用仙术制造而成 是有特殊仙术加密过的 如果能用神文变出来 这钱还有什么价值 千秋忽然有些气馁 道 没想到精通神文也没什么太大的作用 此话非也 神文象征着实力 只要你精通神文 想要前方是有太多了 是你鼠目寸光 本帝要是有你这样的神文天赋 想要什么得不到 随后 祈宇大帝对千秋讲述了新的赚钱方式 千秋感觉自己的三观都被刷新了 千秋从厕所出来之后 找到夜神千询对他道 咱们不去斗兽厂了 去拍卖会 嗯 怎么突然要去拍卖会了 你刚不是要去斗兽厂 提升魂力等级吗 千秋尴尬的摸了摸鼻子 底气不足道 没钱 先去拍卖会赚点钱 夜神千询听到他没有钱 原本是打算借给千秋的 但忽然想起来 出门的时候 为了躲避父亲的抓捕 着急之下 什么也没带出来 他现在 也是身无分文 随后 夜神千询随着千秋 到了科沃城的拍卖会 科沃城的拍卖会场 并不算很大 毕竟这里只是山脚的一个小城罢了 不过横谷大陆的所有拍卖会场 全是连锁的 千秋按照旗宇大帝讲述给他的方法 把他惯用的神文仙术 在纸上写了下来 并且用这个世界的语言 标注了施展出来的效果 依照旗宇大帝所说 千秋学会了 泰山宗姚飞的神文仙术魂灭火云 他可以把这个神文仙术写在纸上 当作高级功法卖出去 在修仙世界 不管是使用神文仙术 还是写神文 都要耗费相同的魂力作为代价 要把一个神文仙术标注成册 更是要消耗数倍的魂力 但高境界的强者们 会不惜耗费大量魂力 将自己的高级仙术书写出来 要么用来传授于自己的徒弟 要么卖出去授予其他修炼者们 其与大帝讲道 魂灭火云这种仙术 并非流传于泰山宗当中 在外界也有不少修炼者会使用 早已泛滥成灾 单单把它用魂力标 筑成高级仙术的册 是卖不到什么钱的 但在竞技场的时候 千秋可是把魂灭火云给强化了 变成超级魂灭火云 这对千秋而言 只是多了两个字的区别 但对众多修炼者来说 这已经是质的飞跃了 许多圣境强者 都无法误托这多出来的两个字 千秋用旗宇大帝教给他的方法 用魂力将超级魂灭火云书写成册 这样超高品的仙术 放在拍卖上拍卖 起码能卖到十万横股币 而且这在修仙世界 是从未出现过的仙术 拿着这本用魂力书写成册的 超级魂灭火云 进入了拍卖会场 千秋为了不暴露身份 戴上了白色面具 夜神千询好奇道 千秋你干嘛要往脸上戴个面具 你不是说我被通缉了吗 在拍卖会上有这么多人 要是我被认出来了 岂不是完蛋了 是吗 那你也陪我去买一个面具 我也要戴 夜神千询说着 拉着千秋去一旁 买了一个戴着猫儿的面具 夜神千询戴上之后 笑着问千秋 嘻嘻 这个好看吗 千秋看着眼前的夜神千询 他忽然想到了 自己在原先世界的亲生妹妹 夜神千询有和他一样的性格 活泼可爱 笑起来嘴角都有相同的酒窝 千秋不自主地伸出 手揉了揉夜神千询的脑袋 挺可爱的 等他摸完才意识到了不对劲 连忙收回手满脸尴尬 夜神千询也被千秋 这突如其来的动作给惊讶了 扮上没开口说话 最后也是红着脸 别过了脑袋 暗中 柯比看到这一幕 感觉自己三观惊悔 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小姐 您这么多年的矜持去哪了 这小子 有哪特别的 两人戴着面具 进入了拍卖会会场 千秋把用魂力书写出来的 超级魂灭火云 给了计拍的人员 内心还是有些忐忑 他不知道 这样的东西 真的能哪来拍卖吗 拍卖会的工作人员 接过千秋的仙数册 道 先生 这是仙数册吧 请您稍等一下 仙数册上的仙数 有等级区分 我们需要鉴别一下 千秋一愣 看着眼前这个身姿恶魔的工作人员 又是惊讶又是兴奋 没想到 居然真的能卖 而且 计拍的工作人员好漂亮 妈的 稍等片刻之后 刚才那名工作人员 被鉴别师喊到了办公室 古河大师 您叫我有什么事情吗 司徒古河看着手上的 超级魂灭火云 一脸难以置信 这样的仙数 可谓是超级高品仙数了 甚至在横谷大陆 众多记录仙数的书籍当中 从未见过 这个仙数册 是何人要计拍的 莫不是一位准地的强者 司徒古河道 那名女工作人员瞬间猛了 我不知道啊 古河大师 我只是天人静的修炼者 我没办法看穿 外面的人的修为境界 司徒古河没有废话 让这女人带着她赶往外面 看到千秋和夜神千寻之后 连忙道 请问您是这本仙数册的主人吗 是我 是这个东西 不能寄卖吗 我是第一次卖 如果不行的话 您还给我吧 我这就走 千秋刚大到了极点 果然这种东西 是不能售卖的吧 不料司徒古河道 怎么不能卖 能卖 只是我想不明白 这本仙数册 已经达到了超级高品的品质 您确定要贩卖这本仙数册吗 要知道 在这个小拍卖场 别说是超级高品的品质了 就连高品仙数册都少有出现 放眼整个横谷大陆 大规模的拍卖场 拍卖超级高品仙数的 也寥寥无几 谁会把一本超级高品仙数 放在拍卖会上呢 要知道 拥有这样一个超级高品仙数 随意加入一个宗门 都能当上长老的职位 确定 千秋点头 司徒古河再一次愕然 随后点点头 把仙数册交给了身后的女人 随后道 这本超级高品仙数册 底价定为三万横股币 之后 千秋带着夜神千寻 进入了拍卖会场 这里早已聚满了各路的修炼者 几位天使在修仙世界成功降临 他们将自己的形态 化成了修炼者的模样 哦 这种叫做仙影的东西 修米尔将自己的四翼 也化化成了仙影 恐怖的是 白米高的黑色仙影 耸立在他背后 四翼天使仅仅只是降临 他们极为帝王静 拍卖会很快就开始了 千秋带着夜神千 寻找了一个位置入座 随着拍卖会的开始 会场上也逐渐安静下来 千秋想看看 在这拍卖会上 有没有对他有用的东西 前几件拍卖品 对千秋而言都是无用的东西 比如一些修炼者使用的刀剑 又或是对低境界修炼者 有辅助作用的功法 这些没用的东西 都能拿上来拍卖 这个拍卖场也太低级了吧 夜神千寻撇了撇嘴 想起他自家夜神皇族的拍卖场 要比这里气派太多 拍卖的东西 也和这里天差地别 这个会场拍卖的东西 放在那里 是要闹出天大的笑话的 当然 千秋是第一次来拍卖会 哪里见过更加豪华的拍卖会 直到第八件拍卖品的时候 让无聊的千秋突然振作起了精神 拍卖官是一位年轻的女性 台下的历史送上来一个红木盒子 打开之后 里面放了五枚蓝色的丹药 她用纤细的手拿起其中一枚 对着众位拍卖者道 各位 这个是来自药宗炼制的回魂丹 在战斗过后 消耗了大量的魂力 服下它之后 可以提高自身恢复魂力的速度 并且没有任何副作用 炼制它的药材十分珍贵 它们全部生长在新叶里面的叶魅森林 这一盒有五枚 拍卖底价为一万横股币 千秋之所以注意到 这个回魂丹有两个原因 一是它被这个丹药的功能所吸引 在魁魂之前 进阶越高 每一次释放仙术所消耗的魂力就越高 如果能在战斗的时候 服下这枚丹药 可以加长续航时间 二来 这个丹药它是见过的 上一次在斗兽场消耗光魂力之后 沐宇曾经给它服用过 沐宇是从何而来的回魂丹 这回魂丹不是来自药宗吗 就算是他用买的 定然也是留给自己 在关键的时刻服用 怎么会如此随意的 给千秋他服下一枚呢 这个东西不错 我打算拍下它 千秋说完 就举起了加价牌子 三万横股币 夜神千寻刚想阻止千秋 但千秋已经举起了牌子 他愤恨地跺了跺脚 怪称道 你干嘛呀 这种东西 没必要花钱买的呀 你修为境界还低 你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好处 我拍卖下来 我送你一枚 关键的时候 你会感谢我的 千秋对夜神千寻笑了笑 随后又有人加价至三万五千横股币 千秋再一次压过了他 夜神千寻无奈 心中嘀咕着 这种回魂丹只是中品而已 药宗送给我们夜神家族的 都是极品品质的 就算是圣经修炼者服下之后 都能立刻恢复满魂力 七万八千横股币一次 七万八千横股币两次 在有人将这五枚回魂丹的价格 抬到了这个价格的时候 千秋放弃了竞拍的想法 回魂丹固然不错 但他还没有达到如此高的价值 最后五枚回魂丹落在了别人手中 千秋只是轻轻叹息一声 见到千秋有些失望的样子 夜神千秋嘟了嘟嘴 对着千秋一笑 别灰心嘛 我刚才就想劝你别近拍这个东西 哎 这个东西还是不错的 可惜了 这时 夜神千寻从自己兜里 掏出一枚长相与台上 正在近拍的回魂丹相似的丹药 只不过 上面多了一条龙纹 怎么看都要比正在拍卖的五枚回魂丹高级 你看这个 和拍卖是不是一个东西 千秋震惊 拿起夜神千寻手上的丹药 发现这个居然也是一枚回魂丹 而且绝对要比台上的高级 卧槽 你从哪弄来的 这个嘛 就是我之前那个朋友给我的 你见过的 千秋愕然 这样极品的丹药 出自先前那人之手 难不成他是药宗的弟子 随即千秋追问道 你的朋友是药宗的人吗 这种丹药 不是只有药宗可以炼制吗 夜神千寻回道 他不是药宗的人 不过在药宗有个身份很高的朋友 应该是他的朋友送给他的吧 我俩关系好 他就送给我了 这一次 千秋确信夜神千寻此前的那个朋友 一定有着非同凡响的身份 不然也不会认识药宗的人 并且还送给他如此高级的丹药 但千秋还是拒绝了夜神千寻 这是他送给你的 在你消耗进魂力的时候服下他 马上就能回满魂力 可以说是一个保命的东西 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没关系嘛 你修为境界高 要是真有什么危险 你保护我就好了 我也用不上这东西 夜神千寻眨了眨眼睛 给千秋了一个不容拒绝的理由 千秋欲言又止 最终还是收下了这枚回魂单 很快 终于是轮到了千秋即拍的仙树册 超级魂灭火云 拍卖官拿出这本仙树册之后 随即介绍到 这是今天的压轴拍品 超级魂灭火云 经过本鉴别式的鉴别 它属于超级高品的品质的神文仙树 目前为止 在横谷大陆 乃至整个修仙世界 都未出现过这样的神文仙树 竟拍底价为三万横谷 拍卖官的话一出 整个拍卖会场的修炼者们 都沸腾了起来 卧槽 超级高品的仙树册 这在柯沃城的拍卖场上 还是第一次出现 就算是在那些数一数二的拍卖场中 都很少见得到 听着翻译过来的名字 似乎是泰山宗的 《魂灭火云升级版》 不过具体神文的含义 我也不懂 毕竟是神文仙树 快通知我爹 速速送十万横谷过来 我一定要拿下它 千秋愕然地看着周围 那些未知疯狂的修炼者们 他没想到 自己随手一写的神文仙树 居然能引起如此的轩然大波 很快 就有第一个开始加价的人 五万横谷 紧接着 第二个也出现了 八万五千横谷 我出十三万 谁也别想后张 加价的跳跃范畴 已经彻底惊待了千秋 他心想 这群人是不是疯了 他们真的有这么多钱吗 就在这时 一道低沉的声音 从拍卖会场的角落传出来 我是泰山宗的姚飞 我出十五万横谷 还有人加价吗 泰山宗的姚飞 所有的目光看向声音的来源 发现一个身材壮瘦的青年坐在那里 身旁还站着几位气息不弱的修炼者 是泰山宗的姚飞 他都拿出泰山宗压咱们了 谁敢还加价 是啊 现在加价 不等于是和泰山宗对着干 谁还敢加价 话说 刚才有人说 这个超级高品仙树册 是魂灭火云的加强版 这姚飞的绝活 可不就是魂灭火云吗 他要是拿到了这本仙树册 实力肯定会大涨 在场的许多人在讨论着 而千秋也把目光头像坐在那里的姚飞 不由一阵惊讶 他怎么也来这里了 千秋心中些许尴尬 实际上最初魂灭火云 就是从姚飞手上学来的 只不过 自己依靠着精通神文的本事 在竞技场的时候 把这个仙树做了升级而已 这个本身只是高级品质的神文仙树 摇身一变 直接变成了超级高品神文仙树 最尴尬的是 居然还被这个仙树原本的施展者 给拍卖了下来 十五万成交 这本超级高品仙树册 归属于泰山宗姚飞 拍卖官宣布了最终结果 除去手续费 千秋能从中获得十四万多的横股币 这对他而言 已经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了 因为上一次在竞技场的时候 千秋就是戴着这顶白色面具 他怕被姚飞认出来 在后台从拍卖会场 领取了属于自己的钱之后 连忙带着夜神千寻离开了拍卖场 拍卖会场当中 姚飞如愿以偿 拿到了那本超级魂灭火云 师兄 没想到居然能在这个小城的拍卖场里 简陋一本超级高品仙树 况且 还恰恰是你最为熟练的魂灭火云 一旦您将这个仙树学会 实力定然会上升一层 是啊 姚飞师兄 你拿着这本超级高品仙树回踪 师父也一定会赞赏你的 姚飞的两个师弟吹嘘着姚飞 而姚飞则是有些激动的翻开了这本仙树册 因为仙树册为了让修炼者们读懂 其中的注释都是由这个世界的语言撰写而成 姚飞看到了册子当中书写到的仙树效果 他脸瞬间就黑了下来 这不就是上一次他在竞技场里 被那个叫做球鸟的虚空竞选手打败的仙树吗 一模一样的想过 威力的确强大 值得上超级高品仙树 就连自己的师父都不能让魂灭火云达到这个程度 可这本仙树居然成为了一本超级高品仙树册 被自己拿到了 这个仙树册的计拍者 难道是那个球鸟 姚飞当即找到了拍卖场的鉴别师 问道 这本仙树册的计拍者是什么人 他现在在哪里 司徒骨盒盯着姚飞 他只是一个轮回进修炼者 况且还是面对姚飞这个来自十大宗门的弟子 他自然得罪不起 可拍卖场也有拍卖场的规矩 司徒骨盒道 对不起先生 我们有规定不能透露客人的信息 你确定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再给你一次思考的机会 姚飞身后的两个师弟站了出来 他们没有直接对司徒骨盒动手 只是缓缓地露出了自己的先意 司徒骨盒额头上渗出一丝冷汗 随即道 这个顾客也是第一次来拍卖场 他带着白色面具 身边还跟了一个带着猫耳面具的女士 至于他现在哪里我真的不知道 他在计拍结束之后 拿了用金就离开了 听到白色面具四个字 姚飞确定 这个人就是上一次 他在竞技场里遇到的球鸟 又是你 最好不要让我再碰到你 否则 我必然将你碎尸万段 千秋带着夜神千询远离了拍卖场 他不打算再去斗兽场 刚才在拍卖会上 他不止见到了泰山中的姚飞 还感应到了不少圣境强者的存在 很显然 这些人都是奔着他的通缉令而来的 不然在科沃城这样一个小城当中 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出现如此多的圣境强者 千询 咱们得尽快离开科沃城了 这里距离永恒山太近 已经有不少圣境强者来了这里 要是被他们盯上 只有我一个人的话 我倒是有办法逃脱 但是带着你就有些麻烦了 千秋郑重地对夜神千询说道 他一直把夜神千询 当做一个低境界的修炼者 夜神千询也没有说什么 只是轻轻点头 随即跟在千秋的身后 向着科沃城外走去 离开了科沃城 千秋看到地图上标注着 他们朝着这个方向行进 下一个城市叫做金汉城 这个城市正是被黑色面具 屠杀了整个宗的三雷宗所在之城 千秋他现在都心有余悸 在百宗大会上的那个少年 实力太过于恐怖 面对三位大帝都不足为惧 明明只是一个圣境修炼者 身后竟然有着 一位帝王静大帝的支持 千秋看了眼身旁的夜神千询 他道 你知道门帝是什么人吗 夜神千询歪了歪脑袋 用手玩弄着自己的银发 想了想才开口道 你是说在百宗大会上 支撑朱仙殿的那个门帝吧 千秋点头 在三百年前 这个门帝可谓是最强大的 几位帝王静大帝之一 达到了帝王静这个境界 在修为境界上 已经达到了上限 要比较实力的话 自然是只能比较炼体 与魂力等级 门帝已经达到了圣体末期 他这具炼体 有一个十分特殊的名字 叫做空间肢体 空间肢体带给他的能力是 只要他所目睹过的地方 就可以在那地方打开一扇门 如果他看过你的心脏 甚至可以直接 在你体内打开一扇大门 除此之外 他将这个能力开发到了极致 创造出了一个独立的空间 人们称之为门界 门帝很少出现在大陆上 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门界当中 听完夜神千寻的解释 千秋感到十分惊讶 没想到 居然还有这样神奇的炼体 千秋这时候才知道 黑色面具少年 为何面对三位帝王静的大帝时 为何没有一丝聚色了 只因为 他身后站着那位 可以在任何地方开门的门帝 千秋眯了眯眼睛 如果将来有机会 可以和这个门帝战斗的话 只要听到用哪一句施展先术 岂不是可以复制他这个特殊的能力 千秋和夜神千寻花了两天的时间 赶到了金汉城 比起科沃城 这里更要繁华一些 金汉城是三雷宗的宗门所在之处 城中一半的人 都与三雷宗有些千丝万缕的联系 原本生机勃勃的金汉城 在黑色面具少年的到来之后 一切都变了 他凭借一人之力 屠杀了整个三雷宗的圣境强者 但凡是他所经之处 绝无任何一个生还者 时隔多日 金汉城依旧死气沉沉 在街上偶尔还能看到打斗过的痕迹 诸仙殿的宗主 有能让众多修炼者 直接晋升圣境的能力 假日十日 他们再次出现的时候 恐怕要成为整个修仙世界的第一宗门了 千秋看着周围的残景 忍不住说道 这怎么玩 明明他才是开挂的那个人 为什么这个世界 还有一个比他更外挂的存在 夜神千寻看着周围的悲惨破败的模样 秀眉也是微微一皱 他自小从未见过这样的场景 那只是一个他招募修炼者的噱头罢了 他不可能无限次使用那个神闻禁术的 为什么 神闻禁术这个东西 没有多少人知道 我也是在一本古籍上看到的 神闻禁术是上古神奇使用的仙术 但由于过于残暴 被众位神奇禁止使用了 并且 一旦出现神闻禁术 就会引起神奇们的注意 会加速天灾的到来 夜神千寻颇有耐心的 为千秋解释 紧接着又继续道 被神奇注视的次数越多 天灾的时候 神将的神奇就越多 一旦超过了修仙世界大帝们的抵御程度 整个修仙世界会沦为神奇的养料 他若是想要 壮大自己的实力 就绝不会滥用神闻禁术 因为那也会加速他的死亡 得知这一切的故事背后 千秋忽然意识到了一个恐怖的事情 不过在事情尚未得到证实之前 他也没有多想 自从三雷宗被屠宗之后 各大宗门都派了修炼者过来 目的就是帮助城中的人们重建家园 另一个目的 就是想要搜集三雷宗仪留下的西式珍宝 千秋心道 还好这里的人都忙着重建房屋 没人注意到我 途中 夜神千寻忽然对千秋道 你先找个地方住下 我想起来 我在金汉城还有一位朋友 我去拜访他一下 我们最好还是离开这里吧 虽然这里不比科沃城的圣境强者多 但留在这里也还是很冒险的 千秋皱了皱眉 不太愿意在此地停留 不料夜神千寻堵了嘟嘴 拉起千秋的胳膊就开始撒娇 哎呀 我们都好久没见了 好不容易路过这里 我就去见他一面嘛 千秋哪里招架得住夜神千寻的撒娇 当即缴械投降了 与此同时 一位身穿白色大褂的俊俏男子 悄无声息地来到了金汉城 他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儒雅的气息 除了身后背着一柄平平无奇的剑 腰间还挂着两把剑 这与大多数剑客都不相同 这便是那人屠杀了整个宗门的地方吗 没想到凭借他的一己之力 居然能做到这一点 真是恐怖啊 儒雅男子恰恰看到了千秋 与一位妙龄少女分别 他一眼就认出了千秋的背影 他感到十分惊讶 在这里居然能遇到永恒中那位神子 不过听说 昨夜他已经成为了通缉犯 有趣 就在儒雅男子刚激起沙意的时候 他立刻感受到了周围危险的气息 虽然这个气息的主人实力并非在他之上 但也绝不是一个弱小的存在 儒雅男子收起了自己的沙意 那道气息也随之消失 他嘴角微微上扬 这几日到底是怎么了 怎么每一个天赋异禀的修炼者背后 都站着一位大能 千秋找了一处荒废的庭院 他环绕四周片刻之后 对着空气道 祁宇大帝 你出来一下 我有事找你 话音刚落 祁宇大帝悠悠地出现在了庭院当中 小鬼 我给你出了赚钱的法子 还不错吧 祁宇大帝笑道 不错是不错 就是书写先述册 几乎能花费我所有的魂力 我恢复所有的魂力 要好长时间 太不值当了 祁宇大帝倾笑一声 你现在的水平 届时就不用担心 自己的魂力不够用了 千秋点了点头 随即道 你给我的那本 幽冥九转诀 我已经试着修炼了 这功法实在诡异 曾经我修炼一本功法 只要几分钟 最多几十分钟 可是这九转诀的 第一转我 修炼了一晚都没能成功 那是自然 若是谁都能轻易修炼成功 那这修仙世界炼体体质 达到圣体的修炼者 岂不是满天飞 祁宇大帝画风忽然一转 随即道 不过吗 这些年我在休眠之中 也无事可做 对这本 幽冥九转诀 也有自己的了解 老夫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千秋露出不易被察觉的笑容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随后 祁宇大帝又一次 施展了自己的语界 只是这一次 千秋惊奇的发现 虽然看到 祁宇大帝嘴唇动了 但丝毫听不到 他施展仙树的声音 想起此前 在永恒宗 与纳兰沧海打斗的时候 同样也听不到 他施展仙树的声音 千秋忍不住道 为什么我听不到 你们施展仙树的声音 祁宇大帝瞥了一眼千秋 随后 从自己的黑衣之下 掏出了众多药草 让它们漂浮在空中 千秋看着这些奇珍异草 感到十分惊讶 这时祁宇大帝也解释到 达到圣境之后 修炼者就会具备一项 低境界者不具有的能力 叫做静声 顾名思义 在施展仙树的时候 不会发出声音 千秋眼角抽搐 心想 这不就是针对自己 才研发出来的能力吗 这是反外挂系统 见千秋愣住 其与大帝一笑 其实 静声这个能力 在同境界之间 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毕竟修仙世界 没有几个像你这样精通神文的 只是听一遍 便能重复并且施展 在达到帝王境之后 这个能力 才彰显出它的重要性 在得知了达到圣境之后 有静声这个能力 千秋大失所望 因为这样一来 他试图复制对手先术的办法 就不起效了 大开的开创其他威力 更大的神文仙术 千秋暂时将这件事情 抛之脑后 随后妄想漂浮在 其与大帝身旁的那些药草 这些都是些什么 其与大帝大手一挥 这些药草全部漂浮至了 千秋身旁 随后解释道 这些都是灵草 老夫曾经还没有变成 这副鬼样子的时候搜集的 对你修炼幽名九转诀 有不小的提升 不过嘛 你要想修炼得更快 靠这些药草 迟早也会达到瓶颈 除非 见到其与大帝卖关子 千秋连忙追问 除非什么 上一次在永恒宗的时候 你也感觉到了 自己身体有些失控吧 幽名霸体很少有人使用 所以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幽名霸体 是需要依靠更多的 奇异炼体来提供能量 如果你能在每次 修炼幽名九转诀的时候 吸收一具 甚至几具达到了苍穹境 并且拥有仙体 及以上的修炼者躯体 会让你的修炼 进度大大的加快 其与大帝的说法 让千秋难以接受 这不就是说 要想成功修炼幽名九转诀 需要大量的特殊炼体吗 苍穹境修炼者的修为 已经不低了 何况还必须要达到了 至少仙体的炼体 更是难上加难 虽然这个方法极为残忍 但在这个弱弱强识的世界当中 千秋已经没有了 在原先世界里的温顺性格 他当然知道 末日来临之际 先杀圣武 要杀法果断 千秋盘坐而坐 有了奇与大帝的羽界 把外界隔离 他也不怕被其他人发现 当即又一次开始 修炼起了幽名九转诀 有了奇与大帝的 这些药草的加持 千秋明显感觉到 运气要比昨晚流畅不少 并且渐入佳境 只感觉到胸腔的位置 满是燥热 随着他的运气 仙银也被自动激发了出来 悠悠地漂浮在身后 忽然之间 千秋的衣服 忽然自燃了起来 但千秋没有感觉到 一丝的灼烧感 反倒是感到一阵暖流 从头顶贯穿了整个身体 千秋的身体 又一次散发出微微的紫光 与这紫光冲突的是 千秋背后的那个长生中纹身 散发着金光 子 金两色相互交融 让一旁的奇与大帝 也是略微惊讶 忍不住喃喃道 他真的是某位上古神奇的转世吗 不然怎会有如此恐怖的天赋 很快 子 金两色光统统散去 千秋猛然睁开双眼 他眸子忠明显比之前透彻不少 哼 这就是幽名九转诀的第一转嘛 虽然还没有修炼到极致 但也感觉自己的身体被强化了不少 千秋看着自己的肉体 忍不住感慨两句 他对力量的渴望已经达到了顶峰 奇与大帝 感谢你的药草 千秋由衷地感谢道 区区小事 不足挂齿 老夫上次跟你说的事情 考虑得如何了 千秋回想起 这两天 奇与大帝帮助自己的几件事情 对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恶意 觉得他也许是诚心 想要找他合作 思虑片刻之后 回道 你帮我创立一股 可以抗衡七星宗的势力 我成帝之后 帮助你回复肉身 奇与大帝点点头 随后从身上掏出一块令牌 上面赫然写着群英令三个字 若是以后 你遇到了一个叫做羽中阁的组织 你拿出这枚令牌 便可以直接坐上阁主之位 这也算是我送你的一个小礼物 你的势力会逐渐强大起来的 奇与大帝离开了这个荒废的庭院 随着他的离开 羽界也随着消失 千秋看着手上的群英令 若有所思 他从乾坤袋当中 重新取出一件衣服穿上 猛然之间 千秋想起来一个天大的事情 他和夜神千寻该如何联系 两人在分别之前 根本没有约定一个具体的地方会合 夜神千寻也只是让他先找一个地方住下 卧槽 意识到这一点 千秋有些发猛 不过很快就释然了 如果有缘分的话 他必然会和夜神千寻再一次相见 如果无缘的话 不见就不见了吧 只是萍水相逢而已 千秋在夜神皇族的殿墙下救了他 而他又同样救了千秋一次 两人这也算是扯平了 不过按照约定 千秋还是找了一处客栈暂时住下 在房间里过于无聊 他打算去金汉城的斗兽场转转 上一次赚到的钱 还没来得及花出去 况且 自己已经达到了苍穹境 距离圣境也只有一步之遥 千秋很清楚 得马上提升自己的魂力等级才行 与此同时 很巧合的是 先前那位带了三把刀的儒雅男子 也在这家客栈入住了 恰恰与打算出去的千秋打了个照面 千秋只是一眼 便被这名年轻青年的儒雅之气所惊讶到了 儒雅男子回头 对着千秋轻轻一笑 千秋并没有想过多 很快朝着斗兽场赶去 比起科沃城的斗兽场 金汉城的斗兽场要大了不少 只是因为三雷宗被全宗屠杀的缘故 导致这里已经没有了多少修炼者 前来猎杀魂灵兽 千秋戴上自己的白色面具 又一次化身成了白色修罗 他这一次 买了猎杀苍穹进魂灵兽的门票 原本没有多少人的斗兽场 被主持人突然宣布了 有人要猎杀苍穹进的魂灵兽 顿时让死气沉沉的斗兽场 沸腾了起来 卧槽 苍穹进的魂灵兽 就算是圣境强者 也要心存畏惧 一个斗兽场里面 都没有几只苍穹进的魂灵兽 恐怕是一个达到了魁魂前期的圣境强者吧 想要冲击魁魂中期 所有人都在期待着这一场的战斗 而千秋上一次 在科沃城斗兽场里留下的白色修罗名号 尚未传到金汉城的斗兽场 苍穹进魂灵兽 正好看看 他实力已经达到了什么水平 一直跟在千秋身后的那位儒雅男子 也悄然在斗兽场的座位席上落座 上台之后 千秋直接掏出了黑啸 面对苍穹进的魂灵兽 对他而言还是有些压力 无极师父 您只传授了我一个功法 你就撒手人寰了 想到无极老祖 千秋心中一片酸涩 尽管和三位老祖没有相处多长时间 但三个老头对自己照顾有加 现在就这样现实了 想到这里 千秋心中涌起一股木火 他愤恨地看向眼前的那只苍穹镜的魂灵兽 这只魂灵兽叫做凤鸾兽 这也是除去龙族以外 为数不多的飞行系魂灵兽之一 凤鸾兽身为蓝白相间 展开翅膀 足足有十米之长 尾部张开有九根触须 每一根上面都长着一个犹如眼睛的东西 显得十分诡异 千秋没有任何波澜 这是他在炼成幽冥九转绝第一转后的第一站 恰好可以试试这一转的强度 凤鸾兽率先发动攻击 从口中吐出一个巨大的火球 千秋没有连防御仙术都没有开启 备手而立硬生生接下了这一击 之间这团火球打在千秋身上 瞬间爆炸出巨大的火焰 台上的观众全部震惊了 还从未见过哪个修炼者来猎杀魂灵兽 会硬生生接下他一击的 何况挑战者和猎杀的魂灵兽 是同一个境界 这小子怕不是来猎杀魂灵兽的 是来自杀的吧 凤鸾兽的这一击火球 必然给他烧成灰了 这可是夜火 然而等火焰散去 千秋已经完好无损地立于台上 身上散发着阵阵紫光 果然 炼成了第一转之后 防御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惊人的地步 这才是第一转 如果能把九转全部修炼成功 身体会达到一个怎样的恐怖境界 在得知了自己身体强度之后 千秋对着凤鸾兽咧嘴一笑 下一秒就消失在了原地 凤鸾兽发出一声叫声 随即展开翅膀飞向空中 他尾部那就跟处须忽然发出光线 很快锁定了千秋的位置 凤鸾兽又是几个火球连续吐出 然而这对千秋无法造成任何威胁 千秋躲都懒得躲闪 等千秋几个位移之后 终于到了他的施展仙术的范围 千秋聚气外露仙影 巨大的蓝色仙影出现在他的身后 就在此时 千秋不受控制地 用神文地说出了一句幽名九世 明和空手道 话音落下 千秋仙影的双臂变成了紫色 隔着空气一掌打出 一道巨大的掌印 飞速朝着凤鸾兽打去 凤鸾兽快速用翅膀挡住了自己的身体 同时还从尾部的处须 发出众多火球 试图阻挡这次攻击 然而这一掌下去 凤鸾兽的防御 根本挡不住千秋的这一击 他发出一声惨叫 随即一命呜呼化成了一道光 变成了魂力流入千秋的身体 卧槽 我还没看清 凤鸾兽是怎么死的 嗯 我记得我在科沃城住者的表弟 跟我提过一嘴 在他们那里的斗兽场 有一个戴着白色面具的修炼者 在虚空镜的时候 就击杀了两只虚空镜魂灵兽 被他们称作白色修罗 该不会就是这个人吧 就连坐在台上的那名儒雅男子 也被千秋的表现所惊讶 幽冥九世 似乎有点耳熟 台上的千秋 也一脸震惊地看着自己的双手 这不受自己控制释放的一个神文仙术 居然就把眼前的凤鸾兽给秒杀了 不过他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这似乎和幽冥九转爵 有着很大的联系 等回去之后 一定要仔细翻看一下 这幽冥九转爵 因为是击杀了与自己同级别的魂灵兽 千秋拿回了缴纳的费用 在斗兽场的规矩便是 成功猎杀与自己同级别的魂灵兽 便可以免除费用 在众人崇敬的目光下 千秋离开了斗兽场 他还是如往日一样小心 确定了自己没有被跟踪之后 才卸下了自己的面具 千秋拍了拍衣服上的灰尘 重新走到了街上 忽然他在路边看到了一个衣衫褛褛的少年 看上去只有15岁左右 这个少年头上还留有血迹 蹲在街边在盖逃着 然而在人来人往的街头上 人们全是冷漠的 从这个少年身边路过 却没有一个人施舍他一枚金币 千秋皱了皱眉 他走到少年面前 从口袋里逃出了200金币给他 少年猛然抬起头 眼神十分炙热地看向千秋 声音无比诚挚地说道 谢谢你大哥哥 你留给我一个地址 这笔钱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只是200金币而已 不足挂齿 你头上还有伤吗 我替你治疗一下 千秋说着 把手放在少年的额头之上 动用了医疗仙术 治愈了他头上的伤 少年又是一阵感激 千秋笑了笑随后离开了这里 而这个少年用力地看着千秋的背影 他记住了千秋的模样 千秋没想到 自己只是一个不经意间的行为 救下了一个天赋非凡的修炼者 也在日后千秋绝境之际 这个少年救了他一名 休米尔花了一天的时间 洗得了修仙世界所有的行为 他从深山当中进入了城市当中 他了解到 这个世界有众多的宗门 每一个宗门都有他们独特的信念 与修炼的信仰 在这里为主人寻找大量的信徒 看来创建一个宗门是最快的选择 休米尔以自己主人的名字 命名了他所创建的宗门 猎虎神宗 他以自己的神力 在横谷大陆的半藏沙漠上创建了宗殿 眨眼间 一座巨大的宗殿在半藏沙漠上拔地而起 而休米尔也开始为自己的主人寻找第一个信徒 凡人 猎虎神即将神详 做主的信徒吧 带主神将之后 只有他的信徒会免于一死 休米尔眼前站着几位在半藏沙漠当中 身为商人的几位修炼者 他们看休米尔犹如再看一个白痴 其中领头的商人是轮回进修炼者 忍不住骂道 你是个什么白痴 快滚 别挡老子赶落 耽搁我一秒 你都赔不起 休米尔面色瞬间变冷 道 凡人 你知道你在和谁讲话吗 这位商人见休米尔油盐不尽 顿时聚气露出了自己的轮回镜仙影 当即准备释放仙术 然而休米尔眼神只是一闪 这位轮回镜的商人瞬间化成了一堆灰镜 被风一吹便飞向了空中 化成了沙漠当中的风沙 他的几位同伴全部被震惊了 在休米尔眼神微动的时候 他们都看到了休米尔背后隐隐发动的黑色仙影 黑色仙影 那可是帝王进的修炼者 站在他们眼前的这位 可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帝 怎样 要不要当主的信徒 不从的话 你们的下场便是刚才那人一样 休米尔又一次看向了这几位商人 剩下的几人拿胆不从 瞬间跪到在休米尔身前 休米尔用自己的仙术 变换出了猎户神的影像 说道 这就是主的模样 日后你们便是他的信徒 在千秋离开了斗兽场之后 那名儒雅男子也随后走了出来 他望着千秋离去的方向 脸上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 果然 莫书在百宗大会上 就怀疑他 就是竞技场当中的球鸟 没想到 这子居然有着这样的身份 那日在百宗大会不使用黑啸 恐怕就是怕我们这群人给认出来 儒雅男子撕开一道虫洞裂空 使用空间跳跃 到达了三雷宗的废墟之上 在这里有不少清理废墟遗物的修炼者 他们来自各大宗门 儒雅男子用神念扫射了一圈三雷宗 发现并没有他想要寻找的东西 果然 那少年不只是夺走了三雷宗的腰牌 也拿走了三雷宗的镇宗之宝 定是门帝挑唆的 门帝 你真是唯恐天下不乱啊 千秋独自回到了客栈当中 连忙掏出了幽名九转诀 仔细地翻看了起来 很快 千秋翻开了树叶之后 找到了他想要寻找的东西 咦 之前翻看 一直没注意看这些注视 原来每练成一转 不但身体上能得到强化 还可以获得一个新的神闻纤属 我去 还有这好事 千秋盘坐而坐 随后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自言道 没想到这个幽名九世 明和空手道威力这么强悍 一招就给苍穹镜的魂灵兽秒杀了 真不可思议 此时 千秋也十分重视起了这个幽名九转诀 这具幽名霸体 虽然作为一具极品仙体 但除了品质高一些之外 本身没有太强悍的作用 甚至在战斗的时候 身体还很容易失控 但有了幽名九转诀的加持 让幽名霸体 近乎成为了一个变态的存在 不但能强化身体 更是在每每练成一转之后 都能获得一个新的神闻纤属 威力还惊人的强大 眼看着天就要黑了 千秋也开始担忧起来 自己能不能等到夜神千寻回来 两人没有约定再次见面的地方 在偌大的城市当中 怎么会再次相遇呢 当然 千秋并不知道夜神千寻的真实身份 一直以为他叫做千寻 而非夜神千寻 千秋无事可做 随后盘腿而做开始继续修炼幽名九转诀 因为这一次 没有了奇雨大帝的药草加持 修炼起来的功法 又变得十分缓慢了起来 同时 他也开始琢磨起日后 该如何获取苍穹镜及以上的特殊炼体 又或是类似奇雨大帝给他的奇珍异草 想到这里 千秋又一次呼唤了奇雨大帝的名字 奇雨大帝依旧很快地出现在了千秋面前 千秋忍不住道 你怎么每次都这么快 我严重怀疑 你是不是在时刻监视着我 奇雨大帝大笑一声道 小鬼 饭可以乱吃 但话可不能乱讲 这怎么能叫监视呢 老夫这可是在暗中保护你 若不是我 你都不知道遭到多少次暗杀了 哼 你小子别不值满足 被一个帝王境的修炼者暗中保护 放眼整个横谷大陆 谁还有这个待遇 快算了吧 那些想要拿到悬赏金的 不过是一群圣境的修炼者罢了 虽然比我高出一个境界 但我的感知力 足以在他们对我发难之前感觉到 奇雨大帝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老夫可没说 是那些为了悬赏金而来的人 千秋有些不明所以 但也没有放在心上 随即问道 你不是说 想要加快幽名九转绝 就必须有大量的 苍穹境的特殊炼体躯体吗 除了击杀苍穹境的修炼者之外 还有什么途径能得到 这你就问对人了 去半藏沙漠 在那里有横谷大陆上 最大的地下黑市 在黑市上面 只要你有钱 什么都能买得到 别说是一具苍穹境躯体 就算是圣境强者的躯体 都买得到 半藏沙漠 我记得 那里可是妖宗和清云阁的地盘 在百宗大会上 我用了妖宗的神文仙术 而与我同门的弟子 击败了清云阁的人 我现在去半藏沙漠 要是被这两个宗门的人发现 岂不是死定了 千秋忍不住打了一个冷战 面对十大宗门当中 第二和第十的两个宗门 还是有所顾忌 毕竟自己现在并非帝王境的大帝 其与大帝耸耸间 回到危险和机会是成比例的 既然你想要早点修炼成 幽冥九转绝 你就得承担相应的风险 嘿嘿 这个的话在一把 除此之外 你给我的那些药草还有吗 如果没有的话 我去哪能采摘得到 千秋面路尴尬 要是真的去了半藏沙漠 那可真就成了四面楚歌了 我给你的药草 都是在星夜里面采摘的 星夜的入口在极寒之地 以你现在这种徒步的赶路速度 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达到 所以 你想要药草 还是得去半藏沙漠的地下黑市 千秋苦笑连连 合着这个半藏沙漠 我必须得去了 不然呢 千秋叹息一声 对七宇大帝点了点头 随后掏出了横谷大陆的地图 半藏沙漠距离金汉城并不远 如果路上不停歇的话 四天左右就能到达 就在千秋做了决定之后 在一旁的七宇大帝还没有离去 千秋疑惑地看向他 怎么 你还有话要说吗 七宇大帝点了点头 随即声音低沉到 半藏沙漠最近可不太平 那里有太多来自神奇的注视了 你去那里最好小心一些 门戒当中 门帝屠杀了多半加入诸仙殿的修炼者 以此为黑色面具少年提升修为境界 随着黑色面具少年的一声咆哮 他的仙影由深红色一点点地向黑色变换 结结结 看来你很快就能突破这帝王境了 想好自己的地名了吗 门帝满意地笑道 黑色少年淡淡道 做一个影子 那就要有做影子的觉悟 地名就叫暗影帝吧 千秋又是彻夜未眠 修炼了一整夜的幽冥九转诀 第二天一大早的时候 他决定不再等待夜神千寻 准备前往半藏沙漠 临走前 千秋最终打算 回到他和夜神千寻告别的地方再看一眼 也许他正在那里等待着 到了地方之后 只有几个正在摆摊地商贩 以及来往的路人 并没有看到夜神千寻 算了 带上他一起去半藏沙漠 反倒会有更多的顾忌 也说不定他并不想跟我 在一起同路了 才故意找了这个说辞吧 千秋自言了一句 随后背着黑啸准备离开金汉城 就在这时 千秋的双眼忽然被人捂了起来 一股指专属于少女的体香也随之传来 猜猜我是谁 这幼稚但又不失可爱的行为 让原本已经有些失落的千秋心忽然一颤 随后故意道 是小雨吗 果然 站在后面的夜神千寻笑容 瞬间凝固在了脸上 声音一下子就冷冽了起来 小雨是谁 夜神千寻的手从千秋的脸上放了下来 千秋转身看去 只看到了一脸冷漠的夜神千寻 他知道自己的计谋得逞 但还是故意装出一副惊讶的表情 千寻是你啊 我还以为是 还以为是什么 夜神千寻双手抱胸 半眯着眼睛看向他 千秋忽然就感觉自己 似乎把玩笑开过了 连忙解释道 嗨嗨 好吧 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别介意 你一整天都去哪了 也没跟我约定一个地方 还好我聪明想到了 在咱们分开的地方等你 不料夜神千寻不依不饶道 别转移话题 小雨是谁啊 真没谁 我就随口一说的而已 就是想逗你玩玩 我发誓 看着千秋诚恳的样子 夜神千寻 这才收回了怀疑的目光 随后把自己的银发往后一撩 道 哼 你自己也没想到 要跟我约定一个地方见面 还怪上我了 那你不也没说 怎么就全是我的问题了 我不管 女孩子要矜持 你不说 我才不会主动说 千秋对于这个继任性 又可爱的少女 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她无奈地笑了笑 随后又道 我接下来要去半藏沙漠 为什么不一起呢 半藏沙漠挺危险的 之前 我在百宗大会的时候 得罪了妖宗跟青云阁 这两个宗门都在那里 我怕到时候 他们对我发难的时候 会连累到你 夜神千寻寒笑 看着千秋 两九 他摇了摇头 道 没关系 一起去吧 我没你想象的那么弱小 千秋还想说些什么 但不远处天空上 又有几个圣境强者踏空而来 千秋怕他们认出自己 连忙拉着夜神千寻 隐身向着金汉城之外赶去 除了金汉城 前往半藏沙漠需要跨过两座大山 和一片森林 千秋原本是想着 这里没什么人 打算遇见而行 但夜神千寻告诉他 在这种山中 会有不少历练的修炼者 最好还是不要过于张扬 最终 千秋无奈 妥协了夜神千寻不行的提议 这两座山的风景很不错 勾起了夜神千寻的玩心 两人一边赶路 一边游山玩水 让原本只有两三天的路程 硬是花了将近一周的时间才走完 我说千寻 咱们俩在这山里面 都快走了一个星期了 你还没玩够吗 千秋看着还蹲在河边 看河里小鱼的夜神千寻 不由苦笑道 急什么嘛 好不容易来这里 这六天里 他们半天赶路 晚上就在附近的山洞当中休息 为了防止有历练的修炼者路过 千秋一直守在山洞口盘腿而坐 修炼幽名九转绝 这样不但弥补了不睡觉的疲惫 还确保了夜神千寻的安全 千秋殊不知 每一次他背对夜神千寻修炼的时候 身后的少女都在偷偷发笑 终于 两人翻越了这两座山 经过这六天的修炼 千秋的幽名九转绝 第一转也即将达到顶上 还差一点点 就能将第一转彻底掌握了 马上就可以修炼第二转了 从森林出来之后 一片金黄色的沙漠 映入两人的眼帘 这正是横谷大陆当中 最大最神秘的沙漠 半藏沙漠 怎么感觉这半藏沙漠里面 蕴含着一股难以言语的力量 是我的错觉吗 千秋看到半藏沙漠之后 总觉得其中有什么神秘力量 在吸引着他 听到了千秋的字语 夜神千寻解释道 这是肯定了 只要是达到了轮回境以上的修炼者 都能感受到 这沙漠当中来自神奇的气息 半藏沙漠是修仙世界 最后一位神奇神仙的地方 这里四处散落的都是他的原神 两人进入了半藏沙漠之后 千秋发现 这里虽然是沙漠 可这里明显要比前面两个城市的人都要多 沙漠里面人 怎么比城市里面的人还要多 千秋有些疑惑 他发现在沙漠当中还有不少建筑 更是有不少在路边摆摊的商人 半藏沙漠贸易非常发达 这里有着横谷大陆最大的地下黑市 而且还有不少稀有的资源 所以很多人都喜欢聚集于此 不然 你以为为什么妖宗和青云阁 要挑选这个地方为宗门常驻地呢 夜神千寻白了一眼千秋 无语道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呀 就好像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一样 千秋眉毛一挑 心忍不住加速跳了几下 忙道 嗨嗨 我很少了解这些 现在出来了 这不是在学习吗 切 对了 你还没说要来半藏沙漠干嘛呢 去地下黑市买些东西 现在得先赚点钱 凭着我身上现在的钱还不够 千秋打算顾忌重施 用所有的魂力写下一本先述册 这庞大的半藏沙漠当中 必然也有拍卖场 他还打算进入虚空星界 抓捕几只魂灵兽授出 他估摸一具苍穹镜的特殊炼体躯体 起码也要二三十万横股币 就在这时 一个老者走到了千秋与夜神千寻两人面前 老者对两人笑了笑 啊 小朋友 要不要加入我们猎户神宗 逐步久后就回神将 成为他的信徒 会免于一死 并且跟着他一起走向新世界 猎户神宗 什么鬼 千秋有些发猛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宗门 夜神千寻也是一连猛 看着眼前的老者 开口道 老爷爷 您在说笑吗 修仙世界都已经上千年没有神仙过的神奇了 怎么可能还有神奇神将了 神仙是形容神奇的诞生 而神祥则是比喻神奇降临在某个地方 老者脸上含着笑意 继续道 主并不属于这个世界 但他会神将于此 这时 千秋与夜神千寻也反应了过来 这个老者口中说的 压根就不是这个世界的真神 而是来自修仙世界之外的神奇 外神神将在修仙世界 这不就是天灾吗 不好意思 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宗门 很抱歉 不能加入你们的猎户神宗 不等千秋开口 夜神千寻替两人拒绝了这个老者的邀请 老者只是淡然地点了点头 随后消失在了两人的视线当中 千秋疑惑地看向夜神千寻 忍不住道 怎么会有人信仰天灾时的邪神 我不知道 夜神千寻也是有些疑惑地 看着离开的老者 他从未听说过有什么猎户神宗 但他从刚才的老者身上 感受到了一种奇特的能量 在进入了半藏沙漠之后 因为路上有不少贩卖东西的商贩 还有不少当地的美食 夜神千寻缠着千秋买给他吃 千秋无奈只好答应了夜神千寻的请求 谁让他送了自己一枚顶级的回魂丹呢 这点钱还比不上回魂丹的十分之一价值 在寻找了一个歇脚的地方 千秋静下心用魂力把百妖咆哮 写成了一本仙术册 虽然这个神文仙术属于妖宗的 恐怕没有妖宗之外的修炼者敢擅自使用 但千秋也清楚 恐怕在市面上根本没有这样的仙术册 就算有人想要使用也根本不会 不如自己将这个写下来 拿到地下黑市去贩卖 反正在地下黑市身份是严格保密的 也不会有人能查到他的真实身份 随后千秋对一旁正在吃东西的夜神千寻道 你先在周围自己玩一会儿 过三个时辰在这里等我就好 哦 那你要去哪儿 虚空星界抓几只魂灵兽回来 我要拿去卖 听到虚空星界三个字 夜神千寻装出一副惊讶的表情 随即道 哇塞 你才苍穹镜就可以打开虚空之门吗 千秋轻咳一声 谦虚道 低调低调 实际上我在虚空镜的时候 就能打开虚空之门了 你也带我进去玩玩吗 虚空星界 我还没进去过呢 夜神千寻跃跃欲试的样子 让千秋有些为难 此前他抓了几只黑金元 得罪了黑金元的组长 上次进入虚空星界的时候 险些命丧黄泉了 要是这次再遇到黑金元组长 恐怕夜神千寻也得陪葬 千秋严厉的拒绝了他 但招架不住夜神千寻的撒娇 最终又一次的妥协了 但千秋警告道 进去之后不许乱跑 必须紧紧跟着我 听我指挥 不然出事了 我也未必保得住你 收到 见夜神千寻想自己保证之后 千秋带着他 找到了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 随后念诵起 打开虚空之门的神闻 片刻之后 虚空之门在苍穹上被打开 千秋拉起夜神千寻 进入了虚空星界之中 躲在暗中的柯比 刚准备动身 与两人一起进入虚空星界 但他看到了自己大小节 朝自己皱了皱眉 柯比无奈没有跟进去 只是等待着两人的出来 进入虚空星界之后 千秋直接聚集露出了自己的仙影 并且时刻警惕地看着周围 以防止黑晶圆组长突然出现 好在等待了片刻之后 都没有异常的动静 千秋带着夜神千寻 在战争迷雾当中飘动着 很快 他们就遇到了五只三头狼 其中有两只是苍穹镜的 剩下的三只 不过才需空镜而已 千秋面对这五只魂灵兽 并没有太大的压力 但千秋现在面临着一个 十分棘手的问题 目前他最强大的仙术 正是幽冥九世 明和空手道 一击足以秒杀一只 苍穹镜的魂灵兽 但他的目的是抓捕 而不是猎杀 所以只能考虑用其他的仙术 然而其他的仙术 不一定可以同时制服 这五只三头狼 所以这是一个 十分尴尬的问题 千秋 你的实力怎么样 千秋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夜神千寻眨了眨眼睛 笑道 怎么 你打不过他们吗 嗨嗨 那倒不是 我怕一下子把他们都杀了 没办法卖钱 我想你 既然是虚空镜 实力应该还不错 你使用仙术辅助我 夜神千寻意味深长一笑 看着千秋眨了眨眼睛 我帮你的话 我有什么好处吗 千秋愣了愣 下意识到 卖了钱 我分你一半 我不要钱 你答应我一件事情就好 什么事情 夜神千寻拒气外露了自己的仙影 转身对千秋道 暂时还没想好 先欠着吧 等我以后想到了再告诉你 看着夜神千寻 已经飞向了那五只三头狼 千秋也没敢再耽误 紧跟在夜神千寻身后 五只三头狼 察觉到了两人的靠近 他们很快聚拢在了一起 露出尖锐的獠牙 恶狠狠地看着千秋 然而 他们感受到了一旁夜神千寻的气息 他们凶恶的气势 一下子就弱了下来 眼中露出了恐惧 甚至有了想要转身逃跑的念头 天罚 夜神千寻率先发动了仙术 一个金色的圆形阵法 出现在五只三头狼的身子下 瞬间禁锢住了他们 千秋愁准时纪念诵神文 百妖咆哮 巨大的吼声发出 三只虚空静的三头狼 直接晕了过去 然而 剩下两只苍穹静的三头狼 没有丝毫的影响 而且 他们的身体 逐渐变成了透明 他们准备逃离此地 千秋眼神一凝 心到不好 正准备再次释放仙术的时候 那两只三头狼 忽然爬在地上一动不动 这让千秋瞬间猛逼了 自己还没放技能呢 他们这是被吓到了 千秋没有看到 在他身后的夜神千寻的仙影 出现了一变 三头狼只是一眼 马上就折服了 千秋这前未免有些太好赚了 千秋将五只三头狼 收进了乾坤袋之后 还是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刚才那两只苍穹静的三头狼 明明就要跑掉了 他们的速度出奇地快 就算是千秋先行察觉到了 也未必抓得到 但他们突然地晕倒 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夜神千寻笑道 希希 这还不是因为有本小姐的功劳 这次的确是多亏你了 没想到你的仙术还挺厉害 明明只是虚空静 居然能困住苍穹静的魂灵兽 就算是我也没有过于强硬的控制性仙术 这倒不是千秋故意夸赞夜神千寻 这是他发自内心的赞叹 并且他还决定 将夜神千寻的这个仙术学以致用 以他的境界施展出来 效果必然更加显著 在成功狩猎了三头狼之后 千秋带着夜神千寻很快离开了原地 他怕自己在这里停留太久 那只黑金元族掌闻到了他的气息而赶过来 实际上早在千秋刚刚到虚空星界的时候 黑金元族掌就已经嗅到了千秋的气息 但他同样闻到了夜神千寻的气味 吓得他硬是没赶过来 只能愤恨地在暗中观察着 他等着一旦夜神千寻离开了千秋身边 马上就会对千秋发难 咱们走吧 虚空星界里面还是挺危险的 带着你我有点担心 千秋对一旁夜神千寻说了一句 夜神千寻有些不满地嘟了嘟嘴 抱怨道 你刚才不是也看到了吗 我实力还是不错的 至于要这么着急出去吗 千秋愣了愣 最终还是带着他在虚空星界里面 多待了半个小时 这一次跟着夜神千寻在虚空星界里面遨游 千秋也见到了更多品种的魂灵兽 这些魂灵兽大多体型都十分庞大 达到圣境的更是不胜其数 不过 只要修炼者不去主动攻击他们 这些魂灵兽也不会贸然对修炼者发难 除此之外 千秋也是首次在虚空星界里面 见到了其他的修炼者 大多数都是有几位圣境强者 带着苍穹镜的修炼者在其中 偶尔会看到几个结队的修炼者在捕捉魂灵兽 这些在捕捉魂灵兽的 一般都是各个宗门和斗兽场的人 捕捉小队至少要有三名以上的圣境强者 否则在捕捉的过程中遇到意外很难处理 听了夜神千寻的解释 千秋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大胆 自己还是虚空镜的时候 居然敢独自一人进入虚空星界 并且对黑金元一族发起攻击 这在别的修炼者眼里可是找死的行为 千秋面露尴尬 他道 我只有苍穹镜你居然敢跟我一起进来 你胆子也不小啊 希希 虽然你只是苍穹镜 但我从没觉得 你的实力只能达到苍穹镜哦 看得出来 你对神闻的研究很深 要不你给我讲讲呗 你是怎么认得那么多神闻的 夜神千寻眨巴着自己水灵灵的大眼睛 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 千秋一时间有些无法拒绝 他其实也很想传授给夜神千寻 认识神闻的技巧 但最重要的一点是 他精通没有技巧 纯纯靠着对汉语的热爱情感啊 可 这玩意是靠天赋的 还真没什么技巧 切小鸡鬼 不教就不教 还找那么多借口 夜神千寻嘴上这么说着 但心中早已经拿定了注意 只要和千秋多相处一段时间 必然会让他放下一切戒心 戒时很容易 就能从他身上得知 如何精通神闻的秘密了 就在千秋准备带着夜神千寻 离开虚空星界的时候 他听到了一声龙啸的声音 抬头看去 发现一头巨大的蓝龙在天空飞着 那条龙要比虚坤老祖的那条星界龙 还要大出一杯 但千秋在他身上 隐隐看到了圣镜仙影的颜色 在虚空星界里面 星界龙是不是最强大的存在 千秋朝着夜神千寻问了一句 基本上是的 而且星界龙从诞生起 就是苍穹镜的 在虚空星界里面 有不少达到了准地境界的星界龙 你不会再打他们的注意吧 是打了这样的注意 不过以我现在的实力 恐怕很难能捕捉到 我师父曾经有一只星界龙 可惜他老人家已经先逝 说到这里 千秋猛然记起其语 大帝告诉他 三位老祖在先报之前 用尽全力将宗主赤小雅 送入了虚空星界里面 那他是否还处于虚空星界当中 千秋下定决心 等幽冥九转爵第二转炼城之后 就进入虚空星界里面 寻找赤小雅 以他宗主的实力 在虚空星界里 暂时不会遇到什么危险 太苍山 耀宗圣地所在之处 沐宇向自己的父亲耀宗宗主 禀告了长生忠和千秋荣 为了一体的消息 耀宗宗主震惊 这个叫千秋的年轻人 到底是何方神圣 拿了长生忠的灭宗之徒 沐宇解释道 父亲 千秋在永恒宗出世之前 就已经和长生忠融合了 我觉得永恒宗这件事情 有所蹊跷 千秋没有理由 要杀掉三位老祖 耀宗宗主是一个明世里的人 他思考片刻后 道 你和这个千秋关系 应该不错吧 你试试 能不能找到他 既然他能和长生忠融合 必然能运用他 正好解决了 我一直想不到办法 使用长生忠的难题 把他带到耀宗 条件随便他许 只要他能使用长生忠的力量帮助我 踏入主宰境 那就只剩下一步之遥了 知道了父亲 沐宇离开了耀宗 他不知道千秋现在到底在何处 只能凭借直觉去寻找他 与此同时 黑色面具少年 也从门界之中出来 他在寻找自己成帝之前的机缘 哼 果然面具待久了很不舒服 作为影子活着真是难受 他摘下了脸上的面具 与千秋的长相 没有丝毫的诧异 随后混入了鱼龙混杂的人群之中 缓缓地想着 半藏沙漠进发 他有预感 在那里能找到自己成帝的机缘 恰恰这时 沐宇正在遇见前往半藏沙漠 在下方的一群商人里 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他立即下到了地面 沐宇看清了他的背影 确定那就是千秋 十分惊喜道 千秋果然是你 黑色面具少年有些愕然的回头 看到是沐宇之后 心中忽然有了一个想法 随即收起了他略有阴暗的神色 装出惊讶道 小雨 沐宇尚未发现 眼前这个千秋 与之前的有所不同 他心中除了惊喜之外 便是对永恒宗事故的好奇 千秋与夜神千寻两人 从旭空星界出来之后 已经是傍晚了 随后两人又去了 半藏沙漠里面的 其中一座斗兽场 当千秋把五只三头狼 从乾坤袋里放出来的时候 斗兽场回收魂灵兽的工作人员 都有些惊讶 达到苍穹境的三头狼 速度十分之快 很少有十大宗门之外的修炼者 可以捕捉到 这个人问千秋 敢问您是猎人吗 猎人 什么玩意儿 我不是 千秋有些没明白 这个人的话 在一旁的夜神千寻 压低了声音 道 猎人就是转身 狩猎魂灵兽的修炼者 他们通常都是单体行动 斗兽场很喜欢和猎人打交道 愿意开出更高的价格 回收他们手上的魂灵兽 千秋一听 连忙改口 哦 猎人啊 我是我是 我不知道自己是这么个叫法 此人一听 脸上顿时大喜 道 既然您是猎人的话 这五只三头狼的价格 就按照猎人的行价回收 一共是二十三万横股币 稍等片刻 我给您去拿 很快 有两个人抱着一个大箱子回来 里面全是金灿灿的横股币 千秋将他们收入囊中之后 欲离开 不料又被叫住 先生 既然您是猎人的话 有没有兴趣 加入我们斗兽场的猎人组 只要以后 您来我们的斗兽场 狩猎魂灵兽全部免费 不过需要您每个月 往斗兽场提供两只以上的魂灵兽 任何级别都可以 达到虚空境以上的 我们会支付相应的报酬 千秋看向夜神千寻 试图询问他 这个是否可行 夜神千寻对他点了点头 千秋当即硬了下来 随后斗兽场的人 给了他一个名牌 这是象征千秋以后 就是这个斗兽场猎人组的东西 两人离开之后 千秋不由感叹道 没想到在成为斗兽场的猎人 居然有这样的便宜剪 真不错啊 虽然待遇不错 不过你每个月 也需要给斗兽场 提供两只以上的魂灵兽 如果断供了 是会被斗兽场 拉入黑名单的 而且在虚空星界里面 要是遇到了 同一个猎人组的 其他猎人 是会被追杀的 夜神千寻 淡淡地补了一句 千秋怂怂间 随便两只魂灵兽而已 又没有规定修为境界 这随随便便就能抓到的 千秋算了算身上的横股币 之前卖出 超级魂灭火云 先述策赚了13万横股币 加上刚才 卖出魂灵兽的23万 现在一共有36万横股币 这么多钱买两具躯体 应该都不在话下了吧 等手上那本百姚咆哮 拿在黑市上卖掉 恐怕还能再赚到一具躯体的钱 千秋这么一想 只感觉到美滋滋 距离恋城幽名九转绝第二转 又进了一步 与此同时 沐渝也和他遇到的千秋 抵达了半藏沙漠 两人站在半藏沙漠的边界 同时感受到了异样的气息 千秋 既然永恒中的事情 不是你所为 现在外面到处都是想要抓住 你去领悬赏的人 不如你一起和我投靠药宗吧 那里有我认识的人 沐渝选择对千秋 隐藏了自己的身份 影子千秋笑了笑 但但道 目前还不是时候 我需要在半藏沙漠里面 寻找一样东西 找到之后 我会考虑这件事的 好吗 那我和你一起找吧 其宇大的感受到了影子千秋身上 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气息 他用神念追踪到了影子千秋 和沐渝所处的位置 随后被千秋现在的 修为境界所震惊了 没想到他的影子 已经踏入了准地的境界 现在就差一道机缘 就能晋升帝王境 真是恐怖的天赋啊 不过这个小女娃 为何在他身边 莫不是认错了人 这下有好戏看了 其宇大帝没有选择 把千秋分身 逃掉的这件事情告诉他 他总觉得 这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 此时此刻 背着三把剑的儒雅男子 也抵达了半藏沙漠 他副手而立 随后前往了半藏沙漠的地下黑市 不知不觉间 几位有所联系的人 都出现在了半藏沙漠之上 妖宗 妖宗宗主察觉到了 几个熟悉的气息 他半眯着眼睛 被左护法道 有几个贵客来半藏沙漠了 其中还有被七星宗 通缉的那个小鬼 左护法道 宗主 我似乎还感应到了 上次在百宗大会上 门第罩着的那个人气息 本王也感受到了 先不要轻举妄动 最近地下黑市 多派点人去监视 几个帝王进的大帝 同时来半藏沙漠 这可不是什么常见的事情 左护法点头 随后消失在了妖宗 千秋带着夜神千寻 在半藏沙漠里面的旅店 住了一晚 随后 他们向着地下黑市赶去 待会儿到了地下黑市 你一定要跟紧我 那里面肯定有不少 高境界修炼者 说不定还有帝王进的 大帝存在 千秋再一次嘱咐 身旁的夜神千寻 生怕他在里面 遇到了什么危险 夜神千寻不耐烦地点了点头 知道了知道了 你跟着老爹似的 你别总把我当小孩子好吗 嗨嗨 好好 夜神千寻当作自己在原先世界的亲妹妹一样照顾 他们很是相像 但夜神千寻又多了一丝感性 很快 两人来到了地下黑市的入口 门口的修炼者给他俩配发了受人头盔 在这里每一个的人身份都不能暴露 一旦在地下黑市暴露了身份 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 随着千秋与夜神千寻的入内 沐宇和影子千秋恰好也来到了门口 而影子千秋一下子就感应到了千秋的存在 哦 他也在这里面 这下有趣了呢 这里虽然被叫做地下黑市 但这里的装饰十分的豪华 空间也大得出奇 金碧辉煌的样子让千秋甚是惊讶 在这里面犹如夜神皇族的宫殿一般 只不过这里的东西并非黄金打造而已 我去 这里面也太豪华了 这么豪华的地方要被叫做地下黑市 多少有点不服 我还以为地下黑市是很一个很简陋的地方 真是刷新我的三观了 之所以叫做地下黑市 是因为这里面卖的东西来源都不是正经渠道 或是卖家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身份 所以才被成为了黑市 夜神千询和千秋走在大厅之中 这里面的人数也不少 除了售卖东西的之外 这里还有一个很大的竞技场 可供修炼者们是用自己刚买来的物品的 千秋找到了寄卖东西的地方 在这里只要你把想要出手的东西信息填上 再写上你想要卖出物品的价格 之后就会被上传至地下黑市的信息库 只要东西卖出了 就能得到98%的金额 剩下的作为地下黑市的中介费 在把百妖咆哮这本先述册上传之后 千秋打算将这本卖到八万横股币 毕竟百妖咆哮并非一本自己所创的仙术 要是卖太高 引起了妖宗的注意也不是一件好事 啊 左护法 有人在后台寄卖了一本百妖咆哮的仙术册 这不是你们宗门的专属仙术吗 在后台 工作人员发现了信息库当中 上传了一件这样的物品 直接禀告了 恰好来到这里的妖宗左护法 左护法眯了眯眼睛 道 居然有人敢贩卖百妖咆哮的仙术册 这是不把我们妖宗放在眼里 盯住这个人 我倒要看看 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在寄卖了百妖咆哮的仙术册之后 千秋又带着夜神千寻来到了贩卖躯体的地方 在黑市里面 苍穹镜修炼者的躯体有不少 最便宜的便是一具普通的苍穹镜躯体 没有任何加持 这对千秋来说毫无用处 他需要的 必须是炼体体质达到了仙体的仙体的苍穹镜躯体 而最次的便是低品仙体的苍穹镜躯体 一具需要二十万横股币 卧槽 这么贵 一具低品仙体苍穹镜躯体 就要二十万横股币 这品级再高一点的 岂不是得五六十万横股币了 千秋被躯体的价格惊呆了 原本想着用手上的钱能买上三四具躯体的 结果手上的钱最多只够买一具躯体 这还真是地下黑市 也太黑了 千秋有些绝望 花了那么多心思和时间才赚到了三十多万横股币 现在只为了买一具苍穹镜躯体 就得全部花掉 夜神千寻看了眼千秋 很疑惑地问道 你干嘛要买苍穹镜的躯体啊 我修炼的一个功法需要用到 没想到一具躯体这么贵 失算了 哎 要是有机会 还是自己去找好一点 我哪来这么多钱 买好几具躯体啊 千秋哭丧着脸 最终花了三十二万横股币 买了一具中品仙体的苍穹镜躯体 对于品级越高的仙体 想必被吸收之后的加持 就更加显著 在得到了仙体之后 千秋又在贩卖药草的区域转了一圈 他在其中一个摊位上 看到了先前祈雨大帝 给他的药草里面的一种 呃老板 这株药草多少钱 千秋拿起了其中一只 问起了价格 贩卖药草的人 慵懒地抬起头 随口道 十五万横股币一只 卧槽 千秋再次被震惊 这样一株药草 居然要十五万横股币 之前祈雨大帝一口气 给了他十几株 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那些药草加起来 起码都有二百多万横股币了 没想到这些药草 居然这么值钱 这也难怪 毕竟他们 只生长在 新叶这个特殊的异节之中 而且新叶的入口 在极寒之地 从那里采摘运输到横股大陆 本就是一件 极其消耗体力和时间的事情 千秋忽然很想去 极寒之地这个地方 如果能在新叶这个异节里面 待上一段时间 这些药草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在那样的环境下 修炼幽冥九转诀 恐怕很快就能修炼之好几转 此时 千秋有了注意 等离开半藏沙漠之后 想办法先进入新叶 至于天神殿先不着急去了 炼成幽冥九转诀 后面急转尤为重要 况且在极寒之地 没有他的通缉令 去了那里 也不用担心被抓捕的问题 想到这儿 千秋随即对身边的夜神千寻道 千寻 极寒之地该怎么去 你要去极寒之地 对 新叶的入口不是在那儿吗 我想去新叶里面 夜神千寻 表情复杂地看着千秋 开口道 你的修为境界 在极寒之地 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极寒之地的修炼者 注重修炼自己的魂力等级 如果你的魂力等级太低的话 我劝你 最好还是不要去那个地方 千秋点点头 他并不觉得自己的魂力等级很低 他已经达到了猎魂中期的水平 已经算是达到了中等魂力等级的级别了 随后 千秋带着夜神千寻 打算离开地下黑市 在这里虽然有不少好东西 但他已经没有足够的横股币去购买了 当物质及时回去 将这具低品仙剂给吸收了 随后开始修炼幽名九转绝的第二转 就在这时 妖宗的三个弟子出现在了千秋的身边 他们拦住了千秋和夜神千寻的去路 百妖咆哮的仙术册是你记卖的吧 带头的人朝着千秋问了一句 千秋皱了皱眉 眼前的三个人都同他一样 戴着隐藏身份的头盔 他记卖百妖咆哮仙术册的身份 是如何被发现的 忽然 不是我 你们认错人了 千秋故作淡定的说了一句 这三个妖宗的弟子瞬间梦了 这是左护法给他们的信息 怎么可能会有错误呢 难不成是左护法搞错了 就在三个妖宗弟子愣神之际 千秋抓起夜神千寻的肩膀 一瞬消失在了原地 三个妖宗弟子一下反应了过来 暗骂了一声之后 领头的说道 快追 让他们跑了 左护法会杀了咱们的 千秋带着夜神千寻 此时已经出现在了地下黑市之外 他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妖宗盯上 得马上离开半藏沙漠了 不好 追过来了 千秋还没跑远 身后妖宗三个弟子已经追了出来 随即显露了蓝色的仙影 来者三人全部是苍穹镜的修炼者 大胆逆贼 私自偷学我宗仙术 还公然书写成册 在地下黑市贩卖 我代表我们大妖宗除了你 追上来的妖宗弟子 为首地对千秋开口道 千秋摘下了戴在头上遮挡身份的头盔 眯着眼睛道 果然是妖宗的人 你们不让卖我不卖就是了 干嘛一定要追杀我呢吗 为首的妖宗弟子怒道 岂是你想卖就卖 想收回来就能收回来的 得罪妖宗 你死定了 是吗 就凭你们三个还奈何不了我 千秋眼神一宁 既然自己都认怂了 这三个人还不肯罢休 那但他们三个想要和解是没可能了 既然如此 那就战吧 反正妖宗的名声在横谷大陆一向不怎么样 有不少传闻说 妖宗以人血为精 并且为了他们宗门每一个弟子都拥有特殊的仙体 他们每年要击杀不少苍穹境的修炼者 以此为妖宗新加入的修炼者炼制仙体 这样残忍的手段和方法 早就引起了横谷大陆诸多修炼者与宗门的不满 但碍于妖宗是排名第二的宗门 都是敢怒不敢言 好大的口气 我们三人都是苍穹境修炼者 并且全部拥有中品仙体 就算是一个圣境强者 对付我们三人都要掂量掂量 为首的妖宗弟子话音落下 随即冲向了天空中的千秋 千询 你先退到安全的地方 这三个人交给我 千秋将夜神千寻护在了身后 夜神千询乖乖地点了点头 没打算干预千秋的战斗 千秋也露出仙影 随后狂笑道 来得正好 我买不起苍穹境的仙体躯体 你们三个自己送上门 那我就不客气了 三个妖宗弟子摆成了一个三角形的方阵 将千秋困在了中间 他们分别站在三个角 同时发动了仙术 百妖咆哮 三人发动同时发动攻击 千秋立即施展了防御仙术 随后念诵神文 万象天影 刹那间 天空中撕开一道裂空 原先只有数十颗陨石 从其中坠落 但现在的千秋 已经达到了苍穹境 仙术随着他的境界 又有了强大的提升 数百颗大大小小的陨石 从天空中坠落下来 看到这样庞大的陨石群 三人都是一惊 随后施展仙术 去破坏这些陨石 趁着这个机会 千秋从三人的包围圈冲了出来 随即逃出黑啸 他的仙影手上 也多了一柄黑剑 随即道 飞声欲雷掘 一道剑影披下 披在了其中一个妖宗弟子身上 然而 他们特殊的仙体体质 接下这一招 并没有受太大的伤 千秋面露惊讶之色 自言道 没想到中品仙体 也有这样惊人的防御力 看来是有些小看这几个人了 三人也已经将陨石群 所有的陨石击碎了 随后为首的弟子 再次释放仙术 摆腰斩 只见他的仙影 化成了一个无比丑陋的模样 双手变成了一把腰刀 巨大的仙影 竟直朝着千秋劈去 冰河时代 千秋周围多了众多冰珠 试图冰冻此人的仙影 然而 这只是延缓了他的攻击速度 并不能冰冻住他整个仙影 此时千秋眼神一凝 他不再轻视眼前这三个妖宗的弟子 他往后退了几步 施展仙术的速度 便快了几分 超级魂灭火云 空中出现数多红色的火云 从火云里飞出三个火球 分别砸向三人 抓住这个空隙 千秋又释放了仙术 幽冰九世 明河空手道 千秋的话音落下 他的仙影双臂变成了紫色 一道巨大的紫色掌印 飞向了妖宗三人 为了这一招能彻底打败他们 千秋又释放了 刚从夜神千寻那里学来的控制性技能 天罚 在三人脚下 出现了巨大的光阵 他们的身子变得僵硬起来 他们想要施展防御仙术 躲避开千秋的两道攻击 但身子很快就无法动弹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仙术 砸在他们身上 啊 三人发出一声惨叫 巨大的掌印结实地打在了他们身上 三人瞬间飞了出去 肉身的多出肌肉炸开血污 这是许多血管都被炸裂开了 千秋身子飞在空中 看着地上已经受了重伤的三人 冷笑一声 你们三人的躯体 我收下了 他手指黑啸 准备下去给三人致命一击 不料三人的身体同时出现异变 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大起来 身子逐渐变得扭曲于丑陋 数秒后 他们三个变成了三只巨大无比的丑陋妖兽 千秋神色一惊 连忙向后退去 他记得在百宗大会上 妖宗的萧顺就使用过这个仙术 好像叫做化妖为圣 会让施术者能力在短时间里变得十分强大 然而千秋还是慢了一步 他被妖化的一位弟子 用妖掌抓住了一条腿 随后狠狠地摔向地面 千秋从地上爬起来 嘴角已经渗出了鲜血 他擦了擦嘴角 声音音冷道 有点实力 你惹怒我了 千秋将黑啸反差在地面上 随后跃向空中 又一次释放了幽冥九世 鸣合空手道 不同的是 千秋这一次用了超半的魂力 将一半的魂力都凝聚在这一掌当中 这一掌拍在了三个妖化的妖宗弟子身上 他们无法抗住这一掌 瞬间跪倒在了地上 蹊跷流血 千秋也从空中跳了下来 看着已经到底无法再战的三人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没想到他们三个人实力能达到这种地步 果然同时对战三个苍穹镜的修炼者 还是有些勉强 然而千秋没注意到 其中一人悄然聚气施展了仙术 他的手变成了妖刀 准备拼尽全力刺向千秋的背部 就连在一旁观战的夜神千寻都没能反应过来 他面色大变 千秋 小心背后 千秋还没来得及回头 那名妖宗弟子与他就差一步之遥 妖刀即将刺入千秋妖部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千秋深知自己躲不开这一击了 自己的妖部必然会被刺中 然而下一秒一道刀光闪过 这名妖宗弟子变成妖刀的手臂瞬间被砍断 从空中掉落了下去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手上已经绽开了血污 断掉的手臂还在喷着血 啊 他发出一声惨叫 从空中重重地摔向地面 千秋也为这一瞬的变故感到惊讶 他回头看去 发现一名穿着白色大褂的男子站在他身后 儒雅男子手上执着一把剑 腰间还挂着两把剑 脸上带着一丝淡然的微笑 千秋意识到 是眼前这个大概身为剑客的男人救了他 连忙抱拳谢道 感谢少侠出手相助 哈哈 举手之劳而已 只是看不惯这种小人的背后偷袭 在下也只是略微出手 不足挂齿 儒雅男子微微一笑 千秋没来得及 多跟儒雅男子多说两句 连忙掏出 黑笑给了躺在地上的三名妖宗弟子 捕了一刀 随着他们身后的仙影逐渐散去 这也象征着三人原神彻底死去 千秋拿出乾坤袋 将三人的躯体收入了其中 嘿嘿 刚才买了一具躯体 花了我三十多万横股币 现在又有了三具躯体 看来以后还是用杀得好 买一具太贵了 千秋沾沾自喜 随后又对站在那里的儒雅男子道 这是妖宗的弟子 你要不快点离开这里吧 免得待会儿妖宗的人又过来 让我爸你也连累了 妖宗又如何 儒雅男子语气平淡 这一下让千秋又是一阵惊讶 没想到居然还有不惧怕妖宗的人 这让他不禁对眼前这个剑客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少侠 我叫千秋 敢问你的遵命是 千秋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这个人的实力很强 不然也不会在刚才那样的情况下救下他 儒雅男子笑了笑 随后把手上的剑收回了背后 道 在下霍不斩 霍不斩 好名字 看你的样子 像是一个剑客 你的剑很快 千秋夸赞道 霍不斩只是轻轻地笑了笑 随后看向了千秋身后的夜神千寻 微微皱眉 他总觉得这个少女有些眼熟 但却如何也想不起他 到底是谁 夜神千寻也是一阵慌乱 他一眼认出来霍不斩的真实身份 生怕自己真实的身份暴露 下意识退后了一步 但很快注意到他有些疑惑的神色 夜神千寻马上松了一口气 呼 似乎他没想起来我是谁 吓死本小姐了 千秋从空中飞了下去 夜神千寻连忙道 刚才吓死我了 那人差一点点就刺到你了 的确 那时候我躲闪都来不及 多亏了霍不斩 千秋看向背后的霍不斩 又一次笑了笑 此时在地下黑市的左护法 手中的三个腰牌瞬间碎裂 随后化成一股能量 消失在了他的手上 左护法面色一变 他们三个居然全死了 这次竟然一个人杀了他们 哼 代本护法亲自出手 看你还想往何处逃 一道神念头向千秋他们所处的位置 千秋瞬间感应到这危险的气息 连忙对夜神千寻和霍不斩道 不好 是妖宗的圣境强者 快撤 千秋知道自己是不可能跑得过圣境强者的 当即打开了虚空之门 拿着夜神千寻顿入了其中 虎兄 快进来 霍不斩双腿一瞪 也进入了虚空星界里面 随后千秋立即关闭了虚空之门 下一秒 左护法就踏空而行 出现在了虚空之门关闭的地方 他站在这里俯视下方 感受到了逐渐消散的三名妖宗弟子的元神 哼 贩卖妖宗专属仙术 杀我妖宗弟子 被本护法抓到 你一定要扒了你的屁 左护法也打开了虚空之门 随即顿入其中 虚空星界之中 千秋看向跟来的霍不斩 带着歉一道 不好意思啊霍兄 为了救我把你也牵扯了进来 没事 我本身就是一个游走的剑客 仇家本身就不少 多他一个妖宗又何妨 霍不斩淡然一笑 似乎压根不在乎 自己被妖宗盯上 嗨嗨 刚问霍兄 是何修为境界 圣境 千秋略微惊讶 难怪霍不斩不怕妖宗呢 原来是个圣境强者 不过 妖宗作为横谷大陆排名第二的宗门 圣境强者 恐怕有将近百个 实力同样不容小觑啊 同时 让千秋更加惊讶的是 霍不斩顶多也就25岁的样子 他居然就达到了惊人的圣境 要知道 宗门之中 众多达到圣境的长老近乎 都已经百岁了 看来霍不斩 也是一个天赋异禀之徒 这位姑娘 我们是不是在何处见过 趁着这个间隙 霍不斩对着一旁沉默的夜神千寻说道 夜神千寻一惊 故意露出惊讶的神色 啊 我们见过吗 应该没有吧 你认错人了 敢问姑娘姓慎名慎 千寻 霍不斩听到夜神千寻告知他的名字之后 在口中默念了好几遍 他还是感觉到熟悉 但最终 还是没能记起他到底是谁 在一阵疑惑之后 霍不斩试然般的笑道 千秋 千寻 你们是兄妹吧 千秋神色尴尬得 看了眼夜神千寻 两人的名字 似乎的确很容易被误会成兄妹 他对霍不斩解释道 我们不是兄妹 只是普通的朋友罢了 只是姓氏恰好相同 霍不斩抱歉地笑了笑 三人在战争迷雾里等待片刻之后 随后又打开了虚空之门 离开了虚空星界 回到半藏沙漠的时候 千秋只想早点离开这里 现在已经被妖宗所盯上 若是在半藏沙漠之中 多停留一段时间 恐怕要被众多来自妖宗的高手所追杀 就在这时 不远处好几位踏空而来的圣境强者 千秋一眼便认出 他们都是妖宗的人 背后不由渗出冷汗来 这么多圣境强者 而且妖宗的每一个修炼者 几乎都有十分强悍的仙体 千秋深知 以自己现在的实力 要是和这几个圣境强者打起来 恐怕是以软击石 呵呵 来了这么多人 你们俩要不要和我先躲躲 我在附近有个藏身之地 霍不斩提议道 那麻烦霍兄了 我朋友修为境界不高 要是打起来 还真的不是一件讨好的事 霍不斩点头 随后快速地消失在原地 千秋抓起夜神千寻的手 立即跟在霍不斩身后 等几位妖宗圣境强者 落在此处的时候 左护法也从虚空星界里面走了出来 哼 他们现在有三个人 境界应该都不高 杀我妖宗弟子 这是对妖宗的挑衅 绝不能让他给我活着 走出这片沙漠 左护法怒声对着几位 妖宗前来的圣境强者道 似乎是被七星宗通缉的千秋 据说是 挟着上古神气掌声中再逃 哦 是永恒宗那小子 难怪气息 让本护法感到熟悉 既然如此 捉拿他之后 还能一举拿下长生宗 宗主也会为此感到高兴 左护法舔了舔嘴唇 随后也亲自加入了 追捕千秋的队伍之中 千秋和妖宗三名弟子战斗的消息 全然被影子千秋所目睹 而后看到霍不斩救下他的时候 略微感到惊讶 哼 没想到他倒是有不少强者相助 机缘还真是不少呢 影子千秋喃喃自语 随后看了眼跟在他身边的沐语 又是轻笑 千秋带着夜神千寻与霍不斩 一同到了半藏沙漠当中 一座不算太小的城池之中 据霍不斩介绍 这里是剑宗为半藏沙漠里 众多剑客建造的一处庇护所 这里被称作 剑城 剑城里大多都是来自剑宗的修炼者 剩下的都是一些完剑的剑客 他们主修关于刀剑方面的剑术 其中不少都是在横谷大陆上 赫赫有名的剑客 没想到在沙漠之中 居然还有这样一所城池 还真是令人眼前一亮 千秋好奇地打量着整个剑城 他拥有的黑啸也算是一柄名剑 从客观角度上来说 千秋也是一名剑客 只是他习得关于剑术方面的剑术 只有一个飞升玉雷菊而已 霍不斩带千秋与夜神千寻到了一座屋子前 他推开已经有些老旧的房门 随后道 这里是我早些年在住的一间房子 没人会来这里 咱们可以先在这里躲避一下 你原来是住在剑城的人吗 千秋看向霍不斩 有些疑惑 早些年还没成游走四方的剑客时 我就住在这里 这些年 我在横谷大陆四处游荡 这里就空闲了下来 千秋看着霍不斩身上的三把剑 他知道用剑之人的预剑之术越好 他所能掌握的刀剑数量就越多 而霍不斩身上带着三把剑 说明他预剑之术十分的强大 能同时使用三把剑 这可是名副其实的三刀流 千询 咱们在这里休息几日 我需要拱固一下我的功法 现在外面都是妖宗的人 咱们也不太好 离开半藏沙漠 夜神千询点点头 说道 霍大哥不介意的话 咱们就在这里住上一段日子 哼 我当然不介意 在剑城里面 想要什么东西都能买得到 妖宗的人一般不会来这里 霍不斩微微一笑 他倒是好奇千秋要修炼和功法 他深知千秋在百宗大会上得到的才子奖励 是那具幽冥霸体 他虽然是一具极品仙体 但他并非是一具容易掌控的仙体 可他却是看到 千秋在此前与妖宗弟子的战斗中 使用出了别具一格的幽冥九世这一仙术 夜神千询和霍不斩两人 把后院的空间留给了千秋一人 千秋很快拿出了其中一具苍穹镜的仙体 随后按照幽冥九转诀 之中记录的方法开始修炼第二转 开始修炼功法之后 这具仙体缓缓地从地上飘起 身上的魂力开始慢慢往千秋体内融合 千秋很快就感受到了 幽冥九转诀第二转的奥妙之处 有了仙体加入其中 要比他此前吸收药草的时候更加流畅 修炼的速度大大提升 咦 感觉背后的长生钟也在提供微弱的能量 难道长生钟也能起到辅助修炼的功效吗 千秋隐隐感觉到 在自己背上的长生钟也在一点点的渗出能量 他尝试去启动身后的长生钟 也许自己能慢慢地使用它 而并非在那天与长生钟融合时听到的那样 才能使用千秋将诸多魂力居中与自己背后 果然发现长生钟有所触动 从中开始流出些许力量 随后在自己身体之中缓慢蔓延开来 他感觉到自己的骨头都得到了淬炼 太好了 果然能借助长生钟的力量 千秋大喜 随后又轻念神闻 加倍修炼 千秋背后散发着金光 他身体上开始笼罩起半透明的长生钟 而他的肉体上却是不时散发出紫色的光 此时此刻 在这个宅子当中 夜神千寻投了神念在观察千秋 而霍布展也是分了一丝元神 从自己体内出来 观察着千秋修炼幽冥九转绝 两人都被千秋身上所表现出的奇异景象给震惊了 谁能想到上古神器不但被千秋融合了 他居然能运用它 他居然能运用上古神器 永恒宗那三个老家伙 到底收了怎样一个妖孽为徒啊 霍布展尼南道 夜神千寻也是则是 嘴角扬起好看的弧度 不错吗 比本小姐天赋还要高 也许她就是助我成帝的机缘 千秋在修炼幽冥九转绝的时候 时间飞速地流逝 那具苍穹劲的仙体很快就变得干瘪 显然是蕴含的能量全被千秋吸收完了 他很快从乾坤代之中取出另外两具仙体 这一次为了加快速度 当即使用了引分身术 刹那间院子里有多了一个千秋 两个千秋被靠背而坐 随手同时开始修炼幽冥九转绝 躲在暗中观察千秋的二人 被千秋突然释放的分身术给震惊了 瞠目结舌地看着两个千秋 他居然能使用出如此仙术 这怎么可能 我现在都无法误出 这仙术该如何释放 夜神千寻彻底被千秋的能力给惊呆了 而霍布展也是倒吸了一口冷气 我达到了帝王境才学会的仙术 他居然在苍穹境就学会了 他对神文的造诣 到底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恐怖程度 随着千秋使用了分身术 他用另一个分身 也在修炼幽冥九转绝的第二转 领悟得非常之快 一整天的时间过去了 他的身上早已经被汗水浸透 但第二转也已经渐入佳境 已经成功修炼了四成 期间 霍布展和夜神千寻都没有去打扰千秋修炼 两天后 千秋已经将他所拥有的三具苍穹境仙体 全部吸收完了 而幽冥九转绝第二转他也炼成了大半 看来还得需要两具躯体 才能将第二转全部炼成 呼 没想到仅仅只是第二转 就需要五具苍穹境仙体才能炼成 这在往后的几转 不知道还得要多少具躯体才成 此时已经是深夜了 但千秋感到格外的精神 他在炼成幽冥九转绝第二转之后 明显又感觉到自己的躯体被强化了不少 并且 这一次连魂力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他有预感 也许很快就能突破裂魂中期 至裂魂末期了 走出院子 发现夜神千寻已经爬在床上睡着了 在沙漠之中 昼夜温差很大 就算是白天烈日当空 到了晚上之后 气温也会降低到一个让人难以忍受的温度 千秋脱下身上的外套 披在了夜神千寻身上 十分敏感的夜神千寻感受到千秋披在他身上衣服的温暖 他没有睁开眼睛 只是嘴角露出了一个很好看的弧度 你的功法修炼完了吗 霍布展翘无声息地出现在了千秋身后 淡淡地问了一句 没有 这个功法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修炼成功 不过只是 我需要用到的辅助材料用光了 不用辅助材料 修炼的话 进度太慢了 继续修炼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面对霍布展 千秋并没有什么顾忌 霍布展默然地点了点头 此时他十分确信千秋是真的拿到了幽冥九转绝 这本早已经流失的古籍 没想到他有不俗的天赋 而且还有十分富裕的修炼资源 他身后到底站着怎样一个高人 就在此时 千秋看到在夜空中不断有修炼者遇见飞过 他们不停往地面上张望着 很显然是在寻找什么 妖宗的人已经找到建成这个地方来了 看来这里也不宜久留了 千秋看着天空中飞过的妖宗弟子 担心地说了一句 胡兄 你之后还要继续待在半层沙漠吗 千秋看向身旁的霍布展 不一定 在半层沙漠里面已经找不到 可以继续提升我的东西了 我这些年一直在外当一个流浪的剑客 最近才回到这里而已 千秋一喜 道 不如你跟我一同前往极寒之地吧 进入那里之后 我们可以去兴宴 在那里面有不少可以工人修炼的药草 而且还有大量的魂灵兽 可以提升魂力等级 这倒是一个不错的建议 我可以考虑考虑 千秋是有私心的 自从祈宇大帝跟他讲述 需要自己创立一个极大的势力 才能与七星宗对抗 千秋也明白这个道理 任他如何强大 终究只是孤身一人 要和七星宗这个拥有一位帝王晋大帝 以及无数圣晋强者的强大宗门对抗 一定得拥有一只自己的势力 当然 这个实力并不一定需要人数多 就算人数再多 实力不达标 也只是一群充数的人罢了 千秋只想寻找实力强大的修炼者加入他 眼下 千秋有了想要把护布展 拉入自己势力的打算 像他这样强大的剑客 的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报告左护法还是没有找到千秋的下落 不过有人说 几天前他在建城门口看到过他 左护法冷哼一声 一群饭桶 他只是一个苍穹镜修炼者罢了 你们一群圣镜强者居然找了这么久 属下该死 不过他是实力的确很强 能孤身一人杀了三名苍穹镜的妖宗弟子 废话 他在百宗大会上得到的才子奖励 是一具极品仙体 他的炼体体质已经超过那三个妖宗弟子了 击杀他们也不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名妖宗的圣经修炼者补充道 左护法 后来我们去现场寻找那三名弟子的躯体 但一无所获 按理说 他们都有中品的仙体 除非用特殊的力量摧毁 否则绝对没可能摧毁他们躯体的 说明是千秋带走了他们的躯体 哦 居然还有这件事情 我记得他得到的那具极品仙体 是幽冥霸体 难不成他有办法修炼幽冥霸体 所以才需要苍穹镜的躯体 而且必须达到仙体才是 左护法陷入了沉思 他自然是知道幽冥霸体这个隐藏秘密的 但他还是不相信千秋能得到幽冥九转绝 这可是已经流失了很久的古籍 不然的话 百宗大会的长老祖也不会把幽冥霸体 这样一句可以修炼至圣体的仙体 作为才子奖励 左护法想不到的是 此时的千秋不但得到了幽冥九转绝 而且他已经修炼至了第二转 这惊人的速度 就算是让他来修炼 都不可能拥有这样的速度 左护法为了早日捉拿千秋 将神念投向了剑城的方向 在一番搜索之后 他果然感受到了千秋的气息 小子 你果然躲在这里 左护法带着一众妖宗修炼者 前往了剑城 此时 冰临城下 时间很快来到了清晨 千秋很快感受到了 已经将剑城围绕起来的能量 他透过窗户向外看了一眼 发现剑城四周全是妖宗的人 坏了 已经被发现了 霍兄 千寻快醒醒 妖宗已经找到这里来了 他们全是冲着我来的 我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你们想办法先撤 夜神千寻醒来 揉了揉眼睛 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 嗯 什么妖宗 全是妖宗的人又怎样 霍不展也默默地抽出背后的剑 妖宗又如何 我做不出来丢下同伴的事情 我和你一起杀出去 千秋看着眼前两个丝毫没有退役的人 心中一阵温暖 但还是担忧到 你们两个先走 我肯定不跟他们硬刚 外面 起码有十个圣经强者 打起来 咱们肯定没有剩份 你们离开之后 我肯定有办法逃出去 那我和你一起走 我的速度不比你慢 只要你能逃走 我定然也能 霍不展淡淡倒 不 霍兄你带着千寻先走 他修为境界不高 一个人跑的话 可能会出现意外 霍不展还想说什么 但看到千秋一脸坚决 他最终也没有再坚持 他向外看了一眼 看到了左护法 实际上 他也没有真正出去迎战的打算 因为一旦出去 左护法就会认出他的真实身份 届时 那可就 不只是简单的妖宗来捉拿千秋了 那将是两个宗门之间的冲突了 夜神千寻并不担心自己的身份被认出来 因为这些年 他压根没怎么在公众场合露面过 除了夜神皇族自己人 几乎没有知道 夜神家主的女儿长什么样子 他本想留下与千秋一同战斗 以他的实力 在千秋不敌妖宗的时候 绝对能保住他不出现意外 然而霍不展居然妥协了 走吧千寻 既然千秋不需要我们留在这里 你先跟我离开这里吧 我们留在这儿 只会让他不敢放开手脚 夜神千寻看着霍不展 周梅道 要走你自己走 你明明是圣境的修炼者 你居然放任千秋一个苍穹镜 对抗妖宗那么多圣境强者 我也不想 但千秋并不喜欢我们留在这儿 我尊重他的意愿 夜神千寻气得直跺脚 但他又不能对霍不展发难 这样就会暴露他的身份 无奈 他只能和霍不展 悄然离开了这个宅子 此时 千秋已经从大门走了出去 外面聚集的众多妖宗修炼者 见千秋走出来 全部在同一时间外露了仙影 哼 一大早就来建成了 你们妖宗的人还真是勤快 千秋也不甘示弱 露出了自己蓝色的苍穹镜仙影 领头的是妖宗的其中一位长老 叫做江明 原本老朽好奇 是怎样一个人敢杀死我宗弟子 没想到只是一个毛头小子 江明已经达到了百岁 算是妖宗的老人了 千秋眯着眼睛 从地上仰视江明 语气里带有一丝不屑 一个毛头小子已经达到了苍穹镜 我看你这老头 今年起码不下百岁了吧 也只是达到了圣境而已 我要是到了 你这年纪还只是圣境 我肯定气得一头撞死自己 好一个伶牙历史之辈 我江明今天倒要看看 你有怎样狂妄的资本 说完 江明当即施展仙术 准备冲向千秋 江长老 您先莫要着急出手 容我先与他交手几招 区区苍穹镜修炼者而已 还不足以江长老 您亲自动手 一位圣境修炼者自告奋勇 此人是一个年龄 看上去更大的老者 不过实力看上去 并没有江明强 千秋掏出黑啸 飞向了天空 嘲讽道 你们妖宗没人了吗 怎么全是一群老头 大胆 老者施展仙术 他的仙影颜色变化莫测 千秋连忙后退了一步 心中无比惊讶 这事和仙术 居然能让仙影的颜色如此变化 哼 小鬼就是小鬼 只是一个普通的仙术 就将你吓得连连后退 我以为你有多厉害呢 老者见千秋节节后退 心中大喜过望 左护法派出了13个圣境强者 前来抓捕千秋 他还以为是一个十分强大的对手 没想到 只是一个口齿凌厉的苍穹镜修炼者 这一次 他定要在左护法面前表现一下自己 说不定能混到长老之位 他念诵神文 还动用了晋升的能力 哦 这还是我第一次与圣境强者对战 正好刚刚练成了幽冥九转绝第二转 让我试试看 千秋不敢大意 因为他对战的是一位圣境强者 实力悬殊 还是摆在那里的 但对方肯定会因为千秋 他是苍穹镜 而一开始感到大意 千秋恰恰可以利用这个心理 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幽冥九世 幽冥空手道 千秋直接施展了幽冥九世第一招 巨大的紫色掌印 飞向了那位老者 老者被这强大的能力惊到 连忙开启了防御仙术 然而 他发动的防御阵离开出现了波动 他不得不马上巩固防御阵 哼 好强大的力量 一个苍穹镜修炼者 能施展出这样的仙术 的确有狂妄的资本 不过在圣境面前 苍穹镜永远不可能越击战胜 上苍妖绝 老者在晋升之下 使用了神文仙术 千秋之间 面前老者嘴唇微动 随后从他的仙影身上 发动了奇特的变化 巨大的人形仙影 逐渐变化成一个十分丑陋的妖 随后一道紫光射向千秋 不好 千秋没有选择用防御仙术 去接下这一击 他深知圣境强者的随意 一个仙术 都能让他中创 所以用顺闪躲开了这一击 随即又念诵神文 冰河时代 千秋没想用这个仙术冻结对手 他只是打算用这一招 延缓他的行动速度 随后趁机再次发动仙术 此时 千秋的余光也注意到 霍布展已经带着夜神千寻 逃离了剑城 他当即也不再打算练战 准备找机会离开这里 雕虫小记 就这点水平 想困住我 老者轻笑 千秋发动的冰洞 几乎没有拖延住他 天乏 千秋没有耽搁 又一次施展了 从夜神千寻那里学来的控制性仙术 这一次 仙术起了效果 果然延缓了老者的仙术发动 老者眉头微皱 而千秋此时 也再次施展仙术 飞升御雷诀 千秋施展了 许久为用过的神文版飞升御雷诀 他劈出一刀 身后仙影也飞速劈出一刀 因为用剑速度之快 千秋的手臂都出现了残影 又一连劈出三刀 一秒五接 这一仙术 消耗了千秋大半魂力 老者被打得节节败退 这让一旁的江明不耐烦了 哼 你居然被一个苍穹镜修炼者 打得节节败退 真是给妖宗丢人现眼 江明亲自动手 直接施展了仙术 千秋感受到强大的仙术能量 他心说不好 如果这个江长老动手了 必然是很难逃掉了 他用余光瞅准了退路 随后施展了 他刚刚炼成的幽明九转绝 第二转所附赠的仙术 幽明九世 明何浪涛 千秋口中神文念诵之后 差那天地间都变得灰蒙蒙 他的身后出现了黑灰色的水 而仙影也出现了奇特的变化 千秋的仙影 踏在这黑灰色的河水之上 随后掀起一道巨大的浪涛 向一众妖宗修炼去 快 开启防御仙术 此等仙术威力无比巨大 江明表情大害 虽然不敢相信 千秋明明只是苍穹镜 就能使用出威力如此巨大的仙术 但此刻不能为了面子 而硬接下这一招 妖宗修炼者们 同时开启了防御仙术 然而 千秋所释放的仙术威力无比巨大 他们普通防御仙术 根本抵挡不住 几位圣经修炼者 直接被打飞了出去 小爷不陪你们完了 我先撤了 千秋瞅准这个机会 当即打开虚空之门 想要再次顿入虚空星界里 但就在这时 一直在暗中的左护法猛然出现 他直接施展了结界仙术 千秋念诵神文之后 虚空之门并没有出现 千秋瞬间猛了 看到天空之上的左护法连连后退 哼 还想顿入虚空星界 靠着这套把戏你 可是没少戏耍圣经的修炼者吧 不过在我面前 你这套行不通 左护法立于空中 它仅仅只是悬浮在空中 千秋就感受到了强大的威慑力 千秋很清楚 眼前这个左护法 应该在妖宗的实力不俗 至少是达到了准地的境界 哼 贩卖我宗仙术 杀我妖宗弟子 你原本是必死的 但听说你偷了长生忠 出逃永恒宗 你把长生忠交出来 本护法可以给你留一个全尸 左护法淡淡地看着千秋 在他眼中 千秋现在属于是插翅难飞了 在他施展的结界仙术当中 千秋的修为境界 还不足以破坏 此时站在地上的千秋 也暗说不后 没想到 妖宗居然会派出 如此强大的修炼者 前来捉拿他 这下坏了 魂力都使用光了 再跟他们打起来 肯定得吃大亏 千秋拳头握紧 想要顿入虚空星界的想法 已经被识破 只能另寻出入 千秋掏出先前夜神千寻 给他的极品回魂丹 毫不犹豫地服下了 体内原本已经耗尽的魂力 正在迅速恢复着 但终究只是辅助 恢复魂力的丹药 并不能一下子恢复到巅峰 千秋只好拖延时间 只有魂力恢复了 才能有一战之力 当然 他清楚 今天想要靠自己 逃出妖宗 众多圣经强者之手 恐怕很难了 哼 你们妖宗的仙术 谁规定一个仙术 只能属于你们妖宗使用 还真是霸道 千秋道 左护法轻蔑一笑 随你怎样想 但你想要 靠着那枚丹药恢复魂力 再与本护法一战的想法 我劝你还是收一收吧 本护法踏入准地的境界 已经接近百年 就算你使出全身解数 也不可能战胜我的 你只是区区苍穹劲罢了 死 千秋惊讶 心道 眼前这个左护法 果然是老狐狸 我的想法全部被识破了 看来 现在只能找七宇大帝帮忙了 不然今天可能真的要死在这儿了 千秋之所以放心 让霍布展离开 倒不是 他对自己有多大的信心 主要是他很清楚 就算自己不敌妖宗 暗中也有七宇大帝 这个真正的帝王竟修炼者存在 七宇大帝 怎么眼睁睁看着他死掉呢 七宇老头 你还准备看到什么时候 千秋大喊了一声 他有些担心自己 被圈入结界 七宇大帝听不到的呼唤声 然而话音落下 周围没有任何动静 此时左护法大笑道 怎么 暗中还有人藏着帮你 本护法给你找个机会 不管今天谁来了 都就不了你 说着 左护法丝毫不担心千秋逃跑 解除了他施展的结界 千秋随后又喊了一声 结果七宇大帝 依旧没有出手 卧槽 这老头该不是不管我了吧 千秋有些梦了 七宇大帝 压根没有任何动静出现 哈哈哈哈 你真的同伴 怕不是见到本护法 吓得逃跑了 少浪费时间 出长生周 本护法今天留你一个全尸 呵 休想 千秋魂力已经恢复大半 既然七宇大帝不肯出手帮他 那就只能靠自己了 有名九世 名何浪涛 然而就在千秋再一次施展出神文仙术的时候 他明显感觉到 体内忽然抱起一股非常奇异的能量 很显然不属于他自己 脑海中也同时传来七宇大帝的声音 小子 我还不能在公众场合露面 我借你一点能量 你先靠着这股能量 离开这里吧 对面那是妖宗的左护法 你现在的实力不可能打败他的 有了七宇大帝借给他的力量加持 这一次施展的仙术威力更加巨大 左护法也很快察觉到了这一点 哦 感觉你的实力忽然暴涨 看来你身后的确有一位大能站着 不过他不敢现身 定然是怕本护法的 你应该得到 幽冥九转绝 这本功法了吧 本护法再给你一次机会 交出长生钟和这本功夫 本护法可以考虑留你一条命 千秋没有理会左护法的话 他大脑飞速运转 在这种情况之下该如何逃离 用你从那个丫头 手上学来的仙术 有了我的地力加持 效果会大大提升的 千秋脑海中 再一次传来祈宇大帝的声音 千秋十分相信祈宇大帝的话 当即念诵神文 天法 花音落下 一众妖宗修炼者身上出现了 阵阵黑色的奇怪符文 他们立于原地动弹不得 就连左护法身上 也出现了这些奇怪的黑色符文 什么 你是如何做到的 左护法面色大变 而千秋也是被这效果给惊喜 连忙再次念诵 打开虚空之门的仙术 他毫不犹豫地顿入其中 随后关闭了虚空之门 此时 左护法也挣脱了束缚 气得他破口大骂 到底是何人在他背后出手 区区苍穹镜修炼者 居然能用仙术困住本护法 左护法 我们要不要进入虚空星界追捕 江明在一边唯唯诺诺地问道 左护法勃然大怒 你们一群废物 能让一个苍穹镜的修炼者 从眼皮子底下跑了 进入虚空星界之后 出现的位置是随机的 咱们现在追进去 也不可能再找到他了 在千秋进入虚空星界之后 其宇大帝也在此时现身了 你要是再出手晚点 我就得死在妖宗那些人手上了 你还真是不留情面啊 不到最后一刻 是真不打算出手 千秋看着眼前的其宇大帝 不由开始抱怨了起来 其宇大帝苦涩一笑 回道 老朽也不想这样 奈何你恰恰招惹的是妖宗 我身体变成现在这副鬼样子 和妖宗宗主也有莫大的联系 若是让他知道 我不但没死 还出现在了半藏沙漠上 他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来追捕我 啊 你肉身变成这样是妖宗害的 千秋惊讶到 不只是妖宗害的 还有其他一些势力 都怪老朽当年目中无人 太过于张扬 才变成现在这样 在得知其宇大帝和妖宗有过节之后 千秋很清楚 自己这一次 是彻底和妖宗结下了梁子 现在他只是苍穹境 而且身边也没有什么帮手 可已经得罪了七星宗与排名第二的妖宗 两个庞然大物一般的存在 让千秋在横谷大陆上 能力深的地方并不多了 若是被这两个宗门的人发现了踪迹 恐怕会一路都被追杀 话说 为什么刚才我得到你给我的地力之后 使用幽冥九世的威力 还没有变得出奇的大 反倒是我使用千询的控制仙术 能控制住圣境强者 千秋朝着奇宇大得 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夜神千询那样并不高级的仙术 居然在关键时刻救了他一命 奇宇大帝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你从那丫头身上学来的这个仙术 可不是一件低级仙术 反而是一个非常高级的神温仙术 我曾经和某位大帝战斗的时候 曾经见他使用过 在你苍穹镜使用的时候 他并发挥不出原本该有的强度 但你拥有了我的地力之后 这个仙术便发挥出了他真正的威力 所以说 在将来你修为境界更上一层楼的时候 这个仙术也会变得更加强大 千秋震惊 没想到随意从夜神千询那里学来的仙术 居然是一个帝王进大帝都在使用的仙术 不过千询是从哪里学来的这个仙术 千秋饶了饶脑袋 奇宇大帝哈哈一笑 也许这个丫头有个很厉害的师傅 也许她也有过人的天赋 总之能吸得这个仙术 这丫头定然不简单 你现在得罪了妖宗 他们的大本营在半藏沙漠 我不可能每次都出手帮你 那样会暴露我的存在 所以你趁早离开这里吧 我知道了 我接下来打算去极寒之地 新夜的入口在那里 你的药草不是都在新夜里面找到的吗 我想进入其中 修炼幽名九转局后面的几传 奇宇大帝沉默片刻 道 我却你达到了圣境的时候再去那里 极寒之地不比横谷大陆 强者遍地都是 而且政治构造比较复杂 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战争 没有硬实力的话 最好不要去那里 他们非常排斥横谷大陆的修炼者 听取了奇宇大帝的建议 千秋暂时放弃了想要进入新夜的想法 哎 看来以后还是要靠着找苍穹镜的先体修炼了 这幽名九转绝太费躯体了 千秋有些无奈 所以 你现在建立一个组织是最为重要的 一旦你有了下级 他们实力不俗的话 只要你需要什么 可以吩咐手下去帮你筹集 届时 你不用花功夫也能得到不少的躯体 但我现在只有苍穹镜 就算能找到手下 也只是一些低境界的修炼者 恐怕最高也只能找到轮回境的修炼者追随我 然而祈宇大帝却是意味深长一笑 神神秘密地说道 此话非也 谁说 你苍穹镜就找不到高境界的手下呢 你对神文的精通程度 比踏入准地境界的修炼者就要厉害 你不但能读懂一切神文 而且可以书写众多超级高品线述册 利用这个优势 你可以找到不少追随者 当然 前提是你不暴露真正的修为境界 就在此时 不远处有修炼者路过这里 祈宇大帝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千秋知道 他是不愿意暴露自己的存在 也没有在意祈宇大帝的突然消失 但祈宇大帝的话 让千秋如醍醐灌顶一般 对啊 不一定要修为境界高 我可以装作 自己修为境界很高呀 就算快要暴露了 可以把祈宇大帝推到台前 装一下自己的实力 这里能找到不少实力不凡的追随者 这样一想 千秋兴奋地离开了虚空星界 与此同时 在虚空星界的一处 一个蒙面的女人 正在肆意猎杀着魂灵兽 他的魂力等级 正以一种十分恐怖的速度增长着 周围众多低于圣境的魂灵兽 见到这个女魔头就跑 生怕自己沦为他提升魂力的养药 从虚空星界出来之后 千秋寻着夜神千寻 和霍布展之前消失的方向寻去 很快就感应到了两人的气息 他们停在一片没人的绿洲当中 两人见千秋毫发无伤地回来 都松了一口气 刚才我看到妖宗的左护法都来了 没想到 他们居然如此大动尴尬 霍布展对千秋说道 实际上他刚才很担心千秋被妖宗给抓住了 的确 我差点没能逃脱 千秋说完 随即对霍布展道 霍兄 我准备创建一个组织 不知有没有加入的意向 组织 我这人向来追求自由 不喜欢被任何势力所束缚 要不还是算了 别见啊 我创立这个组织也不会限制你什么 千秋想好了 霍布展是一个实力很强的修炼者 拉他加入必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不管怎样 死皮赖脸都得让他加入了 我创立的组织就叫做秋门吧 不同于那些宗门 没有繁琐的规矩 霍布展权衡片刻 他最终决定加入千秋所创立的秋门 也许在日后对他有出其不意的作用 好吧 那我便加入这秋门 听到千秋要建立秋门 在一旁的夜神千寻也是跃跃于世 我也要加入秋门 顺便给我个一官半职呗 夜神千寻走到千秋身旁 用手摇了摇他的胳膊 啊 你只有虚空镜 要不还是算了吧 我原本打算只招收虚空镜以上的修炼者 千秋有些尴尬 他的打算是招收一批实力不俗的修炼者加入 不然修为境界过低 对于千秋来说 他没有太大的用处 而且会成为组织吊车尾的存在 倒不是千秋其视弱者 只是将来这个组织要和七星宗一战 甚至还要与妖宗战斗 这样一来 修为境界过低 很有可能成为牺牲者 你瞧不起我只是虚空镜呗 夜神千寻堵起了嘴巴 而且 虚空镜已经不算是低境界了好吗 在众多宗门里面 虚空镜也是很强的存在了 是你眼界太高了 陈也恍然 夜神千寻说的话没错 虚空镜并非低境界修炼者了 只是当初他的起点便是虚空镜 完全没有经历过 从直水晶一路晋升上来的那种经历 所以 下意识觉得 虚空镜并非一个实力很强的存在 实际上 虚空镜修炼者 就已经超越了修仙世界90%的修炼者 千秋想起 刚才在虚空星界当中 祈宇大帝告诉他的话 夜神千寻使用的那一天法 神文仙术 是一个很强大的存在 他身后 要么有一个实力强大的修炼者存在 要么就是 有一个很厉害的师父 所以 他是有很硬的背景存在 但靠着这一个理由 千秋足以让他加入秋门 届时 夜神千寻也是秋门的一张底牌 好吧 我就破例 让你也加入秋门 那你再给我个什么官职当当呗 千秋有些无奈 他总觉得 他加入秋门 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玩心 完全没有一个组织参与者的责任心 千秋叹息一声 随后道 反正目前组织没什么人 就给你个副首领的职位吧 好业 夜神千寻高兴地跳了起来 随后千秋道 咱们也别在半藏沙漠在座停留了 妖宗现在 也得知 长生钟在我手上 四处在搜捕我 千秋 你想好接下来去哪了吗 霍部长问道 千秋饶了饶头 原本是打算直奔极寒之地的 但有了奇雨大帝的告诫 他打算在晋升圣经之后 再做打算 眼下突然没了目的地 有些茫然了 这个嘛 先离开半藏沙漠再做打算吧 被妖宗的人一直盯着 我也不敢继续再做修炼了 三人当即准备离开半藏沙漠 而为了不被妖宗注意到 千秋决定三人分开行动 但不用间隔很远 保持一定的距离就行 随后 千秋与夜神千寻 以及霍部长做了简单的掩饰之后 踏上了离开半藏沙漠之城 想要离开半藏沙漠 就必须途径一个叫做沙城的地方 这是半藏沙漠里最大的一个城市 里面有不少青云阁和妖宗修炼者所在 此时 七星宗的长老 持火恰恰来到了这里 纳兰长老派我来半藏沙漠找那个小子 这里可是妖宗的地盘 听说那小子在百宗大会上 使用了妖宗的仙术 他怎么可能改来这个地方 然而就在这时 持火看到不远处 一个身穿着黑斗篷的男人走在街上 他把头压得很低 明显是有意在隐藏身份 持火靠近了此人 他猜得没错 整个人正是乔装打扮之后的千秋 没想到 居然被持火误打正着给遇见了 没想到还真让我在这个地方碰见这小子 真是得来全部费功夫 把他捉拿回去 宗主恐怕得让我观生一击啊 持火心中一喜 随后悄然露出了仙影 他准备给千秋一个背后袭击 也免去了千秋放手一搏的行为 可持火只是微露杀意 千秋很快就察觉到了异样 他没有犹豫 直接释放了防御仙术 并且身形一闪躲过了持火的攻击 千秋回头看去 是一个他并不认识的老者 你为何要攻击我 千秋皱眉问道 持火箭偷袭失败 他也不再做掩饰 当即道 你是被我七星宗通缉的要犯 让本长老在这里遇见你 算是你的荣幸 交出长生钟 乖乖跟我回七星宗 千秋眼神一凝 心想刚躲过妖宗的追捕 现在又被七星宗的人给追上 今天还真是倒霉 千秋十分担心 在沙城当中 有不少妖宗的修炼者 如果和眼前这个七星宗的圣境强者打起来 可能很快就会引起妖宗修炼者的注意 恐怕左护法很快就能找到这里来 哼 你们七星宗杀我永恒宗众多长老与弟子 居然还架回于我的头上 真是卑鄙 持火面色阴冷 在这里已经有不少人注意到他 若是七星宗的秘密给这些听到 他们很快会成为横谷大陆众矢之地 废话真多 你找死 持火怒道 随即施展了仙术 千秋刚和妖宗众多修炼者对战 魂力已经消耗了殆尽 本就是吃了回魂丹才恢复了一些 眼下要靠着为数不多的魂力继续战斗 肯定是支撑不了多久 何况对手还是一个圣境强者 只能拖延时间了 霍布展马上就会过来 他也是圣境强者 可以和此人一战 千秋打定主意 当即准备拖延时间 等待后面霍布展到来 和他一起对付七星宗这个长老 千秋一边躲避持火的攻击 一边朝着人少的地方跑 时不时用仙术反击一下 这样的行为终于惹怒了迟火 直接施展了结界仙术 将千秋困在了他的结界之中 小子 我看你这下往哪跑 迟火冷声道 千秋知道自己不可能再跑了 而他恰恰也看到了 姗姗来迟的霍布展 心中大喜 呼休 这里 迟火回头看去 发现一个穿着白色大褂的儒雅男子 正奔着他而来 而此人身后背了一柄剑 腰间还携带着两把剑 迟火对于这样的打扮再熟悉不过 但他还是难以置信眼前这个人会出现在这里 他看清霍布展的脸后 面色瞬间大变 你是 剑 剑骨 然而迟火还没讲话说完 霍布展以一种无比诡异的速度 从他身边划过 手起刀落 三道剑光一瞬闪过 迟火的声音就戛然而止 立于迟火身后的巨大红色仙影 颜色逐渐暗淡下去 直至最后熄灭 迟火跪倒在地 身上猛然喷出鲜血 脑袋也缓缓从脖子上滑落 千秋瞪大了眼睛 看着霍布展 深深地洗了一口冷气 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蛇火可是七星宗的圣经强者 虽然不比纳兰沧海那样强大 但已经是一个很恐怖的存在了 霍布展居然连仙影都没有外露 便用普通的三刀就给持火秒杀了 不只是仙影没有外露 就连仙术都没有使用 卧槽 千秋知道霍布展实力很强 并且知道 他用剑的实力 可能已经达到了一个恐怖的程度 但如何都没想到 他居然能一击秒杀一个圣经强者 更何况 还是在没有借用魂力和仙影之下 完成的秒杀 持火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这 霍布展 你的实力强大到 让我都有些恐惧了 霍布展淡然一笑 随即道 只是他大意了 没想到我会直接出手罢了 如果让他反应过来 我未必能轻松击杀他 霍布展回头冷眼瞥向 已经伸手易出的持火 若不是持火认出了他的身份 霍布展也不会轻易 这样展露自己的实力 但现在还没到他暴露身份的时候 所以 只得杀掉持火 此时 夜神千寻也姗姗来迟 看到伸手易出的持火大吃一惊 天啊 这个是七星宗的持火长老 你们俩居然联手给他杀了 千秋苦涩一笑 折指霍布展 是霍兄杀的 我还没强大到 能跃及杀掉一个圣经强者 而霍兄可是连仙术都没有释放 只是用普通的剑机 就给他杀了 千秋有种错觉 霍布展对剑的运用 恐怕都在无极老祖之上 就算是无极老祖 在那夜七星宗入侵永恒宗时 都没有轻松一击 秒杀哪位圣经强者 快走吧 七星宗每个长老之间 都有特殊的感应方式 持火陨落了 七星宗其他长老 很快就能感应到 霍布展看着持火的尸体 淡然地说道 等等 我要他的尸体 千秋走到持火的身旁 把他的尸体 收进了乾坤袋之中 比起苍穹镜的仙体 持火可是达到了圣境 他的仙体品级 至少都是高品仙体 起码抵得上三个苍穹镜的躯体 嘿嘿 这倒是意外的收获 圣境强者的躯体 就算买 也得花上将近一百万横股币吧 将持火的尸体收纳之后 千秋和霍布展 与夜神千寻没敢耽搁 立即离开了沙城 在不远处的左护法 感应到千秋的气息 踏空而来 只留下了一滩血迹 哦 似乎有一个圣境修炼者陨落了 是那小子干的 就在左护法疑惑之际 右护法也悠悠踏空而来 对着左护法道 左护法 宗主让你回宗 永恒宗那小子 你还没抓到吗 带了这么多圣境修炼者出来 居然让他跑掉了 哼 那小子身后站着一个高手 若不是他 我早就抓住那小子了 右护法冷笑 嘲讽道 这点事情都办不好 宗主肯定会问责的 他现在已经把这个任务转交给我了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的家伙 看我如何缉拿那小子回来吧 你 左护法指了指右护法 最终只是冷笑一声 随后带着自己的手下 朝着妖宗踏空而去 右护法看向千秋离开的方向 陷入了沉思 左护法很快就回到了妖宗 前去大殿报到 见到了坐在座位上的妖宗宗主 他恶挪妖艳的身姿 浑身上下散发着十分魅惑的气息 让人完全不敢与他对视 妖宗宗主 妖圣大帝居然是一个女的 宗主 左护法 听说你带了不少圣境修炼者 去抓捕拿走长生中的人 这点事情都办不好 要你何用 妖圣大帝声音都带着魅惑 但在左护法里 却是感觉到了无与伦比的含义 左护法跪在妖圣大帝面前 额头上渗出了冷汗 忙到 属下该死 宗主赎罪 哼 本宗现在没空罚你 刚才本宗得到消息 虚空星界里 那只黑金元族长 已经突破之帝王境了 左护法震惊 帝王境 那只黑金元族长 居然达到了帝王境 那应该是虚空星界当中 目前唯一一只帝王境会灵兽了吧 妖圣大帝点头 随即伸出细长的手指 向左护法勾了勾 左护法跪着向前探了一段距离 妖圣大帝轻声道 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想办法给我弄到一滴那只黑猩猩的精血 现在十大宗门都在蠢蠢欲动 本宗也必须着手为天灾做准备了 左护法面路为难 宗主 原先那只黑金元是圣镜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很难接近他了 现在他达到了帝王境 要想得到他的精血 恐怕 很难吗 左护法猛然感觉到一股消杀之气 吓得他连连给妖圣大帝磕头 属下知道了 就算是豁出去这条老命 都给您取来黑金元的精血 虚空星界之中 千秋原先碰到的那扇巨大的青铜门前 站着的便是黑金元族长 此时的他已经幻化成了人形 他对着青铜门道 你帮我成爹 在我去外面找回我的儿子之后 我会回来帮你从里面出来的 青铜门之内传来一阵笑声 缓缓开口道 我的事情先不着急 你达到帝王境之后 外界有不少人类盯上了你 你的精血可是不可多得的东西 你自己还是小心为好 黑金元族长冷哼一声 我在圣境的时候 就几乎已经没有帝王境以下的人类能奈何我了 现在我达到了帝王境 就算是帝王境的修炼者 也很难靠近我 总之你还是小心为妙 到了外界之后 你要牢记 这世上最不能直视的有两样东西 一个是天上的太阳 另一个便是人心 很快 千秋三人就穿过了沙城 来到了半藏沙漠的边界 只需要再走半天的路 他们便可以离开半藏沙漠了 这半藏沙漠里面 总觉得有奇怪的力量存在 倒不是来自强者的威亚 反倒让我感觉到 是一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力量 千秋回头望了一眼半藏沙漠 自言说道 而霍布展平淡地开口道 半藏沙漠是修仙世界最后一个神仙的地方 这里有太多的秘密 况且天灾马上来临 有神秘力量出现于此 也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霍布展早就弄清了 在半藏沙漠出现的异样 只是此时他无心去管这些事 半藏沙漠的太阳十分毒辣 最后这一段距离为了掩人耳目 千秋等人只得徒步离开 夜神千寻被这样的太阳晒得颇为难受 他不断让千秋施展 能让周遭降温的先术 我说千学 你这也太娇贵了吧 为了你给降温和阻挡太阳光 我用了大半的魂力 待会儿要是遇到敌人 我一开始战斗力就大大折损了 千秋抱怨道 哼 这不是有祸不斩灾吗 他实力那么强悍 有你没你都一样 你就乖乖给我降温吧 本小姐细皮嫩肉的 被这太阳晒伤了 我自己都心疼 你一个大男人 不知道怜香西域吗 千秋无奈叹息一声 心想自己这是带来的姑奶奶 一起同行 看了地图才知道 出了半藏沙漠之后 需要翻越一座高山 才能到达下一个城市 而千秋已经意识到 自己达到了苍穹境 并且自己使用的神闻仙术 消耗魂力十分巨大 尤其是幽冥九转诀 带来的两个神闻仙术 消耗的魂力 近乎是普通仙术的两三倍 所以现在 他只是猎魂中期的魂力等级 在战斗的时候 魂力明显不够用 必须要尽快提升 自己的魂力等级才是 等出了半藏沙漠 先行把持火的躯体吸收了再说 幽冥九转诀第二转 应该能彻底练成了 除此之外 千秋已经开始盘算 如何招募高境界强者 加入他创建的秋门了 只要加入的人越多 他身为秋门的门主 很快就能下达任务 并且设立长老等职位 逐渐扩大自己的势力 在傍晚时 太阳逐渐落山 地平线变成了一道金色的线条 千秋三人 也终于从半藏沙漠之中离去 那股神秘的力量豁然消失 千秋忽然觉得无比的轻松 三人向着大山里行进 千秋对夜神千寻和霍布展道 咱们先找一个山洞歇歇脚吧 翻越这座山 起码得两天的时间 也不急这一会儿 对于千秋的请求 两人也没有多说什么 霍布展本就是一个生性寡淡之人 而夜神千寻更是无所谓 他十分听从千秋的话 晚上 三人找到了一处地理位置不错的山洞 而霍布展提出 自己去附近的小溪捕鱼 用来当做晚上的食物 夜神千寻也表示想在山上去转转 最终只留下山洞当中千秋一人 千秋不知道的是 与他同行的两人都隐藏了真实身份 他们离开之后 并不是去干了他们所说的事情 不过等两人离开之后 祁宇大帝也悠悠地出现在了千秋身旁 小鬼 你能收获一具圣经修炼者的躯体 还真是意外的收获 这要比你之前那几具苍穹进仙体的躯体 要厉害不少 祁宇大帝心情颇好 因为千秋实力提升越快 那助他恢复肉体的日子也就越近 我没想到霍布展的实力居然那样强悍 连仙术都不使用 就秒杀了七星宗的长老 祁宇大帝笑了笑 道 那人的实力可不简单 在当今世上能用三刀流的剑客屈直可数 而他恐怕是三刀流剑客里最为恐怖的存在 就算你师父 无极剑胜也不如他 好了 我也不打扰你修炼了 今天晚上 你吸收了这具圣经躯体 恐怕就能领悟幽冥九转诀第三转了 你这修炼的速度还真是恐怖 若是老夫有幽冥霸体 然后再修炼幽冥九转诀 恐怕花上一年的时间 才能进入第三转的修炼 祁宇大帝离开之后 千秋立即进入了修炼的状态之中 他从乾坤袋里放出持火的圣经躯体 用神殿扫尸之后 十分惊喜地发现 持火居然是极品仙体的体质 哼 持火恐怕如何都想不到 自己如此的实力 居然会直接被秒杀吧 千秋冷笑一声 随后进入了修炼 他明显能感觉到 圣经强者的躯体里 蕴含的能量十分强大 他又一次启用了长生中的能量 用来加速吸收 没多久 霍布斩已经用手上的剑 插着几条鱼回来了 见千秋还在修炼 并没有打断他 而是默默地升起一堆火 开始烤鱼 经过前几次的修炼 千秋已经对幽冥九转绝功法 运用的炉火纯青 在体内运气起来 也是十分的顺畅 并且同时伴有长生中的运转 修炼速度更是上了一层楼 达到了一种恐怖的效果 千秋丝毫没有注意到 自己的仙影已经被激发了出来 他本是苍穹镜 仙影应该是蓝色的 然而 因为他修炼幽冥九转绝的缘故 蓝色的人形仙影 渐渐出现了变化 仙影身上 居然出现了隐隐盔甲的模样 周围还散发着紫禁的光线 在一旁的霍布斩 也被吸引了目光 看到千秋仙影的变化 也是一阵惊讶 这便是上古神器的加持吗 在没有任何魂灵兽惊喜的加持之下 居然依靠修炼功法 就能让仙影出现一变 这还真是闻所未闻的事情 看来在天灾之前 也许他有望成为 横谷大陆最年轻的帝王静修炼者 与此同时 还与沐宇停留在半藏沙漠的影子千秋 也感应到了奇怪的变化 他身上也开始散发着紫禁的光线 影子千秋轻一一声 随即开始用神念去感受千秋本体的变化 脸上露出了一丝惊讶 没想到他居然能将炼体修炼到这样的境界 还真是让我大开眼见 若有所思思考了片刻 影子千秋笑着看向沐宇 小宇 我们走吧 在这些日子相处之下 影子千秋对沐宇已经有了别样的情感 我带你进入虚空星剑 捕捉星剑龙 有了星剑龙 你的实力会大大提升 突破圣境也是迟早的事情 影子千秋宠溺地看了一眼沐宇 修炼期间 除了停下来吃了货不斩烧的烤鱼 千秋就再也没有停下来过 这一次吸收圣境极品仙体 千秋花了两天两夜的时间 不过这一次他吸收得更加细腻 就连魂力都有所提升 就差一点点了 应该只需要再一场战斗 魂力等级就能达到猎魂默契了 千秋暗暗想着 但持火躯体里所有的能量 他都吸收得一干二净 一点都没有残留 而此时千秋的幽冥九转绝第二转 已经彻底练成 下一次就可以开始修炼第三转了 呼 呼休 千雪 让你们俩久等了 千秋从地上站起来 他已经有两天没有活动过了 身上的筋骨已经有些发酸 霍不斩一眼就看出了千秋的变化 意识到他的练体更上了一层楼 身体的技能已经达到了一种恐怖的境界 而夜神千寻也是很轻松地看出了这一点 心中也是一阵赞赏 在他看来 千秋的实力愈加强大 将来他就越有资本告诉自己的父亲 他看上了一个实力不凡的男人 还好吧 看样子 你就快突破之猎魂默契了 霍不斩看着千秋 淡淡地说道 千秋对于霍不斩一眼看出他的魂力等级 并不感到惊讶 毕竟他能不使用仙术 就秒杀一个拥有极品仙体的圣经强者 这点能力对他来说简直不值得一提 千秋饶了饶头 谦虚道 就差一点点了 不过比起霍凶 我还是差得很远 你提升的速度很快 虽然我现在实力在你上面 但我想用不了多久 你就越追上我 甚至超越我 这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这倒不是霍不斩恭为千秋的话 而是发自内心的感慨 千秋拥有长生中 这可谓是上古神器 一旦达到了帝王境 千秋的实力马上就会发生质的飞跃 就算是现在帝王境的修炼者 也有数十位了 但没有某个大帝能动用上古神器 最多也只是借助神器的力量罢了 而千秋现在只是苍穹劲 他便能在修炼的时候 借助长生中的能量 假日时日 使用长生中根本不在话下 夜神千寻多了嘟嘴 道 你每次一得到躯体就要停下来 等你好几天 下一次能不能找个有意思的地方 你修炼的时候 我好歹还能出去玩呢 这不是我被通缉了吗 在人多眼杂的地方修炼 容易被七星宗和妖宗的人注意到 哼 都是借口 千秋饶了饶头 随后对两人道 走吧 我刚已经看了地图 下一个城市是苍城 那里的竞技场很大 正好我需要一场战斗 用来帮助我突破之猎魂默契 随后 三人踏上了前往苍城的路途 与此同时 虚空之门在半藏沙漠打开 从里面一瞬跃出一个人影 他体型壮硕 皮肤有黑 看上去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壮汉 呼 这就是凡剑吗 该死的人类 抓了我两个儿子 若是他们已经被杀害 我定要将你碎尸万段 这个壮汉便是达到了帝王境之后 幻化成人形的黑金元族长 元豪 他闭上眼睛 深深地感受了一下周围 很快将目光定格在了半藏沙漠一个位置 随即猛然睁开了眼睛 没想到这小子居然距离我如此之近 此时远在元豪十公里之外的影子千秋 很快感应到自己被某位强者给锁定了 他感到不寒而栗 哦 我的行踪居然被某位大帝盯上了 还真是让人感到意外 难不成是那小子惹的祸 这位大帝锁定错人了 影子千秋喃喃自语 此时他尚未达到帝王境 面对一个真正的帝王境强者 还是无法对抗的 何况身边还带着沐宇 更加无法施展开拳脚 小语 现在进入虚空星界吧 有人盯上我了 影子千秋淡淡地说了一句 随即打开了通往虚空星界的虚空之门 然而就在千秋带着沐宇 踏入虚空星界之后 身上的柱室依旧存在 很显然 这道柱室锁定在进入虚空星界之后 并不能让其消失 影子千秋感到一阵疑惑 当机立断做出了反应 门第 影子千秋也顾不上在沐宇面前 暴露自己和门第的关系 此时他处于准地境界 距离帝王境就差一步机缘 现在绝不能出现任何闪失 下一秒 一道门出现在影子千秋身前 沐宇惊讶道 这是 通往门界的大门 千秋 你什么时候加入诸仙殿了 沐宇捂住了嘴 难以珍惜地看向千秋 朱仙殿在百宗大会上的所作所为 早就传开了 沐宇自然是知道朱仙殿和门第的 现在看到千秋能直接与门第联系 整个人都呆住了 日后再和你解释 现在我被一位帝王境的大帝盯上了 现在只有进入门界 才能躲避他的追捕 影子千秋没有废话 拉着尚未反应过来的沐宇 进入了门界当中 门界关闭的一刹那 袁豪已经撕开冲动 使用空间跳跃达到了这里 此时影子千秋已经不见了 嗯 这小子居然跑得这么快 袁豪面色阴沉了下来 千秋与夜神千寻 还有霍布展已经达到了沧城 而沧城门口贴着的 正是来自七星宗发布的通缉令 上面赫然是千秋的画像 千秋为了顺利进城 随即念诵神文 易容 很快 千秋就变了一张脸 和夜神千寻 以及霍布展 成功地进入了沧城 千秋 我刚刚看了眼通缉令 你的悬赏金 已经达到了二百万横股币 足足翻了一倍 夜神千寻笑道 此时千秋面色有些难看 这定然是因为此前 霍布斩杀了七星宗的迟伙长老 才导致七星宗发怒 再次提升了悬赏金 俗话说 众赏之下必有勇夫 哎 日后恐怕要更加谨慎了 二百万横股币 足以让不少圣境强者 加入追捕的行列了 进入沧城之后 千秋三人 先是在一家客栈 租下了三个房间 他们打算在沧城停留几日 我要去竞技场转转 你们俩谁要和我一起吗 千秋收拾好东西之后 我要好好睡一觉 这几天一直在山里 睡觉一点也不舒服 夜神千寻打了一个哈欠 对着千秋连连摆手 我得去拍卖场看看 也许有我需要的东西 如果待会儿时间来得及 我会去竞技场找你的 霍布斩说道 见俩人都没有想要 与他一起去竞技场的意思 千秋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孤身一人去了竞技场 沧城的竞技场 在横谷大陆上 也算是十分出名的了 虽然沧城当中 没有什么十分出名的宗门 但这里却有一个十分庞大的家族 肖家 在去竞技场之前 千秋在街上转了转 而奇雨大帝 则是穿着一身黑斗篷 出现在了千秋身边 咦 奇雨老头 你现在居然敢出现在街上了 你不怕被别人看到吗 奇雨大帝在斗篷之下轻笑两声 我能这样光明正大地 出现在你身旁时 我定然是确定了 附近没有 能让我暴露身份的人存在 哦 你这么说的话 一直千寻也获不斩 都有可能识出你的身份 所以 你从没有在他们 在我身边的时候出现过 奇雨大帝依旧笑着 用着一种别有意味的语气道 一个是能使用帝王进神闻仙术的丫头 一个是可以在不使用仙术的情况下 秒杀圣境强者的三刀剑客 他们的身份能简单吗 千秋沉默下来 他一直认为 夜神千寻和霍不斩身份都不简单 只是当他亲耳从奇雨大帝口中得知 两人身份不简单的时候 还是会感到意外 两久 千秋问道 他们的真实身份是 既然他们没有选择告诉你 我要是多嘴了 会很没有意思 不过现在看来 伤害你的意图 若是哪天在你身边隐藏身份的人 威胁到了你的性命 我自然会出手解救你 并且告诉你 他们的真实身份 见奇雨大帝这么说了 千秋也没有再追问下去 奇雨大帝也沉默下来 似乎他的出现并不是想要告诉千秋什么 他欲离开之际 千秋忽然又一次开口 你能告诉我 天灾到底还有多久会到来吗 奇雨大帝感到惊讶 没想到千秋会问出这样的问题 思考片刻后 道 如果没有什么变故的话 在五年之内 天灾就会降临 若是在像百宗大会上那样 和门帝合作的那个家伙 再次使用神闻禁术 天灾就会加速降临 甚至快到明天就有可能降临 千秋点了点头 此时他也走到了竞技场大门之外 奇雨大帝随之消失在了他的身旁 天灾 只有晋升到帝王晋 才能加大在天灾时存活的几率 并且找到回到原来世界的办法 戴上白色面具 千秋进入了竞技场之内 因为整个修仙世界的竞技场 所有信息是互通的 千秋在竞技场里的身份叫做球鸟 因为上一次越级对战成功的缘故 目前战绩是两胜零负 很快 千秋就匹配到了对手 这一次 对手与他是相同境界 都是苍穹镜的修炼者 千秋登上擂台 听到主持人开始介绍双方选手信息 红方选手 是在北韩岛竞技场注册的竞技者 名为球鸟 他的第一场战斗 便成功越级挑战 目前的战绩是两胜零负 蓝方选手 是在苍城竞技场注册的竞技者 名为肖战 是苍城肖家的二少爷 也是本竞技场15连胜的记录保持者 总战绩为54胜 师傅 千秋在听到对方的信息之后 感到一阵惊讶 在竞技场中能保持如此高胜率 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况且 对方竟然是苍城最强大家族 肖家的二少爷 势力必然是不容小觑的 北韩岛注册的 哼 我三弟就是死在那里的 你来得正好 就当是为我三弟报仇了 肖战怒道 北韩岛 三弟 千秋一惊 忽然想起在百宗大会上 黑色面具少年挑战的第二才子 是来自妖宗的修炼者 名为肖顺 难不成这个肖顺 就是苍城肖家的人 还恰恰是肖家三少爷 千秋有些无语 心想肖顺又不是他杀的 只因为他是来自北韩岛注册的竞技者 所以 这笔账就要算到他头上吗 这位大哥 你三弟死在北韩岛 和我无关吧 咱们只是公平静解 没必要抱着弄死对方的心态 千秋劝解道 他只是想要一场战斗 用来提升自己的魂力等级 而不是一场以命相抵的厮杀 肖战冷哼一声 少废话 接招吧 肖战杀意四起 直接外露了仙影 而他是苍穹镜修炼者 蓝色的仙影中 却透露着隐隐的黑金色 原本该是人形的仙影 居然长得有点像黑金元 咦 这是什么特殊的能力吗 仙影居然有这样的 千秋看着肖战的仙影 顿时感到疑惑 此时 观众席上传来了众人讨论的声音 这个肖战的仙影 为什么如此奇怪 这肖战吃过用黑金元精血 炼制出来的丹药 仙影出现了净化 所以 仙影和正常的修炼者不一样 听说仙影净化之后 可以衍生出新的能力 则 不愧是苍成第一家族 居然能抓到黑金元 真是有魄力 千秋 从这些观众席上的人口中 得知了肖战仙影奇怪的原因 原来是吃了黑金元精血 炼制出的丹药 这次不能大意了 他若是再有仙体的炼体体质 恐怕实力在我之上了已经 千秋十分谨慎地看向肖战 意识到 这可能是一场十分艰难的战斗 五雷天赐 肖战率先发动仙术 天空中忽然雷云密布 肖战立于原地 单手朝天 随着他的胳膊挥下 五道天雷从雷云中劈下 千秋也没有耽搁 从背后掏出黑啸 直接施展了无极老祖 传授给他的唯一仙术 飞升欲雷绝 因为千秋此时 已经达到了苍穹境 就算不使用神文版飞升欲雷绝 威力都已经达到了一种恐怖的程度 之间千秋黑啸麾下 也是叨叨天雷从天而降 与肖战施展的天雷相互抵消 有点实力 不过这只是开胃菜罢了 接下来就来真格的了 肖战再次起手 他的先影也随之把手臂朝向天空 他的先影周围出现了阵阵雷丝 环绕在其周围 肖战的先影手臂麾下 无数天雷从天而降 千秋立即四处躲避 但还是不免被几道雷击击中 浑身上下都传来麻痹的感觉 卧槽 这仙术跟开外挂一样 这么多天雷 他不怕魂力消耗殆尽吗 千秋还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对手 一上来就直接开大 像是完全不在乎自己的魂力消耗一样 有名九世 明和空手道 与肖战战斗 千秋感觉到了无比的棘手 没想到在竞技场里 居然会遇到如此强悍的对手 肖战只是一个苍穹镜的修炼者 千秋却感觉带给他的压迫感 堪比圣镜强者 尤其是他那玩命般的施展仙术速度 任谁都招架不住 千秋仙术一出 肖战的攻击更加疯狂了 千秋就算是引导的时间都没有 仙术释放得十分不稳固 仙术直接打歪了 哼 我的仙影带给我的魂力 加持是正常修炼者的数倍 近乎堪比亏魂的魂力 在苍穹镜这个境界 大部分修炼者魂力等级只有裂魂 所以我几乎就是个无敌的存在 肖战脸上露出疯狂之色 不只是千秋 就连观众席上的观众们都惊呆了 什么 用黑晶圆精血进化之后的仙影 居然还有增加魂力的功能 这不等于直接让魂力等级升了一级吗 这还怎么打 这个球鸟输定了 光是肖战这个仙术 就把他打得近乎没有还手之力了 千秋依旧不停地在躲避着肖战的天雷攻击 还是会不时地被击中 千秋意识到这样下去用不了几分钟 他便会在这狂轰乱炸之下溃败 妈的 不就是雷击吗 他的这一仙术 倒是让我开发出新的神闻仙术了 千秋一念一闪 躲过最后一道雷击之后 飞向空中念诵神闻 千万福特 然而千秋这一神闻仙术念诵之后 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对面的肖战不由一愣 随即狂笑不止 哈哈 我还以为你 你能放出什么仙术呢 原来就是瞎喊一通 神闻仙术没学明白 回家再练练 让我送你离开这擂台吧 肖战的仙影再次抬起手臂 击到巨大无比的天雷 从天而降 静止地劈向千秋 然而千秋这一次没有躲闪 任由雷击劈在他身上 观众席上众多观众都捂上了眼睛 不忍去看接下来千秋的惨状 然而下一秒 击到天雷全部劈在了千秋身上 千秋却没有一点损伤 但他的仙影周围渐渐出现了雷丝 犹如肖战的仙影一样 这怎么可能 肖战猛了 他刚才那可是蓄力雷击 如果是虚空境之下的修炼者 被这一雷击击中 当场就会死亡 而一个苍穹境的修炼者被击中 至少也会当场因为心脏麻痹 而晕厥过去 可眼前的千秋却是毫发无损 肖战不信邪 又是几道雷击砸在千秋身上 千秋只是淡然地站在原地 一脸平静地看着肖战 现在轮到我了 千秋一跃而起 他的仙影周围已经充满了雷丝 千秋一念一动 他的仙影将这些雷丝的能量 全部聚在手掌之上 千秋又一次发动了神闻仙术 有名九世 明和空手道 不同的是 这一次的明和空手道 使出的紫色掌印周围环绕的全是雷电 冲向肖战的速度极其之快 肖战来不及躲避 瞪大眼睛看着迎面来的巨大掌印 直接被打飞了出去 千秋乘胜追击 念诵神闻 万象天影 然而擂台上的陈雾尚未散去 一道巨大的身影 从擂台上拔地而起 轻松挡住了千秋的攻击 千秋一惊 连连向后退去 这时他发现 肖战居然与自己的仙影融为了一体 整个人被包裹在仙影之中 而一般情况下 仙影都会紧闭着双眼 这也是仙影与肉身最大的区别所在 但此刻 肖战的仙影已经睁开了双目 卧槽 这是什么能力 就算是之前盛进强者对战 我也没见过修炼者自身和自己的仙影融合 这你就不懂了吧 这正是黑晶圆精血带来的能力 这个叫做仙影真身 千秋听到观众席上讨论的声音 一时间 他有些想放弃这场比赛了 肖战使用出的仙术 已经超出他的认知 继续战斗下去 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伤害 你还是第一个 比我使用出仙影真身的修炼者 你的仙术很是诡异 至少这么多年来 我从未见过 肖战的声音 也变得十分有磁性 犹如电音一般 千秋正想给主持人说他认输 然而下一秒 肖战就再次发动了攻击 千秋不得不立即启用优明霸体 强化身体的能力 早知道黑晶圆能带来如此奇效 我就不该把那两只卖给斗兽场 千秋此时得知了黑晶圆的用处 又一次为自己愚蠢的行为所后悔 肖战的速度十分的敏捷 他手上握着雷电形成的电叉 十分用力地插向千秋 千秋情急之下 掏出了黑啸格挡攻击 然而也正是这一档 黑啸上居然出现了裂痕 千秋眼神一凝 随即连连后退 没想到他的力量 已经强悍到这种地步了 黑啸居然被他的攻击打出了裂纹 千秋有些怒了 黑啸是无极老祖 唯一留给他的东西 有名九世 明和浪涛 天罚 也正是这时 千秋不知为何 自己的身体 有种巨大的能量 要迸发而出 千秋感觉背部隐隐作痛 下一秒 衣服就炸裂开来 背部的长生中 纹身发出道道金光 很快笼罩了千秋的整个身体 等金光散去 千秋的仙影 已经守着一把巨大无比的金色大钟 那正是长生中 除了永恒宗本宗的弟子 外界的修炼者 几乎没有人知道 长生中长什么样 因为散落在修仙世界各地的上古神器有很多 除了一些传承百年和千年的上古神器 部分宗门可以启用一些能力 除此之外 上古神器就算是帝王进的大帝 也无法使用 所以上古神器对众多修炼者来说 只是一个厉害但又没用的东西 当千秋先迎守着长生中时 没有太多人感到惊讶 因为他们根本不认识长生中 这个叫球鸟的选手居然把一把钟当作武器 我记得很久之前 有位神奇也是拿钟当作武器 难不成这小子想学神奇 这怕不是在做梦吧 观众席上的修炼者并不知道 此时的千秋先迎守着了一把多么强悍的武器 而千秋自己回头 看着自己的先迎 心中无比的震撼 怎么回事 长生中居然能被启用啊 我明明才是苍穹镜而已 虽然现在只是先迎可以守着长生中 而肉体不行 但这也足以令千秋无比惊讶 一直在暗中观察千秋的奇雨大帝 也彻底傻眼了 这小子到底是哪位大能转世 在苍穹镜居然能让仙银使用上古神器 他的躯体真的能承受住神器带来的威压吗 难道说是这幽冥霸体带来的作用 奇雨大帝再一次觉得 自己不惜暴露的代价 一直跟在千秋身边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这小子 若是给他足够的时间 恐怕能成为当今踏足主宰镜的第一人 奇雨大帝将目光重新投向擂台之上 此时与千秋战斗的肖战看到千秋仙银手持的长生钟 也是轻蔑一笑 道 小子 你拿出一把忠于我战斗 怕不是在搞笑吧 搞笑吗 那你是手的钟吗 千秋嘴角上扬 长生钟好歹是上古神器 用他打你 岂不是如同用杀猪刀砍蚂蚁吗 千秋意念一动 仙银举起掌声钟与他一同冲向肖战 然而肖战丝毫没有把千秋放在眼里 手握雷叉继续向千秋扎去 然而下一秒 长生钟直接击碎了肖战仙银手上的雷叉 净直砸向肖战的仙银 肖战面色大变 这怎么可能 不 长生钟打在与仙银融为一体的肖战身上 他的仙银瞬间支离破碎 而肖战也是瞬间喷出一口鲜血 重重地摔在了擂台之上 死 肖战输了 那把忠威力居然如此强大 他到底是个什么动静 观众席上看到肖战倒在擂台上 所有人都惊讶不已 主持人愣了几秒 随即宣布本场战斗求鸟胜 肖战十五连胜记录 就此终结 千秋收起了仙影 随后走向肖战 肖战捂着胸口 嘴里不断有鲜血渗出 你的实力很强 不过你遇到了我 实力还是差了些 千秋微微一笑 随后伸出手想要拉起肖战 肖战不领情 一把打开千秋的手 绝强地从地上费力爬起 胜者为王败者扣 我输了 你没必要这样出言羞辱我 我没想羞辱你 你的实力在苍穹镜 已经算是顶尖战里的存在了 我创建了一个组织 你有没有兴趣加入 千秋笑了笑 在他见识过肖战的实力之后 下定决心要想办法 将肖战拉入自己创立的 秋门 肖战冷哼道 没兴趣 说吧 肖战就离开了擂台 千秋苦笑了一声 轻轻摇头 哎 果然 想要让实力强悍的修炼者加入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千秋感受了一下自己的魂力等级 发现距离近升还是差了点 他只得继续留在竞技场 等待匹配下一位对手 过了四个时辰 千秋一连与六位挑战者战斗 都是大获全胜 他们甚至都没有肖战一半的实力 球鸟现在的个人战绩是 九胜零负 达到了九连胜的记录 主持人高声宣布 场上顿时传来了呐喊声 而千秋白色修罗的名号 又一次被众人喊了出来 他的名气越来越大 千秋也不觉得这是一件坏事 等自己的名气达到了一定高度时 他便可以私下招募一些实力不俗的修炼者 进入秋门 当然 不在名面上公然招募 千秋是想要秋门不暴露在大众视线之下 这样一来 七星宗很快就能追查到 秋门是他所创立 届时 秋门尚未壮大起来之前 就会被七星宗扼杀在摇篮里 在拿到九连胜的记录之后 千秋就离开了竞技场 因为他的魂力也消耗殆尽 无法再继续战斗下去 奇怪 打了这么多场战斗 魂力等级居然还没有提升 千秋微微皱眉 原以为只需要一场战斗即可升级 然而一口气打了这么多场战斗 都没有升级到猎魂末期 离开竞技场 千秋回了他所居住的客栈 此时霍布展和夜神千寻 似乎都不在房间当中 千秋没有耽搁 在床上盘腿而坐 闭上双眼 开始在体内运气 他想要弄清楚 刚才在竞技场与肖战战斗时 为何会激发长生钟 此时长生钟纹身 如同往日一样 安静地在他背上 没有丝毫的异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要怎样才能启用长生钟 在运气一变之后 千秋并没有发现 自己身体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 如何也找不到 能激发长生钟的条件 正在这时 房间的窗户忽然自己打开 祁宇大队从窗外进来 祁宇老头 你来得正好 你晚上应该看到了 我那场与肖战的战斗了吧 看到了 千秋大喜 连忙问道 我为什么能启用长生钟 虽然只是仙影使用 但威力已经足够强大了 长生钟几乎不会消耗我的魂力 它只是一把武器 若是能掌握长生钟的使用方法 日后对战圣境强者 也许都有一战之力了 祁宇大帝苦笑一声 小鬼 在修仙世界的历史上 除了神器之外 还没出现过普通修炼者 使用上古神器的仙力 至于你为什么今天 忽然能让仙影启用长生钟 老夫也不知道 千秋大师所望 此时祁宇大帝道 先不说这些了 你现在就开始修炼幽名九转诀吧 你的魂力基本消耗殆尽了 幽名九转诀 可以让你魂力恢复的速度快些 今夜 苍城会有大事发生 千秋眉毛一挑 什么大事 嘿嘿 总之老夫告诉你了 你就快点进入修炼状态吧 你没有魂力的话 晚上最好就不要出门了 但若是有魂力 些许今晚是你招募人手 进入你那秋门的好时机 千秋没有再从祁宇大帝口中继续追问 他知道 祁宇大帝不会跟他说些废话 能告诉他这个消息 自然是有他的用意 随后 千秋开始运气修炼幽名九转诀 这幽名九转诀 不但有可以让人在修炼时免去睡觉 还可以比正常时间的恢复魂力的速度要快 这一次千秋尝试去修炼幽名九转诀的第三转 但总觉得还有一层屏障 隐隐能触摸到 但始终还是差那么一点 看来还是得突破到猎魂末期 否则现在修炼很多东西都有限制 千秋心中有些怅然 不明白今天经历了这么多场战斗 为何魂力等级就是不升级 最终 千秋放弃了去触摸幽名九转诀的第三转 打算安静地去巩固第二转 并且使用出了分身术一同修炼 很快 他的魂力逐渐恢复到了一半 此时也已经步入深夜 在修炼状态当中的千秋 猛然感觉到了一股强大的能量 出现在了苍城之中 千秋立即从修炼状态里抽身 投出神念在苍城里 试图寻找着强大力量的来源 居然同时有这么多道神念投出 看来苍城里有不少修炼者 都注意到这股能量了 千秋宁神对着空气道 祁宇老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祁宇大帝悠悠出现在千秋身后 是苍城两大家族之间的恩怨 肖家这会儿 应该被苍城第二家族给攻打了 你要不去看看 他们两大家族打起来 我去有何用 千秋疑惑 而且苍城这么多修炼者 若是有想要攀附其中某个家族的 必然会出手 我又不在乎他们 两个家族谁输谁赢 祁宇大帝叹息 你这就是目光短浅了 你现在如果帮助了其中一个家族制胜 他们必然会感谢你 这时你再站出来 告诉他们秋门的事情 他们定然会有人愿意加入 毕竟 你这个秋门 不像那些宗门一样 并不会限制他们任何自由 也不用长时间待在宗门当中 加入你的组织 还会有许多便利 有你这样强大的门主荡靠山 何乐而不为 千秋顿悟 兴奋到 我知道了 我待会儿露面 些许会见 你的力量一用 你可别吝啬不借给我 千秋从乾坤袋里拿出一件黑色的斗篷 不让自己暴露真实身份 随后潜入了黑夜之中 与此同时 萧家大院里面燃起熊熊大火 一众南宫家族的修炼者将萧家包围 萧家家主萧山 展露自己圣境先影 对入侵萧家的南宫家族修炼者 直接释放仙术 只是几招就秒杀了几位苍穹境修炼者 萧家一向与南宫家族 共同立足于苍城 你们南宫家族 为何今夜要突然侵犯我们萧家 萧山面色 阴冷到了极点 南宫家主大笑道 萧山 你怕不是天真到以为我们南宫英 甘愿当着苍城第二家族吧 你们萧家有何实力 凭什么 居于我们头上 萧山沉声道 既然你们非要挑起纷争 我们萧家也奉陪到底 萧家子弟听命 但凡是踏入萧家大院的南宫家族修炼者 一律杀无赦 然而萧山这一道命令发出 有一半的萧家修炼者 忽然激发先影 毫无征兆地杀害了自己身旁的修炼者 萧山你没想到吧 你们萧家出了这么多叛徒 今日你们萧家的大势已去 我劝你 最好现在束手就擒 些许我还能放你和你两个儿子一条狗命 南宫英仰天大笑 他预谋这一天已经许久 至少有一半的萧家人都被他策反了 此时 萧山的大儿子萧妃 与二儿子萧战也从家中飞上天空 父亲 家里起码有一半的人都叛变了 剩下的基本都是苍穹镜之下的修炼者 萧战面色十分难看 当把这个消息告诉自己父亲萧山之后 萧山双眼一黑 险些从空中坠下 阿飞 阿战 你们哥俩待会儿找机会 带你们母亲逃出苍城吧 卫父和剩余的萧家人 会帮你们抵挡一会儿 南宫家族的人 萧山清楚 今夜萧家恐怕要被灭门了 就算往日苍城当中 有不少与萧家交好的修炼者 但早在刚才萧家大院起火的时候 就有不少神念头来 但却没有一个人敢来帮助萧家 很显然 要么这些人是被南宫英买通了 要么是想要隔岸关火 怕萧家不敌南宫家族 日后他们再苍城也要遭殃 萧战与萧妃都没有想要离开的意思 萧战道 父亲 我和大哥不会走的 母亲我已经让人护送他离开了 我和大哥要与您一同守护萧家 你们傻吗 你们三弟萧顺已经死了 你们两个要是今日也战死在这 我们萧家就绝后了 萧山怒道 就在这时 南宫英带着一众南宫家族的圣经修炼者 突然发难 萧山眼神一凝 也立即施展仙术 随后 萧家和南宫家族进入了混战之中 可因为萧家众多子弟反水的缘故 萧家节节败退 只是数十分钟 萧家存活的修炼者就已经寥寥无几了 萧山 我早就说过 我们南宫家族才是苍城第一家族 以后苍城不再姓萧了 他将会是我们南宫家族的天下 在苍城 我南宫英就是天 萧山也与众多修炼者交战下来 身上也受了不少伤 但他也击杀了三位南宫家族的盛景强者 他嘴角流着血 随即对自己两位儿子道 你们俩快走 为父再替你们阻挡一会儿 千万不能让萧家绝后 复剑 萧战与萧妃同时喊道 可下一秒就看到萧山露出仙影 准备燃烧元神 释放仙报 就在萧山即将使用仙报之术时 一道披着黑色斗篷的黑衣人 出现在夜空当中 他展露了仙影 居然是像争帝王进的黑色仙影 南宫英 是谁给你的胆子敢攻打萧家 黑衣人声音十分雄厚 白米高的黑色仙影立于苍穹上 俯视着南宫英 他的红色圣镜仙影显得格外渺小 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 黑色仙影象征着什么 同时圣镜以下的修炼者都感觉到了威压 纷纷有想要下跪的冲动 这是帝王进修炼者 怎么可能 南宫英大惊失色 听这位来历不明的帝王进修炼者问话 心里止不住地发虚 您 您是哪位大帝 南宫英小心翼翼道 黑衣人冷哼一声 道 你还没资格知道本地的身份 萧家是本地护者的家族 今天你们南宫家侵入萧家的事 本地不做追究 快滚吧 可是 南宫英不甘心 他从未听说 萧家与哪位帝王进的大帝交好 况且 帝王进修炼者 怎会看上苍城的萧家 他们萧家 有何势力 能获得帝王进修炼者的青睐 黑衣人见南宫英犹豫 他大手一挥 空气中出现诸多冰锥 毫无征兆地刺在南宫家族的修炼者身上 不少圣境强者都受了伤 诸多虚空境与轮回境的修炼者 直接当场死亡 本地的话听不懂吗 还不快滚 本地同一句话 不会重复第三次 南宫英 你若是不服气的话 本地给你一个机会 和本地过过招 黑衣人杀一四起 这让南宫英 瞬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这来自大帝的威压 可不是开玩笑的 他区区圣境修炼者 哪有与大帝一战的能力 南宫英忙道 不不不 小的这就滚 小的不知道你与萧家交好 是我南宫英瞎了狗眼 所有人 撤 南宫英下的慌忙逃窜 带着一众圣境强者 踏空逃掉了 南宫家族的人走后 黑衣人也收起了自己的仙影 从夜空中落到了地上 这时 萧山带着自己两个儿子 直接跪在黑衣人面前 拱拳道 感谢您出手相救 您是我们萧家的恩人 虽然不知道我萧家何德何能 可以让您这位大帝出手 但今夜没有您的话 我们萧家就真的要惨遭灭门了 黑衣人扶起萧山 笑道 萧家主不必客气 我只是一个路过的侠客罢了 看不惯南宫家族这行为罢了 萧山很是疑惑 他们萧家虽然在苍城实力不俗 但还没有达到 能让帝王晋大帝亲自出手的势力 然而 这位不知身份的帝王晋大帝 居然主动出手相救 必然是看上了他们 萧家某样物品 恩公 您若是看上了我们萧家的哪样物件 您说出便是 全当是您救了我们萧家的报酬 萧山诚恳地说道 黑衣人哈哈一笑 萧家主 我都说了我只是一个路过的侠客 救你们萧家并不是看上了你们家的某样东西 你不必客气 你现在最好还是看看 你们萧家的损失与伤亡情况吧 有什么事情 我们待会儿在意 萧山看了看身后还在燃烧的萧家大院 也没继续绞情 对自己大儿子萧飞道 阿飞 你去召集还能行动的萧家子弟 救助那些伤残的人为父去灭火 随后又对二儿子萧战道 阿战 你先替为父招待好萧家的恩公 是 父亲 两人一口同声道 萧战带着黑衣人到了萧家的大厅之中 好在这里尚未受到波及 依旧完好无损 萧战为黑衣人泡了茶 毕恭毕敬道 恩公 您喝茶 嗯 黑衣人端起茶 默默地喝了一口 之后沉默了下来 萧战大气不敢出 只是僵硬地站在一旁 这还是他距离帝王晋大帝最近的一次来自高晋者的威压时刻存在 他心中有所畏惧 萧战殊不知 眼前这个黑衣帝王晋大帝 正是晚上与他在竞技场对战的球鸟 萧战先生 你今年多大了 黑衣人忽然开口 萧战一愣 连忙道 恩公 我今年二十六 哦 二十六岁就已经达到了半生的境界 恐怕要不了就晋升圣经了 不错不错 你们萧家还是很有实力的 萧战受宠若惊 他能得到这位帝王晋大帝的赞赏 心中无比兴奋 之后 黑衣人没再说话 直到天快亮时 萧山才从外面回来 显然他刚刚安顿好了整个萧家 恩公 让您久等了 萧家出了太多叛徒 刚才花了些时间处置他们 萧山站在黑衣人面前 也是些许局促 尽管他已经达到了准地境界 但面对真正的大帝 实力还是天差地别 黑衣人淡淡一笑 道 萧家主 本地有一事想要询问你 恩公请讲 我创立了一个叫做秋门的组织 不知你们萧家是否有意向加入 秋门 萧山看了眼萧战 发现他也是一脸茫然 很显然 他们都没有听过这个组织 按理说 一个帝王晋大帝创立的组织 绝对是在修仙世界排的上名号的 可他们从未听过 有某个帝王晋大帝 创立了有个叫做秋门的组织 他们萧家一向不屑于 加入某个宗门或是组织 但眼下是这位大帝救了萧家 不然在几个小时前 萧家就已经被南宫家族灭门了 况且 这个组织的创立者是一个帝王晋大帝 加入了也不算吃亏 再说 许多修炼者 想要与帝王晋大帝为伍 或是加入有帝王晋大帝 坐镇的十大宗门 都要不小的条件 眼下帝王晋大帝 亲自邀请萧家 加入他的组织 这件事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恩公 我萧山求之不得 不过萧家世世代代都住在苍城 若是你要让我们萧家 跟你一同前往宗门所在地 恐怕我萧山做不到 我最多只能派出一半的萧家人与您前往 黑衣人爽朗一笑 道 萧家主 我的邱门可不是一个宗门 它只是一个组织罢了 没有固定的地址 你也不用让任何一个萧家人跟随我 邱门的人遍布各个大陆 也许某个宗门当中 也有我邱门的门徒 我创立邱门的初衷 是实现信息互通 偶尔会派出一些任务 让你们帮我完成 当然 在日后 若是某个门徒遇到了困难 邱门全体人员会毫无余力的一起帮助他 萧山一听 略微惊讶 没想到 邱门居然是这样一个组织 这样一来 他们萧家等于多了一个靠山 况且还能共享邱门里的信息 这完全就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就算以后再发生类似南宫家族侵入的事 邱门的其他门徒会 立即前来支援 其中还不乏某些大宗门派的修炼者 想到这儿 萧山当即单膝下跪 我萧山代表整个萧家 加入邱门 门徒萧山 参见门主 萧家主请起吧 以后我们便是同门之人了 黑衣人笑了笑 好了 时日不早了 我就先离开了 邱门之间的暗号 我写在了这张纸上 说吧 黑衣人念诵神文 一张纸条凭空出现在萧山面前 黑衣人撕开一道虫洞 准备使用空间跳跃离开 门主 您的地名是 你暂时不需要知道 黑衣人悠悠扔下一句 随后消失在了萧家大厅之中 客栈当中 千秋脱下了黑色斗篷 奇雨大队也从他的体内脱离而出 千秋感觉自己的灵魂 都快被撕碎一番 奇雨老头 我总觉得 你在我身上再多待一段时间 我的灵魂 就要被你身上强大的力量撕碎了 千秋有些痛苦地 揉了揉太阳穴 抱怨道 好在你修炼了幽冥九转绝 让炼体体质 达到了足以承受我上你身的条件 放在其他的修炼者 他们早就支撑不住肉体炸裂了 奇雨大队默默说了一句 在昨夜千秋 躲在暗中 看到萧家与南宫家族打起来之后 奇雨大帝就询问他要帮助哪一方 不管帮助哪一家 他们都会巴结上千秋 心甘情愿加入秋门 小鬼 我建议你帮助南宫家族 萧家大势已去 你帮助他们 没什么前途的 奇雨大帝说道 千秋却是摇头 不 我在竞技场和萧山的二儿子战斗过 他的先影时 经过黑金元精血进化的 况且 萧山三子正是百宗大会上 被诸仙殿宗主击杀的那位妖宗弟子 萧顺 由此可见 萧家底蕴是很强的 能捕杀到黑金元 也能让萧顺加入妖宗 而且 妖宗很是重视萧顺 足以证明萧家的强大 相反 南宫家族并没有让我看到什么亮点 奇雨大帝没在干预千秋的决定 千秋也很清楚 自己的实力 不足以帮助萧家击败南宫家族 所以请求奇雨大帝借用他地力 呵呵 我把地力借给你 你也还是苍穹竞修炼者 就算你成功救下萧家 他们也不会加入你的邱门 因为你的境界太低了 不如让老夫元神进入你的身体 你可以在短时间之内 显露帝王竞先影 并且拥有一半的帝王竞实力 千秋大喜 最终接受了奇雨大帝的建议 之后便是以黑衣人的身份 与萧山交谈 千秋揉着太阳穴 尽管身体内 因为奇雨大帝上身的缘故有所损伤 但他十分兴奋 毕竟邀请了萧家这么庞大 且有实力的家族加入 他的邱门算是迈出了第一步 萧家起码有不下十位圣境强者 堪比横谷大陆排名前三十的宗门了 小鬼 你现在可以趁机给萧家下命令 让他们给你提供几具苍穹镜以上 拥有仙体的躯体了 奇雨大帝对千秋说道 千秋略显犹豫 他们才刚刚加入邱门 我就给他们下命令 这不好吧 不 反倒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萧山肯定咽不下这口气 他们不会把自己萧家的修炼者躯体给你 但那些死亡的南宫家族修炼者 躯体毫无用处 正好献给你 奇雨大帝的一番届时 千秋毛色顿开 随后立即让奇雨大帝帮他投去神念 给萧家下达命令 奇雨大帮助千秋给萧家传达信息之后 道 你快点达到圣境吧 些许能启用长生中更多的功能 总是动用我的能力 碰到一些势力强悍的修炼者 些许会认出我来 我知道了 争取在一个月只能达到猎魂默契 并且突破圣境 千秋点头 他现在也十分急迫 想要尽快晋升修为境界 他不仅想起朱仙殿的宗主 那日他在百宗大会上随意使用神文禁术 就让修炼者毫无副作用 晋升到了圣境 虽然千秋也会类似的仙术 但对于虚空禁之后就似乎没有了用处 显然和朱仙殿宗主使用的神文禁术 是有区别的 要是会他使用的神文禁术 晋升圣境也只是一句话的事 千秋叹息一声 随即又尝试了几遍 念诵神文 升级修为 升级修为 然而 他的修为境界 还是没有任何变化 千秋依旧不知道 虽然这样的神文仙术 并没有让他晋升修为境界 但此时 他几乎已经超越了所有苍穹境的修炼者 因为 昨夜一晚没休息 千秋赶紧进入睡眠 等千秋醒来时 已经是下午太阳即将落山之际 他是被夜神千寻捏住鼻子 导致无法呼吸给憋醒的 大懒猪 太阳都落山了 你居然还在睡觉 快起床 夜神千寻在千秋耳边喊道 千秋从床上坐起来 大口大口的呼吸 看着一脸幸灾乐祸的夜神千寻 惊讶道 喂 这是我的房间 你怎么进来的 我好歹也是个虚空境修炼者 想要进这一个破门 还不容易 千秋无言以对 夜神千寻又追问道 你昨晚干嘛去了 能睡到这会儿 有点失眠 早上才睡着的 夜神千寻抱着胳膊 满脸狐疑的看着千秋 是吗 我还以为你是去风情楼了 风情楼 那是什么地方 千秋一脸茫然 饶了饶头一头雾水 夜神千寻表情无比惊讶 这一次 她是发自内心感到意外 看千秋的样子 似乎她并不知道 风情楼是什么地方 你一个男人 居然不知道风情楼 天哪 现在还有你这种纯情处男吗 千秋此时终于反应过来 老脸一红 掩饰到 瞎 瞎说 我当然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你说谁是处男 有你这么骂人的吗 夜神千寻笑而不语 她十分确信 千秋真的不知道风情楼 看她手忙脚乱 掩饰的样子 心中居然有些开心 千秋询问夜神千寻 昨天去哪了 一整晚都没有回来 苍城四面环山 我就去附近山上转了一圈 想看看 有什么奇特的地方 夜神千寻精灵古怪道 千秋心生疑惑 这山里面能有什么奇特的东西 就算是药草 都是一些无用的东西 真正有用的药草 都长在星夜之中吧 那可不一定 只要是存在魂力的地方 药草就能生存 我在山里面遇到了一片草殿 那里面长了不少药草 而且都是些奇真异草 千秋挑了挑眉 道 那你采摘了多少 夜神千寻摇了摇头 道 一个也没摘下 嗯 既然有那么多奇真异草 为什么你一株都没摘下 你再跟我开玩笑吧 此时 千秋也动了想要去那里看看的心思 因为夜神千寻说 那里全是奇真异草 说不定 其中就有奇遇大帝之前 给她的那种类似的药草 正好可以用来修炼幽冥九转诀 我没开玩笑 之所以我一株都没摘 是因为 那里有两只圣镜的魂灵兽在看守 他们似乎以那片草地为食 我的修为境界 只有虚空境 根本没办法从他们眼皮子底下得到药草 听夜神千寻这样一说 千秋恍然大悟 难怪夜神千寻没有采摘药草 原来是那里有两只圣镜魂灵兽看守 但千秋又疑惑道 魂灵兽不应该都生存在异解当中吗 只要是不在异界里面的魂灵兽 他们应该都是被修炼者捕猎而来 怎么可能会有野生的魂灵兽不在异界 夜神千寻耐心解释道 圣镜的魂灵兽已经很强大了 他们有半自主的意识存在 异界之中 只有虚空星界的入口 需要念诵神文 而神界的通道已经关闭 任何人都进不去 剩下的两个异界 星夜与黑暗森林入口 都是时刻开放的 只不过 他们都在极寒之地 你没去过极寒之地 自然不知道 极寒之地 遍地都是魂灵兽 他们穿梭在异界与大陆之间 在横谷大陆 只存在虚空星界一个异界 因为要念诵神文入口 才会打开的缘故 导致虚空星界之中的魂灵兽 无法自由出入 你看不到魂灵兽 在大陆上横行的场景 但在修炼者打开虚空之门 进入虚空星界时 他们也许恰好在附近 趁机就从虚空星界里面跑出来了 因为本身是圣经的魂灵兽 一般的修炼者 也没办法把他们抓捕 只能任由他们跑出去 但跑出虚空星界的魂灵兽 境界太低的话 用不了多久 就会被修炼者被捕捉了 千秋震撼 没想到异界和魂灵兽 还有这么多说法 他原本并不属于这个世界 本以为自己已经知道很多东西了 没想到只是知道了 修仙世界诸多一面的冰山一角 夜神千寻 就像是一个百科一样 看来 那两只看守在山里的魂灵兽 是因为过于强大 除了帝王进的大帝能收复 其他修炼者 拿他们是一点办法 都没有 千秋感慨道 不料夜神千寻摇了摇头 反驳道 倒不是圣境强者 没办法解决他们 只是那两只魂灵兽 不是什么稀有品种 要捕猎他们 起码得有数十名 圣境强者联手才能成功 但要耗费这么大的代价 根本没有必要 所以 他们一直安然无恙 存在于山里面 千秋一听 苦笑道 本来我还想进去的 听你这么一说 还是算了吧 十位圣境强者 才能拿下他们 我只是一个 苍穹境修炼者 还是算了吧 夜神千寻 皎洁一笑 那可未必 你只是为了药草而去 又不是为了猎杀他们 你可以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我趁机偷几株药草 这个办法怎么样 你没跟我开玩笑吧 那可是两只圣境的魂灵兽 如果我现在也晋升到了圣境 也许这个办法值得一试 但现在 我只是苍穹境 而你是虚空境 咱俩去了 跟宋死有什么区别 千秋恶然 没想到这妮子 居然为了几株药 不惜貌这么大的风险 哎呀 咱们只是弄两株药草 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那里有我很需要的药草 拿到他们我很快 就能晋升苍穹境了 夜神千寻眨巴着自己 两只大眼睛 摆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千秋无奈只好答应了他 并且警告道 我带你去可以 但到时候得听我安排 你可不许乱来 那毕竟是两只圣境魂灵兽 要是打起来 我也没有胜算 知道了知道了 每次去哪儿 你都要叮嘱一边 耳朵早就听出简子了 千秋叹息 可惜现在霍布展不在 不然完全可以叫上霍布展 他可是圣境强者 以他的实力 要是真的遇到变故 不得不和两只魂灵兽交手 起码能有一战之力 咱们明天再去吧 这会儿已经晚上了 我昨天在竞技场 消耗了不少魂力 等我魂力全部恢复 夜神千寻点了点头 随后道 那我先回房休息了 明天走上我再来叫你 夜神千寻回到自己的房间 悄无声息地释放了结界仙术 下一秒 您要昨天咱们见到的 那片草地上的药草吗 夜神千寻淡然点头 科比疑惑道 那两只圣境魂灵兽 根本对您造不成威胁 以您的压制力 完全可以威慑到他们 我昨天看过了 那两只圣境魂灵兽不太正常 像是吃了某种 让心智被迷惑的药草 我的压制对他们俩 丝毫不起作用 就算是这样 您亲自出手 也可以轻松制圣 干嘛要叫上千秋一同前往 科比很是疑惑 根本不明白 自己家小姐 为何要这样做 夜神千寻白了一眼科比 道 难道你没认出 那个霍布展的身份吗 他还在苍城之中 那两只毕竟是圣境魂灵兽 我若是只使用虚空境的能力 根本没办法获胜 但我使用出原本的力量 他马上就会感受到我的气息 从而得知 我真实身份 他知道 我的真实身份后 就不可能再这么平淡了 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科比恍然 随即道 既然小姐您不能亲自出手 那我可以帮助小姐你去 我想要从那两只魂灵兽手上 夺得两株药草 不是难事 夜神千寻轻轻摇头 思虑片刻之后 开口说道 不 我还有要事 需要你去做 你现在回北韩岛 把这封信交给我父王 务必要亲自送到他手上 科比接过信件 发现这封信 有夜神千寻的封印之术 小姐 这是 你无需过问 但其中内容事关重大 你速度快点赶回北韩岛 路上不要被任何人发现 以免出现意外 科比面色凝重 他很少会看到 自己小姐会这么认真给他部署任务 他明白这封信很是重要 科比正重点头 随后消失在了房间之中 夜神千寻看着科比离去的背影 面色怅然的走到了窗户边上 心事重重的看向月亮 父王 恐怕这次要以往的天灾 来的都要突然 小巡必须冒险晋升了 夜神千寻交给科比的那封信 实际上并没有过多的内容 只是他为了让科比暂时离开而已 否则科比绝不会同意他冒险晋升的风险 一旦晋升失败 他随时都有陨落的风险 一日 清晨 千秋快起床 跟我进山 千秋揉着眼睛从床上坐起来 昨晚他没有修炼幽名九转绝 而是好好休息了一夜 说到底 他不是这个世界的修炼者 对于睡眠上的依赖 还是很重的 知道了知道了 别喊了 千秋打着哈欠打开了房门 看到精神极佳的夜神千寻 今天特意把往日 一直披着的长发扎了起来 银色的马尾便 还是千秋第一次见 夜神千寻砸起马尾便 整个人变得活泼不少 富有青春活力 让千秋眼前一亮 你敲过霍兄的房门了吗 说不定他回来了 要是能带上他 咱们去偷药草会轻松不少 夜神千寻砸着嘴摇了摇头 我和他又不熟 你自己去敲 千秋无奈 走到霍布展的房门前敲了敲 发现里面依旧没有任何动静 显然霍布展压根没回来 怪了 霍兄已经出门一天多了 到现在都还没回来 他在苍城到底忙些什么 千秋感到疑惑 但没有过于深究 毕竟霍布展本身就是一个四处游走的剑客 这种长期见不到他人 也不是一件什么稀奇的事情 千秋带着夜神千寻踏上了去山上的路 一进入山中 千秋很快就感受到了周围强大的魂力 不免好奇道 怪了 这山中的魂力居然如此雄厚 难怪在这里能有那么多奇珍异草存在 最开始我也好奇 这里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魂力 后来我在城里打听过了 据说这山里是苍城第一家族宵家的修炼圣地 他们经常在此修炼 时常会打开虚空之门 久而久之魂力就积攒得无比雄厚了 千秋惊讶 没想到这里居然是肖家的修炼圣地 这岂不是自己进入了邱门门徒的后院 不过他在明面上的身份并非邱门门主 不然让肖山知道自己门主只是一个苍穹境修炼者 那还不得气的马上退出邱门了 千秋咧了咧嘴 道 你怎么不早说这里是肖家的修炼圣地 咱们这不就是算是闯入人家的圣地了吗 瞎说 这山又不是他们肖家的 凭什么他们长期在这修炼就算是他们的圣地 这 要是被肖家人发现了 人家才不会替你耍无赖 千秋叹息 心中暗响 若是被肖家人发现了 得马上跟他们对上邱门之内的暗号 进入了山中之后 夜神千寻带着千秋一路深入 路边的植物也是越来越茂密 而且高度已经超出了正常植物的范围 看来在魂力的作用下 让这些普通植物都发生了一变 那两只圣境魂灵兽没少吃药草 再加上这些魂力的影响 恐怕实力比其他圣境魂灵兽还要强大 千秋根据周围的环境 判断出了待会儿要面临的危险 心中不由 沉重起来 这一趟是一次十分危险的行动 若是不小心的话 很有可能会再次陨落 还有几百米就到了 小心一点 夜神千寻忽然到 千秋也变得警惕起来 随时准备聚气显露先映 很快 两只巨大的魂灵兽映入眼帘 他们通体蛋黄色 足足有十米之高 他们的额头上冒着三团火焰 四只很是发达 这两只魂灵兽正躺在草地上休息 而他们所躺的草地上 四处长满了各种千秋没见过的药草 千秋一眼就看到了 祁宇大帝曾经给他的某样药草 没想到 这里居然真的有 夜神千寻介绍这两只魂灵兽 叫做赤岩露 打斗起来实力很是强悍 千秋 你待会儿先上 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尽量把他们引远一点 不过可千万别和他们俩真的打起来 你的实力 现在根本打不过他们 等我拿到药草 立即给你传信号 你直接顿入虚空兴剑 他们不会追着你进去的 千秋点头 然后宁神道 你在摘药草的时候 顺便帮我也摘一点 千秋向夜神千寻止了指他需要的药草 商量好战术之后 千秋聚气露出仙影 手上握着黑啸 向两只赤岩露走去 千秋强大的力量 马上惊扰了两只赤岩露 他们发出一声巨大的叫声 格外的刺耳 原本在头上的火焰 也瞬间变大几分 来吧 千秋深吸一口气 为了激怒两只魂灵兽 念诵神文 冰河时代 几道冰锥向赤岩露飞去 被赤岩露头上喷出的火焰 轻松格挡 紧接着 他们从草地上起身 向千秋奔去 卧槽 速度这么快 千秋猛然一惊 连忙向反方向跑去 随后立刻大喊 千寻 快行动 千秋在给夜神千寻传达信号之后 他也立即加速向反方向跑去 目的就是为了把这两只圣镜的赤岩露 引到远处 赤岩露的攻击速度十分之快 千秋几次 险些都被他们的攻击能达到 好在有幽冥霸体的加持 这些小伤根本奈何不到他 果然 圣镜的魂灵兽 对付起来 实在太勉强了 千秋凝神 这两只圣镜的赤岩露 实在太过强大 根本不是他现在能对付的 在引开他们一段距离之后 赤岩露的速度也慢了下来 看来是不打算再往前追了 千秋连忙施展仙术 继续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有名九世 明和浪涛 千秋直接施展了 目前为止他最为强大的仙术 只有这个仙术 才有可能对他们造成伤害 然而仙术释放之后 赤岩露用鹿角轻松挡住了这一击 千秋大惊 就算是圣镜修炼者 也不能硬抗我这招 也必须得使用防御仙术 他们居然如此轻松就抵挡住了 太不可思议了 千秋意识到 眼前两只赤岩露实在不容小觑 他们甚至要比同境界的修炼者 强出不少 引分身术 千秋再一次施展了分身术 这还是他第一次在实战当中使用分身术 因为在深山当中 也不怕被谁发现 随着千秋分身术施展 一下子多了十几个分身出来 十多个分身也同时施展仙术 直接包围了两只赤岩露 必爆天星 十几个千秋一口同声 苍穹上一瞬出现了数十个星叶裂痕 无数的陨石向两只赤岩露砸去 两只赤岩露纷纷发出一声叫声 随后他们头上燃烧的火瞬间变大 将他们全身笼罩 身子马上变成了火焰燃烧的样子 哎 他们这是自杀吗 全身都着火了 千秋惊讶 但下一秒就惊呆了 两只赤岩露被火焰冲斥全身之后 身后居然有了隐隐的仙影之色 这说明他们已经踏入了准地境界 这两只赤岩露不单单是普通的圣境魂灵兽 他们已经踏入了准地境界 就算是十位圣境修炼者来了 都未必能收复他们 千秋大惊 一瞬没有了想要与他们战斗下去的心思 当即向草地方向跑去 大喊道千秋快走 药草先别摘了 危险 这已经完全超出千秋与夜神千秋他们预先设想的情况了 两只准地的魂灵兽 别说是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偷东西了 只要他们真正发怒 在他们手下根本活不过十秒 别着急 马上就踩完了 你再拖一会儿 夜神千秋还在快速在草地上摘着药草 丝毫没有注意到千秋的反常 此时千秋还没赶到草地上 那两只赤岩露就已经震怒 与千秋的众多分身打了起来 竟是几秒钟的时间 千秋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全部被赤岩露消灭了 该死 这长生中到底要怎么才能启用 两只赤岩露以极其恐怖的速度向这边赶来 千秋明白 今天恐怕是无法轻易从他们手上逃脱了 当即准备与他们一战 好了千秋 咱们快撤 夜神千寻摘完了他需要的药草 立即从对千秋道 可 待会儿我拖住他们俩 你抓紧离开这里 千万别回头 用你最快的速度离开这里 千秋面色凝重 今天想要轻松离开这座山 已经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了 这时夜神千寻也反应过来 看向那两只赤岩露 在他们身后看到了若隐若现的先影 脸色也变得难看起来 他们两个居然已经达到了准地境界 他们一定是 车这里太多的药草 让魂力提升的迅速 所以 修为境界才晋升的如此夸张 夜神千寻说道 他心中有些后悔了 他不该让千秋冒着这趟险的 但自己又无法使用真正的实力 这会被还在苍城之中的祸部斩感应到 况且 苍城里未必只有他一个强者 隐藏在暗中的强大修炼者也不少 只要他一使用真实的实力 身份马上就会暴露 好了 你准备跑吧 他们来了 此时 两只赤岩露已经出现在了千秋面前 他们眼里充满着杀意 千秋手上紧握着黑啸 面色十分沉重 我留下来帮你 夜神千寻道 今天绝不能就此走了 一旦他走了 千秋很可能就要命丧于此 这是他绝不能接受的结果 就算暴露身份 也不能让他死在这里 千秋皱眉 回头喝赤道 你快走 你留在这儿我 还得分身兼顾你 咱们俩没有任何能逃生的希望 实际上千秋是有其他想法的 只有夜神千寻离开了这里 他才能让奇雨大帝出现 有了奇雨大帝的帮助 他与这两只赤岩露交手 倒也不是没有胜算 然而夜神千寻不知道千秋的想法 如何都不愿意离开 就在两人说话间 赤岩露发动了攻击 巨大的火团从他们口中吐出 直奔着千秋与夜神千寻而来 千秋看着熊熊高温 立即推开夜神千寻 下一秒也消失在原地 朝着两只赤岩露反击 飞升欲雷绝 这等仙术对赤岩露没有丝毫的威胁 他们躲都没躲 直接硬生生扛下了千秋这一击 千秋背上渗出冷汗 现在只有想办法启用长生中的能力 才有可能有一一战之力 千秋开始在体内运气 试图启用长生中的力量 但赤岩露却不给他时间 不停地发动着攻击 千秋只能四处躲窜 其间受了不少伤 夜神千寻几次都忍不住想要出手 但又顾忌身份败露 他站在那里很是着急 就在这时 一道金光猛然从千秋身上出现 千秋聚集激发仙影 口中随之念诵神文 长生中 刹那间 千秋的仙影手上出现了一把巨大的长生中 他找到了让仙影启用长生中的能力 千秋二话没说 一念一动 他的仙影举起长生中 向两只赤岩露身上砸去 巨大的钟声也响起 赤岩露用额头上的火焰 去阻挡长生中的攻击 他们两者在碰撞的那一刹那 发出了无与伦比的响声 瞬间一道进风炸开 迅速向四周扩散 千秋在仙影手持了长生中之后 战力瞬间强大了几倍 正好 这次可以测试一下 这长生中到底有多么强大的威力 进风散去 两只赤岩露发出巨大的叫声 他们头上的火焰便小了不少 很显然 长生中对他们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此时在一旁的夜神千寻 看到千秋的仙影手持长生中之后 满脸的惊讶 他现在已经掌握了神器的使用方法吗 要是他达到了圣境 岂不是能同时挑战数位圣境强者了 与此同时 远在山中修炼的萧山 感受到了千秋散发出强大的气息 他对身旁的萧家修炼者道 你们在这里保持警惕 山里有强大的气息出现 我去去就回 家主 我们和您一起去吧 那天和南宫家族的战斗里 您也受伤了 一名萧家修炼者面露担忧 萧山洒脱一笑 道 我可是踏入准地境界的修炼者 若是我去了都无法应对 你一介虚空境修炼者 能帮上什么忙呢 放心 在苍城里 我除了南宫英之外 没有任何与我同境界的修炼者能战胜我 这个气息很陌生 不像是苍城里的修炼者 说吧 萧山向千秋战斗的方向踏空而去 门界里 影子千秋感应道千秋使用了影分身术 立即将神念投向了千秋所在的位置 他发现了千秋正在对战的两只圣境赤岩鹿 眼里闪过一丝惊讶 哦 这两只赤岩鹿好像不太对劲 话说回来 他现在居然丝毫不顾忌 就使用影分身术 还真不怕被那些大帝注意到 罢了 我马上就突破至帝王境 他被注视到也无所谓了 影子千秋收回了神念 随后又对正在修炼功法的沐宇道 小宇 我马上就要冲击帝王境了 可能得一个多月的时间 你在门界里等待我一些时日 尽管沐宇早就知道了千秋恐怖的天赋 但他前几天才刚刚得知 千秋依旧踏入了圣境 这才隔了几天就告诉他要晋升帝王境了 要知道 整个修仙世界帝王境的修炼者也不过数十位 而且他们都是经历了百年才达到了帝王境 千秋在一个月以前还只是指水境 最低级的修为境界 时隔一月 他就已经要晋升帝王境了 何况他今年才十九岁 放眼去看修仙世界历史 有哪一个成帝的修炼者只有十九岁 沐宇在来到门界之后 见过门帝一次 但他从未见过诸仙殿的宗主 他怀疑千秋之所以能晋升如此迅速 必然是接受了诸仙殿宗主的秘书 才得以晋升如此之快 我知道了 但是你的境界晋升这么快 身体真的不会有危险吗 沐宇很少担忧地看着影子千秋 影子千秋淡然一笑 道 我的炼体体质已经达到了圣体 这样的体质 你觉得我身体会有什么危险呢 沐宇瞠目结舌 他知道千秋修为境界晋升速度的恐怖 但一直不知道他炼体也修炼得这么快 他记得 在不久之前 千秋只是极品仙体而已 你 你闭关冲刺帝王境吧 我等你 沐宇最终没有再多说什么 这些时日他和千秋已经确定了情侣关系 本身还在担忧该如何与自己父亲交代 但现在千秋马上要踏入帝王境了 和这样一个天赋 已经不能用强大来形容的修炼者在一起 他父亲怎会不同意呢 影子千秋对着沐宇不怀好意一笑 道 小雨 接下来我们可是一个月都见不到了 你要和我双修一次吗 沐宇一愣 娇称道 你怎么又在想这种事情 我们才刚在一起不久 嘿嘿 人之常情吗 何况这双修给你给我 都能带来快速的魂力提升 这可比在魂塔修炼 与猎杀魂灵兽来得快多了 况且你和我都能体会到其中的愉悦 沐宇脸色羞红 他沉默着没有说话 算是默认了千秋的请求 这些天他和千秋一起双修过两次 明显感觉到自己魂力有了质的飞跃 恐怕已经达到了猎魂默契 影子千秋邪笑一声 拉住沐宇的手 随即释放了结界仙树 隔绝了周围一切 随后在沐宇羞涩的声音里 与他进入了双修境界 此时 千秋与那两只圣境赤炎鹿 打得不可开交 有了长生中加持之后 千秋的实力 犹如圣境强者一般 两只准地境界的赤炎鹿 一时间居然无法击败他 在一边观战的夜神千寻 彻底震惊 嘴里尼难道 这就是神器的威力吗 萧珊也已经踏空来到了这里 躲在暗中观察着千秋与赤炎鹿对战 他看到千秋的先影之后 瞬间惊讶 什么 这个年轻人只是苍穹镜 居然能和这两只圣境的魂灵兽 打得有来有回 他是怎么做到的 萧珊在观战一阵之后 决定出手 萧珊出现之后 千秋一惊 第一时间说出了秋门的暗号 萧珊更是震惊 眼前这个少年 居然是秋门的人 果然 能与那位大人为伍的人 都不是等闲之辈 萧珊打消了心中的疑惑 随即对千秋道 小兄弟 原来你也是同门之人 既然如此 我来助你一臂之力 好 千秋大喜 没想到萧珊居然能突然赶来 这样一来 他原本想要从这两只赤炎鹿手中逃掉的想法 变成了想要击杀他们 这可是两只圣境魂灵兽 一旦猎杀他们 而获取的魂力十分之多 让他晋升至猎魂末期 丝毫不在话下 甚至用不了多久 还能更上一层楼 再达到圣境之初 便可以突破至魁魂 月山雷霆 萧珊加入战斗之后 第一时间施展了仙术 这里是他们萧家的修炼圣地 他很早就见过这两只圣境的赤炎鹿 但从未想要招惹他们的想法 毕竟两只圣境魂灵兽 凭借他一个人的力量 根本不足以拿下 小兄弟 你只是一介苍穹境修炼者 竟然能与这两只圣境魂灵兽 对战不分上下 就算是我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啊 千秋一笑 道 萧家主 我是秋门之人 实力自然不容小觑 秋门里没有废物 秋门之中没有废物 萧珊被这句话说得虎去一阵 他点头 随即与千秋携手一起 对战着两只赤炎鹿 有了萧珊的加入 战斗一下子出现了翻转 萧珊到底是准地境界 施展的仙术威力十分之强大 在配合千秋的长生中 很快就击败了其中一只赤炎鹿 他重重地摔在地上奄奄一息 千秋大喜 随即又把目光看向剩下的那一只 这时 千秋举起长生中 向赤炎鹿砸去 萧珊也再次施展仙术 最终赤炎鹿化成一道魂灵 被两人吸收 萧家主 这只赤炎鹿的魂灵 我就不和你争夺了 毕竟有你的加入 我才能摆脱他们的攻击 这是你应得的 千秋做出谦让 今天若是没有萧珊的帮忙 别说是击败他们 恐怕要从他们手上逃脱 都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萧珊却是拱手想让 我已经达到了准地境界 魂力等级也已经很难再有提升 这魂灵对我来说 作用不是很大 倒是你 比我更需要魂灵 同是秋门之人 老夫让给你好了 果真吗 千秋大喜 要是能吸收这只赤炎鹿的魂灵 踏入猎魂末期 绝对不会有任何闪失 萧珊让开了身子 又收起了仙影 示意让千秋给这赤炎鹿最后一击 千秋没有再做千让 当即举起长生中 给了赤炎鹿最后一击 随着赤炎鹿化成魂灵 融入千秋的身体 千秋明显感觉到 自己的魂力等级得到了提升 此时 他已经是猎魂末期了 多谢萧家主 千秋语气诚恳道 这时 威贤已经解除 萧珊才觉得 千秋十分的眼熟 仔细打量了千秋之后 表情顺便 惊讶到 你莫不是被七星宗花 二百万横股币悬赏的那人 你的名字 是不是叫千秋 呵呵 萧家主好眼力 正是我 千秋也没有隐瞒 反正萧珊是邱门的人 他总不可能 现在为了得到二百万横股币 然后抓捕他 萧珊倒吸了一口冷气 咋舌道 没想到 门主居然能把你招募到邱门之中 看来邱门招募的 都不是等闲之辈呢 对了 你怎么知道 我是萧家的家主 而且知道 我是邱门之人 我昨天晚上才加入的邱门 千秋淡然一笑 道 萧家主 你可能还不知道 我在邱门之中的职位 要比你想象的还要高 所以 邱门有任何消息 我都能第一时间得知 萧珊震惊 没想到眼前的千秋 居然在邱门之中 有着极高的地位 他当即拱手 道 是我眼拙了 我别以为你和我一样 只是普通的门徒 冒犯了 萧家主不必客浅 邱门可没那么烦多的规矩 今天的事情谢谢你了 我还有事 先告辞了 千秋看向 还在等待他的夜神千寻 准备与萧珊告别 好 想必你也知道 萧家在苍城的势力 如果在苍城遇到麻烦了 务必来萧家找萧某 那就谢谢萧家主了 随后 千秋告别萧珊 带着夜神千寻下山 向苍城赶回 看着千秋离开的背影 萧珊大为震撼 他想到 千秋之所以被七星宗通击 正是因为传闻 千秋盗走了永恒宗的上古神器 长生钟 而刚才他与千秋 共同战斗时 千秋的仙影手上 执着一把钟 难道那把钟 正是长生钟吗 这也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先不说普通修炼者 能不能启用上古神器 他至少苍穹劲而已 实力竟然如此震撼 看来秋门真的是 一个卧龙藏虎的组织 加入秋门 倒是我萧家的一个 十分明智的决定 千秋与夜神千寻 回到了客栈之中 夜神千寻喜滋滋的 看着手上的药草 道 有了这些药草 我的修为境界 终于能晋升了 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了 我带你去山里可以 但是一切得听我指挥 刚才我让你走 你为什么不走 千秋沉着脸 对夜神千寻道 夜神千寻没当回事 你走了不好吗 万一你跑不了 那我不得亏就死啊 少找借口 你要是不听从 我的指挥 那咱们就到此分道扬镳吧 千秋语气认真 表情也是十分严肃 这是夜神千寻才反应过来 他是真的生气了 但夜神千寻不服气 明明自己是担心 他出现在 故意留在那里不走的 怎么在他眼中 就变得这么严重了呢 喂 你这样说话也太自私了 一路上虽然我的实力 的确有点拖你后腿 但也没少给你帮助 凭什么 我这次没有听你指挥 你就要跟我分道扬镳啊 我就是这么自私 我不想因为我 让你出了什么事情 既然你跟在我身边 会这么危险 那我觉得 你还是别跟着我了 咱们趁早分开 你也不会有这么多危险 千秋立声说道 随后大步向前走去 夜神千寻看着千秋的背影 有些委屈 但他也知道 千秋之所以这么生气 也是因为担心他出事 随即追了上去 哎呀 好了好了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你别生气了 我以后都听你的就是了吗 骆 这些是你要的药草 夜神千寻笑着 把手上的药草递给千秋 千秋看着夜神千寻 又好气又好笑 最终无奈叹息一声 揉了揉他的脑袋 轻声道 我也不是故意凶你 只是在那种危险的情况下 我希望你能听我的话 我不想因为自己 导致你有任何闪失 嗯嗯 我知道 夜神千寻也千秋回到了客栈 此时霍部长还没有回来 千秋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 按理说霍部长再有事情忙 这几天也该回客栈一趟了 他发出神念在苍城之中 完全没有发现霍部长的任何气息 千秋有些梦了 咦 我完全感受不到霍部长的气息 难道他不在苍城了 千秋自言了一句 夜神千寻随口道 他本身就是一个剑客 可能觉得跟咱俩同享很不自在吧 就自己偷偷离开了 千秋很不理解霍部长为何要不辞而别 就算是因为和他们同藏感到不适 也大可以提前告知 完全没有必要这种不辞而别 在思考一阵之后 他还是想不明白 最终放弃了思考 千秋 我拿到药草 这我很长一段时间都需要闭关修炼了 在客栈里修炼不太保险 我打算去山里 所以接下来一些日子 你恐怕就见不到我了 嗯 没关系 我也要修炼 不过 你只是晋升仓穷净 应该用不了多久吧 千秋疑惑道 夜神千寻嘟了嘟嘴 道 我和普通修炼者不太一样 每次晋升都要很长时间 哎呀 你就别管了 这段时间 你就待在仓城等我 我成功晋升之后 就来找你 千秋想到 此前奇雨大帝跟他说的话 夜神千寻的身份并不简单 他的身后必然有一位实力强大的修炼者存在 所以 夜神千寻这次闭关修炼 也许是那位高手示意的 千秋也不好再做阻拦 随后 夜神千寻和千秋 两人都在客栈之中过了一夜 第二天 夜神千寻又一次进入了山中 进入了闭关修炼 好吧 既然千寻去修炼了 那我也不能落下进度 千寻说得对 在客栈里面修炼不保险 得在仓城找一处适合修炼的地方 千秋有些发愁 猛然想起萧家这样庞大的家族 他们必然有专门修炼的功法房 千秋立即退房 向萧家走去 他说明来意之后 萧珊亲自来接千秋 千秋小兄弟 你来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 萧珊看到千秋只有略微惊讶 千秋一笑 有些不好意思道 是这样的萧家主 我要闭关修炼一段时间 但是在仓城里 我思来想去 也只有你们萧家有适合的地方 可供我修炼 不知道您介不介意给我一间功法房 小事一桩 千秋兄弟里面请吧 萧珊笑了笑 随即将千秋迎进了萧家之中 萧珊带着千秋 来到萧家专门的功法房前 指着最大的一间功法房道 这个房间 是我们萧家最大的功法房了 平时是我使用的地方 你接下来就在这里修炼吧 萧家很安全 也不会出现有人打扰你的情况 既然如此 那我就谢谢萧家主了 千秋拱手谢道 小事一桩 千秋进入了功法房 其余大帝也出现在了他的身边 意味深长道 小鬼 你这是打算闭关修炼 直接冲击圣境吗 哼 不止如此 我还打算 将幽冥九转绝第三转 第四转 以及第五转 全部修炼出来了 现在的实力增长速度太慢了 直接实力达到了一定的标准 我才能去极寒之地不是吗 千秋想了想 又道 正好 你帮我给萧珊下发一道命令 让他们帮我收集苍穹镜以上 并且有至少先体体制的修炼者躯体 你实力快速增长 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以你现在的晋升速度 恐怕用不了多久 就会成为横谷大陆最年轻的帝王晋大帝了 老夫的肉身 千秋迅速进入了幽冥九转绝的修炼 并且掏出夜神千寻从山中帮他采摘来的那些药草 幽冥九转绝修炼起来速度很是快 三天过去 萧家人逐渐开始往宫法房外面送来苍穹镜的躯体 千秋修炼一段时间就会出去拿躯体进来 继续修炼幽冥九转绝 此时 萧家门外 萧珊疑惑地看向宫法房 问他特意让留守在这里的修炼者 小豪 这几日里面的那位一直都在修炼吗 每一次出来我都能感觉到他实力明显增强不少 而且是那种不用去特意感受就能察觉到的变强 萧珊震撼 不等他开口 小豪就到 家主 你能告诉我 这里面那位到底是什么人吗 萧珊沉默片刻 他到底是什么身份我也不太清楚 不过唯一能肯定的是 他恐怕下一次出关就晋升圣经了 他进去之前不过才是苍穹镜而已 看他的年纪今年顶多二十岁 真是一个天才啊 就算是阿飞也阿战 他们都不及里面的那位少年 萧珊愈发觉得 自己选择加入秋门 是一个十分明智的选择 半月过去 千秋已经在冲击幽冥九转绝第五转了 此时他每每修炼一转 都要消耗十几具躯体 而且其中必须还有一具圣经的仙体躯体 不过这些日子 萧珊几乎已经没有那么多躯体向他提供了 因为千秋依旧消耗了太多躯体 萧珊已经带着萧珊修炼者 将南宫家族血洗 符合千秋条件的已经所剩无几了 此时 萧珊和萧珊站在功法房外 他们都已经感受到 里面隐隐散发出的强大气息 父亲 他已经进入功法房大半月 咱们每天都在给他提供苍穹镜以上 并且拥有至少仙体体质的躯体 这些放在黑市上卖出去 都有百万横股壁了 萧珊面露不悦 萧珊立声道 阿珊 你知道里面那位是谁吗 他可是秋门之人 职位很高 别看他修为境界 目前只有苍穹镜 等他出关之时 必然是达到了圣境 况且 萧珊想到那日千秋的先银手执着的那把大钟 这些天 他已经四处查阅估计 确定了那把大钟 正是上古神器 长生钟 苍穹镜就能使用上古神器的存在 他的实力何等的恐怖 就算是帝王进大帝 都不能启用上古神器 可千秋做到了 父亲 况且什么 萧珊疑惑 萧珊一声叹息 轻轻摇头 没什么 总之现在能提供多少躯体都给他吧 如果不够 就花钱去黑市买 去拍卖场拍卖 我有预感 萧家想要在天灾之中存活下来 就必须得依附邱门 萧珊眼神坚定 知道了父亲 我这就去办 萧战点头 深深地看了一眼宫法房 他总觉得 里面散发出来的气息 有种熟悉的感觉 今天是千秋踏入宫法房的第二十四天 他刚刚练成幽冥九转诀第五转 此时他的魂力等级 已经成功晋升到魁魂 而修为境界 有了隐隐突破的趋势 千秋大喜 只要接下来在一周内处碰到幽冥九转诀第六转 他就极有可能能晋升至圣境 尹分身术 千秋召唤出数个分身 与他共同修炼 并且启用了长生中的能量 试图加快他修炼的速度 这几天 千秋明显感觉到长生中的力量正在缓缓溢出 他即将就能马上完全自主控制长生中的能量 达到第五转之后 获得的加成不只是身体和获得心的仙术 魂力等级也有了这的飞跃 看来这幽冥九转诀真的是个好东西 但是修炼起来还真的有些难度 第25天的时候 千秋感觉自己的原神出现了奇怪的变化 原神竟然有自己出脱身体的感觉 千秋意识到不对劲 想要收起所有分身 并且脱离修炼状态 但他发现如何都不能脱离修炼状态 自己的身体陷入了一种奇怪的境界 哄 千秋耳边忽然出现一声巨大的声响 他的几个分身瞬间消失 周围的环境出现了莫大的变化 这是 奇怪 周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千秋忽然脱离了修炼的状态 但周围的异变依旧没有消失 显然这已经不是他修炼而导致的变化了 就在千秋疑惑之际 周围四起的雾气当中 忽然出现一个巨大的人影 他周围漂浮着白色的光 身形足足有十米之高 千秋在他面前犹如一个矮人一样 千秋想要聚气激发先影 但如何都无法释放先影 哼 凡人不要再试图在我的神域里面释放先术了 在神域里面 你无法聚气的 那道巨大的人影发出沙哑的声音 震撼的是 他在拿神文与千秋对话 千秋警惕地看向他 你是什么人 我 我可不能拿人来形容 而我现在也只是一道残影罢了 你可以叫我幽冥神 在你们凡剑 我应该就是被你们称作为上古神奇的存在 巨大的人影语气波澜不惊 千秋大害 他眼前站着的这位是上古神奇 怎么可能 神奇早已经在修仙世界消失 你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里 千秋不相信眼前这个人说的话 如果有神奇在修仙世界出现 那便是神将 这里一瞬就会出现帝王静修炼者 现在怎么会如此平静 自称幽冥神的巨大人影 呵呵一笑 我说过了 这只是一道我的残影罢了 我的本体 现在早已经在浩瀚的宇宙之中遨游去了 些许 我的本体已经陨落了 之所以你能看到我 是因为你 已经将我的分身炼体到了一定的境界 我留在分身之中的力量 才出现在了你的眼前 你看上去很是年轻 上一个能让我残影出现的凡人 已经是几百年前的事情了 而且他是一个老头 你在这么年轻 就能把我的分身修炼到这种地步 让我很是震惊 千秋不明所以 疑惑到 分身 你的分身是什么意思 你的极品仙体 幽冥霸体 便是本身留在凡界分身 我一共留下了三句分身 以及用神文撰写的功法 一旦将幽冥九转诀 炼成到第六转 我留在分身内的残影就会出现 此时 千秋已经相信 眼前这个人影大半 因为这是他来到修仙世界之后 第一次遇到拿汉语 也就是神文与他对话的人 不 准确来说 他是神 千秋在压制住自己内心的震撼 道 这么说 流传在修仙世界的三句幽冥霸体 都是您的分身 没错 在我成身之后 就留下了三句分身在凡界 之后我去了神界 没多久就飞升至了浩瀚的宇宙之中 希望在今后的某一天 有人能将 我得分身修炼大成 或者我得认可 距离成神就容易了一步 幽冥神悠悠地说道 千秋皱眉 道 可是据我所知 在修仙世界 已经上千年没有神仙了 难道要成神 有那么难吗 成神道路不难 难的是要获得神的遗物 没有神的遗物 永远也无法获得传承 自然不可能成神了 千秋立于原地 仰视着幽冥神 神的遗物 那上古神器算神的遗物吗 某种意义上算 但必须在神界里获得 不然流落凡界的神器 早已经失去了神力 同样无法获得传承 可惜的是 在你们修仙世界最后一位神仙的时候 神界的通道被他毁掉了 修仙世界再也不可能有人 进入到神界 获得神的遗物 千秋心头一震 没想到千百年来修仙世界 再也没有神仙的原因 居然是这样 同时 他也感到绝望 如果不能成神 恐怕永远也不能回到自己的世界了 凡人 你不必担心 我早就料到 会有后来心怀鬼胎的人 封锁神界的道路 所以提前留下了三具分身在凡界 现在我的现影出现 便会给你我的遗物 有了我的遗物 你就有成神的资格了 不过本神很是疑惑 从一开始我就在拿神文与你交流 你居然能与我对答如流 你的天赋让本神甚是震撼 千秋一愣 随后幽明神又开口了 几百年前 第一个将我的分身修炼制 第六传的时候 他就召唤出了我的残疑 只不过 他对神文认知有限 我与他用神文沟通 他听得很费力 失去了太多了解成神之道的机会 而你不同 幽明神说完 挥手间 一道巨大的黑色大锤 出现在千秋面前 这柄大锤比千秋还要大出两倍 落在地上之后 在地上砸出了一个锯坑 他叫幽明锤 足足有五百斤 是我曾经的武器之一 我已经赐予你了神力 你不用达到帝王镜便可使用 原本是要你达到帝王镜才可使用的 但你仅仅只是在苍穹镜 就练成了幽明九转绝第六转 你可是万年难处的奇才 本神特开先例给你 希望你能在成神之后打破困难 来到宇宙寻找本神 如果我本体没有陨落 你会获得我所有的传承 千秋上前一步 试图拿起这足足有五百公斤重的幽明锤 他尝试了一下 发现很难拿起 幽明神呵呵一笑 你现在还无法拿起它 你的骑马要达到帝王镜 才能徒手拿起 在达到帝王镜之前 你只能聚气让仙影握住它战斗 千秋皱眉 尝试运用长生中的力量 他发现在神域之中 同样能运用长生中 他也弄清楚了 在神域之中的机制 在神创造的界域之中 只能使用与神有关的东西 长生中的能力 让千秋体内充满了力量 他再次尝试去拿幽明锤 这一次 幽明锤千秋没有花费多大的力量 直接徒手拿了起来 什么 这怎么可能 幽明神大惊失色 没想到千秋居然徒手抓了起来 他还只是苍穹劲而已 你是怎么做到的 幽明神立即启用神童 在千秋浑身上下扫射起来 千秋有种自己被脱光 衣服站在幽明神面前的感觉 很快 幽明神发出一声轻疑 你身上居然还有一笔神器 这似乎是长生神的赐福 凡人 你已经获得了长生神的认可 幽明神脸上满是惊讶 不可思议地看着千秋 他没想到 眼前这个自身实力 并非强悍的修炼者 在他出现之前 居然已经获得了 其他神器的认可 千秋愣了愣 随即转过身脱下衣服 指着背后长生中的纹身 道 你是说这个东西吗 幽明神看到之后 愣了一秒 随即哈哈大笑起来 半嗓 他才停了下来 没想到 已经获得了长生神的认可 看来 是我话太多了 赐给你了 也无法再次收回 那就这样吧 你获得了两个神器的认可 在万道成神的道路上 有了更强大的力量 千秋此时心中很是兴奋 自己已经获得了 两位神器的认可 要知道 在修仙世界 众多成为帝王进的大帝 都未免有这样的机遇 千秋问出了 他一直想问的疑问 我成神之后 能去我想要去的世界吗 幽明神发出一声疑惑 像是没有听懂千秋的话 两久 他才再次开口 难怪你与本神交流起来 没有任何障碍 看来你身上还有不小的秘密啊 凡人 待你成神之后 你会发现 宇宙之中众多的奥秘 这些问题 你会搞明白的 现在 我告诉你了答案 会影响你在成神道路上的晋升 所以 这个问题的答案 需要你自己去寻找 千秋从幽明神口中 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心情有些失落 随即诱导 幽明神 我 千秋尚未说完 幽明神的身影逐渐变淡 凡人 这只是一道残影罢了 存在的时间有限 你的问题太多了 我没有时间给予你全部的答复 不过长生神的残影 你尚未激发 你从我这里 没能获得答案的问题 在日后 你可以去询问他 他比我早神仙几百年 神力比我强大 好了 加油修炼幽明九转绝吧 他将是你成神之路上 最强的功法 说完 周围的各种异象全部消失 千秋的先影 也瞬间激发出来 幽明神随之消失不见 此时 千秋握起幽明神留下的那把幽明锤 他感觉到修为境界即将突破 他立即盘腿而坐 让体内的元神全部集中 几个时辰之后 千秋的蓝色先影 逐渐往红色变换 随后一道红光从千秋身上闪出 他的身后的先影变得巨大无比 也彻底变成了红色 呵 晋升之圣境了吗 千秋睁开双眼 历经二十五天 他成功踏入了圣境 并且达到了魁魂前期 此时 肖家公法房的苍穹之上 乌云密布 下起了暴雨 其余大帝立于苍穹之上 脸上露出惊讶之色 咦 这小鬼成功晋升 居然也伴随着暴雨 难不成他的本体 也沾染了我的力量 天空中的异象 让萧珊也瞬间睁开双眼 立即从房中跑出 死 看来他是晋升之圣境了 没想到能出现这么大的异象 他的气息 恐怕七星宗的人也察觉到了 要不然多久七星宗就要来苍城了 萧珊忧心忡忡 此时萧战和萧飞 也出现在萧珊身旁 萧战道 父亲 他这是成功晋升到圣境了吗 嗯 不过他本身就是七星宗通积犯 他晋升发出的异象 让七星宗的人也察觉到了 不过 咱们现在也是邱门之人 也不可能让千秋一个人 面对七星宗 阿飞 让萧家子弟 全部做好应战的准备 萧珊做出了重大的决定 萧飞面色一惊 吃惊道 父亲 你的意思 是让萧家与七星宗为敌吗 七星宗现在实力大涨 恐怕他们已经可以挤入 横谷大陆宗门排名前五了 咱们萧家 萧珊冷声道 那又如何 若不是邱门那位大人 出手救下了咱们 萧家早就被南宫家族 那夜偷袭成功了 还哪有今天 不论如何 咱们都得帮助千秋 况且 那位大人肯定也不会坐视不管 萧飞还想说些什么 最终话到了嘴边咽了下去 碰 宫法房的大门打开 千秋从里面踏出 他浑身上下散发着紫金的光 萧珊感受到了 他身上强大的力量 眼里闪过一丝惊讶 你难道 仅仅只是刚刚踏入圣境 身上的力量与我不差几分 这天赋是何等的恐怖 难怪七星宗不惜一切代价追杀他 看来不只是他盗走了长生中那么简单 与此同时 在苍城深山之中 发出一声通天巨响 一道光柱从天而降 整个横谷大陆的修炼者 都感受到了这阵气息 所有人都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横谷大陆 不少隐居在暗处的帝王境修炼者 也猛然睁开眼睛 哼 又一位帝王境修炼者出现了吗 上一位 还是一百年前了 什么 这等一想 在我们这苍城的山中 居然有帝王境修炼者 横空出世了 坏了 阿飞 阿湛 立即通知萧家所有弟子 进入一切战备状态 这下不只是七星宗的人要来这里 各大宗门的强者 也会马上到来 哼 不少大帝的注视 已经投了过来呢 萧山看着山中发出的巨大光柱 心中无比的震撼 没想千秋突破圣境之后 在周边又有帝王境的大帝出现 这是何等的震撼 千秋也看向那道光柱 眼里闪过一丝惊讶 随即向萧山问道 萧家主 那是怎么回事 这种光柱 只有修炼者达到帝王境的时候才会出现 说明在山中那个位置 有一个新的帝王境修炼者诞生了 这是继一百年以来 最新的一位大帝诞生 萧山语气里透露着兴奋 在修仙世界 一旦有新的帝王境修炼者诞生 这个诞生的地方 就会出现巨大的魂力 这样一来山中 可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修炼圣地了 同时 萧山提醒千秋道 你晋升圣境也有不小的意向 恐怕在附近七星宗的人已经注意到你了 不过不用担心 我让萧家的所有子弟已经进入待命 我们同是秋门之人 我绝不会眼睁睁看着七星宗的人将你抓走 千秋惊讶 没想到萧山居然会主动出来立保他 千秋心中甚是感动 但平复心情之后 语气淡然道 萧家主 您不必为我操劳 我现在已经达到了圣境 在这个境界之中 我近乎是无敌的存在 只要七星宗的那位大帝没来 就没有人能奈何我 可是七星宗的圣境强者不胜其数 你真的能有把握 能从他们眼下逃脱吗 萧山担忧 毕竟千秋只是一个刚刚踏入圣境的修炼者而已 他说出这样大口气的话 萧山难以放心 萧家主 你要相信秋门之中每一个在职的修炼者 不只是门主实力强大 我的实力 你应该放心的 况且 七星宗为何通缉我 不正是因为 我拿了上古神器长生中吗 那日你也看见了 我仙银手上的那把大钟 正是长生中 萧山亥然 那天他与千秋一同对战赤炎路的时候 就已经怀疑千秋仙银手上拿着的那把大钟 就是长生中 但轻耳从千秋空中听到 那真的是长生中时 心中还是不免感到震撼 那可是上古神器 千秋居然能一己之力使用 那是何等恐怖的实力 好吧 既然你不需要我们萧家的帮助 那便算了 不过 若是事后出现变故 你一定要及时联系我 萧山补充了一句 就当萧山打算离开时 他忽然开口道 你现在已经踏入圣境 不知道你的圣号是 千秋想了想 笑道 这个我倒是还没想过 毕竟圣境对我来说 并不是一个会停留很久的境界 我知道达到圣境之后 修炼对圣境强者来说 已经没什么作用了 踏入准地 也只是需要修炼炼体体质与魂力等级罢了 我的目标是帝王境 待我寻找到契机之后 挥一口气踏入帝王境的 不过嘛 一定要有个圣号的话 那就叫千秋大圣吧 日后 修仙世界会横空出示一位千秋大帝的 萧山再次被千秋给震撼 他没想到 千秋把帝王境说得如此轻松 要知道一位圣境强者 也许穷其一生 自己几百年的寿命 最多也只是 触摸到帝王境的概念 至先是 都没能达到帝王境 而千秋现在不过十九岁而已 就已经达到了圣境 可他压根没有 把圣境放在眼里 他的最终目标是帝王境 他有比大多圣境强者的优势存在 所以他距离帝王境更近一步 千秋在十几岁就达到了圣境 而众多圣境强者 他们是在百岁时才达到了圣境 从寿命上 千秋就比他们多出了一百年 当然 萧山不知道的是 千秋早就获得了长生中的长生赐福 他要比普通的修炼者寿命要更加长 这 萧某佩服啊 秋门之人 果真是英雄初少年 萧山最终只是拱手笑了笑 无比欣赏地看向千秋 宗主 在苍城周围的山中 有一位帝王境修炼者出现了 妖宗左护法 跪在妖圣大帝面前 妖圣大帝歪了歪脑袋 语气十分媚惑道 是吗 这位是哪个宗门的长老 又或是哪个游走在外的侠客呢 这个属下暂时还不知道 这个气息几乎没有出现过 属下很是陌生 左护法额头上 伸出一丝冷汗 不知道还愣在这里干嘛 别的宗门的人 恐怕已经到了那里 你是不是年纪大了 做事也慢了 既然这样的话 不如成为本地实物吧 忽然之间 妖圣大帝双眼变白 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杀气 左护法下的浑身再颤 当即叩首 属下该死 宗主息怒 又护法就在苍城附近 他应该比我先到 我这就带着一众弟子前去查看 天神宗 天神殿 天神宗宗主 天帝坐在帝尊之座上 坐下跪着五位胡须极长的老者 这是天神宗的五老星 他们的实力流传于横谷大陆 他们已经活了上千年 是天神殿元老级别的元老了 没有人知道他们 现在到底是什么修为境界 宗主 这位新出的帝王境修炼者消息 应该很快就能传回来 其中一位长老说道 天帝语气平缓 道 居然如此光明正大 在山中成帝 此人真不怕自己在成帝之后的虚弱期 被一众修炼者围攻吗 老朽们已经探出了气息 此人不像是横谷大陆的修仙者 那位长老道 天帝思考片刻 随后起身 无所谓 反正不影响本地的计划就是了 你们准备准备吧 本地已经搜集到了一切材料 踏入主宰境 还需要五老星里面的协助 七星宗之内 纳兰长老 刚有在苍城附近的弟子传来消息 他们不止在苍城附近的山中 看到了那位新出帝王境修炼者的光柱 还查探到了千秋的气息 万葬跪在纳兰沧海面前 此时他已经不单单是永恒宗的宗主 还有一层身份 那便是七星宗的新境长老 纳兰沧海眼睛眯成一条缝 对万葬道 着急十位圣境修炼者 你带上他们 与我共同前往苍城 这一次 绝不能放旁那小子 否则 你我提头去见宗主 是 万葬一瞬消失在原地 纳兰沧海抚着胡须 那难道 小子 你晋升速度很快啊 短短几月 已经从虚空境晋升至圣境了 老九刀要看看 你这次还往哪逃 与此同时 门界之中 影子千秋已经进入闭关将近一月 沐语无时无刻都在担心他的安慰 他鼓起勇气问过几次门第 门第都没有给予他答复 忽然 一直立于黑暗之中的门第 猛地睁开双眼 立即展露仙影 结结结 他成功了 门界众修炼者听命 全部开启防御仙术 动作慢了的 小心会被巨大的能量烧成灰哦 结结结 众多圣境强者 纷纷施展防御仙术 不明所以的沐语 也随着众人开启防御仙术 不料门第忽然出现在他的身边 你有本帝来保护 谁出事 你都不能出事 不然他非得 把我这门界掀了不可 结结 门第将沐语护在身后 沐语满脸疑惑 不明白门第为什么会如此 特意去保护他 难道千秋和门第的关系很好吗 可朱仙殿 不是门第与百宗大会上 那位朱仙殿宗主创建的吗 反倒在这段时间里 沐语从没见过那位朱仙殿宗主 门第和千秋的来往很是频繁 沐语脑海之中 忽然有了一个十分恐怖的念想 但他终究是没有证据 这个猜想 也仅仅只是猜想罢了 就在这时 一道巨大的能量忽然爆发 黑暗的门界里 被这道强光照亮 沐语也看清楚了门界里的布局 原来 在平时一望无际的黑暗里 全是一闪闪紧闭着的大门 这道强光 近乎击溃了所有圣经修炼者的防御仙术 他们纷纷激发仙影 用仙影去保护自己 结结结 这股能力真是强大 看来他超越本帝要不了多久 本帝等待了六百年 这一天终于要来了 结结结 门帝忽然疯狂大笑起来 在这道强光散去之后 一个人影出现在强光中央 他的背后立着白米高的黑色仙影 象征着他帝王境的身份 此人正是影子千秋 不过在沐语眼里 他是真正的千秋 沐语完全不知道自己眼前这个千秋 实际上只是千秋本体的一个分身罢了 而他也是诸仙殿宗主 千秋 沐语大喊一声 脸上露出欣喜之色 同时也感到无比的震撼 在几个月以前 千秋还是一个虚空境修炼者 这才短短几月 千秋就已经踏入帝王境了 沐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这是修仙世界当中 修炼最快的修炼者了 呵呵 小语 我晋升成功了 千秋从黑暗之中落下 脸上宠溺地看向沐语 随后将沐语拥入了怀中 节节节 你已经晋升成功 那就开始我们的计划吧 暗影大帝 门蒂立在黑暗之中 看着影子千秋道 嗯 影子千秋轻轻应了一声 周围一众诸仙殿的修炼者 全部跪到在影子千秋面前 气势如震山河 攻迎诸仙殿宗主暗影大帝 门蒂参见宗主 节节节 节节节 门蒂也微微弯下身子 向影子千秋拘了一躬 这时 沐语瞬间傻眼了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诸仙殿的修炼者 全部叫千秋 诸仙殿宗主 门蒂居然也甘愿臣服于千秋 沐语大脑一片空白 短暂的愣神之后 他又想起了 自己刚才那不切实际的猜想 在这一刻 忽然变得明亮起来 沐语捂着嘴 不可思议地看向千秋 千秋 你 你是诸仙殿的宗主 在百宗大会上的人 也是你 影子千秋淡然一笑 伸出手想要去抚摸沐语的脑袋 沐语却向后一步躲开 表情复杂地看向千秋 影子千秋见到沐语的动作 他也没有生气 只是淡淡地笑了笑 随后轻声对沐语道 对不起小语 一直以来我骗了你 其实我就是诸仙殿的宗主 在百宗大会上的人 也是我 当沐语轻而听到千秋 承认自己是诸仙殿宗主的时候 心头一颤 没想到大闹百宗大会的人 居然是千秋 也正是凭借一己之力 灭掉了三雷宗 千秋 你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 沐语难以置信 没想到自己心爱的人 居然是与整个修仙世界为敌的人 这些说来话长 你知道了也没好处 你只需要知道 我和你的感情是真心的就好 我现在成为了帝王境修炼者 有足够的能力保护你 你不用担心 影子千秋咧嘴笑了笑 看向沐语的眼神充满了温柔 千秋看到众多想苍城周围山中进入的修炼者 他想到夜神千询也是在山中修炼 心头一颤 坏了 现在山里面都是圣经强者 千询还在山里 千秋眼神一凝 当即准备进入山中 这时奇雨大帝穿着斗篷出现在了千秋身旁 小鬼 恭喜你晋升圣经啊 山里有不少强者赶来 我也不能再出现在苍城了 等你离开苍城之前 我都不会再出现了 你自己悠着点 奇雨大帝深深看了一眼千秋 我知道了 我会尽快离开苍城的 此地不宜久留 千秋点头 奇雨大帝笑了笑就消失不见 而千秋也立即向山中赶去 他绝不能看到夜神千询在山中出世 结果他还没踏入山中 千秋就看到夜神千询一蹦一跳 从山上走了出来 他还冲着自己招手 千秋 我成功晋升了 我现在也是苍穹境修炼者了 千秋看到夜神千询之后 也是松了一口气 同时他也明显感觉到夜神千询身上 散发出的气息有所改变 比曾经要强大不少 太好了 你在山里修炼的时候 没有察觉到其他异常吗 刚才那道光柱 是帝王静修炼者出现的象征 现在已经有不少强大的修炼者 往这里赶了 千秋拧着眉 他没想到 在山中除了夜神千询 居然恰恰有一个 晋升帝王静的修炼者 夜神千询吐了兔舌头 一脸调皮道 一开始我没感觉到 但刚才那位大人突破之后 我也跟着突破了 好吧 既然你安全出来了就好 咱们快点 趁早离开苍城吧 我刚才突破之圣境 也显露了不少气息 恐怕七星宗的人 已经注意到我了 妖宗的人 肯定也在往这里赶 要是同时 让他们发现我 那可就大事不妙了 千秋带着夜神千询 当即准备离开苍城 不过此时已经不能走山路了 因为山中四面八方 都在不停有修炼者赶来 回到苍城 千秋开始思考 如何离开这里 苍城之中 已经聚集了横谷 大陆各地的修炼者 在刚才回来的路上 千秋已经看到了 七星宗的修炼者 只不过 他特意隐藏了自己的气息 千询 咱们俩还是分头离开苍城吧 你跟着我目标太大了 如果我暴露了身份 你也会受到殃解 最终 千秋敲定了方案 不行 说好了是两个人一起同行 你每次都是这样 一遇到事 就赶我走 夜神千询怒试着千秋 很不满他这种遇事 就赶自己走的行为 千秋正想开口 夜神千询抢先道 再说了 我现在已经是 苍穹静的修炼者 实力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弱 在此之前 你也不过是苍穹静而已 现在我已经达到了 你一个月以前的实力 你凭什么不让我跟你一起 千秋被夜神千询说得 哑口无言 张了张口 最终无奈只能带着夜神千询 两人在诸多修炼者眼皮子下 缓缓靠近了苍城城门 一旦离开苍城 危险就少了许多 毕竟这么多修炼者 基本上都是来探查 在山中晋升的 那位帝王静修炼者信息的 况且他刚刚成帝时 就有不少修炼者 把神念投到了这里 那位大帝不可能 在百位修炼者眼下 开启虫洞使用空间跳跃离开 在这大山的附近 唯一就只有苍城这一个城市 所以大概率还在苍城之中 这些修炼者 定然只会聚在苍城之中 想要找到那位大帝 现在咱们出城挺危险的 这些修炼者 都在寻找那位大帝 他们肯定都派了人 在城门附近 暗中观察每一个出城的人 七星宗肯定也在那里留了人 一旦你出现在城门那里 很快就会被察觉到气息 夜神千寻对千秋说道 千秋皱了皱眉 道 不至于吧 他们也只是为了查探 那位大帝的信息 总不可能拦下他 再怎么说他 可是一位帝王静大帝 就算来了这么多修炼者 最高也只是准地境界 几十个人一起上 也不可能打得过一个大帝吧 夜神千寻摇了摇头 解释道 他们又不是为了 和那位大帝打架 一个宗门综合实力 是看宗门内的圣境强者有多少 而硬实力 则是看一个宗门当中 有几位帝王静强者 在横谷大陆排名前十的宗门当中 他们都隐藏了 自己宗门到底有几位帝王静大帝 明面上都是只有宗主一位 实际上背后他们早就拉拢了 部分帝王静大帝坐镇 所以 每一门有新的帝王静大帝出现 每个宗门都会不惜一切代价 拉拢此人 千秋恍然 感情这些人都是拉帮结派的 此时他看着城门的方向 只有寥寥几人助手 千秋尝试用神念探视了一番 果然很快就感受到了 很多藏在暗中的修炼者 看来 城门真如夜神千寻所说 暗中已经有不少修炼者在等候了 就在这时 千秋猛然感受到一阵杀意 他没有任何思考 当即斩露仙影 施展了防御仙术 同时 他也一把搂住夜神千寻 以防止他受到伤害 就在千秋把夜神千寻拉到身边之后 一道巨大的冲击波爆炸开来 千秋立即对怀中的夜神千寻道 快躲起来 我们被发现了 千秋 夜神千寻被千秋一把推开 而千秋则是直接飞向空中 也看清了到底是什么人在偷袭他 千秋 别来无恙啊 纳兰沧海备手立于空中 身后还有万藏 以及十位圣境强者 他们深红色的仙影暴露在外 千秋眯着眼睛 看向纳兰沧海 纳兰老头 没想到你们七星宗 还真是好手段 勾结我永恒宗施力爬外的万藏 又把七师灭祖的罪名 夹在我头上 让整个横谷大陆的修炼者追杀我 纳兰沧海仰天一笑 随即道 此话不能乱讲 七师灭祖可不正是你的行为吗 你现在可是与整个横谷大陆的修炼者为敌 与我七星宗为敌 我劝你乖乖交出长生钟 你死后些许老朽 还会给你留一个全尸 哼 你们七星宗丑陋的面孔 好意思说是 我与整个横谷大陆的修炼者为敌 总有一天 我会揭露你们肮脏丑陋的面孔 千秋冷眼看向纳兰沧海 他的三位师父 就是因七星宗而死 因万藏这个永恒宗的叛徒而死 还有众多永恒宗的弟子 是吗 不过你没有那一天了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在纳兰沧海身后的万藏 先行怒吼一声 率先对千秋发动了攻击 千秋眼神一凝 此时他已经踏入圣境 面对万藏这个同境界的修炼者 丝毫不惧 当即施展仙术与万藏开启了搏斗 因为对方的人数很多 而那蓝沧海 也是一位踏入准地境界百年的圣境强者 千秋不打算恋战 只想着解决了万藏这个叛徒 找机会立刻离开这里 千秋念诵神文 不同以往的是 千秋达到了圣境 也拥有了晋升的能力 幽冥九世 星辰变 这是千秋恋成幽冥九转诀第三转 带来的新神文仙术 仙术一出 周围的空间瞬间扭曲 巨大的能量团出现在千秋身旁 神子 没想到短短数月 居然已经突破着圣境了 看来那三个老东西 还真是受了一个天赋异禀的徒弟 给你足够的时间 恐怕你能成为新的帝王精修炼者 不过可惜 你得罪了七星宗 你还体会不到 圣境带来的变化 就得陨落了 万藏面对千秋的仙术 脸上丝毫不惧 他嘴巴微动 也念诵神文施展仙术 不料千秋身上的衣服突然破碎 一道巨大的金光从他背后闪现 他的肉身周围也开始出现淡淡的紫色 而后千秋的仙影 被一团紫金光线给包围住 万藏脸色大变 他的仙术在这强大的能量之下 很快就被吞噬 而千秋身旁能扭曲空间的能量团 越来越大 万藏 你身为永恒中立经百年的至高尊者 居然首先投敌 还虐杀了那么多同门弟子 你还真是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今天 我就要替三位老祖 以及众多死在你手下的弟子报仇 千秋面露猙獰 他的仙影大手一挥 巨大的能量团冲向万藏 而千秋也没有停下 万藏毕竟是一个圣境修炼者 单单这个仙术不足以杀死他 千秋再次快速念诵神文 飞声欲雷绝 他的仙影手上出现一柄黑剑 一道剑气随之劈出 天空上阵阵天雷劈向万藏 这一连串的仙术让万藏措手不及 没想到千秋明明刚刚踏入圣境 施展仙术的速度居然如此之快 比他这个已经踏入圣境数月的修炼者强出太多 万藏瞪大双眼 看着千秋施展的仙术打在自己身上 他甚至来不及施展防御仙术 他的身子上燃起熊熊大火 不 这绝不可能 万藏发出一声痛呼 巨大的能量瞬间爆发 万藏化作了一团灰烬 飘在在空中 包括纳兰沧海在内 七星中的数位圣境强者已经看傻了 同为圣境强者 万藏居然被刚刚才踏入圣境的千秋秒杀了 没错 是秒杀 连一分钟都没有 甚至万藏根本做不出任何反应 死 纳兰沧海倒吸一口冷气 他也不再有先前那轻松之色 脸上露出凝重的表情 小子 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居然有如此强悍的实力 倒是老朽看错你了 众七星中修炼者听命 跟老朽一起上 灭了这子 今日不除掉他 日后必然是七星中的一个心头之患 纳兰沧海话音落下 拂袖冲向千秋 千秋也有些惊讶地看着自己双手 没想到踏入圣境之后 实力居然会如此大增 但他很快就想通了 这不完全是因为他修为境界的提升 实力之所以会这样断崖式的增长 大部分是因为修炼了幽冥九转诀 以及幽冥神给予他的赐福 要知道 千秋在闭关修炼的这一个月 他整整用去了四十多具苍穹境躯体 以及五具圣境躯体 有萧山不计回报提供的这些躯体 千秋才能在短短一月踏入圣境 并且将幽冥九转诀 修炼到了第六转 哼 千秋大喝一声看清自己的实力之后 他决定放手一搏 就算今天暴露了他 可以使用上古神器的秘密 他也要灭掉那蓝沧海 现在万藏已死 只剩下那蓝沧海 这死 月生沧海 那蓝沧海直接施展他最为强大的神文仙术 以防止有任何意外 其他十位七星宗的圣境强者 也丝毫没有犹豫 直接施展了他们压箱底的仙术 因为千秋刚才表现出来的实力太过惊人 居然直接顺杀了万藏 要知道 万藏也是一个实力不俗的圣境强者 但在千秋的攻势之下 居然连两招都没有接住 可见千秋实力到底有多么的恐怖 千秋连连后退几步 开始运气启用长生中的能力 下一秒 千秋巨大的仙银手上出现了一把巨大的金色大钟 气势如山河 大钟麾下 发出一道巨大的音波 阻挡住了那蓝沧海的仙术 随后 千秋又念诵神文冰河时代 那蓝沧海释放的月生沧海而弄出的海水 瞬间冻成了一道巨大的冰墙 恰好为千秋阻挡住了其他十位圣境强者 所施展出来的仙术 见自己仙术被当下 以及千秋仙银手上拿着的那把金色大钟 纳蓝沧海大海 那 那是长生中 怎么可能 他居然能使用上古神器 这怎么可能 就算是宗主 他也不能做到这种地步 这子到底是何方妖念 纳蓝沧海 已经无法形容自己震撼的心情了 年过二百岁的他 心跳加速 看着千秋巨大的仙银手上执着的长生中 心中已经打起了退堂鼓 他有种预感 自己加上七星宗 这十位圣境强者 依旧无法与千秋一战 纳蓝长老 别冷神 快施展仙术 一位七星宗的修炼者提醒道 纳蓝沧海回过神来 点点头 再次施展仙术 然而 这一次千秋却抢在他前面 施展了仙术 幽冥九世 星辰变 巨大的能量团飞向纳蓝沧海 与七星宗修炼者几人 趁着众人施展防御仙术之际 千秋又直直地飞向七星宗的圣境强者 挥舞长生中 狠狠砸在其中一人防御仙术之上 此修炼者防御仙术瞬间瓦解 他呲牙咧嘴 徒手去挡长生中 仅仅只是刚触碰到长生中 他来不及发出一声惨叫 就化成了一道灰烬 纳蓝沧海与其他几人看到这一幕 头皮止不住地发麻 此时他们意识到 自己已经不是 在和一个圣境强者在对战 而是在和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战斗 纳蓝老 拿命来 千秋嘶吼一声 这次直冲纳蓝沧海而去 纳蓝沧海彻底怕了 强行抓过一个圣境修炼者 挡在他面前 自己则是落荒而逃 这个被纳蓝沧海当替死鬼的修炼者 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千秋一钟打在身上 重重摔在地上 几口鲜血直喷而出 与此同时 千秋与七星宗等人的战斗 吸引来了不少 来苍城寻找新生帝王静的人目光 那不是七星宗的纳蓝沧海长老吗 他带着数位圣境强者 居然被那年轻人追着打 等等 那小子不就是七星宗 花了二百万横股币通缉的人吗 那小子仙银手上 执着的是上古神器 长生忠 这特么怎么可能啊 千秋与七星宗等人的战斗 引来了诸多修炼者的观战 这些修炼者之中 有不少都是圣境强者 他们对上古神器都有所了解 很快就认出了 千秋仙银手指的大钟是上古神器 长生忠 千秋这个笨蛋 居然在这么多人面前使用长生忠 他真不怕被那几个大帝盯上 躲在一旁的夜神千寻脸上 露出焦急之色 虽然千秋现在的实力 在圣境里几乎没有对手 但他能使用上古神器的事情 很快就会传遍整个横谷大陆 届时 那些帝王静修炼者 肯定要抓他逼问出 能使用上古神器的秘密 纳蓝老头 你还真是卑鄙 居然丝毫不在乎自己手下的性命 千秋冷眼看向想要逃跑的纳蓝沧海 当即执着 长生忠追了过去 纳蓝沧海脸色大变 原本是压倒性的局面 现在居然变成千秋一人 追着他们十几个圣境强者打 这是何等的耻辱 小子 你这是在找死 老朽活了百年 居然被你一个刚踏入圣境的矛头小子追着打 哼 既然你这么想死 那老朽就成全你 纳蓝沧海见逃不掉 周围还有这么多其他宗门的修炼者 为了不丢面子 也不再逃跑 千秋冷笑道 到底是谁成全谁啊 呵呵 千秋吐出一口气 收起了长生忠 他的仙影双手合拢放在胸前 千秋念诵神闻 幽冥九世 玄冥犯火诀 这是幽冥九转诀当中 第四传里蕴含的神闻仙术 此时千秋魂力等级 已经达到了魁魂初期 一连串使用这样强大的神闻仙术 也不在话下 纳蓝沧海再次使用月升沧海 去阻挡千秋的仙术 但千秋的仙影 猛然从口中吐出一道巨大的火蛇 直接冲破了纳蓝沧海的仙术 巨大的火蛇直直 打在纳蓝沧海身上 它发出一声惨叫 从空中跌落至地面 身上燃烧着穷穷大火 烫 太烫了 纳蓝沧海想用仙术召唤水 灭掉身上的火 但几道水灵在身上毫无作用 反倒让火势愈发的变大 千秋收起仙影 走到纳蓝沧海身边 冷冷地看向他 别白费力气了 这是犯火 你用普通的水 不可能浇灭的 放心 我不会让你死得这么轻松 我的三位师父 被你逼得使用仙豹 我现在 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千秋眼神满是怒意 心中说道 三位师父 徒儿替你们报仇了 啊 千秋 你这个小犊子 你居然敢如此玩弄老朽 纳蓝沧海 惨叫着在地上打滚 俨然没有了先前 那高高在上墓中无人的气眼 千秋不言语 只是站在边上静静地盯着他 因为纳蓝沧海 拥有高品的先体体质 犯火一时半会儿 也无法烧死他 纳蓝沧海惨叫着 多周围众多修炼者喊道 各位 此子正是我七星宗通缉的逃犯 悬赏金有二百万横股币 谁能取下他的首级 便能来我七星宗兑换悬赏金 他还是七师灭祖之徒 他杀了永恒宗那三位老祖 那三人可是看守上 古神弃长生中的老人了 此子为了夺得长生中 不惜一切杀了他们 敢问各位 你们能看得下去 这样恶毒之人 存在于横谷大陆吗 纳蓝沧海见七星宗的人 无法奈何千秋 干脆继续颠倒是非 试图让千秋成为千夫所指之人 让周围其他宗门的修炼者 群起而攻之 千秋面色一变 周围至少有上百名修炼者 一半都是圣经强者 如果他们 真的为了这悬赏金 一起攻击他 那还真的是一件 不可能战胜的事情 纳蓝沧海的话一出 周围有不少修炼者动心了 二百万横股币啊 这可是一笔不菲的赏金 是啊是啊 反正这小子 是穷凶极恶之徒 咱们帮纳蓝长老 取下他的手机 不但把钱赚了 也算是为民除害了 这样一想 不少人动了歹面 聚气显露了自己的先影 不怀好意地看着千秋 现在就等一个 率先动手的人 毕竟他们刚才都看到了 千秋恐不如斯的实力 纳蓝老头 死到临头了 还把脏水往我身上泼 千秋大怒 单手一挥燃烧在纳蓝沧海身上的泛火 变得更加巨大 纳蓝沧海痛苦地在地上打滚 各位大人 你们莫要听信纳蓝沧海这无耻之徒的话 那日是七星宗串通我永恒宗的修炼者 连夜偷袭了永恒宗 还把一切脏水泼在我身上 几月以前 好几大拥有上古神器的宗门出世 那些神器失踪 均是七星宗之人所为 他们私吞了上古神器 还把这些罪名强加在 我与其他几个无名的修炼者身上 千秋对周围一众想要出手的修炼者解释道 小子 你说这话可有证据吗 纳蓝掌老口碑一向不错 而你 只是一个通缉犯 我们凭什么相信你 况且 我们又不是瞎子 你的仙隐刚才守直的正是长生中 虽然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方法 启用了上古神器 但可见长生中真的在你手上 你竟然口口声声说是七星宗私吞了上古神器 其中一位修炼者 冷眼看向千秋 语气里满是不屑 千秋张了张嘴 一时间居然找不到反驳的话语来 毕竟他刚才的确使用了长生中 长生中的确在他手上不假 这位修炼者的话一出 让原本还有些犹豫和观望的修炼者确信 千秋才是那个撒谎的人 呵呵 小子你年纪轻轻就达到了圣经 还能启用上古神器 必然是学了什么妖术 我们今天杀了你 也算是替天行道 一个修炼者大喊一声 随即冲向千秋 千秋见状 意识到自己是百口莫辩了 当即再次显露仙颖 并且直接掏出长生中 千秋仙颖手执长生中 奋力往地上一砸 掀起一道巨大的能量波 直接击退了朝他冲来的那位修炼者 既然你们不相信真相 那你们便来吧 我千秋大圣与你们战斗到底 千秋眼神坚毅看着众人 此时再也没有一个人赶上前一步 毕竟千秋的仙颖手上 拿着的是上古神器 那可是神器使用的武器啊 千秋仙颖手上 持着巨大的长生中站在那里 气势如虹 没有一个修炼者赶上前 既然你们都不赶上 那就告辞了 千秋见状 拿出黑啸走向那蓝沧海 那蓝沧海身上还燃烧着饭火 看到千秋手上拿着黑啸向他走来 如同看到魔鬼一般 小子 你不能杀我 你杀了我 就算你逃到天涯海角 都会被七星宗追杀的 你若今日放了我 我保证以后不来骚扰你 七星宗其他长老也与我交好 我回去劝劝他们 你放 那蓝沧海还在苦苦求饶 千秋手起刀落 直接斩下了他的头颅 声音戛然而止 七星宗圣境强者 那蓝沧海陨落 哼 饶了你 当初那么多无辜的永恒宗弟子 死在你手下时 怎么没见你饶了他们 千秋冷冷地 看向头身分离的那蓝沧海 千秋收起黑啸 随后拿出乾坤袋 把那蓝沧海的尸体收进其中 这老东西还是准地 拿来吸收修炼幽名九转绝 肯定有不少的用处 其他几个七星宗的圣境修炼者 看到千秋带走了那蓝沧海的尸体 还想出手阻拦 不料被千秋用无比冷漠的眼神 看向他们 这几人浑身一颤 躲在很远的 不敢上前 千秋打开虚空之门 找到夜神千寻之后 立即踏入而行 进入其中 这时其他的修炼者也反应过来 各位 咱们一起上 不能让这小子跑了 他总不可能一个人 跟咱们这么多圣境强者打吧 其中一位修炼者大喊一声 想要去追千秋 与夜神千寻 与此同时 妖宗的右护法也赶到了这里 正好看到千秋要进入虚空之门 立即施展仙术 卧槽 妖宗的人也来了 快跑 千秋大惊 这个右护法 与左护法打扮完全相同 他们都穿着妖宗的宗服 千秋一眼就认出来 他是妖宗的人 千寻 抱紧我的一千万 别松开 你在虚空星界里和我走丢我 很难再找到你了 千秋眼神一宁 低头对夜神千寻说道 夜神千寻欲言又止 但看到千秋一脸决然的侧脸 忽然一种安全感涌上他的心头 只是嗡了一声 双手抱紧了千秋的腰部 几位圣境强者 速度很快跟着千秋 进入了虚空星界 而妖宗的右护法 也紧跟其后 千秋意识到大事不妙 后面那几位全是圣境强者 这次想要甩开他们 实在困难 在虚空星界当中 踏空数分钟 身后那群修炼者 依旧紧追不舍 这次不好逃脱了 千寻 我马上重新打开虚空之门 你先离开虚空星界 他们的目标是我 肯定不会去单独追你的 你出去之后 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我很快就会来找你 千秋打算先安顿好夜神千寻 也只有这样 他们两人 才能在庶民圣境修炼者的 追捕下逃脱 夜神千寻皱眉 道 不行 你一个人 怎么可能打得过这么多人 我又不是傻子 怎么可能正面跟他们硬刚 你先走 你走了之后 我才能施展仙术 想办法逃脱 听话 千秋说了一句 单手搂着腰 一边向前踏空 一边念诵 打开虚空之门的神闻 虚空之门打开 千秋用力 把夜神千寻向其中一推 道 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等我来找你 你 你小心点 夜神千寻欲言又止 最终还是进入了虚空之门 离开了虚空星界 看到夜神千寻离开 千秋也彻底放下星 当即施展隐分身术 在千秋达到圣境之后 能召唤出来的分身 已经高达百人 多为分身向四面八方逃散 让诸多修炼者瞬间猛逼 这等仙术 不是大地才会使用的吗 这小子居然能使用出来 这怎么可能 到底哪个才是真的 该死 一众修炼者愤怒地骂了起来 索性瞅准一个上前追去 真正的千秋混在分身之中 靠着这个办法 已经甩掉了大半的追兵 然而紧跟他身后的 还有一个修炼者 千秋回头一看 正是那位妖宗的诱护法 没想到妖宗这次派来的人 有点实力 居然一眼就看出 我是真身了 千秋知道 恐怕必须要与妖宗这位修炼者 正面打一场了 就在这时 千秋脑海里闪过一道声音 别仕途和妖宗的诱护法打架 他不是普通的圣境修炼者 诱护法 千秋一愣 他最终决定 听从脑海里那道声音的 因为前两次他开口 都让千秋化险为夷 所以这人肯定是出于友善之心的 往哪儿跑 跟在千秋身后的诱护法 大喊一声 当即斩露仙影 此时 几扇门在各大宗门上空打开 从里面涌出数名圣境强者 他们冲入下方的宗门之中 开口宣称自己是诸仙殿的人 唐宗之中 一位诸仙殿修炼者道 本胜给你们一个机会 无条件投降加入诸仙殿 反抗者一律格杀勿论 唐宗宗主出现在唐宗门口 骂道 你们诸仙殿算什么东西 也配让我 唐宗宗主话还没说完 人手分离 他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顺杀他的诸仙殿修炼者 舔了舔刀子上的血 表情变态般地看着众人 反抗者 就像你们宗主的下场一样 唐宗弟子健壮 顿时没有了反抗的心思 他们的宗主就这样被秒杀了 那还打个屁啊 唐宗沦陷 与此同时 横谷大陆多个宗门 都在上演这一幕 许多宗门奋起反抗 下场便是整个宗门被灭 一扇门在半藏沙漠上空打开 门帝从其中出来 向青云阁飞去 节节节 青云大帝 本帝劝你们 还是直接投降吧 本帝和你 也算是老朋友了 我不像杀了你的人 门帝看着青云大帝 狂笑不止 青云大帝面色阴冷 他已经收到消息 朱仙殿出动所有人 在横谷大陆上虐杀修炼者 但凡不归降于朱仙殿的 全部杀死 门帝 你这么做 是与整个修仙世界为敌 青云大帝冷声说道 节节节 那又如何 青云大帝 你加入我们朱仙殿 又不会亏待了你 无非是你这个宗主之位 变成了长老而已 比起直接陨落 身份降低一级 又如何呢 门帝孤身一人 处于青云阁的宗门之前 青云大帝身后 还站着几十位圣境修炼者 门帝 我们同是帝王境修炼者 你觉得你 一定能压制我吗 况且 你现在只有一人 我身后还有诸多准地修炼者 你拿什么和我打 青云大帝面色阴沉看着门帝 他和门帝是同期成为帝王境大帝的修炼者 要论实力 门帝的确压他一筹 而门帝有十分特殊的能力 便是可以在任何地点随意开门 打斗起来 让人很难琢磨透他具体的位置 门帝面不改色 道 青云大帝 你们青云阁 不过是横古大陆时大宗门末尾的宗门罢了 你自己也很清楚 其他宗门 也许还隐藏了不少位帝王境修炼者 但你们青云阁 却真的只有你一个 大帝不是吗 结结结 我向来不是一个喜欢拉帮结派的人 我可以实话告诉你 朱仙殿不是我创立的 我也只是在别人手下做事而已 结结结 门帝意味深长地看向青云大帝 青云大帝面色一变 门帝说的都是实话 他的青云阁之所以这些年 一直处于横古大陆十大宗门排名末尾的位置 全是因为宗门当中只有他一位大帝 而其他宗门至少有两位 只不过在明面上没有表现出来而已 况且门帝的一席话 青云大帝早就听出他的言下之意 门帝并非朱仙殿的宗主 况且他还是在别人手下做事 能让一位大帝甘愿臣服 可想而知 朱仙殿宗主实力到底有多么恐怖 宗主 咱们有这么多人 别和他废话了 我就不相信 门帝一人能战胜咱们整个宗门 青云阁大长老力在青云大帝身旁说道 不 朱仙殿之所以敢如此大动干戈 门帝明知道 这样是与整个修仙世界为敌 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做了 说明他有令他无比自信的底牌 青云大帝不敢冒这个险 两位大帝之间直接展开 战斗是十分危险的 随时都有陨落的危险 见青云大帝犹豫 门帝继续道 结结结 青云大帝 你想好了吗 要不要归降于我朱仙殿呢 门帝 我希望你能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不知道 你们朱仙殿的目的 我没办法带着一众青云阁的弟子 加入你们朱仙殿 结结 你现在没必要知道 青云大帝一正 便朝着门帝摇头 既然如此 那我没办法加入你们 你若是要打 那就来吧 我青云大帝好歹称地数百年 也不会拒你 门帝没有再废话 三米高的黑色仙颖 立于半藏沙漠之上 此时处于半藏沙漠 另一端的妖圣大帝 也察觉到了门帝和青云大帝的气息 妖圣大帝咧了咧嘴 你难道 门帝居然和那个青云老头打起来了 这朱仙殿还真是疯狂吗 门帝率先使用仙术 青云隔上空 出现了百扇黑色的大门 悠悠地浮在空中 门帝叹息一声 青云大帝 我苦口婆心劝你加入我们 是看在咱们有老交情的份上 若是等他来了这里 恐怕你再想要归降 已经来不及了 下一刻 青云大帝和门帝的仙术碰撞在一起 在半藏沙漠上 瞬间激起一道能量波 近乎覆盖了整个半藏沙漠 千秋与妖宗幼护法 在虚空星界之中 已经交手了数个回合 幼护法喘着气 感到很是惊讶 没想到 千秋在踏入圣境之后 实力居然如此强悍 你的实力很强 看来运用掌声中的能力 能让修炼者 高出自身修为境界不少 你让我更加想要得到长生中了 幼护法舔了舔嘴唇 脸上露出近乎癫狂的神情 千秋也是喘着粗气 先前与七星宗等人战斗 已经消耗了不少魂力 现在又和幼护法博弈了很多会合 哪怕千秋现在 已经达到了魁魂前期 一连进行这样的战斗 也很是吃力 本来想晚点暴露幽冥锤的 但今天不使用他 恐怕迟早地死在他手上 他的魂力等级明显高出我 他还是全胜状态与我对战 只能放手一搏了 千秋咬紧牙关 意念一动 他仙影手上的长生中 便被收了起来 幼护法见状 讥讽道 怎么 这就害怕的 把长生中收起来了 是怕我待会儿得到他 千秋没有理会幼护法 深吸一口气 开始运转幽冥九转绝的 很快 他的身上开始散发起紫光 紧接着 一把比千秋仙影 还要巨大的紫色锤子 出现在他仙影手上 这正是幽冥神 给予他的幽冥锤 幼护法看到这把大锤 脸色大变 这一把大锤 到底是何物 千秋的仙影挥舞幽冥锤 他的额头上 青筋爆起 大声喝道 要你命的东西 幼护法从千秋仙影手上 那把巨无霸大锤上 感受到了十分恐怖的气息 一向沉着冷静的他 居然感受到了 来自死亡的恐惧 这小子 怎么会有这么多奇怪的武器 该死 幼护法骂了一句 打算先行离开这里 然而千秋早已经打算 彻底解决掉他 幽冥九世 太阴士顿 千秋念诵神文 百具白色的骷髅 从虚空之中出现 犹如鬼魅一般 扑向幽护法 幽护法连忙施展仙术 摆脱他们的围困 千秋趁此机会 抡起幽冥锤 向幽护法砸去 幽冥锤比起长生中 他的威力更加巨大 而且千秋还可以结合 幽冥九转绝带来的力量 强化幽冥锤 因为长生中 原本千秋在帝王境之前 根本无法使用 不知道什么原因 突然觉醒 得以让仙影 暂时使用长生中 哼 就凭这也想打败我 痴心妄想 幽护法不得已 只能徒手接下这一击 幽护法身上 爬满了白色的骷髅 啃食他的身体 他虎去一阵 发出一道金光 他的仙影 瞬间将他包裹住 他的仙影举起手 接住了千秋这一击 只是膝盖微微弯曲 他用力抬起 直接掀翻了千秋 怎么会 千秋连连后退 骇然地看向幽护法 在此之前 千秋只是用了长生中 就力压七星宗 十多个圣境强者 而纳兰沧海 也是准地境界的修炼者 千秋没有动用幽冥锤 就击败了他 可眼下妖宗的幽护法 不但在幽冥锤之下 活了下来 而且几乎没怎么费力的 就接住了这一击 你和七星宗纳兰老头的战斗 我也看见了 不得不承认 你能动用上古神器 让我很是惊讶 不过 我的炼体体质 在圣境修炼者之中 尤为突出 我已经达到了中品圣体 身体的强悍 根本不是你们这群 只有仙体体质的人 能比较的 幼护法脸上露出残忍之色 他一把抓起 许多千秋召唤出来的骷髅 直接在手掌中 捏碎成为粉末 你的炼体 已经达到了圣体 这怎么会 你充其量 只是准地而已 怎么可能已经达到了圣体 圣体 不是只有帝王 才能达到的吗 千秋皱眉 在他的印象当中 还没见过高出 极品仙体体质之外的修炼者 最多也只是 和他相同的极品仙体 就算是这样 在长生中的威压之下 也不可能完好无损地接下一击 但炼体体质达到了圣体 那可谓是拥有着 帝王镜修炼者一样的防御力 幼护法不懈地看向千秋 道 谁告诉你 圣体只有帝王镜修炼者 才能达到 你不过是井底之蛙罢了 还有太多你不知道的事情 就你这样的人 居然能使用这么多上古神器 还真是让人唏嘘啊 不过今后 这两个上古神器 就归我们妖宗所有了 幼护法说吧 眼神一宁忽然发难 千秋一惊 刚才的仙术 几乎已经耗尽了他全部的魂力 现在剩下的魂力 根本不足以继续与幼护法战斗 千秋没想到 这幼护法的炼体体质 居然如此恐怖 这完全不在预料范围当中 万妖诀 幼护法先影 开始巨大的变化 从人形逐渐扭曲 成为了一头凶猛的洪荒巨兽 将近百米之高 千秋看到这一幕 更为惊讶 没想到 他居然能改变 自己先影的形态 变化成巨兽的幼护法 发出一声嘶吼 冲着千秋奔去 速度很快 近乎出现残疑 好快 千秋不得不激发 幽冥霸体的防御肢体 下一秒 他就被幼护法 直接撞在身上 整个人直接飞了出去 扑 千秋吐出一口鲜血 面色凝重地 看向幼护法 好强 果然排名第二的妖宗 要比七星宗强大 只是一个幼护法而已 千秋有些后悔 早知道跟着七宇大帝 一起离开苍城 现在以他的能力 近乎无法对抗幼护法 毕竟幼护法 已经是踏入准地 境界百年的修炼者 而千秋 只是刚刚晋升至 圣境几小时的 圣境强者罢了 就在幼护法 准备再次发动攻击的时候 一道巨大的身影闪过 抓起千秋 消失在了原地 速度之快 让幼护法 都没能反应过来 等幼护法 冲到千秋原先 所在的地方之后 他已经消失不见 什么都没有留下 该死 到底是谁救了他 在这虚空星界之中 不从一个虚空之门进入 几乎没有相遇的可能性 能在虚空星界里定位的人 也只有虚空圣宗的 修炼者能做到 难不成是虚空圣宗的人 这小子 什么时候和他们 扯上关系了 幼护法不甘心地 便回了人形 站在地上若有所思 此时 千秋被刚才那道 巨大的黑影抓走之后 速度极快地 飞向虚空星界的战争迷雾里 幼护法丝毫没有察觉 你是什么人 千秋猛地抬头 发现自己 被一条巨龙的爪子抓着 龙背上还坐着一个 穿着黑斗篷的人 穿黑斗篷的人 并没有回答千秋 只是目视着前方 而千秋也一下子 认出了这条龙 他是星界龙 直到飞出很远 千秋才被这条星界龙 放了下来 而他背上那个人 也随之跳下 站在千秋的面前 千秋面色痛苦地捂着胸口 被妖宗幼护法撞得 那一击伤到了内脏 千秋感觉自己身体 要散架了一样 不管你是谁 都谢谢你的救命真 千秋十分诚恳地 看向眼前这个 穿着黑斗篷的人 若不是他 恐怕自己真的 要死在幼护法手下了 这人盯着千秋 半晌也没有开口说话 就在千秋疑惑 以为他是一个哑巴的时候 黑斗篷开口了 不用谢 快点离开这里吧 斗篷之下传来的 居然是一个女人声音 只不过声音略带沙哑 千秋一正 原来是位女少侠实在感谢 我叫千秋 你呢 我都说了 快点离开这里 女人用不耐烦的语气回道 你救了我 总得告诉我你叫什么吧 不然 千秋话还没说完 女人忽然一掌打出 千秋再一次飞了出去 快滚 女人冷冷地扔下一句 随即转身 骑在星界龙的背上 影子一闪 就消失在了千秋视线当中 女人打出的这一掌 并没有用什么力气 千秋只不过被震了出去而已 还真是个奇怪的人 不过他的星界龙速度真快 现在哦 也是圣境强者了 有空来捕捉一只星界龙 能提升不少战斗力 千秋暗暗说了一句 随后打开虚空之门 逃出了虚空星剑 半藏沙漠 门帝和青云大帝 在短短的时间之中 已经交手十多个来回 青云阁的建筑 也在两位大帝的战斗波及之下 半个宗门都成了废墟 门帝 我都说了 青云阁不止有我 还有众多弟子 你是不可能战胜青云阁的 青云大帝手执着剑 居高临下地看着门帝 此时青云大帝 依靠着宗门当中 诸多准地修炼者的帮助 与门帝的战斗夺得了优势 杰杰杰 你们人多又如何 除了你之外 剩下的还不都是蝼蚁 门帝擦了擦嘴角的一丝血迹 下一秒瞬间打开多扇大门 从里面出现了不少圣境强者 你们还真是骂 本帝被这群蝼蚁纠缠了这么久 都已经烦了 杰杰杰 修炼者的帮助 青云隔中弟子听命 跟我 扑 青云大帝还没说完 一只手直接从他的胸口穿过 手上捏着在跳动着的心脏 扑通 扑通 老头儿 你的话太多了 从青云大帝身后 传来一个少年的声音 他把手从青云大帝身体中拿了出来 手上还握着青云大的 缓缓跳动的心脏 青云大帝不可思议地回头望去 发现身后的人戴着一具黑色面具 你 你是何人 青云大帝亥然 百年来他都没有再次感受过 但这一刻他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以及对绝对力量的畏惧 他的炼体体质已经达到了高品圣体 况且他还是帝王晋修炼者 就算是和门帝大战数个回合 他身上也没有落下多少伤痕 然而现在 他却被人从身后一击掏出了心脏 本帝是暗影大帝 诸仙殿宗主 影子千秋冷冷一笑 把青云大帝的心脏放在嘴边舔了一口 嘴角咧了咧 青云大帝只感觉到毛骨悚然 疯子 绝对是疯子 青云大帝心中此时只有这一个想法 他明白 自己和诸仙殿作对 绝对没有任何胜算 就凭借诸仙殿宗主这样的实力 秒杀了他一个大帝 可想而知 他的实力已经达到了什么样恐怖的地步 青云大帝算是修仙世界为数不多的帝王晋修炼者 他的实力些许没有其他帝王晋大帝强悍 但也绝不会存在 自己被某位帝王晋大帝给秒杀的情况 可诸仙殿宗主他做到了 暗影大帝是吗 本帝认输了 以后青云阁对你们诸仙殿马首是瞻 希望你们能放青云阁一马 青云大帝看着还在影子千秋手上的心脏 他额头上渗出一丝冷汗 作为帝王晋大帝 只要心脏和脑子没有被摧毁 他就绝不会死掉 但眼下 自己的命已经掌握在别人手上了 纵使青云大帝心中再有不甘 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 也只能寄人篱下 看着青云大帝认怂的模样 门帝忍不住笑了 结结结 结结 青云老儿 我都说过了 你趁早归降 与我们诸仙殿 你非要弄成现在这样 何必呢 青云大帝没有了嚣张的气眼 满身冷汗地看着影子千秋 对于门帝的讥讽 他也不敢反驳 此时 其他的青云阁修炼者 和众位长老脸上全是惊恶之色 在他们言中 帝王晋大帝就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青云大帝便是其中的一位 然而他们在一分钟以前 亲眼目睹了青云大帝的心脏 被直接掏了出来 这 这怎么可能 就算诸仙殿宗主也是帝王晋的大帝 他也不可能做到这样的地步 这个暗影大帝实力太恐怖了 他在百宗大会上就使用了神文禁术 难不成他现在也使用了神文禁术 才做到这样的地步吗 宗主 青云阁的修炼者们乱作了一团 十分紧张地看着天空 门帝看向影子千秋 他收起了仙影飞到影子千秋旁边 道 既然青云老儿都臣服于咱们了 就把心脏还给他吧 这对他的元神损耗很大的 结结结 影子千秋淡淡地瞥了一眼门帝 随即扭头又看向门帝 冷声道 晚了 下一秒他忽然抱起 一把捏碎了青云大帝的心脏 华 在场的所有人都傻眼了 青云阁几位长老顿时变得面无血色 亮亮呛呛后退几步 一屁股坐在地上 尼南道 青 青云大帝 他 他陨落了 宗主 宗主他死了 这怎么可能 而众多弟子也傻眼了 他们刚才只是憋屈日后 要臣服于朱仙殿 从没想过影子千秋会做出这种事情 他居然毫不犹豫地杀了青云大帝 他可是一宗之主 修仙世界顶尖站立的存在 不可思议的表情定格在了青云大帝的脸上 他身后的黑色仙影瞬间化成一缕白光 身子重重地向地上坠落 喷剑出的鲜血见了影子千秋与门帝一脸 而门帝也惊恐地看向影子千秋 半上没说出一句话 两久 门帝擦了擦脸上的鲜血 没有了往日的玩世不恭 小子 你平时玩玩就算了 你杀了青云大帝有什么好处 原本有他的加入 朱仙殿就又多了一位大帝 会让咱们战力增强不少 你为什么要杀了他 门帝感到愤怒 原先的计划当中 压根没有杀掉青云大帝的这一说法 影子千秋舔了舔手上的鲜血 道 朱仙殿不需要这种废物 他太过躁了 语气中毫无波澜 就好像杀了青云大帝 对影子千秋来说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门帝眯着眼睛看向影子千秋 几秒钟之后放声大笑 道 杰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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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人比我疯狂 杰杰杰 本帝果然没有看错你 既然如此 那本帝也就不再忌讳 门帝打开一扇门 离开了半藏沙漠 带着一众诸仙殿修炼者前往下一个宗门 影子千秋直勾勾地盯着那些手足无措的青云阁修炼者们 冷漠道 蝼蚁们要加入我诸仙殿吗 本圣跟你拼了 你好无理由杀了我宗主 现在还想让我们败入你们宗下 这是何等的羞辱 一位青云阁的长老大怒 显露仙影施展仙术 冲向影子千秋 白痴 影子千秋淡淡地扔下一句 抬起手轻轻一弹 一道光线从指尖发射 这位青云阁长老瞬间化成了一道灰 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 其他几个长老见状也愤然而起 数十人一起冲向影子千秋 他们共同元神燃烧 打算用自己的性命为代价 与影子千秋同归于尽 数十位圣境强者仙豹 能量十分恐怖 就算杀不了他 也足以让他的肉身净毁 几乎不可能施展仙术了 各位长老 为宗主报仇 为宗主报仇 挨声再见 数位青云阁长老发出沙哑的呐喊声 下一秒 一道强光在空中炸裂 一众青云阁弟子连忙开启防御仙术 以防止被这强大的能量波及到 十分钟之后 这强光才消失不见 一位青云阁女弟子跪在地上 脸上落下眼泪 他正是数位仙豹长老当中 其中一位的孙女 他气不成声地跪在地上 哭道 结束了吗 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吗 然而 下一秒他惊恐地瞪大了双眼 难以置信地望着天空 犹如看到了恶鬼一番 这 这怎么可能 那么多长老仙豹 他怎么可能还完好无损 女孩捂住嘴巴 他仿佛看到了人间恶魔 影子千秋拍了拍肩上的灰尘 淡淡道 蝼蚁始终是蝼蚁 就算化成鹅子 也只是飞蛾扑火罢了 本帝再问你们一遍 要加入诸仙殿吗 清云阁剩下的修炼者 脸上露出恐惧之色 现在清云大帝死了 实力强悍的几位长老也死了 他们这群人 还有什么反抗的力量呢 至此 清云阁不复存在 原清云阁的修炼者 全部加入了诸仙殿 要宗 在外的弟子传来消息 在百宗大会上 引起动乱的诸仙殿 有诸多修炼者 出现在了葛宗门 但凡是不加入他们诸仙殿的 一律格杀勿论 因为有门帝的撑腰 除了十大宗门 其他小宗门 近乎是推平式的轮陷 要宗一位 长老跪在要宗宗主面前 要宗宗主脸色阴沉 道 这诸仙殿真是疯了 门帝到底要做什么 不过也罢 他们肯定不敢冒犯十大宗门 不然十大宗门会联手灭了他们 这位长老面色难看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怎么 你还有话没告诉我 要宗宗主皱眉 这位长老犹豫片刻 额头上渗出一丝冷汗 道 宗主 刚刚我得到最新的消息 青云大帝被诸仙殿宗主给杀了 青云大帝陨落了 什么 青云大帝被诸仙殿的宗主杀了 诸仙殿除了门帝之外 居然还有一位帝王进抢者 他还打败了青云大帝 要宗宗主愕然 猛地从椅子上起身 脸色变得无比阴沉 去通知小宇立刻回宗 他回来之后 立刻开启护宗阵法 不管诸仙殿处于什么目的 在这个结果眼上 绝不能出现问题 小宇这次回来 能带回千秋 有了长生中本地 很快就能晋升了 区区诸仙殿能奈何我 千秋从旭空新界出来之后 他处于苍城之外 他完全感应不到 夜神千寻的气息 糟了 混乱之下没记住 给千寻打开虚空之门位置的坐标 他具体在哪里也不好找 千秋揉了揉脑袋 他现在算是和夜神千寻走散了 而苍城周围 有越来越多的修炼者聚集 他也没办法在这里停留太久 如果被妖宗和七星宗的修炼者感应到 这次恐怕就那么好运逃脱了 千秋在原地思考片刻 打算先行离开苍城附近 他还没走出多远 感觉到脑子一阵剧痛 不时的有嘻嘻嘟嘟的声音 在脑海中回荡 他却无法听清 到底在说些什么 走了两个小时 千秋离开了苍城附近 不断踏空而行 赶往苍城的修炼者 也近乎看不到了 千秋拿出地图 发现下一个城市叫做马城 是一个中转城市 许多经过这里的人 必须得从这个城市中转 从马城出发 可以前往多个方向 几乎是一路畅通的 这里距离天神殿也不远了 当初是想要去天神殿 提升魂力等级的 但现在看来 似乎没什么必要了 有了幽名九转爵 魂力等级和修为境界 都可以同时提升 千秋放下地图 他没有了起初的目的 他想了想 最终打算直接前往极寒之地 四大异界的星夜入口 便存在于极寒之地 那里面有不少魂灵兽 与修炼幽名九转爵时 需要用到的药草 千秋打算在那里 一直带到 将幽名九转爵修炼完为止 到那时 我也已经踏入了准地境界吧 只需要一个机缘 那就可以直接成地了 不过去之前 还是先去马城等待两天吧 从苍城出来 最近的城市就是这里 千寻应该也在马城 千秋做好计划之后 立即赶往了马城 等千秋到达马城之后 发现这里聚集了不少人 而且这些人脸上神色慌张 似乎是从哪里逃出来的一样 这让千秋甚是疑惑 祁宇大帝又一次 穿着黑色的斗篷 出现在千秋身旁 小鬼 横谷大路大乱了 祁宇大帝笑了笑 对千秋道 千秋疑惑 看向祁宇大帝 祁宇老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就因为在苍城旁边的山里 新生了一位帝王进大帝 原本这已经是一件 让诸多宗门和修炼者 关注的事情 但这远远不足以引起 横谷大路大乱 你先前应该是 进入了虚空星界吧 所以对外界这几个小时 发生的事情 全然不知那 对 你走了之后 我遇到了七星宗的 纳兰沧海和其他修炼者 我已经手热了纳兰沧海 替我三位师父 和永恒宗死去的弟子报仇了 千秋眼里闪过一丝阴狠 但他也感到轻松 面对仇敌 千秋已经杀死了 万藏和纳兰沧海 现在就剩下七星大帝了 不过 以他现在的实力 想要讨伐七星大帝 可谓是痴人说梦 齐宇大帝瞥了一眼 对千秋道 你先进入马城 找个地方歇下脚吧 在城门口人多眼砸 我容易暴露 千秋点了点头 随着人群混入了马城 好在因为不停有大量的人 进入马城 所有城门口的守卫 很难去细细排查 要是在这里被守卫发现 千秋是七星宗通缉的逃犯 恐怕千秋又要在这里 与他们打一架了 在千秋进入马城之后 找了一家位置 比较偏僻的客栈住下 他在街上看到 不少身上还带着伤的人 他一眼认出 这些人都是修炼者 而且境界都还不低 千秋隐隐察觉到了 一丝威胁的味道 进入客栈之后 齐宇大帝立即出现在 千秋的房间里 开启了羽界 将整个房间与外界隔绝 齐宇老头 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居然有这么多高境修炼者 出现在马城 这里不过是一个中转城市而已 千秋开口问道 就在你进入虚空星界的 这短暂的时间里 朱仙殿的宗主 不知何时已经突破至帝王境 带着门帝和一众修炼者 入侵各大宗门 就连横谷大陆排名第十的 青云阁也被推平了 还有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青云大帝陨落了 朱仙殿宗主成爹 青云大帝陨落 千秋听到齐宇大帝说给他的话 一愣一愣的 这接壮而至 令人吃惊的消息 千秋瞬间猛逼了 两久 千秋才回过神来 看向齐宇大帝 齐老头 你确定 你没跟我在开玩笑吗 一位大帝陨落 这可是天大的事情 朱仙殿如此嚣张的行为 岂不是要与整个修仙世界为敌 千秋紧皱着眉头 哼 这不是很显而易见的事情吗 你要知道 朱仙殿现在不只是有门帝 一个帝王境大帝的存在 还有了朱仙殿宗主暗影大帝 对于那些比较弱的宗门 他们能完全碾压 而且 最恐怖的地方在于 青云大帝是被秒杀的 面对暗影大帝 他跟在没有丝毫的还手之力 这也证明了 暗影大帝要强出青云大帝不少 放在整个修仙世界 能秒杀青云大帝的帝王境修炼者 有几位呢 就算是全盛时期的我 也至多能青云大帝打个平手 齐宇大帝说着 脸上也露出了凝重之色 这一下 千秋整个人愣在原地 秒杀一位帝王境大帝 这到底是怎样恐怖的存在 要知道几个月以前 朱仙殿宗主 也正是在百宗大会上的 那个黑色面具少年 只不过是圣境强者而已 他居然这么快就成为了帝王境强者 这是什么样恐怖的晋升速度 就算是千秋 他拥有幽冥霸体 搭配幽冥九转爵去修炼 都不及他修炼速度的一半 见千秋半上说不出话来 齐宇大帝叹息一声 道 你得抓紧修炼了 朱仙殿他们敢这么做 定然是有底牌存在的 他们很清楚 在杀了青云大帝之后 其他九大宗门会立即敌对他 但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地做了 这 那些被朱仙殿攻打的宗门 所有修炼者都被杀了吗 并没有 不服从朱仙殿的都被杀了 剩下的全部被纳入了朱仙殿的麾下 比起七星宗那夜入侵永恒宗 以及其他几个宗门 还要放肆 千秋意识到 因为天灾的原因 各大宗门都有了分歧 为了自己宗门在天灾的时候 能获得绝对的话语权与生存权 七星宗的目的千秋 大致已经了然 他们的最终目的 就是夺去上古神器 似乎七星大帝 有可以使用他们的方法 但朱仙殿完全是 毫无目标式的攻打 不管大小宗门 他们都毫不犹豫地入侵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祈宇大帝和千秋两人 沉默一段时间之后 千秋面色变了变 道 我打算在马城等待两日 先前我也迁寻在 虚空星界里面分开了 等到他之后 我俩立即前往极寒之地 进入星夜 我的幽冥 九转绝修炼进程 会加快很多倍 祈宇大帝 看着千秋意味伸长一笑 缓缓开口 小鬼 你等不到他了 老夫劝你 还是早些前往极寒之地吧 你为什么这么说 千秋狐疑地 看向祈宇大帝 他早就有预感 祈宇大帝 似乎瞒着他不少事情 千秋的发问 并没有让祈宇大帝 有太大的波澜 只是语气平缓到 现在整个横谷大陆动乱 他既然和你走散了 就很难再遇到 路上有不少 从各个宗门出逃的修炼者 极其容易遇到 被诸仙殿修炼者追杀的风险 那个女娃子 又不是傻子 他肯定先行 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待下 等到这阵洞乱过去 才会出现 千秋看着祈宇大帝 没有说话 这段日子中 他和夜神千寻 一直待在一起 早已经把他当做了同伴 现在忽然要放弃 他单独前往极寒之地 心中有种 说不出来的失落感 祈宇大帝 看出了千秋失落的心情 老夫知道你在想什么 那个女娃子 不会轻易遇到危险的 老夫早就说过 他背后站了一位 很厉害的修炼者 他不会遇到危险的 你就安心前往极寒之地吧 当务之急提升 你的实力最为重要 在祈宇大帝 苦口婆心的劝说之下 千秋最终 还是打算在马城停留两日 希望能在马城 找到夜神千寻 祈宇大帝也没有过多阻拦 之后就离开了千秋的客栈 祈宇大帝离开之后 轻叹一声 他没想到 那日自己的地力影响 早就出了一位 如此强悍的大帝 这小子生来 他就有一份恐怖的力量 他自己到底 不怎么会运用 而他的分身 却有了恐怖的成就 如果让那小子得知 暗影大帝 就是他自己的影子 会有怎样的心情呢 接下来的两天 千秋一直在马城当中 四处寻找夜神千寻 然而并没有任何收获 他感到很是郁闷 在苍城的时候 先是霍布展不辞而别 现在又是和夜神千寻走散 千秋也在这两天当中 得知了外界的消息 据说一大半的宗门 都成为了诸仙殿的附属宗门 而那些没用被诸仙殿攻打的宗门 反应迅速 立即投奔了十大宗门 任意一个宗门 以此保全自己的宗门弟子 比起诸仙殿 十大宗门还算是和善的 当然 青云大帝陨落的这一消息 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横谷大陆 所有修炼者 都为此感到无比震撼 没想到青云大帝 被诸仙殿宗主直接秒杀了 这个诸仙殿 到底是什么来头 难不成那天 在苍城旁边 新生的帝王晋大帝 在晋升之后马上就消失了 诸多宗门派出的长老前去查看 什么也没有发现 街上 千秋听着街边的人讨论 心中有种说不上来的感觉 他没想到 自己穿越到修仙世界 恰好赶上了千年一次的天灾 又马上遇到了七星宗的阴谋 诸仙殿也随之而起 真是生不逢时啊 千秋苦笑一声 两天的时间过去 千秋在马城当中 完全没有找到夜神千寻 他有些失落 但也不得不前往极寒之地了 千秋临走前 打算去买些厚实的衣服 极寒之地 据说常年处于暴雪之中 进入了一家衣服店 他猛然想起曾经 和沐宇一同逛街时 他买了不少衣服 不知道沐宇怎么样了 还好那天七星宗 入侵永恒宗的时候 他不在宗门里 千秋有些怅然 随即开始挑选起衣服来 就在这时 一个男人撞在了千秋身上 喂 你小子没长眼睛吗 就这么往老子身上撞 男人发出雄浑的声音 一把揪起千秋的领子 千秋看着眼前高大的男人 表情淡然地看着他 道 对不起是我没注意 不过请你放开我 面对男人毫不客气的行为 千秋选择了隐忍 他不愿意在这里引起骚动 这会引来追捕他的七星宗修炼者 一句对不起就够了 你把老子撞得很不舒服 赔钱 男人见千秋认怂 脸上露出一丝得意 非但没有放开千秋的衣领 表情变得更加嚣张 千秋还是没有动怒 道 你要多少 至少一万横股壁 千秋微微皱眉 自己仅仅只是撞了一下他 居然张口就要一万横股壁 这和抢劫有什么区别 千秋伸出手 直接抓住男人的手扔开 他巨大的力气 让男人感到无比惊讶 没想到千秋居然有如此的力量 大叔 我只是轻轻撞了你一下 况且是你也没看过好吗 你现在开口 就要一万横股壁 这不合适吧 你明明可以直接抢的 居然还美其名约是我撞了 你要赔偿 未免也太黑了吧 千秋眯起了眼睛 看向这个男人 他向男人服软 是大风刮来的 就白白给这男人一万横股壁 千秋又不是傻子 哈哈哈哈 你这说法不错 那老子现在就是明强了 速度把钱拿出来 不然待会儿有你小子哭的 男人也干脆放飞自我 面目猙獰的看向千秋 两人的对话 引起了不守路人的围观 很快就有人认出了 为难千秋的这个男人 这不是青云阁的张东吗 他怎么在这里 青云阁不是被朱仙殿给踏平了吗 剩下的人 也被收入朱仙殿麾下了 张东怎么会出现在马城 估计是趁朱仙殿的人不注意 趁机逃出来的 朱仙殿的修炼者生性残忍 谁都不愿意臣服于他们 不过这个张东实力也挺强的 已经达到了圣经 路人议论纷纷 千秋也听出来 原来眼前这个男人叫做张东 是青云阁的修炼者 他现在能出现在马城 估计正如路人所说 是从青云阁逃出来的 张东被认出来之后 面色有些难看 他的确是趁着朱仙殿的修炼者不注意 偷偷从青云阁跑了出来 他见过朱仙殿修炼者残忍的手段 弄不好没多久 就得死在朱仙殿的人手下 出逃之后的张东身上压根没钱 就愁着怎么弄钱 恰恰就碰上了千秋 在张东看来 千秋就是一个低劲的修炼者 完全可以从他身上 榨取一笔不菲的钱财 小子 少废话 快点给钱 张东不耐烦地看向千秋 他也不好 在这里过多停留 毕竟自己是从青云阁逃出来的 万一在这里遇到了朱仙殿的人 自己出逃的消息再被得知 恐怕得被就地正法了 千秋笑了笑 道 我要是不给呢 不给 小子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张东轻轻抱起 一拳挥向千秋 不要被千秋十分轻松地接了下来 张东不可思议地看着千秋 没想到他居然能接住自己的拳头 张东大怒 当即展露先影 围观的人群马上散开 哼 这年轻人还真是胆子大 虽然青云阁已经不复存在 但张东好歹是曾经青云阁的红人 实力不容小觑 有热闹看了 不知道张东会怎么教训这小子 千秋看着露出先影的张东 轻笑一声 道 大叔 我劝你最好不要和我动手 不然你会后悔的 小子 口气挺大 不过待会儿 到底是谁后悔 还不知道呢 张东怒吼一声 对千秋施展先术 千秋双手插兜 连先影都没有斩路 只是悄然启用了幽名霸体 强大的防御力 硬生生扛下了张东的攻击 烟雾散去 千秋安然无恙地站在原地 依旧面带笑容看着张东 张东傻眼了 路人傻眼了 这是怎么回事 这小子 居然连防御仙术都没施展 就肉体硬生生扛下了我的攻击 就算是同境界的圣境强者 他们也不可能什么都不做 就用肉身看下我的攻击 张东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严重怀疑 是不是自己的仙术放歪了 压根就没打中千秋 不幸邪的张东 再次顾忌重施 然而千秋依旧是双手插兜站在原地 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灰尘散去 张东彻底猛逼了 他确信自己的仙术没有放歪 然而千秋居然还是黯然无恙地站在那里 张东瞠目结舌 道 你为什么不躲 为什么我的攻击对你一点伤害都没有 因为你太弱了 千秋淡淡地说了一句 华 在场的众人哗然 因为你太弱了 这得多嚣张才能说出这么狂妄的话 何况 张东还是圣境强者 千秋硬生生用肉身抗下了张东的两次仙术 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路人看呆了 然而千秋的话彻底激怒了张东 他怒吼一声 尽管他为人凶恶 但并不是一个没脑子的人 张东知道 他小看了千秋 站在他眼前的这个人 绝对是一个实力不俗的修炼者 哎 给过你机会了 既然你非要找死 那我也没办法 千秋已经感受到 不远处有七星宗修炼者的气息传来 很显然在这里的战斗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千秋不再和张东打闹 脸上露出认真的神色 当千秋展露仙影的那一刻 路人和张东都恍然大悟 原来千秋也是圣境强者 难怪面对张东的时候 脸上没有丝毫畏惧 哼 原来你也是圣境强者 不过我到底是清云阁的弟子 你不可能战胜我的 张东冷冷一笑 立即施展仙术 然而千秋完全没有和张东浪费时间的意思 清念神闻 幽冥九世 太阴时钝 刹那间 从虚空之中 飞出无数的白骨骷髅 他们抓住张东的身体 啊 张东面露恐惧 短短几秒 他就被这些骷髅给掩埋了 等到骷髅散去 张东已经被五马分尸 千秋淡然看了一眼张东 消失在了原地 路人看着张东被五马分尸的尸体 脸上露出骇然之色 刚才那个年轻人是什么身份 居然直接给张东秒杀了 这是什么恐怖的实力碾压 我好像见过他 似乎他是 被七星宗通缉的一个逃犯 据说是盗走了永恒宗的长盛中 死 最近横谷大陆 到底是怎么了 有新的帝王晋大帝诞生 诸仙殿又大肆虐杀各大宗门 现在又冒出这样一个怪物 恐怕不等天灾到来 修仙世界就已经大乱了 路人看着张东的尸体一轮纷纷 但也没有停留太久 毕竟这种事情也不是很少见了 千秋离开了马城 他距离极寒之地有很远的距离 千秋原本是想要踏空而行 这样两天的时间足以到达 但现在不只是七星宗的人在追捕他 还有妖宗的诱护法在四处追寻他 这样大张旗鼓地前往极寒之地 恐怕还没走出多远就会被发现 但不行前往的话 又至少得花上一个月的时间 千秋无法等待这么久 死 看来得想个折中的办法 不然这极寒之地是去不了了 千秋走在山间的路上眉头紧锁 齐宇老头 快出来给我出个注意 我该怎么去极寒之地 千秋对着一片空地说道 很快 齐宇大帝出现在了千秋面前 一副悠闲的样子 小鬼 这种事情都要来麻烦老夫 你就不能多动动你的脑子吗 你的实力很强 可是你总不能完全发挥出来 总是依靠着我给你出办法 这也不是事 齐宇大帝看着千秋 完全没有想要帮他出主意的意思 千秋愣了愣 不懂齐宇大帝为什么要这样说 但也的确陷入了反思 意识到齐宇大帝说的这话 并没有什么问题 自己对神文的理解 绝对是在修仙世界第一人的存在 而自己的实力提升虽然很快 但远远没有达到变态的地步 所以 自己还是没有把精通神文的这项能力 完全开发 你赶路不一定非要使用 踏空而行的能力 你之所以不敢使用这个能力 完全是因为害怕被那两个宗门的人给发现 所以 你只需要避免遇到他们就是了 齐宇大帝俯了俯胡子 对千秋提点了一句 此时 千秋如同醍醐灌顶 脸上露出欣喜之色 当即念诵神文 施展仙术 引分身术 刹那间 整片林子里面出现了上百个千秋的分身 脸上的表情已经不像原来那样木然 很显然 随着千秋修为境界和魂力等级的提升 这些分身的实力远远要强出曾经 千秋已经有了计划 这个计划一旦成功 他有90%以上的概率不被七星宗和妖宗的人发现 千秋一声令下 所有的分身向林子的四面八方散去 而千秋也混入其中 选择了其中一个方向 纳蓝沧海陨落之后 七星宗派出了更多的长老前来追捕千秋 七星大帝也意识到 千秋的实力发生了质的飞跃 已经不能侵蚀他 七星宗的几位长老派出之后 在横谷大陆四处搜寻着千秋 他们之间也有了明确的计划 一旦发现千秋绝不能轻易对战 至少要集结两位以上的长老共同作战 以确保千秋不会再次逃走 马成五十里之外 七星宗的岳飞长老猛然看到 下面在山间的马群当中 有一个十分可疑的身影 他立即飞了下去 飞进之后 惊喜地发现 其中那个可疑的身影正是千秋 哼 小子果然是你 岳飞长老冷笑一声 没有选择第一时间就出手 而是立即使用秘术通知 离他最近的两位长老前来这里 一同包围千秋 在其他两位长老到达附近之后 岳飞长老也不再隐藏 立即施展仙术 打算直接偷袭千秋 然而千秋很是警觉 感受到杀意之后 立刻从马群之中一跃而起 显露出象征圣境强者的红色仙影 没想到居然被发现了 不过你这次插翅南飞了 岳飞长老脸上露出一丝阴狠之色 对其他两位长老使了眼色 三人一同向千秋冲去 同时施展仙术 两位长老 我们一同出手 替那蓝长老报仇 岳飞长老大喝一声 巨大的仙影腾空而出 一掌向千秋拍下 千秋表情平淡 先行扔出几个仙术 没有想要与七星宗三位长老战斗的意思 哼 想跑 岳飞长老怒斥一声 立即追过去 就在这时 跟在岳飞长老身后的一人道 岳飞长老 我收到莲花长老的信息 他说在一百里之外遇到了千秋 嗯 这怎么可能 千秋不是在咱们面前吗 他怎么可能在一百里之外遇到呢 会不会是看错了 岳飞长老脸上露出疑惑之色 他确信眼前的修炼者绝对是千秋 这 可莲花长老一再确认他遇到了千秋 绝不可能出错 这位长老重复道 死 岳飞长老吸了一口冷气 虽然不知道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但也没打算放过眼前的千秋 对其他两人道 不管了 先解决掉他 之后 咱们再赶过去看看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七星宗的三位长老 与千秋进入了交战 千秋在三人的追捕之下 也无法逃脱 经过半个时辰的交手 千秋不慎中了岳飞长老的仙术 直直坠入地面 哈哈 小子 你受死吧 岳飞长老脸上露出疯狂之色 他与纳兰沧海私交很好 当他听到纳兰沧海陨落的消息时 他恨不能马上手刺了千秋 没想到这一天这么快就到来了 岳飞长老乘胜追击 一掌抬在千秋胸上 他本以为千秋会猛地吐出一口鲜血 不料一掌下去 千秋变成了一道白眼 消失在原地 岳飞长老猛了 其他两位长老也猛了 岳飞长老一眼就反应过来到底是怎么回事 与他们三人战斗了半个时辰的千秋 只不过是一道分身 他们可是七星宗实力排名前十的修炼者 三人对战一具千秋的分身 都足足花了半个时辰 岳飞长老已经无法形容自己心中的震撼了 他们同样是圣境强者 但却无法使用分身这一仙术 只有达到了帝王境的大地 才能读懂分身术的神闻 然而千秋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他现在才是圣境啊 难怪那蓝长老会死在这小子手下 他的实力已经达到了这种恐怖的程度吗 岳飞长老脸色十分难看 如果这件事情传出去 他老脸不得丢光了 七星宗三位实力不足的长老 居然和一个分身打了整整半个时辰 此时 岳飞长老也猛然反应过来 莲花长老为什么会说 在百里之外看到千秋了 原来那个才是他的真身 快 立即赶往莲花长老那边 这小子的真身在他那边 七星宗三位长老立即飞向莲花 长老身边 与此同时 在外追捕千秋的七星宗修炼者 不少人都发现了千秋的踪迹 立即向各个长老报告 这时七星宗的修炼者才意识到 原来这些全部是千秋的分身 至于他的真身 早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七星宗的大长老天山空圣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第一时间也是惊讶 要不是听到多个长老亲口诉说 他绝不相信 千秋只是刚刚踏入圣境的修炼者 就能施展出分身术这一线术 况且七星宗的修炼者 起码在十几个不同的地方 发现了千秋的分身 这样巨大的魂力消耗 真的是圣境强者就能做出来的吗 两日之后 七星宗已经累计击杀了 五十四个千秋分身 而大长老天山空圣 早已经怒不可乐 混账 没想到这小子 竟然能使用这么多次分身术 这两天见到的 全是他的分身 他大肆释放分身 必然是为了掩人耳目 他的真身绝对有一个目的地 天山空圣面色阴沉 岳飞长老上前一步 道 大长老 我听说这小子 在半藏沙漠的时候 还得罪了妖宗 现在妖宗的诱护法 躲避咱们七星宗和妖宗诱护法的追捕 打算逃离横谷大陆 一旦他离开横谷大陆 咱们就没办法去追杀他了 听到岳飞长老的话 天山空圣觉得这是一件概率极大的事情 立刻开口问道 你们把这几天击杀的分身位置 全部在地图上标注出来 是 岳飞长老立即嘱咐下边的弟子 整理这两天击杀千秋分身的地点 很快就得到了一张完整的标注图 天山空圣看到这张地图 眼里闪过一丝金光 最开始他的分身都出现在马城附近 之后一直向北 最后一次是出现在了孔陵山那边 越过孔陵山 那便是一片雪地 再走不远就到了极寒之地 看来这小子是像去极寒之地啊 天山空圣瞇了眯眼睛 道 通知所有七星宗长老 全部与我共同前往孔陵山 一定要在他离开横谷大陆之前 将他击杀 与此同时 千秋历经两天的踏空而行 他终于来到了孔陵山 越过这座山 就能到达横谷大陆与极寒之地的交界处 呼 在外的分身也没剩下多少了 不过这招确实管用 到现在 这群呆逼还没反应过来 千秋脸上露出得意之色 他看着眼前那座巨大的雪山 打算一口气翻越过去 就在这时 其宇大的出现在了千秋身旁 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小鬼 你的计划被发现了 现在七星宗的人 正在往这边快速赶往 你恐怕来不及翻越过去 他们就会到达这里了 是吗 无所谓 反正已经到这里了 不管他们来多少人 我只管跑就成了 我不相信 他们这么多人 敢追着我到极寒之地 毕竟他们都是圣境的修炼者 这么一大堆人 跟着我进入极寒之地 岂不是要被那边的人 认为是入侵了 千秋露出得意之色 他早就想好了退路 他断定 七星宗的人 绝对不敢追着他 进入极寒之地 这在政治上可是大忌 其宇大帝叹息一声 道 你太小看七星宗了 这次带头的是 七星宗的大长老 天山空盛 他已经踏入准地境界百年 要比那蓝沧海厉害得多 就差一道机缘 他便能成地了 况且 他还带了不少准地强者赶来 你想在他们手上逃脱 恐怕是难啊 千秋看着 祁宇大帝严肃的表情 他终于意识到 这次来者不善 那个叫做天山空盛的 七星宗大长老 不容小觑 想了想 千秋道 要不你这次出手帮帮我 祁宇大帝摇头 脸上露出无奈 不行 我现在一旦暴露身份 恐怕七星大帝都得立刻赶过来 到时候 我肯定是有办法脱身的 但你就不一定了 这下 千秋脸上露出为难 而且也已经感受到了 正在朝着这边赶来的七星宗 众多修炼者的气息 千秋大脑飞速运转 试图想到解决的办法 忽然 千秋灵机一动 立即对祁宇大帝道 我现在对萧山下令 让他带着一众萧家人赶往这里 帮我阻拦七星宗的人 祁宇大帝用复杂的眼神 看向千秋 道 你这是 但七星宗终归是十大宗门之一 况且 现在的实力已经挤入前五了 要是因为萧家的阻拦 让你逃脱 事后七星宗肯定绕不了萧家 祁宇大帝的话 让千秋瞬间颓然下来 你难道 难不成要在这儿等死吗 千秋坐在石头上不断思考 一个小时过后 远处的天空上 已经有几道红色的仙影出现 那正是踏空而行的修炼者 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 千秋面色凝重 这一次祁宇大帝也没有办法帮他 想要从七星宗手上逃走 只能依靠自己的实力了 不成功变成人 望着正朝自己赶来的七星宗修炼者 千秋先行躲进了孔灵山之中 小鬼 你待会儿要是有机会就立刻逃跑 不要和这群人应聘 虽然你现在的实力 在圣境强者没有什么对手 但对方人多势众 你不要冒这么大的风险 去和他们战斗 祁宇大帝出现在千秋身旁 语气十分严肃 千秋点了点头 这一次可谓是前所未有过的危险 只要他能安全离开孔灵山 踏入极寒之地 七星宗的修炼者就绝不可能追来 眼下 必须得想办法逃离他们之手 孔灵山是一座雪山 千秋进入之后 四处再下着不小的雪 气温也是骤降下来 很快 七星宗的众多修炼者 已经赶到孔灵山的山脚之下 领头的人 正是七星宗的准地强者 天山空圣 千秋 你杀了我们七星宗众多修炼者 还杀了纳兰沧海 本圣今天亲自出手 你不可能再跑得掉了 天山空圣没有着急进入孔灵山 他脸上十分淡然 他确定千秋就算是插翅 也难飞了 千秋没有理会天山空圣 正在思考周围对他有利的地形 试图找到逃脱的办法 天山空圣见千秋 完全不回应自己 也不再磨叽 对着岳飞长老和其他几位长老下令 众人即刻进入了孔灵山搜寻千秋 此时 千秋已经将自己的状态 调整到了最佳状态 躲在暗中盯着静山的那些七星宗修炼者 他打算使用这种游击偷袭的方式 先杀掉几位修炼者 正好 遇到一位修炼者路过面前 千秋没有犹豫 当即将魂力注入黑啸之中 将这位圣境强者一箭封猴 但这位修炼者的死马上 引来了其他人的注意 所有人都朝着千秋这边赶来 千秋暗说一句不好 立即转移 但还是被截住了 天山空圣出现在千秋面前 展露出巨大的圣境仙影 而他的仙影出现了一变 显然这也是经过魂灵兽精血进化的仙影 能让我们七星宗如此大动干戈的修炼者 百年来你还是第一个 你年纪轻轻就达到了圣境强者的境界 并且还可以使用分身术 可谓是天赋一禀的鬼才了 放眼整个修仙世界 恐怕都没有几个能像你这样的修炼者 可惜 你不能为我们七星宗所用 所以任你天赋再强 本圣也不能留下你 必须以绝后患 天山空圣说罢 率先朝千秋发动攻击 天山空圣的仙影与肉身融为一体 施展出的仙术无比巨大 千秋脸上露出惊讶之色 立即开启了幽冥霸体的强大防御体制 面对天山空圣这样强大的对手 千秋没有丝毫怠慢 时刻保持着警惕 他很清楚 眼前这个天山空圣实力 远远要超过妖宗的那位诱护法 然而上一次在虚空星界当中 千秋用了九牛二虎之力 都能没战胜诱护法 后来要不是被那位穿黑斗篷的神秘女人给救了 恐怕这会儿也不能站在这里了 不过上一次魂力本身就消耗了这一半 这次我可是全胜时期 说不定有机会战胜这个百岁老头 千秋呢喃一句 直接运用意念 让仙影使用出了幽冥锤 千秋的仙影手上握着比自身还要巨大的幽冥锤 这让天山空圣脸上都露出了不小的惊骇之色 难道 小子 你仙影手上握着的这把 也是上古神器 天山空圣向千秋问道 少废话 答就是了 千秋没有和天山空圣过多纠缠 他已经抱有赴死的决心 今天不是天山空圣死 那便是他千秋王 千秋一锤灰下 一锤砸在地上 整座孔陵山都在颤抖 引发了巨大的雪崩 趁着这个机会 千秋立即跃向空中 同时迅速念诵神文 幽冥九世 玄冥犯火诀 一道巨大的火蛇从千秋口中吐出 直奔天山空圣而去 而天山空圣很轻松挡下了这一攻击 直接冲出火海 手上执着一把巨大的长矛 与此同时 其他几位七星宗的长老也同时发难 齐齐向着千秋施展仙术 很显然 他们不打算抓火口 想要在此直接击杀千秋 哼哼 没想到你身上居然有两个上古神器 本圣若是抓你回去 不但替那蓝长老报了仇 多了一件上古神器 宗主也会很高兴的 天山空圣脸上露出阴狠之色 千秋面对众多修炼者 丝毫不拒 挥舞起仙影手上的幽冥锤 向众人砸去 巨大的冲击力 击退了几个修炼者 然而天山空圣举着长矛直刺而来 千秋肉身立即逃出黑啸 与之抗衡 鉴于长矛撞击的那一刻 千秋和天山空圣两人同时退后 紧接着又是瞬间跃起 一脸展开了多次对抗 岳飞长老见状 绕到千秋身后施展仙术 准备直接偷袭他 千秋察觉到之后 心说一句不好 想要去躲避这一击 但因为正面分神 所以立刻被天山空圣钻了空子 一毛戳穿了千秋的肩膀 鲜血喷涌而出 四 千秋向后退去 捂着肩膀 脸上露出寒意 没有过多犹豫 千秋再次施展了隐分神术 让这些分神 去对付七星宗剩下的几位长老 他确信 只要能击杀这个天山空圣 剩下的这个七星宗的长老绝对 没有能力拦下他 冲入极寒之地 天山空圣见到千秋的分身 脸色浮现出惊讶和兴奋 道 小子 你身上不但有不少西式兵器 对神文也是无比精通 若你不是我们七星宗的药饭 本圣真的很想收你为徒 你这样的天赋 不该就这么死去的 就你也想当我师父 你还不配 千秋冷哼一声 用内力直接震碎衣服 他背后的长生中 纹身也显露了出来 千秋运用意念 身上顿时发出金色的光芒 他背后的长生中纹身 也变成了幻影 笼罩在千秋身上 片刻之后 千秋的仙影 左手执着长生中 右手握着幽名锤 照着一层紫金的光芒 气质如红 千秋眼里露出盎然杀意 他像猛兽一般 发出一声嘶吼 拿着两把神器 冲天山空圣而去 不好 他居然能同时使用两把神器 就不怕肉体 承受不住神力直接暴毙吗 他疯了 天山空圣脸色大变 立即展露自己的圣体体质 而他的仙影 也摆出准备迎击的姿势 碰 一声巨响传出 千秋用幽名锤 直接砸在了天山空圣的仙影身上 随后他像是发疯了一样 左右手相互交替 朝着天山空圣砸去 几十秒之后 天空中布满了雾气 千秋从雾气之中退出 气喘吁吁的看着那阵迷雾 呵 呵 果然同时使用两把神器 还是太勉强了 这魂力消耗的速度太快了 千秋喘息之后 他向身后看去 发现大半的分身 已经被七星宗的修炼者击败 他们也正名神看着那阵沉雾 对于天山空圣十分关切 大长老不会出事了吧 这小子 居然有两把上古神器 不可能 大长老实力那么强悍 怎么可能会被这小子击败 就在众人议论之际 陈雾散去 天山空圣的仙影 从红色变成了隐隐的灰色 天山空圣表情十分难看 他俯视着千秋 沉声道 小子 你惹怒本圣了 百年来 你还是第一个 让本圣洞真格的修炼者 若是再给你几十年修炼 恐怕就算是宗主 都要忌惮你几分 所以 今天你必须死 两把神器这样对他攻击 他仙影居然都没有被打碎 千秋很是惊讶 原本以为在自己刚才那样猛烈的攻势之下 天山空圣的仙影 至少会破碎 起码肉身和仙影融合的状态会接触 然而现在看来 他一点事情都没有 这就是准地巅峰了吗 此时 千秋已经没剩下多少魂力 要是再和天山空圣战斗下去 肯定会落入下风 天山空圣握着长矛长来 千秋拿出长生钟去阻挡 不料天山空圣长矛的毛尖 直接穿破了长生钟 千秋仙影手指的长生钟幻影 消失不见 扑哧 长矛静直刺穿了千秋的仙影 就在即将穿透千秋胸膛之际 千秋用双手死死地握住了长矛 手上的鲜血不停地往下滴 孝子 你死定了 天山空圣冷笑一声 手上的力度加大了几分 长矛不断向着千秋的心脏靠近 千秋手上的鲜血 也不住地往下流淌 染红了洁白的血面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天山空圣猛地飞了出去 整个身体被打在了天体之上 半个山体都裂开 一道黑影出现在千秋面前 把千秋从地上扶了起来 道 小鬼 果然让你和他打有些勉强了 千秋抬头看去 发现来者居然是奇雨大帝 奇雨老头 你怎么出来了 你不怕被天山空圣发现你的身份 千秋震惊地看向奇雨大帝 此时奇雨大帝也卸下了身上的斗篷 他透明着的肉体显得十分诡异 不等奇雨大帝回答 被他打飞出去的天山空圣也从破碎的山体之中 重新站了出来 此时他的仙影已经彻底破碎 身上沾满了鲜血 但完全没有痛苦之色 而是用十分震撼的表情看向奇雨大帝 你 你是雨帝 奇雨大帝 天山空圣不可思议道 天山小鬼 没想到十个百年 你居然已经达到了准地的境界 恐怕现在就差一个机缘就能成地了吧 奇雨大帝笑眯眯地盯着天山空圣 千秋从他的语气猜测 两人很显然是相互认识的 天山空圣听到奇雨大帝的话 确信自己看到的人真的是奇雨大帝本尊 表情更加惊讶了 奇雨大帝果真是你 没想你居然还没死 难怪这小子身上有这么多秘密 实力也十分恐怖 感情他是你的徒弟 奇雨大帝笑了笑 轻轻摇头 你说错了 他的师父是永恒中的那三个老头 与老夫无关 当然 我还不配当千秋的师父 以他的实力 放眼整个修仙世界 恐怕都没有人能认走他的师父 假以时日 他必然是修仙世界最强的存在 天山空圣面色阴沉 擦了擦嘴角的血迹 对岳飞长老道 岳飞长老 立刻通知宗主 奇雨大帝要是想保那小子 我也无能为力 岳飞长老面露为难 道 大长老 奇雨大帝也是帝王进强者 咱们叫宗主的话 他恐怕会让咱们现行撤退 不用担心 奇雨大帝早在百年前身体受损 我还以为他已经在哪个不为人知的地方陨落了 你看他的身体 明显是有问题 告诉宗主这个信息 他出手很容易就能击杀掉他 岳飞长老看向奇雨大帝 发现他的身体透明 都能感到人骨 立即对着天山空圣点头 使用秘术通知七星大帝 奇雨大帝面色一变 扭头对千秋道 小鬼 老夫把命堵在你身上了 你可一定要成为帝王进大帝 那时你就能救回老夫了 千秋还没明白过来奇雨大帝到底是什么意思 奇雨大帝展露仙影 立即施斩仙术 他打开了羽界 将七星宗众人以及千秋都收进其中 岳飞长老面色一变 对天山空圣道 大长老在他的界雨里面没办法通知宗主 哼 以他现在的实力 这界雨维持不了多久的 再等等就是了 天山空圣 一副圣圈在握的样子 千秋盲道 奇雨老头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把剩下的地力全部传输给你 你得到我的地力之后 立即往吉寒之的头 到了那里就进行修炼幽名九转诀 不过失去地力之后 我也维持不了现在这样的状态了 只能进入休眠状态 等你到了帝王进的修为境界 把地力从体内重新注入到我的身体 那时我便会苏醒 你也可以帮我完成之前 我们约定过的事情了 让我的肉身恢复正常 奇雨大帝说吧 对着千秋笑了笑 又道 小鬼 老夫相信你的实力 后会有期 下一秒 雨界之中狂风大作 暴雨也随之而来 而每一滴雨 如同立真一般 从天而降落在岳飞长老等人身上 他们身上瞬间抱起一阵血污 啊 七星宗众人发出巨大的惨叫声 很快就倒在了地上 地上满是鲜血 除去天山空圣 七星宗几大长老全部阵亡 千秋目睹数十位七星宗长老 全部当场暴毙 心中也是震撼无比 他们全部是七星宗的高层 他们一同出手 就算是对抗一位帝王进强者 也足以撑上一段时间 但在奇雨大帝消耗元神师的攻击之下 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与此同时 千秋也获得了来自奇雨大帝最后的一丝地利 原本消耗殆尽的魂力瞬间恢复 千秋看着唯一存活下来的天山空圣 原本他想要给天山空圣致命一击 但想到奇雨大帝这么做 是为了保全他 最终咬了咬牙 立即向着孔陵山深处逃去 奇雨大帝消失 余界也会随之消失 届时 天山空圣要是使用秘术通知七星大帝 千秋就绝对没有任何存活的余地了 混账 奇雨大帝 你真是疯了 为了这小子 你居然甘愿做到这种地步 千秋离开之后 天山空圣从一堆七星宗修炼者的尸体里走出 他浑身沾满了鲜血 气息也变得很是虚弱 天山空圣看着周围已经全部陨落的修炼者 眼里冒出怒火 随即也立刻通知了七星大帝 片刻之后 七星大帝使用空间跳跃前来此地 看着一片尸体 皱了皱眉 道 天山长老 这是怎么回事 宗主 属下无能 让千秋那小子跑了 他身上不只有长生中这一个神器 还有一柄巨大的战锤 据我判断 也绝对是上古神器 本来我带着众位长老 已经能拿下他 为那蓝长老报仇了 谁知七宇大帝居然出现了 他的身体状况很不好 没想到他居然不惜消耗自己的元神之力 保全那小子 天山空圣丹西跪在七星大帝面前 唯唯诺诺说道 自己是这次任务的领头人 现在出了他 来的修炼者全部阵亡了 而且 他们全都是七星宗的高层长老 这对于七星宗来说 是极大的损失 七星大帝听到天山空圣提起七宇大帝 他很是惊讶 缓缓开口 你是说千秋身后站着祁宇大帝 没想到那老东西居然还没死 是的宗主 祁宇大帝的身体半透明 几乎是一具白骨 连一半的实力都无法发挥 所以使用了消耗元神的办法 保护了千秋 天山空圣大气都不敢喘 两久 七星大帝也没有惩罚天山空圣 只是淡淡道 多叫些人过来 我能感觉到那小子的气息 他还在孔陵山 看样子 他是想要去极寒之地 那里是冰山女王的地盘 本宗暂时不能过去 这几日 我会和你们一起搜寻千秋 务必要拿到长盛中 是 天山空圣补充道 宗主 千秋被我的长矛刺中 上面沾有剧毒 就算是帝王晋修炼者中了我的毒 都得花一段时间 才能彻底排出体内 千秋不过是圣晋强者而已 他中了毒肯定跑不远 天山空圣立即使用秘术 通知七星宗其他的修炼者 让他们速速赶来孔陵山 千秋进入孔陵山之后 极力使用魂力 去压制自己的气息 防止被七星宗的人给追查到 他已经察觉到 七星大帝也已经来到了附近 现在一旦自己暴露位置 恐怕下一秒 就会被七星大的抓个正着 四 千秋低头看了一眼 自己肩膀上的伤 发现伤口位置流出来的血尘黑色 马上就意识到 自己中毒了 大意了 没想到那长毛上 居然沾有剧毒 感觉整个身体都在发软 要是不把毒素排出体外 肯定活不久了 千秋皱着眉头 那难道 随后小心翼翼隐藏着自己身上的气息 找到了一处山洞躲了进去 又用魂力封锁了洞口 就算其他修炼者来到了这里 也绝不可能感受到他的气息 进入山洞之后 千秋立即盘腿而坐 进入了修炼状态 很快 千秋发现自己身体内的毒素 很难排出体外 几乎已经侵入了身体的血液当中 还不停朝着丹田驶去 如果不能尽快驱除 恐怕自己的修为就要被废掉了 千秋想要用幽冥九转绝将毒素逼出来 但效果微乎其微 只能封锁全身经脉 一点点的往出逼毒素 时间很快过去 刚到晚上的时候 千秋脸色已经变成了紫色 十分的难看 身体也摇摇欲坠 可恶 没想到这毒素这么厉害 我也没什么能抗毒的仙术 糟了 千秋心如乱麻 起雨大地的牺牲 让千秋原本就心神不宁 现在配上这催命的毒素 千秋更是不能集中注意力 最后 千秋没能抵抗住这毒素的入侵 双眼一黑 直接晕死了过去 就在千秋晕倒的一刹那 他原本封住洞口的仙术 也随之消失 一个身材曼妙的女人 出现在洞口 女人走进山洞 看到晕倒在地的千秋 脸上毫无表情 但当他看到千秋背后的 长生中纹身时 终于有了一丝惊讶 随后 他眼里闪过一道绿光 扫射了千秋的身体 表情更加惊讶起来 朱唇微动 不过盛进而已 竟然拥有这样的体质 女人靠近千秋 把他从地上扶了起来 纤细的双手放在了千秋胸膛之上 手上泛起微微的光芒 千秋的伤口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 很快 女人又察觉到 千秋体内有毒素存在 感受了一下之后 微微皱眉 这是七星宗天山空胜的毒素 她到底是什么人 接下来的几日 这个女人都和千秋 待在这个山洞之中 而千秋一直在昏迷之中 女人不时地 为她驱散体内的毒素 女人用仙术封锁住了这个山洞 她也发现了 一直在孔陵山当中的 众多七星宗修炼者 她知道这些人 都是来找千秋的 又过了几日 千秋睫毛微动 缓缓睁开了双眼 发现眼前有燃烧着的火堆 周围还放置了不少食物 还有一具动物的尸体 这是 千秋疑惑地从地上坐了起来 她低头看了眼自己的肩膀 发现伤口居然已经愈合了 又接着马上感受了一下体内 发现毒素居然神奇地消失了 就在她不知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身后传来的脚步声 千秋大惊失色 想要立即展露仙影 不料回头看去发现 居然是一个身材极好 长相无比冷练的女人 这个女人要比齿小牙长得更加精致 而她身上穿的衣物很是火辣 在孔林山这样的一个雪山当中 穿这样的衣服 让千秋很是惊讶 你醒了 女人动了动嘴唇 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千秋警惕地盯着女人 道 你是谁 我叫五五五 这个山洞是我修炼使用的地方 前些天我回到这里 发现你中了毒晕倒在里面 我帮你治好了伤口 顺便也把毒素排了出来 自称五五的女人 瞥了一眼千秋 随后扭头看向那具动物的尸体 手指微微波动 一道巨大的铁棍 从动物尸体上穿过 然后缓缓地飞向火堆 最终自己夹在了上面 千秋见五五对自己没有恶意 并且她说自己还救了她 千秋也放下了不少的戒备 我叫千秋 谢谢你救了我 不过我建议你 还是不要管我了 孔林山当中 现在应该都是七星宗的人 他们在追杀我 千秋苦笑了一声 不愿意连累五五 五五轻哼一声 语气里明显带着不屑道 七星宗吗 那又如何 千秋见到五五对七星宗不屑的神情 感到很是惊讶 她心想 难不成五五压根不认识 什么七星宗 所以才会这样肆无忌惮 你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吃点东西补充体力吧 五五已经把那具动物尸体烤熟了 从肉上面散发出的味道 让千秋肚子咕咕乱叫 咦 这才多久就烤熟了 怎么会 千秋接过肉了以后 才猛然发现 这动物尸体 才烤了五分钟不到 居然这么快就烤熟了 这完全不符合常理 这时 千秋仔细看向那那团火 这才发现 那火居然不是普通的火 像是幽冥九转绝里 第四传的仙术 玄冥犯火绝 你生的这团火 用的不是普通火吧 千秋试探性的问了一句 五五点头 没有过多言语 千秋发现 五五不但长得很是高冷 就连性子也很高冷 要比吃小雅的话还要少些 千秋后来和五五说了很多话 五五回答的都很简短 千秋最终放弃了和五五过多的交流 他发现这个女人真的很冷漠 压根不会笑 吃完食物之后 千秋感觉自己体力恢复了不少 之前的记忆也涌上脑海 奇雨大地进入了休眠状态 千秋发现 奇雨大地的身体 躲进了他的乾坤袋当中 但奇雨大地的身体上的气息 很是微弱 几乎感受不到 千秋知道 奇雨大地将自己的地力 全部注入到了他的身上 只有自己达到了帝王境 才能重新让奇雨大地苏醒 在此之前 千秋只把奇雨大地 当作一个合作伙伴 并没有打心底里接受他 没想到在关键时刻 奇雨大地 不惜用自己一半的生命为代价 救了他 随后 千秋又进入了思考当中 现在孔陵山外面 全是七星宗的修炼者 在四处搜寻他的踪迹 而且 七星宗的宗主 七星大地也在外面 一旦自己被抓到 那是必死无疑 想到这儿 千秋有些头疼 如果七星宗的人不找到他 他们是绝对不会离开这里的 但以千秋他自己现在的实力 绝对没有可能 能从七星大地的眼皮子底下逃脱 千秋 忽然 五五叫了一声千秋的名字 千秋从思考之中回过神来 有些意外的 啊了一声 显然没想到 五五会主动开口说话 有 有事吗 千秋意外道 五五看着千秋赤裸着的上半身 道 你背后的纹身是长生中 那应该是长生中本体吧 你是怎么做到的 见五五一眼认出了长生中 千秋内心忽然涌起一阵不好的预感 但凡是见过他 长生中的人 基本上都在想如何抢夺到他 千秋眼里的警惕 一眼就被五五看出来 五五解释道 你别紧张 如果我想要夺去他 就不会救你醒来了 我想问你 你是如何使用上古神器的 据我所知 就算是帝王晋的大帝 也几乎没法主动使用上古神器的 而你不过是圣镜而已 这时千秋才意识到 五五的修为境界应该不会低 至少也是一位圣镜强者 是准地强者的 可能更大 思考了一下 觉得五五如果对他有恶意的话 早就动手了 也不会等到现在 千秋挠了挠头 道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我是永恒中的神子 之前获得了长生中的长生赐福 后来不知道 他为什么就闻在了我的背后 当时闻在我身上的时候 听到了一道用神问说的话 他说 只有我达到了帝王境 才能使用长生中 我也不知为何 现在就能使用了 千秋如实回答 不过他也没有说完全部的话 他早就猜测 自己能提前使用长生中 多半是因为幽冥霸体的原因 让自己的实力 远远超出了同境界的修炼者 当然 这些也只是他的猜测 五五听完千秋的话 微微点了点头 随后又问道 你炼体体质是仙体 是幽冥霸体吧 你是从哪儿得到了幽冥九转诀 千秋脸上大变 没想到五五连这些都知道 他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 见千秋惊讶的神情 五五不为所动 只是盯着千秋 等待他的回答 这 你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 难不成这些信息 很容易就能被看出来 还是说 在我昏迷的时候 你对我的身体做了什么 才会对我了如指掌 千秋捂住自己的身子 一脸被侵犯了的样子 惊恐地看向五五 啊 五五有些梦了 等他反应过来之后 觉得有些无语 白了一眼千秋 想要看出这些东西 对一个帝王镜修炼者来说 并不是很难 千秋瞠目结舌 难以置信道 帝王镜修炼者 你是一位大帝 千秋从没想过 五五会是一位帝王镜修炼者 毕竟这是在孔陵山当中 怎么会有一个大帝 在这破烂不堪的山洞之中 还恰好救了他 这完全不符合常理 然而 在千秋的疑问之下 五五轻轻汗手 道 是 我的地名是五帝 所以 你现在能回答我的问题了吗 你修炼的幽冥九转诀 从哪里得到的 据我所知 这本古籍早就流失不见了 五五确信 千秋修炼的 一定是幽冥九转诀 对于幽冥霸体 他再熟悉不过了 心中已经有了一丝兴奋的感觉 他寻找了这么多年幽冥九转诀 早在几十年前 就已经放弃了 没想到在这样的一个山洞之中 能从千秋这样一个 平平无奇的修炼者身上得到答案 千秋狐一地打量着五五 尝试用神念扫视五五 很快发现 他完全不能看穿五五的实力 难道他真的是一位大爹 千秋还是难以置信 但事实就在眼前 他用神念 完全无法看穿五五 这只有修为境界高出他 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在千秋接受了这一设定之后 再次感到惊讶 没想到自己运气这么好 能在孔陵山这鸟不拉屎的雪山里 被一位帝王镜的修炼者救下 由于片刻之后 千秋打算把自己拥有幽冥九转诀的事情说出来 再怎么说五五也是他的救命恩人 他若是想知道这件事情 那就当作报答他的救命之恩吧 我的恋体是幽冥霸体 这本幽冥九转诀 其实也是别人给我的 如果你真的是一位大帝的话 你也该也听过那人的名字 他叫什么 于帝 齐宇大帝 五五听到齐宇大帝的名字之后 脸上的表情无比复杂 丝毫没有掩饰 这是千秋第一次在五五脸上 看的情绪化的表情 他知道五五一定认识齐宇大帝 而且两人之间在此之前 必然有一段不简单的故事 否则五五听到齐宇大帝的名字 脸色怎会变成这样 千秋也没有继续开口 等待五五主动说话 你在骗我吗 齐宇大帝早在百年前就已经陨落了 你的年龄不过才十九岁 他怎么可能给你这本功法 五五看向千秋 用着一副极其犀利的眼神 千秋打了一个哆嗦 他感觉在五五面前 就好像一个没穿衣服的人一样 千秋连忙解释道 齐宇大帝他没死 只不过身体状况不太好 在几个月前 我遇到了他 我们之间有合作 他发现我修炼的是幽冥霸体 顺便就把这本功法给我了 五五追问道 那他现在在哪里 说到这里 千秋神色黯然了下来 十分愧疚道 就在你救了我之前 我和七星宗的修炼者打了起来 最后不敌他们 齐宇大帝为了救我 他不惜用消耗原神为代价 从七星宗的人手上救了我 但是他也进入了沉眠 我现在没办法唤醒他 他的地力全部注入在了我的身上 他说 只有我达到了帝王境 才能把他的地力从体内抽离出来 为了让五五相信 而五五脸上的怀疑也随之消失 五五能难道 师父 原来 你没死 千秋很敏感地听到了这一句话 像是知道了一个惊天的秘密一样 他瞪着双眼 道 你说什么 师父 齐宇大帝是你的师父 是的 他是我的师父 在百年前 我以为他陨落了五五脸上出现怅然的神色 千秋看着年龄只有二十多岁的五五 心中无比震撼 如果五五真的是齐宇大帝的徒弟 那五五至少三百岁了 千秋记得齐宇大帝说过 他的肉身是在三百年前与诸多修炼者战斗 才变成这样的 所以许多人都以为齐宇大帝在三百年前已经陨落了 其中包括五五 那么五五被齐宇大帝教导的时间 也只能是三百年前之前 如此看来 长相冷艳漂亮 身材娇好的五五 其实是一个三百岁的老人 千秋感觉自己三观的破碎了 本想着自己被一个美女强者给救了 没想到到头来他 居然是一个百岁老人 原本我还想叫你五五姐来着 现在看来 好像该叫你五五奶奶了 千秋看着五五说了句 然而 下一秒五五眼里闪过灵力之色 手上已经出现了一把匕首 匕首上冒着寒光 他夹在千秋的脖子上 你叫我什么 奶奶 五五语气十分冰冷 好像下一秒就会毫不犹豫地杀死千秋一样 千秋被五五的行为吓了一跳 连忙道 我 我没说错吧 你既然是齐宇大帝的徒弟 你起码也三百多岁了 难道不该叫你奶奶吗 三百多岁 那又如何 我的身体依旧是二十多岁少女的模样 我修炼的功法可是 算了 说了你也不懂 总之 你最好不要在我面前再提奶奶两个字 否则 五五瞬间甩飞出匕首 他直直插在山壁上 千秋一眼就看到匕首的刀尖上 有一只被刺穿身体的小飞虫 千秋忍不住打了一个冷战 我错了五五姐 下次再也不敢了 千秋额头上渗出一丝冷汗 五五面色缓和了些 随即又道 你的幽名九转绝呢 拿出来让我看看 千秋一正 随后拿出了幽名九转绝递给五五 五五姐 这幽名九转绝 只对有幽名霸体的修炼者有用 没有幽名霸体 这幽名九转绝就如同垃圾一样 况且 你现在已经是帝王静王 还需要这样的功法吗 千秋很是疑惑 五五没有 立刻回答千秋 翻开了幽名九转绝之后 仔细地阅读了起来 脸上逐渐有了兴奋之色 幽名九转绝全书 由神文撰写而成 五五现在已经是帝王静修炼者 所以 他能读懂这本书 千秋不感到惊讶 就在千秋还想开口发问时 五五闭上了双眼 盘腿而坐 身上开始出现了微弱的紫光 这 这是幽名霸体 千秋嘴巴微张 他一眼就看出 五五身上 之所以会发出微弱的紫光 是因为 他也有幽名霸体 五五双眼紧闭 进入了幽名九转绝的修炼状态 千秋这时才明白 为什么五五五 得知他有幽名九转绝之后 为什么会有兴奋的神情 感情他也拥有一具幽名霸体 幽名神说过 他在凡界留下了三具分身 这三具分身 对应了三具幽名霸体 几百年前 已经有一位帝王静大帝 获得了幽名霸体 并且将幽名九转绝 修炼了到了极致 现在算上千秋的那一具幽名霸体 眼前的五五也拥有一具 现在三具幽名霸体 已经全部齐全了 千秋看得出来 五五的幽名霸体 现在还处于一个很弱的级别 顶多只修炼到了第二转 五五姐 你是帝王静的大帝 幽名霸体 只不过是一具极品仙体 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仙体 没有幽名九转绝 是非常拖累 你的炼体修炼的 千秋发问道 五五解除了修炼状态 眼里还有着微弱的紫光 他淡淡道 我是双修炼体 幽名霸体 只不过是我第二具炼体而已 我的第一具炼体 已经达到了极品圣体 华 千秋已经不知道 自己是第几次被五五给惊呆了 在五五身上 千秋得知了太多的信息 而双修炼体 他还是第一次听说 从没听说过 一个修炼者居然可以同时修炼两个炼体 千秋还想再问五五些什么 但五五对他做了一个晋升的动作 随后又一次进入了修炼状态 看到五五暂时没有了 想要与自己交流的意思 千秋也闭了嘴 坐在五五对面 也进入了修炼状态 千秋能感觉到 七星宗的那些修炼者 还在孔陵山当中四处搜寻他 就算过去了好几天 他们依旧没有放弃寻找 很显然 七星宗的人 非常想得到他身上的长生钟 奇怪 不少人都说过 就算是帝王晋的大帝 他们也不能使用上古神器 那七星大帝要这长生钟 到底有什么用 千秋一边修炼 一边在思考着这些问题 半藏沙漠 猎虎神宗大殿 修米尔利在一座巨大的雕像之前 他身后还跪着不少猎虎神宗的修炼者 我们都是他的信徒 他在刚才又给我传来的信息 他在不久后就会神想 你们终将得到救赎 修米尔双眼虔诚地 看着这尊巨大的雕像 这雕像 正是猎虎神的形象化雕塑 身后的那些猎虎神宗的修炼者 全部向着雕像扣手 他们全是被修米尔招募经 猎虎神宗的修炼者 全部成为了猎虎神的信徒 神奇想要在某个世界神祥 就必须有足够数量的信徒 否则就算他神祥了 实力也会大打折扣 这时 一位老者从地上站了起来 走到修米尔的身边 宗主 现在横谷大陆出现了一个诸仙殿的宗门 这几日 他们杀了不少修炼者 其中也混杂了许多我们宗门的修炼者 老者低声对修米尔道 修米尔微微皱眉 道 猎虎神宗向来没有侵犯任何宗门的权益 这个猎虎神殿 为何要杀死猎虎神宗的修炼者 他们不管是哪个宗门的人 但凡是被他们要求加入猎虎神殿的人 一旦拒绝 全部格杀勿论 那几个被杀的修炼者 他们都是他的忠实信徒 在拒绝他们 之后就被杀掉了 修米尔一听 怒道 杀死猎虎神宗的修炼者 那就是杀了主的信徒 这是对主的羞辱 这个猪仙殿在何处 我要灭了他们 老者告诉了修米尔猪仙殿 那些修炼者的位置所在 修米尔对着猎虎神的雕塑拘了一躬 道 我的主人 有人亵渎您 我这就是替您惩罚他们 下一秒 修米尔消失不见 不多久 修米尔就找到了不少猪仙殿的修炼者 他们分别占领着各大宗门 每个宗门当中 都有留下猪仙殿的修炼者 修米尔完全没有和他们废话 直接动手杀了这些人 亵渎他 你们这些肮脏的凡人 全部都得受到惩罚 修米尔巨大的黑色帝王静仙隐 出现在身后 但凡看到猪仙殿的修炼者 他都毫不犹豫地出手 这些猪仙殿的修炼者 毫无防备 瞬间就变成了一团血污 门戒当中 一个浑身是血的修炼者 出现在门第和影子千秋面前 宗主 副宗主 大事不好了 说 影子千秋语气平缓道 外面出现了一个 不知来路的帝王静修炼者 见到猪仙殿的修炼者就杀 还说什么亵渎他 我们这些肮脏的凡人 全部都得受到惩罚 现在不少助手在占领来的宗门的修炼者 都已经全部陨落了 浑身是血的修炼者 说完猛咳嗽了几声 突然表情变得极其痛苦 抓着脖子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 下一秒 在门第和影子千秋面前 直接炸裂 变成了一团血污 门第和影子千秋 反应都很快 一瞬闪开 没让这些血沾染在自己身上 结结结 暗影大帝 你说 外面这个到处虐杀 我们宗修炼者的大帝 到底是谁 门第还是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 暗影大帝微微皱眉 思考了片刻 道 这气息不像是某位熟知的大帝 还有刚才他说的话 提到了他 这是对神奇的称呼 结结结 天灾 又进了一步 影子千秋戴上黑色面具 道 开门吧 他到处杀猪仙殿的人 会打乱我的计划 我去解决了他 门第似笑非笑的 看向影子千秋 笑道 他很有可能是神奇身边的天使 那可是半神的存在 你确定现在的实力 能打得过他吗 结结结结结 哼 他的实力不会很强 不然他早就 直接杀到你和我的面前了 很显然 他只是一个四翼天使 我足以对付他 影子千秋说完 就从门第打开的那扇门里 走了出去 影子千秋从门第打开的那扇门 出来之后 来到了修米尔所在的宗门之前 修米尔还在大肆击杀着 朱仙殿的修炼者 朱仙殿的那些修炼者 最高也只有准地境界的水平 在修米尔这个正统的大地面前 丝毫没有还手之力 他们看到影子千秋 发了风朝这边冲来 宗主 您终于来了 那个帝王进修炼者 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人 到处虐杀我宗的人 一个修炼者 躲在了影子千秋身后 此时 修米尔也看到了影子千秋 停下了虐杀的行为 问道 你就是朱仙殿的宗主 暗影大帝 正是我 你又是何人 为什么四处击杀我宗的修炼者 目前为止 我们朱仙殿得罪有 帝王进修炼者驻守的宗门 只有青云阁 你应该不是青云阁的人吧 影子千秋眯了眯眼睛 修米尔不屑地轻哼一声 回到 青云阁是什么东西 我是猎户神宗的宗主 你们朱仙殿的修炼者 杀了我宗的人 我来替他们报仇 猎户神宗的人 都是主的信徒 你们朱仙殿的人 这是在侮辱主 必须接受神法 影子千秋了然 确认对方就是 即将在天灾时 入侵修仙世界的 神奇派来的天使 也难怪这位帝王 竟修炼者 他从未听说过 什么狗屁神法 千秋冷笑一声 随即又道 可惜了 当初我把宗明 只启成了朱仙殿 而非是是神殿 看来以后有机会 我们得改改宗明了 修米尔一听 勃然大怒 而等凡人 居然敢亵渎神明 影子千秋怂怂间 道 你应该只是一个 四翼天使吧 据我判断 你应该也只有 刚刚踏入半神的实力 就连主宰镜都没达到 以你现在的实力 还无法战胜我 给你个机会 哪来的 滚哪去 修米尔脸色变了变 没想到影子千秋一眼 就看出了他的真实身份 得知他是神奇派来的 四翼天使 但他言语中 全是对猎户神的不敬 修米尔自然不能忍受这一切 在他看来 自己可是坠入的神明 虽然算不上真正的半神 但好歹 也是一介四翼天使 岂会打不过一介凡人 凡人 你会为你的狂妄付出代价的 修米尔展露仙影 而他的仙影 和普通的修炼者 完全不同 他的仙影 并非普通的人形 而是长着四只翅膀的 黑翼天使形态 每一只翅膀上 都长了无数的眼睛 显得无比诡异 影子千秋微微一震 脸上露出淡然的表情 道 看来你今天很想陨落呀 影子千秋也不再废话 当即展露仙影 向修米尔冲了过去 孔陵山 山洞中 千秋和乌乌两人 都进入了修炼状态 好几个时辰 整个山洞当中 全是紫色的光芒 但千秋身上的长生中纹身 还散发出微弱的金色光线 与紫色的光芒交替着 此时千秋已经在 修炼幽名九转角的第六转 这一次 没有了修炼者躯体的吸收 进度变得十分缓慢 但现在千秋 也只是为了巩固自身的实力 并非想要更进一步 这时 五五呼出了一个口气 睁开双眼 脸上露出了疑惑的神色 千秋 在看到这本幽名九转角之前 我自己也摸索着 学习到了前两转 后面 就算仗着自己是帝王进修炼者 也没办法更进一步 但现在有了幽名九转角 知道如何继续深入修炼 但这修炼的速度 未免有些太慢了吧 你现在修炼到了第几转 听到五五的声音 千秋也退出了修炼状态 道 我正在修炼第六转 五五瞪了瞪美目 他怀疑自己是听错了 经过刚才几个小时的修炼 五五已经估算出来 想要成功修炼完第三转 起码也得半个月的时间 何况还是因为他自身是帝王进的境界 才能有独特的加持 而千秋只是圣境强者 连准帝都算不上 他现在已经修炼到了第六转 难不成他在几岁孩童时期 就开始了修炼 但这也完全不符合常理 千秋看到五五惊讶的神色 知道他在想什么 千秋笑了笑 解释道 五五解 修炼速度慢是正常的 这幽名九转爵并非很容易修炼 但也不难 只要凑齐了条件 修炼起来还是很快的 条件是什么 使用苍穹镜及以上的修炼者躯体 他们还必须拥有炼体体质 如果炼体体质只是繁体的话 是没用的 所以 躯体的炼体体质越高级 修为境界越厉害 修炼起幽名九转爵吸收它们 速度就很快了 顿了顿 千秋继续说道 除此之外 还可以使用一些特殊的药草 同样可以加快修炼速度 哦 药草的名字叫什么 千秋摇了摇头 面色有些尴尬 他还真不知道 这些药草叫什么名字 他只知道长什么样子 想了想 千秋对五五道 叫什么名字 我也不知道 但七语大帝告诉我 这些药草 基本都生长在一节的星夜之中 这趟我就是打算去极寒之地 进入星夜里 修炼幽名九转爵的 五五点了点头 目光看向山洞之外 像是在心中 权衡什么事情一样 片刻之后 五五轻轻叹息一声 道 没想到兜兜转转 能让我实力提升的 终究还是他 师父 你既然活着 为何不来找我 而是找上一个 只有圣经的少年 五五回头看向 正用疑惑的眼神 看他的千秋 随即道 幽名九转爵 是师父送给你的 我自然不能拿走 不过 我也需要修炼他 你要去星夜 那我和你一起去吧 五五姐 你 你要和我一起去星夜 五五微微点头 千秋大喜过望 他正愁着 该怎么掏出孔陵山的 如果五五愿意 和他一起去极寒之地 那离开孔陵山 就要容易不少 毕竟他是一位 帝王境的大帝 就算外面到处 都是七星宗的人 也要忌惮几分 届时 两人只需要 极力前往极寒之地 越过边界之后 就算是七星大帝 也不能贸然 踏入极寒之地 那可是冰山女王的地盘 五五姐 既然你愿意和我一起去 你就得保护我 离开孔陵山 外面七星宗的人 可在到处找我呢 五五瞥了一眼千秋 似笑非笑道 怎么 让我当你的私人保镖吗 千秋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小声道 我自己又不可能 从七星宗这么多修炼者 眼皮子底下溜走 况且 还有七星大帝坐镇 没有你 我肯定是没办法 离开孔陵山的 我要是不走 你没有幽冥九转绝 到了星夜 也没办法修炼 那我要是改变 刚才的想法 抢走 你手上的幽冥九转绝呢 我和七星大帝 可没什么过节 五五看着千秋 千秋原本欣喜的心情 瞬间变得警惕起来 在他看来 没有一位帝王镜修炼者 是完全善良的 每个人都带着极强的目的性 就算是祈宇大帝舍身救了他 那也是因为 千秋有能力在成为大帝之后 为他恢复正常的肉身 不然的话 祈宇大帝绝不会把命堵在千秋身上 眼下 自己和五五五 也不过是认识了几天而已 现在五五五 要是过河拆桥 千秋还真的没办法 保住身上的幽冥九转绝 千秋连忙道 五五姐 你这话说的不对 你师父跟我说了 他不能被七星大帝 发现自己还存活着 否则七星大帝 肯定会立即杀死他 祈宇大帝 为什么这么害怕被发现 很显然 七星大帝还有其他的人 都在一起与大帝 还活着的事情 祈宇大帝肉身变得不正常 肯定是有七星大帝 在背后推波助澜的功劳 祈宇大帝可是你的师父 千秋大脑迅速运转 思考几秒 继续道 怎么就没有过节了 看着千秋慌忙解释的样子 五五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他捂着嘴笑得花枝乱颤 千秋猛了 他笑什么 片刻 五五笑完之后 理了李俄前的头发 道 我和你开玩笑的 你没必要这么惊慌 被师父看中的人 自然有过人之处 我会保护你去极寒之地的 说完 五五话风一转 语气变得无比冰冷 在师父苏醒之前 我会帮他查出 当年到底是什么人陷害了他 让他沦落到现在这种地步 千秋看到五五的样子 顿时松了一口气 同时也语气坚定道 其余大帝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了我 我也会帮他查出真相的 五五姐 我们一起去星夜 习得幽冥九转绝 这也算是双修吧 千秋一脸正义盎然 然而这话到了五五的耳朵里 就变了一种意思 五五用十分复杂的眼神 看向千秋 用着一种千秋不明所以的语气道 你说什么 双修 啊 是啊 咱们俩一起修炼 可不就是双修吗 千秋有些茫然 五五看着千秋一脸无知的样子 忽然意识到 他可能什么也不懂 只是单纯的觉得 两个人在一起修炼 那就叫双修 五五觉得是自己想多了 面色不由变得有些修红 连忙别了脑袋 而千秋看到五五奇怪的样子 挠了挠脑袋 不明白为什么 好了 事不宜迟 我们早点前往饥寒之地吧 再休息一会儿 今天夜里连夜出发 我的能力在夜晚 能让咱们俩更好脱身一些 五五正色道 千秋郑重地点头 随后开始坐在地上酝酿起来 他只有一次机会 如果今晚没有从孔灵山逃出 就绝不会有第二次机会了 他不但得丧命 也会辜负了齐宇大帝对他的期望 休米尔浑身都是伤 他的四翼已经折断了两只 仙隐也变得虚幻无比 可 可恶 明明只是一介凡人 居然有如此的实力 这怎么可能 我可是四翼天使 他怎么可能打得过我 休米尔震惊地看向距离他不远的影子千秋 一个小时的战斗 自己身受重伤 而影子千秋只是有破外伤而已 休米尔意识到 眼前这个凡人实力远远高于他 也难怪刚才会有无比狂妄嚣张的话语 影子千秋立于苍穹之顶 巨大的黑色仙影包裹住他 眼里杀意四起 准备给休米尔致命一击 休米尔有些怕了 他连连后退 不死心的影子千秋威胁道 你 你叫暗影大帝是吧 你不能杀我 你杀了我 我的主人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而且我死了 主人会派遣真正的半神 六一天使赤天使 那时候你会死得很惨 你现在信封我的主人 我可以当作这一切没发生 等主人神将之后 以你的实力 肯定能获得主人的青睐 封你为天使的 影子千秋咧嘴笑了笑 道 天使 半神 不好意思 我根本瞧不上 我的目标是成为真正的神奇 你的主人 我都看不上 只不过是一个外神罢了 我要当主神 主神 你在开什么玩笑 你们这个世界通往神界的道路 早就关闭了 你们根本没有办法成神 别说是主神 就连想要达到半神都没 修米尔话还没说完 就被影子千秋终极了生命 修米尔不是真正的修炼者 在他死后 具体迅速萎缩 成为了一滩烂肉 影子千秋踩在他的尸体上 猛然抬头看向天空 脸上傲然无比 只不过是一个外神而已 在宇宙之中 猎户神睁开双眼 目光投向了修仙世界 难难道 修米尔居然死了 看来这个世界 并非我想象的那么弱小 俄加特何在 主人 我在 一个长着六对翅膀 通体火红色的天使 丹西跪在猎户神的面前 这正是真正的半神 六亿天使 赤天使 修米尔死了 你去那个世界 继续完成他没完成的任务 信徒还是太少了 神将之后 我的神迹不稳 会印象我的实力 猎户神单手撑着脑袋 悠闲地说道 俄加特恭敬道 我的主人 您可以完全信任俄加特 修米尔那个废物 居然会死在凡人手上 俄加特说完 离开了猎户神的视线 直直朝着修仙世界坠入 到了深夜 千秋看向正在打坐休息的五五 五五姐 咱们是不是该出发了 五五睁开双眼 看了一眼山洞之外 道 走吧 现在外面七星宗的人少了许多 他们在夜里 人手并不是很多 千秋深吸一口气 走向了山洞口 而五五也解除了山洞口的仙术 两人对视一眼 立即向洞外飞去 驻扎在孔陵山里的天山空盛 很快就感受到了千秋的信息 双眼猛然睁开 小子 你果然坐不住了 所有七星宗弟子听命 随我一同捉拿通击犯千秋 一瞬 在夜空中出现了几十道红色的仙影 在月光的照耀之下 显得无比诡异 七星宗的人来了 速度快些吧 他们现在还不知道有我的存在 七星大帝不会直接出手的 五五看着身后 微微皱眉 对千秋道 千秋点点头 他事先已经和五五商量好了 他只顾着往极寒之地冲就行了 五五断后掩护他 不过为了不惊动七星大帝 五五必须得隐藏自己的实力 否则 他一旦展现出帝王晋的仙影 七星大帝会毫不犹豫地出手 届时 千秋就很难逃脱了 千秋也不再顾忌 心想已经被发现了 干脆直接使用踏空而行 天山空圣等人 很快就遇到了五五 此时五五已经使用了易容的仙术 使得自己的面貌 出现了极大的变化 天山空圣并没有认出五五来 你是什么人 你不知道 千秋是我们七星宗的通缉犯吗 天山空圣 看着眼前的易容后的五五 这我没道 五五轻哼一声 不屑道 他是你们七星宗的通缉犯又如何 有我在这里 你们今天就别想再走他 好大的口气 我倒要看看 你拦不拦得住我们 天山空圣现在只想杀掉千秋 千秋当着他的面 杀了那么多七星宗修炼者 七星大帝虽然没有承接他 但其实早就对天山空圣有所不满了 如果这一次 又让千秋从他眼皮子底下逃脱 那天山空圣这大长老的位置 必然是不保了 天山空圣这次不打算留守 直接斩杀阻拦在他面前的人 其实天山空圣很疑惑 在千秋逃进孔灵山的时候 明明只有一人 现在为什么又出现一个女人 替他断后 有了前车之见 天山空圣变得十分小心谨慎 他总觉得眼前的女人实力也绝对不容小觑 七星宗是何等的存在 然而这个女人还是敢孤身一人 对抗这么多圣经强者和准地强者 这得有多大的底气 死亡之面 五五施展仙术 但他的仙影并没有显露出来 天山空圣脸上闪过惊讶之色 天山空圣来不及多想 也施展仙术与五五的仙术对碰 一招接下 五五和天山空圣两人都被击退几分 天山空圣虎口被震得发麻 而五五脸色平淡如水 完全没有任何感觉一样 好强的实力 分成两队人马 一队留下河一起对抗着女人 剩下的立即去追千秋 绝不能让他跑到极寒之地 是 来的几十位七星宗修炼者 分成了两队人马 有十几人朝着千秋的方向去追赶他 天山空圣知道 眼前的女人实力很强 甚至有可能还在他之上 之所以他使用这些对他而言不痛不痒的仙术 明显是在拖延时间 等到千秋进入了极寒之地 他就会马上逃走 五五瞥了一眼去往千秋的修炼者 轻哼一声 对天山空圣道 不陪你完了 他差不多也快到了 五五说完 身影一闪 当即朝着千秋踏空而去 天山空圣脸色一凝 虽然他极不情愿 但还是立即使用秘术通知了七星大帝 下一秒 七星大帝出现在了这里 他没有多问 看到五五赶往的方向 立即追去 七星大帝展露仙影 他巨大的黑色仙影 伸出一只巨手 想要抓住五五 然而五五侧身一闪 直接躲开了这一击 哦 七星大帝发出一声轻疑 没想到五五居然能躲开他的攻击 此时 千秋已经跑到了极寒之地的边界 他脸色大喜 现在七星宗的人已经无法抓住他了 千秋回头有些担忧地 看向五五的方向 他惊讶地发现 七星大帝已经追了过来 而距离他很近 还有十几位七星宗的圣境强者 五五姐 我已经到了 快走 千秋大喊了一声 立即越过边界 直接进入了极寒之地 五五听到千秋的声音 他也不再隐藏实力 解除了一绒术 把踏空而行 瞬间变成了帝王境修炼者 才能使用的空间跳跃 一瞬直接消失在了众人面前 下一秒 就从千秋的身旁撕裂虫洞而出 七星大帝瞪大双眼 道 他是五帝 这个女人怎么会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要帮那小子 七星大帝看到千秋和五五 已经进入了极寒之地 脸上全是震撼之色 他表情变得复杂起来 此前 七星大帝已经从天山空圣口中 得知千秋上一次逃脱 是因为七宇大帝帮助了他 然而这一次七星大帝亲自出手 居然遇到了五帝 千秋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修炼者 只不过天赋强些而已 在十几岁就达到了圣境的修为境界 但也不足以让两位大帝亲自保护他 千秋到底是什么身份 七星大帝面色阴沉 看着逐渐远去的两人 眼里满是怒火 他知道 长生终是拿不到了 天山空圣带着一众七星宗修炼者 姗姗来迟 他道 宗主 千秋和那个女人呢 我现在带人立刻去追 不用追了 那小子身份不简单 刚才那个女人是五帝 他没杀了你 已经足够手下留情了 七星大帝道 天山空圣眼角抽了抽 五 五帝 您说那个女人是五爹 千秋那小子何德何能 能让七宇大帝和五帝同时帮助他 七星大帝叹息一声 道 这不奇怪 五五那个女人是祈宇大帝的徒弟 既然祈宇大帝都能站在千秋身边 那五五帮助他也是情理之中 算了 既然他逃到极寒之地了 长生终这条线就放弃吧 去找其他上古神器替代长生终 极寒之地的温度极低 一眼看去 冰封万里 可攻行走的路很难 千秋与五五 很是艰难地行走在雪地当中 千秋道 五五姐 这里已经没有七星宗的人 我们可以直接踏空而行过去啊 五五轻轻摇头 道 不行 极寒之地和横谷大陆不同 整个极寒之地都控制在冰山女王的身上 她是整个国家的女王 在极寒之地 禁止任何修炼者使用快速赶路的仙术 一旦使用了被禁止使用的仙术 就属于触犯了法律 咱们刚到极寒之地 还是遵守这里的法律吧 千秋不明白 为什么在极寒之地 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制度 两人刚刚进入极寒之地 这里属于荒芜之地 除了雪再无其他 四处还有不少被冰冻的雪河 两岸是厚厚的积雪 河对岸的山都是光秃秃的 在那极寒之地 几乎看不到植物 它们都会因无法生长而枯萎 一切生命都要被冻死 但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中 却有一座被一人统治的城市 两人一路走着 五五北千秋讲述了极寒之地的事情 极寒之地是一个很大的地方 在冰山女王的带领下 整个极寒之地都是十分太平 而且这里有着无数的强者存在 一般修为境界较高的人 也不敢踏入极寒之地 不同于横谷大陆 在横谷大陆的人 崇尚追求修为境界 所以在横谷大陆 会看到不少修为境界高的修炼者 在每个宗门当中 圣境强者层出不穷 但很少会看到 猎魂末期和魁魂的修炼者 达到魁魂 至少也是准地级别了 而且大部分都是帝王境的大帝 但在极寒之地 这里的修炼者 崇尚追求魂力级别 对修为境界反倒不是很重视 所以在极寒之地 那在这里 我的实力岂不是成了顶尖的存在 千秋道 五五轻轻一笑 回道 你要是这么想 也没什么问题 在这里 几乎很少能看到圣境的修炼者 之后 千秋和五五在顶着暴风雪 在雪地当中走了很长时间 虽然两人都不能使用 加速赶路的仙术 但面对这样的环境 千秋和五五都用了保护自身的仙术 在傍晚的时候 两人终于看到了一间木屋 五五道 去那个屋子看看吧 这里是极寒之地的边界 夜晚有不少魂灵兽会出没在这里 晚上最好不要赶路 五五姐 我是圣境强者 而你可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帝王境强者啊 就算遇到魂灵兽又如何 咱俩还打不过去去魂灵兽 千秋总觉得 来到极寒之地之后 五五变得很是谨慎 五五看了眼千秋没有说话 而是继续往前走着 两人很快来到了木屋之前 木屋上沾满了血 五五尝试敲了敲门 但里面没有一点动静 随后 五五试图推了一下门 很容易就推开 里面只剩下一张床板 和一张很简陋的桌子 看来这个木屋已经荒废了 没有人住 千秋看了这里的布置 说道 五五倾点头 进入了屋子当中 大量几番后 就让千秋关上木屋的门 随后用纤术点燃了 放在桌子上的油灯 整个屋子瞬间亮了起来 今天晚上 我们就在这里过夜 明天早上再继续赶路 五五与气平淡道 千秋正想开口询问 为什么不能连夜赶路 五五就先开口道 之所以晚上不赶路 四大异界只有虚空星界 是需要念诵特定的神文咒语 才会打开通道 其他三大星界的通道 都是时刻敞开的 而星夜就在极寒之地当中 里面的魂灵兽 经常会从其中出来 在外面觅食 在极寒之地 修炼者和魂灵兽 是共同生活的存在 没有皇室的令牌 是不允许猎杀任何魂灵兽的 我们是从边界 偷偷进入极寒之地的 一旦猎杀魂灵兽 很快就会被发现踪迹 对你而言 你不知道这里的法律 会网开一面 但我的身份 冰山女王是知道的 我没有和她说过 就前来极寒之地 冰山女王肯定会认为 我有其他目的 这就属于横谷大陆 与极寒之地政治问题了 千秋听了五五的解释 恍然大悟 同时 她也判断出 在极寒之地里 法律是非常严格的存在 而且政治十分的敏感 这是一个被冰山女王霸权的地方 女王的权力大于一切 屋子里除了一张床板 上面什么也没有 千秋念诵神文 一瞬 言出法随 床上出现了床褥和被子 五五目瞪口呆地看着千秋 半晌 才缓缓开口道 刚才说的是神文吗 是啊 难道你不会吗 千秋感到有些疑惑 如果是普通的修炼者 不懂这些基础的汉语就罢了 但五五已经达到了 修为境界当中顶尖的存在 在千秋的认知当中 他们对神文的理解 早就与他对汉语的理解差不多了 然而五五五却是皱着眉头 道 说出你刚才那句神文 就可以出现被子和床褥吗 看到五五的表情 千秋身子一正 他意识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算是在修仙世界 修炼者达到了帝王境 他们也只是精通了神文 对大部分神文有所圣物而已 明白这些汉字如何发音 但也仅此而已 他们还是无法理解神文 也就是汉字的真正意思 修仙世界的修炼者 无法把神文与他们的语言文字意思 联系在一起 千秋微微皱眉 他回想起之前幽冥神和他交流 全程使用的都是神文 说明幽冥神是可以完全理解神文的 难道只有成为了神奇 才能真正理解神文的含义 见千秋陷入了沉思 乌乌也在迅速思考 他总觉得千秋对神文有独特的理解 这时他也忽然明白 祈宇大帝为什么要不惜一切 把命堵在千秋身上了 晚上的时候 千秋和乌乌两人就在木屋当中过夜 屋子里生起了乌乌那独特的火焰 整个屋子当中十分的温满 而千秋不止用神文便出了床落和被子 另外他又便出了一张床 和乌乌一人一床 说来 这还是千秋第一次和一个异性同处一个屋檐之下 千秋心中有种说不上来的感觉 虽然乌乌的真实年龄 年龄已经三百多岁了 但在这段时间相处下来 千秋发现 乌乌不只是长相和二十多岁的女人一样 说话风格和行事风格都和二十多岁的女人没什么区别 千秋时常会忘记 乌乌真的是一个三百多岁的老人 乌乌姐 星夜的入口在哪 咱们什么时候出发 千秋看向在床上闭眼打坐的乌乌 开口问道 乌乌没有睁眼 与其平淡道 你连星夜的入口在哪都不知道 就敢孤身来极寒之地 我很难想象 如果没有我在 你在极寒之地能生存多长时间 这 我没想到极寒之地的制度这么奇怪 还有这么多规矩 千秋面色尴尬 在来到极寒之地之前 他的确没想过 在这里居然有这样奇怪的制度和规则 这次如果不是乌乌与他一同前来 那还真的会闹出不少麻烦 这才刚刚从七星宗的追捕之下逃脱 要是在被极寒之地的某些势力盯上 那还真是倒霉到家了 之后 千秋和乌乌两人处在一世无言 直到夜晚彻底来临 千秋这才听到乌乌外那些奇怪的声音 从窗户往外看 发现暴风雪变得更大了 而风雪当中有不少巨大的声音 千秋知道 那些应该都是出没在这一片的魂灵兽 千秋投出神念 感知到那些魂灵兽的修为境界 普遍都达到了圣境 而且品种都是他从未见过的 没想到星夜里出来的魂灵兽 平均实力都这么强大 只是在边境这里 圣境的魂灵兽遍地都是 如果进入了星夜里面 那里面的魂灵兽的强大到什么程度 千秋这么想着 他庆幸自己听了五五的话 在这个木屋当中过夜 如果连夜赶路的话 只不定会碰到多少强大的魂灵兽 根据五五介绍 星夜的入口在极寒之地中心地带 在入口被一座城市包围起来 想要进入星夜 必须有许可证 才能进入星夜入口所在的城市 五五姐 咱们没有许可证 该怎么进去 早点休息 明天一早就赶路 争取在下午的时候 到极寒之地中心地带 至于许可证 在地下黑市里面就能买到 千秋看向五五 随后也放下心来 五五可是帝王晋的大帝 自己跟在他身后 其实完全不可以不用去想这些事情的 入夜之后 千秋躺在床上沉沉地睡去 这一次 千秋梦到了自己原先的世界 梦到了自己的父母 还有她的亲生妹妹 梦做到一半的时候 话锋忽然一转 千秋看到了夜神千寻的面孔 夜神千寻抬起头问千秋 千秋 你在哪呀 不是说好从虚空星界出来 就来找我吗 我还在等你 我 千秋 我现在在极寒之地 等我修炼完幽冥九转绝 一定去找你 骗子 看着夜神千寻幽怨的眼神 千秋很是难受 但无论如何也抓不住他 千秋醒来之后 发现五五早就醒了 正坐在床上思考着什么 千秋赶忙从床上坐了起来 五五瞥了他一眼 道 你在说梦话 啊 千秋有些猛逼 他相信五五没有开玩笑 记得当初刚加入永恒宗的那天晚上 自己在正殿里睡觉 梦里就在说梦话 差点毁了整个永恒宗 好在还是三位老祖和池小雅 及时赶到阻止了灾难的发生 所以 自己现在再说梦话 也不足为奇 只是好像什么也没发生 难不成这次自己说的梦话 不是神文 五五见千秋有些发猛 继续道 你一直在叫着一个名字 好像是千寻 从五五口中听到千寻的名字 千秋脸色一下就红了 尴尬的挠了脑脑袋 这个女孩是你妹妹吗 你们名字很像 五五看着千秋 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 千秋摇了摇头 回道 不是我妹妹 是我一个朋友 很巧 我俩的名字就差了一个字 姓氏倒是一样 五五没有再多说什么 随后从床上走了下来 熄灭了木屋里的灯 走吧 那些魂灵兽都已经走了 我们也该赶路了 从木屋出来之后 一眼望去白茫茫一片 此时暴风雪也停了 千秋跟着五五继续朝着一个方向走去 这次 走了两个时辰 一座巨大的建筑映入千秋的眼帘 看上去像是用兵建出来的一座宫殿 晶莹剔透 周围还是其他渺小的建筑 因为距离太远 千秋看得并不真切 那里应该就是冰山女王所统治的国度了 下午时 千秋和五五终于来到了这座 立于极寒之地的城市大门之前 上面赫然写着 冰封国三个大字 在大门之前 站着不少的守卫 偶尔会有几个人从里面出来 很少有进去的人 千秋跟在五五身后准备进入 被一个守卫拦下 你们两个出示身份牌 千秋猛了 进入冰封国居然还要身份牌 那是什么东西 我们没有 五五平淡地说了一句 千秋下意识看向五五 五五给了他一个 你自己看着半的眼神 随后站在原地默不作声 没有身份牌 你们不是冰封国的人 那名守卫皱了皱眉 千秋见五五没有在开口说话的意思 连忙道 守卫大哥 我们的确不是冰封国的人 我和我姐姐是从横谷大陆来的 想要来极寒之的 学习学习这里的修炼之术 所以你说的什么身份牌 我们的确没有 千秋故意把姿态放得很低 这名门卫见千秋 语气很是讨好 脸上有了一丝得意 但还是严肃道 冰封国倒也不是 不让大陆人来这里 但你们想要进去 得签署一份协议 我们冰封国的法律很严格 就算你们不是极寒之地的人 触犯法律 同样要受到制裁 千秋连连点头 然后守卫拿出了两张协议 递给千秋和五五 签完协议之后 守卫让出了位置 千秋和五五两人 顺利进入到了冰封国之内 就在他俩走过之时 刚才那位守卫突然开口 通敌叛国者 杀 使用禁术者 杀 扰乱国刚者 杀 冒犯女王者 杀 众多守卫与那名守卫 偷偷齐齐喊道 声音十分浩荡 听得千秋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这时他才真正感觉到 在极寒之地 冰山女王就是这里的天 而法律严格 也绝不是随便说说而已 一旦在这里违反了法律 不像是在横谷大陆那样 被某个宗门通缉而已 在这里违反了法律 那是要被整个国家给针对的 千秋看向五五五 埋怨道 五五姐 刚才你为什么不说话 这种事情还需要我来吗 你只会跟在我身后 五五瞥了一眼千秋 千秋挠了挠头 便开始打量起冰封国来 街道上也有不少雪 很多建筑都是有冰块建筑而成 这里的街上氛围很不错 比起在横谷大陆来 真的是好了太多太多 千秋当然知道 这权规公于冰封女王 对法律的遵守与严谨 才让这里有了太平盛事 在横谷大陆 经常会见到 在街上随意打杀的修炼者 千秋也没少在大街上 就和人开始打起来 但压根根本没有执法队来管教 在极寒之地 要是当街打起来 恐怕还没打完 执法队就已经出现在这里了 五五四周环顾了一下 朝着一条街走去 千秋跟在五五身后 犹如一个弟弟一般 这里距离星夜那座城邦 还有一段距离 据我所知 这里被分为内城和外城 咱们现在在外城 而星夜所处的位置 就在内城 去那里之前 必须先获得许可证 五五淡淡地说了一句 随后看向千秋 你去打听打听 极寒之地的地下黑市在哪 千秋点了点头 随后混入了人群当中 他抓住一个面上的大叔 张口就道 大叔 您知不知道黑市在哪里 这个大叔用古怪的眼神 看了千秋一眼 道 小伙子 你问的应该是拍卖会吧 在冰封国哪里来的黑市 看你的样子 应该不是极寒之地的人吧 千秋一愣 没想到一眼就被看出来了 只好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告诉眼前的这个大叔 说自己是从横谷大陆来的 这个人得知 千秋是横谷大陆的人 原本和善的面色 瞬间变成了不屑 语气讥讽道 原来是大陆来的修炼者 哼 那我就不能告诉你 拍卖会在哪了 你自己去找吧 千秋一连问了好几个人 每每被得知 他是横谷大陆来的人之后 路人脸上纷纷露出了嫌弃之色 这时千秋才意识到 在极寒之地的人 似乎都很瞧不起 横谷大陆的修炼者 也难怪无物要派他来做这件事 而不是亲自而为 千秋叹息一声 他又在人群当中 四处寻找人询问 拍卖会到底在哪 一连问了十几个 都没能得到答案 无奈之下 千秋只能使用易容的仙术 改变了自己的样貌 随后装作极寒之地的本地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终于从一个看上去 年纪不大的小女孩口中 得到了拍卖会的具体位置 千秋感谢之后 立即找到五五 两人向着拍卖会走去 这里的拍卖会会场很是气派 而且不比横谷大陆 需要遮面来进行拍卖 在这里的拍卖都是实名制了 因为在极寒之地法律的严格 很少会出现犯罪分子 所以大家也根本不需要在意自己的身份 会在拍卖会上暴露 你身上有多少钱 五五忽然看向千秋 开口道 千秋打开乾坤袋 轻贬之后 道 还剩下十多万横谷币吧 应该足够我们 买下两个许可证了 我刚刚打听了 一张进入内城的许可证 不值钱 五五轻笑一声 道 你刚才问路的时候 应该已经知道了 极寒之地的人 非常其实横谷大陆来的修炼者 所以 横谷币在这里根本不值钱 十几万横谷币 在横谷大陆 的确是一笔巨资 但在这里 你可能连一袋米都买不到 千秋愣了愣 没想到对横谷大陆的歧视 在这里 已经严重到这种地步了 我用魂力写一个仙术册吧 你拿去拍卖掉 用这些钱 拍卖两张许可证回来 五五说完 就很快用魂力 书写了一份仙术册 千秋只是随意打开翻看了一眼 发现这个仙术很是高级 完全可以媲美 幽名九转绝第三转的仙术了 但五五书写 这份仙术册的时候 面不改色 连一点情绪波动都没有 很显然 这样的仙术 对他来说 就跟挠痒痒一样普通 千秋不由则舌 这就是真正的帝王竞强者吗 拿着仙术册去拍卖会 找了工作人员卖掉 随后拿着换来的冰封国的钱 买了两张进入内城的许可证 此时已经是晚上了 千秋和五五从拍卖会场里出来 来到内城大门的时候 发现内城大门已经关闭了 门上有一个巨大的木板 是关于内城开放的规则 啊 内城只在白天开放 到了晚上不得出入 这里的规矩也太多了 真麻烦 千秋很是郁闷 没想到从一大早赶路 眼看着就要到目的地了 没想到 这里居然还有开放时间 五五倒是没有什么情绪 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那就先找个地方住下吧 明天早上再来 内城也是冰山女王宫殿所在的地方 里面戒备森严 严格管控出入的修炼者 这也是常理之中的事情 最终 千秋和五五找了一家客栈住下 打算明天早上再进入内城 千秋和五五住入客栈之后 两人分别在各自的房间当中 千秋枕在自己胳膊上 看着逐渐黑下来的天 心中一阵怅然 在之前每次入住客栈的时候 旗宇大帝都会出现在他的房间当中 与他说说最近发生的事情 现在早已误视人非 千秋的身边没有了藏在暗中 帮他观察周围与情报的旗宇大帝 而夜神千寻也不知所踪 现在只剩下千秋孤零零一人 千秋意念一动 他将全身的意念 投入到了乾坤袋之中 在黑暗的环境当中 千秋看到了旗宇大帝那本透明的躯体 整个站在那里毫无生气 旗宇老头 我肯定会救活你的 等我 千秋看着旗宇大帝的身体 面色无比坚定 旗宇大帝不顾一切地信任他 千秋最怕的就是欠些别人什么 绝不可能会让旗宇大帝这么白白付出的 之后 千秋就将神念从乾坤袋当中收回 开始在房间里修炼起来 时间很快过去 窗外的天彻底黑了下来 而原本声音嘈杂的街上忽然变得安静下来 在修炼状态当中的千秋 脸上闪过疑惑之色 外面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寂静 寂静的甚至让人有些害怕 千秋解除修炼状态 走到了窗户边上 打开窗户向外看去 发现与白天车水马龙的街头完全不一样 此时 街上已经空无一人 每个商铺店面的大门紧闭 连一盏灯都没有点起 奇怪 街上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千秋眉头紧锁 这不寻常的样子 他心中犯起了疑惑 正想打算出去敲隔壁物的房门 这样不同寻常的景象 他怕出现什么变故 就在这时 街上突然传来整齐华裔的脚步声 随后千秋就看到 十多个人组成的小队出现在了街上 宵静时间一到 所有人不得出入房门 为令者 一切后果自负 领头的人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大喊一声 他似乎是使用了类似使声音变大的纤术 整条街都能听到他的声音 宵静 千秋忽然明白 为什么街上空无一人了 原来在冰封国还有宵静的制度 一到固定的时间 就会实行宵静 看外面这些人的样子 大抵是这个国家的巡逻队 虽然搞不懂 为什么要实行宵静制度 但千秋也放下心来 这应该是正常的宵静 不会出现什么变故 此后 千秋关上窗户 躺在床上准备休息 关于冰封国的制度 千秋一直都觉得很奇怪 在横谷大陆 一切都很自由 来到极寒之地 尤其是进入了冰封国 各种奇怪的法律制度都出现了 在冰山女王的统治之下 居然没有出现反对她的声音 难不成这个国家的帝王静强者 全部纳入气麾下了 不然冰山女王这样各种 限制修炼者自由的行为 会没有一个强者出现反对 一日 清晨 千秋从睡梦当中醒来 刚打开房门 就发现 五五已经整理好 站在她的门外 一脸淡然地看着千秋 五五的身材很高挑 千秋将近一米九的身子 也没有比她高出多少 这是她达到了帝王静 给身形上带来的变化 在修仙世界 也会随之出现变化 达到圣静的修炼者身高 普遍达到了一米九 若是达到了帝王静 身高更是会直接超过两米 早啊 五五姐 五五瞥了眼千秋 微微点头 早 两人离开了客栈 此时的街上恢复了正常 千秋忍俊不惊 现在和昨天晚上宵静的时候 完全就是两幅场景 五五姐 昨天晚上街上宵静 你看到了吗 看到了 千秋道 冰山女王到底是怎么做到 让全国的人 这么遵守宵静制度的 如果宵静的时候出门 不知道 不过宵静这个说法 我还没听说过 也许这个制度 是最近也出现的 呵呵 看来冰封国最近 也没有表面上那么平静 五五的话别有深意 千秋惊讶地看了眼他 也没有追问 两人沉默着 走到了内城的大门之前 此时大门已经敞开 门口站了两个身形高大的守卫 出入的人有不少 但不管出入 都必须有许可证 千秋和五五两人 拿出许可证进入 两位守卫看了眼之后 就放他们进去了 刚踏入内城的门 千秋忽然听到两个守卫在交谈 喂 你听说了吗 昨晚宵静的时候 内城出事了 出事了 昨天去风情楼潇洒一晚上 我没太在意外面的动静 发生什么了 在内城 一般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事情吧 那名守卫刻意压低声音 哦 听说宫殿里进入了刺客 不过刚进去 就被异士团的异士长老发现了 听说混入的修炼者 实力很强大 打伤了好几位异士长老呢 后面的话千秋就听得不太真切了 为了不引起注意 他也不好留在原地去偷听 连想起五五刚才那别有深意的话 千秋确信 冰封国最近可能真的不太贫 看向五五 发现五五也秀眉微皱 显然也是听到了刚才那两名守卫的话 千秋想要询问 但很快就看到了四处都是的魂灵兽 脸上露出震撼之色 卧槽 这些魂灵兽 就肆无忌惮地游荡在内城街上 不会发生修炼者和魂灵兽起冲突的事情吗 不会 星夜里的魂灵兽性格很温顺 而且 冰封国有严密的制度 基本上不会出现修炼者和魂灵兽厮杀的场景 五五地回了一句 继续向前走去 很快 千秋就看到了一道 足足有百米高的巨大的镜子 这面镜子正面颜色不断变化 时不时有从里面出来的魂灵兽 这就是 星夜的入口 比起虚空星界的入口 虚空之门 星夜的入口 要壮观太多 它犹如一个梦境之门一样美 快走吧五五简 进去之后 我们就能开始修炼幽名九转绝了 我还剩下三转 没有修炼者的躯体 只有药草 恐怕得花上一年的时间 千秋依据自己的修炼速度 推算了一下 砰 五五上位开口 一声巨大的爆炸声 从附近响起 千秋侧身看去 发现不远处的一个建筑 已经燃起了熊熊大火 而那边也有一个戴着面具的人 迅速朝这边跑来 面具人身后 还跟着不少修炼者 他们的仙影全是虚空镜的浅红色仙影 站住 面具人身后 那些修炼者 身着千秋在宵静时看到的 那一对巡逻者一样的衣服 很显然 那群人都是官方的人 而这个面具人 应该是被追捕的逃犯 这个面具人 很快也显露出仙影 也只有虚空镜而已 他没办法使用踏空而行 否则很快就能甩开身后这些人 面具人的逃跑路线 恰好是千秋所处的位置 千秋微微侧身 他不想去管这些事情 这是冰封国自己的犯罪行为 与他无关 况且千秋 他已经来到了星夜入口之前 他不想有任何变故出现 帮那些人一下 抓住戴面具的那个人 五五压低了声音 在千秋身边说了句 千秋眉毛一条 看向五五 他脸上没有其他表情 但千秋很确信 刚才就是五五在说话 虽然不知道 五五为什么要让他这么做 但千秋打心底里 是很信任五五的 他没犹豫 当即展露仙影施展仙术 堵住了面具人路 小子 你是什么人 不想死的话 就快滚开 面具人一愣 怒声道 千秋笑了笑 道 你瞎吗 看不到我是圣镜强者 而你只是一个 虚空镜修炼者而已 到底是谁想死 千秋没见过口气 这么大的人 居然比他还要嚣张 面具人冷哼一声 反问道 大陆人 难怪 说完这句 面具人也不再废话 当即一跃而起 一道巨大的光球 从他手上出现 千秋轻轻一笑 根本没把这面具人的仙术 放在言中 在他看来 虚空镜的修炼者 施展出的仙术 对他一个圣镜强者来说 跟挠痒痒没什么区别 然而就在千秋接住 这一仙术时 马上就感觉到了不对 连忙使用仙术 护住了自己肉体 随后这道光球的力量 忽然变大 千秋一连被推出去十米远 而后这个光球瞬间爆炸 千秋被巨大的能量 给惊讶到 若不是有幽名霸体的 特殊体质加持 这道仙术 虽然不至于杀死他 但也足以重伤于他了 怎么会 千秋不可思议地 看着眼前的面具人 他一个虚空镜的修炼者 按理说 不可能施展出 如此能量巨大的仙术 这起码要在达到圣境之后 才能施展出来 然而眼下这个面具人 敌的确却施展出来了 别轻敌 他是极寒之地的修炼者 不是横古大陆的人 五五在一旁提醒到 千秋点头 他面色也逐渐变得认真起来 这是他第一次接触 极寒之地的修炼者 看来 极寒之地的人 修为境界都不高 但其他方面修炼的 应该达到了极致 弥补了修为境界过低的短板 千秋自言了一声 极寒之地的修炼者 普遍不会去追求修为境界 而是更加注重魂力级别的修炼 现在这个面具人 之所以能施展出 超越他自身 修为境界的仙术 恐怕的魂力级别 已经达到了一个很恐怖的地步 不过千秋也没有太过担心 他不只是修为境界达到了圣境 他的魂力级别也不低 这一次 千秋怕这个面具人逃脱 没有拖泥带水 直接施展了强大的仙术 有名酒士 有名犯火爵 从千秋先饮的口中 吐出巨大的火蛇 这个面具人猝不及防 瞬间就被击中 浑身沾满了火焰 然而 这个面具人 很快就让身上的火焰熄灭下来 千秋很是震惊 在当初对抗大蓝沧海那样 准地一般的存在 他都没办法熄灭这番火 这个面具人 居然又做到了 大陆人 你怕是不知道极寒之地的修炼者 天生就有极寒体质吧 虽然你用的不是普通的火焰 但也不足以伤到我 面具人轻蔑地笑了笑 身后那些官方的人 眼看就要追上来 面具人也不再和千秋周旋 深深地看了一眼千秋 又道 我记住你了 我还会再回来找你的 想走 休想 千秋已经动怒 他冷哼一声 瞬间掏出幽冥锤 迅速挥舞幽冥锤 一击砸在了面具人身上 面具人此前根本不知道 千秋有上股神器 所以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被打了当头一锤 整个人被打飞了出去 吐出一大口鲜血 此时 那些官方的修炼者 也恰好赶到 几人组合施展了结界仙术 将面具人困在了其中 小子 你拿的那是幽冥锤 你是什么人 面具人被抓住之后 没有感到很是愤怒 反而是对千秋仙影手上的幽冥锤 感到格外的震惊 像是见到了什么 不可思议一般的存在 千秋收起仙影 他看着面具人 很是好奇 在他从幽冥神手上 得到幽冥锤以来 也使用过很多次了 虽然都被其他人认出 这是一把上股神器 但都没有人认识 幽冥锤这把神器 到底叫做什么 然而 现在被一个虚空静的修炼者 认出来了 在刚才 他的表现就已经让千秋惊讶 他现在精准地叫出幽冥锤的名字 更是让千秋大为震撼 千秋没有回答面具人的话 只是回到了乌武身边 此时 面具人已经彻底被姐姐困住 无法动态 这位小哥 谢谢你了 官方修炼者走到千秋面前 抱拳作现 千秋笑了笑 没有回话 他知道 乌武之所以让他这么做 也许是想要卖这些人一个面子 果不其然 乌武开口道 你们是兵工的护卫队吧 没错 这个戴面具的是一个逃犯 他杀了守卫 从兵牢里逃了出来 若是让他逃出内城 肯定还要死不少人 敢问小哥和这位小姐 你们是大陆人吧 护卫队队长看向千秋和乌武 眼里闪过一丝警惕之色 在这个护卫队队长的怀疑神色之下 千秋承认了 他和乌武就是横谷大陆来的修炼者 得知两人是横谷大陆的修炼者之后 护卫队队长脸上原本十分尊敬和感谢的表情 一下子弱了几分 眼里有那么一瞬闪过了不屑 千秋捕捉到了这一点 他有些失望 没想到自己帮了他们的忙 得知自己是横谷大陆修炼者的身份之后 还是会感到不屑 他实在想不明白 在极寒之地的人严重 横谷大陆的人 为什么会让他们瞧不起 先生 小姐 这次真是谢谢你们了 这个逃犯 我们会严加看守的 再见 护卫队队长还算是客气的 对千秋和乌武道谢 随后带自己手下的人离开了 这时 护卫队队长忽然又折返回来 神色有些犹豫 队长 你有话就说吧 乌武轻笑一声 护卫队队长点了点头 正色道 这两天 内城并不太平 你们大陆人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的话 还是趁早离开内城吧 尽管你的实力很强 但 队长 该走了 就在这时 护卫队队长身边出现一个队员 他警惕地看着千秋和乌武 直接打断了他队长的话 护卫队队长看着身边的队员 对着千秋和乌武两人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最终也只是叹息一声 和队员离开了 千秋有些疑惑地 看着护卫队队长的背影 对着乌武问道 乌武姐 那个护卫队队长话没说完吧 嗯 但是他手下在身边 他也不好 跟我们说些什么 千秋又道 话说乌武姐 你刚才为什么要让我帮他们 乌武看着离去的护卫队等人 瞇了瞇眼睛 道 跟上他们 路上我跟你说 说完 乌武就使用了一绒术 让自己的样貌发生了变化 千秋一愣 也没有多问 立即学着乌武的样子 变换了自己的样貌 他知道 在极寒之地 这些修炼者 实力都远远强出 他们表现出的样子 所以千秋这一次 加大了魂力的使用 不至于一下车就被识破 乌武和千秋两人 一直和护卫队 保持着不近不远的距离 他们几个人压着面具人 朝着前方那座巨大的宫殿走去 那里就是所谓的冰宫 能被关在冰宫里的犯人 都是要处以死刑的 这些囚犯穷凶极恶 实力十分强大 原本我是想从 那个护卫队的人口里 套出些信息 没想到他看在 咱们是大陆人的份上 什么也没说出来 乌武对着千秋开口道 千秋疑惑 不会吧 刚才那个人 虽然差点伤了我 但那也是因为 我没和极寒之地的 修炼者战斗过 一开始有些轻敌罢了 他的实力也没有很强大 正是因为他的实力 不是很强大 但他却被关在冰宫里 所以他的身份 很令人好奇 当然 主要原因是 在看到他的一瞬 我就从他身上 感受到了熟悉的气息 像百年前 某个组织里的人一样 乌武神色严肃 盯着前方 互卫对几人 千秋看着乌武 严肃认真的神色 他很少能从乌武脸上 直接判断出他的情绪 一旦他的情绪 能被表现在脸上 就绝对是被他 真正当做一件要紧的事情 所以眼下 乌武真的认真了 千秋在内心思索着 能让乌武都要跟踪 去查探的组织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 乌武姐 那我们现在不去新业了 千秋到 暂时不进去 而且刚才那个护卫队队长 也说了 这两天 内城并不太平 一旦内城出现问题 内城开始暴乱 新业的入口也会受到波及 会变得十分不稳定 届时 咱们想要再出来 就很麻烦了 乌武对解释了 这一切的利弊 千秋微微皱眉 之后 也没有再过多言语 只是和乌武静静地 跟在护卫队的后面 很快 护卫队几人 已经来到了兵宫之下 大门前有不少门卫 他们对门卫出示了腰牌 护卫队几人 就被放了进去 乌武姐 咱们现在怎么办 咱俩可没有腰牌 要是偷偷溜进去 要是被发现 咱们岂不是成了罪犯了 千秋看着戒备森严的兵宫 他已经感觉到 附近有不少强者存在 乌武在四周观察一阵之后 低声道 先在附近转转 等晚上宵禁的时候 兵宫里会有不少人出来巡逻 趁着兵宫里人少的时候 咱们潜到里面 千秋惊讶地看着乌武 没想到 他已经执着到这种地步了 千秋不明白 乌武为什么一定要进入兵宫里面 他们来极寒之地的目的 明明是星夜 但现在为什么要为了一个 他感到熟悉的气息 而进入兵宫 在极寒之地 可不比横谷大陆 如果在横谷大陆 得罪了某个宗门也就罢了 大不了只是四处逃窜罢了 但在极寒之地 一旦得罪了人 那可就是与整个国度为敌 只要一天待在这里 就会被全国通缉 千秋只想安安静静地进入星夜 修炼幽名九转绝 五五看出了千秋的犹豫 他动了动朱唇 不带有任何情绪到 如果你觉得有些为难 你就先去星夜里面等我 我办完事情 就进去找你 不 五五姐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也是其余老头的徒弟 说什么 我也不会让你孤身一人的 不就是晚点修炼吗 我也不差这个时间 我陪你一起 千秋认真地看着五五 五五微微一愣 眼着嘴巴笑了起来 这还是千秋第一次看到五五笑 他平常就是一个冰山女神 千秋一度以为他不会笑 没想到他笑起来 是这样倾国倾城 小鬼 我可是一位大帝 帝名是五帝 就算是对上冰山女王 我也不一定会被压制 你觉得 你在或不在 能改变我的实力吗 五五看着千秋 继续笑着 千秋有些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他差点忘了 五五可是一名货真价实的大帝 帝王竟修炼者 正如五五所说 千秋他在或不在 都不会影响五五 就在千秋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 五五收起了笑容 语气变得格外温柔 你愿意陪在我身边 那便陪着吧 这还是百年来 第一次听到有人对我说这种话 五五和千秋两人 就在冰宫附近 不停悠闲地转着 为了防止被门卫注意到 他们最后特意找了一家茶楼坐下 五五姐 你有没有注意到 不停有护卫 从外面进入冰宫里 好像全是在外的护卫 被招进宫了 千秋时刻在注意着冰宫的大门 将这几个小时的发现 告诉了五五 嗯 看来那个护卫队队长没说错 内城不太平 护卫全部叫进去 应该是在商量什么事情 五五点头 又道 咱们进入内城的时候 也听到那两个门卫在讨论 说是有刺客进入冰宫 也可能是为了加强内城的戒备吧 要是是加强内城戒备的话 五五姐 咱们晚上进去的话 岂不是风险更大了 千秋面露担忧 五五没有回答千秋 脸上并没有出现什么情绪 这时千秋也放下心来 只要五五没说什么 他肯定是有其他办法的 自己完全不用操心这些 两人相作无言 天色也逐渐黑了下来 千秋在这段时间里 将自己从来到修仙世界 到目前为止的历程回顾一遍 不到一年的时间 自己已经达到了圣经的修为境界 要知道 在修仙世界 就算是不少资质不错的修炼者 也得花上十多年的时间 才能踏入圣经 而这种资质不错的修炼者 已经超越了95%的普通修炼者 而像他这种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达到了圣经 恐怕他还是修仙世界历史第一人 但千秋很清楚 自己是依赖着自己精通神闻的缘故 才能直接跳跃了前期的修炼 然而达到圣经之后 他发现精通神闻 已经不能带来太多用处了 很多功法 还得自己花时间花心思去修炼 不过唯一带到现在的好处就是 他只要能听到对方说的神闻 利用自己完全懂得神闻的优势 直接复制他的仙术 就算对方是一位帝王经的修炼者 也能当场学会他的仙术 想到这里 千秋忽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五五姐 等进入到星夜之后 你能不能教我几招你 比较厉害的仙术 千秋用十分炙热的眼神 看向五五 五五稍微愣了愣 不解道 我比较厉害的仙术 我是帝王经修炼者 我使用的仙术 就算教给你 你也未必可以学会 我肯定学得会 你倒是只管教我就行了 千秋很是自信 只要是神闻 他绝对能听一遍就学会 这种东西对他来说 他早就有这个想法了 从某位帝王经修炼者手上 直接洗的他的仙术 这样的仙术必然很强大 就算他现在是圣经 也能发挥出不小的威力 但在之前 并没有一个帝王经修炼者的朋友 千秋只能放弃这个想法 眼下 千秋自认为 自己和五五的关系 已经达到了那种地步 要让五五直接传授 给他几个厉害的仙术 应该也不在话下 果然 听了千秋的话 五五微微点头 轻声道 可以 反正进入星夜之后 也用不到魂力 我也可以把仙术 全部书写成仙术册给你 这样也方便你学习 真的 五五剑 太爱你了 千秋大喜过望 若不是两人对着做 千秋恨不能抱五五一下 五五脸上闪过一丝飞红 他立刻别过头去 语气里带着埋怨 注意措辞 下次再胡说 我拔了你的舌头 千秋毫不在意五五的话 哈哈一笑 就当没听见 很快 天色黑了下来 此时街上的修炼者 也越来越少 千秋和五五两人知道 这是萧经的时间快要到了 两位老板 萧经要开始了 我们的茶楼都打烊了 茶楼的老板走到两人面前 十分客气地说了一声 千秋答应一声 随后付了钱和五五离开了 刚走出茶楼 千秋想到什么 立即返回去 发现那个老板还没走 连忙追问 老板 我有个事问你 你们这个茶楼 就在兵宫大门前面不远 我听说昨天晚上兵宫里面有刺客 据说好几位仪式长老都被打伤了 千秋想要打听这件事情 具体是不是真的 老板面色变了变 啊 小老板 这件事你以后最好还是不要提起了 昨天晚上兵宫里面确实有不小的动静 但里面具体发生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 不过早上 护卫队的人专门来我们离兵宫进的店铺 盯着我们不许到处乱说和讨论这件事情 所以你也别为难我 千秋嗷了一声 就离开了茶楼 他确信 在兵宫里进入了刺客这件事 应该是真实的 但兵宫里为了不让这件事情引起恐慌 特意封锁了消息 所以现在兵宫里的局势也许非常的动荡 死 真是倒霉 我在永恒中的时候遇上了七星中的入侵 刚到极寒之地 又遇到这种倒霉事 千秋叹息一声 回到了五五身边 此时 街上几乎已经没有了人影 显得甚是诡异 雪下得越来越大 视线十米开外 几乎看不到东西 五五表情微变 你难道 这雪下得不太正常 五五姐 你什么意思 千秋看向五五 五五摇头 只是淡淡地说 先找地方躲起来吧 等那些护卫队离开这边 我们马上进去 随后 千秋和五五 使用了隐蔽自身的仙术 躲进了一条巷子之中 为了不被察觉到 五五特意使用了地力 用来隐藏他们的气息 没过多久 街上彻底没人了 护卫队也开始一批一批地 从兵宫里出来 就在千秋和五五两人 以为所有护卫队的人都出来了 紧跟在其后的 居然还有一个身材比例极好的女人 当千秋看清这个女人的脸之后 瞬间被震撼了 宗 宗主 池小雅 池小雅 五五听到从千秋口中说出的名字 脸上浮现出惊讶之色 千秋怎么会认识兵宫里的修炼者 她是我在横谷大陆永恒宗的宗主 当时我们宗门被七星宗给攻打了 我的三个师父 最后为了保护宗主 使用仙报之术保住了她 没想到她居然来到极寒之地了 千秋面色复杂地看着池小雅 心中有种说不上来的感觉 自打她离开永恒宗之后 就再没有见过池小雅 和听到过她的消息了 起初千秋是打算自己达到了圣境之后 立刻进入虚空星界寻找池小雅 因为她有很大的概率 为了躲避七星宗的追捕 藏在虚空星界里面 但在前不久之前 千秋达到了圣境之后 就遭到了七星宗无休止的追杀 根本没有机会去虚空星界里找池小雅 现在没想到 来到极寒之地之后 居然会在这里碰到池小雅 而且看她的装扮和气势 看样子在兵宫里的职位并不低 甚至有可能是一位很高级别的存在 你会不会看错了 大陆人绝对没可能能在极寒之地 当上这么高职位的 就算是门卫 几乎都不会运用大陆人 五五对千秋道 千秋摇头 不可能 她绝对就是池小雅 她的气质一点没变 而且 长得也和我之前认识的池小雅一模一样 她绝对就是池小雅本人 见千秋十分确信的样子 五五思索片刻 猜测道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 她本身就是极寒之地的人 只不过去了横谷大陆而已 五五这么一说 千秋瞬间愣住 这个说法不是没有可能 因为千秋并不知道池小雅真正的身世 所以如果说她是极寒之地的人 后来去了横谷大陆而已 这也是绝对有可能的 算了 不管怎么说 看到她还安然无恙就好了 现在有了熟人 就算咱们被抓住 看在我原来是永恒宗神子的份上 些许她还会保我一次 千秋心中忽然没有那么担忧了 虽然池小雅一向对她很是冷漠 但总归都是永恒宗的人 况且她还是神子 池小雅不会见死不救的 等池小雅与一众护卫离开之后 兵宫大门之前已经没有了其他人 空无一片 走吧 里面的人应该都走光了 五五低声说了一句 随后迅速朝着大门的方向奔去 千秋没有耽搁 紧跟在其后 两人很快地翻越围墙 进入了兵宫当中 翻越墙壁之后 两人轻声落地 千秋被里面的建筑给震撼到了 兵宫当中晶莹剔透 各个地方都是蓝色水晶一样 显得很是高贵华丽 在横谷大陆 一年四季如春 根本见不到雪和冰 在极寒之地这个地方 与横谷大陆截然不同 而冰宫本身也是拿冰制成的 高达数百米 犹如一座通天巨塔 别愣着了 找进入冰宫的地方 看看冰宫内部 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五五对千秋说了一声 面色十分严肃 很显然 他也很担忧被发现 千秋 待会儿要是出了状况 咱俩分头跑 一起跑 很容易被集火攻击 到时候乱起来 我会吸引那些人的注意力 你趁机离开这里 逃出这里 就直接进入星宴 到时候 我会来找你的 五五对千秋说明了之后的打算 千秋点头 自从他接触了 先前的那个面具人之后 就对极寒之地的修炼者 产生了敬畏之心 这里的修炼者 的确要比横谷大陆的修炼者 强大不少 要知道 先前那个面具人的修为境界 只有虚空境而已 就算是千秋当时在虚空界 都无法施展出 那样强大的仙术 根据千秋自行猜测 那个面具人的婚礼级别 可能已经达到了魁魂 进入兵宫之后 千秋感觉到冷气逼人 四周的温度迅速降了下来 周围十分的寂静 一点声音都没有 五五姐 我怎么感觉不太对劲 就算这会儿是宵尽时间 兵宫里的护卫队 全部出去巡逻了 但也不至于这么安静吧 不是说昨天有此刻进来吗 按理说 兵宫里才戒备森严呢 千秋看着周围的环境 对五五说出了心中的疑惑 俗话说得好 是出反常必有妖 现在这种情况 实在是太过于诡异了 五五的面色也不太大好看 他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立刻开启神念 感知周围的一切 然而就在五五刚开启神念的那一刻 他眼角一抽 立即对千秋大喊 快跑 碰 五五话音刚落 一个巨大的冰锥从天而降 直接砸在了五五先前所处的位置之上 还好他的身手十分敏捷 一下就躲开了这一击 千秋听到五五的声音 没有犹豫一秒 立刻朝着大门方向退去 不料从大门外涌进来一大堆护卫队的人 他们全部显露出先影 挡住了千秋的去路 死 中招了 千秋面色一宁 马上就反映过阿里自己和五五早就暴露了 刚才那些护卫队离开冰宫 也只是一种做给他们俩人看的假象 千秋不敢大意 当即显露先影 他实际上也没慌乱 毕竟五五可是帝王境的修炼者 面对这些人也不用太过于担心 然而就在千秋准备出手之时 围在他面前的那些修炼者 让开了一条路 从中间走出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 他正是千秋刚才看到的池小雅 大陆人 我劝你们最好束手就擒 你们从下午一 出现在冰宫附近的时候 我就注意到你俩了 说吧 你们和昨天出现在冰宫里的刺客 是什么关系 池小雅冷立的声音 让千秋浑身一颤 千秋很疑惑 池小雅明明看见他了 为什么没有露出一丝惊讶之色 难道池小雅忘记他了 千秋尝试性地说了一句 宗 昨天那个刺客是你们宗主 池小雅看向千秋 咒眉道 剑池小雅的回答 千秋有些猛逼 继续道 我在叫你宗主啊 宗主 我是千秋啊 永恒宗神子 永恒宗 神子 池小雅有些发猛 随即怒道 你在说什么东西 来人啊 给我把他拿下 等等 池小雅 你和我同是永恒宗之人 你还是一宗之主 我三位师父为了保全你 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 你现在居然成了极寒之地的走狗 千秋怒了 想起自己三位师父 为了保护池小雅 不惜燃烧元神 使用先报这样的自杀之术 现在池小雅居然装作不认识自己 那三位师父 岂不是白死了 千秋不知道池小雅 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根据之前对池小雅的了解 在千秋印象之中 他一直是一个十分在意永恒宗的宗主 他一直把永恒宗放在第一位 绝不允许有任何人侮辱和诋毁永恒宗 但这才多久 池小雅转头 就装作忘记了永恒宗 就在千秋愤恨地盯着池小雅时 他面色变了变 神色变得复杂起来 道 你刚才说的是池小雅吗 呵呵 不然呢 怎么 你在极寒之地 难不成还改了一个名字 此时此刻 千秋已经将池小雅恨到了骨子里 池小雅听到千秋确认了 随即对周围的护卫队道 你们都退下吧 这个人我亲自审问 长老 这不符合规矩吧 一位护卫队队长上前一步 为难地对池小雅说道 池小雅面色一宁 冷冷地看向那人 不符合规矩 我的规矩 就是规矩 是 那位护卫队队长 额头上留下一滴冷汗 随后对身后的手下下令 退出兵宫 五五身边 那些修炼者也即刻退去 五五疑惑地看向千秋和池小雅 千秋也有些猛逼 这是怎么回事 难不成池小雅良心发现 被他的嘴盾给打动吗 此时 兵宫的大厅之中 只剩下了池小雅和千秋 还有五五三人 池小雅面色复杂地看着千秋 道 你认识池小雅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现在周围也没有其他人了 你还要跟我装示意吗 宗主 千秋故意将宗主两个字 咬得很重 以此来讥讽池小雅 不料池小雅面色没有变得很难看 而是轻轻摇头 说道 你误会了 我不是什么池小雅 我叫池云 我是池小雅的亲姐姐 亲姐姐 千秋瞬间猛逼了 他想起刚才池云的表现 如果说他不是池小雅的话 那他的表现 但千秋还是很难相信 毕竟他和池小雅长得一模一样 就连说话声音和气质都几乎无差 世界上怎么可能有两个长得这么相似的人 见千秋一脸不相信的表情 池云道 我和小雅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但他从小就离开了极寒之地 前往横谷大陆了 我们在两个不同的地方长大 自他去了大陆之后 我就再也没见过他 小雅 他还好吗 池云抬起头 看向千秋的眼神当中充满了真挚 这是千秋从未从池小雅脸上看到过的表情和眼神 这一刻 千秋确认 眼前的这个女人真的不是池小雅 而是他所说的 池云 池小雅的亲生姐姐 到这里 千秋已经没有了先前那么警惕和愤恨的心理了 在一旁的吴吴 也从池云和千秋的对话当中听明白了来龙去脉 他没有插话 只是在一旁安静地听着 千秋将几个月前永恒中发生的事情 已经池小雅在永恒中的身份统统告诉了池云 池云听完之后 表情变得很是复杂 半上 池云才开口道 小雅他躲到虚空星界里去了吗 我很早就想去大陆找他了 但碍于自己的身份 没办法主动离开极寒之地 等这次解决了兵宫里的危机 我就向女王请辞 我要去找小雅 池云眉目眨了眨 眼眶忽然就红了 千秋道 云 云姐 如果你方便的话 能跟我们说说 兵宫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千秋看了眼身旁的吴吴 吴吴对他使了一个眼色 千秋心领神会 立刻对池云开口了 池云揉了揉眼睛 随即抬起头 表情已经变回了以往的冷漠 对于千秋的问题 池云冷声道 对不起 这是我们冰封国内部的事情 你们作为大陆人 我无可奉告 况且 你们现在被我等视为刺客 我这么和你们俩私下交流 已经违反了规矩 所以你们现在必须得向我证明 你们不是刺客 否则我还得抓捕你们 池云态度变得很快 让千秋有些措手不及 这女人还真奇怪 上一秒眼看着就要哭出来了 下一秒脸就冷下来 这也太夸张了些 不是 云剑 我俩真不是什么刺客 我和我朋友 在下午的时候 还帮你们护卫队的人 抓住了一个逃犯 从那个逃犯身上 感受到了奇怪的气息 所以我们就偷偷进入兵宫了 想要探查一下 那人的真实身份而已 千秋连忙解释道 池云横着眉 道 奇怪的气息 是什么意思 就是 感觉到很熟悉 像是之前的某个组织里的人 千秋看向五五 不太确定地说了一句 他刚说完 五五就用恨铁不成钢的眼神看向他 千秋也意识到 自己说错话了 连忙准备张开口否决 不要池云瞬间变了脸 你们果然是那刺客的同伙 池云冷声说道 随即立刻展露了仙影 池云的仙影是蓝色的 很显然 他已经达到了苍穹境 他的修为境界 恐怕在极寒之地 都已经达到了很强的水平 千秋此前遇到了那个面具人 只不过虚空境 就使用出了犹如圣境一样威力的纤术 眼下池云达到了苍穹境 那他使用出的仙术 岂不是达到了准地的境界 况且 他的魂力级别 起码是魁魂中期起步 这样恐怖的实力 甚至已经超越了准地强者的实力 千秋 你找机会离开 五五对千秋说了一句 随后上前一步 展露出了自己的帝王境黑色仙影 直冲苍穹 气势如虹 五五和池云都展露出了自己的仙影 气氛剑拔弩张 池云 只有苍穹境 与五五的帝王境先影 比起来 差距实在太大 几十米高和百米高相比 几乎是碾压式的存在 我们真的不是你说的什么刺客同伙 只是想进兵宫里了解一些事情 没有任何恶意 五五再次说道 他也不愿意和池云真正的出手 毕竟他是兵宫的人 而且职位一点也不低 刚才听到护卫队称呼池云为长老 他极有可能是兵宫当中一位长老 池云立声道 不管你们到底是不是刺客 你们擅闯兵宫 已经违反了兵封国的法律 我现在有权直接逮捕你们 如果你们试图反抗 我也有权利 直接当场击杀你们 剑池云不肯听劝 五五叹息一声 随即道 我可是一位大帝 你们护卫队的实力 你自己也清楚 我承认 你们极寒之地的修炼者实力 普遍要强大不少 但苍穹境和帝王境 始终是差了太多太多 你不可能留得住我的 是吗 那就试试看吧 池云说吧 原本已经退出去的 那些护卫队的修炼者 全部重新涌了进来 先引全部外露 严阵以待 千秋看着这浩荡的气势 眼皮子直跳 没想到池云说动手就动手 和池小雅那果断的性格 完全一样 丝毫不给人留下其他的余地 千秋想到此前五五说的话 一旦他们打起来 就立刻找机会离开兵宫 千秋原本是打算 留下来帮助五五的 但一想到他是一位真正的大帝 一旦施展起仙术 那威力足以直接掀翻整个兵宫 到时候 还有没有机会离开这里 还是未知数 五五姐 你一个人可以吗 千秋对着五五大喊一声 五五道 你不用担心我 管好自己 千秋点头 随即大量起四周 试图找到从这里出去的机会 池云看出 五五想要一个人拖住他们 立即对收下的人吩咐道 我对付这个女人 你们全部去抓那个男的 绝不能让他们任何一个人跑了 是 池云率先向五五施展了仙术 威力比正常苍穹镜修炼者 使用出的仙术威力大出太多 千秋感到十分的震撼 池云使用出这样威力的仙术 就算是现在的她 也恐怕没办法多次使用 这就是极寒之地 真正强者的实力吗 仅仅只是苍穹镜 随意一个仙术 就已经达到了如此恐怖的地步 那极寒之地的统治者冰山女王 她的实力的 恐怖到什么程度 五五并没有使用攻击性很强大的仙术 她自始至终都没想和池云 以及护卫队的修炼者战斗 所以 只是一直使用着防御性的仙术 并且不停地退却 而千秋这边 护卫队十多位修炼者 一同朝着千秋袭来 他们身上都散发着强大的气息 就算是千秋之前 面对那么多七星宗的长老 也没有这样的压迫感 千秋很肯定 这是护卫队的修炼者 虽然只有虚空静的修为境界 但他们的实力 已经远远一出太多了 兵和时代 千秋念诵神文 想要使用这一仙术 拖住他们的行动 为自己争取时间离开这里 他不想和这些护卫队的修炼者 纠缠不清 然而这一仙术发动 对这些护卫队的修炼者 没有丝毫的影响 他们连躲都不躲 千秋发出的道道 兵锥刚一靠近这些人 兵锥立刻就直接无力 坠落在地上 就好像一瞬间失去了动力一样 这还是千秋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 就算他们的实力强大 也只能是让这些兵锥 无法伤及他们 但怎么可能做到眼前这样 直接让兵锥失去动力 哼 大陆人你不知道吧 你使用的这个仙术 属于兵器的仙术 我们极寒之地的修炼者 天生就是冰破肢体的仙体体质 就你这个仙术 对我们来说是免疫的 护卫队领头的一个修炼者 对千秋不懈地说道 随后直接施展仙术 直接朝着千秋砸了过去 找死 千秋来不及去感慨他们特殊的体质 立即侧身躲开他们的仙术 转身直接掏出长生中 去抵挡他们的阻击 千秋瞅准机会 向着大门的方向逃去 为了阻挡那些护卫队的人追来 千秋将长生中堵在了大门前 他们无法冲出长生中的阻击 只能眼睁睁看着千秋从大门跑了出去 他深深呼吸了一口空气之后 大喜过望 他一个人也许无法轻松战胜 但从他们手上逃走 还是非常容易的 动 千秋还没冲出去多远 忽然凭空撞在了一个屏障上 千秋被撞得七昏八素 大脑嗡嗡声一片 耳边忽然响起一道冰冷的女人声音 时云 带他们来见我 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到了这一道冰冷的女声 冰宫护卫队的修炼者 听到这一声之后 全部停下了动作 眼神恭敬地看向冰宫的最高处 是女王 是女王发话了 护卫队队长激动地说道 千秋从地上爬起来 他伸出手摸了摸眼前 发现面前是一块透明的屏障 具体到底有多大的范围 千秋无从得知 他使用神念 都无法感知到这透明屏障的所在 千秋回头看去 发现护卫队的那些修炼者 已经停止了行动 全部围在两边 丝毫没有了想要抓捕他的想法 这是怎么回事 刚才那个女人的声音是谁的 千秋疑惑地看着众人 此时冰宫当中打斗的声音 也戛然而止 千秋猛地看向冰宫 难道五五和池云的战斗 已经奋出胜负了 不等千秋做下一步打算 从冰宫当中 突然传出五五的声音 千秋 你回来吧 五五姐 怎么回事 千秋听到五五的声音 悬着的心也沉到了心底 看来还是帝王进的五五更胜一筹 任池云是极寒之地的强者 但在真正大地面前 还是不可能战胜的 但现在五五让千秋回到冰宫 这又是闹哪样 权衡片刻后 千秋最终还是选择走进了冰宫 有五五在 千秋不觉得自己的生命会受到威胁 重新回到冰宫当中 千秋一眼就看到了 站在五五身旁的池云 两人都没有了原先剑拔弩张与敌势的气势了 反倒两个人像是 好姐妹一样站在一起 五五姐 你俩 难道他俩没打起来 五五道 刚才你应该也听到了 那是冰山女王的声音 他要见我们俩 迟云点头附和道 是的 女王让我带你们去见他 看来 你们真的不是刺客 不好意思 是我之前误会你们了 迟云诚恳的千秋和五五居了一躬 以此表达自己的歉意 千秋还有些发猛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刚才他撞到了一个透明屏障 然后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那道声音居然是冰山女王的 见五五都没有了对迟云敌势的眼神 此时迟云也没有了丝毫的杀意 千秋虽然想不通 这到底是为什么 但最终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之后 千秋和五五跟在迟云的身后 朝着冰宫的最高层走去 路上 千秋压低了声音 对五五道 五五姐 怎么回事 怎么冰山女王要见咱俩 你和他认识吗 五五摇头 表情依旧很是平淡 不认识 那他为什么会要求主动见咱们 难不成是被我的英俊给折服了 千秋不停地在想 到底是什么触动了冰山女王 要召见他和五五 思来想去 也就只有这一个理由了 果然 人还是不能长得太帅 五五用怪异地眼神 瞥了一眼千秋 半赏 开口道 你 是不是刚才脑子撞墙了 千秋一愣 不可思议道 五五姐 你怎么知道 五五眼脚抽了抽 没有再理会千秋 他活了百年 还没见过像千秋这样的人 走在最前面的池云 对着千秋开口道 你叫千秋是吗 距离到女王所在的位置 还有很长一段落 你跟我讲讲小雅 在永恒中的事情吧 哦好 其实我和池宗主 也没有太多的相处时间 对他的了解也不多 千秋想了想 自己和池小雅 并没有相处过很多次 但还是把自己知道 关于池小雅的一切 全部讲述给了池云 而后 千秋也忽然想到 在之前还在永恒中的时候 魂塔的司徒明就说过 池小雅刚来到永恒中的时候 测试魂力等级 他的魂力等级天生裂魂 那可是在横谷大陆 万里挑一的天赋 也正是依靠着他 天生强大的魂力天赋 修炼起来要比其他修炼者强出不少 所以很顺利的 就坐上了永恒宗宗主之位 放言永恒宗历史 池小雅是最年轻的一位宗主 现在看来 池小雅天生裂魂 并非是全部的机遇和幸运 因为现在得知了 池小雅其实是 极寒之地修炼者身份的原因 千秋从池云口中得知 极寒之地的修炼者 每个人几乎都是天生月魂中期 在极寒之地 天生裂魂的修炼者 也少之又少 池小雅的天赋 在极寒之地也十分的出众 很快 三人沿着千个阶梯 走到了兵宫的最高层 千秋只感觉到周围的温度 已经下降到了一个正常修炼者 无法忍受的地步 必须要使用炼体护体的能力 才能安然无恙地站在这里 好了 我就送你俩到这里 女王就在里面等着你们 池云停下了脚步 站在五五和千秋两人身后 默默地说了一句 五五点头 随后又看了一眼千秋 率先踏入了冰山女王所处的房间之中 横谷大陆 半藏沙漠 猎虎神宗 厄加特已经坠入修仙世界数天 他也已经熟知了这个世界的修炼规则 他也将自己的仙影幻化了出来 不同与四翼天使修米尔的是 厄加特身为六翼翅天使 他的仙影并没有幻化成黑色的帝王镜仙影 而是幻化成了淡褐色 淡褐色的仙影同样有百米之高 只是出现一瞬间 就被厄加特收回了体内 他面前还跪着几位猎虎神宗的长老 他们看着厄加特的仙影 浑身止不住的颤抖 您 您就是六翼翅天使厄加特大人吗 猎虎神宗大厂老熊浩天 跪在厄加特面前 声音颤抖道 厄加特微微汗手 道 修米尔丢了主人的脸 我来替他收拾这烂摊子 现在招手了多少信徒 主人马上就要降临了 报告大人 现在信徒一共732名 原先已经达到了千人 但朱仙殿的修炼者 杀了不少信徒 导致现在只剩下这些信徒了 再加上朱仙殿现在四处虐杀修炼者 我们已经很少能招募到信徒了 熊浩天很郁闷 原本他以为很强大的修米尔 居然被朱仙殿的宗主暗影大地杀掉了 厄加特眯了眯眼睛 那难道 朱仙殿吗 而等凡人 如此嚣张 这些你不用管 你继续大肆旋转主的理念 在7日之内 必须让主人的信徒达到三千人以上 否则 你不配当他的追随者 我会替主解决掉你的 熊浩天感受到厄加特身上散发出的杀意 跪在地上连连叩手 随后匆忙离开了猎虎神宗 没想到这次派来的大人 居然已经达到了那种境界 恐怕现在 放眼整个修仙世界 也只有他一人达到了那个境界 这就是真正的半神吗 呃 加特大人已经这么强了 他到底有多么恐怖的实力啊 熊浩天是一名刚刚踏入准地的修炼者 他早就听闻帝王镜之上还有一个修为境界 只不过在修仙世界 这个修为境界早已经成为了传说 虚空星界之中 上次救了千秋的那名黑衣斗篷女人 已经成功晋升了帝王镜 终于帝王镜了吗 女人喃喃说道 他卸下戴在斗篷上的帽子 帽子卸下 女人脸上有一道十分害人的疤痕 破坏了他原本倾国倾城的面孔 七星宗 七星大帝 你们灭宗的时候到了 极寒之地 冰宫内 千秋和乌乌站在了冰山女王的面前 他正坐在一座十分巨大的水晶宝座之上 居高临下地看着乌乌与千秋二人 你是五弟吧 你为何进入极寒之地没有事先告知我 你明知道 这样擅自闯入极寒之地 是违反了我的规矩 冰山女王看着乌乌开口道 语气与千秋先前 在兵宫大门之前听到的一模一样 十分的冰冷 千秋感觉到 冰山女王与他之前正面面对过的 任何一个大帝都不一样 他身上有着一股很难言喻的压迫感 不单单是高净者对低净者的威压 因为在此之前 千秋每每感到高净者对他的威压 他都能通过调动体内的掌声中之力 消除这种负面效果 但现在 在冰山女王面前根本无法做到 乌乌抬起头 看向冰山女王 语气没有丝毫的慌乱 道 冰山大地 这极寒之地并不是你一个人的地盘 你这些年制定的规矩 可以约束其他修炼者 但你没权利 约束我们这些帝王进的大帝 不过你放心 我也不是要否决你的意思 我来极寒之地有其他事情 希望你不要为难我和我的朋友 乌乌看了眼千秋 没有什么情绪波动 千秋马上看出来了 乌乌这不卑不亢的言论当中 虽然听上去很霸气 但言下之意是冰山女王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我们来极寒之地 没有其他想法 很显然 乌乌是非常不想让冰山女王误会 他来极寒之地的意图的 五弟 如果放作别的大帝来极寒之地 些许我真的要怀疑他们的动机 但你不一样 你身为大陆的数位大帝之一 你已经销声匿迹很长时间 我不觉得 你来我极寒之地 有什么不好的目的 冰山女王停顿了一下 把目光放在了千秋的身上 意味深长道 不过你这位朋友 到底是不是带着别的目的来极寒之地的 那我就不清楚了 被冰山女王注视的那一刹那 千秋感觉自己浑身都僵持在了原地 他不明白冰山女王 为什么会把目光投向自己 从进入到这里之后 自始至终 他都没有开口说话 五五也疑惑地看着千秋 随即又转头对冰山女王道 他只是一个圣境的修炼者而已 和我过去的师父有所关联 实不相瞒 我们来极寒之地 是为了进入星夜修炼的 他和我一样 没有其他目的 五弟 你确定吗 据我所知 他可是能使用上古神器的修炼者 而且你自己也很清楚 他现在只有圣境而已 如果他是帝王境的修炼者 有秘术可以使用上古神器 我也勉强认可 但他只是圣境 连地利都没有 如何可以使用上古神器的 冰山女王用灵力的眼神 看向千秋 听了冰山女王的这番话 五五再次看向千秋 眼神多了一丝疑虑 千秋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他猜测 也许是刚才在兵宫大门之前 使用长生中被冰山女王发现了 不然他也不会使用 那透明的屏障拦下他 但现在冰山女王又说 他是带着其他目的来极寒之地的 这又是怎么回事 冰山女王为什么会这样怀疑他 女王你好 我叫千秋 我不知道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虽然能使用上古神器 带来极寒之地的目的 就是进入星夜里面修炼功法 我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 千秋看着冰山女王 十分诚恳地说道 哦 为什么修炼功法 一定要去星夜的 难不成星夜里面 有什么洞天伏地 能让你的修炼速度加快 冰山女王 依旧面不改色地看着千秋 啊 那倒不是 主要是我修炼的功法 需要大量的药草辅助 而这种药草 又仅仅只生长在星夜之中 所以 我想要进入星夜采集药材修炼 千秋刚说完 乌乌也附和道 是这样的 我和他修炼的功法是同一种 所以我们结伴来到极寒之地 冰山女王听了乌乌的话 忽然沉默了下来 梁九 他开口道 既然你们要进入星夜 那便直接进入星夜就是了 星夜又没有限制任何修炼者进入的说法 为何又要偷偷潜入我的冰宫呢 我们当时的确准备进入星夜的 但路上碰到了一个冰宫的逃犯 千秋替你的护卫对清兵们拦下了逃犯 但我从他身上感受到了熟悉的气息 乌乌没有隐瞒自己的意图 直接对着冰山女王说了出来 此话一出 冰山女王从水晶宝座上站了起来 朝着千秋和乌乌乌两人走下来 这是千秋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到冰山女王 他很快发现冰山女王的容貌也十分的年轻 不过这一次千秋一眼就看出来 他是使用了仙术 维持着这样的容貌 与乌乌不同 乌乌好像保持自己年轻貌美的容貌 是自然的 而非像冰山女王这样使用仙术 遮盖了自己已经是一个百岁老人的事实 古老的组织?果然不愧是五帝 你也一眼就看出来了 冰山女王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乌乌 随后又道 你猜得不错 那个逃犯正是那个组织的人 他在几个月前被我的护卫队抓到 一直关押在冰牢当中 你们应该也听说了 昨天冰宫里闯入了刺客 而那个刺客也是那个组织当中的人 说完 冰山女王的话就戛然而止 但乌乌的面色已经变了 他若有所思地思考了一会儿 对冰山女王点点头 道 你的意思是 那个组织的势力已经渗透到极寒之地了 不错 这个组织里到底有什么样的人存在 都有可能 而且 他们最擅长使用各种禁术与秘术 所以 我看到你身边这个朋友的时候 我第一反应 他就是那个组织的人 冰山女王再次把目光投向了千秋 乌乌也看向千秋 眼里闪过了复杂之色 只有千秋一脸猛逼地看着两个女人 站在身旁云里雾里地听着两人的对话 什么古老的组织 什么各种巫术禁术 到底是什么鬼 唯一千秋明白的是 自己已经被冰山女王认定成了那个 派刺客潜入冰宫组织的人了 不是 女王你误会了 我真的不是你们口里 什么古老组织的人 千秋赶忙解释道 冰山女王玩耳一笑 哦 我知道 刚才你进入这个大殿之后 我已经试探过你了 不过 你的身份要比那个组织的人 还要令人忌惮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千秋疑惑 不料下一秒 冰山女王忽然抱起 她肩膀旁出现了树道冰锥 直直刺向千秋 千秋始料不及 看着直刺而来的冰锥 根本来不及躲闪 就在这些冰锥马上 要将千秋抱头的时候 一道屏障挡住了这些冰锥 而后五五的手一挥 这些冰锥全部落在了地上 皱眉看向冰山女王 冰山大地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都说了我朋友跟我一样 没有任何目的 冰山女王惊讶地看了一眼千秋 眸子里满是疑惑之色 低声尼难道 怎么会 千秋额头上渗出冷汗 她在冰山女王面前 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就刚才她施展仙术的速度 若不是被五五替她挡住 恐怕她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具尸体 呵呵 对不起 看来是我误会了 不过这件事情 的确有些诡异 看来本地得好好花心思调查一下了 冰山女王欠然地对千秋笑了笑 接着看向五五 是我认错人了 你的朋友长得太像那人了 我本以为她已经胆大包天到这种程度 敢直接来我急寒之地 五五看了眼千秋 忽然意识到什么事情 面色有了一丝微妙的变化 气氛忽然就变得诡异了起来 千秋只想很快离开这里 因为冰山女王刚才对她露出的杀意是真的 至于到底是不是她解释的那样 她认错了人 千秋就不得而知了 许久 五五率先打破了沉默 道 冰山大帝 如果你没有什么特别的要事 我就和千秋进入星夜了 冰山女王犹豫几分 点了点头 又说道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私下单独见一次面 关于那个组织 恐怕也会波及到你 我了解的事情 可能要比你多一些 好 我知道了 五五转身对千秋使了一个眼色 和千秋离开了冰宫 两人离开之后 冰山女王看着千秋离去的背影 若有所思 随后她对着大殿里黑暗之处招了招手 一个巨大的水晶巨人 从里面走了出来 女王 你有何吩咐 水晶巨人发出十分沉闷的声音 阿佛 是我看错了吗 刚才那个叫做千秋的修炼者 长相和朱仙殿的暗影大帝一模一样 我敢确定 她没有使用易容的纤属 禀告女王 属下一感到疑惑 他们两个人的确长得一模一样 甚至连气息都很是接近 冰山女王再次沉默下来 数十分钟后 对水晶巨人道 你再去一趟横谷大陆 看看那边的局势 到底是怎么回事 门第那家伙 到底是从哪儿结识的那个疯子 这一次的天灾 恐怕是有史以来 最为艰难的一次 若是没有新神出现 可能这一次修仙世界 就要被吞噬了 水晶巨人跪在地上 回道 女王大人 不只是您在朝着城神的方向努力 横谷大陆那几位大帝 在四处搜寻上古神器 妄想从上面获得神力 以此走向灯神长街 冰山女王轻蔑一笑 从上古神器上获得神力 再开什么玩笑 那根本不可能 只有我和天神宗 还有夜神皇族那个老家伙 真正找到了 走向灯神长街的方法 其他几个 全都是跳梁小丑 可是女王 刚才那个叫做千秋的人 她不就可以使用上古神器吗 她必然是获得了神力 否则如何 都不能使用神器的 水晶巨人的话 让冰山女王表情变得些许古怪 她没有再开口 千秋和五五两人 重新回到了星夜入口前 千秋尚未从刚才的死亡威胁当中 回过神来 五五姐 刚才谢谢你了 要不是你 我可能 说起来 你这是第二次救我了 千秋感激地看向五五 五五叹息一声 道 不说这些了 快点进入星夜修炼幽名九转绝吧 极寒之地的处境 要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 恐怕要不了多久 就会发生政变了 政变 这里不是冰山女王专政吗 怎么可能会有政变发生 就算有 以她的实力 完全可以力压群雄吧 千秋疑惑道 不 极寒之地 又不只是她一位帝王进修炼者 在这里的强者 都藏在暗中 大多数修炼者看到的 只是极寒之地的表面 实则这里暗潮汹涌 五五说完 直接踏入了星夜之中 千秋欲言又止 随后也跟在五五身后 进入了星夜 一进入星夜 极寒之地那冰冷的温度 瞬间暖和了起来 千秋一眼望去 直接被惊艳到了 星夜和虚空星界完全不同 虚空星界当中 四处都是战争迷雾 几乎看不到十米之外的东西 到处都是一片虚无和死寂 但在星夜 一整片天上 都是闪烁的星星 眨眼之间 满天星辰弥漫 蓝紫色的光线充满了这里 空气中飘着花香味 到处长着各种稀奇的花草 也有不少体型巨大的魂灵兽 在四处游走着 这里宛如人间仙境 我去 这里也太美了 跟世外桃源一样 千秋十分感慨道 五五笑道 星夜被誉为 修仙世界最美的地方 也好在她的入口 在极寒之地 在冰山女王这种专政之下 才能完好的保留 她原本美好的模样 若是星夜的入口 在横谷大陆 她早就变得满目疮痍了 变成虚空星界那样 千秋微微皱眉 问道 难道虚空星界之前 不是现在这样 当然 虚空星界四季如春 只不过那里 被虚空圣宗进入之后 经历了几场内斗 让整个虚空星界 变得死寂一片 只剩下战争迷雾 和满目疮痍 千秋跟着五五 在星夜里 寻找着修炼幽明九转绝 而需要用到的药草 很快千秋就发现 那些药草 并非在星夜当中遍地都是 看来那些药草 非寻常之草 就算在星夜里 也很难找到 千秋有些怅然 他以为到了星夜里之后 可以直接开始修炼 果然 现实还是很残酷的 五五扫射了一圈 道 往星夜深处走吧 那里有不少药草 修炼需要的药草 在那里应该能找到 不过 我们得小心一点 在星夜深处 有好几只 已经达到了 帝王境的魂灵兽 之后 千秋和五五朝着星夜里深入 遇到的魂灵兽 也越来越少 一旦遇到 都是至少盛境起步的 路上 千秋忍不住问道 五五姐 你刚才跟冰山女王 说的什么古老组织 那是怎么回事 这些你知道了 也没用 少问这些东西 快点把你的修为境界 提升上去 我师父还在等你 五五悠悠说了一句 两人走了很长时间 终于来到了一处山峰之下 千秋投去神念 很快就发现在这座山上 有不少需要用到的药草 千秋兴奋道 就这里了 这山上的药草 全是之前其余老头 给我的那种药草 修炼的时候 加入这些药草 修炼速度会变得非常快 五五点头 随即道 那咱俩就分头去采集药草吧 之后各自进入修炼 我之后还要去冰山女王那里一趟 和她有事情要谈 你有什么事的话 就用神念在山里找我 千秋呕了一声 便准备起身上山 临走前 五五又叫住了千秋 这里距离那里 帝王镜魂灵兽的驻地很近 你自己注意一点 别招惹到她 达到帝王镜的魂灵兽 可以幻化成人形 实力远远要超出帝王镜的修炼者 就算是我 也没有把握能帮你 说完 五五一瞬 就消失在了千秋的视线当中 千秋上山之后 快速地收集药草 全部装进了乾坤袋当中 她花了足足两个时辰 才收集了足够的药草 呼 这些药草 足够我用很长时间了 接下来只需要找一个 安静的修炼地点 争取早日 把幽冥九转爵全部修炼完 这座山峰非常大 偶尔也会遇到几只魂灵兽 千秋一旦进入修炼状态 要是被攻击 很难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击 她必须得为自己 寻找一处非常合适的修炼之地 千秋花了一夜的时间 使用仙树在山壁上 打通了一道巨大的山洞 又用仙树封住了洞口 她打算接下来的几个月 就在这里面修炼 再次进入修炼状态 千秋已经将整本幽冥九转爵背了下来 把功法给了五五 因为她还没有完全记住 上一次 千秋在萧家的修炼房当中 已经修炼到了第六转 从而触发了幽冥神的残影出现 只要千秋达到了帝王境 并且将幽冥九转爵 全部修炼完毕 就能彻底掌握幽冥锤 在那时 不但可以激发幽冥锤的全部力量 还可以使用肉身 直接使用长生中与幽冥锤 放在整个修仙世界 也就只有千秋 可以直接使用两把上古神器 就算是那些已经成帝多年的大帝 也无法做到她那样的程度 等达到了帝王境 天灾应该就快降临了 记得师父说过 帝王境之上 还有叫做主宰境的存在 看来下次见到五五姐 得问问她 进入主宰境的条件是什么了 千秋呢喃了一声 开始专心修炼了起来 与此同时 五五也收集够了药草 她寻找了一处隐蔽的地方 进入了修炼 五五和千秋不同 她是双修炼体 除去幽冥霸体 她的另一具炼体 已经达到了高品圣体体质 对于修炼幽冥霸体 要比千秋快了不少 时间很快过去了七日 五五已经修炼至了第六传 五五身边 冒起紫色的雾气 也看到了幽冥神的残影 五五惊讶地睁开双眼 发现一个百米高的人影 出现在自己身旁 此人正是幽冥神 呵呵 我们历经一个月的时间 已经将整个横谷大陆的宗门 纳入自己麾下 剩下的宗门 都投靠了十大宗门 他们不愿意与诸仙殿 这样残暴的宗门为伍 门戒之中 门递着影子千秋道 你的女人是药宗宗主的女儿 你现在去他们宗门 完全可以不用费力 就让药宗纳入咱们诸仙殿的麾下 结结 影子千秋语气平淡地回道 嗯 是时候去药宗吗 只不过药宗宗主 只不过药宗宗主 恐怕不会轻易 归纳在诸仙殿之下 我能感受到 他正在准备踏入主宰境 结结 现在可不止是药尊大帝 在着手踏入主宰境 其他几个老家伙 都在为此做努力 如果你的速度不迅速的话 恐怕会被天神宗和妖宗的那两位 抢在前面 影子千秋沉默了几秒 不屑地冷哼一声 主宰境 我根本瞧不上 只不过是半神二爷 我的最终目标是正神 明日 你在神界打开门吧 门帝面色变了变 沉声道 你确定要猫那么大的风险吗 据我所知 你的本体已经掌握了 两把上古神器的使用权 等他晋升了帝王境 你在神界但凡受到威胁 你的魂力就会变得很不稳定 也许会直接魂飞魄散 少废话 让你开门就是 你若是想要成神 只能相信我 建宗 宗主之位上坐着的人 正是建宗宗主 建古大帝 如果千秋看到他的面貌 一定会大吃一惊 因为建古大帝 正是他所认识的霍布展 莫说 这些天朱仙殿的人 没有攻击我们建宗的人吧 霍布展宁神说道 禀告宗主 朱仙殿的人 除了灭掉了清云阁之外 其他九大宗门 他们都没有贸然进攻 不过 莫书欲言又止 霍布展道 不过什么 不过 老奴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我见过了朱仙殿宗主 暗影大帝的面貌 他长得和那日百宗大会上 永恒宗那神子一模一样 我怀疑 那子就是暗影大帝 霍布展浑身一震 眉头瞬间紧锁 你是说叫千秋的那个修炼者 莫书对霍布展点了点头 霍布展眼角抽了抽 语气十分震撼 这怎么可能 我前些天在半藏沙漠 一直和千秋在一起 虽然他身上有不少 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方 但绝不可能是暗影大帝 啊 那如此一来 他们两人确实长得一样 难不成他们是兄弟二人 莫书脸上也浮现出惊讶之色 霍布展知道 莫书不可能骗自己 他也陷入了沉思之中 自言道 千秋和暗影大帝 到底是什么关系 时间飞速的流逝 千秋进入星夜修炼 已经过去了一个月的时间 千秋使用了药草之后 修炼速度变得飞快 但由于已经达到了 幽冥九转绝的最后几转 他足足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才修炼完了第六转和第七转 千秋感觉到自己的身体 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魂力等级 也已经突破至了魁魂前期 在修炼的时候 千秋同时借助了长生中的力量 让自己不会因为承受巨大的力量 导致暴体而亡 但他修炼时 身上散发出的气息 已经无法抑制 不少魂力从体内流逝出去 从山洞当中悄然外泄 在几日前 五五夜已经离开了这座山峰 前往了冰宫与冰山女王私会 千秋外泄的气息 吸引到了不少魂灵兽前往附近 就连距离这里很远的 那个帝王静魂灵兽 也已经察觉到了 这名帝王静的魂灵兽 猛然睁开双眼 从兽形幻化成了人形态 眯眼看向千秋所在的山峰之处 它是极寒之地独有的魂灵兽 冰吼竹龙 属于上古系魂灵兽的一种 在冰吼竹龙这一种族 如今只剩下了它一只 这是 长生中的气息 它不是在横谷大陆吗 为什么会出现在极寒之地 冰吼竹龙起身向着千秋所在的山峰走去 与此同时 横谷大陆与极寒之地的交界处 一道虫洞撕开 一个妙龄女子从其中走出 千秋你已经进入了星夜了吗 夜神千询看着暴雪肆虐的极寒之地 呢喃了一声 随后朝着极寒之地进发 就在夜神千询踏入极寒之地不久后 又一道高大的身影出现在交界处 来者是已经成帝数月的黑金元族长 小子 没想到你居然逃到极寒之地来了 不管你逃到何处 我都要杀了你 为我的两个儿子报仇 黑金元族长发出一声原笑 迈着步伐进入了极寒之地 夜神千询也黑金元族长两人都是帝王晋的大帝 冰山女王在上一次五五潜入了极寒之地 她没有第一时间发现之后 已经加强了对整个极寒之地的监控 她感受到两股强大的力量进入了极寒之地 面色微变 对着一旁的五五道 五帝 极寒之地又来了两个不速之客 看来我极寒之地百年的安宁 马上就要被打破了 五五看向冰山女王 回到冰山大帝 天灾来临之前 修仙世界本就会动荡不安 只不过这次的天灾要比之前更加危险 顿了顿 五五意味深长地说道 不过 你们这些人似乎都发现了新的成神之路 横古大陆的几位大带 花了百年的时间准备踏入主宰境 而他们殊不知 你早就晋升了主宰境 在几日之前 五五来到冰宫 从冰山女王口中得知 他已经踏入了主宰境 成为了路上主宰 五五为此感到震撼许久 要知道 修仙世界已经太久没有出现过主宰境的修炼者 以至于主宰境近乎成为了传说里的存在 因为一旦踏入主宰境 就意味着成为了半神 只要能得到进入神界的机会 那便就有很大的机会 成为真正的神奇 呵呵 现在路上主宰可不止我一人 修仙世界 要变天了 冰山女王怅然地说了一句 随即又道 我踏入主宰境不久 现在出去很容易让气息外泄 我有自己的打算 还不能暴露自己的境界 所以我拜托你的事情 希望你能尽快完成 五五点了点头 道 我知道 不过是成之后 你答应我的事情也必须做到 五五正准备离开兵宫 冰山女王忽然道 你那个叫做千秋的朋友 还在心夜里修炼吗 嗯 怎么了 你还不放心他 五五很是疑惑 不知道冰山女王 为什么一直如此在意千秋 虽然千秋身上 有很多未知的秘密 比如 他为什么能使用上古神器 但这也不足以成为 让冰山女王如此上心的理由 毕竟冰山女王 现在已经达到了主宰境 如果他想 同样可以轻易地使用上古神器 冰山女王说道 你这些年对横谷大陆的事情 也不闻不问 自然不知道很多事情 横谷大陆几个月前 有个新兴宗门建立 叫做朱仙殿 门帝和朱仙殿宗主 联手收纳了不少宗门 甚至直接杀了青云大帝 灭掉了青云阁 五五脸上有些惊讶 但他对此并不关心 歪了歪脑袋 道 青云大帝 实力的确要弱于不少帝王境修炼者 就算是这样 和千秋有什么关系 冰山女王轻笑一声 道 千秋的朋友长得一模一样 什么 千秋依旧触摸到了第八转 但加入了不少的药草修炼的速度 也没有更快的提升 照这样的速度下去 至少还需要大半年的时间 才能掌握第八转 半年的时间 恐怕那是天灾就要来了 看来光靠药草 修炼的速度 也无法达到我想要的程度 千秋面露惆怅 停下了修炼 就在退出修炼状态的一瞬 他感受到了十分恐怖的杀意 他没有犹豫 立即使用隐分身术 隐藏自己本体的位置 从山洞之中逃出 千秋刚从山洞里踏空而出 那个山洞就炸裂开来 火光四溅 千秋原本所在的修炼之处 被炸了得粉碎 他拧起梅在周围寻找 到底是什么人 准备暗中偷袭他 用神念在附近扫射了几圈 什么气息都没有发现 千秋重新回到地面上 居然察觉不到他的气息 看来对方的实力很强大 千秋拧着梅 在心中权衡片刻之后 打算立刻离开这里 因为55之前就告诉过他 不管来者是谁 在这里和那人打起来 一旦惊动那只帝王镜的魂灵兽 就不好收场了 千秋还没走出这座山 又是一道攻击直面他而来 这次千秋看清楚 这道攻击居然是凭空出现的 就好像在他前方 有人隐身了一样 他反应迅速地躲开 但身上还是被碎石给划伤了好几处 你到底是什么人 有本事现身 难不成只会躲在暗中偷袭 千秋冲着刚才凭空出现 仙术的那一位致喊道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千秋前方的空气忽然扭曲起来 随即出现了一个头发到屁股的男人 头发又乱又长 犹如一个野人一般 我要是现身和你打 你更没有胜算 长发男人 正是化身成人形的冰吼竹笼 千秋看着眼前这个奇怪的男人 保持着十二分的警惕 他用神念根本无法探知 对方的真实实力 到底是什么修为境界 这就意味着 对方的修为境界至少达到了圣境 然而在极寒之地这个地方 所有的修炼者都执着于修炼魂力级别 很少能看到达到圣境的修炼者 就算是之前池云那样强大的修炼者 也只不过苍穹境而已 一旦在极寒之地达到了圣境 恐怕他的实力 已经达到了一个很恐怖的层面 不知道我在那里修炼 是什么地方得罪了你 千秋开口问道 冰吼竹笼笑了笑 道 你并没有得罪我 只不过我闻到了 你身上有长生中的味道 小子 长生中是在你身上吗 千秋一愣 没想到在极寒之地这个地方 居然也有修炼者 知道长生中 况且他居然能直接嗅到长生中的气息 这是千秋前所未闻的 长生中的确在我身上 不过想要我给你 你这是在做梦 千秋冷哼一声 立即展露出了仙影 他知道 恐怕这一战是无法避免了 对方压根就是直奔着他身上的长生中而来的 冰吼竹笼不屑一笑 道 区区圣境而已 而且还是个大陆的修炼者 更不值得一提 本帝要是今天杀了你 都有如我的名声 再给你一次机会 把长生中乖乖交给我 本帝还可以让你跟在我身边 在星夜当中 你想去哪儿去哪儿 有本帝在 绝不会有任何人跟魂灵兽阻拦你 千秋听到冰吼竹笼自称本帝 心一下子就揪了起来 难道他是一位帝王竞修炼者 千秋无比震撼 没想到在星夜里 居然能遇到一位大帝 星夜这么大 怎么可能就这摇桥 见千秋不为所动 冰吼竹笼也失去了耐心 当即展露了仙影 冰吼竹笼的仙影一出 千秋再次惊讶 他的仙影 居然是一只魂灵兽的模样 而且还是一只龙 等等 这模样怎么这么演说 千秋看着对方的仙影 除了震惊还有疑惑 他似乎在哪里见过这个模样的仙影 在一番思索之后 他想起来 曾经在夜神千寻给他的某本书籍上看到过 这是上古时期就存在的龙族魂灵兽 名叫冰吼竹笼 基本上在千年前已经彻底灭绝了 成为了一个传说 没想到今天在极寒之地 还能遇到 等等 以魂灵兽模样为仙影 这不是魂灵兽才会有的特征吗 难不成他本身就是魂灵兽 冰吼竹笼 想通这一点 千秋瞠目结舌 没想到眼前的修炼者 居然是一只幻化成人形的魂灵兽 那这也就意味着 这只冰吼竹笼 已经晋升至了帝王镜 不然的话 魂灵兽根本没有可能能幻化成人形 只有达到了帝王镜 才有这个特殊的能力 千秋意识到 眼前这只冰吼竹笼 大概率就是和五五分开时 他所说的那只在附近的帝王镜魂灵兽 你是 冰吼竹笼 千秋试探性的问了一句 哈哈哈哈 没想到大陆的修炼者 居然还记得我们这个种族 不错 本帝正是冰吼竹笼 也是修仙世界最后一个 交出长生中吧 只有本帝拿到它 才能真正使用它 你们这些修炼者 没有见过长生神 根本不知道 长生中发挥出全部力量 到底有多强大 冰吼竹笼看着千秋 用着不懈的语气说道 龙族的魂灵兽 可以存活上千年之久 再加上眼前这只冰吼竹笼 已经达到了帝王镜 寿命更是翻了一番 所以他说自己见过长生神 也并不非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千秋背后渗出了冷汗 这是他第一次直面一位 帝王镜的魂灵兽 达到帝王镜的魂灵兽 实力甚至要强出一名 帝王镜的修炼者 千秋偷偷用神念在山上 搜寻物的气息 如果他在这里 至少还有逃走的可能 若是让千秋独自一人 和冰吼竹笼战斗 恐怕两招下来 千秋就得死在这里了 不幸的是 千秋用神念找了很久 都完全没能找到吴吼的气息 千秋绝望了 他知道吴吼这会儿 可能已经不在心涅当中了 他应该是去了冰宫 寻找冰山女王 千秋偷偷在使用神念 被冰吼竹笼察觉到 他也不再墨迹 使用仙术将周围一片包围了起来 收起你那可笑的神念吧 这附近除了魂灵兽之外 没有其他的修炼者了 本帝刚才已经给过你机会了 不交出长生钟 你就只能去死了 冰吼竹笼忽然爆起 白米高的巨大仙影 发出黑色的雾气 千秋立即召唤出长生钟护体 阻挡冰吼竹笼仙影发出的雾气 在看到千秋召唤出长生钟 并且可以使用它的时候 冰吼竹笼脸上闪过惊讶之色 道 你居然可以使用长生钟 有意思 九阴之火 冰吼竹笼的仙影 从口中喷出一条火蛇 直奔千秋而去 长生钟仙影外部罩着的长生钟 受到攻击之后 立刻破碎 千秋亥然道 什么 长生钟碎了 千秋不可思议地看着仙影周围 已经碎裂的长生钟 数次以来 千秋使用长生钟 抵挡了不少强大的仙术 从未遇到过 能直接击碎长生钟的仙术 冰吼竹笼击笑道 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 可以使用长生钟的 但以你的实力 连长生钟十分之一的实力都发挥不出来 长生钟在你手上也是白瞎了 千秋见状 彻底没有了 继续和冰吼竹笼战斗下去的打算 这他们还打个锚啊 他连上古神器都能打碎 实力完全就不在一个级别上 千秋使出全力逃跑 往先前修炼的那座山峰上躲 起初他在采集药草的时候 发现那片有不少魂灵兽的尸体 看上去应该是一片魂灵兽自然死亡时 会聚集在那里的地方 尽管周围全部被冰吼竹笼 使用仙术封锁了起来 但千秋躲进那堆魂灵兽尸体当中 同时使用分身术 冰吼竹笼一时半会儿 也无法找到他的本体 冰吼竹笼没有立即追来 道 在我的结界仙术当中 你逃到那里都没用 冰吼竹笼朝着山上缓慢地走去 而千秋已经找到了 先前那一堆魂灵兽的尸体 立即施展了影分身术 他的分身向山四面八方逃蹴而去 千秋本体躲在这堆魂灵兽尸体当中 大脑快速思考着对策 许久 千秋看到周围的这些魂灵兽尸体 脑海中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我可是穿越到这个世界的人 轮开外挂 能有人开得过我 我怎么没早点想到这一招 千秋对着身旁的一具魂灵兽尸体 念诵神闻 绘徒转生 几秒之后 这巨魂灵兽的尸体抖动了几下 随即从地上站了起来 虽然他身上已经缺失了很多地方 甚至肉身已经近乎完全腐烂 但完全不影响他的行动 只不过他的双眼翻白 完全没有一丝自我意识 他现在就是一具行尸走肉 千秋大喜过望 没想到这招真的行得通 他一眼望去 发现周围起码有上百具魂灵兽尸体 而且有一半都已经达到了圣经的境界 千秋不再收敛 当即展露仙影 对着这一堆的魂灵兽念诵神闻 绘徒转生 片刻之后 在月光的照耀下 上百具魂灵兽的尸体从土壤中站起 显得尤为诡异 千秋站在魂灵兽的中间 他发现使用这个仙术并不会消耗多少魂力 这样一来 只要尸体身体没有完全被破坏 他就能使得这些尸体重新站起来 某种意义上来说 只要千秋能获得足够多的尸体 他完全可以组建出一支丧尸军队 千秋不知道 这个仙术能不能用在死去的修炼者尸体上 不就是外挂吗 谁还没有了 千秋呢喃了一句 操纵着这些魂灵兽向山下走去 虽然这里有不少达到圣经的魂灵兽 但他们终究是尸体 实力大不如他们存活时 况且面对的 还是冰吼竹龙那样强大的帝王晋魂灵兽 这些魂灵兽的尸体 也只能拖延他的行动 千秋必须在这短暂的时间当中 想办法离开冰吼竹龙的结界仙术 冰吼竹龙刚即杀掉千秋的几十剧分身 忽然察觉到了什么 脸上露出了惊异之色 他居然能让这些死去的魂灵兽复活 居然有何等神奇的仙术 冰吼竹龙看着朝他而来的魂灵兽尸体大军 犹豫了几分 之后 他也不再缓慢地施展仙术 开始用最快的速度 去清除这些尸体 与此同时 夜神千寻进入了星夜之中 他刚进入 就感受到了千秋的气息 他立刻朝着那个方向而去 看到了一片被结界仙术包围起来的地域 这是那只冰吼竹龙 夜神千寻些许惊讶 他很快就发现千秋也在其中 夜神千寻施展仙术 从结界的侧面打开了一个裂口 他隐藏自己的气息 进入了其中 千秋在四处寻找 可以掏出结界仙术的地方 他回头看了一眼 发现他复活出来的魂灵兽尸体 已经被击杀大半 而且冰吼竹龙 为了不让千秋 再次复活那些魂灵兽 他直接使用了破坏性极强的仙术 将这些魂灵兽的尸体 打得支离破碎 根本没有二次复活的机会 千秋暗骂一声 没想到这只冰吼竹龙 已经强大到这种地步 小子 你浪费了本地太多的时间 冰吼竹龙 被一波接一波的魂灵兽尸体 搞得很是心烦 他立于原地 仰天发出一声龙笑 他身前的那些魂灵兽尸体 瞬间瘫到在地 没有了行动能力 这正是在魂灵兽当中 龙族对其他种族魂灵兽的血脉压制 一声龙笑 百兽跪拜 千秋也被这一声龙笑阵的双腿发软 而冰吼竹龙也正以极快的速度 朝他这边赶来 碰 冰吼竹龙在空中 突然被一个巨石击中 他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重重地摔落在地 是谁 冰吼竹龙捏碎那块巨石 愤怒地看向四周 夜神千询躲在暗中 他无法直接现身和冰吼竹龙战斗 这会被千秋发现自己的真实身份 夜神千询看了眼在不远处的千秋 使用仙术朝着他的前方打开了一道裂口 用伪装后的声音道 从那里出去 千秋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他来不及多想 只知道在结界之中 又出现了一个强大的修炼者 并且还站在他这一边 不管那么多了 先撤为妙 千秋拼尽全身地利器 朝着那个裂口而去 冰吼竹龙见状彻底恼怒 他便回龙形态 仙隐与肉体融合 足足有百米高 冰吼竹龙只是一跺脚 山崩地裂 整个星夜都在颤动 小子 你跑不了 千秋骂了巨娘 特么的 老子今天还就跑了 好不容易开发出这么变态一个仙术 今天只要让小爷 我活下来了 任后地要回来宰了你 龙族是吧 成为我的仙隐 一边养药吧 千秋再次加速 朝着那个缺口跑去 冰吼竹龙在他身后疯狂追来 然而 冰吼竹龙还没追出多远 又是几道仙术 从四面八方朝他射去 冰吼竹龙不得不停下来 与之迎战 看着千秋已经到了缺口的位置 冰吼竹龙彻底怒了 到底是谁在坏本地的好事 躲在暗中的夜神千寻见千秋 已经从冰吼竹龙的结界仙术当中离去 他也不再做隐藏 出现在了冰吼竹龙的面前 冰吼竹龙看到夜神千寻的一刹那 感觉到自己身上的气血翻涌 有了一种不寻常的感觉 他紧皱着眉头 他属于龙族的魂灵兽 看到夜神千寻之后 感受到了一种血脉上的压制 按理说 他面对任何魂灵兽的时候 都不会感受到这种情况 可眼下看见眼前这个修炼者 却感受到了千年来都未感受过的感受 你 是何人 为什么要阻碍本地 冰吼竹龙怒气消散大半 尽管他很想直接手撕掉眼前的女人 但冰吼竹龙能成为帝王镜的魂灵兽 实力未必在他之下 夜神千寻面无表情 与他和千秋相处时截然不同 冷冷道 我是谁你不需要知道 你记住 刚才那个人 是我的人 你在跟我说笑话吗 冰吼竹龙冷笑一声 好歹他也是统治新叶一方的帝王镜魂灵兽 就算是冰山女王 他也绝不敢跟他这样说话 面前只是乳修为干的小女孩罢了 居然敢跟他说这种话 你觉得 我在跟你开玩笑吗 夜神千寻眯下眼睛 冰吼竹龙不愿意放弃千秋身上的长生钟 魂灵兽不同于修炼者 一旦达到了帝王镜 魂灵兽近乎没有了提升的空间 因为他们没有魂力级别这一说法 更不能修炼炼体体制 可以说 魂灵兽达到了帝王镜 想要再提升自己的实力几乎没有可能 唯一的途径 那就是无限吞噬上古神器 将上古神器上的魂力吸收 以此增强自己 一旦吞噬的上古神器达到一定的数量 就可以成为传说里的神兽 这么些年 极寒之地的上古神器 全部集中于冰山女王手中 冰吼竹龙早些年 还想从他手中夺取上古神器吞噬 但那时他一旦和冰山女王发生冲突 自己也无法在星夜里继续称王 所以他折服到了现在 冰吼竹龙知道天灾马上要再次降临 动了想要和冰山女王拼搏的心思 可发现冰山女王已经成为了路上主宰 他已经彻底失去了 和冰山女王一战的可能性 现在千秋带着长生钟来到了星夜当中 冰吼竹龙说什么也不愿意放过这道嘴的肥肉 他身上可是拿着长生钟 你觉得我会这么轻易放过他 冰吼竹龙看着夜神千寻 回道 夜神千寻没有再次废话 展露仙影之后 静声念诵神闻 他的身后出现了一只巨大的兽头 悠悠地立于他仙影之后 冰吼竹龙双膝一软 不受控制地跪在了地上 他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的膝盖 想要用力站起 却发现无论如何也无法站起身 本地这是怎么了 冰吼竹龙猛然抬头看向立于空中的夜神千寻 眼里大害不已 许久 颤声道 那道残影 莫不是 莫不是上古神兽 化蛇 这怎么可能 那只是传说里的神兽 就连你们人类古籍都没有任何记载的存在 仅仅只流传于魂灵兽的血脉相传之中 他 他怎么会 冰吼竹龙已经无法形容自己的震撼了 刚刚变回人形的他 在这样的压制之下 被强行逼回了兽型 夜神千寻缓缓缓落在了冰吼竹龙面前 与其平淡道 能相传在魂灵兽血脉之中的 他必然是真实存在的 你没见过 不能说明他不存在吧 说完 又呵呵一笑 眼神里露出一丝贪婪 帝王境的魂灵兽 可是少见 若是成为了化石的养料 些许可以恢复他不少真身呢 冰吼竹龙面色大变 他想要离开逃离这里 但任他如何发动仙术 都没有丝毫的反应 这就是神兽对于一切魂灵兽的威压 冰吼竹龙达到了帝王境 在众多魂灵兽当中可以称王 可一旦面对真正的神兽威压 就犹如一个王见到了真神一样 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这下 冰吼竹龙彻底怕了 语气便为哀求道 我错了 我错了 放过我吧 我是修仙世界仅存的 一直上古时期的魂灵兽 你不能杀我 杀了我 星夜一半的魂力都会消失 关我何事 就算星夜崩塌 都与我无关 夜神千寻丝毫不在意地说道 忽然 夜神千寻画风一转 道 不过 夜神千寻里修炼的确不能让星夜崩塌 先留你一命 瞬间 冰吼竹龙感觉自己身上又恢复了力气 而夜神千寻也收起了化石的残影 看上去是打算放了他 冰吼竹龙没有丝毫犹豫 撕开一道虫洞连滚带爬 离开了这里 看着冰吼竹龙消失的地方 夜神千寻笑了笑 自言道 竹龙也是神兽的一种 只不过 他没有吞噬任何上古神器 连半神都没有踏入 任后千秋收服了他 些许能获得神兽竹龙的血脉 千秋从冰吼竹龙的结界里逃走之后 一连奔出千里 一路上也不停地在使用隐分身术 这样一来 就算冰吼竹龙追过来 他一时半会 也无法确认千秋的真实位置 千秋想要出逃星夜 但好不容易在这里修炼到了第八转 就剩下最后的两转 就能彻底将幽冥九转绝修炼完成了 风险和利益并存 只要日后小心一点就行了 千秋这样安慰着自己 发现冰吼竹龙似乎并没有追出来 他也放心了不少 只不过 他觉得有些奇怪 刚才在结界里面 到底是谁使用了仙术 帮他拦下冰吼竹龙的 而冰吼竹龙现在没有追出来 多半是和那个修炼者打了起来 可想而知 帮助千秋的人一定是一个帝王进的大帝 否则面对冰吼竹龙那样的对手 根本坚持不了几分钟 千秋在脑海里 思索自己认识的修炼者当中 有几个人能有与冰吼竹龙一战的能力 我认识的大帝 也就只有吾吼竹和七宇大帝 但是七宇大帝的肉身 还在乾坤袋当中 根本没可能是他 刚才我也用神念搜寻过吾吼竹的气息 他也根本不在那里 那又会是谁 千秋百思不得其解 他想不通到底是谁救了他 又为什么救他 千秋又花了很长的时间 才在星夜之中 找到了一处有他修炼需要用到的药草 这一次 千秋看着这些药草 心中有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如果依靠着这些药草 将幽冥九转爵彻底修炼成功 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那时天灾早就已经降临 他没剩下多少时间了 要想早点修炼完成 就必须得去找更多的修炼者躯体 以此来加快修炼速度 同时 魂力级别和修为境界 也能更加快速地提升 千秋看着自己的双手 想到刚才使用的绘图转生之术 引分身术 他先是召唤出了许多分身 让这些分身 开始在星夜当中 找到那些已经死去的魂灵兽尸体 并且同时使用绘图转生复活他们 之后 千秋对着这些魂灵兽的尸体下令 让他们离开星夜 原本千秋想要让他们在极寒之地大开杀戒 但极寒之地的修炼者 很少有达到苍穹晋级以上的修为境界 况且 他们与自己无冤无仇 千秋没有理由杀死他们 夺得他们的躯体 最终 千秋打算让这些魂灵兽 全部朝着横谷大陆进发 去找七星宗的人猎杀 除此之外 千秋还对自己的分身们下令 与这些魂灵兽一同前往横谷大陆 千秋现在已经能与这些分身共享信息了 只要是分身看到的景象 他的本体统统能得到反馈 这样一来 横谷大陆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些魂灵兽在猎杀着什么样的修炼者 他全部可以做出操控和判断 千秋的计划是 让这些魂灵兽前往横谷大陆 猎杀达到苍穹晋级以上的修炼者 之后再将这些尸体运回到星夜 以此供他修炼 在千秋的指挥下 上百句被他用绘图转生的魂灵兽与分身走出了星夜 朝着横谷大陆的方向进发 为了不引起冰山女王和极寒之地其他修炼者的注意 千秋特意分批让他们离开 在极寒之地 魂灵兽离开星夜到处乱走 本就不受约束 所以也根本不会有人发现千秋这一行为 唯一可能识破千秋的也只能是冰山女王 但千秋根据此前的判断 现在冰封国出现了严重的内乱 冰山女王也许根本无暇顾及这些 所以千秋也是在赌 赌冰山女王不会发现她的所作所为 虽然有些残暴 但想要快速提升自己的实力 也只能靠这个办法了 千秋一声叹息 千秋随后又新找了一处安静的地方 进入了修炼状态 在修炼冥想的过程中 千秋不断在思考如何壮大自己的势力与实力 现在有了会途转生的能力 就算是死人也能为他所用 所以现在千秋不一定要需要那些实力强大的圣境强者 加入秋门 只要能找到圣境强者的尸体 甚至是帝王境的尸体 千秋都有办法将他们转化为自己秋门中的人 但千秋没有心思去做这些事情 在权衡几分之后 千秋对着萧家家主 萧山下发了命令 秋门门主之令 在横谷大陆开启地毯式搜索 寻找圣境及以上的修炼者尸体 此时 远在苍城的萧山正在山中圣地修炼 脑海中忽然传来这道命令 他猛然睁开双眼 自言道 寻找修炼者的尸体 门主这是有何用意 最近朱仙殿愈发的猖狂 不少在外的萧家弟子都遇害了 若是门主可以出面 些许朱仙殿的人会忌惮几分 萧山试图与千秋对话 消息一出之后 萧山有些后悔 觉得这件事情告诉门主实在有些不妥 不料门主很快回复了信息 找到那些尸体 我会派人过去帮助你们的 搜寻尸体的情况下 若是有朱仙殿的修炼者为难 萧家主 你大可以与朱仙殿撕破脸皮 秋门 不拒任何人 萧家的弟子下令 全部出洞去寻找门主所需要的尸体 同时 萧山还对他们下令 日后再遇到朱仙殿的人 一旦他们主动发起攻击 原地发起反击 不需要再忍气吞声 在新夜之中的千秋 听到朱仙殿三字 心中也有些疑惑 没想到朱仙殿已经如此猖狂 不论是哪个宗门哪个家族的修炼者 他们都格杀勿论 他现在告知了 萧山与朱仙殿撕破脸皮 日后一定避免不了和朱仙殿有一战 千秋想要将幽冥九转诀修炼完毕 以及晋升帝王境的决心更大了 一月之内 必须突破至帝王境 极寒之地茫茫雪地之中 许多高大的魂灵兽 朝着极寒之地与横谷大陆的边界走去 在雪地当中的几个修炼者见状 纷纷让路 他们很疑惑 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会有如此数量庞大的魂灵兽出没 孔灵山 一直留在边界的七星宗圣境强者 也注意到极寒之地的雪地上 出现了不少高大的黑影 一路无阻地朝着横谷大陆赶来 怪了 这么多魂灵兽出现在边界附近 老夫还是第一次见 一位七星宗的长老说道 下令 派出几名弟子去交界处看看 到底是怎么回事 此长老下令道 下边的人的令 带着几个修炼者走到交界处 他惊讶地发现 朝这边赶来的魂灵兽 起码有上百具 他慌忙地想要回去报告 结果 一只魂灵兽毫无征兆地 朝他这边发动了攻击 上百个魂灵兽同时发动攻击 其中一半甚至是已经达到了圣境的魂灵兽 前来边界查探的几个七星宗修炼者 根本来不及反应 瞬间就被杀死 远在孔灵山上的七星宗长老 看到这一幕 面色大害 当即下令 所有七星宗修炼者远离边界 全部撤回到孔灵山里来 七星宗的那些修炼者 尽管已经达到了苍穹境 甚至圣境 但面对这么庞大的魂灵兽军团 他们依旧被吓破了胆 全部慌乱地逃回孔灵山上 受天山空圣的命令 带着一众七星宗修炼者 镇守在横谷大陆和极寒之地的边界处 千秋若是从极寒之地回横谷大陆 就必须得从这里经过 一旦发现千秋 就要马上立刻向天山空圣报告 然而 这位长老哪里想得到 会从极寒之地出现这么多的魂灵兽 静止朝着横谷大陆袭来 报告长老 那群魂灵兽军团 完全没有停下里的意思 看样子 是打算踏过边界 直接进入横谷大陆 一位七星宗的弟子 跪在这位长老面前 长老额头上留下冷汗 他们十几人要面对的是 上百个魂灵兽 其中一半都已经达到了圣经的境界 他们十几人 根本没有可能能阻挡住的可能 虽然这些魂灵兽 进入横谷大陆 与七星宗无关 他们会不会伤及修炼者 他也不关心 只是 万一千秋就混在魂灵兽军团之中 趁乱讨回横谷大陆 届时 若是被天山空圣和七星大地发现 那他的脑袋可就不保了 权衡片刻之后 这位长老立即下令 所有人全部撤出孔灵山 这么多的魂灵兽 全都是星夜里的 我们要是留在这里 很有可能得全部死在这儿 是 长老带着十几位七星宗弟子 迅速离开了孔灵山 朝着七星宗的宗门踏空而去 将极寒之地魂灵兽军团 进军横谷大陆的事情报告回去 随着魂灵兽军团进入了横谷大陆 不少修炼者都得到了这一消息 纷纷在讨论 为什么极寒之地 有这么庞大一支魂灵兽军团 会来横谷大陆 不少好奇前去查看的修炼者 都被这些魂灵兽无差别的击杀 之后又潜伏在其中的千秋 分身把尸体收集了起来 运回了星夜 千秋看着每天有数据运回来的躯体 脸上露出了欣喜之色 虽然不是每一具躯体 都是达到了苍穹镜及以上的修炼者躯体 但比例还是很客观的 他使用惠图转生 组成的这支魂灵兽军团 战力十分客观 就算面对数十位圣境强者的攻击 他们也能成功击杀 千秋利用剩下不符合他修炼 要用到的修炼者躯体 再次使用惠图转生 再次转化成了活死人 派去了苍城 正好 复活这些没用的尸体 可以让他们去帮萧架 也算是不浪费任何一具尸体了 千秋自言了一句 他有些懊悔 为什么没能早点开发出 惠图转生这个仙术 他现在坐在星夜里不休止的修炼 还可以操控着复活来的尸体与分身 共享外界的信息 同时让他们运送躯体回来 这完全就是一举三得的事情 哈哈 颇有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父亲 派出去的弟子 有不少人反应 最近有不少莫名出现 帮助我们的修炼者 肖战恭敬地对肖山说道 肖山脸色一喜 道 他们应该就是门主派来帮助我们的人 这些人的修为境界如何 大部分都是虚空境和苍穹境的修炼者 目前还没发现有圣境的修炼者 肖山听完之后 微微皱眉 心中些许失望 因为他很清楚 朱仙殿的实力 朱仙殿的修炼者 最低都是圣境强者 也有不少达到了准地级别的修炼者 现在邱门门主 只给他派来了虚空境 以及苍穹境的修炼者 要是依靠着这些修炼者的实力 和朱仙殿打起来 根本没有胜算 见肖山眉头紧锁的样子 肖战又道 父亲 我知道您在担心什么 虽然那些修炼者的修为境界 并没有达到我们理想的程度 但是 但是什么 肖山看肖战欲言又止的样子 连忙追问道 肖战犹豫几秒 才低声开口道 不过 那些修炼者 不像是正常活着的修炼者 他们的鲜影颜色都很黯淡 而且肖家的弟子和他们交流 他们根本不会回答 就好像 好像一群活死人一样 除此之外 最近不是 还有一支强大的魂灵兽军团 从极寒之地进入了横谷大陆吗 其他修炼者前去查看 想要猎杀他们 提升魂力等级 但都被那些魂灵兽 无差别的击中攻击杀死了 咱们肖家的弟子靠近 他们就跟看不到一样 肖战面色一凝 心中有了猜测 眯了眯眼睛 道 你的意思是 肖战压低声音 在肖战的耳边说道 父亲 我觉得这不是巧合 你有没有问过门主 他对这支魂灵兽军团 肖战没有继续说下去 只是盯着肖山 许久 肖山汗手 对着肖战挥了挥手 我会去问门主的 加快帮门主 搜集修炼者躯体的进度 门主很可能在实行什么计划 绝不能因为我们拖了他的后退 影子千秋从门界出来 他看到 那只一路向前的魂灵兽军团 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哼 看来你现在已经掌握了神闻的精髓 已经能开发出这样的仙术了 不过 已经威胁到我朱仙殿的地位了 我不能留着他们 影子千秋说完 撕开一道虫洞 使用空间跳跃 出现在了魂灵兽军团的正中心 黑暗红蟹 影子千秋展露仙影 胆掌拍地 使用晋升念诵神闻之后 大地上出现一口巨大的黑洞 这些魂灵兽像是掉入了沼泽一般 无法再往前行进 他们将注意力放在了影子千秋身上 齐齐发动攻击 然而施展出来的仙术 全部被地面上的黑洞吸了进去 吸收他们的仙术之后 地面上黑洞的吸力变得更加巨大 地面上只剩下了百具魂灵兽的骸骨 正在极寒之地修炼的千秋 忽然浑身一颤 嗯?魂灵兽全都死了? 怎么会? 千秋感觉到 自己与魂灵兽的羁绊 全部断开了联系 顿时睁开双眼 感到很是奇怪 难不成是有帝王进修炼者出手 直接击杀了那些魂灵兽 千秋特意避开除了七星宗之外的十大宗门 为的就是防止得罪他们 导致那些宗门的大地出手 直接灭掉魂灵兽军团 但现在是怎么回事? 千秋很快把势力 转移到了一个在场的分身身上 他看到魂灵兽军团 已经变成了百具骸骨 而那些骸骨正中央 正站着一个身后显露着黑色仙影的修炼者 此人戴着黑色面具 千秋一眼就认出他了 诸仙殿宗主 暗影大帝 千秋宁神 没想到暗影大帝会这么快出手 直接灭掉了他的魂灵兽军团 速度要比他想象的还快 就在千秋打算收回势力的时候 暗影大帝忽然转过头 看向他的这个分身 裂七嘴笑了笑 千秋 好久不见 什么? 千秋没有犹豫 立即收回了势力 并且直接让那具在场的分身消失掉 此时 他还惊魂未定 回想起刚才暗影大帝那深邃的眼神 一眼就看出了 他的势力处于那具分身身上 但 暗影大帝那句 好久不见 又是怎么回事? 千秋很清楚 自己和暗影大帝 唯一说要见过的地方 就是在百宗大会上 当时他在擂台上 和妖宗的那个修炼者战斗 千秋就坐在台下观看 两人没有任何交流 连眼神对视都没有 暗影大帝到底是怎么认识他的? 千秋瞬间陷入了沉思 就在刚才 他看到暗影大帝那深邃的毛子 总觉得在哪里见过他 显得很是熟悉 嘿 千秋 我终于找到你了 突然 一只手拍了千秋肩膀一下 把千秋从沉思之中拉了回来 千秋听到熟悉的声音 他的心脏一抽 马上扭头看去 站在他身后的 正是那已经分开数月的夜神千询 他双手背后 正一脸笑意地看着千秋 眼底里还带着一丝娇羞 千秋 你怎么也来星夜了 千秋赶忙从地上站起来 恨不能马上抱住夜神千询 但理智让他克制住了 这不太合适的行为 不料 夜神千询却是上前一步 十分大方地张开手臂 抱住了千秋 沉默两秒 才带着忧怨的声音道 当初从虚空星界出来之后 我就在那里等了你很长时间 但是都没等到你 过了好久 我觉得 你可能已经去了星夜 我就马不停蹄地朝星夜赶 哼 你不找我 那我就来找你 千秋稍稍一愣 表情有些尴尬 当初和夜神千询在虚空星界分开 他出去 在马城等了夜神千询三天 但当时气宇大的说了 不能再留在那里了 无奈之下 立刻就起身赶往星夜了 事实证明 当时没有带上夜神千询 是一个很明智的决定 不然在孔灵山的时候 千秋自己险些都栽在了七星宗手上 更别说 要是再带着夜神千询了 看着夜神千询幽怨的表情 千秋下意识伸出手摸了摸他的头 一声道 对不起千询 当时我从虚空星界里出来 在马城等了你好几天 可是一直没找到你 再加上当时情况紧急 我没办法再多等了 就朝着星夜赶路了 路上 我也遇到了不小的危险 要是你当时在我身边 我也没有能力保护你 听着千秋的回答 夜神千询没有再言语 实际上 千秋那些天在横谷大陆干了什么 他都非常清楚 见千秋慌忙解释的样子 夜神千询无嘴扑斥一笑 道 好了 反正现在我也找到你了 过去的事情 就让他过去吧 千秋点了点头 疑惑道 你一个人是怎么来几寒之地的 我来这里都花了不小的功夫 哼 我有我的办法 要是你带着我 肯定要方便不守 谁让你丢下我一个人的 千秋尴尬地挠了挠头 沉默了下来 许久 夜神千询才到 你的功夫修炼得怎样了 说到功法 千秋面色这才变正常了 他展露仙影与开启了幽冥霸体的体制 给千秋看 道 还差一点点 我就能将一直修炼的功法 修炼到极致了 届时 我就能回到横谷大陆 找七星宗报仇了 对了千询 这几个月 修为境界有没有突破 其实 千秋这么问 他也是在试探夜神千询 奇语大帝说过 在夜神千询背后 站着一位实力很强大的修炼者 千秋虽然相信 他真的寻找了自己这么长时间 但路上肯定是有那位强者的帮助 否则 他一个苍穹境修炼者 根本不可能如此轻易来到极寒之地 夜神千询一眼看穿了千秋的意图 但还是装作很天真的样子 道 才没有 还是苍穹境 修为境界 哪有那么容易突破呀 好吧 千秋没有再多追问 随后又盘腿坐了下来 想到自己的魂灵兽军团 已经被暗影大帝团灭 千秋有些郁闷 没想到魂灵兽军团 只是到达横谷大陆不到十天 就被暗影大帝直接杀光了 这几天里 千秋也只是得到了二三十具有用的躯体 配合上星夜里的药草 只不过才刚将幽冥九转绝的第八转修炼完毕 接下来就剩下第九转 也是最重要的一转 想要彻底完成修炼 千秋估计 至少还需要五十具圣境的躯体 整整五十具圣境修炼者的躯体 放眼整个修仙世界 恐怕也只有排名前五的宗门 有这么多圣境强者了 就算魂灵兽军团没有覆灭 千秋也没有把握 能让他们杀掉五十个圣境修炼者 千秋不可能坐视不管 必然群起而攻之 看着千秋愁眉苦脸的样子 夜神千寻道 千秋 你在想什么 眉毛都快拧在一起了 嗨 你只是苍穹镜的修炼者 跟你说了没用 夜神千寻嘟了嘟嘴 道 你倒是说给我听听呗 说不定我有办法帮你解决呢 看着不停追问的夜神千寻 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道 好吧 不知道你来时有没有见到 从极寒之地 前往横谷大陆的那一批魂灵兽军团 夜神千寻眨了眨眼睛 点头回道 见到了 我当时还奇怪 为什么有那么多魂灵兽 往横谷大陆去呢 我要是跟你说 那些魂灵兽 都是我操控着的呢 什么 那些魂灵兽 全是你操控的 那么多魂灵兽 你怎么可能做到的 夜神千寻做出惊讶的神情 其实他早就知道 这些魂灵兽是千秋所为 但还要装出一副惊讶的表情 千秋微微点头 继续道 是我操控的 不过他们本身已经死去了 我的仙术 也只能操控尸体而已 不只是魂灵兽的尸体 就算是修炼者的尸体 我同样也能操控 不过 那群被我操控的魂灵兽尸体 在刚才已经被朱仙殿的宗主 暗影大帝全部杀死了 星夜里面 几乎已经没有魂灵兽尸体了 现在我急切地需要一支强大的军团 听完千秋的话 夜神千寻陷入了沉思 许久 夜神千寻开口道 那就是说 你现在需要更多的魂灵兽尸体 或者是修炼者的尸体 然后使用你的仙术复活他们 继而成为你手下的军团 千秋恩了一声 哦 是这样 不过那么庞大数量的尸体 不可能遍地都是 所以我正在为这件事情发愁呢 夜神千寻玩耳一笑 摆出一副神秘的样子 道 这个吗 在修仙世界上 还真有一个地方存在不少尸体 而且 那些尸体 全都是达到了帝王境级别的 随后 夜神千寻对千秋讲述了他口中 有无数帝王境尸体的地方 这个地方 其实千秋也听过 正是已经关闭了通道的神界 在上古时期 神界的通路并没有关闭 只要达到了圣境的修炼者 就有了资格进入其中 因为那时还有宗门的存在 所以 帝王境的修炼者数量 要比现在多出数十倍 神界之中 帝王境的修炼者 遍地都是 更厉害的 便是主宰境修炼者 被称为路上主宰 再往上一级 就是真正的神奇 后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 帝王境修炼者之间有了矛盾 纷纷拉帮结派 在神界里大大出手 有不少帝王境修炼者 陨落在其中 尸体就永远留在了神界里 不只是帝王境修炼者 在神界里 也有几位神奇 因为修炼功夫 导致走火入魔 陨落在那里 所以 要说哪里强大的修炼者 尸体最多 非神界莫属了 夜神千询说完 看向了千秋 千秋嘴巴微张 没想到神界里 居然还有这样的一段历史 虽然现在神界已经关闭了 但若是他真的有办法 能进入其中 别说是到处都是帝王境修炼者尸体 他只要找到一具 使用绘图转生 把他复活 千秋他的战里 都会有一个质的提升 况且 夜神千询还提到 在神界里 还有陨落的神奇 千秋自知 现在的实力 也许无法复活那些神奇的尸体 但日后达到了帝王境 些许就有这样的可能 在修仙世界 没有第二个人会绘图转生这个仙术 一旦千秋能进入神界 恐怕不只是在横谷大陆 乃至整个修仙世界 他都是巅峰的存在 听上去的确挺让我兴奋的 但是谁都知道 神界的通路已经关闭了 想要进入神界 根本就不可能吧 千秋从兴奋之中回过神来 夜神千询摇了摇头 意味深长道 你忘记了朱仙殿的暗影大帝之前 在百宗大会上 使用的神闻禁术了吗 那可是刻在神界石碑上的禁术 只有去过神界的人 才可能学会它 很显然 门帝和暗影大帝 两人已经去过神界了 这时 千秋想起了门帝特殊的能力 门帝可以在任何地方开启一扇门 难不成暗影大帝学会的神闻禁术 正是门帝在神界之中 打开了一扇门 他们进到了里面 千秋想要询问夜神千询 但发现 他正用一种异味深长的眼神看着他 很显然 千秋的猜想没错 在一阵极其长的沉默之后 千秋再次开口道 千询 那你的意思是 让我去找暗影大帝和门帝 我没说 夜神千询皎洁的笑了笑 猪仙殿的人在横谷大陆四处虐杀修炼者 让很多地方名不聊生 生灵涂炭 我去找他们合作 这怎么可能 千秋知道猪仙殿那些人的恶行 他无法接受 要和暗影大帝和门帝那样 手段残忍的修炼者合作 千秋 在修仙世界上 没有哪个大帝是正义的 想要成为强者 就必须得放下自己 一些身段 所谓 强者度人 胜者自度 你只有成为了更强大的存在 才能去谈正义 去维护你心中 想要维护的一切 强者自度 胜者度人 千秋呢喃了几遍 若有所思 之后 他心中有了自己的想法 没有再和夜神千询 讨论这件事情 而夜神千询 也很识趣的 没有再提起这方面的话题 安静地坐在一旁 千询 心夜里面已经不安全了 我前不久 和这里面的一只帝王 禁魂灵兽起了冲突 继续留在这里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 还会追过来 再过两天 我收集构药草 咱们就离开这里吧 夜神千询点了点头 没有提出任何意见 千秋看着蓝紫色的夜空 有些怅然 原本只有他一个人在星夜里 是打算继续冒险修炼的 毕竟这里的药草足够多 虽然幽冥九转绝 剩下了最后一转 很难再依靠这些药草提升 但终归要比他什么 也不用修炼药强 现在夜神千询也来了星夜 千秋没有把握能保护住他 只有做出决定 离开星夜 离开星夜之后 也不是彻底断了修炼的里程 在横谷大陆 还有萧珊在不停地 帮他搜寻着修炼者的躯体 虽然数量不比之前 魂灵兽军团 带给千秋的那么多 但一个月下来 也有将近十具 只是 天灾很快就要降临了 最多一个月 千秋必须得突破至帝王境 绝不能因为任何原因 导致没有晋升 接下来的几天 千秋让夜神千询 待在他结界仙术之中 而他则是去星夜里 四处搜集药草 让千秋感到奇怪的是 之前还能在周围 偶尔见到几只魂灵兽 但这两天他 不管去哪 都很难见到魂灵兽了 而且也完全察觉不到 冰吼竹笼的气息 他好像就在星夜当中 消失了一样 怪了 当时费那么大功夫 要留下我 现在却一点 也见不到他 难不成是当时 救了我的那个修炼者 把他打伤了 尽管感到很是疑惑 但千秋顾不上去想这些 用最快的速度 搜集药草 这是千秋和夜神千询 留在星夜里的最后一夜 千秋盘腿坐在地上 闭上双眼 共享他在横谷大陆 那些分身的视角 派出去的百个分身 现在也只剩下了十几个 一大半的分身 因为他们自身魂力不足 导致消失 还有的一些 是在收集尸体的时候 和其他修炼者 起了冲突阵亡了 没有得到太多 有用的信息之后 千秋又把神念 投入到了乾坤袋里 祈宇大帝的肉身 依旧安静地处在那里 身上只有十分薄弱的气息 千秋很想把地力 从体内运出 还给祈宇大帝 但无奈现在尚未达到帝王境 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这时 千秋在乾坤袋当中 发现了一块金色的令牌 他捡起拿在手上一看 发现上面写着群英令三个字 千秋回想起 这是祈宇大帝曾经给他的 并且告知他 若是遇到了一个 叫做宇中阁的组织 拿出这枚令牌 就可以直接坐上阁主的位置 当初千秋 把这块令牌 放进乾坤袋之后 就把他给忘记了 现在看到这块令牌 千秋深有感触 同时也有了新的想法 现在他正是非常缺少人手的时候 要是能找到这个宇中阁的所在地 拿出他 直接就能当上阁主 如此一来 也可以对宇中阁的人下达命令 这毕竟是祈宇大帝给他的东西 想来这个叫做宇中阁的实力 一定不凡 千秋把令牌从乾坤袋里拿了出来 立即朝着夜神千询问道 千询 你知不知道 一个叫做宇中阁的组织 夜神千询微微皱眉 疑惑道 知道是知道 但是你问这个做什么 千秋挠了挠头 之前有人给了我这么一个令牌 说是在宇中阁里拿出他 就能直接当上阁主 所以 我想问问你 这宇中阁到底在哪里 夜神千询看到千秋手上的金色令牌 神色一下就变了 很显然 他没想到千秋居然有这样一件宝贝 夜神千询发自内心的感到惊讶 他没想到 千秋居然和宇中阁主有这样的深交 宇中阁主居然把宗主牌给了千秋 惊讶之后 夜神千询道 天啊 你居然有这个令牌 宇中阁是一个杀手组织 不过这个组织很是神秘 每个地方近乎都有他们的据点 至于总部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 也许 在极寒之地就有他们的据点 这个宇中阁说起来 是一个并不怎么讨人喜的组织 他们这群人在四处发动政变 至于到底有什么企图 也只有他们自己的人知道 据说 宇中阁的修炼者 隐藏在许多宗门和皇族里 有传闻 甚至某个强大宗门的宗主 都是宇中阁的人 听完夜神千询的解释 千秋瞠目结舌 他只以为 这个宇中阁 可能是一个实力不俗的宗门罢了 没想到 居然这么玄乎 不过 这个宇中阁的构成 倒是与千秋创建的秋门很相似 没有固定的据点 加入其中的修炼者 编布各地 千秋意识到 齐宇大帝很可能正是这个宇中阁的阁主 但齐宇大帝 为什么在之前 根本没有和他提起过他 同时 千秋也从夜神千询的话语中 捕捉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政变 现在冰封国不就是有了内乱 有刺客潜入兵宫 妄想制造政变吗 难不成 在冰封国的这场政变 就与宇中阁有关 若是真的是宇中阁在背后操控着这一切 那等千秋成为了宇中阁的新阁主 就等于站在了冰山女王的队里面 千秋思索着这一切 小心翼翼地收起了这块令牌 这 咱们出去吧 要是能在极寒之地 找到宇中阁在这里的据点 我也算是 有了许多强大的帮手 夜神千询看着千秋 问道 千秋 你跟我说实话 这块令牌 你是从哪里得到的 千秋愣了愣 以往夜神千询根本不会询问他 五平到底是从何而来的 但这一次 他却主动发问 由于几分 千秋没有打算隐瞒他 他早已经把夜神千询 当做了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 关于奇遇大帝的事情告诉他 也无妨 接下来 千秋把自己 从认识奇遇大帝的历程 全部讲述给了夜神千询 夜神千询听完之后 眉毛一会皱一会输的 两久 夜神千询才感慨道 没想到奇遇大帝没死 还一直跟在你的身边 更震撼的是 他居然就是宇中阁的阁主 根本没人能想到 千秋苦笑一声 道 谁知道这老头还有这层身份 当初他给我这块令牌的时候 我压根没当回事 清晨来临之际 千秋和夜神千询离开了星夜 离开时 千秋还用神念探视了一圈星夜 依旧没有任何关于五五的气息 奇怪 五五姐起码已经出去了半个月的时间 她找冰山女王 为什么会花这么长时间 千秋总感觉有些不对 但没有过多的怀疑 五五终究是帝王境的大地 它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危险 就在千秋和夜神千询离开之后 黑金元族长出现在了 他们两人原先所处的位置 若有所思地看着地上遗留的枯萎药草 他在修炼幽名九转绝 千秋带着夜神千询 从星夜里出来之后 总觉得周围的环境有些许变化 但仔细环视了一圈 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奇怪的东西 千询 你来星夜的时候 在路上有没有遇到什么奇怪的现象 千秋看向身旁的夜神千询 因为在进入星夜之前 千秋和五五在兵宫里面 就听冰山女王亲口提到 关于政变的事情 现在已经过去一个月 难免外面发生了不少千秋不知道的事情 夜神千询在几天前才进入星夜的 说不定知道些什么 不料 夜神千询却摇了摇头 表示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现象 千秋看向不远处耸立着的高大兵宫 他有种想要再次回去的冲动 他想从冰山女王那里得知 五五到底去了哪里 看得出来 五五很想将幽名霸体 修炼至完全体 毕竟达到帝王境之后 想要自己的实力再有致的变化 是非常困难的 而且像五五那样 自身是双修体制的 只要能将两个炼体体制 全部达到最高级 这样一来 在大地之中 他也将是佼佼者的存在 可是 五五却迟迟没有回到星夜 千秋 你是在顾虑什么吗 夜神千询 看出了千秋的躊躇不定 嗯 没 没什么 咱们快点离开内城吧 看看能不能在冰封国里 找到与中格的修炼者 千秋最终放弃了 去找冰山女王的打算 冰山女王本就对千秋抱有莫名的敌意 上一次若不是五五拦下了她的仙术 恐怕千秋现在根本没有机会能站在这里 千秋带着夜神千询 走到了内城的大门之前 发现大门前根本没有守卫看守 也几乎看不到进出的修炼者 千秋这时才注意到 不只是大门这里没有守卫看守 就连街上也很少看到修炼者 在他和五五进入星夜之前 修炼者明明没有这么稀少 从内城出去之后 外城倒是没有太大的变化 街上依旧车水马龙 千秋 你说我该怎么去找与中格的人 他毕竟是一个很神秘的组织 总不能我到处去问 谁知道与中格吧 夜神千询浅笑了一下 一脸调侃道 千秋 我发现你现在遇到什么事情 都很想问我 或者是参考我的意见 怎么 你是把我当你女朋友了 啊 千秋愣了一下 一开始还没反应过来 夜神千询到底说了一句怎样的话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脸刷的一下就红了 他正想反驳 但仔细一想 好像确实是他说的这么回事 这段时间以来 千秋很多事情 都是询问夜神千询的意见 的确没自己做出什么实质性的判断 一直是夜神千询在为他出谋划策 千秋急忙解释道 你在胡说什么呢 什么叫我把你当女朋友了 我 我只是觉得你出的注意还不错 询问一下你的意见而已 夜神千询不相信 故意往千秋身边凑了凑 道 真的吗 如果你没有把我当女朋友的话 那你把我当什么呢 普通朋友 我才不信 这一次 千秋倒是没有丝毫迟疑 斩钉截铁道 我的确没有把你当普通朋友 我一直把你当做自己的妹妹看待 我没骗你 妹妹 嗯 妹妹 夜神千询感到惊讶 心中有种说不上来的失落感 最终 夜神千询没有在这件事情上 再继续追问千秋 只是语气变了变 少了先前有的活泼 你想找与中格也不难 毕竟你手上有与中格的宗主令牌 与中格的人 要是真的在极寒之地有据点的话 肯定到处都是他们的眼线 与中格的人肯定会主动找上门来 但是 我要是真的这么做了 被冰封国的护卫队得知 岂不是我要公然与他们为敌了 千秋皱眉道 夜神千询白了千秋一眼 我语道 你以为谁都见过与中格的宗主令牌啊 冰封国护卫队的人怎么可能认得出来 也就只有与中格的人会认识 虽然不排除一些见多识广的修炼者认出来 但你想找与中格的话 现在这个办法是最快的 千秋狐疑地看了一眼他 半场才道 照你的意思 很少会有人认识这个令牌 你是怎么认出来的 这个嘛 哥哥就不必操心了 妹妹也有自己的秘密 千秋和夜神千询来到了冰封国的拍卖会场 上一次 千秋还记得 他是和五五来这个拍卖会的 只是现在五五去了哪里 他完全不得而知 先生 您是要将这个金色的牌子进行拍卖吗 拍卖会场的工作人员恭敬地问道 千秋点了点头 道 底价是一百万 工作人员面露难色 先生 您出的这个底价太高了 恐怕不会有人进价的 但是如果您的物品价值和用途的确达到了这个价格 也不是不行 但是您得做出介绍 否则就算是我们拍卖会场做出担保 也没有人愿意进拍的 不用 你标注底价就行了 认识他的人 自然会出高价买的 好的先生 千秋之所以开出这么高的底价 是因为他怕真的有一些有钱没出花的人 不管认不认识这个令牌 都直接买下 那时 千秋丢了令牌 可就追悔莫及了 毕竟他来拍卖会 拍卖令牌的真实目的 并不是想要卖出去 而是向人们展示他 一旦有与中格的人认出这块令牌 绝对会发动一切力量来寻找千秋的 千秋和夜神千寻找了位置落座 等待令牌拍卖开始 拍卖开始 最先出现的一些拍品 千秋丝毫不感兴趣 坐在座位上闭目养神 这时 夜神千询开口道 千秋 你还记不记得 当初咱们在科沃城的拍卖会 还有半藏沙漠的地下黑市 啊 记得 怎么啊 千秋一愣 不解的 看向夜神千询 咱们已经认识好几个月了 我也陪你一起 去了这么多地方 难道你就不好奇 我到底是什么身份 为什么一直跟在你身边吗 夜神千询眼神闪烁 有种他自己也说不上来的情绪 他的话 让千秋陷入了沉默 他们认识这么长时间 千秋不是没有想过 夜神千询的真实身份 其宇大帝也说过 他身后有一位实力非常强大的修炼者 所以 千秋也不止一次想过这件事情 千秋也记得 夜神千询之所以一直跟着他 起初还是在百宗大会的会场外 遇到了正在翻越殿墙的夜神千询 当时顺手救下了他 之后 则是在七星踪攻打永恒踪的那一晚 七星大帝出现 夜神千询那位速度极快的朋友救了他 从那之后 他就跟在了千秋身边 要说身份 千秋早就不在乎了 不单单是因为夜神千询救了他 产生了感激的心理 更多的是 千秋觉得夜神千询 很像他在原先世界的亲生妹妹 活泼可爱 在这个一世界 让他感受到了不少的温暖 想到这里 千秋淡然一笑 温柔道 你的身份吗 好奇过 但你要是愿意告诉我 早就告诉我了 至于你有什么目的 我不在乎 你救了我的命 所以 命都是你的 你图什么 只要我有 我都愿意给你 夜神千询嘴巴微张 他没想到千秋会给他一个这样的回答 他心底里有些被触动了 这时 拍品也终于到了千秋季拍的雨中格格主令牌 各位 接下来的拍品 是一块纯洁打造的令牌 季拍者标注底价一百万 至于他的作用 季拍者尚未说明 有意者可以开始加价竞拍了 拍卖官说完之后 示意所有竞拍者开始加价 不出千秋所料 果然没有任何一个人贸然加价 一百万的底价 这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虽然有钱的修炼者有不少 但他们还没傻到 为了一块根本不知道作用和价值的牌子花那么多钱 最终 在极其掌的沉默之下 没有任何一个人加价 千秋季拍的令牌 流拍 走吧 去后台拿回这令牌 如果真的有雨中格的人 他会主动来找我的 千秋起身 对身旁的夜神千寻说道 夜神千寻只是微微点头 没有言语 他还在沉浸在千秋刚才对他说的那一戏话里 到了后台 工作人员把令牌还给了千秋 道 先生 我说了 您不著名用途和价值的话 不会有人花这么多钱竞拍他的 千秋笑了笑 道 没关系 没人竞拍 说明他们不识货 这块令牌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一百万 至于既拍的手续费 我已经缴了 打扰了 千秋两人离开了拍卖会场 随后找了一家客栈住下 千秋打算在这家客栈等上几天 如果真的有雨中格的修炼者 注意到了这块令牌 要不要多久 他就会主动找上门来 天逐渐黑了下来 街上的行人也越来越少 千秋知道 萧敬马上就要开始了 很快 街上传来了护卫队的声音 警告任何人不得上街 千秋盘腿坐在床上 修炼者幽名久转绝 但也时刻注意着客栈周边的任何变化 一旦有人接近 他马上就能察觉到 不出所料 在萧敬开始一个时辰之后 千秋感觉到 这间客栈已经被不少目光所注视 附近也有在缓缓靠近的气息 哼哼 果然 在极寒之地真的有与中隔的人 千秋呢喃了一句 解除了修炼状态 咚咚咚 忽然 响起了敲门的声音 千秋起身去开门 打开门之后 发现门外空无一人 千秋在走廊上环视了几眼 发现什么也没有 关上门 千秋正嘀咕人呢 结果刚一转身 发现一个中年男子正站在床边 用一种十分犀利的眼神盯着他 曲音令在你手上 中年男子开口道 千秋点头 随后从乾坤待之中拿出了令牌 中年男子看到令牌之后 表情瞬间变得恭敬 上前一步 直接扑通一声 跪倒在千秋面前 与中阁副阁主 敖臣拜见阁主 千秋一愣 没想到这个叫做敖臣的男人 会这么果断直接跪下 难道他就一点不怀疑 自己的令牌 到底是从哪里得到的 副阁主 敖臣是吧 快快请起 不用行这么大礼 是 敖臣起身 笔直地站在千秋面前 两人相视无言 千秋有些尴尬 摸了摸鼻子 道 你就一点也不好奇 我是从哪里得到群英令的 敖臣语气十分恭敬 一点也不怀疑 老阁主说过 群英令一旦脱离他手 就会自动销毁 您现在能拿到完好无损的群英令 说明一定是老阁主亲自交给您的 否则 他早就自动销毁了 千秋一惊 心中坐实了 祈宇大帝 就是与中阁阁主的身份 在祈宇大帝 把群英令交给千秋的时候 就决定 让千秋当上新的阁主 同时 千秋也看到了 与中阁纪律的严明性 这个副阁主 从未见过千秋 祈宇大帝 也从未与他商量过 仅仅只是 看到了群英令 就甘愿臣服于千秋 千秋汉手 敖臣继续开口道 敢问阁主 老阁主现在在哪 百年来 老阁主都未再联系过我们 外界传闻 老阁主早就陨落了 可是阁内的人都相信 老阁主还活着 老阁主 他现在无法出面 不过他并没有陨落 假以时日 他会重新出现的 敖臣脸上露出了 欣喜之色 随后没有再主动 开口说话 千秋想了想 啊 副阁主 现在与中阁有多少人 禀告阁主 一共有5782位修炼者 遍布修仙世界各个地方 千秋一惊 这么庞大的数量 完全可以媲美十大宗门了 如果这些修炼者当中 有超过百位圣经强者 恐怕超越十大宗门 都是很容易的事情 祈宇大帝身后 居然还有这样的势力 可他为什么百年 都不抛头露面 拥有这样强大的组织 他们发布命令啊 这到底是为什么 最终 石木没有再去想这件事情 等将祈宇大帝复活之后 再询问也不迟 千秋看着敖臣 道 副阁主 宇中阁的总部在哪 禀告阁主 看您的样子 老阁主应该没有跟你多说过 关于宇中阁的构造与组成 需要我为您详细介绍一下宇中阁吗 千秋点头 接下来 敖臣就对千秋 讲述起了宇中阁 实际上 宇中阁并没有所谓的 总部据点这一说 因为宇中阁形势非常神秘 设立总部会导致宇中阁暴露在大众视线里 所以不设立总部 每个据点也会每隔一段时间转移 这样才让宇中阁百年不衰 宇中阁设立的职位 与宗门这样的组织大相径庭 职位分为 阁主 副阁主 外阁长老 与内阁长老 现在一共有三位副阁主 敖臣便是其中一位 敖臣透露 虽然他是最大的副阁主 但其他两位副阁主的实力 远比他要强大 千秋下意识问道 敢问敖副阁主 你现在的修为境界是 帝王境 千秋没有特别过于惊讶 他早就猜到了 宇中阁的高层修炼者 已经达到了非常恐怖的修为境界 但是当千秋轻而听见 敖臣是帝王境的时候 还是不免有些意外 况且 敖臣刚才说过 其他两位副阁主势力要在他之上 那么 其他两位副阁主 岂不是已经成为了帝王境之中的佼佼者 顿时 千秋有些尴尬 三位副阁主都已经达到了帝王境 而他身为与中阁的阁主 自己现在不过是圣境而已 硬实力也仅仅只是刚刚达到了准地境界的水平 这时 千秋才想起来询问敖臣 敖副阁主 我前些日子 听说冰封国的内城出现了政变的消息 这是不是你们做的 敖臣面色变了变 他这一次并没有非常干脆回答千秋的问题 反倒是陷入了片刻的沉默 千秋更加感觉到疑惑 等待敖臣的回答 两久 敖臣才道 抱歉阁主 实际上在百年前老阁主不再与我联系之后 与中阁就分成了两个派系 分别 唯一我为首的守旧派和统治派 统治派的人 一直向往追求政治权利 妄想控制某个国度的政权 以达到他们的掌权野心 而我一直极力反对他们的行为 不过这些年 大多数阁内的修炼者都成了统治派的人 导致外界都在传与中阁是一个扰乱国家政治的组织 风平初期的差 敖臣的语气中 尽是无奈 敖臣身为副阁主 为何会出现在极寒之地了 大抵是统治派的人 妄想控制冰封国的政权 但敖臣成为了阻止他们的行为 带着其他修炼者前来极寒之地 这时 敖臣又道 阁主 您现在成为了与中阁的新任阁主 只要您下达命令 统治派的人会马上收手 那群人 太低估冰山女王的实力了 根据我得到的信息 冰山女王已经踏入主宰境的修为境界了 是名副其实的路上主宰 一旦彻底惹怒了冰山女王 他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 消灭与中阁 您 您现在只是圣境强者而已 根本没有能力保得住与中阁的 敖臣眼神坚毅 很希望千秋能阻止统治派疯狂的行为 敖夫阁主 他们竟然敢违背老阁主的命令 去发动政变 争夺冰封国的政权 我出面的话 恐怕 他们也不会理会吧 千秋询问道 不料 敖臣却摇头 不 他们并没有违背老阁主的命令 老阁主从未说过 不让与中阁的人干涉某国的政权 只不过老阁主还在的时候 他们做事之前都会询问他 现在 只要您能出面下令 他们肯定不会再贸然对冰封国怎样的 千秋还在迟疑 但敖臣上前一步有种逼迫千秋的意思 这时 千秋也释然了 他决定答应敖臣这个请求 毕竟千秋是新上任的与中阁阁主 对与中阁内的任何事物都一概不知 他必须在与中阁里得到一个亲信 否则进入与中阁 敖臣这个最大的副阁主都不支持他 还妄想其他人支持他吗 所以 千秋打算买敖臣一个人情 再说 与中阁对冰封国发动政变 的确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行为 敖臣说过 冰山女王已经踏入了主宰境 成为了路上主宰 千秋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冰山女王已经成为了半神的存在 难怪乌乌对冰山女王也是十分恭敬的态度 乌乌可能并不知道冰山女王达到了主宰境 但肯定知道冰山女王的实力在他之上 千秋点头 答应了敖臣 好吧 敖付阁主 我会对他们下达命令 不允许继续再干涉冰封国的政权了 不过 我该如何与他们联系 敖臣笑了笑 对千秋说 阁主 只需要你拿出群英令 把魂力注入其中 对其直接下令就好了 所有与中阁的人都会听到 敖臣说完 对千秋再次单膝下跪行了一礼 接着道 阁主 我现在退下了 外面的弟兄在使用魂力 维持着咱们的谈话空间 防止被护卫队察觉到 这里离冰宫太近了 待的时间太长 会被冰山女王察觉到的 好 退下吧 不过 我后面该怎么找你 我会派人跟在您身边的 只要您想见我 他们会立刻告诉我的 千秋汉手 敖臣就打算离开千秋的房间 敖付阁主 你等等 敖臣疑惑地回过头来 阁主 还有什么吩咐 你动用一下雨中阁地兄们 让他们帮我寻找苍穹镜 及以上的修炼者躯体 并且需要练体体质达到先体的 数量越多越好 敖臣离开了 千秋握着手上的群英令 若有所思 千秋没想到 其与大帝已经有足足百年 没有和雨中阁的人联系 导致雨中阁内出现了两极分化 分为了守旧派与统治派 同时 千秋也为雨中阁的实力感到惊讶 没想到三位副阁主 全部达到了帝王境的境界 要知道 一个组织拥有三位帝王境的大帝 就算在横谷大陆 绝对是能排进前五宗门的存在 就算是曾经第十名的青云阁 也只有青云大帝一人罢了 不过千秋猜测 这三位副阁主 晋升成大帝 应该也是在祈雨大帝出世之前 祈雨大帝 自己恐怕都不知道 自己曾经创立的组织 已经达到了这样惊人的存在 否则 他一定不会躲在暗中 之后寻找千秋合作 三位帝王境的大帝 肯定有办法 让他肉身恢复正常 敖臣也给千秋了一个震惊的消息 冰山女王 已经成为了路上主宰 主宰境的修炼者 这个修为境界 千秋还从未见过 也单单只是听菩提老祖提起过而已 看来天灾 让不少强者都迫不及待地提升自己实力 以确保自己能在天灾的时候 不会陨落 千秋自言了一句 这事也大概想通 七星大帝和妖宗的人 为什么这么想得到上古神器了 恐怕他们都想从上古神器上获得神力 用来晋升主宰境 不多时 千秋的门再次被敲响 门外传来了夜神千寻的声音 千秋 是不是与中阁的人已经走了 嗯 你进来吧 夜神千寻闻声推开了房门 小心翼翼地把脑袋叹了进来 环绕了一圈 发现只有千秋一人 才放心地走了进来 他换了新的发型 原来银色的头发都是披着的 但现在扎了两条麻花辫 显得煞是可爱 刚才我就感觉到 隔壁你房间里有陌生的气息 果然是雨中阁的人 他们都跟你说什么了 夜神千寻一边把玩着自己的麻花辫 一边不经意地问道 千秋意味深长地看向夜神千寻 敖尘特意让跟着他一同前来的人 使用了纤术 将这个客栈的气息封闭了起来 而敖尘自己也使用了隐藏气息的纤术 可夜神千寻却说他感觉到了敖尘的气息 敖尘可是一位帝王镜的大帝 他使用的隐藏气息的能力 比千秋要强出好几个档次 换作千秋去隔壁房间 恐怕都无法察觉到 但夜神千寻却察觉到了 千秋想起夜神千寻 刚才在拍卖会场问他的话 难道就不好奇他的身份 这时千秋怀揣着无比的疑惑 夜神千寻只不过是苍穹镜的修炼者 他为什么每次都能做到 非常令千秋出奇的事情 没说什么 就是来找我询问令牌的事情 他们挺干脆就承认了 我是宇中阁新任阁主的事实 千秋对夜神千寻微微一笑 这一次他没有对夜神千寻说完全部的对话 夜神千寻眨了眨眼睛 是吗 就只说了这些 嗯 就这些 哦 好吧 千秋和夜神千寻陷入了沉默 千秋很清楚 夜神千寻肯定不相信他说的话 但他没有追问 不太符合夜神千寻那好奇宝宝的心理 恐怕他也感觉到了 千秋已经对他开始有所保留 在一段极其长的沉默之中 夜神千寻率先打破了沉默 他甩了一下辫子 道 既然你没事就好 那我回去睡觉了 明天见 嗯 明天见 夜神千寻轻轻关上了门 千秋感觉 他好像从来没有来过他的房间一样 但房间里遗留着的少女芳香 又证明着夜神千寻真的来过这里 千秋不去想这些 他拿出群英令 将魂力注入其中 随即压低了生命 宇中阁的诸位 我是宇中阁的新任阁主 我已经从敖尘副阁主那里得知 现在阁内的局势 统治派想要干扰冰封国的政治 统治派的所有人 马上撤离自己的位置 立刻停止你们的行为 冰山女王已经踏入了主宰境 以宇中阁现在的实力 根本无法与之抗衡 我不希望宇中阁有任何闪失 说完这些 千秋把魂力从群英令上收了回来 望着窗户外的夜空 发了一会儿呆 就躺在床上睡了过去 过去在星夜里修炼的数月之中 千秋都是在修炼状态当中休息的 已经没有真正的睡过觉了 虽然不感觉到疲惫 但睡觉是他在原先世界里 每天必须要进行的行为 千秋不想忘掉这个习惯 在修仙世界越长 千秋就愈发觉得自己 真的是一名修炼世界的人 这对他而言并不是一个好的征兆 耀宗 沐宇站在他父亲 耀宗宗主要地面前 父亲 耀地宠溺地摸了摸沐宇的头发 道 小雨 你离开耀宗也有一段时间了 魏夫让你带回千秋 你见到他了吗 沐宇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半晌 才对耀地点了点头 耀地面色大喜 道 那他现在人呢 耀地想要见到千秋 让他把长生中借他一用 这样他就能完成最后一步 踏入主宰境了 然而耀地并不知道的是 千秋正是这几月以来 在横谷大陆臭名昭著的诸仙殿宗主 暗影大帝 沐宇由于片刻 最终打算把真相告诉自己的父亲 父亲 其实千秋就是诸仙殿的宗主 沐宇说完 瞬间把头低了下去 耀地愣了一下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猛地站起身 对沐宇道 小雨 你说什么 你说千秋是诸仙殿的宗主 暗影大帝 沐宇轻轻地嗡了一声 耀地眼角抽了抽 他道 小雨 你没跟我再开玩笑吧 为父当初可是去了百宗大会的 诸仙殿的宗主 当时坐在才子之位上 千秋还上擂台 挑战了泰山宗的姚妃 他们可是同时出现在百宗大会的 耀地话还没说完 他就猛地瞪大了眼睛 想到了另一种可能 面色变得无比难看 难道 千秋使用了分身术 当时挑战姚妃的 那个千秋 只是暗影大帝的一句分身 难道 千秋使用了分身术 当时挑战姚妃的 那个千秋 只是暗影大帝的一句分身 耀地呢喃着 最后泄力的一屁股 坐在了座位上 他并不怀疑 千秋有这个能力 毕竟千秋可以使用上古神器 就算是耀地 他身为帝王境修炼者 他时至今日也无法做到 上古神器 纵观修仙世界的历史 还没有任何一个 不是神器的修炼者可以使用他 千秋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许久 耀地苦笑了一声 朱仙殿的意图非常明显 他起初攻打各个宗门时 都特意避开了十大宗门 为的就是先依靠收复这些小宗门 从而壮大朱仙殿的实力 在日后 为吞并十大宗门做准备 所以 吞并耀宗 那是迟早的事情 原本耀地是想依靠长生中 去晋升主宰镜 成为路上主宰 这样 就算是暗影大帝和门帝同时出手 也不能奈何他 现在看来 想要依靠长生中的 成为路上主宰的想法 是要泡汤了 这时 沐宇对耀地道 父亲 您不用担心 其实 我和千秋已经一起了 他不会为难要宗和您的 耀地瞪大双眼看向沐宇 沐宇脸色羞红的低下头 小宇 你 你跟千秋 也就是暗影大帝在一起了 沐宇声音如文丁般 恩了一声 耀地再次陷入了沉默当中 他非常宠爱自己这个女儿 如果他真的 和千秋之间有感情的话 他不会做出阻拦 可是耀地也非常清楚 千秋已经是悬崖了马 如果他不能晋升主宰镜 他领导的朱仙殿 现在的行为 可谓是在加速自杀 原本他就在百宗大会上 使用了神文禁术 被诸多大帝视为眼中钉 那可是会导致天灾加速降临的仙术 再加上他现在扰乱横谷大陆 秩序的行为 虐杀修炼者 让横谷大陆不少地方生灵涂炭 这已经触犯了太多禁忌 要不要多久 以天神宗的宗主为首 会集结许多位大帝 同时对抗诸仙殿的 到那时 千秋和门帝都会遭到灭顶之灾 天神宗的宗主 天帝可是已经成为帝王近百年的大帝 他的实力 可谓是横谷大陆修炼者天花板的存在 就算千秋的天赋再恐怖 他也不可能是天帝的对手 耀地沉声道 小雨 让他这种人下场都很惨 沐宇回道 父亲 我知道千秋做的行为 让不少修炼者唾弃 但他对我真的很好 我真的爱他 就算他与整个世界为敌 我也会站在他的身后 小雨 耀地看着执拗的沐宇 叹息一声 最终也没有过多的劝说 自己这个女儿什么都好 可当他一旦认定某件事 或某个人 就会毫不回头地走下去 小雨 既然你做出了这个选择 魏夫也不劝你了 不过 我还是希望能见千秋一面 这一次不为长生中 只为看看你的心上人 也算是了却你母亲的遗愿 提到沐宇的母亲 耀地脸上露出了黯淡的神色 耀地这些年不停的炼药 就是希望能炼出 能让人起死回生的丹药 希望能复活沐宇 已经死去多年的母亲 可 世上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丹药存在 知道了父亲 我这就是告诉千秋 下次我回来 一定是和千秋一起回来的 千秋早上醒来 去叫醒了夜神千询 千询 你要不在客栈里等等我 我得去找与中格的人 有些事情要跟他们商谈 千秋打算去找敖臣 他想要询问敖臣 统治派的人是否已经收手 好 夜神千询淡淡地说了一句 随后又回了自己的房间 千秋感觉到奇怪 他总觉得夜神千询 今天有些反常 他从昨晚就变得很是冷漠 千秋知道他们两人之间有了隔阂 才会导致现在的这种情况 不过 千秋还是决定先去找敖臣 解决了统治派想要发动政变的事情 至于儿女情长的事情 等回来之后再说吧 千秋离开了客栈 随后找了一处空旷的地方 很快 千秋身边出现了一个穿黑袍的男子 他单膝跪在千秋面前 阁主 我是副阁主身边最亲近的人 我叫夜灵 您有事要吩咐我吗 你帮我通知一下敖臣 我有事见他 好 夜灵再次消失在千秋面前 千秋备手而立 等待敖臣的到来 不多时 敖臣翘无声息地出现在了千秋面前 阁主 您找我 千秋道 昨天晚上我已经下达了命令 统治派的人现在收手了吗 我有人潜伏在统治派里 他们早上传来消息 统治派的人已经全部撤出冰封国了 现在在极寒之地的雪地里待命 千秋微微感到惊讶 没想到与中阁的人都这么服从命令 就算是有了一心的统治派 也丝毫没有耽搁 当即听从了他的命令 可见 与中阁的纪律性到底有多严明 随后 千秋道 对了 让你帮我找的躯体 现在有消息了吗 昨晚已经让阁内的人去找了 现在一共找到了20具躯体 不过冰封国的戒备森严 想要带那么多躯体进来 实在有些困难 现在 他们都被保存在极寒之地的雪地当中 阁主 你可以随我前去查看 千秋大喜过望 没想到与中阁办事效率这么高 千秋思考片刻 当即决定离开冰封国 前往极寒之地边界 开始修炼 对了 我昨晚住的客栈 还有一个朋友住在哪 我现在去接他 之后 你同我一起离开冰封国 是 千秋回到客栈 敲响了夜神千寻的房门 夜神千寻打开门 看向千秋 千秋道 千寻 你和我一起离开冰封国吧 我得去外面修炼 这里冰山女王的人太多了 对不起千秋 我可能不能再陪在你身边了 夜神千寻的话 让千秋一愣 连忙追问 为什么 我有点自己的事情需要处理 顿了顿 夜神千寻露出一抹笑容 道 千秋 我们之间已经有了隔阂 是我的不坦诚造就了现在的情况 一开始 我没想到会和你一路走到这里 所以隐瞒了自己的身份 关于我的真实身份 你很快就会知道的 千秋有些发猛 不明白夜神千寻 为什么要对他说这些话 等千秋反应过来的时候 夜神千寻 已经拿着他的东西离开了 千秋想去追他 但无论如何 也挪动不了脚步 千秋惊恐地看着夜神千寻 离去的方向 不知道什么时候 夜神千寻对他使用了仙术 导致他根本没有办法行动 而且 这一切都是在千秋眼皮子底下做的 他施展仙术 居然连仙影都没有显露 况且 他只是苍穹镜的修炼者而已 他是怎么在千秋一个圣镜强者的面前 做到这一点的 让千秋丝毫没有察觉到 千秋身子僵直在原地 足足过了半个时辰 才得以回复 此时 千秋感觉到 他和夜神千寻的关系 如履薄冰 这怎么可能 千秋回想起过去的种种 夜神千寻似乎什么都知道 他不明白的东西 只要是询问他 夜神千寻都能给予他答案 夜神千寻知道太多的东西 而且其余大帝也说过 他背后有一位极其强大的修炼者 他现在做到了 在千秋眼前 翘无声息施展仙术 很显然 他的实力根本不像是表面 看上去的那样简单 很快 千秋又联想到在苍城的时候 有一位帝王静的大帝 在山中出现 那时夜神千寻 恰好也在山中修炼 这一切真的都是巧合吗 曾经千秋是那么以为的 他压根没有去深想 现在再回头去看 似乎这一切都不是巧合 难不成那天新晋升的 帝王静大帝 正是夜神千寻 千秋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 但现在他唯一能解释 夜神千寻 在他面前 翘无声息地使用仙术 也只能是他的实力 在千秋之上 否则 他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 除此之外 还有几天前 在星夜里的时候 面对冰吼竹笼 千秋已经陷入了困境 那时候出现了一个 实力十分强悍的修炼者 在千秋逃脱之后没多久 千秋就遇到了夜神千寻 这难道又是巧合吗 就在千秋思考的时候 敖尘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对千秋道 阁主 刚才我察觉到了一丝 不寻常的气息 不像是您在施展仙术 我就马上前来查看了 您的那位朋友呢 千秋苦笑一声 道 没什么 他有事不能跟我走了 咱们现在出发吧 敖尘没有过多追问 在前面带路 与千秋离开了冰封国 千秋和敖尘一路无阻地 离开了冰封国 这时千秋才想起来 自己还没有联系到吴武 自己现在这样不辞而别 多少有些不合适 可吴武中就是一位大帝 千秋现在也没有办法联系上他 也只能打消了这个念头 和敖尘在雪地当中 走了很长一段距离 敖尘尽声念诵神文 在白茫茫一片的雪地上 出现了一个雪坑 阁主 与中阁的其他人都在这里 千秋点头 率先跳入了这个雪坑之中 敖尘紧跟其后 在他跳入其中之后 雪地恢复了原本的样貌 常人根本无法发现在这里 还有一个巨大的雪坑 千秋落入雪坑内部之后 发现这里俨然像一个宫殿一样 周围还站满了修炼者 恭迎阁主 这些修炼者一口同声地说道 同时纷纷单膝下跪 千秋被这场面吓了一跳 心中甚至有点小爽 这就是万人之上的感觉吗 敖尘走在前面 带千秋朝着内部走去 很快 千秋就看到了许多具 被冻在兵里的修炼者 这些正是宇中阁的人 搜集到的修炼者躯体 阁主 这二十具躯体都已经达到了圣经 其中有几具躯体炼体体质 已经达到了低品圣体 现在其他人还在四处搜寻躯体 很快会送到这里来 敖尘恭敬地说道 千秋点了点头 满意地笑了 有了这些躯体 只要他全部吸收 便能彻底将幽冥九转绝修炼完毕 届时 他轻松就能晋升至帝王境了 千秋面色变了变 对敖尘道 这里安全吗 禀告阁主 这里非常安全 方圆十里都已经被我们的人监视了起来 绝不会有任何人发现这里 千秋汉手 随即道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会进入修炼状态 一旦成功 我就会晋升帝王境 关于安全问题 敖父阁主 就靠你了 敖尘面露惊讶之色 道 王境吗 是的 天灾马上就要降临 我必须尽快踏入帝王境 对了 你对七星宗了解有多少 在之前 千秋自己创立的组织丘门里 并没有太多的人 最强大的 就属萧山 以及霍布展了 可是在苍城 霍布展不辞而别 他说是丘门之人 实在有点牵强 不过现在有了宇中阁的势力 千秋作为宇中阁的新任阁主 势力已经无比壮大 现在他愿意的话 完全可以一举对七星宗发动进攻 为三位师父 以及永恒宗死去的弟子们报仇 阁主 七星宗自身实力并不强大 只有他们的宗主七星大帝有些难缠 除此之外 没有什么需要您注意的 千秋眯下了眼睛 道 好 既然如此 那就等我修炼结束 踏入帝王境之后 集结所有与中阁的人 和我灭了七星宗 虚空星界当中 那扇巨大的青铜门发出巨响 从门内传出了巨大的咆哮声 天殿 老朽马上就能冲过这青铜门了 待老朽重见天日的时候 必是你陨落的那一天 虚仓小儿 你给老朽滚过来 下一秒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 出现在了青铜门之前 他正是虚空圣宗的现任宗主 虚仓大帝 老朽 您有何吩咐 虚仓大帝跪在巨大的青铜门前 全然没有一宗之主的气势 因为在青铜门里的人 正式创立虚空圣宗的老祖 虚空圣祖 早在很多年前 虚空圣祖与天帝两人之间 展开了一场 持续数十年的战斗 最终 以天帝获胜为结果 他使用了强大的仙术 将虚空圣祖 封印在了 这道巨大的青铜门之中 在很多年前 虚空圣宗 乃是横谷大陆的第一宗门 在虚空圣祖被封印之后 天帝创建的天神宗逐渐壮大 最终成为了横谷大陆的第一宗门 而虚空圣宗 将宗门移至虚空星界当中 在虚空星界里 寻找了一片相对稳定的区域 身份地位在横谷大陆 遗落千丈 虚仓小儿 天帝的封印 马上就要被老朽冲破了 是时候让我们虚空圣宗 重现天日了 青铜门的内的虚空圣祖 传来了沙哑的声音 虚仓大帝顿时大喜 他带领着虚空圣宗 在虚空星界里已经太多年 在这里 根本没有什么资源可言 遍地也只有魂灵兽而已 不过在虚空星界里 所有虚空圣宗的修炼者魂力级别 都达到了一个很恐怖的程度 尽管成员远远比不上 其他宗门那样的数量 但个个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虚仓大帝连忙道 老祖宁的意思是 让我开始着手 准备带虚空圣宗所有人 离开虚空星界 不急 必须要做好完全的准备 一旦我冲破这道封印 天帝会马上察觉到 所以不能有任何闪失 这些天 我在青铜门内 也感受到外界的动荡 那个叫做朱仙殿的宗门是怎么回事 我已经感受不到青云大帝的气息了 虚空圣祖几乎不会过问外界的消息 但青云大帝早些年的时候 是跟在他身后的一个得力干将 后来在虚空圣祖被封印之后 青云大帝创立了自己的宗门 青云阁 在数月以前 虚空圣祖已经感受不到 他这个昔日追随者的气息了 虚仓大帝道 禀告老祖 这个朱仙殿是新兴起来的宗门 在数月以前屠杀了不少修炼者 其中包括青云阁在内 青云大帝在和朱仙殿宗主 暗影大帝交手的过程中 已经陨落了 虚空圣祖沉默了许久 才一声叹息 又发出疑惑 朱仙殿这么张扬跋扈的宗门 为何天帝到现在都没有出手覆灭他 禀告老祖 这个属下也不知道 外界的信息 我知道的也不是很多 虚空圣祖没有再言语 让虚仓大帝离开了 天帝 难道你也要突破帝王境 成为路上主宰了吗 不过 你还是慢了一步 老朽早已经踏入了主宰境 还要谢谢你 这善青铜门 否则 我未必能顺利的晋升 这是千秋进入修炼状态的第十天 他将全部在星夜里采摘来的药草 全部融入了修炼当中 同时 他把与中阁寻找来的所有圣境强者躯体 也融入了修炼 从他们身上汲取着先例 终于在第十天的时候 触碰到了幽冥九转绝的最后一转 第九转 当千秋修炼起第九转的时候 明显感觉到自己身体出现了很多不适的感觉 时常会觉得 马上就要控制不住自己体内的力量 马上就要迸发出来了一样 好在千秋有长生中 依靠使用长生中的力量压制着幽冥九转绝 给他带来的所有不适 第十五天的时候 千秋已经无法克制自己体内的幽冥锤自我显现 千秋的先影也同时被激发而出 先影不再受千秋的掌控 他自行拿起幽冥锤 一锤一锤地在千秋肉体上锤炼 千秋知道 这是幽冥九转绝在锤炼他的肉体 尽管他的身体已经被幽冥锤打得皮开肉绽 但也咬着牙 强忍着剧痛与灵魂上的撕裂感 这巨大的能量 让一直守在附近的敖尘都感到无比震惊 敖尘数次冲进千秋修炼的地方查看 他只看到千秋身上附着着一个金色的大钟 千秋的先影拿着大锤 在一锤一锤地敲击千秋 这是长生中和幽冥锤 敖尘露出震惊的神色 尽管他之前非常听信于千秋 那全是因为千秋手持着群英令 老阁主下达过命令 谁拿着群英令 所有与中阁的人就必须无条件地听命于他 在敖尘第一次见到千秋的时候 就得知他只不过是一个圣境强者而已 千秋非常疑惑 老阁主为什么会把群英令交给一个这样平凡之辈 但现在敖尘见到了千秋身旁出现的两把上古神器 而且千秋居然还可以完全使用它们 敖尘这才明白老阁主为何要把群英令交给千秋了 能使用上古神器的圣境强者 纵观整个修仙世界都找不出来第二个 一旦千秋成功突破至帝王境 那么在横谷大陆上 只要是帝王境的大地根本没有可能与他一战 千秋那时可是双持神器的大地啊 在第二十天的时候 千秋已经将全部的躯体完全吸收了 此时他的皮肤表面已经被幽冥锤全部锤炼展开 血肉模糊不看 就连敖尘看到这副场面都觉得惊心肉跳 千秋已经将幽冥九转绝地九转全部修炼成功 已经算是大圆满了 然而他却迟迟无法从修炼状态里退出来 但他也无法做出任何动作和声音 在一旁守着的敖尘 完全没有发现千秋的一样 他还以为千秋没有完成修炼 就在这时 千秋紧闭着的双眼眼前不再是一片黑暗 一道金光闪烁 长生钟出现了 随着长生钟不断的变大 一只巨大的手臂从苍穹伸了出来 一把拿起了长生钟 千秋抬头看去 发现一个身杖近乎千米的金色巨人出现在他面前 这个巨人赤裸着上半身 下体只有一块遮羞不遮挡 浑身肌肉显得无比壮实 凡然 你终于踏入帝王境了 巨人发出雄厚的声音 但让千秋感到惊讶地势 巨人说的是神闻 而且与他当初在永恒宗 长生钟变成纹身附在他背上听到的声音一模一样 所以眼前的这个巨人 其实是长生神 长生之中 唯本神神器 将他留在凡界 等待有缘人能将其收纳 达到帝王境之十方可启用 凡人 本神的神器赠予于你 来神界寻找我的神须吧 这里有你更加渴望的东西 这是千秋当时被长生钟变成纹身附在他身上时 脑海里听到的声音 而且这两句全部都是用神闻说出来的 声音和语气 与千秋面前这个金色巨人完全一致 千秋可以肯定 面前的这个金色巨人 一定就是长生中的主人 长生神 你 你是长生神 千秋试探性地使用神闻 向眼前的金色巨人问道 金色巨人回道 不错 正是本神 从你获得我的神力 到成为帝王境 你居然只花了这么短的时间 就算是那位叫做长生大帝的修炼者 都花费了数百年的时间 千秋意识到 长生神口中的长生大帝 也许是在他之前 被长生神认可的修炼者 不知出于某种原因 长生神的神力 又可以重新给予给千秋了 长生神 当初长生中变成纹身衣服在我身上时 那时听到过你的声音 一旦我达到帝王境 就可以完全使用长生中了是吗 长生神点头 千秋又接着问 你还让我去神界 去寻找你的神须 那里到底有什么 千秋已经不止一次听到过神界了 但神界的道路已经彻底关闭 现在除了去找门第合作 除此之外 根本没有可能能进入神界 现在长生神出现 千秋想要抓紧询问出 还有没有其他进入神界的办法 现在一旦千秋能进入神界 它将会是整个修仙世界无敌的存在 试想 神界当中遍地都是帝王境与路上主宰 甚至神奇的身体 千秋一旦使用绘图转生这个仙术 那时候 诸多强大的修炼者被千秋复活 他们会成为 让千秋一瞬间成为不败的存在 长生神面对千秋的这个问题 没有着急回答 而是对千秋道 凡人 我在你身上感受到了其他神奇的神力 想必你不止 获得了我的长生赐福 还获得了其他神奇的认可吧 千秋一愣点了点头 毫不隐瞒道 是的 我还获得了幽冥神的神力 长生中呵呵一笑 继续道 既然如此 你肯定已经见过幽冥神的残影了 你应该清楚 神奇一旦成神 是不可能留在凡界的 所以现在 和你交流的 也只是我一道残影 至于我的神须里有什么 只有我的本体知道 我无法回答你这个问题 千秋有些失落 但转瞬即逝 他最终目的并不是询问 长生神的神须里有什么 而是想要询问如何前往神界 那到底该怎么去神界 神界的道路已经全然关闭了 就算要让我自己去神界寻找你的神须 我也得有办法进入 长生神把手上的长生中 摆在了千秋面前 悠悠地说道 这可是本神的兵器 就算神界已经关闭 利用神器照样可以打开通往神界的道路 你以为 上古神器 只能用于战斗吗 千秋难以置信地看着长生中 没想到上古神器 居然还有能打开神界的功能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千秋现在根本不用花心思去找门第 他完全可以自己就前往神界 这时 千秋也突然反应过来 也许七星大帝寻找上古神器的最终目的 就是想要利用他们 打开神界的道路 进入神界当中 竹崽经这个只存在于传说当中的境界 很有可能前往了神界才能晋升 那么 冰山女王已经成为了路上竹崽 难不成 他早就已经去过了神界 千秋回想起 曾经在百宗大会上 冰山女王率先提出 暗影大帝使用的仙术 是神界石碑上的神文禁术 然而神界的通道早就在冰山女王还未出生的时候 就已经关闭 他只有去过神界 才会知道石碑上到底有什么东西 只不过千秋当时还没接触到这个层次的东西 完全没有怀疑过 难怪冰山女王在百宗大会之后 就再也没有出现在横谷大陆过 而且非常忌惮每一个大地前往极寒之地 恐怕当初在百宗大会结束之后 冰山女王就意识到 自己前往过神界的事情已经败露了 千秋被长生神抱拳向陷 长生神挥了挥手 长生中再次变小 变成一道纹身出现在千秋的背部 你是我见过最精通神文的凡人 不得不说让本神感到非常意外 本神感受到 你们的世界已经被邪神盯上 他已经距离你们很近了 你最好抓紧前往神界 找到我的神须 长生神说完这一句 转身想金光中走去 很快消失在了千秋的视线当中 千秋尚未离开长生神创造的结界里 而是思考着长生神的话 邪神已经距离修仙世界很近了 这就代表着天灾即将降临 千秋估算可能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天灾就会彻底在修仙世界降临了 先不想这些了 我能见到长生神的残影 说明已经修炼制了帝王境 接下来只要复活七宇大帝 想办法进入神界就行了 隐忍这么长时间 终于要无敌了 千秋隐隐兴奋了起来 他憋屈了太长时间 虽精通神文 但实在无法发挥出他的用武之地 但踏入了帝王境 精通神文的能力就会无限放大 尤其是在进入神界之后 千秋意念一动 离开了长生神的结界 盘团做的他猛然睁开双眼 一道金光从眼中闪过 而在所在之处 一道巨大的能量柱直冲云霄 整个极寒之地 都被这道巨大的能量柱所波及 兵宫里 冰山女王感受到巨大的能量 微微皱眉 在我极寒之地 居然有新的大地诞生 这个气息有点熟悉 难不成 冰山女王面色变得有些难看 她之前已经记住了千秋的气息 没想到短短的时间内 千秋居然已经突破至了帝王境 而且还是丝毫不掩饰地 在极寒之地完成了静生 能量柱持续了数分钟 千秋在修炼时 被幽冥锤锁炼制展开的皮肉 也在以肉眼的速度恢复 千秋的身形与身高 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这都是静生帝王境带来的变化 千秋感觉到自己身体内 那丹田带来的力量 随着能量柱逐渐消失 千秋严重的金色光芒也随之消失 其他与中阁的弟子闻声赶来 在敖尘的带领下 纷纷单膝跪在了千秋面前 恭喜阁主 晋升帝王境 众人的声音浩荡无比 回荡在整个血坑的洞中 千秋收起了自己黑色的纤影 他握了握拳头 现在他可以明显地感受到 体内来自于其宇大帝的地理 现在终于踏入了帝王境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大帝 接下来 就是完成之前答应其宇大帝的事情 先将他的地理归还于肉体当中 再帮助其宇大帝 找到帮他恢复肉身的方法 敖尘上前一步 道 阁主 千秋大帝 不过这个这个名号 可能会存在的很短暂 大帝之境 根本不是我想要达到的高度 我会在复活老阁主之后 立即冲击主宰境 阁主 您 您是说 要复活老阁主吗 敖尘语气里带着激动 没想到阁主在刚踏入帝王境之后 就打算复活老阁主 他一度以为 千秋是那种贪拳之人 毕竟他一接任于中阁 就嘱咐他们 立刻去寻找大量的修炼者躯体 在之前提到 要复活老阁主的事情 敖尘也以为只是千秋随口一说的事情 没想到 现在千秋踏入帝王境之后 没有丝毫的犹豫 千秋对敖尘点头 道 不过极寒之地是 不能呆了 我刚才晋升 已经让冰山女王 哦不 他现在应该叫做冰山主宰察觉到了 通知所有与中阁的人 全部从极寒之地撤离 前往横谷大陆 是 千秋一声令下 敖尘立刻对所有与中阁的人下大的指令 全部从极寒之地退出 将据点全部转移至横谷大陆 在千秋和宇中阁的人 忙着转移据点时 远处一个女人使用仙术 将自己的气息全部屏蔽 他正是消失多日的吴武 吴武被冰山女王委托调查 关于冰封国政变的事情 在一番调查之后 发现政变一事 的确与那个古老的组织有关 而这个组织 正是宇中阁 吴武不知道 这个组织是自己师父 其宇大帝创立的 在他一路调查之下 得知宇中阁的人 早已经渗透了冰封国多个职位 冰封国护卫队内都有内鬼 原本 吴武已经找到了宇中阁 在极寒之地的据点 可没想到在一天前 据点里的所有人连夜撤离 没有任何拖泥带水 吴武隐藏自己的气息 一路跟着宇中阁的人 离开了冰封国 他们在雪地里使用捷剑 再次扎营 吴武正准备想把自己的发现 告诉冰山女王 结果就在茫茫雪地里 看到了晋升帝王晋时 才会出现的能量柱 待他靠近一看 发现这能量柱的气息 异常的熟悉 这不正是千秋的气息吗 看来 他已经彻底将幽冥九转绝 修炼成功了 吴武一声感慨 本想过去和千秋打个照面 没想到在千秋身旁 看到了不少宇中阁的人 吴武大惊失色 最让他惊恶的是 那些宇中阁的人 对千秋十分尊敬 还时不时称他为阁主 这怎么可能 千秋是宇中阁的阁主 看着宇中阁的人 与千秋 似乎打算彻底极寒之地 吴武已经不知道 该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了 没想到自己一直调查的宇中阁 他们阁主早就 跟在自己身边了 吴武没有耽搁 离开返回了兵宫 将自己这一月以来 调查的事情 告诉冰山女王 五弟 你是说 宇中阁的人现在 全部撤出极寒之地了 冰山女王有些不可置信的 看向吴武 吴武点头 随即又道 而且 宇中阁阁主的身份 我也调查到了 说实话 这让我很是震惊 宇中阁的阁主 是千秋 冰山女王听到千秋的名字 眉毛向上一挑 很显然 他也没想到 宇中阁这个势力庞大的组织首领 居然只是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 尤其是 在一个月之前 冰山女王还曾差点杀了他 吴武和冰山女王 两人在沉默片刻之后 吴武道 宇中阁的历史悠久 里面有不少修炼者 都比千秋强大 他之所以能成为阁主 些许是继承了宇中阁老阁主的意愿 与中阁原来的阁主 现在可能已经死了 嗯 我也差不多是这么想的 这件事情你不用管了 答应你的事情 我现在就可以履行 不过 你得答应我 等天灾的时候 不要和横谷大陆那一群人为伍 否则我现在的行为 就是在帮助自己的敌人 冰山女王 用十分严肃的对吴武说道 吴武点了点头 放心 我向来不屑于跟那群人为伍 在得到吴武的保证之后 冰山女王近身念诵神文 顷刻间 一把金银剔透的弓箭 出现在他的手上 吴武在看到这把弓箭的时候 愕然道 这是上古神器冰眼宫 他不是早就掉入灵度血窟之中了吗 灵度血窟的温度 常年出于绝对灵度之下 根本不可能有人能接近那里 哼 为了得到他 我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获得冰眼宫的神力 我也足足花费了二百年的时间 冰山女王看着手上的弓箭 再次念诵神文 一道冰箭从冰眼宫上射出 一扇扭曲的混沌门 出现在吴武面前 这就是通往神界的通道 你进去之后 最好时刻保持清醒 那里毕竟是神的空间 有太多神魂四处游荡 随时都有被夺射的风险 祝你好运 吴武对冰山女王表示了感谢 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踏入了神界通道 千秋和敖臣 带着与中阁 在极寒之地的所有人 全部退回了横谷大陆 与极寒之地的边界 千秋打算先行退回孔陵山当中 暂时以此作为据点 敖夫阁主 你现在召集与中阁的人手吧 等我将老阁主复活之后 马上与我前去灭了七星宗 是 千秋找了一处安静的地方 将祁宇大帝的肉身 从乾坤袋里放了出来 看到熟悉的面孔 千秋一阵感慨 当初认识祁宇大帝的时候 他不过是苍穹镜的修炼者而已 时隔半年不到 现在 他已经成为了千秋大帝 一路走来 祁宇大帝帮了千秋不少忙 若不是祁宇大帝 千秋压根不可能得到幽冥九转绝 更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晋升帝王晋 祁宇老头 显露出自己的仙影 开始推动丹田 将体内属于祁宇大帝的地力 从身体里剥离出来 在剥离的过程中 千秋感觉到 自己的灵魂都要被撕裂一样 有种说不上来的痛楚 这比他修炼幽冥九转绝石 幽冥锤敲击他的灵魂 还要痛苦 千秋这才知道 当初祁宇大帝 把自己的地力 一次一次借给他时 每一次都要感受到 这痛不欲生的灵魂之痛 片刻之后 千秋终于将祁宇大帝的地力 从体内完整地剥离出来 随后非常小心地 灌入到了祁宇大帝的肉身之中 顷刻间 祁宇大帝的身体 恢复了虚弱的气息 千秋为祁输入仙力 使用仙术 帮助祁宇大帝苏醒 啊 祁宇大帝发出一声 沙哑的闷恒声 随即舒展开 一直勾搂着的背 用力地伸了一个懒腰 千秋见状 大喜过望 立刻收回了仙影 惊喜道 祁宇老头 你醒了 祁宇大帝茫然地看向千秋 随即欣慰一笑 老夫就像是睡了一觉 不过 你小子还真有恶趣味 我正是在这里把地力给你的 你又在同一个地方还给了我 千秋哈哈一笑 不等他开口 祁宇大帝继续问道 小鬼 距离我进入沉睡 过去了多久 天灾已经来了吗 天灾还没降临 不过应该也快了 距离你沉睡 只过去了两个月左右 千秋如实地回答 祁宇大帝瞠目结舌 难以置信地看向千秋 半嗓都说不出话来 你 你没跟老夫开玩笑吧 两个月 你就晋升到了帝王境 这在修仙世界上 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祁宇老头 你是不是睡糊涂了 你要知道 我在半年之前 还没有任何修为境界 我两个月从圣境晋升到帝王境 也不是一件稀奇事 不过中间的确遇到了瓶颈 若不是依靠幽冥九转绝 这个强大的功法 我恐怕得花上一两年才能晋升 说完 千秋就召唤出了长生钟和幽冥锤 给祁宇大帝看 祁宇大帝看到两把上古神器之后 年近千岁的祁宇大帝 把他这一生的震惊表情都使出来了 梁九 祁宇大帝不停地摇头 口中一直重复怪物 真是怪物啊 对了 祁宇老头 你当初给我的群英令也派上用场了 我在极寒之地找到了你与中格的据点 现在我已经成为与中格的新阁主了 对了 敖尘就在那边 听到与中格的名字 祁宇大帝脸上露出了回忆之色 对千秋道 这件事待会儿再说 当务之急是你帮老夫恢复肉身 你现在已经达到帝王境了 以你对神问的精通 肯定有办法帮我 千秋愣了愣 回道 我目前还没找到 能帮你恢复肉身的先术 不过 我打算前往神界 你要不跟我一起去 也许在那里 能找到帮你恢复肉身的办法 祁宇大帝狐疑地看向千秋 哦 小鬼 虽然你现在成为了大帝 但你对自己也要有一个认知 不是达到帝王境就无敌了 上面还有一个主宰境呢 神界的道路早已经关闭 就算是老夫也没去过神界 你小子说去就去 还要带着老夫一起去 口气未免太大了些 千秋见祁宇大帝不相信 他晃了晃手上两把神器 道 祁宇老头 你这就是格局小了呀 我在晋升帝王境之后 就已经得到了长生神 和幽冥神的神力 只有拥有他的神力 使用上古神器 就可以强行打开 通往神界的道路 这你完全不用担心 在一番解释之后 祁宇大帝才了然 他忍不住一声叹息 小鬼 我祁宇大帝年轻的时候 也是横谷大陆出名的修炼天才 后来因为太过嚣张跋扈 被诸多大帝联手群攻 造就了现在这副鬼样子 不过我的那时的天赋 与你比起来 根本不值得一提 你压根就是个怪物 千秋就当祁宇大帝是在夸他 之后千秋带着祁宇大帝 与宇中阁的人相见 敖晨看到祁宇大帝的一刹那 顿时老泪纵横 双膝跪在祁宇大帝面前 老阁主 您 您终于回来了 敖晨与您已经有三百多年未见 敖晨的声音颤抖 千秋则舌 没想到敖晨对祁宇大帝的感情这么深 就像儿子见了爸爸一样 祁宇大帝倒是显得没有那么激动 淡然地看了眼敖晨 随后扶起了他 阿晨 没想到已经长这么大了 三百年前老夫离开宇中阁的时候 你还只是个毛头小子 时光荏荏 你已经三百多岁了 敖晨擦了擦眼泪 随即对身后的一众宇中阁弟子道 这位正是老阁主 你们都还愣在那干嘛 叫人 众人一愣 纷纷跪下 恭迎老阁主归来 恭迎老阁主归来 祁宇大帝微微皱眉 道 我不是什么阁主了 现在宇中阁的阁主是千秋 一切是由 全部听取他的命令 随后 把目光投向了千秋 面对祁宇大帝的态度 千秋已经见怪不怪了 虽然不知道祁宇大帝 为什么一定要把宇中阁全权给自己 但千秋知道 祁宇大帝这么做 必然是有他的道理 在祁宇大帝的表态之下 宇中阁的人纷纷看向千秋 宇中阁所有人 为新阁主马首是瞻 这夜 千秋和祁宇大帝 立于孔陵山的最高峰 两人向往着月色 沉寂无声 是千秋率先打破了沉默 道 祁宇老头 还有一个时辰 就要出发前往七星宗了 我的这个决定 你会不会怪罪 我把一直藏在暗中的宇中阁 带向了大众视线当中 祁宇大帝淡然一笑 回道 既然老夫决定把宇中阁交给你 你做出什么决定 老夫都不会做出任何反对 当初 七星宗的人 带人占领了永恒宗 你现在也只是报仇 没有什么不妥 至于你说的 把宇中阁带到大众视线里 这也没什么怪罪的 天灾马上来临 修仙世界上 出现各式各样的势力 不足为奇 再说 宇中阁的存在 那几位大帝 早就知道了 听到祁宇大帝的话 千秋也放下心来 接着 千秋道 解决完了七星宗的事情 就着手前往神界的事情 对了祁宇老头 我在星夜的时候 开发了一个很强大的仙术 千秋把他开发出 绘图转圣的仙术 告诉了祁宇大帝 祁宇大帝知道千秋的这个仙术之后 表情变了变 但并没有千秋预想当中那么惊讶 这倒是让千秋有些不明所以 许久 祁宇大帝道 小鬼 这个仙术 的确在修仙世界上 是史无前例的存在 照你所说 如果能在神界找到 各个强大的修炼者尸体 你必将组成一个顶尖势力的存在 不过 祁宇大帝的话戛然而止 脸上露出了忧虑的神色 不过什么 你这老头怎么说话 还喜欢上大喘气了 千秋着急地追问道 但祁宇大帝却没有说下去的意思 只是发出了一声叹息 哎 实际上 这件事情早就该告诉你的 但一直没有机会 这件事情 用不了多久你就会知道的 你记住 现在你最应该忌惮的 就是朱仙殿的门第和暗影大帝 听到门第和暗影大帝的名字时 千秋微微皱眉 在千秋上一次派出魂灵兽军团 回到横谷大陆的时候 就被暗影大帝孤身一人 仅仅只是使出一个仙术 就解决掉了 迄今为止 千秋来到修仙世界 遇到过天赋和仙术最为诡异的修炼者 便是暗影大帝了 他在百宗大会上 表现出的强大天赋 和后来在横谷大陆上的一切所作所为 让人闻风丧胆 况且 他依靠着门第 已经去过神界 洗得了神碑上的神文禁术 就在千秋还想多问 其余大帝几句的时候 敖尘出现在了两人身后 阁主 您需要的尸体 已经准备好了 千秋把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 随后对敖尘点了点头 随着他前往了准备的尸体方向 千秋看着遍地的修炼者尸体 这是他让敖尘去四处搜寻的 不论任何修为境界 当然 千秋也将在外的所有分身收复了回来 他们也搜集回来不少尸体 除此之外 肖家的人也收集了大量的尸体 送至了千秋指定的地点 他与中阁的人也从外面带了回来 一眼望去 整个孔灵山堆满了修炼者的尸体 足足有三百多具 其中还有不少圣境强者的尸体 七星大地 惊艳 你必将陨落 千秋呢喃了一句 随后走到这些尸体的身边 噤声念诵神文 绘徒转生 随着千秋的神文话音落下 原本以及死去许久的巨巨尸体有了反应 几秒之后 他们全从地上站了起来 拍成了整齐的对联 孔灵山上 黑压压一片都是被复活的修炼者 一旁的敖尘和奇雨大地 都被这诡异的仙术所震惊 敖尘忍不住道 阁主 您 您的仙术 居然把这些修炼者全部复活了 是的 只要是尸体完整的修炼者 我通通可以复活 不过 他们只是没有任何意识的傀儡罢了 只能听从我的命令 对目标发起攻击 这些傀儡的好处就是 不用在意伤亡人数 他们也不会有任何痛绝 千秋轻笑一声 看着眼前被复活的亡灵大军 甚是满意 在千秋晋升帝王晋之后 幽冥九转绝的九转 也已经彻底练成 他达到了高品圣体的体质 魂力等级也达到了魁魂后期 三位师父 徒儿这就去替你们报仇 千秋看向夜空 呢喃了一句 随着撕开一道虫洞 使用空间跳跃 来到了七星宗的宗门上空 紧跟其后的是 奇雨大地与熬尘 三人毫不掩饰自己的气息 出现在七星宗的上空 值班首页的长老 马上感受到了 三人强大的气息 立即发出了 通知整个宗门的线术 迪西 迪西 有迪西 七星宗的宗门 瞬间出现了一道防御屏障 而大长老天山空圣 也离开出现在宗门大门之前 天山空圣看到来者是千秋 慌乱的神色顿时消失 讥讽道 小子 你居然还敢回来 几个月前 如同丧家之犬一样 逃往极寒之地 现在又回来找死 接着 他又看到一旁的奇雨大帝 面色微变 奇雨大帝 上一次 你使用了那么强烈的纤术 没想到你这副身体还能活着 倒是让本圣感到非常意外 奇雨大帝笑而不语 熬尘却忍不了天山空圣 用羞辱的言语 对奇雨大帝说话 他面色一鸣 怒道 区区圣境 敢跟雨帝这样说话 天山空圣瞥了一眼熬尘 不懈道 雨帝 他现在的实力 真的能达到帝王境的级别吗 你又是谁 本圣可是七星宗大长老 熬尘正想动手 千秋拦下了他 眯着眼看向天山空圣 天山老儿 我劝你 最好现在把你们宗主喊来 否则 待会儿可来不及叫他了 天山空圣脸色瞬间冷了下来 小子 几个月不见 口齿倒是变灵力不守 上一次 让你跑了 宗主怪罪于我 这一次 你说什么也逃不了了 还是那句话 交出长生中 本圣可以免去你死亡的折磨 千秋不屑一笑 当即展露黑色的帝王境仙影 一念一动 金色的长生中 出现在他手上 千秋笑道 天山老儿 你说的是他吗 天山空圣看到千秋的仙影那一刻 原本不屑的表情 顿时消失不见 嚣张的气焰也荡然无存 取而代之的是 不解和惊恐 你 你 你小子的仙影 是怎么回事 天山空圣不可思议的颤声说道 千秋淡然的回头 看了眼自己的仙影 歪了歪脑袋 我的仙影有什么问题吗 我明白了 你小子这是在装神弄鬼 你肯定使用了什么手段 让自己仙影变成黑色 哼 你还骗不到本尚 你两个多月前还是 圣境强者罢了 短短几个月的 不可能踏入帝王境的 天山空圣马上收回了惊恐的情绪 他如何也不相信 千秋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踏入了帝王境 千秋没有和天山空圣废话 只是轻轻抬手 手上的长生钟 瞬间变得巨大无比 他挥起长生钟 禁止砸向七星宗那一层防御屏障之上 只是一击 屏障瞬间布满了裂纹 没有任何悬念 直接炸裂 嗯 这怎么可能 天山空圣被巨大的力量给冲飞 连续倒退了好几步 而其他几个维持防御屏障的长老 纷纷吐出一口鲜血 千秋立于苍穹 和声道 天山老儿 现在相信本地的能力了吗 把你们宗主叫出来 给我三位师父 还有死去的永恒中弟子偿命 这时 天山空圣才惊恐地看向千秋 来自高径者的威压 让天山空圣忍不住膝盖弯曲 如何都抑制不了想要跪下的双腿 就在这时 一道虫洞在天山空圣身旁撕开 从里面出现的正是七星大地 天山长老 稳住你的膝盖 七星大地淡淡地说道 天山空圣感觉到来自千秋的地力威压 顿时消失 赶忙直起了身子 宗主 您来了 天山空圣尊敬地对七星大地说道 七星大地恩了一声 随即看向了于苍穹上的千秋 与祁宇大地三人 没想到短短几个月 你就从圣境晋升到帝王境了 看来长生中对你的帮助的确不小 本地想要成神的道路 没有找错 面对千秋成为大地 七星大地没有太过惊讶 反倒脸上露出了疯狂的神色 就算你成为了帝王境修炼者 又如何 本宗已经成帝百年 岂是你这个出入地境的矛头小子能比的 七星大地又将目光看向祁宇大地 祁宇大地 没想到时隔三百多年我们还能见面 看来 当初我们几人联手 都没能让你彻底隐摸 是我们大意了 不过 你觉得你靠着这么一个矛头小子 就能恢复你原本的实力吗 祁宇大地面对七星大地的嘲讽 他没有动目 只是背手淡然道 能不能靠他 你等等就知道了 我这老头子没什么实力 今天也不是来找你报仇的 来报仇的是千秋大地 你在数月前杀了他的三位师父 祁宇大地向后退了一步 只留有千秋站在最前端 七星大地看向千秋 不懈地笑道 千秋大地 地名倒是不错 可惜今天就得陨落 说完 七星大地当即展露仙影 快速地施展了仙树 然而千秋不为所动 甚至连释放仙树的意思都没有 只是静静地看着七星大地 在千秋一旁的敖尘念诵神文 他的仙影上出现了一层巨大的铠甲 敖尘用自己的仙影挡在千秋面前 替他挡下了七星大地这一击 敖尘同是帝王静修炼者 两位大地之间的仙树碰撞 让低下不少七星宗的弟子和长老都受到波及 纷纷向宗门内逃去 天山空圣震惊地看向敖尘 他没想到千秋身旁那个不起眼的人 居然也是一位大地 天山空圣只觉得自己的脸滚烫无比 他先是瞧不上千秋 又是不屑于跟敖尘说话 还当着他的面 自称是七星宗的大长老天山空圣 这和跳梁小丑有什么区别 歇许 人家压根没把他放在眼里 尘埃散去 敖尘收起了仙影上的盔甲 而七星大帝也非常意外地看向敖尘 你也是帝王静修炼者 敖尘淡淡地拍了拍肩膀上的尘土 道 七星大帝 你们区区七星宗 不过是个不入流的宗门罢了 在横谷大陆 也就天神宗佩与我们与中阁一战 七星宗 楼椅一个 与中阁 七星大帝瞳孔收缩 他像是认出了敖尘一般 难以置信道 你是与中阁的入城大帝 敖尘淡然道 正是本帝 七星大帝皱眉 你们与中阁为何要帮这样一个刚踏入帝王境的修炼者 我承认 你们与中阁的势力的确要比我们七星宗强大 但为何要与我们七星宗为敌 敖尘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一般 仰天大笑 许久 才像看小丑一样看向七星大帝 七星大帝 你知不知道 今天要灭了你七星宗的 正是我们与中阁个主 阁主 七星大帝目光头像千秋 一时间瞠目结舌 小子 你是与中阁个主 七星大帝眼角抽了抽 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 千秋居然还有这层身份 千秋不言语 再一次挥起长生中 朝着七星大帝砸去 一击砸下 千秋已经消失在原地 只留下了一道残影 七星大帝大帝下意识抬手防御 不料正面敖尘又直接冲了上来 任七星大帝成帝百年 他也不可能同时对战两位大帝 毕竟敖尘成帝也已经百年 千秋手上还持着上股神器 长生中 七星大帝艰难地阻挡住两人的共同一击 他不再有所保留 朝着七星宗后山的方向怒声喊道 你们两个老家伙 还要看到什么时候 随着七星大帝朝七星宗后山的方向一声怒吼 原本沉寂的山峰轰然一动 两股巨大的魂力气息从中放出 千秋感受到强大的魂力波动 脸色不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他现在已经达到了帝王境 对方的实力达到什么程度 只需要用神念一探便可知晓 而七星宗后山里 洒发出的这两股强大的气息 明显不弱于七星大帝 很显然 藏在山里的两位 必然是也是实力不俗的帝王境修炼者 这倒是让千秋感到有些意外 因为在七星宗数月之前 尚未发动对永恒宗 以及其他几个拥有神器宗门的攻击时 七星宗在横谷大陆十大宗门中 也仅仅只是排名第九 千秋原以为 七星宗和排名第十的青云阁相同 仅仅只有七星大帝一个帝王境修炼者而已 现在看来 七星大帝敢直接攻打永恒宗 并非是狂妄自大 因为他七星宗当中 除了他之外 还有两位帝王境修炼者 在千秋惊讶之际 两座山峰山崩地裂 从中两个百米高的巨大仙影 直接显现出来 仙影居然也是兽形 看来这两个大帝 也是使用了魂灵兽的精血 致使自己的仙影发生了净化 千秋呢喃了一句 这时 那两个仙影迅速朝着七星大帝靠近 千秋也终于看清了两个仙影的主人 两人都是白发苍苍的老者 古兽如柴的样子 要不是他们的仙影气息十分强大 千秋都以为这两个老者 已经达到了垂危之际 七星大帝 老九早就说过 尽快灭了千秋那小子 你一直不放在心上 现在倒好 这小子不知用了什么方法 快速成为了帝王境修炼者 还带着人找上门了 其中一位光头的那位老者 眯一眼说道 而另一位 则是一位独臂老者 他接着说道 七星宗的脸 让你丢尽了 要是七星宗老祖还在 非得训斥你不可 七星大帝被两人说得有些尴尬 面色不悦道 两位太上长老 现在不是说风凉话的时候 尽快解决了他们 千秋旁边 可站着奇雨大帝和入城大帝 咱们三对三 未必有优势 天山空盛看到前来的两位老者 双眼瞪得老大 一副不敢相信自己眼睛的模样 太上长老 那可是与老祖同一时期的大帝 他们二老居然还活着 一直隐于七星宗后山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惊讶之余 天山空盛也放下心来 他知道 两位太上长老的实力 他们已经年近千岁 踏入地境足足 超过五百年之久 就算是遇到路上主宰 两位太上长老也有一战之力 奇雨大帝看到两人也是微微一愣 低声对千秋道 这两个老头来路可不小 都是与七星宗老祖同一时期的修炼者 那个独臂的老头叫秦帝 另一个叫古帝 两人实力十分强大 甚至在七星大地之上 那又如何 两个脚都迈进棺材的老头 能奈我何 千秋不屑地说道 他丝毫没有掩饰自己声音的意思 秦帝听到千秋的话 没有不怒返笑 用沙哑的声音道 年轻人口气未免太大了些 你虽然也达到了帝王境 但你我的实力悬殊 可不是一心半点 敖尘也是面色不大好看 因为他也没想到 这两个老怪物 居然还藏在七星宗的后山 压低了声音 在千秋耳边道 阁主 这两个老怪物 实力都不容小觑 况且 老阁主现在的实力尚未恢复 待会儿要是真的打起来 也就只有 咱们俩能与之一战 三对二 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千秋摇头 做出一个放心的手势 在来之前 千秋早已经做好了一切打算 就算在攻打七星宗的时候 遇到变故 千秋也做好了 今日彻底要宰了七星大地的准备 在这时 七星大地盎然一笑 对千秋道 千秋 本宗实在没想到 当初第一次遇到我时 连说句话勇气的没有的修炼者 今日居然能与我同等站在对立面 真是令本帝惊讶 本帝很欣赏你的天赋 不过 你的天赋不能为我所用 那就只能扼杀在摇篮里了 七星大地说罢 对一众七星宗修炼者道 圣境以上修炼者 与本宗还有两位太上老祖一同出手 对方不过是两个成帝不久的矛头小子 还一个残肢败柳的老头罢了 居然也敢公然挑衅我七星宗 杀无赦 在七星大地的号召之下 所有七星宗达到圣境的修炼者 纷纷展露仙影 场面一触即发 千秋看着对面足足有接近百人的队伍 没有丝毫慌张之色 只是默默说了一句 他们差不多也快到了 随着千秋的话音落下 地面传来了轻微的震动 很快 七星大地等人就看到不远处的地面 以及仓穹上 有黑压压的人群迅速朝这边赶来 而在仓穹上的那些 全部展露了深红色的圣境仙影 岂是丝毫不属于七星宗的圣境强者 古帝和秦帝面色有了变化 他们对七星大地道 对方也来了不少人 少废话 快点解决了战斗 要是被其他宗知道 咱们打起来 只不定会倒插一脚 左收渔翁之力 七星大地点头 当即施展仙树朝千秋等人袭来 七宇大地向后退了一步 哦 小鬼 老夫实力尚未恢复 今天就靠你和熬尘了 千秋点头 随即念诵神文 幽名九世 太虚苍穹 苍穹之上闪过道道紫色的闪电 整个苍穹都有了撕裂的迹象 从中探出无数只巨大的手掌 直击七星大地而去 随后 千秋没有耽搁 再次召唤出长生钟 他的仙影手直长生钟 毫不客气地挥舞下去 七星大地的仙影双臂交叉 挡住了长生钟的这一击 他也当即施展仙树 他身上的衣服随着破碎 无数血管都展露出来 显得有味诡异 苍穹上的巨手抓住七星大地 但他没有任何痛苦之色 只是用力一踹 巨手便随着破裂 一旁的秦帝和古帝 也没有任何的犹豫 两人纷纷向千秋施展仙树 你们两个的对手是我 敖尘大喊一声 他的仙影身上再次出现一层盔甲 不同的是 敖尘的仙影居然留在了原地 敖尘以肉身施展仙树 奔着两人而去 敖尘凭借他防御力强大的仙影 一人就阻挡下了秦帝和古帝两人的攻击 同时 趁着古帝分神的间隙 敖尘手上突然出现一把长剑 敖尘的偷袭 他随手一挥 一道巨大的钢铁巨盾出现在古帝身前 替他阻挡住了敖尘的剑击 天山空圣也没有愣着 他率领一众七星宗圣境强者 纷纷开始施展仙树 不料 仙树还没发动 远处黑压压一片的修炼者 已经赶到七星宗之上 这些正是千秋使用绘图转身复活的修炼者尸体 他们没有任何犹豫 面对七星宗的修炼者 毫无感情地施展了仙树 七星宗的仙树 这些修炼者也只是稍稍开启了防御仙树 一个劲地往前冲 在这样一群不怕死的修炼者攻击之下 天山空圣领导的一众圣境强者 很快就溃不成军 这些人都疯了吗 根本不去躲避仙树 只会无脑地往前冲 天山空圣案骂道 结果一个修炼者冲到了他的面前 毫不犹豫 直接开始元神燃烧 使用仙暴的自杀式攻击 在天山空圣的惊恐眼神之下 他几乎来不及躲避 干脆顺手抓住身旁的一个七星宗弟子 挡在面前 哄 仙暴结束 挡在天山空圣前面的 那个修炼者已经彻底死亡 而天山空圣自己也吐出一口鲜血 被这仙暴震出了不少内伤 天山空圣连连后退 这时他才注意到 这些袭来的修炼者 使用仙暴时 连他们自己都不顾忌 直接在人群中施展仙暴 甚至误伤了他们不少人 可恶 这群人压根就不是什么活人 全是一群活死人 难怪这么不要命的往前冲 天山空圣反应过来 千秋带来的这一众修炼者 压根不是什么正常的修炼者 况且 其中圣境修炼者并非多数 反倒仓穹禁须空境的人更多 这些人的仙术威力跟不上 所以直接使用仙暴 以此来掩饰他们这群队伍的烈士 撤 全部往回撤 这群活死人是一群死士 不要和他们拼命 真正的大军还没来 天山空圣连忙命令所有七星宗修炼者 往七星宗内撤去 结果他刚一转身 就被三个圣境强者拦住了去路 这三人眼神空洞 身上有不少伤痕 他们没有任何表情 纷纷显露仙影 利用三人的仙影 将天山空圣困在了中间 下一秒 三人全部开始燃烧元神 使用仙暴之术 不 不要 你们疯了 天山空圣面露惊恐之色 不顾一切的 想要冲出三人的包围 结果是 他刚一动 就被三人使用结界仙术控制了起来 虽然这三具尸体是圣境强者 但实力远远不如天山空圣 他们的仙术 也无法彻底控制住天山空圣的行动 天山空圣在仙暴的前一秒 从三人中间逃出 但终究还是被炸断了一条腿 天山空圣发出一声惨叫 其他几个长老健壮 连忙来搀扶他 但还没讨回七星宗内 地面上那一群修炼者也赶到了 这些全都是真正的活人修炼者 是宇中阁的人 宇中阁的修炼者一到 原本就被打得节节败退的七星宗修炼者 彻底乱作一团 宇中阁的人下手更加阴狠 招招下死守 一时间 这成了单方面的屠杀 天山空圣也在混乱之中 不止被谁使用仙术炸穿了身体 一代七星宗大长老 就此陨落 正与七星大帝交手的千秋 看到尸横遍野的七星宗 他没有任何怜悯之色 心中反而有种情感 被压抑许久的爆发 在数月之前 纳兰沧海和万藏两人 正是这样带着七星宗的人 单方面屠杀永恒宗 这永恒宗大半的弟子都无辜死亡 今天 他终于为永恒宗的弟子报仇了 想到这里 千秋怒火冲烧 他召唤出幽冥锤 左手指长生中 右手指幽冥锤 不断快速使用仙术并攻七星大帝 七星大帝在千秋的攻势之下 有了落入下风的意思 这小子 居然有两把神器 而且都可以直接使用 这到底是什么妖念 七星大帝看到千秋 再次掏出一把神器之后 心中不由暗骂 此时他也意识到 千秋今天敢直接来七星宗 并非是被仇恨冲昏了头脑 就算是七星大帝他自己 都必须使出全部的实力 十分谨慎地和千秋战斗 稍不注意 可能就会被千秋击杀 彻底陨落 另一边 敖尘对战 两位太上老祖秦帝和古帝 终究还是落入了下风 敖尘身上出现了不少伤痕 古帝笑道 你的实力很强 面对我们两个老家伙 都抵抗了这么长时间 如果单独和我们其中一人打 恐怕你还真的有那么些胜算 可惜 我们两人 你根本招架不住 秦帝 快点结束了这小子 七星大帝那边跟千秋难省难分 下面七星宗的弟子都要被杀光了 秦帝点头 他晋升念诵神文 下一秒 秦帝的先影与他结合 秦帝彻底变成了一头巨大的兽型修炼者 古帝丝毫不顾忌 连晋升都不再使用 念诵神文道 天古语 刹那间 古帝先影身上的骨骼 直接脱离了影身 上百根骨骼从天空中降下 直奔敖晋落去 敖晋面色一宁 立刻使用穿着盔甲的先影阻挡 当他先影身上的盔甲 再触碰到谷帝的先影骨骼之后 立刻出现了裂痕 不好 敖晋面色大变 还不等他反应 秦帝也马上发动了攻击 千军一发之际 齐宇大帝出现 一道巨大的水墙 替敖晋挡下了秦帝的攻击 齐宇大帝对秦帝道 秦帝 一把岁数的人了 一打多就算了 还玩偷袭这一套 老不要脸的东西 齐宇大帝的话 让秦帝脸色很是难看 当即回道 齐宇 这多年过去了 本以为你早就死了 没想到你居然还没陨落 你现在这副鬼样子 还敢跟本帝这样说话 既然你一心寻死 那本帝就成全你 秦帝将目标转向了齐宇大帝 敖晋见识不妙 想要去阻拦秦帝 但和他对峙的谷地拦住了敖晋 老阁主 敖晋大喊一声 齐宇大帝知道 现在的自己不是秦帝的对手 他并不和秦帝正面交手 只是一味的躲闪 秦帝被齐宇大帝的不战之意惹怒了 他双眼变得通红 苍穹上出现一双巨大的眼睛 齐宇大帝眉头一皱 知道这是秦帝不再留守 齐宇 去死吧 秦帝一声怒喝 从那双巨大的眼睛里 发出阵阵能量波 直奔齐宇大帝而去 就在这时 树道身影出现在秦帝面前 之后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燃烧元神 展开了自杀式的攻击 因为这几句全都是圣境强者 他们先报之后产生的巨大能量 就算是秦帝这样的修炼者 也要畏惧三分 秦帝不得不收回攻击的仙术 从而展开了防御 而齐宇大帝也不再停留 吸引秦帝的目的已经达到 当即撕开一道虫洞 直接逃离了战场 秦帝气得牙痒痒 这才意识到自己上当了 就在秦帝把注意力重新放回熬尘身上时 千秋忽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嗯 你不是在和七星大帝交战 怎么会 秦帝面色一变 心想难道是七星大帝 已经被这小子打败了 秦帝分神去看七星大帝那边 发现千秋正在和七星大帝 打得有来有回 那他面前的是谁 在秦帝面前的千秋 没有任何言语 手执着巨大的幽冥锤 直击秦帝而来 秦帝了然 这是千秋的一句分身而已 小子 你也太瞧不起本地了 居然用一句分身来和本地战斗 你真以为自己有多么强大的实力 秦帝冷哼一声 仅仅几招 就将千秋的分身打得节节败退 而在另一边 千秋双持神器 打得七星大的落入了下风 七星大帝心说不好 如果继续这样打下去 自己迟早会输在千秋的手上 七星大帝如何都想不到 千秋仅仅是成为帝王尽才几天 没想到就有了这样强的实力 再加上两把神器的加持 七星大帝几乎快没有了还手的余地 七星大帝 今天无论如何 我都得宰了你 千秋已经打红了眼 他不停地施展仙术 不给七星大帝丝毫的喘息机会 战斗的同时 千秋还不断操控那些尸体 奔七星大帝而去 使用仙暴扰乱七星大帝的攻击节奏 这让七星大帝不但要和千秋正面交手 还得防备那些突如其来的仙暴 千秋复活的尸体已经所剩不多 他单纯直接复活了那些被杀死的七星宗修炼者 只要是躯体没有完全损坏的 千秋都可以使用绘图转生复活 七星大帝看到这一幕 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他不知道千秋使用的 这到底是什么仙术 纵观整个修仙世界 他都从未见过 这样能直接复活大量尸体的仙术 幽冥九世 幽冥犯火爵 幽冥九世 太阴士顿 幽冥九世 明河浪涛 千秋一口气尸斩了三个仙术 并结合大量复活的尸体 朝七星大帝攻击 七星大帝终于招架不住 被一击打在胸口上 坠落到地面上 千秋手持幽冥锤 挥舞齐往七星大帝身上砸去 七星大帝情急之下 立刻施展了防御屏障 但在幽冥锤的重击之下 瞬间破碎 幽冥锤结结实实地 打在了七星大帝身上 七星大帝喷出一口鲜血 鲜影都被打散了 破 鲜血喷在空中 七星大帝终于有了恐惧之色 他捂着胸口连连后退 小子 我 我认输了 你放过我 当初攻打永恒中的那蓝沧海 你已经杀了 背叛你们永恒中的腕藏 也被你烧成灰 本帝当初没有过多插手 放过我 本帝保证以后再也不干扰你 你的通缉力 我马上也会撤回 七星大帝看向秦帝与古帝两人 他们暂时都没有办法 抽出身来解决他 他只能想办法 先拖住千秋 不料 千秋冷笑一声 把幽冥锤扔在地上 道 你就是这么求人办事的 还一口一个本帝 七星大帝一愣 连连道 不不不 是我 是我 不是什么本帝 在你面前 我不敢称帝 你说若是让横谷大陆 其他人知道 不可一世的七星大帝 为了不死 这么不要脸面的 向我千秋大帝求饶 他们会怎么想 千秋的话 让七星大帝脸色 变得异常难看 此时他的心情 跟吃了屎一样憋屈 早知道千秋会成长 到今天这种地步 他早就该亲自出手杀了千秋 而不是让那蓝沧海 一直拖着 直到最后 他自己都死在了千秋手上 见七星大帝不言语 千秋也不再犹豫 当即挥起幽冥锤 准备彻底结束了 七星大帝的生命 你 你敢 你杀了我 其他几大宗门 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七星大帝面色骇然 哦 其他几个宗门 也不会放过我 天灾即将来临 谁还要闲心思 替你这样一个 已经死去的大帝报仇 再说 我可是与中阁的阁主 谁又愿意 和与中阁作对 我不相信 他们和你的关系 已经好到你死了 不惜一切代价 要为你报仇的地步 千秋掏了掏耳朵 丝毫不担心 七星大帝 见千秋今天是铁了心 要杀死他 他面如土灰 就在这时 千秋感觉到 身后有杀意袭来 当即一闪 离开了原地 下一秒 一大巨大的骨骼 砸在千秋刚才所站在的位置 小子 你敢 古帝和秦帝 已经联手打退了敖尘 敖尘正在空中粗重的喘气 千秋微微皱眉 再一次施展了影分身术 数百具分身 出现在七星中的苍穹上 趁着分身拦住了谷地和秦帝 千秋从乾坤袋里 拿出许久未使用过的黑笑 呢喃了一句 师父 徒儿为你们报仇了 说完 千秋挥起黑笑 并且连噤声都不使用 念诵神文 飞声欲雷绝 倒倒龙行的天雷 从雷云中直落地面 每一击都 恰好打在七星大帝的身上 任由七星大帝如何施展先术 都已无济于事 数分钟之后 七星大帝被天雷打得千疮百孔 气息十分的微弱 千秋拿着黑笑 一箭捅进七星大帝的胸口 七星大帝的先影彻底消失 七星宗宗主 七星大帝 陨落 剩余为数不多的七星宗弟子 看到七星大帝陨落 瞬间溃不成军 与中阁的人看向千秋 道 阁主 他们已经放弃抵抗了 您看 千秋面无表情 道 全杀了 一个活口不留 当初永恒宗的弟子 后来也没有反抗 这群惠子手 同样没有放过他们 与中阁的人得令 手起刀落 七星宗失衡遍野 几乎看不到一个活口 古帝和秦帝看到这一幕 两人面色十分难看 他们镇守近千年的七星宗 就这样不复存在了 小子 我要杀了你 你这个魔鬼 秦帝一声怒吓 双手合十 做了一个十分古怪的手势 随后默念神闻 天空中 突然出现了百双魔童 他们不停地在眨眼 纷纷看向千秋 而古帝也把所有先影骨隔离于空中 组排成了一具巨大的鼓兽 虎视眈眈的看向千秋 面对这两个太上长老 千秋十分谨慎 他们的实力远在七星大帝之上 在来之前 千秋想过 七星宗可能还有其他帝王境修炼者 但没想到 这两个帝王境的修炼者 居然是与七星老祖同期的长老 比起七星大帝 他们才是最难对付的存在 敖尘身上也被古帝和秦帝床上 嘴角有血迹 千秋意识到 接下来和古帝还有秦帝的战斗 只有靠他和敖尘用出奇制胜的办法 否则绝对没有战胜这两个老怪物的可能 千秋回头看向七星大帝的尸体 心头一动 对敖尘大喊 敖尘 帮我拖延一会儿时间 敖尘得令 不顾一切 冲到千秋身旁 再一次召唤出仙影身上的铠甲 千秋走向七星大帝的尸体 念诵神文 没错 千秋是想将七星大帝的身体复活 如果他能为千秋所用 那现在的局面 就是三打二的存在 人古帝和秦帝 两人实力强大 但千秋这边 也是三位名副其实的帝王静修炼者 起码在人数上是压制性的存在 古帝看到千秋的行为 马上反应过来 他想要做什么 立刻对秦帝道 秦帝 那小子想用邪术复活七星大帝的尸体 绝不能让他成功 秦帝皱眉 随即不再犹豫 直接发动了攻击 面对两个老怪物的攻势 敖尘身上本身就有伤 仅仅只是接住一击 先引身上的盔甲 就已经被打碎了 敖尘忍不住吐出一口鲜血 千秋这是第一次 对帝王静修炼者的尸体展开复活 巨大的魂力使用之后 发现七星大帝 仅仅只是有一点点的反应 看来帝王静的尸体 没有那么好控制 得多花点时间 千秋额头上渗出冷汗 此时敖尘已经在用肉体 去抵抗古帝和秦帝的攻击了 恐怕撑不下五分钟 就得败下阵来 千秋分神 让自己的仙影召唤出长生忠 以长生忠挡在敖尘面前 以此为他减少一些攻击 但在古帝强大的攻势之下 长生忠很快就被打碎 一介草夫 滚开 秦帝一愣怒喝 敖尘再也抵挡不住攻击 静止飞了出去 他捂着胸口 脸色十分痛苦 再也没有了一战之力 然而千秋对七星大帝尸体的控制 才刚刚完成一半 现在收回魂力 就彻底没有了战胜古帝和秦帝的可能 这时 与中格的修炼者 纷纷挡在千秋面前 他们身为圣境强者 面对两位成帝近千年的大帝 根本就是在飞蛾扑火 古帝不屑一笑 只是一群圣境修炼者 在本帝眼里和蚂蚁蚂蚁任何区别 古帝大手一挥 诸多骨骼从天而降 直接砸死了那些圣境强者 他们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回我七星宗 今天本帝一定要将你碎尸万段 扔进虚空星界 为是给那些没有心智的魂灵兽 古帝怒道 直奔千秋而去 千秋意识到大事不妙 正想收回魂力 但一道身影挡在了他的面前 紧跟其后的是一声龙啸 巨大的龙啸声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忍不住无耳朵 而千秋也瞬间召唤出长生钟 挡住了这音波攻击 他抬眼一看 发现来者十分眼熟 正是当初和妖宗又护法 在虚空星界战斗时 救下千秋的那个神秘黑袍女 你是什么人 也要与我们七星宗为敌吗 秦帝面色一皱 看到黑袍人胯下 骑着星界龙 脸色不由变了变 黑袍女没有理会秦帝 而是转身对千秋道 速度快点 他们两个 我也阻挡不了多长时间 千秋一愣 这个语气他感觉有些熟悉 但一时间就是想不起来 他曾经在哪听过 但留给千秋思考的时间不多 千秋收回思绪 全神贯注用在了 转身七星大地尸体上 既然你不回答 那本帝就是你为七星宗的敌人了 古帝一见黑袍女 是来帮助千秋的 便不再浪费口舌 秦帝 快点结束战斗吧 待会儿这小子就要成功了 现在又来一个女人 一旦等 他们四个人全部站起来 咱们俩也不是对手 秦帝点头 随即施展仙颖 他的仙颖抓起古帝 用他仙颖骨骼组成的古兽 一口吞下 紧接着 秦帝的仙颖迅速变大 之后仙颖逐渐不再透明 反倒变成了一个实体 仙颖变化出一个白色的生命体 两侧长着一对翅膀 翅膀上满是瞳孔 显得尤为诡异 在这个生命体的身旁 还有一个环状体围绕 这是 仙颖融合仙术 熬成看到秦帝和古帝 两人的仙颖组合起来 瞬间猛了 飞袍女看到秦帝与古帝的仙术 也是十分的惊讶 没想到这里两个老怪物 居然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实力 难怪七星大帝 敢肆意妄为 灭了那么多宗门 飞袍女自言一句 但面对两人这样强的仙术 也是丝毫不拒 胯下乘着星界龙 奔着秦帝与古帝而去 这还是第一次逼得我们使用出梦魇 也算你们幸运 能成为梦魇的副中餐 古帝冷笑一声 随着他和秦帝的操控 他们称作梦魇的生命体 翅膀张开 翅膀上一道道瞳孔瞬间睁开 无数道寒光从用喷涌而出 黑袍女念诵神文 一道巨大屏障 将他与星界龙包裹 阻挡住了这寒光的冲击 两道先术碰撞的能量 让千秋感到无比惊讶 距离这么远 这道能量波都将他击退几分 看来这两个老头 是真的有不俗的实力 没想到刚踏入帝王境 就遇到这么棘手的敌人 千秋加快对七星大地尸体的复活 只要能复活七星大地的尸体 要与谷地两人战斗 也并非是不可能的 黑袍女距离梦魇不足五十米的时候 她胯下的星界龙盾时 吐出一枚巨大的火球 梦魇用翅膀挡住了这枚火球 随后反向吸收了火球上的能量 直接以数倍的速度反弹了回去 什么 黑袍女一惊连忙躲开 但还是被反弹回来的 火球锁打破了屏障 点燃了她身上的黑袍 女人低叹一声 只得撤下了身上的黑袍 女人露出了她真实的面目 她脸上有一道害人的疤痕 尽管这样 也看得出来 她原先是一个颜值不俗的女人 当千秋看清她的脸后 嘴巴长得老大 她感觉到不可思议 因为这个女人 她再熟悉不过了 女人正是千秋许久未见的永恒宗宗主 池小雅 宗主 千秋大喊一声 然而池小雅根本顾不上回头看她 眼神凌厉地冲向孟严 碰 池小雅施展的仙术 与孟严再次发生了碰撞 但孟严实在过于强大 任由池小雅施展出无数仙术 也依旧对孟严孟严造成一点伤害 这时 千秋也看清了池小雅的仙影 时隔数月 池小雅也踏入了帝王境 她的仙影是黑色的 最让千秋意外的是 她的仙影变成了黑晶圆的模样 明显是受了黑晶圆精血的净化 原来是你 早就听七星大帝说过 你那天被三个老东西 以生命为代价 送到虚空兴建 没想到你居然还敢回来 古地冷哼一声 你和千秋那小子一样 不自量力 居然敢回来送死 那本地就成全你们 等杀了你们 就彻底灭了永恒宗 自此 横谷大陆就不可能再存在永恒宗了 就凭你们两个老家伙 也想灭我永恒宗 这时 千秋终于出现在了池小雅身后 她身旁还跟着已经被复活的七星大帝 她表情呆滞 没有丝毫的情绪可言 不可一世的七星大帝 成为了千秋的一具傀儡 古地和秦帝脸色变了变 没想到千秋这么快就成功将七星大帝复活 现在已经变成三打二的局面 很快 敖尘也从地面上重新站起 加入了千秋的队伍 骨头佬 你不会真以为 你们俩能打得过我们四个人吧 千秋对古地笑了笑 原本她还担心自己 和敖尘带上七星大帝的尸体 未必能打得过古地和秦帝 但现在又有了池小雅的加入 任由古地和秦帝再强大 他俩终究也只是帝王境的修炼者罢了 并非已经踏入主宰境 实力再强大 也是有上限的 千秋 少和他们废话 早点了解了他们 池小雅眸子里全是怨恨 千秋点头 池小雅这句话 让他不再磨叽 对古地道 先隐融合先术 碰到我 算你们俩今天倒霉 好大的口气 就算你们四个人 我们也不足为据 你真以为先隐融合术 浪得虚名 古地不再和千秋等人废话 再次操控起孟眼 孟眼扇动翅膀 犹如一个恶魔一般 静止奔着千秋等人而来 孟眼身上杀气四起 翅膀上的羽翼瞬间硬化 变成了一把 如同利剑一样的物体 哄 万千剑雨射出 千秋立即操控七星大地的身体向前 施展仙术 挡住了那道剑雨 而敖尘也持小雅 纷纷从两侧切入 形成两侧夹击的局面 不料 孟眼魔眼一动 身上的羽毛乍起 向两侧发动 居然没有任何一个死角 他可以同时朝着四面八方攻击 千秋面色一宁 敖尘身上不少地方都被羽毛划破 不少鲜血流出 但敖尘没有丝毫的退意 他仙影身上再次出现铠甲 犹如一个铁面巨人 直接撞在了孟眼身上 七星要光 千秋操控七星大地 施展他的仙术 一条火红色的光芒 从七星大地仙影手掌上发出 飞快地朝孟眼满眼 顷刻间 孟眼浑身被火焰包裹 千秋眉毛一条 好机会 宗主 敖尘 从他后面攻击 那东西身后没有羽毛 说完 千秋则是亲自出动 打算和七星大地 从正面拖住孟眼 让他无法顾及身后 长生万象 千秋先影身上洒发出金光 拖着长生中 从地面腾空而起 所经之处都留下了极大的痕迹 这就是大地之间的战斗吗 简直恐怖 一位与中格的修炼者感慨道 池小雅和敖尘 也同时发动攻击 孟眼赴被受敌 千秋一喜 心说这玩意不过如此 很容易就得手了吗 不料 一直没有行动的秦帝 在孟眼身后 挡住了敖尘和池小雅的攻击 池小雅从星界龙背上一跃而起 星界龙盾时吐出树莓火球 干扰秦帝的视线 而他则是快速移动到谷地身后 掏出利剑 一剑刺穿谷地的身体 得手了 池小雅下意识地说了一句 但下一秒他脸色就变了 没想到 这是谷地的一道虚应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谷地真身出现在了池小雅身后 脸上露出癫狂之色 哼 就凭你也想脱袭本地 谷地一掌打在池小雅背上 池小雅吃痛 仙影已经被打散 宗主 千秋脸上露出韵色 他收起长生钟 换成幽冥锤 从单手变成双手紧握幽冥锤 握住幽冥锤 双手摆起 他的仙影浑身被紫光包围 仙影出现了略微的变化 在千秋身后 居然出现了幽冥神的残影 谷地露出亥然之色 他想要从原地顺闪 不料千秋念诵神文 天伐 这正是千秋曾经从夜神千询那里 学来的定身术 天伐击中谷地之后 谷地立于原地 根本无法动态 下一秒 千秋的幽冥锤 就砸在了谷地身上 谷地用双手托住幽冥锤 直接被砸在了地面上 地面上出现一个巨大的坑洞 而谷地还在拼命抵抗幽冥锤的重击 去死 千秋一声怒吓 加大了手上的力度 谷地轻轻抱起 他双膝弯曲 逐渐没有了抵抗之力 千秋为了彻底打败谷地 在此使用分身术 召唤出一具分身 并将一半的魂力赐予分身 这具分身没有丝毫犹豫 召唤出长生忠 直奔谷地而去 长生忠敲击在幽冥锤上 谷地终于被幽冥锤一击砸入坑内 再也没有了气息 千秋收回幽冥锤 他看到谷地的身体已经血肉模糊 浑身都是鲜血 谷地的白发凌乱无比 他亮亮呛呛从地上起身 双眼通红 你居然有如此实力 放眼整个横谷大陆 就算是其他几位大帝与本帝一战 都不可能将我伤到如此地步 秦殿 接下来就全部交给你了 本帝活得够久了 谷地露出凄惨的笑容 拼尽全身的力气 双腿一蹬就向孟眼奔去 千秋以为他要跑 正想去追 不料孟眼从体内伸出一双干瘪的手 一把抓住谷地 一口吞了下去 顷刻间 孟眼的体型迅速变大 直冲云霄 谷地老儿 秦帝大喊一声 没想到谷地 居然直接把自己当成养料 喂给了孟眼 在吞下谷地之后 孟眼迅速变大 而秦帝一人也难控孟眼 此时他知道自己已无退路 要么今天杀了千秋等人 要么今天必将再次陨落 哼 没想到我七星宗居然会落得如此下场 造就这一切的 都是七星大帝那个蠢货 秦帝一声怒吼 操控体型巨大的孟眼 他挥动翅膀 千秋等人迅速被击飞出去 本想杀掉谷地之后 想办法再复活他的尸体 这老东西 死也不肯变成我的傀儡 千秋暗骂一声 原本打的算盘泡汤了 此时 池小雅已经身受重伤 再无一战之力 千秋 杀那老怪物 池小雅扯着嗓子喊了一句 千秋对池小雅点头 随后表情也变得凝重起来 孟眼在吞下谷地之后 实力明显有了质的飞跃 敖尘身上本就有伤 又一次败下阵来 现在就剩下千秋操控着七星大帝两人 面对孟眼和秦帝 一时间没有了人数上的压制 千秋咬紧牙关 也不再留守 打算倾尽全身魂力 和秦帝殊死一搏 幽冥九世 幽冥霸体诀 话音落下 千秋的仙影出现了恐怖的变化 他的仙影从头部裂开 体内出现了一个变小了数倍的仙影 但这具仙影显得十分壮硕 他将拿起人在地上的幽冥锤 挥舞起向孟眼而去 幽冥锤再次挥舞 周围满是气流激发 力量明显是增强了数十倍 站在地面的持小雅 金仪不定地看着 就在自己不远处的男人 时隔数月 他以为自己不要命式地修炼 并且在虚空星界里 得到了黑金元族长的精血 那可是来自帝王晋魂灵兽的精血凝炼 比起其他修炼者 用尚未成年的黑金元精血 要强出数百倍 可今天若不是千秋等人 恰恰也在七星宗 凭借他一人的力量 最多打败七星大帝 根本不可能再有机会 战胜秦帝和谷帝两人 然而千秋他也达到了帝王晋 在数月前 他不过是虚空晋的修炼者而已 他的修炼速度和实力增长 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 孟眼白霜魔眼 里面流露出贪婪的神色 面对千秋这样强大能量 他选择的便是吞噬 再一次 万千剑雨从天而降 千秋顶着已经被强化的仙影 丝毫不畏惧这些剑雨 挥起幽冥锤杂在孟眼的魔童之上 死啦 孟眼发出一声怪异的惨叫 他的魔童瞬间爆炸 炸出一团血雾 而在他身后的情地 也猛地吐出一口鲜血 脸上露出了惊恐之色 这 这怎么可能 孟眼居然吸收不了他的力量 千秋不屑一笑 道 这可是上古神器 使用神力发出的仙术 就凭你这个孟眼的繁体 妄想吸收神力 再做什么春秋大梦 今天 我千秋大帝 要以你们七星宗为垫脚石 走上本地的城神之道 千秋大喝一声 再次挥舞起幽冥锤 而孟眼也顾不上 自己已经被打爆的魔童 立刻用翅膀护住身体 然而 随着千秋的幽冥锤砸下 两只翅膀阴声断裂 魔童发出一声惨叫 瞬间被击碎 孟眼被打回了原形 秦帝的仙影回到自己身上 而属于古地的仙影 变成一团灰烬 消散在空中 秦帝再次吐出一口鲜血 很显然 这让他受到了不小的重创 就在这时 千秋眉头一皱 心中忽然有了新的想法 祁宇大帝的肉身 他是没有办法恢复了 不如让祁宇大帝的元神 进入到秦帝这具身体里 想到这里 千秋打算保留住秦帝的身体 绝不能让他的肉身 有任何损伤 幽冥神九世 魂魄 千秋发出一声怒吼 他再次挥舞幽冥锤 但这一次 他并不是朝秦帝砸去 而是直击地面 同时 千秋立刻开启了结界仙术 把敖尘与持小雅 还有与中阁等人 隔绝在外 魂魄是专门对灵魂元神上的攻击 很容易误伤周围的人 秦帝本以为千秋要攻击他 立刻施展了防御仙术 不料这一击 直接让他灵魂受到重创 巨大的冲击力 直击他的灵魂 秦帝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惨叫 顿时蹊跷流血 双腿一软 跪倒在地 趁着这个间隙 千秋立刻掏出黑啸 直奔秦帝身后 秦帝的灵魂被短暂地震出体外 千秋召唤出长生钟 把秦帝灵魂困在其中 此时 秦帝和他的灵魂 已经彻底隔绝 小子 你做了什么 秦帝面露惊恐之色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肉身 倒在地上 自己却无法控制 千秋看着肉身与灵魂 已经彻底分离的秦帝 没有露出任何怜悯之色 举起幽冥锤 向他的灵魂 发出了最后一击 随着幽冥锤重击落下 秦帝连一声惨叫都无法发出 至此彻底陨落 在千秋杀掉秦帝之后 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天空中也在此时下起了大雨 师父们 永恒宗 我替你们报仇了 千秋抬头望向灰蒙蒙的天空 千秋闭上眼睛 接受着雨水的洗礼 而整个七星宗 没有一个活口留下 所有人皆被千秋和宇中阁的人屠杀 七星宗 存在于横谷大陆千年的宗门 彻底覆灭 为他们当初对永恒宗犯下的罪行 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池小雅来到了千秋的身边 道 永恒宗 大仇已报 谢谢你了千秋 若不是你 就凭我 根本无法报永恒宗的仇 千秋势然一笑 道 宗主 你说的这话就太见外了 刚才要不是你及时赶来 拖住了那两个老头 我也来不及复活七星大地的尸体 更不可能战胜他们了 再说 我曾经身为永恒宗神子 为永恒宗还有三位师父报仇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 池小雅看着千秋 他已经与当初刚来到永恒宗时 截然不同 千秋身上稚嫩和无知 已经全然褪去 而毛子里满是坚毅与成熟 从一个少年 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男人 让池小雅一时间有些分不清 这是不是他曾经认识的那个千秋了 两久 千秋从乾坤袋里 拿出新的衣服穿上 而敖尘也捂着身上的伤 走到了千秋身旁 阁主 您为什么要把秦帝的肉体保留下来 只湮灭了他的灵魂 敖尘非常不解 千秋非常痛恨七星宗的人 但现在这样的行为 很是让他费解 千秋道 这是给齐宇大帝留的 他的肉身 我应该是没有办法恢复了 不过可以让他的元神和灵魂 嫁接到秦帝身上去 敖尘恍然大悟 这时齐宇大帝 也从虫洞里重新出来 小鬼 解决那两个老怪物了 嗯 齐宇大帝虽然很清楚千秋的实力 但不免还是有些惊讶 他是认识秦帝和古帝的 他们成帝的时间 比齐宇大帝还多上几百年 若不是他们一直没有找到机会 没法踏入主宰境 以他们的资历 只要踏入主宰境 那将是顶尖的存在 齐宇大帝看到一旁 完好无损的情地躯体 忍不住道 小鬼 为何这老怪物的肉身 没有丝毫的损伤 千秋笑了笑 啊 这躯体是给你准备的 目前我想不到其他办法 把你的肉身恢复 不过 依靠长生忠和幽冥锤 这两把神器的力量 也许能将你的灵魂和元神 转移到他的身上 你把现在 这副残之败有之躯 抛弃掉就可以了 齐宇大帝挑了挑眉 很是惊讶 没想到 千秋居然能想出这样的办法 但齐宇大帝还是犹豫了几分 毕竟一旦把元神和灵魂 转移到秦帝身上 这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纵观整个修仙世界的历史 几乎没有出现过 夺赦这种事情 你 能成功地把握有几分 千秋思考片刻 面色严肃到 说实话 我没什么把握 不过 以我对长生忠和幽冥锤的了解 只要略施仙术 成功的可能性 还是蛮可观的 齐宇大帝看着秦帝的身体 又看了看自己透明的肉身 想到已几百年 无法施展出自己全部的力量 最终咬牙点了点头 同意千秋这个做法 而齐小雅站在一旁 看着齐宇大帝 脸上满是惊讶 你是 齐宇大帝 这时 齐宇大帝才注意到身旁的齐小雅 面色微变 笑道 原来是永恒宗的丫头 没想到几个月的时间 你也成为了帝王进修炼者 后生可畏 后生可畏啊 敖尘看了眼千秋 道 阁主 我身上有伤 宇中阁其他人 也有不少负伤的 我们先回孔陵山的据点修整 你有任何吩咐 随时靠群英令联系我 千秋点了点头 当齐小雅听到宇中阁三字的时候 表情更是惊讶 宇中阁 阁主 敖尘的名号齐小雅 在早年是有所耳闻的 听说 他是宇中阁这个神秘组织的副阁主 他现在居然恭敬的叫千秋阁主 持小雅想起 千秋曾经在永恒宗 展现出来的惊人天赋 以及他对神文的精通 终于明白了真正的身份 他居然是宇中阁的阁主 持小雅看着千秋的表情 顿时复杂了起来 两久 千秋对持小雅道 宗主 您被我三位师父 送到虚空星界的之后 都经历了什么 上一次 救我的人 是你吧 持小雅想起 上一次在虚空星界 从幼护法手上 救下千秋这件事 面色微动 道 嗯 是我 之前我还不想暴露身份 就故意隐瞒了自己 至于我在虚空星界经历了什么 已经不重要了 现在永恒宗大仇已报 我要回永恒宗 那里应该还有一些残留的七星宗修炼者 千秋道 要不要我再派点人和你一起去 持小雅拒绝了 在那里的 都是一些残兵败将罢了 凭我一个人 对付他们很轻松 不过 你之后还会回永恒宗吗 持小雅抬起头看向千秋 他知道 千秋现在的高度和实力 也许早就瞧不上永恒宗了 不料 千秋眼神却变得异常坚定 道 肯定会回去 不过 我还有点事情 要处理 在天灾降临之前 我肯定会保永恒宗平安 也算是给三位师傅一个交代 持小雅见到千秋的决心 点了点头 随即撕开一道虫洞 离开了七星宗 永恒宗做过最正确的一个决定 便是收了千秋这样一个弟子 并且立他为神子 看到持小雅走后 千秋对祁宇大地道 祁宇老头 那我们快点开始吧 帮你恢复身体之后 正好与我一同前往神界 祁宇大地眯了眯眼睛 道 小鬼 不得不说 你的实力提升得实在太快了 老夫活了这么多年 从未见过像你这样的修炼者 哦不 还真有一个 你甚至都要望尘莫及的人 千秋微微皱眉 试探性地反问道 你说的是诸仙殿宗主 暗影大地 祁宇大地点头 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表情 但最终还是没有打算 在现在告诉千秋真相 至少 得等他实力完全恢复之后 再告诉千秋 一切事由的开端